结婚三年我进老婆房间都要扫码付款 日积月累她成了资产商议的总裁 而我是个只会吃软饭的直男 随着她钱越赚越多接触了高端上层 她开始觉得我是个没有用的罪人 最终她提出了离婚 我没有拒绝 既然不爱了又何必抢求呢 我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语 倚靠着自己的努力歧视 听到我还想说什么 慕婉晴秀美一皱直接打断 好在我们没有孩子 我更没必要和她浪费时间 便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努力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就往外走 慕婉晴看着我的背影喊着 这塔里有五百万够你花一辈子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你的眼里只有钱吗 你自己留着 慕婉晴顿时被我冷漠的态度激怒 你清高什么没有我 你只能去街头要饭 我没有带任何东西算是尽身处 很快我来到华韵小区敲响了门 一个长相和慕婉晴有些神似女孩 看到我她似乎惊讶中带着一次惊喜 眼前的这个美女是我的小姨子慕晴雪 我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晴雪我能不能在这里借助几天 她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别人不清楚她却非常清楚 慕家当年家到中落欠下一屁股的债 就是我暗中的帮忙才让慕家渡过难关 还让妻子成为云城首屈一指的企业家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却从不邀功 对于这样优秀的姐夫 慕晴雪自然非常欢迎 她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将我请进来 姐夫是不是和我姐姐吵架了 姐都成为公司总裁了还这么任性 我坐在沙发上轻叹一口气 没吵架就是她要和我离婚了 今天起我也不再是你姐夫了 慕晴雪顿时一脸愤怒 走我带你去找我姐要的说法 凭什么说离婚就离婚 她肯定是被别人蛊惑了 我拗不过慕晴雪 被她拉着就来到了慕婉晴的别墅 小姨子带着怒意敲下了 很快一个男生传来 开门的是慕家的小弟慕妃 小姨子没有离回她 拉着我就闯了进去 此时她全家都围在一起 试着红波 气氛看上去格外的愉悦 丝毫没有一点刚刚离婚的样子 小姨子冲到姐姐面前 你为什么要和姐夫离婚 慕妃眉头一皱 走过来挡在慕婉晴面前 我们家庭聚会 应该外人过来干什么 慕博也白白手快把她赶出去 秦雪你要是还把我们当成家人 就别吃里扒外 面对一家人的咄咄逼人 小姨子简直不管置信 慕家能有现在的一切 完全都是靠她才得来的呀 小姨子不可思议地摇摇头 难道你们不知道 姐夫什么身份吗 听到这话慕妃几人不由的大笑起来 我怎么会不知道出了名的软饭呢 小姨子没有理会转头 看向慕婉晴 姐你真的要和姐夫离婚吗 慕婉晴叹了口气 二妹 这件事没得商量 婚姻只会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还有我的事不用你来插手 慕情雪不敢置信地看着姐姐 眼前的姐姐似乎变得格外的陌生 此时慕妃瞪了我一眼 现在离婚了又想抱二姐的大头 你以为把她拉过来我们就会收留你 我没有理会她而是看向慕婉晴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慕婉晴撇开头 之前给你五百万你不要 我还以为你有点骨气 没想到现在还在走偏本 我欺然一笑看着慕婉晴一家人 记住你们今天丑恶的嘴脸 也希望你们永远能这么骄傲 别到时候跪在我面前求我 听到我的话慕妃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慕家现在是什么地位和身份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你除了吃软饭还能帮我解什么 人家李少不过是和我姐试了一顿饭 一出手就准备帮我姐拿下十亿的订单 我听到这句话转头看向慕婉晴 我说为什么忽然提离婚 原来是勾搭上了豪门大哨 慕婉晴温怒地喝倒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慕妃顿时走到我面前狠狠地推了一把 滚出去别在这里碍言 我满脸冷聚 这些年努力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是为了能够凸显慕婉晴的商业才华 可她虽然不领情反而嫌弃无事为准 我睡得并不踏实 迷蒙中我突然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云海集团的董事长赵云海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沙哑的嗓音 为叶少我是小海呀 我有些不耐烦是你啊什么事 赵云海声音无比恭敬 最近云城落家主落名城大手 说想请叶少出席参加又担心打扰你 我淡淡地回看剧我等下去你公司吧 赵云海顿时大喜 他可知道我结婚之后 一直不关心任何业务也很少出来走 我挂上电话便出了门 与此同时沐婉晴也起了个大早 因为他准备去拿下云海十一订单 只要能拿下对沐家绝对是一个质的飞鱼 门口李少已在一辆法拉利上 沐婉晴礼貌地笑了笑坐在了副驾驶 李少你是认识云海集团的董事长吗 他无比自信地笑的 有我在一切都没有问题 关系我已经打点好了订单十拿九稳 沐婉晴看着自信的李少 内心不由地叹了口气 在他心里我木那少言寡语慵懒无比 突然沐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姐你就放心吧李少是什么人 沐婉晴一愣回头一看 小飞你怎么在这里 沐婉咧嘴一笑 当然是和李哥一起去掌掌建设 很快车子来到了云海集团 三人正准备进去签合同 李少忽然感到肚子一阵巨痛 那个你们在门口等我一下 沐婉晴和沐婉两人刚走过去 随即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看了我 您是情愿公司的沐总裁吧 我是云海集团的赵云海很高兴见到你 沐婉晴一愣 总裁竟然亲自在这里等他 李少不是说只是约了项目经理 沐婉晴连忙激动地开口 赵董事长很高兴见到你 赵云海恭敬地笑道 我一大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方便问一下那位可人 赵云海本就是个人经他自然清楚 沐婉晴是我的老婆 因为我的身份地位实在是太高 让他甚至不敢直呼其名 可正是因为这般恭敬的姿态 却让沐婉晴以为赵云海说的是李少 毕竟他今天来谈合作只有李少知道 看赵云海这么低的姿态 让沐婉晴心中更是激动 他肚子不舒服去上厕所 赵云海了然地点点头 你们能力领我们集团视察 真是让我感到澎湃声辉啊 沐婉晴文言彻底的猛了 赵云海是什么人 那可是全是滔天的人 掌控了市值百亿的机会 等了一会沐婉晴有些尴尬 那个赵董事长 你们集团的项目经理在不在 我等会想找他签个合同 赵云海哑然失笑 不用找他我亲自签名 十个亿的合同 怎么能凸显您的身份 这样把前妻先签到二十亿 沐婉晴这一瞬间准备人都猛了 虽然李少来之前 已经说过打点好的一起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合同不仅签得顺利 而且赵云海竟然还主动增资 就在这时赵云海手机响了起来 赵云海接完电话 眼神中露出一丝疑惑 说道 那位已经上楼了 两位要与我同行吗 沐婉晴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下意识地摇摇头 说道 我们还要等个人 赵云海也没多想 说道 那我先上办公室 回见 赵云海离开了之后 沐婉晴和沐妃两人 还处在震惊之中 沐婉晴吞了口口水 问道 小飞 你说 我是不是在做梦 真的签下了二十个亿的合同 沐妃点点头 有些疯狂地说道 姐 发财了 我们要发财了 沐婉晴有些疑惑 自语道 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这也太顺利了吧 姐 顺利还不好吗 这就是权势带来的好处 要不是有李少的关系在 这个合同能签下来吗 要不是有李少的关系 我们恐怕连赵云海的面都见不到 像叶晴那样的货色 恐怕这辈子都比不上李少一根手指头 他会干什么 只会吃软饭 而李少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拿下二十亿的合同 这就是区别 赵云海自然没听到沐婉晴和沐妃的对话 此时 他内心还有点疑惑 沐婉晴是叶晴叶大少的老婆 为什么不和他一起上楼 还要等别人 他推开门就看到办公室内坐着一个年轻人 赵云海连忙恭敬地快步走到年轻人面前 喊道 见过叶晓 而此人正是叶晨 叶晨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叶晓 您身体好些了吗 赵云海关心地问道 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叶晨眉头一皱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他身体一直很健康 少有生病 疑惑道 我又没生病 哪里来的不舒服 您不是肚子不舒服吗 赵云海诧意道 刚刚我在集团楼下 碰巧遇到了您夫人 他说您肚子不舒服 上厕所去了 叶晨闻言 稍微一想就明白过来 看来恐怕误会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 说道 你怕是没有直接提我的名字吧 赵云海诧意道 叶晓的名讳我哪敢乱提 不过穆总裁作为您的妻子 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您啊 叶晨自嘲地笑道 不是妻子 是前妻 他和我离婚了 什么 离婚 疯了吗 赵云海此刻内心无尽地震惊 他打死也想不到 穆婉晴竟然会和叶晨离婚 赵云海不可思议地问道 这 这是为何 叶晨苦笑道 他嫌弃我不上镜 没全是 只会吃软饭 罢了 说多了都是嘞 赵云海此刻真的感觉自己 要疯了 不上镜 没全是 吃软饭 这些确定是用来形容叶晨的 赵云海感觉自己的脑子 都转不过弯来了 叶晨是什么身份 需要上镜吗 再上镜 恐怕得把这天给撑破了吧 叶晨没全是 恐怕整个云城 但凡知道叶晨身份的人 无论是谁 恐怕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野手 叶晨吃软饭 这就更扯淡了 别的不说 只要叶晨一句话 赵云海就可以将整个云海集团送给叶晨 他甚至不会眨一下眼 只是叶晨根本看不起云海集团这点资产 这个穆婉晴还真是糊涂 这天下有多少豪门世家的大小姐 排着队想要嫁给叶晨都没有机会 他可倒好 竟然还和叶晨离婚 赵云海生气地说道 叶晨 您受委屈了 可惜我才刚知道 刚才我才和他签了二十亿的合同 我这就让人去将这份合同作废 无妨 叶晨淡淡地叹口气 说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毕竟曾经是夫妻 合同签了就签了吧 赵云海闻言 只能作罢 说道 好 听叶晨的 行了 这些糟心事就不说了 你这次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 叶晨打来个哈欠 问道 就是洛家家主洛明成大寿 准备举办一场宴会 他虽听闻过叶晨您 可却从未见过 知道我和您关系好 就托我问问 能否请你出席 赵云海恭敬地说道 行 这是 我答应了叶晨点头道 太好了 我这就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洛明成 他要是知道叶晨 能出席他的寿宴 肯定会激动无比的 赵云海说道 叶晨淡淡地点点头 来云城几年时间 一直都不缺少这样的宴会邀请 不过为了让穆婉晴 突出自己的商业天赋 他向来对于这些宴会 都是直接回绝掉的 如今 穆婉晴和他离婚了 他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掩了 叶晨和赵云海聊了一会 便觉得无趣 打算离开 赵云海连忙站起来 说道 叶晨 我送您 叶晨一摆手 说道 不用了 你忙你的 我自己逛一逛 赵云海恭敬道 那叶晨自便 叶晨走出赵云海的办公室 正打算离开云海集团 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就那个 最近一直缠着穆婉晴的李少吗 他怎么在这里 李少正在打电话 并没有看到叶晨 哥们 快给我想想办法呀 你帮我找的云海集团项目经理 靠不靠谱啊 我可是答应了穆婉晴 一定要签下这个合同的 我知道的 这不是没办法吗 穆婉晴已经离婚了 你不懂 外面那些女孩 哪里比的 上穆婉晴有韵味 反正我不管 这个女人 我完定了 结婚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我真的只是玩玩也 我有分寸 她可没这么傻 我追了这么久 手都还没牵过呢 要是拿下这次合同 我说不定就有机会一亲方泽了 嘿嘿 李少打电话正打得起劲 旁边的叶晨听到这些对话 一时间脸色阴沉了下来 虽然穆婉晴和她离婚了 可三年的相处 这里面的感情 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李少说的话 让叶晨顿时火冒三丈 她快步走过去 一把抓住了李少的衣服 怒道 李强 你这无耻之徒 李少吓了一跳 一看是叶晨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 生气地说道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叶晨 你干什么 想打人啊 叶晨眯着眼睛 冷声说道 刚刚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要你立刻从穆婉晴身边滚开 听懂了没 李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叶晨 你凭什么管我 你还以为 你是穆婉晴的老公吗 你们已经离婚了 我和穆婉晴 现在都是单身 我们怎么样 与你无关 叶晨冷声道 你有什么歪心思 我现在警告你 最好别靠近穆婉晴 你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会要你的命 李少猛地将叶晨的手推开 拍了拍胸膛 故作害怕地说道 哎呦呦 我好害怕哦 还警告我 叶晨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本少面前耀武扬威 你要知道 你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被女人抛弃的垃圾 和本少比 你就像是蛆虫一般 随便都能踩死你 叶晨脸上露出一丝怒意 眼神阴狠地盯着李少 李少却丝毫没有将叶晨放在眼里 无尽地嘲讽道 怎么 很不爽吗 知道本少什么身份 在我眼里 你连狗屎都不如 我告诉你 我不仅要玩慕婉晴 只要有机会 我还要连他妹妹慕晴雪一起玩 很生气吗 想打我 那你倒是打呀 你这个懦夫 垃圾 听到李少的话 叶晨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 他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啪 叶晨手一扬 一巴掌狠狠地甩在李少的脸上 顿时李少的脸上就浮现出了五个手指印 李少吃痛地捂住自己的脸 惊怒地吼道 你 你敢打我 叶晨的眼神宛若死神一般 冷漠无比 语气冰冷地说道 打你 不 我要杀了你 说吧 叶晨身形一闪 快若闪电 整个人刹那间就出现在了李少的面前 李少感受到一股宛若死神散发出来的杀意 心中一凉 这叶晨怎么速度这么快 那眼神好恐怖 难道真的敢杀他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 忽然 一道愤怒中夹杂着撕裂的怒吼声传来 叶晨 住手 你想干什么 来人正是穆婉晴 还有穆飞两人 刚刚还满脸恐惧的李少 顿时脸上就露出一丝笑意 小声说道 废物 你竟然敢打我 你这废物 这是没完 回头等我搞定穆婉晴 看本少怎么羞辱你 叶晨眼神一鸣 一脚直接踢在李少的小腹上 碰 李少直接被叶晨一脚踢得倒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啊 好痛 李少倒在地上 感到小腹一阵剧痛 身子不由地全躯起来 穆婉晴和穆飞两人连忙跑过去 将李少扶起来 李哥 你没事吧 穆飞担心地问道 痛 好痛 叶晨简直就是混账 他竟然打我 李少忍着剧痛 说道 叶晨 你已经和婉晴离婚了 而且我和婉晴之间 也是清清白白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打我 听到这话 穆婉晴和穆飞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穆飞更是直接指着叶晨就骂了起来 叶晨 你这个废物 你胆子还真大 竟然敢打李少 你以为这样做 就能挽回我姐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垃圾 我姐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和你复合 穆婉晴也失望地看着叶晨 说道 叶晨 你疯了吗 谁给你的权力乱打人呢 叶晨淡淡地说道 他该打 穆婉晴感到一阵怒息来 说道 我们已经和平离婚了 你这种行为在我看来 极为幼稚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叶晨文言 冷着脸说道 失望 好像你从来都是对我失望 还有 我知道我们离婚了 你不用一直提醒我 穆婉晴怒道 既然你知道 那你就更不应该做这种 卑鄙无耻下流的勾当 叶晨也怒了 他看着穆婉晴说道 你一来就指责我 你了解事情的经过吗 你问过我 为什么要揍他吗 我们才刚刚离婚 你这胳膊肘 也拐得太快了点吧 穆婉晴一愣 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不过还是咬牙道 难道你打人还有理了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你自己问问 他刚刚是怎么说要玩弄你 是怎么和别人谈论 以后会把你调教成母狗的 穆婉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贱了 穆婉晴脸色一僵 满脸疑问地看向李少 他知道李少喜欢他 可他从未对别的男人有过想法 也一直和李少保持着关系 李少看到穆婉晴的眼神 连忙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说道 说过那样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 穆婉晴阴沉着脸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穆婉却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对着叶晨就是一顿嘲讽 姐 你千万不要相信叶晨这个废物 李少是谁 那可是云城大少圈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格局 那格调 都不是叶晨这种层次的人能比的 从认识到现在 李少向来都是彬彬有礼 从没有愉悦之举 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不轨的心思 早就下手了 怎么可能还会费尽心思 帮我们拿下云海集团的合作项目呢 叶晨看着自己这个愚蠢的前小舅子 看来已经是被这个所谓的李少给洗脑了 除了蠢笨 他找不出任何词来形容穆非的行为 李少也缓过神来 他缓缓地站起来 看着叶晨说道 叶废物 之前 我看在婉晴的面子上 一直没和你一般计较 可现在 你打了我 这个仇 我不能不报 平民 也呸 叶晨眯着眼睛 丝毫不惧地说道 李少冷笑一声 说道 看来 你还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我叫李强 云城富海集团的李富海 就是我老爹 说句不客气的话 以我李家的权势 碾死你 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信吗 富海集团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他甚至都没听过富海集团这个名字 在云城顶多也就算个二流企业 这种企业 甚至连入叶晨眼的资格都没有 比起云海集团 富海集团简直不值一提 叶晨语气森然地说道 一个拼爹的垃圾 也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 李强狂怒道 好 小子 你够狂 今天本少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李强的后果 叶晨轻蔑地看了李强一眼 说道 后果 后果就是让你富海集团 从运城彻底消失 这话一出 几人都错愕地看着叶晨 这牛批吹大了吧 让富海集团在云城消失 开什么玩笑 富海集团好歹也是 市值几十亿的上市公司 而且 李强的父亲李富海 在云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得多没脑子 才会说出让富海集团消失 这么无知的话来 叶晨还想说些什么 慕婉晴却突然怒斥一声 叶晨 你给我闭嘴 叶晨冷声道 凭什么 慕婉晴怒道 你疯了吗 你知道 你说出这些话 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富海集团那是你能得罪的 我告诉你 云城是个很复杂的地方 在这里 权势才是第一位 有权有势的人 掌控了大多数人的生死 你除了逞一时之快 还能干什么 你就不能成熟点吗 叶晨看着慕婉晴 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说的是实话 别说让富海集团消失 就算灭了富海集团 也不过弹指之间的事情 见叶晨越说越离谱 慕婉晴脸上失望的表情更甚 他一瞬间觉得 叶晨可能是真的得了失心疯 或许是离婚这件事 对叶晨的打击太大了 才会导致他如此癫狂 这让慕婉晴觉得有些愧疚 他连忙看向李强 说道 李少 实在不好意思 叶晨就是一失口快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和他计较 他毕竟是我的前夫 我也不想闹得不愉快 看到慕婉晴低声下气的样子 李强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故作大方地说道 好 看在婉晴的面子上 我就不计较了 叶晨冷漠地说道 我叶晨不用求任何人 见叶晨油盐不尽 慕婉也怒了 说道 叶晨 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我姐给你求情 人家李少都原谅你了 不和你计较了 你别不是好歹 叶晨冷哼一声 说道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凭什么要他原谅 慕婉深吸一口气 狂怒道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我姐和你结婚三年 你除了整天混吃等死 给我们慕家带来了什么 看看人家李少的面子多大 他一句话 不仅让云海集团的董事长赵云海 亲自接待我们 还主动给我们签了二十亿的合同 这对于你来说 恐怕比登天还难吧 可却是人家李少一句话的事情 这就是你和李少之间的差距 一个像是天神 而你却像是烂泥 听到慕婉的话 叶晨顿时愣了 赵云海给慕婉勤签签合同 那是看在他叶晨的面子上 要不是叶晨顾念旧情 此刻那份合同 恐怕就已经被作废了 这和李强能扯上什么关系 让赵云海看李强的面子 他配吗 叶晨就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忍不住大小起来 真是笑死我了 李强在旁边听得也是一愣 他的确是来帮慕婉勤签合同的 可拖进了关系 也才约到了云海集团的一个项目经理见面 能不能签上合同 他还真没有把握 当时就在想 就算签不上 他也有办法能够忽悠过去 可刚刚他听到了什么 慕婉勤不仅已经签完了合同 而且原本十个亿的合同 更重要的是云海集团的董事长赵云海 亲自接待 这怎么可能 李强直接就猛了 他家虽然也有钱 算得上是富二代 可以他的身份 别说让赵云海亲自接待 恐怕连见面的资格都没有 人家赵云海 怎么可能给他面子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一时间 李强甚至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慕婉却轻哼一声 说道 叶晨 你笑什么 得了失心疯了吗 叶晨冷声道 我笑你愚蠢 分不清好赖人 你们连是谁让你们 签下这二十亿合同的 都搞不清楚 简直愚蠢至极 扑痴 叶晨 你不会是想说 是因为你我们 才能签下合同的吧 慕婉逼的说道 你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 我们能签合同 不是李少的功劳 难道是你的功劳吗 叶晨嗤笑一声 指着李强 道 你倒是问问他 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慕婉转过头看向李强 说道 李哥 我们来之前 你就说 这次签合同的事情 已经全部打点好了 而且我们过来 也没告诉过其他人 要不是因为你答过招呼 赵董事长 怎么可能亲自等 我们来签合同 你快告诉这个废物 是不是你打点的关系 李强脸色一僵 这很明显 就不是他的功劳 因为以他的身份 根本没有机会 接触到赵云海 可现在慕婉晴和慕妃 似乎 认定了是他打点的关系 李强虽然不知道 究竟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能让赵云海都亲自接待 可绝对不可能是慕家人 至于叶晨更没有这个能力 既然没有人了解内情 那他自然可以 堂而皇之地 将功劳据为己有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展现 自己强大的人脉实力 说不定能直接让慕婉晴 败倒在他的西装裤下 李强挺了挺胸 傲然地说道 那当然 不是我难道是 叶晨那个废物吗 我不过就是 让我老爸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 赵董事长这么给面子 不过也是 毕竟我老爹有这个实力 慕飞文言顿时瞪大眼睛 兴奋地说道 叶晨听到没有 李哥是通过了家里的关系 才能请赵董事长 亲自接待我们 现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叶晨也被李强的话给惊呆了 原来人真的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真是笑死人了 这李强知道自己的地位不够 竟然还将他老爹 拉出来增加可信度 别人不清楚 他自己难道不懂吗 别说他李家一个富海集团 就算十个富海集团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比他上云海集团 叶晨也是被气笑了 说道 李强 你是真无耻啊 李强冷声道 哼 你一个废物 怎么能躲我们上流人士的圈子 我李家有这个权势 都在云海混 人家自然会给面子 井底之蛙 我井底之蛙 叶晨吃笑道 你李家给赵云海踢鞋都不配 就凭你 穆婉晴之前一直没说话 他内心一开始 其实也有点怀疑 毕竟之前李强说 是介绍一个项目经理 从未提过赵云海 可刚刚李强说是 通过他爸爸联系的人脉 这就能说得通吗 恐怕也只有李强父亲那种地位的人 才能够让赵云海给这个面子吧 在穆婉晴看来 现在的叶晨就是在无理取闹 他一直希望叶晨成熟一点 可看看叶晨 却总是自以为是的表现自己 说到底 就算这件事不是李强的关系 那又如何 毕竟李强也帮上了不少忙 可叶晨呢 丝毫没有自知之明 永远看不清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穆婉晴有些恼怒的喝道 够了叶晨 别说了 你不知道丢脸的吗 叶晨被气笑了说道 我丢什么脸 穆婉晴说道 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应该努力上进 凭借实力说话 而不是像个小丑 在这里丢人现眼 叶晨看着穆婉晴决然的表情 心中不由的一阵心寒 三年来 他帮了穆婉晴很多 如今离婚了 他还念及旧情 让赵云海 给了穆婉晴心心念念的合同 可笑的是 穆婉晴却将功劳安在了别人头上 叶晨满脸的落寞 失望的说道 或许 在你心里 我从来就是个小丑吧 看到叶晨的表情 穆婉晴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感到一阵愧疚 是不是自己说话有点太过分了 穆婉晴想伸手安慰叶晨 可手刚刚抬起 却又放了下来 他们已经离婚了 不是夫妻了 穆婉晴张张嘴 说道 叶晨 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让你成 行了 叶晨心灰意冷 看向穆婉晴的眼神 变得冷淡了许多 说道 不用说了 我说的话你不信 那么就随你吧 叶晨摆摆手 转身就要离开 说实话 三年前 穆婉晴一无所有 他们结婚 也度过了幸福的日子 可人 一旦在短时间内 获得了超过自己能力的财富 思想就会失控 或许现在叶晨说什么 穆婉晴都听不进去了吧 看到叶晨默然离开 渐渐远去的背影 穆婉晴将在原地 自语道 是不是对他太过分了 穆婉晴道 姐 一点都不过分 你看看 叶晨现在像什么样子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们以后 还是少和他接触 李强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也说道 是啊 婉晴 所谓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你现在可是云城商界 冉冉升起的星星 可不要被叶晨这种 下流胚子给耽误了 穆婉道 是啊 姐 高兴点 我们这次能签下二十亿的合同 全亏了李哥 今天我们可要摆一桌 好好谢谢人家 穆婉晴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离婚后 他似乎总是感觉到不得劲 高兴不起来 他摆摆手 说道 先回去吧 叶晨走出云海集团 准备回去休息 刚走没几步 忽然 一辆麦巴赫 突然停在了叶晨面前 最顶配的豪车 价格昂贵 最重要的是 前面的车牌 五个八的车牌 足够吸睛 能够买得起麦巴赫的人不少 可能弄到这个车牌的人 绝对可以说身份不简单 叶晨眉头微微一皱 刚想让开道路 此时 却从车上走下一个美女 她微微一笑 倾国倾城 宛若天仙下凡 美女直径走到叶晨面前 恭敬地微微恭身 语气柔和地问道 您是 叶晨叶先生 你是 叶晨眉头微微一皱 问道 眼前这个女人很漂亮 有一种清新脱俗的高贵感 精致的五官 窈窕的身材 美到让人有一种窒息感 不过叶晨并未见过这女人 对方怎么认识她的 您好 叶先生 我叫骆青秋 骆明成是我爷爷 骆青秋开口道 叶晨淡淡地恩了一声 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 是赵云海那家伙透露的吗 骆青秋连忙摆摆手 解释道 不是 叶先生您不要误会 我曾听赵叔叔说 您是一位很厉害的神医 可打听许久 赵叔叔都不肯透露您的身份 这次我偷偷地过来 见到赵叔叔招待你 所以就冒昧地来打扰了 叶晨并不在乎这些 他心情不太好 只是摆摆手 说道 我知道了 你有什么事吗 骆青秋脸上露出一丝伤胆的神情 说道 过几天就是我爷爷的八十大寿 我们打算摆上宴席 请上一些社会名流为他祝寿 可就在昨天 我爷爷突然病倒 叶先生 能不能请你 把我把爷爷病治好 叶晨冷漠地说道 生死有命 以你们骆家的权势 什么样的医生请不到 他们若是没有办法治疗 我怕也是回天乏力 听到叶晨的拒绝 骆青秋有些委屈地低下头 他曾经听赵云海说过 叶晨不仅医术厉害 而且身份极为神秘 之所以不透露叶晨的消息 就是因为叶晨的脾气古怪 没有特殊的机缘 不会轻易出手 就在骆青秋 想要再尝试一下的时候 忽然 一道嘲讽的声音 在两人耳边响起 哟 叶晨废物 你还真是不要脸啊 这才和我姐离婚几天啊 就勾搭上了别的女人了 叶晨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我怎么样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沐飞连忙说道 姐 你听听 是我们沐家三年软饭 这一转头 又勾搭上别人了 他上辈子 不会是当牛郎的吧 沐婉晨看着骆青秋 眼神中出现一丝伤感 他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沐婉晨长得很漂亮 可骆青秋那种气质 却让他都有些妒忌 沐婉晨苦笑一声 说道 叶晨 离婚这件事 就算我不提 你应该也很快会提的吧 叶晨呵呵一笑 说道 沐婉晨 你还真是能到达一耙 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沐婉晨有些生气的说道 是我提的没错 但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是啊 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陪着 离婚对你来说 恐怕是解脱吧 叶晨真是被气笑了 这三年来 他心甘情愿的 做沐婉晨背后的男人 不出风头 暗中帮助沐婉晨 沐婉晨提出离婚 他甚至连一点钱都没有要 相当于净身出户了 可现在 沐婉晨却还要将离婚这件事的过错 按在他头上 叶晨冷声道 沐婉晨 你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 做出这个委屈的样子 给谁看 再说了 我和他也不认识 沐婉晨生气道 你在大街上和一个女人亲亲我我 谁你们不认识 谁会信 叶晨道 那你天天和李强这种货色待在一起 你就不觉得丢人吗 沐婉晨大声道 我和他清清白白 从未有过愉悦之举 我沐婉晨对得起天地良心 不像你 你敢说 你和这个女人之间 没有一点关系吗 叶晨刚想说话 骆青秋却忽然顺势 挽住叶晨的手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说道 哎呀 原来是前辈啊 你猜的没错 我就是叶晨的女朋友 我很爱叶晨 怎么 你看到我们亲密的样子 好像很生气吗 暴击 沐婉晨只感到自己的脑袋 像是被雷击中一般 整个人都显得迷糊起来 心中一股怒意席卷而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东西 被别人硬生生抢走了一般 沐婉晨死死的瞪着骆青秋 嘴硬的怒道 我生气什么 你喜欢的男人 不过是我沐婉晨不要的垃圾货 你捡了个破烂 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骆青秋嘻嘻一笑 哦 在你眼里是破烂 可在我眼里 叶晨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哎呀 我还要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这么没眼光 和叶晨离婚了 我还没有机会 得到这么优秀的男人呢 你 沐婉晨被气得满脸涨红 说话都结巴起来 你 你 你不要脸 骆青秋笑道 我怎么不要脸了 你们现在可是已经离婚了 我单身 叶晨也单身 我们两情相悦 怎么就不要脸了 哎呀 你不会是嫉妒了吧 沐婉晨咬着牙 气呼呼地说道 我嫉妒 真是好笑 我会嫉妒你 你根本不配 骆青秋得意地笑了笑 没有继续理会沐婉晨 只是露出满脸的娇羞 说道 老公 我们走吧 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我们回家玩轻轻 说着 骆青秋就拉着叶晨上了车 叶晨也没有再拒绝 司机启动车子 绝尘而去 留下满脸愤怒的沐婉晨一行人 说实话 沐婉晨也不知道 为什么看到叶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她会生这么大的气 她明明已经和叶晨离婚了 为什么还会生气呢 为什么还会感到一种心爱的玩具 被人抢走的痛苦吗 看到沐婉晨的脸色难看 沐飞连忙说道 姐 你别生气了 叶晨这种货色 只有瞎了眼的女人才会看上她 我看那个女人 就是她请来的婊子 故意做戏想要气你 你真相信他们 就上当了 李强刚刚一直没说话 是啊 婉晨 没必要为了这对狗男女生气 沐婉晨思绪混乱 烦躁的说道 行了 别说了 我很累 我要回去休息了 豪车上 骆青秋挽着叶晨的胳膊 一直没有放开 气氛有些尴尬 叶晨打破平静开口道 那个 你的手 骆青秋连忙 像是被电了一般 缩回了手 满脸通红的说道 叶先生 您不会生气吧 叶晨道 生什么气 骆青秋尴尬的说道 就是刚刚 我实在看不下去 他们这么说陆先生 所以就忍不住 假装您的女朋友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放心 我没生气 骆青秋松了一口气 拍拍高耸的胸膊道 那就好 叶晨点点头 笑道 行了 那走吧 叶先生 您要去哪 骆青秋期待的看着叶晨 你之前不是要让我 去给你家老爷子治病吗 这都已经上了你的车了 就去看看吧 叶晨淡笑的说道 听到叶晨的话 骆青秋顿时大喜过望 之前他被叶晨直接拒绝 本已经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 因为穆婉晴等人的出现 改变了叶晨的主意 骆青秋连忙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太谢谢您了 很快 叶晨和骆青秋 就回到了骆甲 骆在嘉云城 可以说是顶级豪门 其别墅就坐落在 郁郁葱葱葱的郊外山间 一路上不仅有 专门修炼的宽阔车道 还有不少保安 三步一岗地在巡逻 一进门就看到了 极其奢华的大厅 复古的灯光照在墙壁上 给人一种浪漫庄重的气息 在骆青秋的带路下 穿过一道古谱狭长的走廊 就来到了卧房 一路上都铺着黑色的大理石 亮如镜瓦 卧房内 一个老人正昏迷地躺在床上 四周有七八个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忙碌着 不得不说 骆家的确是极具权势 就连生病都不用去医院 而是直接将医生请到家里 专门为其医治 这些医生叶晨并不认识 可如果是熟悉云城医院的人看到他们 绝对会吓一跳 因为这七八个医生 全都是云城有名的专家 平日里想要预约上他们的号 基本不太可能 特别是为首的医生 年约五六十 名叫周阮云 他的来头可不小 乃是云城首屈抑制的名医 他在云城第一医院 绝对是传奇人物 从一几十年 经他首医治好的患者多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 周阮云乃是精通中西医的双疗神医 基本上 云城那些豪门望族生病了 都会拼命想办法 请来周阮云 骆青秋带着叶晨走进卧室 周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了 骆青秋有些担忧地问了一句 哎 这病来得很急 目前的情况不太妙 虽然暂时稳定下来了 但后续必须尽快保持治疗 而且骆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有很大的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周阮云叹了一口气说道 骆青秋急了 连忙说道 怎么会这样 我爷爷之前 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而且过几天还要举行八十大寿 怎么就成为植物人了 周阮云说道 骆小姐 别说参加寿宴 就骆老爷子这个情况 一年内能不能醒来都难说 什么 听到这句话 骆青秋彻底地吓呆了 他爷爷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听到骆老爷子会变成植物人 骆青秋直接吓傻了 连忙焦急地说道 这不可能 我爷爷的身体一直很好 怎么会变成植物人 周医生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话一出 周阮云的脸色顿时一变 脸上出现一丝温怒的神色 他可是明满云城的医生 请他看病的豪门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 对于自己的医术 他向来是有足够的自信的 听到骆青秋的话 周阮云轻哼一声 说道 骆小姐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 难道我会故意 说中老爷子的病情吗 骆青秋也察觉到 自己太过着急了 连忙道歉 说道 周医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哼 没什么指示的 周阮云脸色难看地说道 若是骆小姐对我的医术不信任 大可请别的医生来复诊一番 周阮云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 在整个云城 他的医术可以说是最好的 如果连他都看不好的病 请其他医生根本无济于事 甚至 很多医生只要听说 是他周阮云都无能为力的病患 立刻就会拒绝就诊 这就是周阮云的底气所在 在他看来 骆家除了他之外 不可能请到别的医生 可骆青秋听到周阮云的话 顿时想起和他一起来的夜晨 他刚刚太过着急 以至于把夜晨都给忘记了 骆青秋连忙转过身 走向夜晨 周阮云根本没有把夜晨放在眼里 夜晨这么年轻 他还以为夜晨是骆家的子弟 可骆青秋走到夜晨面前 却非常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 您能不能帮忙看到我爷爷的情况 我不能失去我爷爷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我爷爷啊 这场面 顿时让现场安静下来 就连那些忙碌的医生 也都惊诧地看了过来 什么情况 这骆青秋是疯了吗 云成最厉害的医生周阮云就在这里 可他却去求一个小年轻 还让这个小年轻救他爷爷 这是在打周阮云的脸吗 要知道 刚刚周阮云已经断定 骆老爷子会成为植物人的情况 骆青秋让一个矛头小子来治 他会治吗 周阮云脸上的怒意越来越盛 刚刚骆青秋就已经质疑了他的医术 现在更是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来消遣他 一时间 周阮云愤怒地冷哼一声 道 骆小姐 你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周阮云大可直接说 没必要这样羞辱我 骆青秋一下愣了 说道 周医生 你刚刚不是说 让我可以问问其他医生的意见吗 周阮云大怒道 没错 我是说可以问其他医生的意见 那前提起码是在医术界有建树的医生 你现在求一个矛头小子给你爷爷治病 岂不是在说 我的医术连这小子都比不过 骆青秋根本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知道赵云海说过 叶辰的医术非常厉害 所以 他才费尽心思将叶辰请过来 根本没有质疑周阮云的意思 骆青秋眉头一皱 说道 闻到无仙后 打肘为师 叶先生的医术也很好 为什么不能治 听到骆青秋的话 周阮云不由嘲讽地大笑起来 就他 一看就是医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 他能有什么医术 你爷爷的病 我已经说了 必定成为植物人 至少一年内不可能醒来 你倒是问问他 我的诊断错在哪里 见周阮云震奴 骆青秋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活该被羞辱的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叶辰 却突然开口 你的诊断不仅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依我看 骆老爷子不会成为植物人 这话一出 现场哗啦一声惊呆了 卧槽 这小子 竟然当面质疑周阮云的诊断 然而 众人还没来记得反应 叶辰却再次开口 因为 他没机会成为植物人 不出一小时 骆老爷子就会死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这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 胆子也太大了吧 不仅推翻了周阮云的诊断 竟然还扬言说 骆老爷子一个小时内就会死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哈哈 周阮云怒急反笑 指着叶辰说道 骆小姐 这就是你请来的神医 你怕是被骗了吧 这种哗众取宠的人 实在是太可笑了 骆青秋也震惊地看着叶辰 不可置信地自语道 我爷爷会死 这简直就是笑话 周阮云冷声道 这小子恐怕连医疗仪器都看不懂 骆老爷子虽然处在昏迷之中 可仪器显示身体特征都非常平稳 根本没有生命危险 你就算不相信我的医术 难道机器还会出错吗 周围的那些医生也都愤怒起来 纷纷被叶辰口诛笔伐 就是 小子 你就算要行骗 也得靠点谱吧 你看看这些机器 生命特征全都平稳 怎么就会有生命危险 你恐怕连基本的病理都不知道吧 骆小姐 这年头骗子太多了 我们这么多医生在这里 特别是周医生 更是行医几十年 难道还比不过这小子 这可是关乎骆老爷子的生命 你莫要轻信了骗子 周阮云更是看着叶辰问道 小子 你哪个医学院毕业的 叶辰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没上过医学院 这话一出 周围的医生都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周阮云更是轻哼道 那你在哪家医院任职 可有行医资格证 叶辰怂怂间 无所谓地说道 我又不是靠治病吃饭 没有行医资格证 啪 周阮云文言顿时一拍桌子 怒道 混账 胡闹 没有行医资格证 没上过医学院 你就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信不信 我报警抓你 骆小姐 难道就这样 你还要相信他吗 骆青秋一时间也为难了 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叶辰 之所以相信叶辰 是因为赵云海曾经透露的消息 可实际上 他心里真的没底 毕竟叶辰实在是太年轻了 而且没有上过医学院 也没有行医资格证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骆青秋摇摇头 说道 我 我不知道 周阮云冷声道 小子 在我报警之前 快从这里滚出去吧 记住 医术是用来救人的 不是用来骗人的 叶辰淡淡一笑 说道 我是没有所谓的证书 不过我的医术 比起你来 绰绰有余的 今天我话放这里 若我不出手 骆明成必死无疑 哼 笑话 简直可笑 周阮云认定叶辰 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 他懒得理会 只是看向骆青秋 说道 骆小姐 既然如此 那你就选择吧 选他给骆老爷子治疗 那我立刻走人 若是选我继续治疗 那就让那小子滚出去 别碍眼 一面是明满云城的专家周阮云 一面是连行医资格证 都没有的叶辰 一时间 骆青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他在周阮云的催促下 还是选择相信叶辰 说道 周医生 为什么不能让叶先生 留下一起治疗呢 我相信叶先生不是骗子 周阮云轻哼一声 说道 让他留下 他配吗 既然骆小姐这般不信任我 那我走便是 就在这时 卧房外走进来一对中年男女 显然是在外面 听到了骆青秋等人的对话 中年男子愤怒地冲进来 二话不说 直接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了骆青秋的脸上 啪 这突如其来的巴掌 吓了众人一跳 骆青秋捂着脸 委屈地抬起头 问道 爸 你打我干什么 来人正是骆青秋的父亲 骆明远 这些年 骆老爷子因为身体情况 基本上都不参加骆家的发展 所有骆家旗下的企业 都交给了唯一的儿子骆明远 这次骆老爷子病了 还在国外谈合同的骆明远 当即赶了回来 这才刚刚到家 就发生了之前的一幕 骆明远生气地骂道 骆青秋 你是不是疯了 你想害死你爷爷吗 骆青秋不服道 爸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害爷爷 骆明远怒道 周医生是谁 那可是云成最厉害的医生 你不相信周医生 却要相信 一个连医学院都没上过的小子 你失心疯了吗 老爷子要是出事 你能负得了责任吗 骆青秋委屈地说道 爸 叶先生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 他的医术 骆青秋话 还没说完 骆明远却冷哼一声 怒道 闭嘴 随后 骆明远来到叶晨面前 语气冰冷地说道 小子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记住 在骆家 你什么都得不到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骆家 真是好大的威风 要不是骆青秋求我 你当真 以为我会来 骆明远毕竟常年身居高位 他没有继续纠结 而是掏出一张卡 递给叶晨 说道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拿了钱 立刻离开骆家 另外离青秋远一点 明白吗 十万块 叶晨忽然笑了起来 原本对于他来说 骆明成的死活 和他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要不是骆青秋的话 骆家想请他 根本就不够资格 叶晨阴沉的脸 说道 钱我不要 不过我相信 很快你就会跪在我面前求我 说完 叶晨转身就往外走去 骆青秋急忙追过去 说道 叶先生 看到骆青秋还执迷不悟 骆明远顿时震怒道 骆青秋 你敢追出去 就别任我这个父亲 骆青秋顿时停下脚步 回过头 怒道 爸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才是真的在害爷爷 我恨你 说完 骆青秋就朝着叶晨的方向追了出去 骆明远无比生气 不过还是 强压下心头怒火 看向周医生 说道 周医生 让你看笑话了 我这女儿 简直被我关坏了 接下来 我父亲的病 就靠你了 周阮云淡淡一笑 说道 放心吧 骆家主 骆老爷子的情况 我了如指掌 我会尽我所能 让老爷子尽快醒来 至于那小子说 骆老爷子会死 全当是个笑 周阮云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 躺在床上昏迷的骆老爷子 忽然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满脸扭曲 脸色惨白 挖得吐出一口黑血 随后眼睛 鼻子 耳朵都流出了血 随后整个人倒在床上 不停地抽搐 嘴里发出一声声 让人抓耳挠腮的尖锐哀嚎 这七孔流血的场面 顿时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周阮云更是心中一惊 骆老爷子 不是已经进入了植物人状态吗 这是 怎么回事 叶晨和骆青秋 都还没走远 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两人顿时停下脚步 骆青秋更是直接朝房间内跑了过去 大哭起来 爷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爸怎么吐血了 骆明远无比焦急地问道 周医生 你快看看啊 周阮云也吓了一跳 骆老爷子的情况一直非常稳定 怎么突然就病情恶化了 他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 连忙说道 放点 不会有事的 周阮云连忙跑到骆老爷子面前 开始急救 很快就止住了血 骆老爷子也再次进入昏迷状态 周阮云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 内心却高兴不起来 骆老爷子的病情突然恶化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这突如其来的吐血 几乎直接推翻了他前面的诊断 也就是说 骆老爷子并非进入了植物人的状态 因为植物人状态 是不可能突然惊醒吐血的 周阮云内心震惊无比 突然想到了夜晨之前说的话 难道他 真的错了 他作为骆老爷子的主治医生 如果骆老在他手里出事 那他恐怕这辈子都毁了 想到这里 骆老爷子的情况很不妙 最好立刻安排飞机 将老爷子送到京都军区医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骆老爷子一时间也没了注意 问道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周阮云尴尴尬的说道 最多一个小时 瞬间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就在刚刚 周阮云信誓旦旦的说老爷子 起码一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 反而是夜晨 断定骆老爷子活不过一个小时 骆青秋却突然疯狂的怒吼起来 爸 你还有犹豫什么呀 很明显 周医生诊断错了 夜晨说的才对 快让夜晨给爷爷治病 否则就来不及了呀 这一刻 骆明远也反应过来 的确 周阮云作为骆明成的主治医生 可却完全诊断错误 导致现在连医治的办法都没有 可夜晨一开始就断定了这个结果 谁强谁弱 显而易见 骆明远连忙看向夜晨 说道 小伙子 你不是能治吗 快来给老爷子治病 夜晨看到骆明远的态度 不由得淡淡一笑 说实话 夜晨会来到这里 完全就是看骆青秋的面子 他给人治病 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分 要知道 这世界上 想要求夜晨出山治病的人 多不胜数 甚至不乏一些世界上 顶尖豪门的家主 可哪怕是那些豪门世家 想要请夜晨出手 都要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资格 这骆明远 却如此一致气势 真当他夜晨是呼之则 来挥之则去的垃圾了 夜晨并未有所动作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凭什么给他治 这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 这夜晨也太狂了吧 这可是在骆家 骆明远更是眉头一皱 他作为骆家家主 手中掌控着极大的权势 能动用的资金 更是庞大到不可想象 在骆家的集团中 骆明远向来都是说一不二 自然养成了一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 而且 在他眼里 夜晨就算会医术 也不过就是一个医生 根本不敢违逆他的意思 骆明远眉头一皱 说道 你什么意思 想要钱吗 只要你能治好我爸 想要多少钱 你直接开口 周阮云也在这时候开口 说道 骆家主 你千万别相信他 他不过就是信口开河 碰巧猜对了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本事 我劝你还是立刻安排直升机 再吃就完蛋了 听到周阮云的话 骆青秋再也忍不住了 怒道 周阮云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剑 我爷爷要是出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周阮云轻哼一声 说道 骆小姐 我是个医生 不是神仙 骆老爷子的情况很复杂 治不好也属正常 我好心提醒你 莫要受骗 你若不听 尽管让那小子治 但我提前说一声 要是骆老有个好歹 那可怪不得我 骆青秋冷着脸 没有理会周阮云 他走到骆明远面前说道 爸 立刻给叶先生道歉 他要是不出手 爷爷就死定了 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 骆明远眉头一皱 让他堂堂落家家主 给叶臣道歉 他拉不下这个面子来 说道 你让我给他道歉 骆青秋说道 爸 我告诉你 他可是赵云海口中的那位叶先生 什么 骆明远文言 顿时双眼猛地一说 云城最神秘的存在 连赵云海 都只能做个马前卒的那位叶先生 骆明远一时间无比杂乱 他当然知道 那位神秘的叶先生 这次骆老爷子的寿宴 还特意想要邀请那位叶先生参加 可骆明远打死也没想到 那位全是滔天 背景神秘的叶先生 就是眼前这个看上去 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骆明远身子忍不住一阵颤抖 缓缓地走到叶臣面前 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叶先生原谅 叶臣神情冷淡 并没有回话 骆青秋却一咬牙 直接跪在了叶臣面前 磕头说道 叶先生 求您出手 救救我爷爷 您要是不答应 我就一直磕头 磕到您答应为止 说着 骆青秋竟真的重重地 磕在地上 额头上都出现了鲜血 骆明远犹豫片刻 也跪了下来 哀求道 叶先生 求你救救家父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那些医生都傻眼了 骆家妇女 在云城那可是非常有 权势地位的存在 现在竟然就这么 跪在叶臣面前 仅仅是为了求叶臣出手 周阮云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好歹也是云城最厉害的医生 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叶臣这小子凭什么 他忍不住嘲讽道 我看你们还是别这么卑微了 那小子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医术这东西 一出手就会露馅 你们问问 他敢答应吗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臣不敢答应的时候 叶臣却淡淡开口 看在青秋的面子上 我就 吐痴 叶臣的话音一落 周围的医生都忍不住嘲讽起来 叶臣的年龄 还不如他们的 在医院的助手大 竟然还真敢大言不惭地答应下来 泽泽 小子 你还真是胆子够大 连周医生都没有把握的病 你竟然敢治 你疯了吗 你可知道 治不好是会出大问题的 就是 你算什么东西 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 你以为是看感冒呢 不吃药七天才好 吃药一个星期呀 等会治死了人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无知 简直是无知 周软云轻蔑地看了叶臣一眼 在他看来 骆老爷子的情况 基本上非常危险 没有太大治愈的可能了 正好 叶臣这个时候 傻傻地站出来 那就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卸给他就行了 周软云看向骆明远 说道 骆家主 我不建议让一个 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人 给骆老治病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 那我就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他给骆老治出个好歹来 和我周软云没有一点关系 骆青秋轻哼一声 说道 这还没治呢 你就开始推卸责任 我相信叶先生 出了一切事情 我们自己负责 周软云脸色一僵 虽然这么做 的确以后会被骆家给排挤 可相比起来 他更怕担责任 还有毁了前途 周软云不屑地看了一眼叶辰 心中暗暗想到 这小子现在来出风头 更会看他怎么收场 因为在周软云看来 骆老爷子的病 根本不可能治好 叶辰没有理会周软云的眼神 他走到床前 检查了一下骆老爷子的情况 周软云在旁笑道 小子 还挺会装模作样的 看得出是什么问题吗 叶辰淡淡地开口 骆老爷子当过兵吗 骆青秋连忙点头 说道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还上过战场呢 叶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的 周软云笑道 你这是看病啊 还是算命呢 叶辰轻笑一声道 骆老爷子因为年龄大了 病发症很多 导致了脑梗塞 所以才会导致昏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种情况 一般会进入植物人状状态 叶辰的话音一落 周围的人都顿时愣了 几个医生都不由地嘲讽起来 你这说的 不是和周医生的诊断一样吗 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 原来不过是一葫芦画瓢啊 叶辰轻哼一声 说道 周医生的诊断之所以错 是因为他只诊断了其中之一 脑梗塞仅仅是诱因 真正让骆老爷子病情 突然爆发的原因 是因为年轻时 老爷子受过枪伤 虽然取出了子弹 但可能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 却并未完全治愈 枪伤隐疾 一直存在体内 才导致这次的脑梗塞 危机到生命 这话一出 周软云顿时沉默了 他一直看不起叶辰 认为叶辰就是一个 哗众取宠的人 可听叶辰一席话 他突然发觉 眼前这个叶辰似乎不简单 因为 他作为洛老爷子的主治医生 通过检查 自然也知道 洛老爷子体内有救伤 可他压根没有将 几十年前的枪伤 和现在的病症联系起来 叶辰的说法 有可能吗 有 而且关系极大 周软云不敢置信地 看着叶辰 眉头一皱 说道 如果按你说的这种情况 那老爷子根本没有治疗的可能了 叶辰却轻笑一声 他手中寒光一闪 手中出现了几根银针 看到这一幕 周软云再次震惊 惊呼道 你还懂中医针法 叶辰依旧没有回答 他身形忽然一闪 出现在洛老爷子面前 手中的银针 快准稳地刺入洛老爷子的各个穴位 叶辰的动作无比流畅 行走之间 仿佛形成了一个太极八卦图 周围的医生都惊呆了 刚刚他们还嘲讽叶辰 可现在叶辰这一手针法 没有个几十年的造诣 根本不可能施展出来 要知道 中医针法是非常难的 并不是说随便就能下针 而是需要找到特定的穴位 仅仅是看学这一关 就能难倒无数人 可叶辰在下针的时候 根本不用多看 只是稍微扫一眼 就能准确无误地下针 这简直让周围那些医生 彻底惊呆了 然而 在场的人中 最震惊的 无疑就是周软云了 他可是中西医的双料医生 出生中医世家 为了能够博览重长 才去学了西医 而针法 就是他从小学到大的一门功课 他可是学了整整几十年 可看到叶辰这一手 他自愧不如 叶辰的针法 简直出神入化 堪称达到了画境 更重要的是 他看出了叶辰施展的针法 竟然是一种 他曾经在古籍上 看到过失传的针法 周软云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整个人瑟瑟发抖地说道 太 太乙神针 叶辰也微微一愣 转过头看了一眼周软云 淡淡地说道 你倒还有点眼力见 竟然知道太乙神针 得到叶辰的肯定 周软云整个人 只感到一阵汗毛道理 一种失传的针法 传说中能够生死人 肉白骨的神奇针法 他竟然亲眼看到 一个年轻人施展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 整个中医界 恐怕都会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轰动全国 此时 叶辰的手上的动作 完美地契合了太极八卦 天地真理 每一个穴位下针 都快如闪电 终于 在下了九根银针之后 他双眼爆发出一丝利色 口中突出一口浊气 单手一挥 说道 好了 就在叶辰的话音 刚落下的时候 昏迷中的洛老爷子 竟然缓缓地睁开眼睛 眼神迷茫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死这怎么可能 周围的人瞬间都惊呆了 醒了 洛老爷子竟然真的醒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连周软云都感到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在他看来 洛老爷子基本上就是半只脚 已经踏进了棺材 哪怕去京都的军区医院 恐怕都难以治愈 可现在 叶辰仅仅仅用了不到十分钟 就将濒临死亡的洛老爷子 给救了回来 这是什么手段 难道叶辰真的是神 嗨嗨 躺在病床上的洛老 发出咳嗽声 洛明远和洛青秋两妇女 连忙走过去 洛青秋担心地问道 爷爷 你没事吧 洛老爷子看到洛青秋 不由想要开口说话 但似乎身体还非常虚弱 挣扎了一下 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洛青秋担心地看向叶辰 问道 叶先生 我爷爷怎么样了 叶辰道 别担心 我刚刚用银针刺激洛老爷子 让他先清醒过来 不过洛老的身体还非常虚弱 需要静养 之后再服用我开的方子 大概吃上几天就能恢复 洛青秋闻言 这才送了一口气 说道 叶先生 真是太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洛明媛也无比恭敬地说道 是啊 叶先生就回了我父亲 您就是我洛家的恩人 之前我多有冒犯 还请叶先生海涵 叶辰一摆手 说道 我没这么孝怯 不会与你计较的 此时 洛家妇女对叶辰 可是千恩万谢 可作为洛老爷子 主治医生的周软云 却尴尬地站在原地 他一直对于自己的医术 非常自信 至少在云城这个地方 他觉得不可能有人医术 能比他厉害 可现在 他亲眼看到了 叶辰施展的神奇医术 让他感到自己的三观 都被震碎了 之前的傲气 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甚至 他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只感到满脸通红 想到刚刚他嘲讽叶辰的话 让他此刻 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叶辰看了周软云一眼 淡淡地开口道 周医生 周软云此刻哪里还敢大声 见叶辰喊他 他连忙抬起头 愧疚地笑了笑 说道 那个 叶先生 有什么事吗 叶辰淡一笑 中医应该也非常精通 之后就要靠你去抓药 洛老的身体还比较虚弱 这方面 你要多小心 周软云顿时傻眼了 一时间 他感觉有些不可置信 毕竟 刚刚他还嘲讽叶辰 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 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按理说 叶辰这个时候 不往他脸上踩两脚 就已经够给面子了 竟然还让他继续治疗洛老 周软云感到无比的无地自容 说道 叶先生 刚刚对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你难道不生气吗 为什么还会让我留下来 叶辰淡淡一笑 说道 生气 如果这点小事就能让我生气 那我岂不是要把自己气死 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人全都被叶辰给折服了 什么叫隔绝 什么叫大气 叶辰所表现出来的气度 简直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就连骆明远都不由得震惊了 他自认为自己手握重拳 常年身居高位 气度不凡 可和叶辰一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周软云惭愧道 叶先生气度非凡 我羞愧啊 学医一辈子 总觉得自己医术通天 治好了一些病 就觉得自己是神医了 今日看到叶先生的医术 我才发现 什么叫一海无牙 叶辰淡淡地说道 你也不用自我否定 你的医术也算不错了 只不过活到老学到老 医术只有不停的专严 才能够更上一层楼 周软云公身道 受教了 周软云在云城 可是非常出名的专家 平日里 一些名校都愿意请周软云去开讲座 基本上只有周软云教导别人的时候 何曾见过周软云像是个学生一般 得到叶辰一点肯定 就欣喜万分 可见 叶辰的医术 已经彻底地征服了周软云 叶辰一摆手 看了一眼洛青秋说道 青秋 拿纸笔 我要给洛老开方子 洛青秋连忙找来文房四宝 将纸张铺开 叶辰略微思考 随后笔走龙蛇 在纸上写下方子 看到叶辰落笔的那一刻 周围的人都震惊了 好字 众人都没有想到 叶辰不仅医术厉害 这么年轻 竟然也写得一手好字 看似随意 可却行云流水 利透纸背 笔走龙蛇 毕竟 现在大多数人都用硬笔书写 能够写出这等赏心悦目的一手毛笔字 实在让人震惊 然而 更让周软云震惊的是 叶辰开的方子 叶辰开完方子 将方子递给周软云 淡淡一笑 道 周医生 你看看这方子如何 周软云接过方子 看了一眼内容 眉头微微皱起 他本就是中医世家出身 对于开方子这种事情 早就了然于心 可看到叶辰的方子 他还是震惊了 中医开方子 讲究的是什么 那就是药性的搭配 如果一个中医 只会靠着被先被留在书中的方子 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中医 一个厉害的中医 必须是要根据患者病情 根据药引的效用来搭配 而叶辰却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妙 实在是太妙了 叶先生 你这开的方子 绝对可以称为经典 这个方子用完之后 我能否记录一下 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医学院当教授 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个方子 必定会震惊无比 也能给那些学习中医的学生们一些启发 叶辰点点头 淡淡一笑 说道 可以 周软云无比恭敬地说道 谢谢叶先生 此时 骆明远和骆青秋两妇女对视一眼 他们亲眼见证 周软云从一开始的骄傲 再一步步被叶辰震惊地成为了一个听话的学生 这足以见得 叶辰绝对是在医术上极为恐怖的神医 这让他们对叶辰更加恭敬 处理完一切 之后的事情就不用叶辰操心了 周软云虽然之前比较傲气 可医术还是不错的 让他处理后面的事情 不会出什么差错 叶辰摆摆手 说道 骆老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我就先走了 骆明远连忙说道 叶先生 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 我让人去安排 叶辰摇头道 不用了 我没空 骆明远只能说道 那好吧 青秋 你送一下叶先生 骆青秋将叶辰送到了 前小姨子穆青学小区楼下 告别了骆青秋之后 叶辰就缓步往楼上走去 拿出钥匙 一开门 叶辰就看到前丈母娘和穆飞 叶辰眉头一皱 冷淡地说道 你们来干什么 前丈母娘召拦怒视叶辰 像是个泼妇一般 怒道 我来干什么 这是我女儿家 我难道不能来吗 穆飞也叫嚣道 就是 我二姐家我想来就来 倒是你这个不要脸的 和我大姐离婚了 吃不到软饭了 现在又来吃我二姐的软饭 你倒是想得美 叶辰冷冷地看着穆飞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 要不是看在之前的缘分上 我打死你 穆飞丝毫不畏惧 轻笑一声 说道 你这废物 还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竟然连我都敢威胁了 你要打死我 你倒是打呀 你这废物 叶辰眼神一冷 凌厉的眼神 透出一丝害人的气息 穆飞接触到 叶辰的冰冷的眼神 内心猛地一跳 生起一丝胆怯 叶辰的眼神 什么时候这么恐怖了 好像要杀人一般 不过一想到 叶辰不过就是个废物 他竟然被叶辰 一个眼神吓到 简直太丢人了 不由得干咳一声 说道 你瞪我干什么 再瞪我挖了你的眼睛 就在这时 刚下班的沐清雪 也走了进来 正好听到穆飞的话 他温怒地喝道 穆飞 你干什么 姐夫都已经搬出穆家了 你们怎么还不放过吗 穆飞撇开头 说道 二姐 他和大姐已经离婚了 什么姐夫 狗屁的姐夫 赵兰也轻哼一声 说道 就是 我说秦雪 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穆家人 为什么总是和我们唱反调 现在还收留这个废物在这里住 这要传出去 别人怎么看我们 穆清雪生气地说道 妈 你们简直太糊涂了 姐夫的身份 根本不是你们能 穆清雪还想劝说家人 可赵兰却根本不听 直接打断道 行了 别说了 他在你眼里是个宝 可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垃圾 今天 我们是来找他的 你最好别搭茶了 穆清雪真是要被气死了 他都怀疑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家人 当年 穆清雪就是受不了家里人 给他做的安排 不愿意和穆婉勤争什么 才自己搬出穆家创业的 而正是因为自己创业 他才接触到了 更多穆家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叶晨 他虽然不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 可却清楚地知道 穆家这三年来 能够越做越大 全都是因为叶晨这个姐夫 没有叶晨姐夫 穆家到现在 恐怕还不可能从泥潭内挣脱出来 这件事 他曾经和父母提过 可赵兰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就认为叶晨是个废物 简直是可笑至极 赵兰面有理会穆清雪 直接走到叶晨面前 说道 废物 今天是你打了李强少爷吧 叶晨瞥了一眼赵兰 道 是我打了他 怎么了 打不得吗 赵兰见叶晨这个态度 顿时大怒 吼道 当然打不得 你什么身份 有什么自得打李少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婉清给你说了好话 你早被李少爷跟手指碾死了 真不知道你在嚣张什么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说情 他要是想报仇 随时让他来找我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够了 你什么德性 我还不知道吗 装什么大尾巴朗 今天我来 不是和你商量 而是通知你 立刻去李家 给李强少爷跪下道歉 最少给他客十个想通 叶晨文言 不由得都气笑了 这赵兰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别说叶晨现在和沐婉清离婚了 就算还没离婚 也不可能去给李强下跪磕头 叶晨不懈地说道 我凭什么要给他磕头 你没搞错吧 脑子坏掉了 赵兰顿时大怒 吼道 叶晨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告诉你 过几天就是云城洛家家主的寿宴 李少给我们争取了能够参加寿宴的机会 你现在打了李少 万一他一生气 不带我们去了 这个损失谁承担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立刻去给李少道歉 我不会放过你 穆飞也呵斥到 就是 叶晨 做人就要有自知之明 人家李少 不仅帮我们穆家 拿下了二十亿的合同 现在又马不停蹄地 要介绍云城最有权势的洛家 给我们认识 你和李少一比 简直就垃圾到不能再垃圾 今天这个头 你磕也得磕 不磕也得磕 穆清雪在一边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生气地说道 妈 穆飞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赵兰怒道 我们过分 知道洛家在云城是什么地位吗 能够攀上洛家 那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相比这个机会 让叶晨这个废物磕几个头 又算什么 叶晨嘲讽地笑了一声 说道 可笑 洛家在你们眼里是高知 可在我眼里 却不值一提 要跪 你们去跪 让我跪 李强他还不够资格承受 赵兰一阵恼怒 吼道 叶晨 别说我逼你 我知道你和婉晴离婚了 以后生存都是问题 只要今天你去给李少下跪道歉 等我们搭上了落甲 我保证 你给五十万 五十万 叶晨轻蔑地看着赵兰 穆家的人 还真是将他看得太扁了 当初穆婉晴离婚 要给他五百万 他都不屑一顾 这个前丈母娘 更是可笑的 始终惦念着曾经的一份感情 可穆家人如此咄咄逼人 让叶晨也怒了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五十万 真是好多钱啊 你知不知道 我叶晨想要钱 一句话 整个云城的豪门 都会排着队给我送钱 落家的寿宴 那时落家人跪着求我 我才答应参加 你们眼中的李大少 在我眼里 甚至不如蝼蚁 听到叶晨的话 赵兰和穆飞 两人先是一愣 随后同时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妈 你听到了吗 叶晨这废物 真是疯了 还云城所有豪门排队送钱 你身上拿得出一千块吗 真是笑死我了 这辈子都没听过 这么好笑的笑话 落家跪着 求你参加寿宴 你怎么不说 是落家家主落明远 给你下跪磕头呢 叶晨眉头一皱 淡淡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 落明远的确给我下跪了 叶晨本就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今天落家妇女 的确给她下跪 求她就职落老 在她看来 这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毕竟 在叶晨眼中 落家虽然在云城极有权势 可还入不了她的眼 叶晨的风轻云淡 却让在场的人都纷纷一愣 短暂的安静过后 就是一阵几乎要掀翻屋顶的爆笑 不是吧 叶晨 你真的疯了 我开个玩笑 你竟然还当真了 落明远给你下跪 你知道落明远是什么身份吗 就你这样的 给落明远提鞋都不配 疯了 彻底疯了 你知道这话说出去 让落家人知道 你恐怕有九条病都不够死的 叶晨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赵兰和穆飞 摆摆手 说道 罢了 我懒得和你们多说 穆飞冷笑着说道 切 被拆穿了 就龟缩起来了 真不要脸 赵兰更是直接讽刺道 叶晨 既然你给去给李少道歉 那回头我就和婉晴说 不会再给你求情 到时候你被李少对付的时候 最好别哭着求我们 站在一旁的穆清雪 早就听不下去了 她挡在叶晨面前 不耐烦地说道 够了 妈 我们要休息了 你回去吧 会后悔的人 还不一定是谁呢 赵兰轻哼一声 说道 秦雪 我是你妈 你也是穆家人 你到底站在谁那一边 穆清雪说道 我当然站在姐夫这边 是你们对不起姐夫 赵兰轻哼一声 道 好 既然你胳膊肘往外拐 那最好以后都别回穆家 我告诉你 很快 我们穆家就要飞黄腾达 真正走进云城的上流圈子 你现在帮着叶晨这个废物 迟早有你好受 穆飞也开口说道 二姐 我们可是 拿到了洛家老爷子 寿宴的邀请函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现实告诉我们 只有依靠李少 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 像叶晨这样的废物 给他一百年 也达不到李少 百分之一的权势 叶晨文言 顿时轻笑一声 说道 也只有你们 才会将洛家的邀请函 当回事 穆飞吃笑一声 道 口气还不小 你别说你能弄到邀请函 叶晨道 我当然能弄到 而且不怕告诉你 我也会去参加 洛明城的寿宴 而且还是他们 最尊贵的客人 赵兰被叶晨的无知 给气笑了 洛家在云城 那可是顶级豪门 虽然这三年 穆家的确翻身了 而且还赚了不少钱 可距离云城 上流豪门圈子 还有很大的距离 洛明城虽然已经退了下来 可惜寿宴邀请的 那可都是云城 响当当的人物 洛家寿宴的邀请函 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甚至很多人挤破脑袋 他们连拿到邀请函的资格都没有 这样将李强和叶晨一比对 沐家人自然更觉得 李强的本事通天了 再看看叶晨 除了会吹牛 还能有什么本事 赵兰嫌弃的讽刺道 行了 别吹牛了 你要是能拿到邀请函 老娘跪着 给你擦血 别说了 妈 你看走吧 沐清雪实在听不下去了 直接推着赵兰和沐飞出了房门 赵兰和沐飞 还在外面骂骂咧咧 沐清雪直接降门砰的一声关上 他走到叶晨身边苦笑道 姐夫 你别生气 我妈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我已经不是你姐夫了 而且我和沐家的缘分也尽了 这两天 我可能就要搬走了 听到叶晨要搬走 沐清雪顿时急了 他对于叶晨和沐婉清离婚的事情 本来就不赞同 想着 如果叶晨留在他这里住 他可以在中间缓和一下 叶晨和沐婉清之间的感情 说不定还有复婚的可能 可若是叶晨搬走 那对于沐家来说 绝对是灾难性的 现在沐家人都被虚假的繁荣迷了眼 认为那个李强才是沐家的救星 可沐清雪很清楚 没有叶晨 沐家早就因为负债累累而破产了 怎么可能有现在的欣欣向荣 沐清雪着急的说道 姐夫 你别搬走啊 你在这里想住就多 救住多久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再看吧 秦雪 早点休息 叶晨说完 便转身回到了房间 沐清雪有些失落的坐在沙发上 他拉开旁边的抽屉 拿出抽屉里的一张照片 上面是叶晨 沐婉清姐妹三人的合照 沐清雪叹了口气 自语道 姐姐 你从小就聪明漂亮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愚蠢 和叶晨离婚 恐怕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点 如果早知道是今天这种情况 当初 沐清雪眼角流出了眼泪 当初 他岂是也是对叶晨心有所属 可因为叶晨和沐婉清 两人在一起了 他也就默默地退出了 而且还因为和沐家的一些矛盾 他甚至搬离了沐家 说实话 沐清雪内心是非常羡慕姐姐沐婉清的 沐婉清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 无论什么好的东西都优先给他 只要姐姐沐婉清想要的东西 从来都不会缺席 或许 正是因为这样 才养成了沐婉清 如今这种自以为是的性格吧 沐清雪坚定地认为 沐婉清迟早有一天 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想着想着 沐清雪就依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接下去的时间 叶晨都是身居简出 唯独去了一趟洛家 洛老爷子的情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 虽然还是有些虚弱 可却已经能够站立行走了 至少参加寿宴是没问题了 寿宴举办的时间 定在了今天晚上的六点钟 洛家老爷子举办八十大寿 那绝对是云成的大事 不仅要大操大办 更是会聚集云成 所有上流社会的大佬们 这个寿宴 必然是富豪云集 无论是谁 能够参加这个寿宴 都绝对值得炫耀 叶晨给洛老爷子看完身体之后 洛青秋就走到叶晨身边 笑着说道 叶先生 今晚我爷爷的寿宴 很快就要开始了 不如您坐我的车 我们一同去参加吧 叶晨点点头 直接坐上了洛青秋的车 寿宴在云龙山庄举办 云龙山庄虽然地处郊区 可却将整个山中景色 纳入山庄之中 里面的设施 可以说一应俱全 不仅安保措施达到了S级别 其装修的奢华程度 也绝对能够配得 上云城豪门的身份 车子很快就停在了停车场 叶晨和洛青秋刚一下车 还没来得及 打亮一下云龙山庄的样貌 耳边就传来一道 不有善的声音 叶晨 你这个废物 还真的敢来参加洛家的寿宴啊 赵兰看了一眼洛青秋 又看了看叶晨做的 那辆火红色的法拉利 他知道 这车很贵很豪华 不由地露出一丝嘲讽 说道 我就说你昨天怎么那么自信 原来是右绑上富婆了 看来 吃软饭这手 你已经炉火纯青了 叶晨和洛青秋 同时皱着眉 就看到沐婉晴 李强 赵兰 穆飞几人 不是冤家不剧头 沐婉晴没说话 可是看向洛青秋的眼神 却充满了愤怒和厌恶 如果说上次碰到叶晨和洛青秋在一起 还没什么感觉 可这次再碰见 他们的关系 已经不需要明说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重重地吐出 看向叶晨 说道 看来 你的确有了更好的选择了 叶晨无所谓的耸耸肩 说道 怎么 沐总 我们已经离婚了 难道我不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沐婉晴冰冷地说道 你别阴阳怪气的 我也是为你好 以后上进点 不然再被抛弃 可就不好看了 叶晨反对道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喜心厌旧吗 沐婉晴怒道 我什么时候喜心厌旧了 你以为我是你 叶晨指着李强 讽刺道 半斤八两而已 你不也攀上了所谓的李少吗 沐婉晴一时间百口莫辩 他虽然和李强没什么关系 可因为合作关系 的确走得比较近 沐婉晴内心一阵恼火 李强却站出来 嘲讽道 叶晨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这棒富婆的能力 还真是厉害 不去当鸭子都委屈你了 叶晨冷声道 闭上你的狗嘴 我看你面色辣黄 最近纵欲过度吧 我建议你 还是去看看肾吧 不然就你这情况 坚持三秒都难 叶晨这话一出 李强的面色顿时一阵血红 憋得他怒意飙升 他一时间有些语色 因为叶晨的话 直接戳中了他的痛点 他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非常的困乏 之前他每天都要找几个美女玩玩 可这段时间 他能坚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难道真的是甚有问题 内心这样想 可李强当然不可能表现出来 只是狂怒道 我看你大眼 老子比你强多了 你这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看到叶晨被人羞辱 骆青秋眉头一皱 忍不住出声道 你算哪根葱 也敢骂叶先生 找死吗 李强缩缩脖子 他虽然不认识骆青秋 可却认识骆青秋开的车子 能开这么好的车 骆青秋的来头肯定不小 李强也不敢过分得罪 只是说道 美女 我劝你一句 你旁边这个男人 就是个垃圾 别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他其实就是个废物 别到时候被他骗财又骗色了 骆青秋痴笑一声 说道 是吗 如果他真要骗财骗色就好了 我还巴不得呢 看到骆青秋得意的表情 慕婉青只感到一阵无名怒火飙升 他拦住还要说话的李强 说道 够了李少 我们走吧 李强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 几人转身就进了山庄 骆青秋和叶晨也走了进去 来到山庄大厅后 骆青秋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就对着叶晨说道 叶先生 您先到处逛一逛 我还有一些事要处理 等处理完 我再陪您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嗯 你去吧 骆青秋快步离开 他作为今天的主办方 自然要面面俱到 叶晨也无所谓 就在大厅内四处逛了起来 随后拿了一杯红酒 就找了个地方坐下 今天能来参加的骆家寿宴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佬 在这种豪门云集的地方 大多数人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因为很可能在交谈中 随手就能够签订上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订单 寿宴不仅对骆家来说 是对位的象征 对于来参加寿宴的人来说 也是突破现有格局的好机会 特别是一些相对实力较差 却混进寿宴的人 更是四处奔波 因为很可能随便认识一个在场的大佬 那都是具有天大好处的 不过 叶晨却对这种虚与伪仪的聚会 并不感兴趣 他宁愿独自坐在一边喝酒 也懒得去和别人交涉 另一边 赵兰和穆飞两人 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一进庄园就四处张望 赵兰羡慕地说道 不愧是上流社会的圈子 你们看 那水晶吊灯 我看应该全是真货 这得花多少钱啊 穆飞也吞吞口水 说道 是啊 我看这里招待用的酒 都起码是十几万一瓶的红酒 还可以不限量的喝 真有钱啊 刘强淡淡一笑 说道 这种上流社会的聚会 排面当然不会差 更何况是洛家老爷子的寿宴 多来就会习惯了 赵兰呵呵一笑 说道 还是李少有面子 要不是你 我们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够 能参加这么上流的聚会啊 穆婉清眉头一皱 说道 妈 你和小弟能不能安静点 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等会让人看了笑话 赵兰连忙捂住嘴 眼睛却忍不住四处张望 忽然 赵兰停下脚步 指着远处说道 哎 你们看 是叶辰那个废物 他怎么一个人坐在那边 穆飞呵呵一笑 说道 妈 你这就不懂了吧 叶辰能进来 肯定是傍上了之前那个富婆 这么高端的地方 带着叶辰这个废物多不方便 肯定将他丢在一边了 赵兰点点头 说道 哈 叶辰简直太丢人了 走 我们过去羞辱他一下 穆婉清深吸一口气 说道 妈 算了吧 这里的客人都是非复即贵 别闹出笑话来 穆飞却不在意的说道 姐 你怕什么 我就是看不惯叶辰那副吃软饭的嘴脸 再说了 要丢人 也是丢他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穆飞拉着赵兰 就奔着叶辰过去 穆婉清无奈的叹口气 只能跟在两人后面 其实 穆婉清内心 也想再试探试探叶辰 想知道叶辰和那个女人 究竟是什么关系 几人故意坐在了叶辰身边 穆飞看了一眼叶辰 笑道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 好孤单啊 怎么不去找你的小富婆 叶辰白了一眼穆飞 说道 关你屁事 李强眉头一皱 迟笑道 叶辰 你别这么嚣张 你以为你 靠着不要脸 棒富婆的方式进了这里 就是机身上流圈子了 哈哈 她倒是想攀附豪门 可惜除了当鸭讨好富婆 没别的本事 人家小富婆 不过把她当玩具 你看 这不一聚会 就原形毕露了 赵兰也开口嘲讽道 几人本开开心心的 来参加上流聚会 偏偏叶辰也在 这让他们觉得 叶辰简直就是拉低了格局 对叶辰丝毫不掩饰的嘲讽起来 叶辰呵呵一笑 不谢道 我叶辰何须攀附权贵 只有那些豪门 攀附我的份 笑死了 穆飞大笑起来 叶辰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我知道 你想在我姐面前表现 可是这只会让人觉得 你可笑 装什么装 你什么货色 我们都懂 还权贵攀附你 你有什么值得人家攀附的 赵兰轻哼一声 道 叶辰懒得理会这两人 看了一眼穆婉晴 说道 我说穆总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为什么你们总是不知廉耻地缠着我 穆婉晴看了口气 在她看来 现在叶辰就是在她面前表现 明明一无是处 想尽办法来到这个聚会 无非就是想让她高看一眼 可这种小伎俩 在穆婉晴看来 实在是太丢人了 穆婉晴叹气道 叶辰 圈子不同 你别应容 靠着歪门邪道 是不可能让人尊重的 这点 你真要和李少多学学 一个男人 有实力有能力有地位 才不会被人看清 叶辰不可思议地看着穆婉晴 嘲讽道 你让我和他学 真是搞笑 他配吗 穆婉晴道 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自我 我侍卫你好 你不明白吗 叶辰痴笑道 话倒是说得好听 还为我好 穆婉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了 穆婉晴顿时怒意飙升 指着叶辰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李强这回不乐意了 他看着叶辰居高临下地说道 叶辰 在这里参加宴会的人 全都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 虽然本少不才 可也认识不好富豪 可你呢 在这里 谁会把你当一回事 叶辰淡地说道 我还不屑认识他们 穆婉晴气愤地说道 自以为是 你真是气死我了 李强连忙说道 婉晴 你别生气了 他喜欢堕落 就让他堕落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些大人物 你可得记好了 如果能和他们谈下订单 那可是大事 穆婉晴点点头 压下心头的怒火 李强开始介绍起来 你看对面那个人 别看他胖 他是云城紫峰集团的总裁赵峰 做机器人行业的 身价起码八十亿以上 还有那个 周家家主周万全 一流世家 看到没有 那个就是 一路介绍下来 穆婉晴将这些人的身份 都记在心里 万一等会能够交流上 起码不会连对方的身份 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个中年男子 看到这人 李强就准备介绍 穆飞这个时候插嘴道 他就不用介绍了 我们认识 是云海集团的总裁赵云海 上次见过 穆婉晴也开口道 没错 他还给我们签了二十亿的订单 这还是李少 你帮的忙吗 你应该和他很熟吧 李强文言 顿时扯了扯嘴角 他和赵云海疏 开什么玩笑 人家赵云海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给他 这么一个小喽啰面子 可上次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赵云海是看他的面子 才给穆婉晴二十亿订单的 这个时候要是否认 那这脸就丢大了 李强只能厚着脸皮 尴尬地笑道 对 没错 关系还可以 听到这句话 叶辰不由地笑出了声 这李强的脸皮还真厚 上次赵云海之所以 给穆婉晴签订二十亿的项目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穆婉晴和叶辰已经离婚 是完全看在叶辰的面子上 和李强有半毛钱关系 穆菲听到叶辰的笑声 顿时怒斥道 你笑什么笑 叶辰淡淡地说道 我笑一些人不知廉耻 你以为你们 拿到赵云海二十亿的合同 真是他的功劳 没有我 你们一毛钱的合同都拿不到 穆菲文言顿时大笑起来 真是笑死我了 你是什么东西 李少是什么人物 你和他比 不怕笑死人吗 叶辰淡然地说道 信不信是你们的事 就在几人交谈间 赵云海的眼神扫了过来 看到叶辰 赵云海眼睛一亮 就朝着这个方向招招手 然后走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穆婉晴非常激动 说道 快看 赵董事长要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了 李少 他肯定是看你的面子 等会你可要给我们美言几句 好好谢谢赵董事长的合同啊 穆菲也吃笑道 没错 李少 等会你就好好和赵董事长聊 让某些废物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 穆家人都非常高兴 可唯独李强此刻内心慌的一批 让他和赵云海聊 聊什么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他 这一下该怎么办 看着赵云海走过来 李强脑海中千回百转 以他的地位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赵云海这种人 或许将他老爹抬出来 赵云海会给个面子 在穆婉晴等人期盼的眼神中 赵云海已经走到李强身边 穆菲下意识地推了推李强 李强硬着头皮上前一步 伸出手 满脸讨好的开口道 赵董事长 您好 我是李强 我爸爸是赵云海集团的董事长 很高兴见到您 赵云海一愣 眉头微微一皱 淡淡地说道 赵云海集团 那是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握手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愣在原地 目瞪口呆 这赵云海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李强的手将在半空中 满脸通红 无比地尴尬 他甚至想要直接找个地洞钻进去 然而 众人震惊的神情还没消失 赵云海却和李强错身而过 来到叶晨面前 微微躬身 满脸堆笑地开口 叶先生 您来了 哄 在场的几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惊呆了 张大嘴巴 好像失音了一样 只感到脑海中 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全身发麻 完全愣在原地 没看错吧 赵云海竟然主动和叶晨搭话 而且看上去 还显得完全没有一点架子 相比刚刚看到李强时候的那种 敷衍鄙夷的态度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怎么可能 几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叶晨明明就是一个吃软饭 不思上进的家伙 怎么会和赵云海认识 穆婉晴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内心的震惊无以复加 他和叶晨生活在一起三年 看到的就是叶晨不思上进的样子 可这才刚刚离婚不久 叶晨却认识了赵云海这等人物 难道赵云海之所以给他签下二十亿的合同 真的不是因为李强 而是因为叶晨 能让赵云海放下姿态 一瞬间 穆婉晴只感到自己面色惨白 身子摇摇欲坠 这种巨大的认知差距 让他有些难以承受 穆飞更是直接跳出来 说道赵董事长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叶晨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 李少在这里啊 您不应该是和李少攀谈的吗 赵云海冷淡地扫了穆飞眼 说道 你当我眼瞎吗 认错叶先生 开什么玩笑 叶晨缓缓地站起来 淡淡一笑 说道 赵董事长啊 别生气 无需和他们计较 赵云海脸上连忙露出笑容 说道 叶先生说的是 您在这里稍坐 我不打扰您了 叶晨摆摆手 说道 行吧 你先去 回头聊 赵云海微微躬身 然后离开了 叶晨也直接坐了下来 赵兰早就憋不住了 他直接跳出来 惊怒地说道 叶晨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难道你偷偷动用了 我们穆家的钱 叶晨眉头一皱 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赵兰怒道 就凭你 也能认识赵云海这样的人物 是不是给人家送钱了 你身无分文 用了我们穆家的钱 叶晨直接被气笑了 说道 你疯了吗 就你穆家那点钱 人家赵云海看得上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婉晴 回去你就查账 别让叶晨这小子 偷摸地动用了我们穆家的资源 穆飞也开口道 就是 鬼知道 他怎么搭上赵云海的 李少 你不是说 你认识赵董事长吗 怎么 李强脸色一红 他连忙开口说道 我也不清楚 毕竟 大多数时候 是我爸爸才会和赵董事长这样的人物接触 我辈分小 所以 李强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可能是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他此刻内心也已经在怀疑 穆家能签下赵家的二十亿项目 可能并不是李强带来的 这些他并不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 叶晨是怎么认识赵云海的 李强看了一眼穆婉晴 说道 婉晴 你一定要相信我 说道 行了 李少 不管这是前因后果 你的付出我看到了 这件事就别再提了 李强松了一口气 眼珠一转 说道 婉晴 你放心 其实你真的要发展情愿公司的话 赵云海也不是非八戒不可的人 穆婉晴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李强对于穆婉晴的性格 拿捏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可以说 穆婉晴就是天生的一个工作狂 如果李强一开始就对穆婉晴展开强烈追求 疯狂表白 很可能穆婉晴完全不会搭理他 可只要一说 是为秦远公司发展出力 那穆婉晴必定会感兴趣 穆婉晴看向李强 问道 这话怎么说 李强说道 现在秦远公司 已经和云海集团签了20亿的合同 短时间内 主要是消化这个合同 所以赵云海的态度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今天带你来参加这次宴会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结交一个人 穆婉晴疑惑道 什么人 李强说道 这次骆老爷子的寿宴 听说请来了一个最尊贵的客人 这个客人的身份非常神秘 可能让骆家这么重视 绝对是身份极为尊贵的 我猜测 很可能是某个超级世家的子弟 如果能够认识这么一个人 那么秦远集团的发展 岂不是水到渠成 穆婉晴点点头 的确 骆家在云城的势力极大 能够让骆家成为最尊贵的可能 那身份自然差不了 可问题又出现了 穆婉晴皱眉道 可是 身份这么尊贵的人 我们又怎么能攀上关系呢 李强咧嘴一笑 说道 婉晴 你放心 我在云城还有一点薄面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 虽不能肯定能搭上话 可至少能和别的势力公平竞争不是 听到李强的话 赵兰和穆飞都纷纷夸赞起来 我就说嘛 还是李少有办法 这个什么最尊贵的客人 我们肯定能搭上关系 就是 有李少的关系 加上我姐的美貌 绝对是一往无前的 不像某些人 以为认识了一个大人物 就自以为是 人家赵云海 总共也没和他说几句话 他倒是狂起来了 就是 废物永远是废物 说着说着 两人的矛头就指向了叶晨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谁是废物还不一定呢 叶晨 你什么意思 穆飞怒道 怎么 觉得自卑了 李少能带我们认识上流圈层的机会 你呢 你能干什么 叶晨自信一笑 说道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贵客 你们其实已经认识了 什么 几人都纷纷一愣 不知道叶晨说的是什么意思 穆婉晴好奇地问道 叶晨 你知道洛家邀请的最尊贵的客人是谁 难道我们都见过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你们当然见过 而且还很熟 这怎么可能啊 几人都纷纷摇头 他们认识的人中虽然有不少富豪 可绝对没有认识能够让洛家都要尊崇的存在 李强眉头一皱 问道 是谁 叶晨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看着叶晨得意的样子 几人都瞪大眼睛 透出不可思议的眼神 李强更是疑惑地指了指叶晨 开口道 你不会说 那个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就是你吧 叶晨傲然抬头 嘴角勾起一丝自信的笑意 说道 没错 就是我 听到叶晨的话 几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看着叶晨 这小子是疯了吗 竟然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还最尊贵的客人 真是笑死人了 我说叶晨 你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 你能进这个宴会 都是靠女人的关系 莫非比一道还想做沦落家最尊贵的客人 你在想屁吃呢 信不信是你们的事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叶晨怂怂肩 无所谓地说道 切 就凭你 也呸 赵然比一地看着叶晨 满眼都是不屑 嘴硬 你就继续嘴硬 等会宴会开始 就会把你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李强轻哼一声 说道 莫婉晴深吸一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她一直以为叶晨会变吼 可是现在才发现 叶晨不仅不求上进 还变得那么虚荣 虽然莫婉晴对于赵云 还对叶晨的态度感到很惊讶 可她太了解叶晨了 以叶晨的身份 根本不可能和洛家搭上关系 在莫婉晴看来 叶晨如此虚荣 最终害的不过是她自己罢了 莫婉晴看向叶晨说道 叶晨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自以为是 难道承认自己 是一个普通人很难吗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话说出来 会遭到多少人笑话 叶晨轻笑一声 道不好意思 我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莫婉晴气得直瞪眼 指着叶晨 愣是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 你 真是气死我了 叶晨冷声道 难道在你心里 我就必须普通 才能让你认为 和我离婚是正确的选择吗 莫婉晴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叶晨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认识赵云海 我成了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我就有罪了对吧 会让你感到失落 在你眼里 我只能是最低贱的存在 才能满足你们看不起我的心 不是吗 莫婉晴撇开头 你真是太离谱了 李强连忙开口说道 婉晴 你别和他多说 他这种人迟早要吃亏 就像一只猫头鹰 看到一只死老鼠 天上凤凰飞过 猫头鹰还以为 凤凰要和他抢死老鼠呢 莫婉也点头道 是啊 姐 别理他 快看 寿宴要开始了 此时 高台之上 坐在轮椅上的洛家家主 洛明成被人推了出来 洛明成环顾四周 咳嗽一声 开口道 欢迎各位赏脸来参加我洛明成的寿宴 不知不觉就八十岁了 能举办这次宴会 我发自内心的高兴 同时也想给云成的各位豪杰们 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洛明成的话音一落 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 洛明成继续开口道 原本 我身体不适 本不应该多废话 但是今天 我们洛家邀请到一位最尊贵的客人 我必须亲自为大家介绍 最尊贵的客人 这个消息 昨天就已经传开了 大家都在猜测 洛家请来的最尊贵的客人 究竟是什么身份 毕竟 洛家在云成的势力极大 而且盘根错节 能够成为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那绝对是至高的荣誉 不少人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会是谁 好像没有听说 最近云成有这样牛逼的人 会不会是外省某个世家的大少爷 不知道 不过能让洛家这么重视 必定来头不小 我们都得准备一下 说不定还得去巴结巴结 是啊 慕婉晴和李强等人也非常激动 李强兴奋地说道 婉晴 我觉得洛家请来的尊贵的客人 大概率是某个世家的大少爷 如果能够攀上这样的人物 那对于情愿集团 绝对是有巨大好处的 慕婉晴也点头道 是啊 我也想知道 这个最尊贵的客人是谁 不知道他脾气好不好 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认识一下 众人都在意润纷纷 台上的洛明成 眼神扫了过来 最终定格在叶晨身上 在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目光中 洛明成激动地开口道 现在 大家欢迎我若家最尊贵的客人 他就是 叶晨 叶先生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开始环顾四周 想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叶晨 这个名字好像听陌生 并未听说过啊 要知道 在场的人可都是云晨有头有脸的人 不仅仅是云晨 就连省外一些有实力的大少 他们多少都听说过 可这个叶晨却好像非常的陌生 叶晨面含微笑 缓缓地站起来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叶晨身上 愣了 彻底地愣了 叶晨的穿着打扮 看上去非常普通 甚至参加这个级别的宴会 竟然连个礼服都没有穿 浑身上下都显得格外的随意 这就是 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他的尊贵 体现在哪里 叶晨却不慌不忙 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淡淡一笑 开口道 洛洛 很荣幸参加你的寿宴 希望你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洛铭成大笑一声 道 感谢叶先生的祝福 此乃洛某的荣幸 希望叶先生 能够在宴会上吃好喝好 对话很短暂 对于洛铭成来说 他并没有介绍叶晨的身份 因为叶晨的身份 实在是太神秘了 就连他自己都一直半解 可他很清楚 叶晨绝对是极为尊贵的存在 来至于 只要叶晨参加了他的寿宴 就算叶晨一句话不说 那么他的寿宴都蓬壁生辉 所有人的目光 都焦距在叶晨身上 所有人内心都无比震惊 一个能让洛家如此重视的人 身份绝对差不了 很多人刚刚其实就已经看到 叶晨独自坐在沙发上 他们有很多机会 可以和叶晨交流 可因为叶晨面身 加上穿着上比较随意 大多数人都将叶晨 当成了透明人 可现在 他们却发现 叶晨竟然是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不少人内心都后悔至极 要是之前不那么一貌取人 说不定 他们已经和叶晨攀上关系了 现在一切都迟了 不少人都在心中暗暗较劲 等宴会开始之后 一定要给叶晨留下印象 要能留个联系方式 那就最好了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想着 要用什么方法结交叶晨 唯独木婉晴一行人 此刻 他们呆若目击 脑子一片空白 身子僵硬到了极点 在他们听到叶晨的名字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的傻眼了 洛家请来的最尊贵的客人 竟然真的是叶晨 可这怎么可能 慕婉晴猛逼的看着叶晨 看着叶晨意气风发的模样 一时间难以将叶晨 和之前那个颓废的男人重合起来 他感觉自己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了 怎么都想不通 洛家乃是云城最顶级的豪门 慕婉晴的公司 虽然也已经产值过十亿 可和洛家这种级别的豪门相比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以他的地位 别说成为洛家最尊贵的可能 就连参加洛明城的寿宴 还是托了李强的关系 如此巨大的差距 显而易见 而他和叶晨结婚三年 三年来 叶晨一直都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 说实话 对于叶晨 慕婉晴内心还是有爱的 可他的事业心很强 看不惯叶晨每天居家做饭的模样 虽然叶晨对他一直照顾得很细心 可慕婉晴始终觉得 君子远袍除 作为一个男人 就要有强烈的事业心 要上镜 他多希望叶晨是一个闪着光的男人 可这一刻 慕婉晴似乎终于发现 自己好像完全不认识叶晨一样 看叶晨脸上自信的笑容 那种在人群中最闪耀的模样 都让他感到一种淡淡的后悔 萦绕心间 难道 他离婚 真的错了 赵兰和慕婉也惊呆了 赵兰惊讶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叶晨是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洛家的人疯了吗 他就是我们慕家不要的废物 怎么就尊贵了 慕婉也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说道 肯定是搞错了 叶晨要是能成为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那我起码都得当个眼 就在所有人震惊的时候 一身闪亮 绝美无比的洛青秋走上了台 他对着众人微微一笑 开口道 各位 实在不好意思 我爷爷身体抱恙 无法亲自招待各位 接下去 会有我父亲洛明远招待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看到洛青秋 李强顿时眼睛都瞪出来了 他惊讶地说道 婉晴 这个女的 不是之前我们路上遇到的那个吗 和叶晨在一起的那个 慕婉晴也惊呆了 说道 是他 我不会认错 李强惊讶地说道 天啊 没想到 他竟然是洛家的大小姐 可为什么他会和叶晨在一起 他们是什么关系 慕婉晴一时间语色 他不由地自嘲一笑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 认为叶晨配不上自己 可这才刚刚离婚 叶晨身边的女人 却比他更加优秀 论家是 洛青秋作为洛家的大小姐 可以说是众星捧月 比他多了不知道多少资产 论外貌 洛青秋也绝对不会输给他 慕婉晴虽然也很美 可美貌在家世面前 却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一瞬间 慕婉晴甚至觉得自己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慕婉此时咬牙切齿地说道 难怪叶晨这小子这么狂 原来是傍上了洛家大小姐 那洛青秋也是瞎了眼 竟然能看上叶晨 赵兰也生气地开口 就是 叶晨就是我们不要的废物 洛家人竟然还荡成宝 太可笑了 我看着洛家也不怎么样 换做以前 慕婉晴或许觉得有点道理 可现在 他只感到内心一阵阵地痛心 这种痛 不知道是因为叶晨身边 有了别的女人 还是因为叶晨的女人 比他更优秀 慕婉晴低着头 显得非常的落寞 慕婉感觉到慕婉晴的低落 找了个借口 就自己去逛了起来 毕竟第一次来这么奢华的宴会 他可得好好享受一下 顺便多拍几张照片 回头还可以出去吹牛逼 慕婉一边走 一边拍照 闯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走廊上 这里人很少 慕婉环顾四周 本打算离开 忽然 一个半开着房门的房间里 突然传出了一道声音 慕婉好奇地凑到门缝边听了起来 房内不是别人 真是若清秋和洛明成 爷爷 你感觉身体好点了吗 洛清秋问道 我都说你不用来 你就是不听话 乖孙女 爷爷没事 洛明成笑道 对了 那件事你要考虑一下 你和叶晨未必合适 听到这句话 门外的幕飞顿时眼睛一亮 果然 叶晨能进这个宴会 还能被称为最尊贵的客人 完全就是因为洛清秋 他眯着眼睛继续听着 的确不合适 洛清秋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从没想过和叶晨在一起 是吗 做人就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爷爷 我最讨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 自己没本事 只知道攀附权贵 那是下等人才会做的事情 洛明成的声音传了出来 爷爷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和叶晨保持距离的 就算有感觉 我也会扼杀在摇篮里 洛清秋声音坚定地说道 听到这里 幕飞内心已经无比兴奋了 叶晨啊叶晨 你还能嚣张多久 人家洛老爷子都说了 你只是个会攀附权贵的下等人 人家洛清秋也不过是玩玩也 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吃软饭 就能一飞冲天 此刻 在幕飞心里 叶晨就是一个随时就会 被洛家抛弃的垃圾 他还想多听听 忽然 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 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保镖站在身后 保镖很有礼貌地说道 这位先生 这里不是宴会场所 还请您不要乱逛 幕飞尴尬一笑 连忙说道 不好意思 我走 我这就走 幕飞此刻像是抓到了叶晨的把柄 疯狂地朝着幕婉晴飞奔而去 他要告诉幕婉晴 叶晨现在的一切都是假象 然而 他却完全不知道 自己彻底地误会了 因为 他根本没有听到 洛清秋和洛明成之后的对话 此刻 在房间内 洛清秋悬泪欲气 洛明成看到自己孙女的模样 叹气道 乖孙女 你别怪爷爷 叶晨的身份实在是太高贵了 我们洛家配不上人家 你明白吗 洛清秋说道 孙女当然明白 可叶先生这样的人物 又有谁能抵抗他的魅力呢 洛明成说道 你呀 爷爷是怕你受伤害 像叶先生这样的天之骄子 想做他的女人 谈何容易 若你真的爱上他 你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不停地变优秀 甚至要做好孤独一辈子的准备 爷爷不想你吃这个苦 洛清秋叹了一口气 并没有回话 若是能得到叶晨的爱 让他做什么都行 像叶晨这样的人物 能被他爱上 那恐怕是十辈子修来的福气 洛清秋忽然就想到了沐婉晴 他实在想不通 沐婉晴究竟是为了什么 竟然连叶先生这样的男人 都要离婚 反而跟一个废物一般的李强混在一起 真是可笑 如果说这个事件 真的有人瞎了心 恐怕就是沐婉晴吗 此时 沐婉已经飞奔来到沐婉晴身边 他无比兴奋地看着沐婉晴 说道 姐 你先别伤心了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看到沐婉这么兴奋 沐婉晴眉头微微一皱 好奇地问道 什么天大的消息 沐婉凑到众人身边 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们保证猜不到 刚刚我听到了洛老爷子和谁的交谈 赵兰问道 和谁 沐婉道 当然是洛老爷子和他孙女洛青秋的谈话 闻言 几人都眼睛一亮 沐婉晴还好 赵兰听到有八卦 顿时兴奋地问道 快 儿子 快说说 他们都说什么了 沐婉瞥了一眼叶臣 满脸笔意地说道 当然说的就是 叶臣这个最尊贵的客人了 沐婉晴转头看了一眼叶臣 说实话 今天的叶臣实在是太让他震惊了 不仅攀上了洛家这个豪门 还成为了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如果他们没有离婚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沐婉晴就可以凭借着叶臣的关系 和洛家达成合作 正因如此 沐婉晴感到情绪非常低落 这种落差感 让他非常难受 他自认为 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 可他攀不上的洛家 却被他眼里 只会混吃等死的叶臣给攀上了 这才是让他真正难受的地方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已经知道他是最尊贵的客人了 没必要三番几次提醒 沐婉见沐婉晴有些生气 连忙说道 姐 你倒是先听我说啊 我那时讽刺你听不出来啊 我听到洛青秋亲口说 他不可能和叶臣在一起 这说明什么 沐婉晴一愣 问道 说明什么 沐婉道 你傻啊 这说明 洛家大小姐 其实就是 玩弄一下叶臣 根本没有想要给叶臣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 对于洛家大小姐来说 叶臣不过就是他的玩物 沐婉晴又问道 你还听到了什么 沐婉道 当然是更劲爆的事情 别看洛家把叶臣称为最尊贵的人 我觉得这不过就是想羞辱叶臣罢了 洛老爷子是个体面人 他就算看不起叶臣 也不会当面揭穿 我亲耳听到 在洛老爷子眼里 叶臣就是一个攀附权贵 一个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下等人 赵兰顿时松了一口气 说道 这是真的吗 沐婉道 当然是真的 我亲耳听到的 怎么会有错 李强也附和道 我明白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叶臣想要攀附洛青秋 借着洛家的名义提高自己 这最尊贵的客人 无非就是考验叶臣罢了 本想让叶臣知难而退 谁曾想 叶臣竟然不知廉耻地 接受了洛家的吹捧 这岂不正是洛老口中的 摆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听到李强的解释 几人都纷纷点头 仿佛这才恍然大悟 沐婉晴不由地苦笑一声 他之前还以为 叶臣真的有什么本事 可实际上 还是靠女人 吃软饭这一套 难道他就没有一点 想要自己努力的想法吗 沐婉晴之前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一直没什么本事的叶臣 会突然成为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通过沐妃的话 加上李强的分析 他总算明白了 人家根本不是真心 将叶臣当成最尊贵的客人 这样做 无非就是让叶臣知难而退 可很显然 叶臣的脸皮已经非常厚了 沐妃眯着眼睛 说道 姐 叶臣这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他现在以为能攀附洛青秋 可却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洛青秋的玩物 像洛青秋这样的大小节 怎么可能会真的和叶臣谈感情呢 赵兰嫌恶的表情一览无遗 没错 废物永远是废物 我早看不惯他了 成天只会装模作样 就凭他 也配攀附豪门 沐婉晴沉着头不说话 可内心却也对叶臣的所作所为 感到反感 他和叶臣离婚 一是真的看不惯叶臣 慵懒不上镜的样子 二也是真心希望 叶臣能够经历过离婚的事情之后 真正的成长起来 可现在看来 一个男人 只知道靠女人 那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呢 沐婉刚刚还真被叶臣给吓了一跳 以为叶臣真的成了洛家最尊贵的客人 那以后岂不是要 坐在他头上拉屎撒尿吗 幸好 一切都是假象 沐婉走到叶臣身边 叶臣眉头一皱 他淡淡地看着沐婉 语气默然地说道 怎么 现在知道我的身份 就想要过来讨好我了 我告诉你 迟了 沐婉听到叶臣的话 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 我没听错吧 叶臣 我需要讨好你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叶臣一愣 他淡淡地说道 哼哼 看来你的眼光倒是高 我有洛家这个云城超级豪门坐靠山 怎么也碾压 你们了吧 我告诉你 这只是我全市的冰山一角 扑痴 沐婉狠狠地大笑起来 牛牛牛 我见过不要脸的人 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还冰山一角 你怕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吧 叶臣冷冽道 笑话 论全市 别说是你 就算是你姐姐 还有那所谓的李少在我面前 也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 赵兰听了叶臣的话 直接双手掐腰道 叶臣 你能不要再吹牛了吗 你什么东西 我们会不知道 叶臣冷声道 吹牛 我叶臣何须吹牛 够了 沐婉晴实在听不下去了 呵斥一声 叶臣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自以为是了 听到沐婉晴的话 叶臣顿时一股怒气直冲脑门 如果说离婚 是因为以前叶臣隐藏了实力 让沐婉晴误以为他没有能力 可现在 他展现了出了自己的实力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可云城落家 这个名声 至少比李强的富海集团 强上无数倍吧 为何沐婉晴还说他自以为是 叶臣有些不爽地说道 沐婉晴 谁自以为是了 我看你就是嫉妒 就是后悔 知道我的实力 才后悔到拍大腿吧 沐婉晴冷冷地看了一眼叶臣 说道 后悔 我沐婉晴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男人自己没本事 只会成为别人的玩物 你以为你 讨好了骆青秋 就能过一世无忧的生活 人家只是把你当成玩物 玩腻了就丢 叶臣你看看自己 现在真是太可悲了 叶臣冷着脸 看着沐婉晴的脸 心中不由地叹了口气 他可悲 实在是太可笑了 不知道沐婉晴 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 别的不说 就说今天的寿宴 云海集团的赵云 还亲自过来和他攀谈 恭敬有加 同样是赵云海对待李强 却正眼都不看一眼 这强烈的对比 沐婉晴难道眼睛瞎了 看不到吗 再说洛家 洛家大小姐亲自陪同他 洛家老爷子不顾受伤的身体 更是亲临现场 就为了介绍 他这个最尊贵的客人 在场的所有人 都对叶臣虎视眈眈 想要结交叶臣 偏偏沐婉晴说他可悲 不用想 沐婉晴怕是又被他母亲和亲弟弟 给洗脑了 叶臣真的不明白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母子 而偏偏沐婉晴 还对这对母子深信不疑 叶臣已经懒得解释 可悲便可悲吧 叶臣内心叹了口气 要不是他内心对沐婉晴 还有三年的感情在 他甚至不会多看沐婉晴一眼 叶臣冷声说道 罢了 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改变不了你的想法 沐婉晴感受到叶臣话里的冷漠 不由得心中一惊 他语气软了一些 说道 叶臣 我是真的想你努力起来 不要再靠女人吃饭 那是没出息的男人才这样做的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赵兰此时鄙夷的瞪了叶臣一眼 拉过沐婉晴说道 婉晴 你别和他多说 他要是懂 也不至于离婚了 这年头 改不了吃屎的 永远是狗 赵兰最了解自己这个女儿 虽然沐婉晴听了她的话 和叶臣离婚了 可沐婉晴内心 一直还是向着叶臣的 就连这么优秀的李强 在身边 沐婉晴都始终没有松口 这让赵兰一直非常有危机感 她想要撮合自己女儿和李强在一起 然后依靠李家的权势 赚更多的钱 得到更高的地位 她可不想让沐婉晴和叶臣复合 所以一直从中作梗 沐妃也成绩说道 就是 男人就要像李少一样坦坦荡荡 像叶臣这种垃圾 连回收的资格都没有 叶臣轻哼一声 转开头 不再多说 几人依靠自己的想法 确定了叶臣 还是那个废物之后 都显得非常高兴 赵兰笑道 第一次来这么奢华的宴会 我都有点放不开 小飞 我肚子饿了 你去帮忙拿点吃的 再拿杯饮料 沐妃点头道 妈 喝什么饮料 我刚刚看那边有八二年的拉菲 我去给你倒一杯 在这种地方 肯定要喝红酒 才配得上我们的身份 赵兰呵呵一笑 说道 好 今天妈也奢侈一把 给我倒两杯 沐妃迈着轻快的步伐 走到吧台边 一个使者端着红酒走过来 看到沐妃 恭敬地问道 先生 请问要喝什么 沐妃看了一眼托盘里的红酒 他当然看不出这是什么红酒 连忙摇头 说道 不用了 我想自己倒 不麻烦你了 使者微微一愣 内心一阵鄙夷夷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点点头 就转身离开了 沐妃找来四个杯子 拿起八二年的拉菲 就到得满满的 生怕倒少了 会吃亏一般 倒完之后 沐妃找了两圈 找到一个托盘 将红酒摆放好 然后就端起来 朝着沐婉晴等人走过去 刚走两步 沐妃一个脚步不稳 差点没有摔到 不过托盘中的红酒 却因为太满而洒了出来 靠 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男子 被红酒泼了一身 他叫行风 本就心情不好的他 顿时大怒 以为沐妃是一个逝者 直接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沐妃的脸上 没长眼睛吗 竟然敢泼本少 你是不是找死 沐妃被打了一巴掌 痛得他 眼泪都出来了 不服气地说道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凭什么打我 行风冷哼一声 怒道 打你又怎么样 老子的衣服弄脏了 你赔得起吗 沐妃委屈地捂着脸 说道 我怎么就赔不起了 你打我 我要叫我姐弄死你 行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弄死我 呵呵 你还真牛逼 看老子不打死你 说着 行风直接又是一巴掌 狠狠地抽在沐妃的脸上 沐妃被吓得转身就逃 行风也不惯着 直接就追了过去 沐妃跑到沐婉晴面前 大声说道 姐 救我 有人打我 听到这句话 沐妃晴和李强都眉头一皱 在这个地方 还有人敢动手打人 此时 行风也已经追了过来 沐妃晴连忙将沐妃护在身后 看着行风冷冷地说道 你干什么 谁让你打我弟弟的 沐妃躲在沐妃晴背后 指着行风说道 姐 就是她 她打了我两巴掌 姐 你要为我报仇啊 行风看到沐妃晴 眼睛不由地一亮 不得不说 沐妃晴长得非常漂亮 加上今天特意打扮之后 更是吸引人的眼球 行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为什么打她 因为她该打 看我的衣服 被她弄成这样我怎么穿 沐妃晴冷声说道 衣服弄脏了 赔你就是 没必要打人吧 赔 行风咧嘴一笑 说道 行 我这衣服 我这衣服是意大利收工制作的 也不贵 就五百万左右 另外 我的精神损失费 也得赔偿 马马虎虎就一个亿吧 拿钱来吧 一个亿 不就一件西装 一开口就五百万 更夸张的是什么精神损失费 竟然要一个亿 这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沐妃晴冷着脸 怒道 你过分了 这是在故意找茶吗 行风肆无忌惮地说道 没错 我就是找茶 赔不起也没关系 这样 今天晚上 你陪我睡一晚上 这件事就扯平 你看怎么样 沐妄晴怒道 无耻 下流 做梦吧 行风却傲然地看着沐妄晴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说道 我看在你是个美女的份上 才会给你机会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就是赔本少睡一晚上 要是服务得好 说不定我收了你当暖床丫头 二就是 我打断你弟弟的第三条腿 记住本少脾气不好 别挑战我的耐心 叶晨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叹口气 看了一眼惊恐的沐妄晴 这种事情 她以前也遇到过 沐妄晴在从商之后 因为外表出众 少不得被那些奸诈的人给盯上 要不是叶晨在暗中摆平了一切 沐妄晴的经商之路 怎么可能这么顺利 她也不想想 为什么别的商人 为了能签下订单 不仅需要低声下气的陪酒 要是女的 更可能得赔睡 偏偏她沐妄晴 无论谈什么合作 都能够很顺利地谈下来 至于陪酒多少的可怜 谁敢让叶晴的女人陪酒 这么明显的事情 在沐妄晴看来 却是因为她自己天赋一柄 有着巨大的经商天赋 现在 没有了叶晴的保护 怎么可能不遇到歪心思的人 叶晴缓缓地站起来 看了一眼沐妄晴说道 要我帮忙吗 沐妄晴看向叶晴 四目相对 过去的情绪瞬间涌现 不知道为什么 在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 沐妄晴同样想到的 就是叶晴 可她话还没出口 旁边沐妄晴的母亲赵兰 却比拟地开口 说道 你能帮什么忙 求你的女人下来解决吗 人家李少在这里都还没说话 你倒是挺积极的 听到赵兰的话 沐妄晴的脸色顿时一变 是啊 叶晴有什么能力帮忙 靠女人吗 沐妄晴就算死 也不可能让叶晴身边 别的女人来帮她 她撇开头部说话 李强眼睛一亮 她一直追求沐妄晴 可没什么进展 想要在沐妄晴面前表现 也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不是来了吗 英雄救美 这是最能俘获美女芳心的机会 李强顿时站起来 一下就挡在了沐妄晴面前 对着行风怒斥一声 道 草 你说什么呢 冲一个女人吼 算什么本事 有种冲着我来 行风眉头一皱 冷漠地看着李强 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快点滚开 别碍眼 李强顿时怒了 他在云城 虽然不算什么顶级大少 可好歹也是一个富二代 这行风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他眯着眼睛 说道 小子 立刻给他道歉 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行风道 你也配 李强呵呵一笑 说道 小子 你记住了 我叫李强 富海集团是我家的产业 我家有的是钱 用钱都能砸死你 懂吗 行风闻言 顿时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李强 说道 富海集团 好吓人哦 我好怕呀 李强轻哼一声 说道 怕还不滚 赵兰和沐妃看到这一幕 也顿时来了底气 草尼玛的 刚刚打我 现在我李哥在这里 你再动我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弄死你 沐妃胆子大了起来 怒骂道 就是 敢打我儿子 我弄死你 你真以为我们怕你啊 有李少在这里 你也敢狂 富海集团动吗 捏死你 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赵兰也嘲讽起来 李强傲然地挺挺胸 骂道 小子 快滚 不然小鸡我们打死你 行风看着情绪激动的几人 不由地退后几步 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 他冷笑一声 说道 好 好的很 富海集团 李少是吧 我记住你了 说完 行风转身就往外走去 他现在毕竟势单力薄 不敢正面起冲突 看到行风离开 赵兰和沐妃更是激动起来 哈哈 看他的样子 好像一条狼狈的狗啊 我就说 还是李少靠谱 几句话就让那小子 吓得夹着尾巴跑了 我看他也就是跑得快 不然说不定还得挨一顿揍 李少 还得是你啊 在云城就是吃得开 有实力 赵兰和沐妃 无比兴奋地笑谈着 原本他们的身份 在这样的宴会场合中 只有被欺负的份 现在有了李强在身边 他们可以说是扬眉吐气 李强呵呵一笑 说道 那是自然 反正我是不会眼睁睁 看着婉晴被人欺负 谁敢欺负婉晴 我就弄死他 我李强在云城 还是吃得开的 赵兰连连点头 深有体会 他冷嘲热讽地看向夜晨 说道 你这个废物看到没有 你觉得婉晴还需要你吗 人家李少一句话 就能解决事情 你呢 穆飞说道 那废物能干点什么 只会混吃等死 吃软饭而已 叶城眯着眼睛 冷冷地说道 你们怎么知道 我没能力解决 赵兰哈哈大笑起来 能力 你还谈能力 比能力 你比李少差了一万倍 都不止 叶城瞥了一眼李强 淡淡地说道 他也配 穆婉晴眉头一皱 拉住赵兰 说道 好了吗 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 都牵扯到叶城 他也有自尊心 你能不能不要一直打击他 赵兰轻哼一声 说道 也就是你善良 离婚了还想着他 废物还不允许别人说吗 我告诉你 什么是好男人 像李少这样的人 才是好男人 除了事 能挡在前面 能解决事情 能帮到你 才是正确的选择 懂吗 李强听到赵兰这样夸他 顿时感到一股激动 直冲天灵干 他淡淡一笑 说道 婉晴 赵阿姨说没错 这世界将的就是权势 毫不夸张地说 在云城 我能帮你解决大部分的事情 能帮你提升事业 能保护你的安全 在云城这个地方 只要有我在 就没有能动你一根毫毛 李强的话音刚刚落下 忽然 一道暴怒的声音传来 草 就是他们几个 骂了本少 竟然还敢留在这里 真你妈胆子挺大 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 带头的人正是行风 他身边带着几个 穿着西装的壮汉 一看就是厉害的保镖 众人将穆婉晴他们围住 看上去气势汹汹 这些保镖个个都非常精壮 看到这一幕 穆婉晴几人都吓得往后退去 李强刚刚夸下海口 他虽然也害怕 可也不得不直接站出来 说道 你们干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 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你以为你才有保镖吗 李强手一挥 顿时几个保镖也冲了过来 这是李强花了大价钱 从保镖公司请来的 看到这一幕 赵兰和穆飞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李少这样的男人 才真靠得住啊 双方对峙 气氛一时间紧张起来 李强丝毫不怂 为了能够在穆婉晴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实力 他冷笑着看向行风 说道 小子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诠释 行风轻笑一声 说道 哦 那我倒想看看 你多牛逼 李强直接拿出电话 说道 我随便叫来几个朋友 都能吓得你跪地求饶 赵兰一听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问道 李少 你这是要动用关系了 李强傲然地点点头 拨通了一个号码 说道 王少 你在落下寿宴吗 我被人给堵了 过来给我撑下场面 挂上电话 李强傲然地说道 小子 打打杀杀不太好看 你也可以叫人 咋们比比 看谁更牛逼 行风耸耸肩 冷笑道 我不需要找人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死得明白 李强轻哼一声 说道 装逼 让你装 现在 你表现得越牛逼 待会打脸就越想 赵兰见李强这么自信 问道 李少 你这是找了谁 这么自信 李强撇了一眼 穆婉晴 见穆婉晴也很好奇 他傲然道 在云城混 谁没有几个朋友 等会过来的是我的好兄弟 百艺集团的少爷 王叶玲 私听到这个名字 穆婉晴也不由得 道西一口凉气 王叶玲 在云城是非常出名的大少爷 他家的百艺集团 可不仅仅是名字叫百艺 其市值也已经百艺 真正的大集团 没想到 李强竟然还有这样的人脉 一时间 赵兰和穆飞对李强的崇拜 就更强烈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轻跳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道 李少 在云城还有人敢欺负你啊 是谁啊 让我看看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正是王叶玲 他一出现 赵兰等人都不由得松口气 王叶玲都请来了 这次对面那小子 恐怕真的要惨了 李强呵呵一笑 指着行风说道 王少 就是那小子 行风丝毫不惧 轻蔑一笑 说道 没错就是我 王叶玲 你这样牛逼 要对付我了 看到行风 刚刚还满脸傲然的王叶玲 脸色一变 露出一丝惊恐 躬身道 行 行少 怎么是您 看到王叶玲的态度 顿时周围的人 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强更是感到毛骨悚然 浑身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他请来的王叶玲 可是来帮他的 可见到行风 直接被吓怂了 瞬间 李强就明白过来 这个行风的身份 怕是不简单 他脸色刷的一下 就变得惨白 行风冷冷地说道 怎么不能是我 你要给那小子出头吗 王叶玲尴尬一笑 说道 行少做事 我哪里敢插手 我这就走 这就走 王叶玲转身就要走 李强下的连忙拉住王叶玲 说道 王少 我们是兄弟啊 你怎么能不帮我 王叶玲怒斥一声 道 草 老子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害我 他可是行风啊 整个云城地下世界的爷 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 说出来吓死你 那可是鼎鼎大名的行业啊 什么 听到这句话 李强整个人只感到头晕目眩 行业 那是他做梦都不敢得罪的存在 传说在云城地下世界 有八大金刚 每一个都非常厉害 在地下世界有着巨大的话语权 而行业同管八大金刚 可以说 整个云城的地下势力 几乎全都是行业的 全是极大 无人敢惹 李强打死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惹上了行业的儿子 看着王叶玲 被吓得落荒而逃 李强只感到一股无尽的恐惧袭来 这下完蛋了 赵兰和穆飞也傻眼了 他们自然也听说过行业的名号 平日里 他们见到一个小混混 都得靠边走 曾几何时 会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得罪云城地下世界的大佬 怎么办 几人都吓傻了 秦峰冷眼看了一眼李强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怎么样 还要叫人吗 我可以等着 李强尴尬一笑 别说叫人了 就算他叫爷爷也无济于事 在整个云城 谁敢得罪行家人 李强恐惧地说道 行 行少 误会 都是误会 秦峰直接仰手一巴掌打在李强的脸上 怒道 误会 误你妈的会 给老子滚一边去 你这种垃圾 我对你没有兴趣 李强被打了一巴掌 可却敢怒不敢言 得罪行家 那绝对是灭顶之灾 就连他老爹都保不住他 李强只能往后退去 不敢多说一句话 行风此刻满脸傲然 眼神肆无忌惮地看向了木婉晴 缓步走了过去 淡淡地笑道 现在 你还觉得我无耻下流吗 木婉晴被行风的眼神吓了一跳 内心无惧无比 他经商这么久 还从没有遇到地下世界的势力 可对于行家的传说 他却听过不少 一时间 内心的恐惧 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行风微微一笑 说道 小妞 你别怕 我不会打女人的 何况是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过吗 你们今天得罪我了 只要你陪我睡 我就放过他们 你觉得怎么样 木婉晴拼命地摇头 赵兰和沐飞也急了 他们知道行风不好惹 看向李强 说道 李少 你不是在云城很有势力吗 怎么办 他现在要欺负婉晴 我们该怎么办 李强也是满脸无奈 木婉晴他碰都没有碰过 现在却要被行风给玷污了 这让他感觉无比的郁闷 可能怎么办 他也不敢得罪行风了 难道为了一个女人 他还要拉上整个李家吗 这绝对不可能 可让他放弃 木婉晴他又不放心 此时 行风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一挥手 冷冷地说道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走 谁敢阻拦 就弄死谁 一时间 几个保镖都朝着木婉晴冲了过去 恐惧瞬间蔓延 木婉晴眼中已经出现了无尽的恐惧 就在这时 一道漫不经心的声音传了过来 慢着 他们几个你想怎么处理 我不管 但是这个女人 你不能碰 众人看去 正是叶晨 谁都没想到 叶晨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要知道 对方可行风啊 行家大少 绝对是云城顶级大少 不可招惹的存在 这个时候 站出来和行风对着干 那绝对是找死 李强眯着眼睛 他虽然 想在木婉晴面前出点风头 面对一般人 他这个李少还行 可面对行风 这样的超级大少 他只能缩着脖子做人 开什么玩笑 行家在云城地下势力中 那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得罪行家 最好的结果 可能就是死得痛快一点了 叶晨这小子敢站出来 简直就是装逼过头了 李强内心暗暗嘲讽 等会就会多悲惨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让叶晨去吸引行风的火力 木婉晴也震惊地看向叶晨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陷入绝境 惹上行风的时候 叶晨会是第一个 跳出来帮他的 这让他内心感到无比的纠结 他既感动叶晨的无畏 又担心叶晨太过冲动 激化了矛盾 毕竟行风的势力太强 就算叶晨又若加做后盾 行风也未必会怕 果然 行风听到叶晨的话 脸上瞬间露出一丝阴沉的神色 他看向叶晨 自然也知道 叶晨是洛家的最尊贵的客人 行风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叫叶晨是吧 你确定要管这件事 虽然 你是洛家的贵客 可我行风 未必就会怕了洛家 叶晨淡淡地摆满手 说道 你们的破事我不想管 不过这个女人 你不能碰 其他你随意 行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如果我一定要碰呢 叶晨眼神一冷 说道 那我不介意 杀了你 听到叶晨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小子也太狂了吧 竟然说要杀了行风 开什么玩笑 穆婉晴也急了 他看向叶晨 说道 叶晨 别胡闹 行家的权势 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你别冲动 赵兰去拉住穆婉晴 说道 你干什么 他喜欢装逼是他的事情 我们又没求着他 看不清自己什么身份 就敢大放厥词 穆婉晴怒斥道 妈 他是在帮我 你怎么能这样说 赵兰脸色一僵 撇开头 说道 帮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 叶晨听到赵兰的话 内心满事不屑 说实话 叶晨本不想管这些屁事 如果行风 仅仅是教训一下穆婉晴 甚至找人打断 李强赵兰等人的腿 叶晨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可行风想要碰穆婉晴 那就是不行 穆婉晴 毕竟是叶晨的前妻 叶晨不能容许 除了他之外的男人 碰穆婉晴 就比如李强 他不过就是一个舔狗 如果穆婉晴真的对李强有意思 那么李强恐怕早就下地狱见阎王了 行风轻哼一声 说道 叶晨 你想管这件事 我怕你还不够资格 就在这时 骆青秋从后面缓缓地走上来 他眼神冰冷地看着行风 说道 行风 那你觉得加上我 够不够资格 行风脸色一变 骆家在云城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行风的老爹行爷 也和骆家交好 行风尴尬一笑 说道 清秋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要保这小子 骆青秋轻哼一声 说道 这是在我骆家的宴会上 你确定要在这里闹事 行风脸色变得极为尴尬 他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 轻笑一声 说道 行 叶晨是吧 你在这里有骆家人护着 但骆家能护着你一辈子吗 等出了这个门 我会让你知道 多管闲事的下场 说完 行风转身就走开了 骆青秋看向叶晨 笑道 叶先生 没打扰你的雅信吧 叶晨淡淡地说道 没有 有事吗 骆青秋说道 有几个朋友想见见叶先生 不知道叶先生可有空赏脸 叶晨思考了片刻 说道 嗯 我待会过去 骆青秋点头道 那我在后院等您 骆青秋说完 眼神扫过穆婉晴 夹带着一丝淡淡的高傲和嘲讽 穆婉晴也感受到了骆青秋眼神中的敌意 他咬着牙 轻哼一声撇开头 骆青秋一走 叶晨就看向穆婉晴 淡淡地说道 我劝你们现在就先回去吧 我虽然暂时解决了行风 可保不准他会不会对你们不利 穆婉晴本还非常感动 可看到骆青秋给叶晨出头的时候 内心就莫名其妙地生出一股醋意 他冷冷地说道 哼 我不用你管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会解决 叶晨冷笑一声 说道 不用我管 刚刚要不是我 你现在还能好好站在这里说话吗 穆婉晴顿时脸色一僵 想反驳 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叶晨能出头帮他的确让他感动 可最后却成了骆青秋的情 这又让他非常的吃醋和不爽 赵兰却讽刺地说道 笑死了 靠你 你一个吃软饭的家伙 如果刚刚不是人家骆大小姐 你恐怕已经被行风打死了 还在这里装逼 一个大男人 整天靠女人 真不知道 你有什么脸 说出这样的话来 穆婉道 就是 我们本来就不用你管 李少在这里 解决这样的事情 简直轻而易举 李强脸色一僵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没错 其实主要就是夜晨多事 我有个叔叔 也是混地下世界的 而且还和行也很熟 我随便打个电话 就能化解这件事 倒是夜晨 让这是复杂了 夜晨看着这群无可救药的人 也懒得李慧 轻笑一声 转身离开了 虽然他并不想认识态度无关的人 不过 骆青秋开口了 他也不好搏了人家的面子 直接往后院走去 此时 赵兰虽然刚刚口还很爽 可还是非常担心 之后会遭到行风的报复 他担心地说道 要不 我们还是先走吧 万一行风真的要报复我们 那就完蛋了 穆飞看向李强 说道 怕什么 李少不是 说他叔叔和行也很强吗 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 穆婉晴看向李强 疑惑道 李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李强此刻内心 恨不能狠狠给自己一巴掌 他的确有个叔叔 是混地下世界的 也见过行也几次 可人家行也是什么身份 能搭理他救救这种混子吗 可看着穆婉晴的表情 李强又不能打自己的脸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这个 我其实也不敢保证 我打个电话试试吧 与此同时 叶晨已经来到了后院 骆青秋等在这里了 他看向叶晨 说道 叶先生 您对您前妻正好 都离婚了 还帮他 叶晨淡然一笑 说道 毕竟三年的婚姻 说多了都是累 骆青秋笑道 那穆婉晴也是不识好歹 像叶少这样的男人 他都看不上 真不知道他的脑子怎么想的 叶晨摆摆手 说道 罢了 不说这事了 谁想见我 骆青秋道 这人您肯定听过 他叫行政雄 道上都称为行也 叶晨不由地笑了 说道 还真有点意思 刚刚他儿子 还扬言要弄我 现在他老子就要见我 骆青秋道 行风的小子 就是没吃过亏 这次他惹上叶少 可要遭罪了 叶晨不可置疯 笑道 走吧 带我进去 骆青秋带着叶晨 来到了后院大厅内 此时 骆老爷子正坐在守卫 他旁边坐着一个 身材魁梧的男子 国自脸 不怒自威 一看就是常年上位者 浑身散发出一股气势 他便是行政雄行眼 行政雄看着骆老爷子 笑着问道 骆老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位神医一出手 就治好了您的完结 骆老笑道 老行啊 我骗你干什么 之前我的身体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看他现在 我觉得再活个二十年 都不成问题 行政雄眼中 闪过一丝金光 他之前见过骆老 那时候身体非常虚弱 好像随时就会一命呜呼 可这才过了不到几天 骆老的身体 却变得这么硬朗 行政雄深吸一口气 说道 骆老 您一定要将这位神医 介绍给我认识 我这病看了太多的医生 都没有任何用 虽然死不了 可每天都要承受 巨大的痛苦折磨 真让我痛不欲生啊 骆老笑道 放心 我让青秋去请了 他若是答应 就会前来 两人正说着 骆青秋就带着夜晨 走了进来 骆老爷子连忙站起来 恭敬地说道 夜晨 您来了 快入座 上茶 看到夜晨 行政雄不由地一愣 这位就是骆老口中的神医 这也太年轻了吧 在行政雄的思维中 不是应该年龄越大 医术越强吗 看夜晨的年龄 也就是 像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夜晨不卑不亢地说道 骆老 身体感觉好点了吧 骆老笑道 吃了夜神医开的药 身体好多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行政雄 行家家主 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他就是想要让夜神医看看 他的影集 行政雄虽然对夜晨的年纪 有些生疑 可还是笑道 夜神医 他话还没说完 夜晨却一摆手 说道 不用多说 你的病能治 而且很简单 什么 听到夜神的话 行政雄直接愣了 他都还没说 自己是什么病 也还成就懂了 要知道 他一般去医院 那都得浑身上下 多检查一遍 各种医疗机器 更是照个没完没了 最后才能确定病因 可夜神从进门到现在 不过就几分钟 就已经知道他的病了 而且还很简单 行政雄是什么身份 为了治病 他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找到的全都是非常出名的专家 可无论是打针还是吃药 都没办法将病治好 怎么可能简单 行政雄惊呆了 问道 夜神医知道我什么病 不用检查一下的吗 夜神淡淡地说道 不用 行家主面色发青 双眼充血 便是精气不通所致 想必是年轻时肾脏受伤 倒是气血亏损 以至于如今无法行防 简单地来说 就是布局 此听到夜神的话 行政雄彻底的惊呆了 这是他的影集 除了他看过的医生 他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 毕竟这种隐私 他也怕人笑话 就连落落 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可夜神却一语道破 神医 真的是神医 行政雄此刻简直太激动了 他连忙说道 神医 果然是神医啊 我就是这个情况 而且找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我都快被折磨死了 夜神淡淡一笑 说道 你之所以会得这个病 并非是因为体内经血消耗过多 也不是纵于过度 只是因为曾经受伤之后 没有好好养护 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所以 用寻常方法 自然不可能治好 行政雄连连点头 问道 夜神医 求你帮我治好 如果能治好这个破病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看到行政雄的模样 骆青秋却在一旁捂着嘴笑了起来 行政雄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问道 骆侄女 你笑什么 骆青秋笑道 没啊 我就是觉得好笑 这孩子可是扬言要弄死夜少 现在你这个当老子的 却在求夜少治病 你说这场景好不好笑吗 什么 行政雄文言顿时脸色一变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希望 夜神能够治好他的病 他不过才四十多岁 还是一个正常男人 有钱有势 身边美女如云 可是得了这个病 对于那些美女只能看一看 这种感觉谁能知道 而且 作为行家家主 却是个太监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那恐怕整个行家都会成为笑变 行政雄连忙说道 那个兔崽子简直无法无天 竟然连夜少都敢得罪 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夜少一个交代 夜神丝毫不以为意的笑道 无妨 只要他不惹我就行 来 你坐好 行政雄连忙坐在椅子上 夜神拿出一根银针 说道 接下来 我给你施针 会有点痛 不过不用担心 放心吧 夜少 我不怕痛 行政雄点头说道 我准备好了 夜神正要施针 忽然又停了下来 问道 对了 行家主 你老婆可带来了 行政雄一愣 说道 我老婆死了好多年了 夜神道 那可带了女伴 行政雄点头道 那倒是带了 夜神道 青秋 你准备一个房间 将行家主的女伴带过去 行政雄疑惑道 为什么 夜神眼神一宁 说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 夜神迎针刺穴 行政雄感到一股剧痛传来 他双眼猛然变得通红 喘着粗气 太义神针 我真 行政雄感到体内 一股燥热的火焰 仿佛燃烧起来 一股久违的冲动 冲上天灵盖 这一刻 他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气球一般膨胀了起来 夜神健壮 用手朝着行政雄后背一拍 笑道 去吧 行政雄也感受到了那股力量 他不敢多留 朝着骆青秋 准备好的房间冲了进去 骆青秋刚把行政雄的女伴送进房间 转身就看到 和发了风一样的行政雄冲进去 骆青秋连忙快步走到夜神身边 惊恐地问道 行叔叔这是怎么了 疯了吗 夜神淡淡一笑 说道 他的确是疯了 不过是憋疯了 很快 房间内传出一阵阵惨叫声 骆青秋听得满脸通红 瞪了夜神一眼 羞涩地转身就跑了出去 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 大厅内就传来了行政雄中气十足的笑声 哈哈 叔父 八年了 八年了呀 行政雄大步走了出来 直接来到夜神面前 朝着夜神深深一拜 道 夜神一 受我一拜 夜神一 手一抬 淡淡地笑道 行家主不需要如此大力 行政雄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作为一个男人 你能想到 这八年 我有多么的憋屈 夜神一对我如同在奏 日后有任何事 夜神一尽管开口 我行政雄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夜神笑道 嗯 行家主的身体情况 基本已经恢复 回头我开两个方子 你照着吃 基本上就能痊愈了 行政雄点头道 谢谢夜神一 看得出来 行政雄是发自内心的兴奋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除了自己的这条命之外 最重要的便是命根子 有钱有势之后 却不能享受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行政雄忽然想起了什么 看向夜神问道 夜神一 刚刚洛小姐说 我那逆子对你出言不逊 夜神淡淡一笑 说道 嗯 小孩子不懂事罢了 行政雄脸色一黑 直接掏出电话 给行风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刚接通 行政雄就劈头盖脸 一顿怒斥 逆子 你是不是得罪了人了 我告诉你 你给老子亲自夜神一 下跪道歉 要是不能得到夜神一的原谅 老子立刻打断你的腿 将你逐出行家 说完 行政雄直接挂断了电话 对着夜神说道 夜神一 您放心 要是我那逆子 敢再对您不敬 我亲自打断他的狗腿 夜神淡淡一笑 不可置服 行政雄能管住行风就好 若是管不住 那么夜神不介意 要了行风的狗命 可以说 行政雄这是在救自己儿子的命 骆老爷子哈哈一笑 看向行政雄说道 小行啊 恭喜你再见男人雄风啊 行政雄老脸一红 笑道 都是夜神一 医术盖世 夜神懒得和他们多聊 觉得有些无聊 摆摆手 说道 两位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骆老点头道 夜少自辩 骆明成和行政雄 应该还有什么事要谈 夜神懒得介入 直接转身来到了大厅 就看到行风带着一群人 就从外面急匆匆的 朝着他走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穆婉晴等人都吓了一跳 之前行风早就撂下狠话 说要找夜神报仇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穆婉晴有些急了 他太清楚 云城这些大少的 无法无天了 行风带着这么多人过去 夜神的下场 基本不用考虑了 穆婉晴连忙说道 怎么办 怎么办 行风他们来报仇了 夜神一个人 肯定要吃亏的 赵兰眉头一皱 说道 婉晴 你都和他离婚了 还管他死活干什么 穆飞也说道 就是 刚刚夜神自己不是很牛吗 反正 他是洛家大小姐的舔狗 说不定人家看在 洛大小姐的份上 叫教训的轻一点 穆婉晴皱着眉头说道 妈 我是不喜欢夜神不思进去 什么事都喜欢靠女人 可毕竟一起生活了三年 感情也不是说断就断的 而且 他刚刚也是为了我出头 我们不能不管啊 穆飞轻哼一声 说道 姐 你就是太容易心软了 这才被夜神拿捏了三年 对了 刚刚李少不是说打了电话给他叔叔吗 他叔叔认识行家老爷子 说不定能帮上忙 穆婉晴看向李强 问道 那个 李少 你就帮帮忙吧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帮夜神可以吗 李强内心一阵无语 他刚刚不过就是装逼而已 他叔叔是混云城地下世界的 可实际上混得并不如意 只是见过行政雄几次 根本说不上什么话 更何况 李强恨不能看到夜神被行风废掉 怎么可能会想帮夜神 说实话 李强追求穆婉晴这么久 始终都没有进一步的可能 穆婉晴对他一直都是保持着距离 这让李强认为 就是因为夜神的关系 穆婉晴才不愿意接纳他 对于夜神 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如果这次行风 能够直接废了夜神 那绝对是皆大欢喜的场面 不过 看到穆婉晴哀求的神情 李强也不能将内心的话说出来 他只能敷衍地说道 放心 我刚刚已经打过电话给我叔叔了 他说他会帮忙说何的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李强话虽这么说 可内心却似乎已经看到夜神 被行风打成面目全非的模样了 反正到时候 随便找个理由堂塞就行了 他只是说 找了他叔叔帮忙 最后能不能帮上忙 那也不一定 毕竟求人办事 人家也不会给你打包票不是 到时候夜神被废了 说什么都迟了 谁会愿意为了一个残废 去计较这么多 李强甚至已经看见 穆婉晴最后 对他投怀送抱的场景了 他紧紧地拽着拳头 心中暗爽 穆婉晴却天真的以为 李强的叔叔真能帮上忙 他连声说道 谢谢你 李少 如果你叔叔真能帮上忙 那就太感谢了 就在几人说话间 行风已经气势汹汹地 来到了夜神面前 就在李强以为 行风会二话不说 就将夜神暴揍一顿的时候 只见 行风却忽然停下脚步 竟然直接给夜神下跪 疯狂磕头 夜少 我错了 原谅我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 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跟在行风后面那些 对夜神出言不训过的人 全都跪在夜神面前求饶 这一幕 顿时让李强等人 瞪大双眼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什么情况 不会是搞错了吧 行风可是行家的大少爷 好歹也是云城顶级大少 竟然给夜神下跪求饶 见鬼了 所有人都感到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一向嚣张无比的行风 竟然会给夜神下跪道歉 夜神淡淡地看了行风一眼 语气淡然地说道 看在你爹的份上 给你一个机会 滚吧 行风疯狂地磕头 说道 谢谢夜少 谢谢夜少 我滚 我这就滚 这一幕 着实让人想不通 莫婉晴瞪大眼睛 吞了一口口水 疑惑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风不是去报仇的吗 怎么给夜神跪下了 赵兰也惊呆了 说道 难道是洛家的大小姐 给夜神说情了 莫婉晴摇头道 这不可能啊 以行风之前的态度 他虽然不敢在骆青秋面前撒野 可也不可能因为骆青秋 就不要尊严地给夜神下跪啊 穆飞似乎想起了什么 说道 我知道了 肯定是李少的叔叔 给行家家主打了电话 这才让行风服软了 莫婉晴看向李强 疑惑道 真的吗 李强顿时一阵尴尬 他内心比谁都清楚 他的那个叔叔 有什么能力 让行家不顾脸面 也要给这个情面 可在莫婉晴面前 他一时间也不好否认 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 我的确打了电话给我叔叔 可能是起到了一点作用 几人正说着 狼狈的行风一行人 从旁边匆匆走过 行风和小弟的谈话声音传了过来 老大 我们干嘛要给那个夜神下跪啊 我们不是要去弄死他的吗 操 别提了 我刚刚接到我老爹的电话 说要我给夜神下跪道歉 不然就打动我的腿 妈的 这个夜神不知道找了谁的关系 竟然让我老爹都出马了 真别屈 今天这里是丢大了 走走走 快走 以后本少爷要成为 整个云城的笑柄了 听到行风和小弟的对话 穆飞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他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说道 听到没有 就是有人给行家家主打了电话 行风才认怂的 赵兰也点头道 是啊 李少 还是你有本事 没想到 你叔叔竟然连行家老爷子都认识 这人脉真不是吹的啊 穆婉清疑惑地说道 会不会是其他人 穆飞直接反驳道 姐 就夜神那个废物 能认识什么其他人 而且 前一秒行风还叫嚣着 要报复夜神 可偏偏在李少打完电话 态度就180度的大转变 不是李少的功劳 还能是谁的 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穆婉清闻言 也点头 他也相信了 这是李强叔叔说了情 毕竟 他们一直在这里 也没有别人关注过这里的事情 不可能这妖巧 穆婉清感激地看向李强 说道 李少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强此刻只感到脑子嗡嗡作响 他内心很清楚 自己的叔叔 没有这个本事 可这是 巧得实在太离奇了 他刚打完电话没多久 行风就给夜神下跪道歉了 甚至连他自己都相信 是他的电话起了作用 难道是自己叔叔 在地下世界的话语权变高了 想到这里 李强不由得挺了挺胸膛 无比傲然地说道 没事 婉清 区区小事 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赵兰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嘖嘖 李少就李少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系 连行家都要给面子 这面子实在是太大了 以后 我们穆家就要多多靠李少了 穆飞也点头道 是啊 李哥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你比那夜神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几人对着李强 就是一顿夸赞 这把李强 自己都夸得有点飘了 他内心暗暗想到 回头一定要问问他二叔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排面了 要是他二叔真混得 能和行家相当了 那未来 他李强岂不是可以 在云城横着走了 夜神对于几人的自我想象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他待了一会之后 就觉得这个寿宴无趣的狠 打算直接回去了 刚走到门口 身后却传来赵兰嘲讽的声音 怎么 小白脸夜神又被抛弃了 不是很会吃软饭吗 骆大小姐不要你了 穆飞呵呵一笑 说道 人家骆大小姐什么身份 他真以为能看上他 你看他那样子 哪一点配得上人家骆大小姐 夜神眉头一皱 淡淡的说道 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配不配得上落青秋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穆飞闻言顿时怒吃刀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夜神 你还真是不知所谓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我们 你早就被打成狗了 夜神一愣 不知道穆飞到底在说什么 他冷冷地说道 呵呵 我被打 我看你们还真是自以为是啊 穆飞道 难道不是 难道你不知道 刚刚行风为什么要给你下跪 你真以为是怕你吗 夜神冷笑一声 说道 当然是怕我 不然你以为呢 哈哈哈哈 穆飞不由地大笑起来 怕你 你真是太搞笑了 我告诉你吧 你真正的救命恩人 就是李哥 要不是他 你今天怕是很难走出这里了 救命恩人 什么鬼 夜神满脸不屑地扫了一眼 傲然的李强 哪门子的救命恩人 凭李强 配吗 神经病 夜神觉得穆飞 简直不可理喻 骂了一句 转身就要走 这下 直接让穆飞等人都愤怒了 在他们看来 夜神能够安然无恙地走出这里 全靠李强的关系 否则夜神的下场绝对非常凄惨 夜神不懂感恩也罢 竟然还骂人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穆婉晴也有些生气 直接叫住夜神 说道 夜神 你难道不应该和李少说句谢谢吗 夜神不耐烦地怒道 真是笑话 我凭什么要谢他 穆婉晴被夜神的态度给气到了 说道 凭什么 你知道 行风刚刚明明是找你报仇的 为什么又要和你下跪道歉吗 是因为李少给他叔叔打了个电话 走了关系 才保住了你 就凭这一点 难道不值得你一句谢谢 夜神猛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穆婉晴 行风会给夜神下跪道歉 那是因为他老爹行政雄 看到夜神都得拜上一拜 李强的叔叔散哪根葱 这李强的脸皮 简直宛若城墙一般厚了 竟然连这种事情 都敢当成自己的功劳 夜神痴笑一声 道 李强 他叔叔 算什么东西 给我提鞋都不配 还保我 这简直就是 我听到最大的笑话 这话一出 赵兰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了 指着夜神就骂道 没良心 你真是太没良心了 亏得李少还救了你 早知道你这么混蛋 就该让你被别人打死 穆婉也比一道 就是 就挑狗都知道摇尾巴 你简直连挑狗都不如 不要脸 夜神眯着眼睛 冷冷地嘲讽道 到底是谁不要脸 行风会给我下跪 那是因为他老子见了我 都得李让三分 喊我去夜少 你们也不看看 李强算什么玩意 李强不甘示弱地怒道 夜神 你什么意思 真是搞笑 还给你李让三分 你知道行风的爸爸是谁吗 那可是大佬行政雄 你这脸皮还不是一般的厚 本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不敢恩就算了 还到处乱咬人 夜神冷声道 哦 是吗 你救的我 你有什么本事救我 李强微微一愣 硬着头皮说道 我当然是打电话给我叔叔 肯定是我叔叔和行政雄通过电话 才让行风给你道歉的 夜神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你叔叔真是好大的面子 竟然能让行政雄 不要行家的脸面 都要给我下跪 如果真是这样 你李家还能混成这副鸟样吗 李强被夜神说的 脸色都憋得通红 这件事 他内心也有些狐疑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叔叔 的确没有这个本事 可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目飞却插嘴道 说不定是人家行家 欠了李少叔叔的人情呢 李强顿时大声说道 没错 那行风连骆青秋的面子都不给 难不成还会给你这个废物面子 肯定是我叔叔的关系 夜神嗤笑一声 说道 哼哼 真是太不要脸了 穆婉青眉头一皱 说道 夜神 我作证 刚刚李少的确给他叔叔打电话求救 然后行风立马就换了态度 其实也很好证明 李少 你直接给你叔叔打的电话 一问便知 李强文言顿时傻眼了 还得去求证 这不是开玩笑吗 李强顿时有些犹豫了 夜神轻笑一声 嘲讽道 他恐怕不敢打这个电话吧 李家给行家提鞋都没资格 还能厚着脸皮 把这个功劳拒为己有 实在是可笑 赵兰文言生气地说道 李少 打就打 夜神就是不到黄河星不死 让他死得明明白白的 穆飞也说道 就是 现在就给你叔叔打 除了李少 还有别人有这个能力吗 绝对没有 李强顿时就被架在了风口浪尖 他犹犹豫豫地拿出手机 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说完 李强就直接拨打了他叔叔的电话 嘟嘟嘟很快 电话就接通了 八万 拜拜 碰 喂 强子 打电话对我干什么 我还在打麻将呢 电话那头传来李强叔叔的声音 李强犹豫了一会 说道 二叔 之前求你帮的事情 怎么样了 什么事 李强的二叔直接反问了一句 李强文言心跳都漏跳了一拍 说道 就是让你和行爷打个招呼的事情 李强的二叔说道 哦 我还没打呢 是什么事啊 李强说道 就是我一个朋友 得罪了行风少爷 想让你做个说客 啪哒噼里啪啦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一阵机灵狗碎的声音 随后传来李强二叔惊怒的叫声 什么 得罪了行大哨 是哪个朋友 你立刻和这个朋友划清界限 强子啊 别怪二叔没提醒你 我虽然和行爷见过几次 可在人家眼里 就是个马仔 行大哨爷 是你们能得罪的吗 要是你朋友得罪了行大哨 你就立刻和你朋友断绝关系 如果是你自己得罪了行大哨 就立刻去行家门口跪着 什么时候行大哨原谅你了 你就什么时候回来 嘟嘟嘟 李强的二叔说完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留下李强满脸的羞愧和尴尬 因为开的是免提 李强二叔的话 众人自然也听到了 赵兰等人面色一阵白一阵轻 之前他们笃定 就是李少的关系帮了叶辰 还想强迫叶辰给李少说谢谢 可现在 李少的二叔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而且听那口气 李强的二叔就是一个边缘人物 在行业面前根本说不上话 叶辰轻笑一声 嘲讽地看向李强 说道 听到了吗 还不快去行大哨面前跪着 不然 怕是你连李家都回不去了 李强脸色瞬间苍白 被叶辰直接对脸输出嘲讽 让他内心一阵憋屈 可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叶辰冷冷扫了李强一眼 随后看向沐婉晴 语气冰冷地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看中的男人 在我面前 简直和娄一样 我要踩死他 甚至不需要花费力气 沐婉晴 你的眼光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蜀木村光了 叶辰说完 转身就走出山庄 留下沐家几人脸色无比地尴尬 沐婉晴被叶辰的一句话 说得无地自容 蜀木村光吗 他双眼泛红 眼眶里泛起泪花 显得格外的委屈 他这么多年 一直努力在云城商界打拼 才让沐家从一无所有 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叶辰凭什么说他蜀木村光 他很想反驳 可今天的事情 却让他根本反驳不了 而且 沐婉晴内心也非常疑惑 之前因为巧合 他也以为是李强的关系发挥了作用 可现在才明白 摆平这件事的另有其人 那会是谁呢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够左右行家人的思想 难道叶辰真的有 他不了解的神秘身份吗 这可能吗 李强此时也是满脸通红 尴尬地看向沐婉晴 说道 婉晴 实在不好意思 我叔叔没有帮上忙 沐婉晴苦笑一声 这种事情 他也不能去怪李强 能帮已经是很不错了 沐婉晴摇摇头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赵兰却摆摆手 说道 好了 没帮上就没帮上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叶辰不也没事吗 沐妃也说道 人家还不稀罕 我们帮呢 他可会吃软饭了 说不定又帮上了 哪个富婆呢 几人只能自我安慰一番 此时 叶辰却已经回到了家里 却发现沐婉晴雪不在家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了 沐婉晴雪应该早已经下班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叶辰拿出手机 拨通了沐婉晴雪的电话 未电话那头 传来沐婉晴雪的声音 姐夫 什么事 你在哪里 怎么还没回来 叶辰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再和朋友在外面聚会呢 怎么 姐夫你要来接我吗 沐婉晴雪笑着问道 地址发给我 我去接你 你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这么晚不安全 叶辰说完就挂了电话 拿起一件外套 就出了家门 很快 沐婉晴雪就发来了地址 云城至尊会所 叶辰眉头微微一皱 沐婉雪一个小女孩 怎么会去这种会所聚会 她直接打了一辆车 赶去了至尊会所 与此同时 至尊会所包厢内 一群人正在包厢内喝酒 沐婉雪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这次聚会 其实她是不太想来的 不过 当初她离开沐家之后 就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 做着美容行业的生意 虽然她的公司 比不上姐姐沐婉晴的秦远公司 可想要发展起来 应酬本就是逃不过去的一关 说实话 沐婉雪之所以 一直很羡慕姐姐沐婉晴 就是因为 沐婉晴不需要怎么努力 就可以在姐夫的语意下 快速发展 甚至 秦远集团从无到有 沐婉晴每天只知道埋头工作 根本不用去应酬 那些订单 仿佛只需要随便洽谈一番 就能定下来 明眼人都清楚 做生意哪有不应酬的 沐婉晴不用应酬 是因为姐夫叶晨 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 全部一一消除了 偏偏沐婉晴 还觉得是自己的功劳 就在这时 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男子 走了过来 他端着一杯红酒 对着沐婉雪笑道 秦雪 第一次喝酒 我敬你一杯 希望以后我们之间 能够有合作啊 沐秦雪礼貌地点点头 说道 周少客气了 应该是我敬你 我先干为敬 说完 沐秦雪直接将酒一口闷了 喝完之后 沐秦雪就觉得有些上头 不过还是强忍着难受的感觉 对男子笑了笑 周少不由地大笑起来 好 好爽 海亮 像秦雪你这样又漂亮 又干脆的美女 可真是太少见了 周少 名叫周玉坤 云城周家的大少爷 周家是做投资的 家底丰厚 基本上在云城商界混的 都想要巴结周玉坤 毕竟 这年头 一个公司想要发展 自然离不开融资 而周玉坤凭借着周家的人脉和权势 最稀罕的就是参加各种聚会 在聚会上 借着投资的名义辽媚 还别说 这年头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仗着周家的权势 周玉坤可以说是一聊一个准 几乎没有任何美女 能够抵挡金钱的攻势 在周玉坤看来 拿下一个女人 很简单 砸钱就行了 如果不行 那就是钱砸得不够多 这次 周玉坤一眼 就看中了沐晴雪 沐晴雪不仅长得美若天仙 而且身材非常棒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淡淡的出尘气息 和普通的胭脂俗粉相比 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周玉坤并没有多说话 他很清楚 想要追求一个女人 太过激进 反而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和警惕 所以 敬完一杯酒之后 他夸赞了一句 便转身走开 不过却和人群中几个男子 都使了个眼色 很快 这些男子都纷纷站起来 沐总 酒养大名啊 我是欧美来的总经理 我们可是同行 以后可要加强交流合作啊 来敬你一杯 沐总 我也敬你一杯 沐总很高兴认识你 能结交 你这样漂亮的女总裁 是我的荣幸啊 沐晴雪面对一杯接一杯的敬酒 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接连着喝了三杯 而这些敬酒的男子 也都非常自觉 不仅非常有风度 而且根本不会多和沐晴雪交流 不管是谁 都会认为这就是普通的敬酒 可周玉坤看到这一幕 嘴角却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就是他对付女人最常用的招数 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 就能将沐晴雪灌醉 只要沐晴雪喝醉了 然后待会酒店 等第二天醒来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一切事情都能推脱给酒后行为 再加上到时候 以周家的名义 给点投资 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掩气息鼓 甚至不少女人 还会甘愿成为 他周玉坤的地下情人 在周玉坤看来 沐晴雪也逃不过这个下场 此时沐晴雪连续喝了几杯 虽然他酒量不错 可却还是有些上头了 而针对沐晴雪的行动 却还没停止 在周玉坤的眼神下 又有两个女人 走到沐晴雪的面前 笑道 沐总 我们可是喝过好几次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和你喝一杯 你们公司的产品我用过了 非常好 我打算明天就去你公司考察一下 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沐晴雪礼貌地笑道 苏总 明天你来 我亲自接待 苏总哈哈笑道 没问题 来我们干杯 沐晴雪犹豫了一下 说道 苏总 我有点喝不下了 我们随意一下可以吗 不然等会我喝醉 可就出丑了 苏总笑道 哎 喝酒就要尽兴 哪有随意的道理 大家说是不是啊 包厢内众人都纷纷点头 是啊 沐总可是海量 今天大家高兴 都要尽兴 没错 不就喝醉吗 我们一醉方休 放心 沐总你要是喝醉了 我亲自送你回去 沐晴雪在众人的起哄下 无奈又连续喝了两杯 这两杯一下度 顿时就感到一阵晕血 想要呕吐 幸好忍住了 看到这一幕 周玉坤缓步站了起来 走到沐晴雪面前笑道 沐总 我敬你一杯 沐晴雪摆摆手 说道 不好意思周少 实在不能喝了 我感觉头好晕 周玉坤却得寸进尺 笑道 哎 哪有什么不能喝的 怎么 你是不给我面子 看不起我周玉坤 沐晴雪摇头道 不是 怎么会呢 我是真的喝不下了 周玉坤故作生气的说道 哎 还说不是看不起我 连一杯酒都不喝 看来 我周玉坤没有这个面子 众人也都纷纷劝说起来 沐总 这可是周少 我们云城的公司 想要投资 可都得靠周少 你这杯酒不喝 可说不过去啊 是啊 说不定这一杯酒 就能换来周家几百万的投资呢 就这一杯 多少也得意思一下 沐晴雪小脸通红 在众人的怂恿下 只能无奈地端起酒杯 周玉坤眼神中透出一丝贪婪 他已经看出来 沐晴雪差不多了 再多灌他几杯 今晚就可以任由他摆布了 然而 就在沐晴雪要喝下这杯酒的时候 一只大手忽然抓住了沐晴雪的手 将杯子抢了过来 来人正是叶晨 他面色冷俊地说道 不好意思 这辈子他不喝 叶晨的突然出现 让包厢内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其实 能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人 全都知道周玉坤的想法 周玉坤想要得到沐晴雪 他们就是来助攻的 毕竟 在云城混 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小商人 不敢得罪周玉坤 甚至还巴不得能够攀上周玉坤 要是混得熟了 说不定就能得到周家的大额头姿 其中一个周玉坤的狗腿子 立刻就跳了出来 瞪着叶晨 怒道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赶来我们这里指手画脚的 叶晨淡淡地说道 我是他姐夫 他喝多了 不能再喝了 沐晴雪此时也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晨 说道 姐夫 你来了呀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姐夫叶晨 周玉坤被叶晨搅乱了好事 也不动声色地退后一步 笑道 原来是秦雪的姐夫啊 来得正好 一起喝一杯吧 叶晨摆摆手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要走了 周玉坤脸色冷了下来 说道 这是不给我面子 大家都是在云城混的 秦雪 你最近不是在找投资吗 我们不如洽谈一下 沐晴雪文言 看了一眼叶晨 说道 姐夫 要不再做一会吧 沐晴雪自从自己创办公司以来 一直都不温不火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聚会 其实就是想要让自己的公司 更好的发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叶晨见沐晴雪这么说 也没多说什么 不过还好 叶晨的出现 倒是让周玉坤 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了 周玉坤拿过一杯酒 对着叶晨挑挑眉 笑道 叶晨是吧 来我敬你一杯 对你 我可是酒仰大名啊 叶晨眉头微微一皱 道 你认识我 周玉坤轻笑一声 说道 我当然知道 云城有名的软饭男 入赘到了沐家 没想到沐家发家之后 却把你给踢了 这件事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还听说 沐家正在给沐婉晴 到处物色男人 说实话 混成你这样 实在是给男人丢脸啊 这话一触 包厢内的所有人 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哈哈 叶晨淡然地坐在原地 并没有动气 反倒是沐晴雪 有些生气地说道 周玉坤 你从哪里听来的 这些胡说八道 周玉坤连忙 故作抱歉地说道 哎呀 叶晨 我可不是针对你啊 实在是你的前岳母大人 到处都在宣传这件事 我就算不想知道这件事 也难啊 说实话 你现在在云城商圈 还是小有名气的 不过这个名气不太好就是了 其他几人也都纷纷笑了起来 男人吗 没办法 自己没本事 只能依靠女人 最后被人甩了 也是正常的 那是自然 也不是 谁都能像周少这样厉害的 叶晨 要不你 还是给我们周少敬几杯酒 和他讨教一下 怎么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是 沐晴雪听出这些人 话里话外的嘲讽 顿时有些生气地想要反驳 可还没站起来 去被叶晨拉住 吃一目清雪 不用和这些人计较 看到叶晨的动作 周玉坤等人的眼神中 更是升起一丝蔑视 连自己被人嘲讽了 都不敢回呛 果然叶晨和传闻中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无比地吻合 就在包厢内众人聊天的时候 忽然 包厢门被人推开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众人看到来人 都不由得一愣 这人大家都认识 是他们商圈的同行 也是做美容行业的 他旁边站着他的女朋友 两人的情绪不太高 周玉坤看了一眼男子 笑道 廖总 你怎么来迟了 可要罚酒啊 男子叫廖宇 他有些闷地坐在一旁 而他的女朋友张玉 却非常生气地说道 周少 你不知道 真是气死我们了 刚刚在外面遇到了一个混混 喝多了酒 就拍了我的屁股 廖宇和他理论 没想到对方很嚣张 还把我们两个都打了一顿 真是气死了 什么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连忙凑过来 都在询问廖宇有没有受伤 不过却没有人打算出头 毕竟大家不过都是同行 平日里关系又没有特别近 谁也不愿意给这种事情出头 周玉坤眉头微微一皱 倒是也没说话 张玉却看了一眼周玉坤 说道 周少 这委屈我吞不下 你帮我们出头呗 廖宇看了过来 蹬了一眼张玉 说道 小玉 别胡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别为难周少 周玉坤本就喝了点酒 他自认为自己在云城非常吃得开 而且今天更是他组的局 他邀请来的人被打了 他自然不能不管 而且 他也想要在沐清雪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周玉坤顿时一拍桌子 怒道 草 谁敢欺负我周玉坤的兄弟 真是不要命了 他们在哪里 我现在就给你们出头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吹捧起来 还是周少靠得住啊 这种事情 周少要是出名 欺负你们的那些混混 恐怕会吓得跪在地上 就是 他们在哪里 有周少出头 我们也出点力 我们人也不守 就算要打架 也不怕 就是 在周玉坤的挑动下 众人都显得义愤填膺起来 一个个似乎都巴不得 撸起袖子就要干架 然而 还没等他们找过去 包厢的门再次被人踢开 四五个人冲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光头 他旁边一个小弟 一冲进来就指着张玉 笑道 大哥 你看 就是那妞 那屁股 那脾气 真是太棒了 光头环顾四周 目光停留在沐清雪 等几个女人身上 不由的眼睛一亮 笑道 哈哈 不错 没想到有这么多漂亮妞 有点意思 周玉坤眉头一皱 直接走上前 怒道 你们他妈的是谁 不想活了吗 敢在我面前闹事 周玉坤看到对方 才四五个人 根本没有在怕的 毕竟包厢里他们男的 就有七八个了 就算打起来也不吃亏 而且他周玉坤在云城 还是有点势力的 根本不惧几个混混 张玉看到这几个人 连忙凑到周玉坤面前 说道 周少 就是 他刚刚打我的合料语 周玉坤瞪着眼前的混混 怒道 草 是你打我的兄弟吗 几个混混似乎是喝多了 左摇右摆的笑道 是我们打的怎么了 你给老子滚开 我要和里面的美女喝酒 快滚 围手的光头 直接将周玉坤一推 周玉坤哪里受得了 这个窝囊气 他顿时暴怒的一脚 直接踢在了光头的身上 光头直接被周玉坤 给踢得倒退几步 跌倒在地 几个混混看到这一幕 顿时酒醒了一半 怒道 周玉坤也不甘示弱 一招手说道 兄弟们 怕他们的鸟 给我打 打死我负责 有周玉坤这句话 包厢那几个男人 都一起冲了过去 对着几个混混 就是拳打脚踢 这几个混混虽然狂 可毕竟人少 加上他们 喝了不少的酒 连站都站不太稳 打架自然是要吃大亏 几个混混在包厢内 就被一顿胖揍 打得他们狼狈逃串 光头握着流血的头部 恶狠狠地盯着周玉坤 别走 周玉坤吃笑一声 道 草 老子还怕你 在云城 我周玉坤还没怕过谁 将这群混混赶走之后 众人又若无其事地喝酒 众人将周玉坤围在中间 不停地拍马屁 张玉端起酒杯 笑道 还是周少有实力 感谢周少给我们出头 这杯酒我敬你 这口气出得真是太爽了 廖宇也举起酒杯说道 以后 我们就跟着周少混了 周玉坤被几人的马屁 拍得飘飘然 不由地笑了笑 说道 区区几个混混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云城混 靠的就是势力 我周家虽然不是什么顶级世家 可在云城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面子的 叶晨看着一群人在吹牛逼 不由地叹了口气 刚才那个光头 显然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 叶晨能看得出来 那光头虽然身材微胖 可手臂和腰间都有刀伤 显然是经常打架都欧的主 要不是他们喝多了 刚刚周玉坤几人 未必能打得过 叶晨开口道 那个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不然董回人家找上门 我怕你们顶不住 叶晨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 顿时成为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胆小鬼 有周少在 你怕什么 就是 刚刚我们都上了 就你没上 不愧是吃软饭的主 作为一个男人 连一点血性都没有 做什么男人 你要是怕 就先走 我们有周少撑腰 怕他们的鸟 有种他们就来 老子好久没打架了 他们敢来 我打死他们 周玉坤也嘲讽地看了一眼叶晨 说道 我说秦雪 你这姐夫不怎么样吗 难怪你姐要和她离婚 我劝你还是少和她走这么近 选男人 可不能选这么窝囊的人 张玉显然和沐晴雪很熟 她走到沐晴雪身边 说道 晴雪 周少说得对 选男人别任性 叶晨是你姐都不要的货色 你最好和她保持距离 你看看 周少就不错 家事好 为人仗义 又有钱有势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沐晴雪尴尬一笑 白首说道 那个 我暂时还没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 叶晨说得对 这要是人家再来找麻烦的话 沐晴雪还没说完 周玉昆就直接一摆手 说道 放心 他们要是来 看我怎么弄死他 男人 该展现实力的时候 就不能怂 周玉昆的话音一落 碰 包厢门就被人一脚狠狠地踹开 下一刻 刚刚还满脸傲气的周玉昆等人 瞬间傻眼了 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光头 带着几十个人冲了进来 这一下 就连周玉昆都不由得额头渗出冷汗 他没有想到 光头一个混混 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叫来这么多人 光头此刻酒醒了大半 他眼神冰冷地扫过众人 说道 马的 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 现在都怂了 刚刚谁打老子 给我站出来 这一下 众人都不由地瑟瑟发抖起来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混混 刚刚他们的豪言 瞬间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此时 众人心中唯一能够救他们的 就是周玉昆 廖宇连忙小声地说道 周少 现在该怎么办 周玉昆故作镇定 他傲然地走上前 直接走到光头面前 说道 刚刚是我打的你 怎么 叫这么多人来 是要吓唬我 光头怒道 草 你小子还挺狂啊 周玉昆轻哼一声 说道 我劝你 最好别对我指手画脚 老子叫周玉昆 云城周家的大少爷 我爸周四海 和这里的九爷很熟 你动我试试 周玉昆自爆家门 当然他担心 摆出自己周家大少的名号不够用 想起至尊会所的老板是九爷 而他的老爸曾经说过 在某个酒会上 和九爷攀谈过 直接摆出九爷的名号 对付这些混混 肯定更有用 果然 光头被周玉昆的话吓了一跳 整个人不由地拱着身子 问道 你爸认识九爷 听到这一句话 周玉昆就知道 肯定是九爷的名号 将眼前这个光头给震住了 周玉昆更是嚣张地说道 那当然认识 我爸和九爷可是好兄弟 现在 你还敢动我吗 光头双眼一瞇 语气冰冷地说道 既然是九爷的朋友 那我自然不敢动 听到这句话 包厢内的众人 都不由地崇拜地看着周少 心中更是坚定了 以后一定要和周玉昆打好关系 什么叫人脉 这么多混混来找麻烦 人家周少一句话 就能吓坏这群混混 这便是实例 然而 众人还没高兴多久 忽然这群混混 自动地朝着两边 让开了道路 一个中年男子 缓步走了进来 那些混混看到 这个中年男子 都显得非常恭敬 纷纷攻身 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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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周玉昆等人彻底地震惊了 刚刚周玉昆 还借着九爷的名号评示 没想到九爷竟然亲自来了 那可是九爷啊 在云城绝对是 如雷惯耳的存在啊 周玉昆心中一惊 额头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 周玉昆此刻内心已经恐惧到极点 他将九爷搬出来 是想吓唬光头 谁能想到 人家九爷亲自来了 九爷是谁 那可是至尊会所的老板 在整个云城 都非常具有权势的人 是谁在我的地盘闹事 九爷面色冷峻地走了过来 他浑身散发出一种上位者的气息 让人感到无比的胆寒 对于九爷 在座的人可都是如雷惯耳 他们不过都是 做生意的人 哪里敢和九爷 这等人物较劲 刚刚还非常嚣张的众人 都不由地退了几步 让周玉昆顶在前面 毕竟 现在只有周玉昆 能够救他们了 周玉昆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九爷 没想到你也来了 误会 就是一个误会 误会 九爷眼神一冷 说道 我兄弟被打了 你确定是误会 兄弟 那个光头是九爷的兄弟 这话一出 周玉昆整个人都不由得 一阵头皮发麻 他尴尬一笑 说道 九爷 我们和这位光头兄 就是半嘴几句 大家都是兄弟 大水冲了龙王庙 九爷给个面 周玉昆的话还没说完 九爷直接仰手 啪的一声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周玉昆脸上 九爷温怒地喝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认识你吗 凭什么要给你面子 周玉昆 被九爷一巴掌 打得晕头转向 可却敢怒不敢言 他连忙开口道 九爷 我是周玉昆 我爸是周家周雄 周雄 九爷脸上出现一丝不屑 说道 你是周雄的儿子 听到这样被问 周玉昆顿时有了底气 他恭声微笑道 是啊 我是周雄的儿子 我爸经常提起九爷 说九爷是他的好兄弟 好兄弟 九爷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语气冰冷地说道 周雄也配和我称兄道弟 你让他自己来说说 当我的一条狗 或许还有资格 听到这话 周玉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周家在云城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世家 可在人家九爷眼中 竟然只能当条狗 周玉昆完全高估了 他老爹在云城的影响力 而周围的刚刚嚣张跋扈的各位同行 此刻也全都冒出了逗大的冷汗 他们一直寄希望的周玉昆 此刻却彻底地被嘲讽了 光头此时直接走到周玉昆面前 一脚踢在周玉昆小腹上 砰 周玉昆直接被一脚踢地倒飞出去 光头冷笑道 小子 刚刚不是很狂吗 不是敢打我吗 难道不知道九爷是我姐夫 我曹你大爷的 看老子今天怎么露你们 周玉昆此刻哪里还有半点傲气 全躯在地上不停地哀嚎 光头丝毫不惯着 他扫过瑟瑟发抖的众人 语气霸道的喝道 来来来 马的 你们这些狗东西 全都给老子跪下 跪成一排 谁他妈敢不跪 老子打断你们的腿 顿时 几个混混都冲了上来 操 光头哥叫你跪下 没听到吗 给老子跪 别逼我动手 别别别 我跪 我跪 九爷 求求你饶命啊 都是周玉昆让我们动手的 我们要是知道 你们是九爷的人 打死我们 也不敢动手啊 啊 别打我 我跪 在几个混混的呵斥下 包厢内的那些同行 全部都乖乖的跪成了一排 唯独坐在角落里 一直没说话的夜晨和沐清雪 两人还坐着 此时 沐清雪也非常害怕 他紧紧地握着夜晨的手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光头也注意到了夜晨两人 他手指一指 对着夜晨怒骂道 草 你们两个耳朵聋了吗 让你们过来跪下 竟然还敢坐着 当我的话是放屁吗 在光头怒骂声中 夜晨却依旧无动于衷 这下 光头彻底地怒了 他快步走到夜晨面前 吼道 小子 你是不是找死 夜晨语气淡然地开口 你要怎么对他们我不管 但是别来招惹我 记住 别惹我 听到夜晨的话 那些跪在地上的同行们 一个个心中都觉得夜晨是在装逼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激怒光头 他可是九爷的人 对于这群自私的人来说 他们才不会管夜晨的死活 只是怕被夜晨连累 夜晨 你疯了吗 九爷在这里 你还敢这样说话 快点过来跪好 就是 你要装逼 别连累我们 我们给光头哥和九爷跪下道个歉 应该就没事了 你别犯傻 真的惹怒了九爷 我们恐怕连这个大门都出不去 沐清雪 还不炫却你姐夫 看到这群跪在地上的人 沐清雪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他虽然也很害怕 可让他下跪他真的做不到 他撇开头 坚定地和夜晨站在一起 光头此刻彻底地暴怒了 他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人敢违逆他的话 一时间暴怒地吼道 很好 小子 你有种 你叫夜晨是吧 老子今天就拿你开刀 还有你身边这个女人长得不错 等老子弄死你之后 再好好玩玩 你的女人 光头一招手 顿时几个混混就冲了过来 光头大声道 兄弟们 这小子够狂 一起上给我弄死这小给犊子 今天他要是能走出这个包厢 老子光头跺下来 站在一边的九爷 本来是想让光头自己动手的 因为站在门口 他并没有看清楚夜晨的脸 只是 听到夜晨两个字 他不由得眉头一皱 这个名字 他在哪里听过 他仔细地回想了片刻 忽然仿佛是想到什么一般 整个人感到一股冷汗 从背后冒出来 这个夜晨 难道是行爷口中那个绝对不能招惹的人 不会这样巧吧 难道是同名同姓 九爷之所以能在云城混得开 其实主要就是他很早的时候 是和行政熊混的 时间长了 他就成了行政熊手下的得力助手 就在今天 行政熊不知道是有什么喜事 显得很开心 还请来手下的兄弟 一起喝了一顿酒 席间 行政熊就说起了夜晨这个名字 还拿出照片给众人看过 特意叮嘱 遇到夜晨 绝对不能有任何不敬 一开始 九爷也没当回事 毕竟连行爷都不敢得罪的人 他怎么可能轻易遇到 可现在 他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夜晨这个名字 看着即将要围攻夜晨的光头等人 九爷惊怒得大吼一声 光头 你他妈给老子住手 因为包厢内比较昏暗 看不清夜晨的脸 九爷有些惊恐地走向夜晨 众人并没看到九爷的神情 还以为是因为夜晨太嚣张 所以九爷要亲自对付夜晨 周玉坤等人跪在地上 低着头 心中却无比的得意 夜晨这么狂 现在九爷亲自出手 那夜晨还怎么火 他死定了 说实话 周玉坤也清楚 他们虽然打了光头 可毕竟这是在至尊会所里面 只要不和九爷对着干 他们跪着认个错 大不了让光头打一顿回来 最后再花点钱 就能解决这件事 可要是和九爷对着干 那别说下跪 就算花再多的钱 也比不上九爷的面子 光头更是嚣张地看着夜晨 冷笑道 哼 小子 你继续狂 九爷亲自动手 你死定了 在云城赶得罪我们九爷的人 还没出声呢 此时 九爷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也听不到 只是小心翼翼地 朝着夜晨的脸看了过去 正好 一道灯光照射在夜晨的脸上 看到夜晨似笑非笑的脸 九爷的脑子 就像是被五雷轰顶一般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九爷是要亲自 对夜晨动手的时候 九爷却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夜晨面前 什么情况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九爷竟然跪下了 这是什么情况 九爷什么身份 那可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谁有这个资格 让九爷跪下 光头还以为 九爷是不小心摔倒了 他连忙上去搀扶 说道 九爷 您没事吧 怎么跪下了 那小子哪里承受的 骑你下跪 放心 等会我就弄死他 九爷听到额头冒出冷汗 用力将光头的手 狠狠地甩开 怒道 滚 都滚到后面去跪着 没有夜晨的允许 谁都不准站起来 什么 夜晨 这是在称呼夜晨吗 光头傻眼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夜晨 不明白夜晨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让九爷这么害怕 可他不敢问 也不敢反驳 只能连忙跪在后面 周玉坤等人也傻眼了 原本夜晨在他眼里 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 他随手可以弄死的存在 现在却发现 夜晨恐怕有着他 无法想象的身份 整个包厢内 除了夜晨和沐清雪之外 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夜晨淡淡地看了一眼九爷 问道 你见过我 九爷慌乱地磕头 说道 夜晨 我没有见过您 不过我老大给我看过您的相片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夜晨 手下人不懂事 得罪了夜晨 我该死 真的该死 只要能让夜晨消气 您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夜晨冷冷地问道 你老大 是谁 九爷连忙说道 我老大是刑业 夜晨顿时了然了 原来是行政雄的人 难怪会认出他来 看来自从行风得罪夜晨下跪道歉之后 行政雄就长了心眼 让手下人都认准了夜晨的样子 一旦遇到夜晨 千万不敢得罪 这行政雄 还真有点破裂 夜晨没有将行政雄当回事 可周玉坤等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彻底的恐惧了 他们已经足够高估夜晨的身份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 夜晨竟然还和行爷有关系 在他们这些人的圈子里 九爷就已经是不能招惹的存在了 而行爷更是神一般的人物 那可是云城整个地下世界的掌权者 就连这样的人 都对夜晨要礼让三分 那夜晨究竟是何等强大的身份啊 夜晨将眼神扫向光头 其实以夜晨的身份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让他放在眼里 不过就是一群不入流的人 产生了纷争 无论是光头被打也好 还是周玉坤被打夜霸 这和夜晨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可刚刚光头不仅对沐清雪出言不逊 甚至言语之间还带着轻浮 这是夜晨不能忍受的 夜晨淡淡地说道 光头 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光头顿时吓得连连磕头 这可是连九爷都得下跪 行爷亲自交代 不能得罪的人啊 光头哪里还敢嚣张 用手不停地扇着自己的巴掌 我错了 我哪里都错了 我不该得罪夜晨 我该死 我该死 夜晨缓缓地站起来 牵起沐清雪的手 说道 我们走吧 沐清雪点点头 跟着夜晨往外走去 走到光头身边的时候 夜晨停下脚步 用手轻轻地覆盖在光头的头上 语气淡然地说道 看来 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记住 下辈子注意点 说着 夜晨轻轻拍了拍光头的脑袋 就往外走去 知道夜晨的身影 消失在包厢门口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夜晨脾气还是很好的 不过他说的 下辈子是什么意思 众人都觉得有些奇怪 可在看向光头 众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此时的光头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蹊跷流血 双眼无神 双手下垂 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什么 看到这一幕 别说是周一坤等人 就连见多石膀的九爷 也忍不住吓了一跳 夜晨只是轻轻 拍了拍光头的脑袋 就这样轻描淡写的 要了光头的命 这是什么恐怖的手段 太可怕了吧 九爷此刻已经感到自己浑身 忍不住疯狂的颤抖起来 他无比的后怕 同时也庆幸 幸好他及时认出了夜晨 否则 今天晚上 死的恐怕就是 他自己了 而更恐惧的 反而是周一坤 他脑子一片空白 双腿之间 更是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散发出来 没错 他吓尿了 这光头只是对着沐晴雪 说了几句下流的话 就被夜晨杀了 可他却追求沐晴雪 那夜晨会怎么对待他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因为过于恐惧 周一坤竟然被吓得 直接晕厥过去 整个包厢内 没有一个人能够平静下来 而此时 夜晨拉着沐晴雪 已经走出了至尊会所 看着依旧处在震惊中的沐晴雪 夜晨淡淡地说道 以后 像这种聚会少来 实在要来 记得叫上我 沐晴雪羞涩地点点头 什么是男人 这才是真男人 恐怕这世界上 绝对找不到 比夜晨更加让人着迷的男人了吧 沐晴雪实在想不通 自己姐姐沐婉晴 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失去夜晨这样的男人 恐怕会后悔一辈子吧 我知道了 姐夫 沐晴雪嘻嘻一笑 乖巧地说道 嗯 走吧 回家 夜晨笑了笑 说道 沐晴雪却并不想回家 不知道为什么 她非常享受夜晨 带给她的安全感 可惜 在她心里 虽然夜晨和沐婉晴离婚了 可却始终是她的姐夫 沐晴雪看了一眼夜晨 说道 姐夫 我不想回家 夜晨道 不回家 这个点还能去干什么 沐晴雪笑道 我想去买几件衣服 你陪我去呗 夜晨笑道 行 正好没事 也睡不着 沐晴雪文言 高兴地跳起来 笑道 太好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能够缓解内心紧张和不安的行为 那绝对就是逛街买东西 就比如买衣服 很多女人就喜欢逛几个小时 什么都不买 也开心 两人没有回家 直接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大商场里面 这个商场装修还不错 里面的大牌不少 沐晴雪带着夜晨走进一家品牌店 夜晨 这件衣服 我穿着好看吗 沐晴雪从十一间走出来 不得不说 沐晴雪长得非常漂亮 身材凹凸有致 虽然她和姐姐沐婉晴很神似 都是那种难得一见的大美女 可两人的气质截然不同 沐婉晴身上 有一种冷傲的气质 而沐晴雪身上 却带着一种邻家女 还清爽的气质 夜晨上下打量了一番 笑道 你这身材这么好 简直就是衣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沐晴雪被夜晨夸奖 整个人显得非常高兴 连忙对导姑说道 这件我要了 刚刚我试的 那两件也要了 从店里出来 沐晴雪又笑着说道 姐夫 我还缺个包 给你个机会 送我一个包包怎么样 夜晨哈哈一笑 说道 可以 你随便选 沐晴雪惊讶到 随便选 那我可要名牌包包 夜晨丝毫没有压力的点点头 两人来到 一间名牌包包店 这家店里人不多 只有一男一女 正在选购包包 男人年约四十来岁 身材肥胖 梳着油头 而他旁边的女人 却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 打扮得格外妖艳 身上的那种刺鼻的香水味道 让人闻着都难受 沐晴雪来到柜台 看上了一块红色的包包 问道 服务员 这款包多少钱 导购一看 连忙笑道 您好这位小姐 这款包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品 您的眼光真好 这是限量款 整个云城只有这一个 价格是七万八 沐晴雪一愣 这个价格还真是贵啊 一个包要七八万 这对于沐晴雪来说 也已经超出了承受的能力 自从沐晴雪离开沐家之后 就自己创办了公司 虽然公司一直在盈利 可想要将公司做大 就必须加大投资 所以沐晴雪平常也算是省吃俭用 基本上不可能买这个贵的包包 夜晨似乎看出了沐晴雪的犹豫 他笑道 你要是喜欢就包起来吧 沐晴雪刚要说话 刚刚那一男一女已经凑过来 那妖艳的女子 看到沐晴雪手中的包包 连忙说道 哇 老公 那个包包好好看 我好喜欢 能不能买给我 游逆男宠你一笑 说道 好 老公给你买 说完 游逆男直接看向沐晴雪 说道 美女 这个包我老婆看上了 你不买的话就放下 我要买 那个谁 这个包我要了 刷卡 沐晴雪眉头一皱 说道 你什么意思 我还没说我不要呢 妖艳女轻哼一声 说道 看了这么久都不买单 不就是买不起吗 没钱就别来专柜广 去买点盗版货 才更适合你 沐晴雪闻言 顿时气得不行 游逆男看着沐晴雪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他身边的女人 虽然也还可以 多少也算是个斑花级别的女人 可和沐晴雪一比起来 就显得胭脂俗粉了 游逆男轻笑一声 道 美女 你要是买不起 可以和叔叔说 晚上陪叔叔喝一杯 叔叔就把这个包买了 送给你 妖艳女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这可是她好不容易 掉上的冤大头 怎么能被人给抢走了 她顿时角楼造作的撒娇道 老公 你怎么能这样 有人家 陪你还不够吗 油腻男笑道 放心 不会少你的 我就喜欢一龙二凤的感觉 妖艳女文言 丝毫没有生气 只是嘟着嘴说道 那你可不能冷落了人家哦 听到两人的对话 慕婉卿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这简直就是 将无耻演绎到了极致 慕婉卿懒得理会这两人 直接看向导购说道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包包起来 我要买 妖艳女一听 顿时委屈地说道 老公你看她 都不让着我 油腻男轻哼一声 直接看了一眼导购 说道 这个包我要了 你听不懂吗 导购被吓了一跳 一时间不敢说话了 慕卿雪愤怒地说道 凭什么你说 你要了 就该卖给你 明明是我先看的 清笑一声道 在我徐志明眼里 就没有什么先来后到 只有钱才是一切 说完 油腻男威胁导购说道 这个包卖给他 还是卖给我们 你自己看着办 不过 你要是卖给他的话 今天我在这里 订的七个包 就要给我退了 导购顿时眼睛一亮 既然能做导购 眼睛肯定非常的毒辣 刚刚慕卿雪问价格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犹豫了 说明慕卿雪肯定不是 能随便买得起名牌包的土豪 而这个徐志明 却是这里的常客 三五天的就换女人 每次换女人 都会带到这里来买包包 简直就是店里的大客户 而且这次徐志明 更是一次性要买七个包 这对于导购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抽成 这样一对比 导购自然知道应该倾向谁 他看了一眼慕卿雪 说道 这位美女 不好意思 这个包其实已经被徐先生预定了 您还是看过其他的包包吧 这话一出 慕卿雪顿时怒了 被气得满脸通红 做生气 哪里有这样做的 还有没有一点契约精神了 这个包明明是他先说要买的 就因为别人在这里买的包更多 就可以抢 还有没有天理了 慕卿雪非常生气地看着导购 怒道 你什么意思 凭什么和这个包要卖给他们 明明是我先说要买的 还讲不讲道理了 导购撇开头 也不回话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继续 看到气急败坏的慕卿雪 妖艳女人呵呵一笑 说道 真是太天真了 这个世界不是将道理的事件 是诠释的事件 你光有道理 没有诠释 有什么用 徐志明也笑道 就是 也不打听打听 我徐志明是谁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从这里滚出去 你们信吗 慕卿雪刚想说话 叶晨却往前走了一步 淡淡地说道 我不信 徐志明眉头一皱 看向叶晨 语气森然地说道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知道老子是谁吗 滚到一边 当你的缩头乌龟 你的穷吊丝 叶晨眼神一冷 语气冷烈地说道 你好像很牛 徐志明被叶晨的语气激怒 可能平日里在外面嚣张惯了 他下意识地仰手 就要给叶晨一巴掌 然而 手刚刚仰起 叶晨眼神便一鸣 右手忽然探出 一把将徐志明的手腕抓住 随后一脚踢在徐志明的大肚子上 碰 徐志明整个人直接被踢得到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地上 这一幕 顿时让周围都安静了下来 妖艳女人惊恐地看着叶晨 怒道 小子 你完蛋了 你竟然敢打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叶晨缓步走过去 一脚踩在死胖子的脸上 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不管他是谁 立刻滚蛋 不然打断他的狗腿 徐志明躺在地上哀嚎 他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这么狂 不由地赶到一阵后怕 挣扎了一番之后 徐志明才从叶晨的脚下挣扎出来 在妖艳女人的搀扶下 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 走到门口 愤怒的徐志明 转头看向叶晨怒道 小子 得罪我的后果 叶晨凌厉的眼神扫过 徐志明顿时被吓得仓皇逃窜 叶晨没有理会逃走的徐志明 转头看向服务员 语气淡然地说道 给清雪道歉 导购被叶晨的眼神吓了一跳 不过心里更是心疼今天的损失 徐志明跑了 那等于他直接少了一大笔的提成 导购生气地说道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你害得我少了那么多的提成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很能打是吗 来啊 你打我啊 我一个女人 你打死我啊 叶晨眯着眼睛 语气森然地说道 我不打女人 导购文言顿时不屑一笑 既然不会被打 那就无所谓了 只是 他的笑容还没消失 叶晨就淡淡地说道 不过 我现在宣布 你被开除了 什么 开除 导购先是一愣 随后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是我老板吗 你说开除我就开除我 叶晨淡淡地说道 现在我不是你老板 不过很快就是了 因为我要买下 你这家店 导购文言并没有被吓到 反而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 是笑道 买下这家店 我没听错吧 叶晨淡淡地说道 你没听错 导购顿时爆发出一阵嘲讽的大笑 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从未见过你这么无知的人 装逼来错地方了吧 你知道我们这家店的价值吗 品牌授权就要几千万 加上囤货的价值 想要买下我们店 起码要一个亿 更何况 我们老板在全国几百家店 会看得上这点钱吗 在导购看来 叶晨就是那种 喜欢在女人面前装逼的屌丝 毕竟叶晨看上去还很年轻 而且导购的眼睛 可是非常毒的 像叶晨这样 身上穿的衣服 没有一件是名牌 手上也没有戴手表 甚至连车钥匙都没有的男人 怎么可能拿得出一个亿 叶晨语气淡然地说道 看不看得上是另外一回事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我要亲自和他谈 导购倾笑一声道 能不能别装逼了 我们老板可没空理你 你真要找 可以去云海集团的总裁 别说我们店 就连这个商场 都是云海集团的 有本事 你把商场给买下来啊 云海集团 叶晨眉头一皱 看到叶晨的样子 导购不由地嘲讽起来 没错 就是云海集团 怕了吧 还开除我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鸟样 叶晨冷冷地说道 很快你就会后悔的 说着 叶晨就直接掏出手机 给赵云海拨通了电话 导购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笑道 你装得还真相 还打电话 难不成你 还是给云海集团的 董事长打电话 年轻人 没事就好好工作 别整天在外面装 装得越多 打脸越狠 自己是什么货色 难道自己不清楚吗 嘟嘟嘟电话 很快就接通了 叶晨没有理会导购 只是淡淡地说道 赵云海 北城这家超商 是你的吗 开个价 我买了 赵云海此刻 正在集团开会 接到叶晨的电话 他顿时说道 叶晨 那商超的确是我的 不过叶晨想要 我直接送给您就行了 何必要买呢 您等着 我安排一下 立刻过去找您 挂了电话 叶晨拉着沐清雪说道 先坐一下 很快就会有人来处理 沐清雪有些担心地问道 姐夫 这是 会不会闹大了 而且 买下这个店 可要一亿呢 叶晨笑道 放心 不仅这个店 整个商场 今天过后都是我的 而且不用花钱 白送 听到叶晨的话 导购彻底的确定 叶晨就是在吹牛了 整个超商 起码得要几十个亿 白送给他 他以为自己是谁 与此同时 超商外面 一群人冲了进来 看到这些人 导购轻笑一声 说道 我看你真是不知所谓 为了装个逼 连死都不怕了 我看你没等到赵云海 恐怕就要被人打断腿了 导购的话音刚落 徐志明和那个妖艳的女人 带着一群人就冲了进来 随后妖艳女人指着叶晨就喊道 就是他 就是他打了明哥 徐志明带着一群混混冲了进来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棍棒 一个个气势汹汹 众人来到叶晨和沐清雪面前 将他们团团围住 徐志明眼神阴冷 嚣张地盯着叶晨 说道 小子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还敢打老子 现在你倒是来打我看看 你不知道 老子兄弟多吗 妖艳女人也是嘲讽到 就是 在云城还没有人赶不给明哥面子 你简直就是找死 后面的混混全都叫嚣起来 操 敢打我们明哥 不想活了吗 老子一棍子敲死你 马的 兄弟们 弄死他 导购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徐志明本身就有实力 现在还叫了这么多兄弟过来 叶晨这小子肯定会被打得很惨 导购嘲讽地笑道 明哥 这小子狂得很呢 他不仅打你 还说要买下整个商场 刚刚还装模作样地 打电话给云海集团的董事长呢 听到导购的徐志明不由地一愣 随后 便是哄堂大笑 妖艳女人笑得肚子都痛了 嘲讽道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还云海集团董事长 难道他不知道 我们明哥 就是云海集团的主管吗 徐志明鄙夷地看着叶晨 说道 小子 你还真是敢吹牛啊 还打电话给我们董事长 我们董事长是什么身份 会离你这种小人物 妖艳女人拍拍胸脯 说道 明哥 我们可得小心啊 等会这小子 说他认识云城首富洛明城 那我们 是不是得给他磕个头啊 徐志明哈哈笑道 牛吹谁不会 不过 今天不管他认识谁都没用 因为老子要打断他的腿 沐秦雪被这群人气的脸都憋红了 怒道 你们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朗朗乾坤 你们就敢聚众打人 难道不怕我报警吗 徐志明痴笑一声 道 报警 好啊 你倒是报给我看看 看是我先被抓紧去 还是你们先被打成残废 沐秦雪怒道 徐志明傲然地眼神扫过叶晨 语气森然地说道 当然 老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给老子跪下舔鞋子 然后你这小妞陪我睡几次 我保证 会给他留下一条小命 怎么样 叶晨眯着眼 语气淡然地说道 凭你也配 徐志明冷声道 小子 你说什么 你难道不怕死吗 叶晨呵呵一笑 不懈地说道 死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有资格说要让我死 在我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徐志明闻言顿时震怒了 他眼神灵力地狂怒道 草 真他妈的能装逼 兄弟们 别我上 弄死这狗东西 随着徐志明怒吼一声 身后早就跃跃欲试的那些混混 瞬间就朝着叶晨冲了过去 沐晴雪吓了一跳 他惊恐地喊道 姐夫 小心 快跑 你先跑去报警 叶晨面色平静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是将沐晴雪挡在身后 徐志明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狂笑起来 哈哈 小子 被吓傻了吧 还想跑 今天 我看你们是插翅南飞 此时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混混 已经狠狠地举起棍棒 朝着叶晨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这些混混都是在街头混的 打架斗殴那是常识 下手极狠 只要这一棍砸在叶晨的脑袋上 保证能让叶晨脑袋开瓢 然而 就在千军一发之间 一直没有动作的叶晨忽然动了 只见他身形微微一偏 混混的棍子就和他擦身而过 混混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 就感到小傅传来一阵剧痛 整个人轰的一声 倒飞出去 直接将身后的三个铜火 给砸得倒飞出去 什么 好恐怖的力量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然而叶晨已经没有给他们 任何的反应时间 他身形一闪 整个人宛如鬼魅一般 闯入混混群中 叶晨所到之处都只出一拳 每出一拳 就必然会有一个混混倒下 不过短短的一分钟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十几个混混 此刻全都倒在地上 每一个都全躯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场面瞬间变得无比寂静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什么鬼 这叶晨还是人吗 一个人打十几个 不仅一分钟内全部解决 甚至这么多混混 没有一个人能够碰到叶晨嘶吼 这怎么可能 徐志明此刻愣在原地 感到一阵头皮发紧发麻 双眼瞪大 那模样就像是被雷电劈中 双腿如筛康一般 忍不住疯狂的颤抖 这叶晨简直不是人 恐怖 实在是太恐怖了 刚刚还嚣张的妖艳女子和导购 两人都撇开头 忍不住退后了几步 仅仅叶晨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就足以让他们恐惧 此时 叶晨冰冷的眼神扫过徐志明 徐志明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整个人双腿一软 倒在地上 叶晨缓步走过去 徐志明恐惧地奋力往后爬去 惊恐万分地说道 你 你别过来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是云海集团的主管 我背后是整个云海集团 你要是敢动我 云海集团不会放过你的 叶晨语气冰冷地说道 云海集团算个毛 别说你只是一个主管 就算赵云海亲自来了 也就不了你 徐志明看着叶晨 惊怒万分 疯子 这就是一个疯子 竟然连云海集团都敢骂 他不要命了吗 就在这时 忽然 商场外面传来一阵车辆的摩擦声传来 一群人走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云海集团的董事长 赵云海 看到赵云海 徐志明就像是看到了救星 他疯狂地朝着赵云海爬去 大叫道 董事长 我是徐志明啊 云海集团的后卿主管 救我 救救我 这小子不仅打了我 还辱骂云海集团 还羞辱董事长您 千万不要放过他 徐志明早就知道 赵云海对于云海集团的名声 是非常重视的 他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 侮辱云海集团 徐志明直接一个添油加醋 只要让赵云海生气 那么叶晨就必死无疑 赵云海眉头一皱 却并没有说话 只是快步朝着 叶晨走了过去 看到赵云海朝着 叶晨走过去 徐志明再次燃起了希望 在他看来 像赵云海这等人物 要弄叶晨 简直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徐志明癫狂一般的大吼道 叶晨 你他妈的死定了 你不是说云海集团算个屁吗 现在我们董事长来了 你完蛋了 听到徐志明的话 妖艳女人和导购 都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这叶晨简直太恐怖了 这么能打的人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的 不过 再能打又能怎么样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 就是能打的人 缺的是永远全世的存在 就比如云海集团的赵云海 他虽然不会打 可却有无数能打的人 给他卖命 叶晨能打十个 难道还能打一百个吗 可赵云海只要一声令下 瞬间就能叫来几百个高手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叶晨 此时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赵云海已经来到了叶晨面前 众人以为赵云海 是要亲自教训叶晨 这个敢侮辱云海集团的家伙 可下一刻 众人震惊了 因为 在他们心中 宛若神一般存在的赵云海 忽然给叶晨深深的躬身 说道 叶晨 什么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宛若坠入冰窖 感到无尽的寒冷 这 这怎么可能没有看错吧 云海集团的赵云海 竟然给叶晨鞠躬 还称呼为叶晨 这绝对不可能 赵云海是谁 那可是云海集团的董事长啊 云海集团在整个云城 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大集团 赵云海就算见到洛家 云海四大家族的人 恐怕都可以平起平坐了吧 怎么可能给叶晨鞠躬 而且看赵云海的表情 非常尊敬 像是一个奴才 见到了主子 叶晨眼神平静地看了一眼赵云海 淡淡地说道 你们云海集团 什么阿猫阿狗都要的吗 区区一个主管 就敢如此无法无天 赵云海文言 顿时感到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心中恨不能将徐志明给捏死 其实 关于云海集团人士任命 赵云海根本就不知道 像徐志明这种级别的员工 也配不上让赵云海亲自任命 可现在 他的员工却得住了夜少 这就关他的事了 赵云海咬着牙 语气森然地说道 徐志明 徐志明此刻脑袋完全空白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叶晨不仅真的认识赵云海 而且似乎看上去 地位比赵云海更高 他的听到赵云海叫他 恐惧地跪在地上 疯狂地爬了过去 满脸恐惧地朝着夜晨磕头 哀嚎道 夜少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您放过我 就把我当一个屁方吧 我错了 说着 徐志明甚至还凑过去 想要给夜晨舔鞋子 夜晨抬脚就将徐志明揣得人养马翻 可徐志明似乎已经不知道疼痛 他连忙又爬起来 跪在夜晨面前疯狂地磕头 妖艳女人也身子一软 整个人瘫倒在地 他亲眼看着 之前似乎无所不能的徐志明 此刻像条狗一般的狼狈 夜晨语气淡然地说道 赵云海 这是你的人 你自己处理吧 赵云海语气阴狠地说道 得罪夜少 罪不可赦 他一挥手 顿时 几个穿着西装的保镖走了过来 赵云海深吸一口气 说道 将这个废物 还有那个臭婊子 给我拉出去 丢到云江里面喂鱼 我不想再再看到他们 什么 这话直接让徐志明恐惧地晕厥过去 妖艳女人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力量 拼命地爬到夜晨面前 像条母狗一般 哀求道 不管我的事 夜少 我错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做你的女人 只要你放过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可惜 没有人理会他的哀求 很快 他就被几个保镖像拖死狗一般 和徐志明一道被拖了出去 他们的下场 显而易见 在整个云城 以赵云海的诠释 要让几个人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 简直太简单了 这一幕 不仅让其他人震惊 就连沐清雪都傻眼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赵云海 平日里 他根本连见到对方的资格都没有 在整个云城商界 赵云海就像是神一般的人物 无数人崇拜的偶像 可现在 他却在夜晨面前如此卑微 沐清雪其实早就已经猜到夜晨很厉害 他也清楚 沐家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 就是夜晨在暗中的帮忙 可他哪怕已经网高了 猜测夜晨的身份 到头来还是发现 低估了 就连赵云海都如此卑躬屈膝 那夜晨的身份 究竟得多恐怖 沐清雪脑子梦了 他想到自己姐姐沐婉晴 还有家人对夜晨的态度 不由地感叹 真是太愚蠢了 如此恐怖实力的一个男人 在他们眼里 却仅仅是吃软饭的 之前 沐清雪就笃定 沐婉晴会因为离婚的事情后悔 现在他更加地确定 如果让姐姐沐婉晴 知道夜晨的真实身份 沐婉晴恐怕会无尽地悔恨 赵云海此时看向夜晨 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夜晨 您消气 合同我带来了 今天以后 这个商场就是您的了 夜晨点点头 说道 嗯 对于商场我倒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不过 他不能留 夜晨指着之前那个导购 导购一下子吓傻了 他之前嘲讽夜晨 以为夜晨就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废物 可现在 报应来了 导购连忙苦求道 赵董事长 不能开除我呀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求求你们 夜晨语气冷淡地说道 现在商场是我的了 我要你从这里滚出去 记住 是立刻 否则后果自负 导购此刻恨不能扇自己几巴掌 可看到夜晨冰冷的神色 他不敢有丝毫的反驳 毕竟 他现在还留着一条命 徐志明可是直接人间蒸发了呀 导购只能在夜晨冷冽的眼神下 狼狈逃窜 离开了商场 解决了一切之后 夜晨看向沐晴雪 笑道 晴雪 你之前的公司 似乎经营不太理想 沐晴雪苦笑道 是啊 可能我不太适合经商吧 我毕竟没有我姐姐那样的经商天赋 夜晨笑道 那可不一定 从明天开始 这个商场就你来经营 我认命 你为总裁 沐晴雪文言 顿时瞪大眼睛 这个商场 可是云城顶尖的奢侈品商场啊 整个商场 起码价值几十亿 让他来经营这脸 不是开玩笑吧 夜晨眯着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对于经商没有任何兴趣 当年沐婉晴在他的帮助下 成为了商界精英 可现在却来反咬他一口 他就是要将沐清雪培养起来 他要让沐婉晴知道 不是他沐婉晴有能力 因为只要有他夜晨在 无论是谁都可以成功 夜晨倒是有些期待 日后沐婉晴看到一直不如他的妹妹 却忽然成为了他仰望的存在 会是一种什么表情 沐清雪还没从惊喜中缓过神来 他和姐姐沐婉晴都是沐家人 可家人对于沐婉晴却比较偏爱 说实话 沐清雪一直姐姐沐婉晴 所以他才创业的 可相比起来 以前沐婉晴有夜晨的帮忙 事业一帆风顺 成为了人人都夸赞的商业新贵 而他无论再怎么努力 都追不上沐婉晴的脚步 可现在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夜晨竟然让他经营这么大一家商场 沐清雪有些紧张地问道 姐夫 你说的是真的吗 夜晨笑道 当然是真的 这还能有假吗 沐清雪笑道 难道你不怕 我把商场经营到亏损吗 这么大一个奢侈品商场 我都没有经验 夜晨无所谓地说道 经验不都是累积得来的 不做 一辈子都没经验 做了很快就能累积足够的经验了 你放心干 我相信你 沐清雪感动得差点抹眼泪 搞定一切之后 夜晨和沐清雪就回家了 第二天 沐清雪一大早就起床了 今天是他去奢侈品商场交接的一天 夜晨并没有陪他去 对于夜晨来说 这个商场他还不看在眼里 无论沐清雪做得好还是坏 都不重要 他想扶持一个人起飞 简直太简单了 让沐清雪一个人去交接 对沐清雪来说也算是锻炼 夜晨睡到日晒三干 才慵懒地起床 想到以前 他和沐婉清还没离婚的时候 沐婉清一心扑在事业上 为了能让沐婉清保证营养 他还经常会早早地起床 精心准备早餐 他享受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他的照顾 却被沐婉清认为是不上镜的表现 他真不知道是可笑 还是不可笑 夜晨走出房间 餐桌上已经准备好沐清雪买的早餐 夜晨吃过早餐 就打算去买辆车 毕竟没有一辆车逮捕 还是非常不方便的 更重要的是 沐清雪以后会成为大商场的总裁 没有一辆彰显身份的车 也说不过去 于是 夜晨直接出了门 来到了城南 这里有很多4S店 基本上车子的品牌都在这里售卖 夜晨环顾四周 思考了片刻 宝马的操控强 但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开 奥迪更趋向于行政方面 最后夜晨打算先去看看奔驰 奔驰车显得比较商务稳重 相对适合一些 走进奔驰店 却并没有任何人过来迎接 店里面人并不多 还有两个销售 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看到有人进来 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夜晨穿着比较随意 就是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袖 加气氛裤 踩着一双人字拖 他这些年 已经有些习惯了这个打扮 显得更加轻松自在 可在销售人员看来 像夜晨这种打扮的人 怎么可能买得起奔驰车 谁先去接待 那都是浪费时间 夜晨眉头一皱 有些不爽地问道 我来买车 难道没有人接待吗 距离夜晨最近的一个销售 刘燕燕 有些不耐烦地站起来 说道 先生 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这里是奔驰 你要买电动车的话 前面右转 有一家在卖雅迪 夜晨眉头一皱 说道 我没来错地方 我就是要买奔驰 你对待客户 就是这个态度 呵呵 刘燕燕内心不由地冷笑一声 像夜晨这种人 他见多了 打着要来买车的旗号 到处乱看 还时不时拿出手机一顿乱拍 拍完之后 拍拍屁股走人 纯粹就是为了装逼的 不过 夜晨毕竟是客户 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拒绝 只能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行行行 我知道你是来买车的 你想看什么车 夜晨懒得和这种小人计较 他淡淡地说道 带我看一下麦巴赫 什么 听到夜晨的话 刘燕燕顿时震惊了 他仔细地打量着夜晨 随后发出一声嘲讽的笑声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要看麦巴赫 你脑子没坏掉吧 你知道一辆最低配的麦巴赫 要多少钱吗 你买得起吗 夜晨冷冷地说道 我凭什么买不起 刘燕燕丝毫不以为意地说道 最低配的麦巴赫 也得上百万 你看看 你自己这身行头 加起来值一百块吗 还看麦巴赫 碰出一条划痕 都能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你也配 夜晨自认为 自己算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也见过一些 狗眼看人低的货色 可像眼前这个家伙 这么势力演的 还是第一次见 夜晨顿时温怒地说道 你什么态度 难道不知道 顾客就是上帝的道理吗 刘燕燕呸呸了一声 说道 顾客是上帝没错 可那也是要买得起车的人 才是顾客 像你这种货色 还想当上帝 夜晨冷着脸 说道 狗眼看人低 我不想和你说话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今天这车 我是能买 还是不能买 刘燕燕毫不顾忌地大笑道 我劝你还是快走吧 别在这里丢人羡眼了 我们经理出来 也一样 懂吗 夜晨冷冷地说道 我怕我走了 你们会后悔地拍大腿 因为我用钱都能砸死你 刘燕燕讽刺道 哟 我好怕怕呀 大家来看 这里有个富豪 说要用钱砸死我 猪鼻子插葱 来这里装向来了 刘燕燕的声音 顿时吸引了不少人 就在这时 二楼一个中年男子走了下来 他就是奔驰店里的经理李森 怎么回事 李森眉头一皱 问道 经理 这里有个家伙闹事 赶他还不走 刘燕燕恶人先告状地说道 买不起车 还嚣张 经理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李森转头看了一眼夜晨 眼神中顿时透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说道 这不是软饭男夜晨吗 这是来要买车 夜晨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你是谁 我不认识我 李森笑道 你当然不认识我了 不过我却早听说过你了 李强是我表哥 懂吗 则则 一个吃软饭被穆家抛弃的废物 老婆离婚都快被抢走了 还在我们店里闹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买车 你买得起吗 夜晨眼神一冷 他语气冰冷地说道 很好 看来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我算是见识了 像你们这种人 恐怕这份工作也做不久 听到夜晨的话 几人都大笑起来 哈哈 这你放心 这份工作 我会做到天荒地老 难道失去你一个买不起车的客户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家伙 还敢在我们面前 耀武扬威 谁给你的自信 滚滚滚 从我们店里滚出去 像你这种人 走进我们店里 简直都是辱没了我们的招牌 夜晨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和一群小人计较 不是他的个性 看到夜晨离开 李森吃笑一声 说道 看到没有 像他这种人 就活该被嘲讽 还在我们店装逼 我们可是高端产品 他买得起吗 刘燕燕嘻嘻一笑 说道 就是脸皮真厚 还说我们工作干不久 他以为他是谁 林森摆摆手 傲然说道 行了 都好好工作 以后见到这种人 直接叫保安 赶走就是了 刘燕燕点头 道 好的经理 我明白了 李森嘲讽了夜晨一阵 感觉神清气爽 他走到二楼 正好碰到了奔驰店的 区域总监王云 李森见到王云 连忙露出一丝讨好的笑容 说道 王总监好 王云点头道 嗯 李森啊 我刚刚听到大厅内很吵 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森道 没事 就是有个人来店里闹事 已经处理好了 王云不放心地说道 嗯 我一直在强调 只要进店的就是上帝 不管是来看车还是买车 都是潜在客户 你作为经理 李森连忙笑道 我明白 放心 坚决服从王总监的指令 王云见状 也没多想 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 夜晨走出奔驰店后 转头就来到了隔壁的 劳斯莱斯店 一进门 店内的销售和刚刚奔驰店的差不多 打量了一下夜晨后 几乎没有人在第一时间上来接待 夜晨眉头微微一皱 现在的销售 难道全都是以貌取人的货色吗 夜晨缓步走到一个销售面前 刚想说话 谁曾想 那销售却一摆手 直接转头喊了一句 小梦 有客户 一个正拿着拖把奋力拖地的小姑娘抬起头 他连忙走到夜晨身边 怀抱着极大的热情 还将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说道 先生 您来看车吗 说道 嗯 带我看看 小姑娘连连点头 说道 好的 先生 请您跟我来 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店的车款 夜晨跟着小姑娘往里面走去 身后却传来刚刚那个销售嘲讽的笑声 你真坏 明明知道 这种买不起车的人 就是来打酱油的 还叫小梦去接待 那可不怪我 你没看到小梦还挺积极吗 刚毕业的小姑娘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总要让她经历经历不是吗 哈哈 还是太年轻 像这种打扮的人 别说买车 恐怕连的后视镜都买不起 我刚刚是看到她好像 是被奔驰店赶出来的 哈哈 夜晨并没有理会这群人 倒是小姑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她直接羞愧地道歉说道 先生 不好意思 我同事 他们不是针对您 只要进我们店的顾客 都是上帝 都需要我们用最大的热情服务 我带着您 尽管看 就算不买 也没事 毕竟一辆车的价格很高 买车是大事 自然要对比三家 买到自己喜欢的 夜晨丝毫没有生气 到了她这种地位 基本上很少有事情能够让她生气 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 小姑娘一看 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她嘻嘻一笑 说道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陆梦 是这里的销售 你有任何疑问 我都可以为您解答 夜晨点点头 走到一辆车前面 问道 这车多少钱 陆梦笑着介绍道 您好 这款是我们店的新款 劳斯莱斯古斯特 低配古斯特 价格在530万左右 其实 达到这个价位的车 配置方面都是十分足够的 如果要买 低配是比较划算的 夜晨点点头 并未再看 而是来到另一辆车前面 问道 那这辆多少钱 陆梦说道 这辆是药饮 价格和古斯特差不多 但是这辆车是敞篷车 敞篷车啊 夜晨皱着眉头 她并不太喜欢敞篷车 而且 这辆车看上去更加的运动 她摇摇头 说道 我不太喜欢敞篷车 陆梦笑着说道 是啊 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敞篷车 加上这辆车本身价格就很高 所以 选择的人并不多 夜晨道 嗯 两人看车的情况 都落在了周围销售的眼中 其中一个销售 不由地笑道 我说小梦 看两辆车就差不多了 你还真指望她买啊 陆梦眉头一皱 不过还是礼貌地说道 王姐 客户要看 我们就要给她介绍 买不买是客户的事情 可有没有介绍到位 那就是我们做销售的事了 王姐无语地说道 行吧 你还真是轴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夜晨没有理会 直接来到另一辆车面前 问道 这辆不错 多少钱 陆梦连忙说道 先生 您真是好眼光 这辆是劳斯莱斯幻影幻影 价格在八百万起 顶配的价格 起码达到一千万 夜晨对于这辆车 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看了一眼陆梦 说道 看好了 你把你们经理叫来 这话一出 陆梦先是一愣 不知道夜晨是什么意思 不过旁边的王姐就怒了 他讽刺地说道 白嫖看了这么多车还不够 找我们经理干什么 装逼差不多就行了 没完没了 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连陆梦都有些狐疑的 看向夜晨 还真以为夜晨是来捣乱的 夜晨却淡淡一笑 说道 你还是快去找你们经理吧 我要买劳斯莱斯幻影 你做不了主 陆梦疑惑道 先生 您如果真要买 我能直接开单 不用叫经理的 如果是价格方面的优惠 我保证能给您做到最低 王姐嘲讽道 就是 一看就是来装逼的 买车 打肿脸充胖子 找我们经理吗 夜晨无所谓的耸耸肩 说道 小姑娘 我可不是只要一辆 我是要买十辆劳斯莱斯幻影 你确定你能做主 什么 夜晨的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 什么 买十辆 听到夜晨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盯着夜晨 没听错吧 一次性买十辆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 整个云城 几个月都未必能够卖出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这一开口就要十亮 陆梦瞪大眼睛看着夜晨 问道 夜先生 您说的是真的吗 夜晨淡淡一笑 说道 当然是真的 陆梦连忙说道 夜先生 您先请坐 我立刻请我们经理出来 保证让夜先生拿到最低的价格 说完 陆梦就朝着经理的办公室跑去 几分钟之后 一个穿着小西服 踏着高跟鞋的职业女性走了下来 在陆梦的带领下 来到了夜晨面前 这女人便是劳斯莱斯的区域总监 她打量了一番夜晨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好 夜先生 我是这里的区域总监廖方 请问是您要买车吗 夜晨点点头 直接掏出银行钢卡 说道 就这劳斯莱斯幻影 给我来十辆 全款刷卡 什么鬼 就连廖方这种 算是见过世面的职业女性 都忍不住心狠狠地颤抖了一番 这夜晨是完全不把钱当钱啊 别看她穿得好像很廉价 可绝对是超级富豪 廖方连忙恭敬地解释道 夜先生 您稍安勿躁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款式的车 库存并不多 店内只有展厅和车库里面各一辆 其余的车需要去别的兄弟店里面调 要不 您先付两辆车的钱 其余的等车到了再来一趟 夜晨眉头一皱 问道 调车需要多久 廖方说道 前后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您看 夜晨说道 没事 你自己开单 钱先刷 我先开走一辆 其余的等车调过来之后 你们派人将车送到我指定的地点就行 对于夜晨来说 他根本不担心店家会搞什么小手段 除非这个店不想开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欠他夜晨的 听到夜晨的话 廖方内心更是恭敬起来 这份格局 这份霸气 夜晨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 廖方也点头道 那行 我们一定会尽快将车子调来 保证让您放心 夜晨点头道 嗯 刷卡吧 对了 这车的提成 要算给那个小姑娘 可别克扣了哦 陆梦闻言 整个人都还处于猛逼的状态 幸福来的简直太突然了 要知道 在劳斯莱斯4S店上班 提成是非常高的 因为都是豪车 能卖出去一辆都非常困难 甚至很多销售 为了买车拿高提成 不惜用美色来吸引客户 而在场的大多数销售 一年能卖出两辆以上 那都绝对是消贯级别的存在 现在陆梦不过就是接待了一下夜晨 就直接拿到了十辆车的提成 这简直就堪比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周围的那些销售 一个个都忍不住狠狠地拍大腿 特别是刚刚没有理会夜晨 反而将夜晨推给陆梦的王姐 此刻他差点要晕厥过去了 十辆车的提成啊 就因为他的势力眼 导致他失去了一大笔的钱 此刻他真恨不能删自己几巴掌 要是刚刚他没有势力眼 而是用心接待夜晨 现在这十辆车的提成 就是他的了 廖方微笑着说道 放心 我们肯定不会亏待员工的 陆梦虽然是新员工 可表现非常好 不仅上进而且用心 用不了多久 肯定就能升职 夜晨淡淡地点点头 不置可否 廖方笑道 陆梦 你带着夜先生去办手续吧 我立刻联系其他兄弟店吊车 陆梦连忙说道 夜先生 请跟我来 陆梦带着夜晨去办理手续 此时 土豪降临 一次性买了十辆劳斯莱斯幻影的消息 像是风一般的传开了 奔驰店内 那些销售也得到消息 一个个都惊叹得焦头接耳 哇 听说了没有 有个土豪一次性买了十辆劳斯莱斯幻影 太牛了 有钱啊 羡慕啊 极度啊 我怎么遇到不到这么好的事情 那个销售肯定提升都拿到手软了 知道那个土豪是什么身份吗 听说是一个年轻人 而且还穿着人字托 非常的低调 人字托 不会是之前被李经理赶出去的那个吧 嗯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呢 李森此刻和刘燕燕两人 正在办公室交流完 从楼上走下来 看到销售们都焦头接耳 他板着脸训斥道 上班时间 你们在干什么呢 其中一个销售缩缩脖子 说道 李经理爆炸消息 一个土豪来了 而且一出手 就买了十辆劳斯莱斯幻影 这次劳斯莱斯电营妈了 李森眉头一皱 大家都是4S店 虽然卖的不是同款车 可也是有竞争的 听到这个消息 李森不由地冷着脸 怒道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们 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点心 一个个懒懒散散 看到客户 拿出你们的热情来 我提醒了几次了 销售心中不屑 不过表面上却露出一丝为难的表情 说道 李经理 还有件事可能不太妙 李森道 什么事 销售说道 这个土豪 似乎就是之前来过我们店 被赶出去的那个年轻人 什么 听到销售的话 李森整个人都愣了 惊恐地问道 你说的是叶晨 李森吞了一口口水 连连摇头 说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那个叶晨就是一个吃软饭 被人踹了的废物 他哪里有这么多钱 销售苦笑道 我也是道听途说 可能是别人吧 这一下 李森就有点慌了 他虽然觉得不可能是叶晨 可一旦叶晨是那个土豪 先来的奔驰店 还被他赶出去了 这要是让总监知道 那李森恐怕连工作都保不住 他心顿时就变得慌乱无比 刘燕燕连忙安慰道 李经理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就叶晨那种废物 可能连最低端的车都买不起 还买十辆劳斯莱斯幻影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李森也自我安慰起来 没错 你们几个都好好工作 别瞎打听 谁在乱传 小心我不客气 李森稍微放心了一些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总监王云 此刻却在停车场 非常凑巧地遇到了 劳斯莱斯的总监廖方 两人本身就是不太对付 暗地里经常较劲 说实话 劳斯莱斯价格普遍高 销售自然不可能太好 毕竟能买得起的人并不多 可奔驰不仅是知名品牌 而且在车主心里 也是属于高端品牌 价格从低到高全面覆盖 所以 其实王云一直以来 都压廖方一头的 现在廖方看到王云 非常开心地走过去 贴脸打大 笑道 王总监 您真是我的财神啊 感谢 非常感谢 最近有空吗 我略备薄酒 想请王总监这样 大工无私的人喝上一杯 王云眉头一皱 淡淡地说道 廖方 你发什么疯呢 你什么意思 廖方开心地笑道 这不是脱了王总的福 我们店 刚刚一次性卖出了 十辆劳斯莱斯换饮 今年的业绩超额完成 太感谢王总了 王云闻言顿时眉头一皱 看到廖方的表情 心里简直难受得要死 而且也非常震惊 一次性卖出十辆幻影 这简直就是太爽了 王云还以为廖方 是故意来恶心他的 他轻哼一声说道 那可要恭喜廖总了 被我们奔驰压了这么多年 总算扬眉吐气一回了 廖方哈哈一笑 说道 所以 我更要感谢王总了 要不是您 我们哪有这种运气 要不是知道 王总一向来都非常正直 我都会以为 你是我们派过去的卧底呢 王云闻言顿时怒了 说道 廖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廖方故作惊讶地说道 什么 王总才不知道 买车的这个土豪 可是先去你们店的 可惜被你们用粗暴的态度赶了出来 无奈 他只能买我们店的车 这是 你不知道吗 什么 王云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宛若在一瞬间 灵魂出窍 一个这么有实力的土豪 先去的他们店 却被赶出去了 这让王云想到 之前李孙说的事情 当时他知道有个人来闹事 被赶走了 难道被赶走的 就是那个土豪 王云顿时感到一股怒意 直接爆发 要知道 能够一次性花一个亿去买车的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超级大客户 任何店对于这样的客户 都恨不能抱着大腿不发手 这样的机会 却被他们自己亲手毁了 王云咬着牙 强压着怒火说道 这不可能吧 我一直要求我的员工 都是服务至上的 怎么可能这样对待客户 就在这时候 办完手续的叶晨也走了出来 廖方见状直接丢下王云 朝着叶晨走过去 无比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 手续办完了吗 叶晨点头说道 嗯办完了 等会我先开走一辆车 其余的你到时候给我送过来 廖方连忙点头说道 您放心 我们的服务绝对是顾客之上 王云看着叶晨也连忙走过去 说道 您好 叶先生 我是奔驰的区域总监 王云 听到这话 叶晨脸色微微一冷 冷笑着说道 你们店的销售 脾气可真不小 王云文言顿时脸色一变 他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刚刚廖方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夸大 他连忙直接道歉 说道 叶先生 是我的错 没有管理好手下的员工 让您受委屈了 这件事 我一定要给您一个说法 虽然这次叶晨没有和他买车 可这样的大客户 是绝对不能得罪的 此时 李森和刘燕燕等人 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他们站在店外 面色无比的惨白 完了 那个传说中的土豪客户 竟然真的是叶晨 而他们刚刚却将叶晨 从店里赶出去 这下完蛋了 果然 下一刻 王云转头眼神 阴沉无比的看着李森 怒道 李森 刘燕燕 你们两个给我滚过来 李森和刘燕燕 两人瑟瑟发抖的走过去 吞了一口口水 说道 总 总监 王云怒道 立刻给叶先生道歉 李森脸色一僵 可面对暴怒的王云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低头道 叶先生 我错了 叶晨风轻云淡的说道 错了 你刚刚不是很高吗 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你不是说我是个废物吗 怎么 现在变成叶先生了 什么 竟然还敢说叶先生是个废物 王云彻底的暴怒 吼道 李森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对待客户的态度吗 从现在开始 你还有刘燕燕 被开除了 不用来上班了 李森闻言 顿时双腿一软 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一般 愣在原地 他努力了这么久 加上一些关系 才能坐上经理的位置 每个月的工资不低 足够他潇洒 而且还能用手中的权力 和那些女销售 来一些亲密的接触 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 那他就瞬间被打回原形 刘燕燕更是后悔的 恨不能扇自己几个儿光 他猛地跪下来 哭求道 不要开除我 我错了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叶先生 我可以给您当牛做马 求求你帮我求求情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叶辰冷漠地看着这两人 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李森和刘燕燕会 这个这个下场 是他们旧游自取 此时 幻影已经开了过来 叶辰冷漠地说道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管不着 不过记住 做人低调点 因为有些人 是你们永远得罪不起的存在 说完 叶辰直接坐上主驾驶 一脚油门就开走了 李森和刘燕燕 还疯狂地哀求 总监 我们错了 求你别开除什么 王云此时已经被弃得 恨不能直接掐死这两个王八蛋 他愤怒地狂吼道 不开除你们 草 你们两个狗东西 你们算什么 你们不过是店里的销售 谁都敢得罪 你知道你们的无知 害我们损失了多少钱吗 滚 立刻给我滚 王云疯狂地怒吼着 没有人会同情李森和刘燕燕 而其他销售也都感到一阵后怕 心中暗暗发誓 以后对待客户 绝对不能以貌取人 对于之后的事情 叶辰根本不在乎 想来李森和刘燕燕的下场 必然会极度悲惨 就在夜城开车 准备去奢侈品商场 看看沐清雪交接情况的时候 商场呢 沐婉晴一家人正在逛商场 李强这个根屁虫一直跟着 就在这时 沐总 恭喜你成为我们星辰集团的总裁 一道声音传过来 沐婉晴还以为是叫他 众人不由地转过头 就看到不远处 沐清雪正和一个年轻人在握手 几人顿时疯狂震惊 什么 沐清雪成为星辰集团的总裁 这怎么可能 赵兰 沐飞 沐婉晴三人都震惊了 要知道 他们可是非常了解沐清雪的 沐清雪虽然开了个小公司 可不过也就投资不过几百万 一年了还处于没有盈利的状态 这怎么突然之间 就成了集团总裁了 这升级速度也快恐怖了吧 星辰集团 那可是市值几十亿的超大商场联盟啊 沐清雪这一下 直接等于追上了大半个沐婉晴 这让沐婉晴整个人都傻眼了 他努力了好几年 才能够将秦远公司发展到现在 最近他心情真的很不好 自从离婚之后 仿佛他的好运就用完了一样 除了之前云海集团签下了一个合同之后 他接触过几个以前合作的甲方 可却一直被拒绝 这让一向来一帆风顺的他 感到非常郁闷 又不清楚到底怎么了 现在突然看到沐清雪成了 星辰集团的总裁 这让他更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走了没运 赵兰却没有想这么多 他拉着沐飞走过去 惊讶地问道 秦雪 沐清雪转过头看到了赵兰 连忙说道 妈 老弟 姐 你们怎么来了 赵兰说道 我们来这里逛街啊 你 你怎么一下子变成星辰集团的总裁了 沐清雪不好意思看了一眼姐姐穆婉晴 然后笑着说道 是姐夫让我来当星辰集团总裁的 姐夫 赵兰眉头一皱 问道 你说的是叶晨 沐清雪说道 是啊 赵兰冷哼一声 说道 秦雪 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们诚实点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姐已经和叶晨离婚了 你什么事都要扯到叶晨 这不是存心气我们吗 沐清雪哭笑不得的说道 妈 这不是你问我的吗 我只是如实回答 屁 赵兰怒道 叶晨自己都是一个吃软饭的垃圾 他让你来当星辰集团的总裁 难道这星辰集团是他的 沐飞也是说道 就是 二姐 我看你真的被叶晨给洗脑了 沐清雪见他们对叶晨成见太深 也很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算了 你们爱信不信 我刚刚接手这里的工作 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就先走了 说完 沐清雪转身就走了 赵兰和沐飞两人自然不肯相信 都认为沐清雪只不过是在气他们 沐飞看向李强 问道 李少 你可知道 这星辰集团是什么情况 李强眉头一皱 说道 我记得星辰集团 好像是云海集团旗下的附属集团 而且刚刚和清雪说话的那个人 好像就是赵云海的小儿子 沐浩清也点头 说道 是啊 星辰集团的确属于云海集团 清雪是怎么和云海集团扯上关系的 李强疑惑道 难道是赵家的小公子在追求清雪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觉得有道理 纷纷点头 的确 能让沐清雪一下就成为星辰集团总裁的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小人物 而他们所认识的人之中 有这个能力的 恐怕就是赵云海的小儿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清雪以后的发展 恐怕会扶摇直上 赵兰顿时瞪大眼睛 说道 以前清雪不懂事 还和你爸吵架 离开了沐家 总说要靠自己 没想到 现在他真的成了星辰集团的总裁 我觉得 你们回去应该劝劝你爸爸 让清雪早点回家比较好 沐飞说道 我们和二姐又没矛盾 都是老爸那个老顽固 就是他把二姐赶出家门的 沐浩清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清雪以前也是太过任性了 不过都是一家人 本就没有隔夜愁 回去我会和老爸谈一谈 几人正聊着 突然 李强指着旁边 说道 快看 那个不就是刚刚和清雪 交谈的赵家小公子吗 赵兰转头看去 连忙笑道 快 我们去探探情况 如果这赵家小公子 真的是在追求清雪 那促成他们 我们岂不是就是攀上云海集团了 沐浩清眉头皱了皱 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当然 如果能让沐清雪有个好的归属 他会很高兴 可像赵兰这么说 什么攀附赵家 他内心就很难接受 不过 却没多说什么 赵兰和沐飞快步走了过去 拦住了赵家小公子赵丰 你好 赵公子 赵兰笑着喊道 赵丰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赵兰 淡淡地问道 你是 赵兰笑道 我是沐清雪的母亲 我叫赵兰 这是他弟弟沐飞 还有他姐姐沐婉晴 赵丰文言 顿时露出了一个笑脸 友好的笑道 原来是沐总的母亲 幸会幸会 赵兰见赵丰这么客气 内心更是确定了 赵丰对沐清雪有意思 他微微一笑 问道 赵公子 我们秦雪能够成为 星辰集团的总裁 你应该出了很大的力吧 辛苦你了 赵丰谦虚地说道 哪里哪里 我就是动动嘴的事情 不累的 动动嘴的事 果然啊果然 赵兰和沐飞两人 都心中了然 沐清雪能够当上这个总裁 岂不就是人家赵公子 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吗 不过 为了能够确定 赵兰还是细心地问道 我可听说 秦雪能当上 星辰集团的总裁 都是靠叶晨啊 赵公子应该和叶晨很熟吧 赵丰一愣 叶晨 他好像不认识叶晨 他不仅没有见过叶晨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 因为赵丰一直是在国外读书 很少关心国内的事情 这次和沐清雪交接 也是他回国做的第一件事 赵丰疑惑问道 叶晨 哪个叶晨 看到赵丰的表情 赵兰等人顿时就确定 果然是沐清雪说谎了 也是这星辰集团这么大的商场 叶晨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做主 赵兰尴尬一笑 说道 没事 我想错了 赵公子以后 秦雪还要托你好好照顾 赵丰点头道 放心 我会服务好沐总的 交谈之后 赵丰就告辞了 赵兰转过身子来 看向沐婉晴 说道 你看 这下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你们姐妹都单纯 没有一个省心的 你被叶晨骗了就算了 现在轮到沐清雪被他骗 我们沐家就是欠了叶晨 这个混蛋的 几人都沉默了 的确 已经认定沐清雪 就是故意拿叶晨出来 恶心他们的 无非就是认为 沐婉晴和叶晨离婚 想要给叶晨证明 这不是被叶晨洗脑了 还能是什么 沐婉晴低下头 说道 其实 叶晨除了有些不上进 其他还是蛮好的 妈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就不能不一直念叨他了吗 赵兰气呼呼的说道 不行 叶晨这个废物 把你害了 我不能让他再把清雪给害了 他倒是想得好 和姐姐离婚了 直接去追小姨子 反了他了 沐婉也点头道 就是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沐婉晴叹气道 行了 人家李少还在呢 你们就不要丢人了 我们走吧 几人往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忽然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了商场门口 这辆车绝对帅气吸睛 毕竟是超级豪车 谁路过不得停下来多看几眼 沐婉对于车 自然也非常喜欢 他看到这辆劳斯莱斯幻影 不由地惊叹道 哇 好帅的车 劳斯莱斯幻影啊 好像价值一千多万 不知道是谁这样牛逼 开这样的豪车 沐婉当然羡慕 一辆车就价值一千来万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别看沐婉晴的情愿公司的市值 也达到十个亿 可公司的流水 能超过两个亿就不错了 加上要发展公司 所有的资金都得用在刀刃上 哪里有钱来买这样的豪车 赵兰也羡慕地说道 是啊 这车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我才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 太霸气了 沐婉说道 不知道是哪家大少爷 开着这样的豪车 我快羡慕死了 姐 你不是说要给我买辆毛马吗 什么时候才给我买啊 几人边说边看着劳斯莱斯幻影 还在猜测究竟是哪家公子哥这么有钱 很快 车子就停好了 车门推开 一个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到此人 沐婉晴等人彻底的惊呆了 双眼猛地睁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叶晨 竟然是叶晨 他们打死都没有想到 开着一千多万劳斯莱斯幻影豪车的人 竟然是他们口中的废物叶晨 没看错吧 赵兰和沐妃两人忍不住揉揉眼睛 以为自己是出现了幻觉 沐妃结结巴巴地说道 妈 我是不是在做梦 那个人怎么这么像叶晨 沐婉晴情绪有些低落 说道 那就是叶晨 他和叶晨结婚三年 叶晨一直都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形象 平日里开车 最多就开一辆马自打 可这才离婚多久 竟然就开上了千万级别的豪车 这简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沐妃瞪大眼睛 说道 这怎么可能啊 他怎么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 他哪来的钱 姐 难道是他挪用了我们沐家的钱 沐婉晴摇摇头 说道 这怎么可能 他从没有管过秦远集团的任何事情 根本没可能挪用 沐妃道 那他怎么买的车 赵兰智时候眼睛一眯 说道 这还不明白吗 叶晨最擅长的是什么 那就是吃软饭 秦雪这才刚刚当上星辰集团的总裁 叶晨就开上了千万豪车 难道这其中没有因果关系吗 沐妃惊讶地说道 难道是二姐的钱 李强点头道 的确有可能 秦雪要去当星辰集团的总裁 就必须放弃他自己创立的公司 很可能之前的公司 就是被云海集团直接收购了 而且可能溢价收购 以秦雪公司的规模 卖个一千万 应该不难 听到李强的话 沐妃顿时就怒了 说道 操 这小子这么狠 我二姐卖公司 他用来买豪车 太不要脸了吧 赵兰也生气地说道 走我们去教训一下叶晨 必须让他离开你二姐 不然以后 你二姐绝对会被掏空 两人气势汹汹地 朝着叶晨走过去 赵兰生气地看着叶晨 怒道 叶晨 你还要不要脸了 谁给你的胆子 谁给你的脸 开劳斯莱斯幻影 叶晨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我给自己买车开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赵兰生气地说道 还你给自己买车 你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拿了秦雪的钱 来买豪车 难道不吃软饭你会死吗 害了我们婉青 现在又要去糟蹋秦雪 我们沐家欠你的吗 叶晨脸色一冷 看着发疯一样的赵兰 简直觉得不可理喻 他拿沐秦雪的钱 切不说他有没有拿 难道他们不知道 沐秦雪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吗 叶晨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们还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就连秦雪的工作 都是我安排的 你觉得我需要拿他的钱来买车吗 沐飞文言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你还以为我们好糊弄啊 还你安排的工作 你有这个资格吗 要不是人家赵公子喜欢我二姐 他才能当上总裁 不然凭你这个废物 能办到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懒得和你们说 沐飞却没有理会叶晨 直接走到劳斯莱斯幻影 打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摸着奢华的方向盘 柔软针皮座椅 不由地感到一种 极度满足的虚荣心 他看了一眼叶晨 说道 这车 我要开几天 叶晨都被气笑了 说道 你开几天 你怎么这么大的脸 我的车 凭什么给你开 沐飞吃笑一声 说道 还你的车 明明是我二姐的钱买的 我凭什么不能开 叶晨眉头一皱 说道 我不想和你多说 现在立刻从车里出来 沐飞怒道 我就不 你还想打我吗 叶晨眯着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冷冽 他单手往车里一抓 直接将沐飞从车窗抓了出来 随手就丢在地上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再给我虎脚蛮缠 我就揍你 沐飞被叶晨摔了得气晕八速 他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敢真的出手打他 顿时 沐飞看向叶晨 随后接触到叶晨冰冷的眼神 他忍不住下的浑身一阵颤抖 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躲在沐婉晴背后 大声地哭诉道 姐 你看 他打我 他竟然敢打我 沐婉晴看到自己弟弟被打 连忙走上去 说道 叶晨 你够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鲁 一言不合就动手 叶晨冷冷地看着沐婉晴 语气森然地说道 我从来都没变过 只是你太不了解我了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早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沐婉晴被叶晨的眼神吓了一跳 他太不了解叶晨了吗 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他又怎么能不了解呢 三年来 叶晨不仅脾气好 而且对他也摆意摆顺 为了能让他安心上班创业 更是将家里的事情都大包大揽下来 何曾见过叶晨发脾气 三年了 这让沐婉晴一直以为 叶晨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如今 见到叶晨动手打人 才让他感觉到叶晨变了 叶晨深吸一口气 说道 沐婉晴管好你弟弟 不是他的东西 最好别乱碰 没有人有义务惯着他 说完 叶晨轻哼一声 将车一锁 转身就走进了星辰商场 沐婉晴被叶晨对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是啊 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叶晨没有必要再灌着他家人了 可是这话虽然没错 为什么听起来 却让他如此怅然失措呢 沐婉晨地看着叶晨的背影 生气地怒骂道 草 什么东西 这车又不是他的 神气什么 真是气死我了 沐婉晴生气地说道 行了 别说了 一辆车而已 有什么好开的 还不走 沐婉晴不想再待在这里 直接转身就往家里走去 他隐隐之间 感觉到一种危机感 以前 有叶晨在的时候 他总感觉 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 事业上也都是蒸蒸日上 可离婚之后 他却发现 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不顺 现在连沐晴雪 都已经成为了 星辰集团的总裁了 他想了很多 最后归结于 自己还不够努力 再不努力的话 他恐怕真要让人看笑话了 几人回到沐家 赵兰和沐妃 两人先进了门 沐婉晴本来也想回家 却被李强给叫住了 沐婉晴回头看了一眼李强 问道 李少 还有什么事吗 李强深吸一口气 走到沐婉晴身边 说道 婉晴 有点事 我想和你说一下 沐婉晴微微皱眉 问道 什么事 李强突然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戒指 看向沐婉晴 深情地说道 婉晴 你也知道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但是你对我一直是若即若离 让我换的换失 今天我鼓足勇气 想对你说一句 我爱你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沐婉晴被李强突如其来的表白 吓了一跳 说实话 他真的从没有喜欢过李强 常注意保持距离 沐婉晴看着李强 不知道为什么 脑子里忽然想起三年前 那个带着俊朗笑容 拿着戒指 跪在他面前求婚的男人 叶晴 相比现在被李强表白 他感受到的惶恐和不安 三年前 他被叶晴表白的时候 却是那样的幸福 不对比不知道 一对比 这让沐婉晴更加的难受了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李少 真的很抱歉 你是一个好人 只是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我刚离婚 还没有做好 进入一段新感情的心理准备 实在是抱歉 我不能接受你 看到沐婉晴平静的眼眸 李强低着头的眼里 闪过一丝温怒 他追求沐婉晴这么久 可沐婉晴却丝毫没有给他机会 恐怕还是忘不掉叶晨那个家伙吧 不过 李强虽然心里不爽 可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呵呵一笑 说道 这是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吗 沐婉晴叹气道 真的太抱歉了李少 其实 世界上好女孩很多 你可以 李强一摆手 说道 行了 沐婉晴叹了一口气 转身就走进了沐家 说实话 沐婉晴认为 李强的确对他有所帮助 可如果两人是做朋友互惠互利 他很欢迎 可如果李强有其他想法 那沐婉晴很难接受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可内心告诉他 他不可能轻易接受 除了叶晨以外的男人 哪怕他认为叶晨不上进 可却从未说过 叶晨依据其他方面的不好 李强看着沐婉晴离开 愣在原地 说实话 他追求沐婉晴 就是因为气漂亮 可追求这么久 都没有一个结果 他都觉得自己是冤大头了 可让他放弃 他又不甘心 一时间 有些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 沐婉从旁边走了过来 问道 李哥 你刚刚是给我姐表白了吗 李强点点头 说道 嗯 不过你姐不喜欢我 我想还是算了 反正都追不上 可能我和你姐没有缘分吧 沐婉闻言 顿时极了 在他看来 李强在云城不仅有地位 还有背景 家里条件也好 如果能成为她的姐夫 那她以后也有靠山 沐婉说道 李哥 你也知道我姐的性格 她刚刚离婚 肯定死要面子 不可能轻易接受你的 不过我倒是有办法 李强好奇地看向沐婉 问道 什么办法 沐婉说道 过几天就是我奶奶的生日了 到时候 我们全家都会去 给我奶奶祝寿 因为我姐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她最听奶奶的话 如果在生日会上 你能讨得我奶奶的欢心 我姐绝对会对你刮目相看 李强疑惑地问道 真的吗 沐婉笑道 那自然是真的 沐婉倒是没有骗人 三年前 叶晨和沐婉晴 原本其实都不算太熟 只不过当时沐婉晴 到了结婚的年龄 家里面催得紧 而且那时候 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都希望沐婉晴能嫁掉 然后收点彩礼 可是沐婉晴选了又选 始终找不到心仪的男人 直到遇到了叶晨 这叶晨第一次来沐家 就将沐家老夫人 哄得那叫一个开心 沐家老夫人 对叶晨喜欢得紧 正是因为这样 才促成了叶晨 和沐婉晴的婚事 所以 在沐婉看来 只要李强能够搞定奶奶 那么就有很大的机会 能得到沐婉晴的好感 那接下去的事情 不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吗 沐婉晴自然不知道 自己弟弟竟然给李强出谋划策 这要是知道了 恐怕会直接 被自己这个智障弟弟给气死 果然 李强听闻 眼睛一亮 说道 那好 到时候 我肯定给老夫人准备一封厚礼 讨他老人家欢心 沐婉和李强两人臭味相投的密谋着 叶晴和沐婉晴 两人从商场内走了出来 来到劳斯莱斯幻影面前 叶晴笑道 沐总裁 请上车 沐婉晴看到这辆车 整个人都傻眼了 说道 叶晴 这么豪气的车是谁的 哪里借来的 叶晴淡淡一笑 说道 不是借的 而是买的 再说了 这车是你的 送我 沐婉晴惊讶地看着叶晴 说道 你说这车送我 虽然沐婉晴对于车不太了解 可看着品牌 他还是知道的 劳斯莱斯随便一辆都得大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这车叶晴竟然说送他 这让他一时间都惊呆了 叶晴淡淡一笑 说道 你现在帮我做事 好歹也是一个集团的总裁 总不能还开着一辆二手车吧 可是 这车太贵重了 沐婉晴犹豫地说道 行了 不能拒绝 我现在可是你的老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懂吗 叶晴说了一句 随后将要事丢给了沐婉晴雪 说道 开车回家 沐婉晴疑惑地说道 让我开车 叶晴道 你没有驾照吗 沐婉晴雪点头道 驾照倒是有 可是 叶晴笑道 没什么可是的 既然有驾照 那就你开 难不成你 还想让我这个老板来开啊 沐婉晴拗不过叶晴 只能当起了专职司机 看着这车内奢华的装饰 沐婉晴雪都感觉自己 是在做梦 随手就送了一辆一千万的豪车 这种完美的男人 沐婉晴竟然会离婚 真是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 沐婉晴雪自从当上了 新陈集团的总裁 就显得忙碌起来了 他内心清楚 虽然这份工作 是叶晴受益他做的 可正因如此 他才更要加倍努力 否则不就辜负了叶晴的信任了 倒是叶晴 依旧清闲 第二天 吃过沐婉晴准备的早餐之后 叶晴就待在家里看电视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怎么会有陌生号码打进来 叶晴接起电话 淡淡的问道 喂 哪位 电话那头响起一个悦耳的声音 小心翼翼的问道 您好 请问是叶晴吗 叶晴淡淡的说道 是我 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明显松了一口气 说道 哎呀 真的是你啊叶晴 我还以为我找错人了 你猜猜我是谁 叶晴听着这个声音 的确觉得有些熟悉 不过却一时间没想起来 说道 我不喜欢猜 要么你说 要么我挂电话 电话那头显然很郁闷 说道 你还是这么不惊道 好了 我是周雅 你不会把我忘记了吧 周雅 叶晴这才想起来 周雅乃是她的高中同学 不过 自从叶晴毕业以后 就没有和任何一个高中同学联系过 而且她也换过手机号码 就算有同学记得她 也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 叶晴好奇 周雅为什么会知道她的手机号码 叶晴开口道 原来是周大美女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 周雅轻哼一声 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你这一毕业就消失了 好几次同学们 想要联系你参加同学聚会 都找不到你人 要不是昨天 你一次性购买 十两劳斯莱斯幻影的好举 我又恰好好奇的 去查了一下神秘的买主 我还恐怕找不到你呢 叶晴这才了然 看来周雅应该是查到了 她留在4S店的手机号码 这才联系到了她 叶晴笑道 原来如此 怎么了 周大美女 有什么事吗 周雅说道 正好 今天晚上 我们有个高中同学聚会 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来参加过一次 同学们可每次都念叨你 你可不许拒绝 叶晴本来下意识就想拒绝的 不过听周雅这么说 她正好也觉得无聊 于是说道 行吧 聚会地点在哪里 我住在风雅小院这里 到时候 我打车过去 周雅说道 风雅小院吗 那离我很近啊 等会我直接过来接你呗 叶晴说道 那行 你到了打个电话给我 挂了电话 叶晴就看起了电视 说实话 她内心并不太喜欢参加同学聚会 要不是周雅打电话过来 她可能这辈子都会主动参加 说实话 对于现实社会叶晴早就看得非常透彻 同学聚会很多时候 虽然打着怀旧的情怀 可实际上 却是同学们攀比的一个过程 混得好的同学 一个个都唱高调 而混得差的同学 却被边缘化 更有甚者 趁着醉意 将年少时期的情斗初开 变成了成年后的一夜风流 着实让人恶心得很 直到下午四点半 周雅就打来电话说 已经来到了风雅小院 叶晨走出小区 很快就看到周雅站在一辆宝马车旁边 对着叶晨招招手 叶晨看着周雅 和记忆中的那个青色的校园青春女孩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今的周雅 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裙 露出长腿 踏着高跟 头发微卷 脸上满是精致的妆容 褪去了青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成熟 周雅看到叶晨 不由的一笑 说道 叶晨 真的是你啊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简直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帅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你的变化可是不小 不过也是越来越漂亮啊 周雅挪挪鼻子 说道 哼 这么说 是我高中的时候 不漂亮了 叶晨怂怂肩 笑道 漂亮 都漂亮 周雅笑道 那还差不多 不过说真的 叶晨你现在做什么 结婚了吗 叶晨笑道 刚离婚不久 现在无所事事呢 听到叶晨的话 周雅不由的一愣 离婚了 叶晨昨天不是在 劳斯莱斯店里面 直接订购了十辆车吗 这么有钱还能离婚 周雅疑惑的说道 叶晨 是不是眼光太高 还是说这些年发达了 看不起糟糠之妻 才离婚呢 你和谁结婚的 是我们以前的同学吗 叶晨摇摇头 说道 不是 他叫穆婉晴 算了 说这个干什么 晦气 什么 叶晨说的随意 周雅却大惊失色 穆婉晴 他不仅听说过 而且还见过 好像是情远公司的总裁 一个女强人 这几年在云城商界 混得风生水起 颇有云城商界新贵的风范 叶晨竟然和穆婉晴 曾经是夫妻 穆婉晴在云城 还是小有名气的 毕竟 穆婉晴的情远公司 虽然还没上市 可却在这三年时间 拿下了不少的订单 从一个小公司 一月成为市值超过十亿的大公司 这足够让人惊叹了 这也解释了周雅内心的疑惑 为什么叶晨 可以一次性买这么多劳斯莱斯幻影 可能正是因为离婚 才拿到一大笔的财产 周雅抱歉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 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我不知道你已经离婚了 叶晨无所谓的笑道 无妨 周雅转移话题说道 对了 我们这些高中同学 毕业之后 我们偶尔也会组织聚会 不过你一次都没有来 当年你也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每次同学聚会 还有不少同学都惦记着你呢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是吗 高中时代 似乎很久远了 周雅笑道 上车吧 我们出发 叶晨拉开副驾驶坐了进去 周雅看着叶晨 说实话 高中的时候 叶晨绝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不管是任何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不仅是校草 而且体育篮球都是一等一的好 那时候 叶晨基本上就是全校女神的白马王子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周雅 曾经对叶晨也是方心暗许 同时 叶晨也绝对是全校男生的公敌 哪个男人不羡慕和嫉妒 之前 周雅一直以为 叶晨能够随手买下十辆劳斯莱斯幻影 可能是毕业之后发了大财 可真见到叶晨之后 他才似乎明白过来 叶晨不过就是靠着婚姻 获得了一笔巨额分家费罢了 周雅内心暗暗的叹口气 也上了车 很快 车子就停在了聚会的地点 云城皇冠大酒店 这是一家规格极高的酒店 周雅看了一眼叶晨 笑道 怎么样 这酒店还行吧 叶晨微微一愣 说道 我听说这个酒店的消费可不低 同学聚会来这里办 看来同学们混得都不错呀 周雅笑道 那倒不是 这次的同学聚会不是AA制 而是有土豪请客 叶晨问道 谁请客 周雅道 还能有谁 当然是我们高中时期的班长 颜冰哦 叶晨文言顿时了然 颜冰是高中时期的班长 长得也挺帅气 不过却一直被叶晨压了一头 更重要的是 颜冰家里有权有势 据说他家的生意做得很大 妥妥的富二代 这样的人当年被叶晨压了一头 暗地里没有少算计叶晨 不过 这一切都是陈年旧事 叶晨也不想多提 两人走进酒店 来到包厢 推开门 死时 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看到周雅和叶晨走进来 不由的都凑了过来 哟 周大美女 来得这么早啊 怎么 找男朋友了 还挺帅的嘛 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 笑着调侃起来 我还说 想要追求一下周大美女呢 没想到 被别人截足先登了 周雅清笑道 猴子 你闭嘴吧 什么男朋友 你好好看看 这位是谁 猴子盯着叶晨看来看去 说道 有点眼熟 周雅笑道 还眼熟 他是叶晨啊 上次聚会 你还不是念叨着说 好久没见过他了吗 猴子文言顿时瞪大眼睛 说道 叶晨 我操 可呀 这么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不在云城了呢 听到是叶晨 不少同学都围过来 热情地和叶晨攀谈起来 特别是那些女生 更是满脸荡漾 哇 叶晨 真的是你啊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帅 你看看这小肌肉 真结实 我们高中时期的男神啊 高中的时候 我一直想和你交朋友 可那时候胆子太小 一直都不敢说话 每次聚会都不来 等会你可要好好多发几杯酒 看到叶晨被女同学包围 一个梳着油头的男子 缓步走了过来 很自然地给叶晨发了一根烟 眼神却是淡淡的轻蔑 说道 叶晨 还记得我吗 叶晨看了一眼这个男子 点头道 记得 王鹏 王鹏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个混子 经常跟在严冰屁股后面 插颗打混 算是严冰手下的小弟 据说高考的时候 考得不理想 后来跟着严冰混了几年 也开上了奔驰车 每次同学聚会 都特别能装 王鹏轻笑一声 说道 没想到还能让我们 高中时期的风云人物记得 我真是太荣幸了 叶晨 现在哪里高就啊 叶晨如实地说道 暂时还没工作 王鹏笑道 没工作 怎么 有什么好的项目发展吗 带带老同学啊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那倒没有 毕业之后 我就出国了 回来后 我结婚了 当了三年的家庭主夫 最近刚离婚 所以也没有什么项目 听到叶晨的话 周围的同学 都不由得冷淡的许多 毕竟 他们已经不是高中生了 出了社会 他们才明白 这个社会 唯有权和钱才最有用 叶晨当年是学校的 风云人物没错 可出社会这么多年了 叶晨不仅没工作 还搞到离婚这么悲惨 这让不少人 一下子失去了 和叶晨联络感情的想法 毕竟 谁都想要巴结 比自己高级的人 反之 会疏远比自己身份地位 更低的人 王鹏文言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随手掏出一张名片 笑道 没工作啊 这怎么行 别人不才 开了家公司 也不大 每年就赚的大几百万 这样吧 明天你来我公司 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看你这身板挺好 就去我公司的厂里 王鹏的话 周围的同学都不由地笑了起来 其中有人起哄道 王鹏 你也太坏了 人家叶晨 好歹也是高中时期的明星人物 怎么能让人家去当看门狗呢 王鹏连忙装作抱歉地说道 哎呀 是我的错 不过 现在工作可不好找 高中时期是风云人物 出了社会混成狗的多了去了 你说是吗 叶晨 没想到叶晨现在 混得这么差 这一下可被王鹏抓到机会了 我还记得当年高中时候 王鹏在叶晨面前 根本连话都说不上 还被揍过几次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叶晨多高啊 没想到现在混成这样 所以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要是叶晨 混成这样 打死也不会来参加同学聚会 他本来就没参加过 这次可能是被周雅遇到 推脱不过去才来的吧 叶晨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王鹏 淡淡地说道 不用了 我暂时还能养活自己 王鹏轻笑一声 说道 没事 都是老同学 以后混不下去 这个岗位随时给你留着 就在几人说话间 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 他戴着墨镜 走路自带一股风 满脸的傲气 他一出现 叶晨身边的人 立刻就全部散开 将这个男子围了起来 唯独只有叶晨 坐在原地不动 这人便是严斌 呀 严总来了 几个月不见 严总还是这么的威武霸气啊 严总 听说你最近投资了三千万 搞了一个绿化项目 大家都是老同学 有好事 可得带带我们啊 是啊 严总 你可是我们班上最有出息的一个同学了 以后仰仗你的地方多了 可不能嫌弃我们啊 严总好 这些同学都纷纷阿谀奉承起来 谁都清楚 当年高中的时候 大家都说王鹏是严斌的狗 还嘲笑王鹏 结果呢 他们这些考上了大学 出来混的人 还不如王鹏这个跟着严斌混的人 至少 王鹏靠着严斌 也能每年赚个大几百万 反正都是同学 只要拉 严斌淡淡一笑 说道 好说好说 大家都是同学 有什么事 自然是要优先照顾的 都到齐了吧 今天我请客 都入座吧 众人闻言 顿时又是一顿夸赞 还是严总大气 说实话 这皇冠酒店我都还没有来过 这次可是脱了严总的福了 王鹏凑到严斌身边 嬉嬉一笑 说道 老大 今天同学们到的可是非常齐 你看那是谁 严斌的眼神看向了叶臣 双眼一眯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严斌谁都可能忘记 但是绝对忘不掉叶臣的这双眼睛 当年在高中的时候 严斌因为家里有钱有势 本应该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他不仅努力竞选班长 还参加各种活动 就是想要证明他优秀 可偏偏出了叶臣这么一个奇葩 在所有方面都压他一头 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理阴影 可叶臣太过优秀了 就像是太阳 严斌无论再怎么发光发热 永远比不过太阳的耀眼 严斌双眼微微一眯 淡淡的说道 原来是你啊 叶臣 没想到 你也来参加同学聚会了 叶臣淡淡一笑 说道 好久不见啊 严班长 严斌轻笑一声 说道 的确好久不见 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叶臣 快入座吧 众人入座 严斌却已经在王鹏的口中 了解到叶臣如今的处境 这更让他感到无比的疏爽 当年在学校他比不过叶臣 可现在出了社会 叶臣在他眼里 就是一只蝼蚁 随手可以捏死 等大家做好之后 严斌一招手 顿时服务员就拿过一瓶红酒 他傲然地笑道 看到没有 这是69年的拉菲古堡红葡萄酒 今天特意带过来 给大家尝一尝 严斌示意服务员 给众人兜到了一小杯 猴子看着眼前的小杯 直接拿起来一口喝掉 嘟囔道 服务员 这是红酒 又不是白酒 怎么倒这么一小杯 我还没喝出什么味道呢 周雅连忙说道 猴子 别闹 这可是69年的拉菲 猴子疑惑道 那又怎么样了 我酒量好 不是酒量的问题 这酒贵啊 一瓶得一百万左右 你自己算一算 刚刚那一小杯 你喝掉多少钱 这话一出 所有同学都不由得折舍 他们虽然知道严斌有钱 可万万没有想到 严斌竟然有钱到这个地步 竟然一瓶红酒 就价值一百多万 这哪里是喝酒 简直就是喝钱啊 猴子不由得缩缩脖子 他哪里知道 这酒会这么贵 早知道就慢慢品尝了 一百万一瓶的酒 打死他在别的地方也喝不起啊 严斌却并没有生气 他轻笑一声拿出一瓶白酒 笑道 猴子说得对 大家都是同学 既然是聚会 肯定要喝得尽兴 这是茅台八十年酒 价格虽然比不上刚刚的红酒 不过也要十万左右一瓶 今天大家敞开喝 哗啦 众人再次震惊 要知道 平日里 他们喝酒能喝到飞天 就已经足够让自己兴奋了 没想到 严斌竟然拿出了八十年 这简直让所有同学都垂涎欲低了 看着阵仗 今天恐怕能喝个痛快啊 严斌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开了一瓶白酒 然后拿过三个大杯子 直接将三个杯子倒满 一瓶八十年 就这么倒完了 严斌看向叶辰 语气淡然的说道 叶辰 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吧 三个杯子一瓶酒 十万块 一杯差不多就是三万多 这些年 你没来参加同学聚会 来 你把这三杯酒给喝了 听到严斌的话 所有人同学都不敢多说什么 不过 都觉得叶辰有点可怜 毕竟白酒哪里有这样喝的 虽然是好酒 可这样喝绝对是要人命的 周雅连忙站起来 说道 严斌 行了 这是白酒 这三杯都一斤的量了 喝下去不得喂出血啊 严斌却淡淡一笑说道 哎 都是同学 喝点酒怕什么吗 众人朝着叶辰看去 却发现 叶辰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 似乎根本没有打算喝这个酒 看到这一幕 严斌的狗腿子王鹏 直接就忍不来了 他一拍桌子 猛地站起来 大声地喝吃道 叶辰 严总让你喝酒 那是给你面子 这么好的酒 你打工累死也喝不起 现在严总让你喝 你还不喝 难道 你是不给我们严总面子吗 同学们自然明白 严斌这是故意 想要让叶辰难堪 不过这个时候 除了周雅 恐怕没有人会帮叶辰 毕竟 大家心里都清楚 无论叶辰在高中时期 有多么风光 出了社会 权和钱才是一切 他们奉承 严斌或许还能得到一点回报 可帮叶辰 恐怕不仅没有任何回报 反而会得罪严斌 至于同学情义 这都毕业多少年了 又能留下多少情义 严斌见叶辰 依旧不为所动 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我听说你毕业后过得不怎么样 连工作都没有 正好 我严斌别的东西没有 就是钱多 说完 严斌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一打钱 足足有十万块之多 他将手中的钱 朝着桌上砸去 说道 哎 老子有的是钱 你喝一杯 就拿一万 喝多少拿多少 这可是 你这辈子都难碰到的发财机会 王鹏嘲讽地笑道 哇 还是我们严总霸气 一杯一万 叶辰你 可要发达了 还不快点过来 给严总磕个头 听到一杯一万 周围的同学们 都有些蠢蠢欲动 开什么玩笑 大部分的同学毕业之后 一个月的工资 顶天就差不多一万块 这喝一杯酒酒 能拿一万 那就算喝得未出血 也得拼命灌下去啊 同学们都怂恿起来 叶辰 这时候就别在乎什么面子了 面子哪有钱来的靠谱 是啊 我都羡慕你了 要是严总 给我这个机会 我说不得 就得喝他三斤 叶辰快喝吧 拿不拿钱是小事 真要让严总不开心了 那后果就严重了 你还以为 现在是高中的时候啊 出了社会 就要讲究社会上的规矩 看到叶辰被欺负 周牙脸色变得很难看 毕竟 叶辰是他打电话找来的 原本是想要让老同学拒一拒 可没想到 严冰竟然这么针对叶辰 早知道 他就不把叶辰带来了 周牙感到非常的愧疚 他有些生气的说道 严冰 你是有钱没错 但是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啊 严冰倾笑一声道 侮辱 怎么能叫侮辱呢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给了钱的 一杯酒一万块 大家说说 这是侮辱吗 同学们都哄笑起来 在王鹏的带领下 都纷纷起哄 这哪里是侮辱 简直就是散财童子啊 是啊 一杯酒一万 在外面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好事 哎 别说了 我上次去谈的合同 陪客户喝到未出血 结果签了合同 奖金也才五千块 真要能给我一杯一万 那我天天喝 严冰眯着眼睛 看着叶辰 在他心里觉得 他已经吃定叶辰了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有权有势 就会有人鳄鱼奉承 就能够为所欲为 当年在高中的时候 严冰被叶辰吻压一头 现在他肯定要找回面子 能把叶辰狠狠地踩在泥里 就绝对不会让他抬头呼吸一次 严冰冷冷地开口 说道 叶辰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还是不喝 要是不喝 就别怪我不讲同学情义了 对于同学 我很友好 可对于不给我面子的人 一般下场都会很惨 你信吗 周雅见叶辰一直不说话 以为叶辰是害怕了 原本周雅是觉得叶辰混得好了 才想着带他来同学聚会 回首一下往事 可没想到 叶辰之所以突然有钱 仅仅是因为离婚分道的家产 而严冰呢 本就是富二代 家里不仅有钱 还非常有权势 周雅只能劝说起来 叶辰 别酱了 你喝一杯吧 喝完我们走 既然他们不欢迎你 那这个同学聚会 我们不参加便是 所有人都看着叶辰 在他们看来 叶辰现在的所有倔强 不过就是摸不开面子 其实内心已经怕得要死了 很快叶辰就会喝下酒 甚至为了钱 说不定会给严冰提血 就在所有人 等着看叶辰出丑的时候 叶辰却摸摸鼻子 淡淡的开口 其实作为同学 我本不想把关系闹得这么僵 既然严总非要我说话 那好 桌上的酒 你喝了 然后给我跪下道个歉 今天的事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所有同学都惊呆了 一个个瞪着大眼睛 看着叶辰 没听错吧 不仅要让严冰喝酒 还要让严冰 给他下跪道歉 所有同学都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还是这么狂 简直和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凭什么 难道他还以为现在是高中 没人敢拿他怎么样吗 要知道 严冰现在的身份 那绝对不是他们这些普通的同学 能够惹得起的 一时间 所有人同学都傻眼了 叶辰 你疯了吗 你怎么敢这么和严总说话 就是 你不想活了吗 快点给严总道歉 不然后果你承担不起啊 大家都是同学 我们也不想看到你出事啊 叶辰 别这样了呀 此时严冰的脸色 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以他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还真没有多少人 敢说出让他下跪道歉的话来 更何况是叶辰 他内心生起一丝怒火 面容变得争鸣无比 他一步步地走向叶辰 语气森然地咆哮起来 让我下跪道歉 谁给你的脸 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 你真以为 你还是高中时候 那个自以为是的风云人物 老子现在是严家大少 我们严家不仅有着市值几十亿的大集团 老子的叔叔 还是云城军区的大人物 就你也配让我下跪道歉 我看你是活地位了 思虽然同学们都知道严冰有钱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年 严家发展得这么好 市值竟然高大几十亿 还有军区大佬做后盾 难怪严冰敢如此嚣张 见严冰要动真怒 众人也都纷纷拦了起来 严总消气 叶辰不懂事 大家都是同学 没必要弄成这样 是啊 你就饶他一次吧 弄出人命来也不好啊 叶辰 你还坐着干什么 快点过来给严总道歉 你真的为了一点狗逼面子 连命都不要了吗 此时 叶辰缓缓地站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 叶辰是要给严冰道歉 严冰也傲然地抬起头 只要叶辰过来道歉 他一定要狠狠地 把叶辰的头踩在地上 然而 叶辰走到严冰面前 忽然就一脚踢了出去 狠狠地踹在了严冰的小腹上 直接将严冰整个人 踢得倒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墙上 哄 这一幕 瞬间让所有人 都犹如遭受到了雷击 不敢置信地看着叶辰 每个人脑袋里都一片空白 叶辰不是应该过来道歉求饶的吗 怎么还敢动手 疯了 叶辰真的疯了 原本得罪了严冰 看在大家都是同学的份上 只要道个歉 求个饶 说几句好话 就能够平息 可现在叶辰竟然直接动手 这等于彻底将严冰得罪死了 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 叶辰完了 彻底完蛋了 严冰此时已经感到内心 涌起一阵滔天怒火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敢打他 这么多年了 他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严冰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叶辰 语气冰冷地怒吼道 叶辰 你死定了 我告诉你 敢打我的后果 绝对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王鹏这个狗腿子 更是按耐不住 他直接抱起 怒吼一声 一拳朝着叶辰打了过去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王鹏就是一个小混子 毕业之后 为了能够让严冰重用他 还特地学了几年的散打 见到严冰被打 王鹏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他怒吼一声 操 你他妈的胆子很大 竟然连兵哥都敢打 老子弄死你 这一拳 带着进风 朝着叶辰的脑袋 就砸了过去 叶辰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拳头距离他越来越近 叶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忽然 单手探出 无比精准地抓住了王鹏的手腕 王鹏顿时一愣 他可是学了散打的呀 普通几个大汉 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可叶辰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而且力量大的 让他难以移动半分 叶辰冰冷的声音传来 当狗就好好当狗 别出来乱咬人 不然要挨打 懂吗 叶辰话音落下 单手一挑 一个鞭腿 直接将王鹏狠狠地踢地撞在墙上 瞬间头破血流 严冰惊怒无比 看着叶辰 他当然知道王鹏的实力 平日里 他们出去玩 遇到事情 都是王鹏动手解决 基本上没有几个人 能打得过王鹏 可现在 王鹏在叶辰手里 竟然连一招都撑不过去 这让严冰不有恐惧地吞了口口水 严辰缓步朝着严冰走过去 严冰惊恐地怒道 你 你别过来 你想干嘛 叶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我说了 大家都是同学 没必要搞成这样 你偏偏不信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牛吗 来 跪下 严冰脸色惶恐 他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 特别是在同学们面前 他要是给叶辰跪下了 那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圈子里 混 严冰咬着牙 说道 叶辰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让我给你跪下 你做梦吧 你以为你打了我 你能走的了吗 叶辰轻笑一声 一脚将严冰踢倒在地 丝毫不留情地踩在严冰的头上 语气森然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 说了我要走 严冰此刻只感到无尽地屈辱 原本是想要羞辱一下叶辰 可没想到 叶辰竟然这么能打 不仅没有羞辱到叶辰 反而被叶辰踩在地上 这种感觉 让他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此时 周围的同学 都被叶辰的举动给吓傻了 那可是严冰啊 在云城 可是非常有实力的 竟然就这么 被叶辰踩在地上 周雅更是惊呆了 原本他以为叶辰和严冰的对决中 叶辰是弱势的一方 可现在看来 叶辰还是那个叶辰 不管过了多少年 性格还是没有一点变化 不知道为什么 周雅的双眼 目不转睛地看着叶辰 这一刻 仿佛青春期的躁动 再次回来了 让他的小心脏 忍不住疯狂地跳动起来 严冰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可还是非常嘴硬地说道 叶辰 我告诉你 我可是严家大少 我的身份高贵 绝对不是你能惹的 你最好立刻放开我 叶辰不屑一笑 说道 身份高贵 我说严冰 在高中的时候 我能压你一头 现在就能轻松拿捏你 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严冰温怒道 叶辰 你是能打 但是这已经不是 在学校了 能打的人多了去了 这个社会靠的是权力 靠的是金钱 懂吗 你现在是打了我 可一出这个包厢 你就会遭受到 让你生不如死的报复 叶辰挠脑耳朵 轻笑一声 道 看来你好像不服啊 严冰道 不服 我当然不服 有种你放开我 我会让你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权势滔天 周围的同学 没人会怀疑严冰的话 因为严冰的确有这个资格 叶辰这么能打 的确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可能打又怎么样 没有权势 一旦出了这个包厢 严冰随时能调动 几十上百个保镖过来 到时候 叶辰能打几个 更重要的是 以严家的背景 严冰真要对付叶辰的话 不仅可以让叶辰在云城活不下去 甚至让叶辰人间蒸发 也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 虽然叶辰看似占了上风 可实际上 却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叶辰道 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 叶辰嘴角露出冷笑 脚下一用力 直接疼得严冰哇哇大叫起来 不过他 还是嘴硬的说道 叶辰 你有种杀了我 不然我 绝对不会放过你 叶辰轻哼一声 他突然俯下身子 将严冰口袋中的手机掏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众人多少明白叶辰的想法 的确打了严冰 绝对不能让严冰有报信的机会 否则叶辰的下场 恐怕会非常的悲惨 严冰也是脸色一变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找人来收拾叶辰 可叶辰却把他的手机收走 这等于让他断了和外面联系的路 就在所有人以为 叶辰是要毁掉严冰的手机的时候 叶辰却将手机放在了严冰的手中 语气无比淡然的说道 严冰 我非常想看看 你所谓的权势滔天 是个什么水准 打电话 把所有人你认为 能救你的人都找过来 记住 我只给你二十分钟 若没人能救你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让你一辈子当个残废 叶辰疯了吗 不仅打了严冰 竟然还敢叫严冰叫救援 这要是严家的人过来 叶辰恐怕直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吧 严冰也被叶辰的狂妄给惊呆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冷冷地说道 你确定 难道你不怕死吗 叶辰轻笑一声 说道 我非常确定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严冰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他拿起电话 就开始拨打 一连打了五六个电话出去 打完电话之后 严冰这才稍微有了点底气 只要他叫的人一来 叶辰必定会无比的凄惨 叶辰丝毫不在意严冰的眼神 只是淡淡地说道 记住 你只有二十分钟 周围的同学都纷纷感到心惊 不过五分钟 忽然 包厢的门被人推开 一个穿着滑跪的年轻人 缓步走了进来 他浑身气质高贵 满脸傲气 仿佛不把世间的一切放在眼里 他身后跟着一个壮硕如牛的壮汉 身高一米九 浑身上下的肌肉 几乎要爆棚 一看就是一个不好惹的狠人 这个年轻人就是严冰求救的第一个人 他一进门 扫了一眼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严冰 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是陈飞宇 云城皇冠酒店是我的地盘 谁敢在我的地盘闹事 自己站出来吧 陈飞宇 思听到这个名字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云城陈家的大少爷 这云城皇冠酒店就是陈家开的 没想到 严冰竟然和陈家大少还有联系 能把这位大少请出来 叶辰这次真的完蛋了 要知道 陈家主要就是做酒店行业的 不仅在云城 甚至在很多城市都开有几十家五星级大酒店 可以说 在云城 陈家也有着非常大的势力 这让陈飞宇更是嚣张无度 在云城 谁见了陈飞宇 不给几分面子 严冰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陈飞宇说道 陈少 就是那个家伙打了我 陈少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陈飞宇淡淡地看了一眼严冰 对于严冰 他并没有很放在心上 只是都在云城混 平日里严冰经常巴结他 让他生气的倒不是严冰被打 而是竟然有人赶在他的酒店闹事 陈飞宇眼神冰冷地扫过叶城 语气淡然地说道 人 是你打的 叶城淡淡地说道 是我 陈飞宇轻横一声 说道 哦 既然是你打的 那就跪下道歉吧 记住 我现在是给你机会 你要珍惜 陈飞宇的话说得很随意 宛若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下了旨意一般 那种高傲的姿态 让人很不爽 可再不爽 也没人敢说什么 毕竟 这可是陈家大少啊 在座的同学里面 谁敢得罪这样的大少 那简直就是找死 人家随手就能捏死他们 原本 周雅就觉得 叶城打了严冰 事情非常难解决了 现在陈飞宇来了 叶城要是再不低头 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不过 所有同学都觉得 叶城虽然很狂妄 可毕竟不是傻子 不可能和陈飞宇 这样的顶级大少作对 所有人都看向叶城 却发现 叶城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陈飞宇 语气淡然地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让我下跪 你配吗 思听到叶城的声音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什么 没有听错吧 叶城竟然说陈飞宇不配 这玩笑开大了呀 周围的同学知道叶城很狂 连严冰都敢打 可万万没有想到 叶城竟然狂妄到这种地步 连陈飞宇这样的顶级大少 都不放在眼里了 这家伙属实是疯了 严冰也被叶城的话给吓了一条 说实话他内心很清楚 能把陈飞宇请过来 完全就是因为这酒店是陈家的 他经常来这里消费 陈飞宇自然要给这点面子 可对于陈飞宇来说 这其实不过就是小事 他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他一出现 任何敢在皇冠大酒店闹事的人 都得下得跪地求饶 可现在叶城不仅不害怕 反而直接和陈飞宇给杠上了 严冰内心出现一丝惊喜 眼神变得更加的冷冽 心中暗暗的想到 狂 你再继续狂 还敢说陈飞宇算什么东西 哈哈 叶城这次恐怕真的要死定了 敢惹怒陈飞宇的人 绝对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周雅听到叶城的话 直接背下的腿都差点软了 说实话 得罪了严冰 上下还有一条生路 可得罪了陈飞宇 不仅仅是叶城自己 恐怕任何和叶城有关的人 都会遭受到陈飞宇的打击 同学们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一个个远离了叶城 生怕被叶城这个愣头青给害了 叶城 你疯了吧 那可是陈绍 你竟然敢辱骂他 你不要命了吗 陈绍 我们和这个叶城 没有任何关系 还请您不要迁怒我们 是啊 我们不认识他 陈绍 是他一个人骂你的 陈绍 萧气啊 你要发怒 就找叶城一个人吧 他不肯跪 我们给你跪下磕头 还请你不要迁怒我们 此时 在所有人同学内心 都觉得叶城死定了 当年 在高中的时候 叶城是学校的明星人物 可现在不是在学校 那些过去的风光 又能代表什么呢 这个世界 权势才是一切 恰好 陈飞宇乃是陈家大少 他手中有着无尽的钱财 掌控了无数的权势 和陈飞宇硬刚 叶城有这个资本吗 在众人心中 叶城完全就是看不清 自己形式的傻子 人家陈飞宇一句话 就能让叶城死得很惨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人会替叶城说话 甚至恨不能立刻撇清 和叶城的关系 否则 叶城迁怒陈飞宇 最后他们也被连累 那就太惨了 果然 此前一直满脸不屑表情的陈飞宇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震怒的神情 他似乎觉得自己听错了 在云城 竟然还有人敢说他陈飞宇不配 不会是听错了吧 陈飞宇眯着眼睛 眼中透出无尽的震怒 语气森然地说道 小子 你刚刚说什么 有种你再说一次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陈飞宇几乎要宣泄出来的愤怒 包厢内安静的可怕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陈飞宇要生气了 同学们都不由恐惧地吞了口口水 转头看向叶晨 他们内心无比希望 叶晨能够给陈飞宇道歉 消除陈飞宇的怒气 毕竟 一个顶级大哨的怒火 他们根本承担不起 不过是来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他们都是有家有事的人 如果因为叶晨被陈飞宇惦记上 那干脆直接不用活了 可惜 叶晨并未按他们所想的方向前行 而是不懈地看了一眼陈飞宇 说道 你现在滚出去我不与你计较 不是你的事 最好别管 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 哈哈哈哈 听到叶晨的话 陈飞宇怒急返效 他真想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果 他陈飞宇会承担不起 小子 不得不说 你真的有种 可你要知道 上一个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人 现在恐怕坟头草都长到一米长了 陈飞宇的声音愈发的冰韧 也说明他内心的怒火已经达到了极点 周围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降至冰点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遇到像叶晨这么狂妄的人 原本 他以为以他的身份过来随口一句话 就能解决问题 可现在 他真的怒了 任何敢得罪他的人 绝对不可能有好下场 陈飞宇一挥手 淡淡地开口 说道 废了他 陈飞宇的话音刚落 一直站在陈飞宇身后的壮汉 忽然就冲了出来 他巨大的手掌 紧握成拳 一言不发 就猛地朝叶晨的脑袋砸去 好强 好恐怖 周围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壮汉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那一拳打出 竟然发出一阵破空之声 严冰也不由地瞪大眼睛 说道 这就是陈少手下的第一战将 铁哥呀 对于这个壮汉 严冰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他是陈飞宇手下最厉害的高手 名叫张俊 可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张俊乃是横练功夫出身 他一身铜皮铁骨 据说曾经被人用刀砍在手臂上 直接将刀都震成了两半 所以 众人都喜欢称呼他为铁牛 铁哥 其力大如牛 轻易十几个人 根本对他造不成伤害 而吃他一拳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归西了 陈飞宇傲然地轻笑一声 说道 没错 有铁牛出手 那小子死定了 小言啊 这件事我帮你解决了 怎么回报我啊 严冰羡慰地说道 陈少 正好说 回头我做东 您开口 任何事 我都会尽全力满足您的 两人轻松地聊着天 在他们眼里 铁牛一旦出手 叶辰不死 也得残废 与此同时 铁牛的狂暴一拳 已经朝着叶辰的脑袋轰了过去 这一拳的威力 别说一个人 就算是一头牛 恐怕都承受不了 周牙已经捂着眼睛 生怕看到叶辰血肉横飞的场面 他心中无比后悔 早知道就不将叶辰带过来 参加同学聚会了 现在叶辰落的这幅下场 他内心非常的愧疚 铁牛同样没有将叶辰放在眼里 只需要再有一秒 他就可以打得叶辰生活 不能自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所有人都认为 叶辰会被铁牛一拳打爆的时候 叶辰却忽然动了 只见 叶辰探出右手 速度快如闪电 无比精准地一下 将铁牛硕大的拳头抓在手中 铁牛的身形猛的一顿 竟然在无法前进分后 铁牛只感到一股 他无法抗拒的力量 将他挡住 无论他怎么用力 拳头都被叶辰死死地抓住 无法挣脱 场面一时间仿佛凝结了一般 看到铁牛停在原地 陈飞宇眉头一皱 训斥道 铁牛 你干什么 别留手 给我赶快废了他 陈飞宇的话音还没落下 铁牛内心已经恐惧地快要骂娘了 他是不想快点解决叶辰吗 他是没有办法 叶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冷漠地看了一眼铁牛 忽然 整个人腾空而起一个鞭腿 狠狠地扫在铁牛的脖子上 哄 撞术的铁牛 整个被叶辰一脚踢得横飞出去 砰砰砰 包厢内瞬间发出一阵支离破碎的声音 铁牛连续撞满了几条椅子 直到撞在墙上 才缓缓地停下 整个人直接晕绝了过去 这一幕 彻底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不少人都纷纷揉眼睛 怀疑自己看错了 那铁牛可是身高一米九 体型壮硕的大汉 竟然被叶辰一脚踢飞了 这一脚该有多大的力量 一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严冰直接脑子一猛 他虽然知道叶辰有点能力 刚刚打他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那种压迫感 可严冰他 自己本身就不太会打架 铁牛却不一样 不仅是地下黑拳出身 实力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这样一个在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高手 竟然被叶辰一脚踢晕过去 那这叶辰该有多强 严冰完全想不通 陈飞宇也傻眼了 他作为云城的顶级大少 平日里到处惹是生非 多少会遇到一些不要命的主 为了他的安全 他特地花费重金 去地下拳赛中 找到了铁牛来当他的贴身保镖 这么多年来 不管有什么事 哪怕遇到那些练过的人 只要铁牛在 基本上都是三拳两脚就能解决 甚至很多大少 为了能够对付铁牛 还特地找来了一些退伍的特种兵 可在铁牛面前 全都不够看 陈飞宇从未想过铁牛有一天会输 所以他内心是无比震惊的 叶辰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仿佛他踢晕的 不是一个黑拳高手 而是随手捏死的一只蚂蚁 他眼神淡然地扫过陈飞宇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缓步走到陈飞宇面前 忽然 他抬起手 狠狠一拳打在陈飞宇的脸上 哄 这一拳直接将陈飞宇打得口吐鲜血 满口的牙齿都掉了一地 陈飞宇只感到一股剧烈的疼痛袭来 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 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蜷缩着身子 不断地哀吼 耳边传来夜沉冰冷无情的声音 现在 你还嚣张吗 什么看到这一幕 包厢内所有人都不由地感到瑟瑟发抖 双眼瞪大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 那可是陈家大哨啊 就这么被打得口吐鲜血 如果说打了阎兵 只是一时冲动 还能说得过去 可打了陈飞宇 那可就不是轻松能解决的事情了 一旦陈家人暴怒 谁能抗下陈家人的怒火 一些对于云城格局比较有研究的同学 此时已经感到头皮发麻 周雅 这次夜沉算是要完蛋了 打了陈飞宇 这就是和整个陈家作对 那可是真正的巨无霸 这下夜沉真的完蛋了 周雅 我劝你还是别和夜沉走这么近 小心被他连累了 周围的同学 此刻没有谁敢靠近夜沉 仿佛夜沉就是一个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 谁靠近 谁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然而 夜沉却似乎完全没有当成一回事 他只是看了一眼时间 淡淡地说道 严冰 你还有十三分钟 严冰此刻内心生起一丝恐惧 他没有想到夜沉竟然敢这么狂 凭什么 就算夜沉是恋家子 有点实力 可这世界上有实力的人多了 谁敢像他这么狂 就比如铁牛 虽然输给了夜沉 可他的实力比普通人强太多了 不一样只能跟在陈飞宇屁股后面 当个贴身保镖吗 就在严冰惊恐万分的时候 气氛仿佛凝固了一般 十分钟之后 十几个壮汉从外面骂骂咧咧 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一个个人还没到 叫嚣的声音就已经传过来了 操 谁敢打我们少爷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对我们严少动手 兄弟们 招到人直接弄死他 操 我看是谁 这要牛逼 看着一群壮汉冲进来 那些同学们都不由地感到心惊肉跳 唯独严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知道 是他手下的兄弟 来了 严冰这些年交友广阔 虽然认识了很多大少 可在暗中免不了会得罪人 所以 他物色为一些厉害的高手 花了不少钱 将这些高手都收买了 平日里就在严家当个保镖 没事的时候 他就带着这些高手 气势绝对爆炸 因为 这些高手 每一个都是刀口填写的存在 不仅有退役特种兵 还有一些国际上的杀手 每个人都精通杀人数 如果说 他们单个拎出来 可能还打不过铁牛 可奈何他们人多 这年头 双拳难敌四手 看到手下出现 严冰的底气再次回来了 他眼神冰冷地看着叶臣 说道 小子 你真的很狂 不过很可惜 你太自负了 现在老子的兄弟来了 我看你还怎么狂 我不仅要把你打断你的狗腿 还要让你生不如死 叶臣轻蔑地看了一眼严冰 不屑一笑 说道 就凭你叫来的这些废物 废物 听到叶臣的话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群人一个个凶神恶煞 浑身的气势 直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一看就是见过血的存在 可在叶臣眼里 这些是废物 严冰不由地狂笑起来 说道 兄弟们 听到没有 这小子 说你们是废物 你们说 该怎么办 弄他 搞他 干他 一群壮汉叫嚣的声音 几乎将包厢的屋顶给掀飞 普通人看到这群人的外貌 都得忍不住双腿打战 严冰双眼一眯 语气森然地说道 兄弟们 说得好 今天 就给老子狠狠地教训他 先打断他的四肢 我看他还怎么狂 严冰的话音一落 这群壮汉 瞬间朝着叶臣冲了上去 他们手中拿着棍棒 一个个眼神透着无尽的煞气 然而 众人震惊的是 叶臣看着这群人冲上来 却并没有逃跑 也没有任何动作 仿佛是被吓傻了一般 严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内心对叶臣装逼的样子非常不屑 冷冷地说道 装逼 继续装 等会老子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此时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壮汉 手中扬起的棍棒 朝着叶臣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他的速度很快 然而 比他速度更快的是 另外一个瘦弱的身影 出现在叶臣的身后 手中握着一柄短刀 已经冲着叶臣的驳梗而来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不由得都惊呆了 这群壮汉的实力 还真是不容小觑 他们不仅各个速度极快 气势强盛 而且还有非常默契的配合 仅仅两个人 就直接封死了叶臣逃开的后路 只需要片刻 棍棒和匕首 就能够让叶臣受到重伤 严冰的双眼 已经透出了无尽的兴奋 在他看来 这种情况下 叶臣已经是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了 死吧 去死吧 严冰内心疯狂地怒吼着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臣这下要完蛋的时候 千军一发之间 叶臣双眼微微一眯 只见他脚步完全没有动 身子原地一转 双手竟然无比精准地 抓住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人 一个飞踢 竟然一下 将两人直接踢飞出去 两个壮汉 在空中就忍不住哇哇的吐血 其他几个刚要冲上来的壮汉 顿时吓了一跳 叶臣的速度 简直快到了极点 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叶臣宛若灵蛇一般 冲进了人群 一道道鲜血横飞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叶臣一步一杀 每一次抬手 都会有一个人倒下 十几个壮汉 竟然在短短的几十秒内 竟然全部倒在地上哀嚎 他们甚至连叶臣的衣角都没有碰到 就已经倒下了 什么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心中生起无尽的恐惧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够高估叶臣了 可最后才发现 他们还是低估了野狠的实力 叶臣打倒这群壮汉之后 没有丝毫犹豫 忽然就出现在了颜兵的面前 语气森然地说道 时间马上就到了 看来没有人能救你了 感受着叶臣身上爆发出来的杀意 颜兵不由地吞了一口口水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所有人都往外看去 就看到两个人人影朝着包厢内走来 看到这两人瞬间周围就一片寂静 来的这两人不是别人 而是绝对权贵的存在 一个是陈家家主陈锋 一个是军区阎武 也就是颜兵的叔叔 这两人一出现 所有人都觉得胆寒 这是闹大了 要知道 陈家家主陈锋 在云城可是有着巨大权势的存在 陈家把控了云城 几乎所有高端酒店的生意 身价近百亿 而阎武在云城军区 也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据说是某秘密部队的团长 这年头 能打又怎么样 权势才是一切啊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两人一出现 叶臣的下场 恐怕会无比的凄惨 此时 陈飞宇和阎兵两人的底气十足 刚刚两人吓得不敢说话 现在甚至都能忍着剧痛爬起来 两人走到叶臣面前 指着叶臣 说道 小子 很快 你就会见到云城真正的权势是什么样的 叶臣轻笑一声 说道 你们不吹牛 能死吗 吹牛 陈飞宇眼神冰冷地说道 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是很能打没错 可你能打过十个人 能打得过一百个 一千个 你能挡得住子弹吗 严冰也冷烈地笑道 没错 还有老子的叔叔也来了 知道老子的叔叔是干什么的吗 他随便带一个牌的战士过来 就能将你秃秃成筛子 你懂吗 周围的人此刻都觉得 叶臣不过是在强撑着 陈飞宇和颜冰的话 的确没错 叶臣的实力让人震惊 很能打 可惜叶臣惹错了人 你再能打 人家直接一枪过来 恐怕脑袋都得开花 再快能有人家的枪块吗 事情到了现在 几乎已经不可挽回了 周雅实在不忍心 看到叶臣伸手一触 他担心地走过去 说道 叶臣 算了吧 你斗不过他们的 低个头 至少保住命才是 听到周雅的话 严冰无比嚣张地说道 周雅 你还敢替他说话 把我和陈少打成这样 是低头就能解决的吗 周围的同学也都纷纷开口 是啊 周雅 你是不是傻呀 快过来 你现在替叶臣说得越多 等一下就越惨 叶臣是疯子 难道你也疯了吗 周雅闻言 咬咬牙 他看向严冰 说道 严冰 我们都是同学 这样 我替叶臣给你道歉 你看能不能 周雅刚想弯腰 却被叶臣一把拉住 说道 周雅 你用不着给他们道歉 就算要道歉 也是他们 周雅听到叶臣的话 真是要被气死了 难道叶臣 还看不清楚现在的形势吗 这可是要命的 严冰呵呵一笑 说道 看到没有 周雅 我看你就是自作多情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就算他给我跪下道歉 也没用 我必须打断他的双腿 让他这辈子 只能做一个废人 与此同时 李峰和严武两个大人物 已经走进了包厢 两人脸色无比的铁青 看得出来 他们是无比愤怒的 众人都能理解 毕竟自己家人被人打了 等同于他们 被人打脸了 能不生气吗 看到李峰和严武两人过来 严冰更是兴奋的 跳起来叫嚣道 哈哈 叶臣 现在你怕了吗 你不是很狂吗 继续狂啊 我倒想看看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 在老子面前狂妄 你不是很能打吗 来啊 再打我试试 严冰的话音落下 叶臣却忽然猛地探出手 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严冰的脸上 啪 清脆的巴掌声 顿时传遍了整个包厢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什么鬼 这种情况下 叶臣竟然还敢出手打严冰 难道他不要命了吗 叶臣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淡淡地开口道 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件的要求 真是嘴贱 这一刻 严冰整个人 只感到一股狂怒 直冲脑海 他对叶臣 简直是恨之入骨 恨不能扒了叶臣的皮 他癫狂一般的怒吼起来 混蛋 你死定了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三叔 这小子打我 还打了陈少 把我们报仇 弄死这个瘪犊子 一定要给我弄死他 看着严冰的癫狂一般的模样 能够想象他内心此刻的狂怒 同样也能想象到 叶臣等会落在严冰手里的时候 会多么的凄惨 年轻 太年轻了 此时 陈峰和严武两人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言不发地朝着叶臣走过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由得摇摇头 这两个大佬同时出手 叶臣能挡得住吗 他就算不要自己的命 难道连家人都不管了吗 严冰嘴角勾起一丝冷冽 他知道叶臣很能打 所以转头问了一下旁人 道 我叔带人来了吗 旁人连忙说道 带了 全在外面 陈家家主带了五十多个保镖 而你及叔叔严武 更是带了三十多个特种兵 全副武装的那种 全在酒店门外集结 听到这句话 严冰不由得生起一丝安全感 五十几个保镖 加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 这种情况下 别说叶臣会武功 就算是神仙 也插翅难逃了吧 周围的同学 也都不由得叹了口气 对于这样的场景 他们心中 早就已经猜想到了 毕竟 陈家的势力无比的强大 而严冰的叔叔 更是军区大佬 以他们的能力 捏死叶臣 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臣这下终于要认怂的时候 陈家家主陈锋和军区大佬阎武 已经走到了叶臣面前 众人想象中 两位大佬同时出手 教训叶臣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 只见陈家家主陈锋和阎武两人 竟然动作极为统一地 扑通一声跪在了叶臣的面前 瞬间 包厢内彻底变得寂静无比 所有人瞪大眼睛 长大嘴巴 惊讶地仿佛能够吞下一个鸡蛋 甚至不少人还忍不住揉揉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一个云城世家大佬 一个云城军区大佬 竟然不约而同地给叶臣下跪 这是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不是应该对叶臣出手的吗 怎么会给叶臣跪下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陈飞宇和阎兵两人都已经感到脑子一片空白 浑身僵硬到不能动弹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陈家家主陈锋和军区大佬阎武 都要给叶臣下跪 在他们看来 叶臣不过就是一个只会吃软饭 连工作都没有的废物 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要知道 陈锋可是陈家家主 整个云城能让他下跪的人几乎没有 哪怕是洛家家主洛明城来了 陈锋也不可能卑微到这种地步 而阎武就更不可失忆了 他作为一个战士乃是特种兵的教官 代表的更是云城军区 给叶臣这样的废物下跪 这也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阎兵只感到呼吸困难 他引以为傲的叔叔 竟然给叶臣这么个废物下跪 这让他几乎要抓狂了 阎兵惊怒地说道 三叔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给叶臣这个废物下跪啊 住口 阎武狂怒瞪了阎兵一眼 他此刻真的内心恨不能将自己这个侄子扒皮抽筋 这可不是开玩笑掉的 得罪谁不好 竟然敢得罪叶臣 叶臣的身份神秘莫测 其势力恐怖无比 自己这个该死的侄子竟然敢得罪叶臣 这是要将整个阎家脱下水吗 这些年 阎家在云城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完全就是因为他在军区的身份 说实话 阎家的底蕴是很弱的 一旦伤筋动骨 可能整个阎家都会毁于一旦 偏偏阎兵还整天仗着自己阎家的身份 到处惹是生非 平日里惹一些大哨 看在他的面子上都能解决 谁能想到 阎兵竟然还敢得罪叶臣这种层次的人物 他不要命 难道整个阎家的人不要命了吗 陈锋和阎武两人没有在理会陈飞宇和阎兵 两人对着叶臣恭敬地说道 见过叶少 见过叶帅 叶少 叶帅 听到这两个称呼 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感到灵魂忍不住颤抖 一个能让陈家家主恭敬地喊一声叶少 那身份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恐怖 而阎武口中的叶帅 更是让人彻底的毛骨悚然 这个称呼代表什么 所有人内心都清楚 可这怎么可能呢 叶臣才几岁 他怎么可能是叶帅 周围的同学此刻一个个眼神震惊地看着叶臣 之前他们以为阎兵就已经是身份尊贵 是他们需要巴结的存在 可现在才发现 叶臣这个被他们看不起的人 简直是他们需要仰望的神 一时间 不少人都心中生起一丝后悔 为什么刚刚在叶臣受到嘲讽的时候 他们非但没有帮叶臣说话 还始终站在严兵那边 后悔的恨不能拍大腿 叶臣什么身份 他们不知道 可能让陈家家主和阎武这样身份的人跪在地上 身份绝对是极为恐怖的 他们但凡能够得到叶臣的一点好感 那未来岂不是靠着这层关系 都能飞黄腾达 此时 唯独周雅 整个人都愣了 他发现 自己还真是完全看不透叶臣 一开始 他知道叶臣花上一元购买豪车 以为叶臣是个土豪 而后又发现 叶臣和穆婉晴离婚了 以为叶臣的钱是穆婉晴给的离婚费用 现在再次发现 叶臣的身份已经足以让他仰望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这叶臣的身份究竟有多恐怖 此时 整个包厢内都安静到了极点 叶臣不说话 没有人敢率先张嘴 谁都清楚 陈飞宇和颜冰两人要完蛋了 叶臣眼神平静地看着陈锋 语气淡然地说道 陈锋 你们陈家好像很厉害 这云城怕是你们说了算吧 陈锋被叶臣点名 他无比恐惧地颤抖起来 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勾搂着身子匍匐在地上 那模样无尽的卑微 看到这一幕 陈飞宇只感到一种深入灵魂的恐惧 他作为陈家大少 这么多年 在云城可以说是混得风生水起 为什么他能成为云城顶尖大少 不就是因为陈家有这个实力吗 陈飞宇亲眼看过他父亲受人尊敬的样子 那时候 他以为他的父亲就是高贵的 是万能的 可现在 他才发现 他错了 陈锋此刻内心虽然恐惧 但还是努力强装镇定地说道 叶少 我错了 我教子无方 犬子得罪了叶少 要如何处理 全凭叶少做主 叶臣冷冷地说道 很好 态度不错 那就断其一臂 以示惩戒吧 什么 没听错吧 叶臣竟然要让陈家家主 亲自打断自己儿子的手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他的儿子 陈飞宇也惊呆了 他连连说道 爸 我是你的亲儿子 你肯定不死听他的对吗 我们陈家在云城的势力又不差 为什么要怕他 陈锋仿佛没有听到陈飞宇的话 他从地上爬起来 伸手招了招 顿时一个保镖 就将手中的棍子递给了陈锋 陈锋一步步地走向陈飞宇 陈飞宇不敢置信地看着陈锋 他可是陈家的大少爷 是陈锋唯一的儿子 他不停地往后退 惊恐地说道 爸 我错了 爸 别打断我的手 我以后听话 真的听话 我错了还不行吗 陈锋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淡淡地说道 把手伸出来 我只说一次 再敢退后 再敢把手拿开 我立刻将你逐出陈家 让你以后自生自灭 这话一出 陈飞宇顿时一阵心如死灰 他恐惧 他后悔 明明这件事本可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偏偏为了一个严兵 跑去得罪叶晨 他要知道 叶晨的身份如此恐怖 他打死也不敢冒犯叶晨啊 陈飞宇很清楚自己老爹的性格 如果他再敢躲 他的下场 恐怕真的 就不止断掉一只手了 无奈之下 陈飞宇只能咬着牙 伸出手臂 不敢再躲 陈锋一脚踩住陈飞宇的手臂 一咬牙 用力挥动手中的棍棒 朝着陈飞宇的手臂狠狠砸去 碰 咔嚓 陈飞宇的手臂 就这么被硬生生的砸断了 啊 陈飞宇痛苦的全去着身子 在地上疯狂的打滚 陈锋眼神冰冷的看着自己儿子 语气森然的说道 儿子 给我记住了 做人 一定要八面玲珑 只会飞扬跋扈 惹是生非 最后的下场绝对是悲惨的 今天 夜少仁慈 只断你一臂 起来感谢夜少恩情 陈飞宇此刻 只能忍着疼痛 跪在夜臣面前 疯狂磕头道 感谢夜少大恩大德 感谢夜少不杀之恩 这一幕 让周围的所有人都感到 仿佛被一阵惊眉劈中脑袋 彻底的傻眼了 在场的同学们 大多都是普通人 在他们看来 所谓的权势 再厉害 也就是像阎兵那样 能够随时叫人来解决问题 可看到陈飞宇这样的顶级大少 被打断了手臂 还要对夜臣千恩万谢 简直刷新了 他们对权势的认知 什么叫真正的权势 那绝对就是像夜臣这般 手中掌控着无尽的权势 一句话就能够让人失去一切 阎兵此刻已经感到双腿发软 他内心无尽的恐惧 就连局外人陈飞宇 都被断了一臂 而他从头到尾 都在嘲讽和冲撞夜臣 他的下场 恐怕会比陈飞宇更悲惨 果然 下一刻 夜臣的眼神 就已经落在了阎兵的身上 他语气淡然地说道 轮到你了 简单的四个字 就像是一道天雷 轰在阎兵的脑袋上 他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 就跪在夜臣面前 苦苦哀求道 夜臣 别这样 我们是同学 求求你放过我 我们可是同学啊 同学 夜臣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如果我只是一个身份卑微 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 我还配成为你严总的同学吗 之前 我不止一次说过 不要伤了同学的情谊 你有放在心上吗 听到这话 阎兵只感到一阵恐慌 面色瞬间惨白 夜臣说的没错 如果今天面对的是 其他任何一个同学 阎兵不仅不会道歉 甚至会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不择手段的羞辱 和打压夜臣 夜臣上前一步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已经让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夜臣是要杀了阎兵吗 周雅有些于心不忍 他忍不住上前一步 说道 夜臣 阎兵虽然是有错 可罪不至死 能不能留他一条命 夜臣眉头一皱 说实话 这么多同学之中 夜臣也仅仅就是对周雅的印象好一点 如果周雅没有求情 或许夜臣真的会直接杀了阎兵 不过 既然周雅求情了 那夜臣还是要给这个面子的 夜臣看向阎兵 语气淡然地说道 你不想死 阎兵连连磕头 说道 夜兽 我不想死 真的不想死 求求你放过我 只要不死 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我给你磕头 给你磕头 夜臣深吸一口气 说道 行 那就给你一次机会 说完 夜臣看向阎兵的叔叔阎武 说道 今天留他一命 不过我不想再看到他 你将其送到北梁军团的黑虎营吧 听到这话 阎武顿时感到一阵胆寒 可他不敢多说什么 直接点头道 遵命 夜帅 说完 阎武就抓起已经吓坏的阎兵 离开了包厢 走出包厢 阎兵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自己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甚至相比 陈飞与缺胳膊断腿的悲惨 他还算是幸运的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笑了一声 阎武眉头一皱 说道 你笑什么 阎兵道 三叔还是你有面子 我不仅保住了命 还四肢健全 这不值得高兴吗 阎武叹气的说道 那你就好好高兴吧 阎兵不以为意 问道 对了 刚刚他说 要把我送到黑虎营 是要让我去当兵吗 当兵三年 应该就能回来了吧 要不 三叔 你偷偷把我放了 我出国三年 阎武冷笑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敢为你夜帅的命令 你别做梦了 我会亲自送你去黑虎营 顺便会告诉你父亲 就当从未有过你这个儿子 阎兵一愣 问道 三叔 这是什么意思 阎武冷冷地说道 黑虎营 那是所有军人的噩梦 在那个地方 死甚至是一种奢侈 有的就只有生不如死 听到阎武的话 阎兵整个人冷汗 直接冒了出来 内心已经感觉到 一丝不好的预感 可他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阎武看着自己的侄子 去了黑虎营 九死一生 而且绝大多数 都是在受尽精神 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中死去 与此同时 包厢内 所有人都沉默着 两酒 一个同学拿起桌上的酒杯 颤颤巍巍地 走到夜晨面前 说道 夜 夜晨 我们都是同学 以后要多多 他话还没说完 夜晨却面色淡然地说道 客套话就别说了 既然是同学聚会 就好好聚会 纯粹一些 我想 我在这里 恐怕会打扰大家的雅兴 我就先走了 说完 夜晨就直接走出了包厢 他并没有迁怒这些同学 毕竟他们的身份地位差距太大了 以后也不可能会有太多的交集 同学们内心都知道 他们之前的行为 已经伤害了夜晨 夜晨没有和他们计较 已经是他们的幸运了 众人也都没有了聚会的心思 一个个内心都无比后悔 早知道夜晨身份如此高贵 他们一开始就对夜晨友好一些 又怎么会落得现在这种地步呢 周雅看到夜晨离开 他赶忙追着夜晨跑了过去 很快就追上了夜晨 说道 夜晨 你等一下 夜晨停下脚步 转头看了一眼周雅 问道 周雅 还有什么事吗 周雅有些刚大的说道 夜晨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我找你过来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夜晨淡淡一笑 说道 这是不怪你 周雅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夜晨 他很清楚 他们这些同学和夜晨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夜晨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耀眼 而他们 就是地上的尘埃 本不应该有任何交集 可周雅有些不甘心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夜晨 我知道你现在身份高贵 可以后 若是想你了 能不能联系你 我说的 同学之间的正常想念 夜晨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周雅 说实话 今天的事情 让夜晨的确有些失望 过去的同学情谊 在岁月的流转之中 已经消耗殆尽 更何况 当年在高中的时候 夜晨本就不是一个 特别善于交际的人 和周雅告别之后 夜晨就回到家里 沐清雪看到夜晨回来 笑着问道 姐夫 你吃了吗 夜晨淡淡一笑 说道 还没吃 本来是心情美美的 想要参加个同学聚会 结果闹出这么一档子时来 连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沐清雪连忙走进厨房 几分钟后 就端出了热腾腾的饭菜 笑道 我就担心你没吃饭 所以给你留了饭 姐夫 快坐下吃吧 夜晨一愣 沐清雪现在可是一个集团的总裁 上班应该非常忙碌 没想到 竟然还特地 亲自做好饭菜等他 想到当初 沐婉晴一心突在工作上 夜晨甚至还亲自给他做饭 最后却被认为他不上镜 这种反差 让夜晨不由的觉得好笑 看了一眼沐清雪 夜晨坐下开始吃饭 笑道 怎么样 工作还适应吗 沐清雪点头道 还不错 至少目前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夜晨道 那就好 吃过饭后 两人聊了一会 就回房间睡觉去了 第二天 临近中午的时候 夜晨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他打了个哈气 伸了个懒腰 就起床洗漱 换好衣服之后 夜晨就出了门 今天要去洛家 洛老爷子的病这段时间 已经有了好转 不过 还需要施针 稳定病情 今天正好已经到了施针的时间 下楼一看 那辆劳斯莱斯幻影 被夜晨送给了沐清雪 应该是被开着去上班了 其他的劳斯莱斯幻影 还没有这么快到货 没办法 夜晨只能开上沐清雪之前 那辆二手马自打 就在夜晨往洛家去的时候 忽然 一阵刺耳的鸣笛声传来 一辆法拉利从夜晨旁边呼啸而过 差点没撞上 夜晨眉头一皱 按了一下喇叭 以前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开车开这么快 赶着去投胎吗 夜晨按了喇叭后 也没有再理会 可没有想到 刚行驶没多久 那辆法拉利却放慢了速度 直接将夜晨的别停了下来 从法拉利上 走下一个穿着阿玛尼的男子 他直接走到夜晨的扯上 敲了敲车窗 夜晨摇下车窗 问道 什么事 男子嚣张地看着夜晨 质问道 草 小子 刚刚是你按喇叭吗 夜晨说道 是我按的 你刚刚那样开车很危险 男子轻蔑地看了一眼夜晨 骂道 危险你妈 老子爱怎么开怎么开 你管得着吗 看你开的一辆什么破车 敢和老子逼逼赖赖 信不信 老子砸了你的车 夜晨眉头一皱 冷声说道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 男子轻蔑地说道 你还别不信 记住 老子叫周立 省城周家大少 懂吗 捏死你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要不是老子赶时间 非要弄死你不成 下次记住 别让我再看到你 不然 老子不仅要砸了你的车 还要打断你的腿 你这个低级贱名 周立说完 直接上了车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夜晨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并没有理会 像周立这种货色 还不足以让夜晨生气 很快 夜晨就来到了洛家停车场 刚停好车 就看到周立从旁边走了出来 这时的周立手中捧着一束玫瑰 每朵真玫瑰旁边 都有一朵用纯金打造金玫瑰 周立也看到夜晨 微微一愣 嘲讽道 小子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就敢来 夜晨怂怂肩 说道 这里不就是洛家吗 我为什么不敢来 周立吃笑一声 道 既然知道是洛家 你还敢把你的破车听到这里 看到周围的车没有 有一辆低于一百万的豪车吗 你也不怕丢人 我看你还是立刻滚蛋 别玷污了这里的空气 夜晨被自以为是的周立 都给气笑了 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周立傲然地看了一眼夜晨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看到老子手里的花了没有 这是要送给洛家大小姐洛青秋的 等老子成了洛青秋的男人 就是洛家女婿 你说 我有没有资格让你滚 夜晨笑道 我觉得你这花送不出去 周立轻蔑地看了夜晨一眼 说道 你这种低贱的货色 怎么知道老子的魅力 滚滚滚 别妨碍老子的正视 这时 洛青秋正好从大院内走出来 周立惊喜地看到这一幕 说道 看到没有洛大小姐亲自来门口迎接我 这种感觉 你们这些下等人又怎么能理解呢 说完 周立就自信地朝着洛青秋走过去 夜晨丝毫不慌 他环顾四周 从路边的花丛中随手摘下一朵野花 也朝着洛青秋走了过去 此时 周立显得非常兴奋 他来到洛青秋面前 激动地说道 青秋 好久不见了 这次来拜访洛爷爷 没想到还让你亲自来接我 这是我送你的花 希望你永远都这么美丽漂亮 周立将花递到洛青秋的面前 在他看来 洛青秋肯定会接受他的花 作为省城周家的大少 他很清楚 周家和洛家向来交好 周立和洛青秋从小就认识 不过却有好些年没有见过了 不得不说 洛青秋很美 周立自然是想要追求洛青秋的 而且在他看来 周洛两家是世交 而且算得上市门当户队 如果他能和洛青秋结婚 那么对于两家来说 就是强强联合 绝对是美式一桩 然而 就在周立还处在非常兴奋状态的时候 叶晨却从旁边走过来 他手中拿着刚刚从路边随手摘下的野花 递到洛青秋的面前 语气淡然地笑道 青秋 刚刚看到这野花很美 就摘了送你 喜欢吗 听到叶晨的话 周立先是一愣 随后不由地大声狂笑起来 哈哈 我没听错吧 小子 你疯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给青秋送花 叶晨耸耸肩 笑道 谁规定只有你能送 周立扑斥一笑 说道 你真是笑死我了 你也不看看 你这穷酸样 还摘路边的野花 看到我的花了没 不仅有真玫瑰 还有金玫瑰 你真是不知所谓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我倒是觉得 说不定青秋就喜欢野花呢 周立痴笑一声 鄙夷地看着叶晨 没有再理会 在他看来 这叶晨 简直就是来搞笑的 首先 周洛两家本身就是试骄 而且周立和骆青秋 很早就认识了 虽然几年没见 可怎么也算是老朋友 再不见 周立认为 叶晨拿什么和他比 他周立乃是周家大少 全是滔天 长相帅气 一表人才 开着法拉利 手捧金玫瑰 再看看叶晨 开着二手破车 拿着路边野花 最离谱的是 竟然还穿着人字托 全身上下加起来 恐怕也不超过两百块钱 只要是个女人 也知道怎么选 然而 就在周立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骆青秋却伸出手 将叶晨手中的野花接过来 腼腆一笑 说道 叶晨 谢谢你的花 我很喜欢 什么 看到这一幕 周立整个人都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手中的金玫瑰在这一刻 仿佛成为了一种笑话 骆青秋竟然去接了野花 无视了他的金玫瑰 一时间 周立顿时感到一种屈辱上头 他不敢置信地问道 青秋 为什么 我精心准备的鲜花 你为什么不接 骆青秋淡淡一笑 说道 周少 我没说不接呢 也谢谢你送的花 只是下次不用这么破费 骆青秋接过周立手中的花 随手将它递给身边的一个下人 这一幕 对于周立来说 简直就是暴击 虽然骆青秋也接了他的花 可转手就让人带拿了 反而是叶晨的野花 骆青秋不仅捧着纹了又纹 还将其戴在自己头上 嘴角满是隐藏不住的欢喜 说实话 骆青秋内心也很惊慌 他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会送他花 上次听了他爷爷的话 知道自己配不上叶晨 所以 他一直不敢轻易地联系叶晨 可不知道为什么 和叶晨接触的时间不长 却每次都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 每次拿出手机 想要联系叶晨 一串号码拨了又拨 却始终没有拨出去 现在 收到叶晨的花 哪怕是一朵野花 也足以让他开心很久 骆青秋说道 叶晨 周立 我们先进去吧 爷爷已经在等了 周立此刻已经非常生气了 可却又不敢发作 他瞪了叶晨一眼 心中满身怒意 他可是省城周家大少爷 在省城 想要到天 头怀送抱的女人 多到数都数不清 对于那些女人 别说他送花 就算随便给他们一个笑容 他们都能彻底疯狂 可现在 他竟然被一个在他眼里 一无是处的低等人 给秒杀了 这种感觉 极为屈辱 叶晨却淡淡一笑 看向周立 说道 我倒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的花 终究还是送出去了 叶晨说完 笑着走进了骆家 听到叶晨的话 周立只感到一阵暴击 心中憋屈无比 他的花是送出去了没错 可他宁愿没有准备这束花 气死了 周立眯着眼睛 盯着叶晨 心中恨不能将叶晨扒皮抽筋 不过 骆青秋对叶晨的态度 倒是让周立感到一丝警惕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让骆青秋对他这么客气 难不成是某个世家的大少 周立想着 也走进了大厅 此时 骆老爷子骆明成 坐在大厅的主位上 叶晨走过去 笑道 骆老 看你的气色好了很多 叶晨话还没说完 周立却直接抢先一步 打断了叶晨 说道 骆爷爷 好久不见 身体还是这么硬瓌 这次来骆家拜访 我爷爷亲自交代我 要向您问好 他说很想念当初 和您一起打拼的日子 还说有时间 想邀请骆爷爷 去省城聚一聚 骆明成淡淡一笑 说道 好 小周啊 几年不见 长大了 快入座吧 周立得到了骆明成的夸赞 傲气地瞪了叶晨一眼 往旁边坐下 叶晨也不计较 继续开口说道 最近身体还会不舒服吗 骆明成笑道 叶晨一 自从吃了你开的方子之后 身体好多了 最近都不用坐轮椅了 叶晨笑道 嗯 今天最后一次失真 不出意外的话 基本上就并不会复发了 骆明成开心地说道 好好好 叶晨一请 骆明成和叶晨两人 往房间走去 骆明成看了一眼骆青秋 说道 青秋 待会试完针 我可能要卧床休息 小周 还有叶晨一 就由你来招待吧 你们都是年轻人 也更有话题 我老头子就不参与了 骆青秋点头道 好的爷爷 等骆明成和叶晨离开之后 周立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 刚刚他还在猜测 叶晨是什么身份 他还以为 叶晨是某个世家的大少爷 结果没想到 这家伙仅仅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虽然听上去 叶晨可能医术不错 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唯有权势才是一切 医术再好有什么用 那些大医院里 厉害的专家医生到处都是 只要有权有势 什么样的医生请不来 要是权势达到一定程度 就算是那些国医胜手 还不是呼之则来 一瞬间 周立对叶晨的蔑视 更是深入骨髓 今天会输给这么一个低等货色 他简直是太不甘心了 周立看向骆青秋 淡淡一笑 说道 青秋 这么多年不见 你的眼光倒是低了很多 怎么 口味变了 怎么喜欢和这种货色待在一起了 骆青秋一愣 说道 周立 你说话还是那么难听 叶晨的医术很厉害的 你对他要有起码得尊敬 周立不屑一笑 说道 我尊敬他 不过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这种低级货色 怎么配让我尊重 骆青秋文言 顿时眉头皱下来 要不是周落 两家一直是试骄 换做别人说出这种话 或许骆青秋 绝对不会再搭理 看在两家的情分上 骆青秋冷着脸 喝道 行了 叶晨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你以后不准再诋毁他 要对他客气一点 懂吗 听到骆青秋 再为叶晨说话 周立顿时内心生起一丝怒意 他一直以为 以他周家大少的身份 加上周落两家的交情 他追求骆青秋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 出身豪门 很多时候 婚事并不能由自己掌控 只要他们的结合 对周落两家有利 那自然会水到渠成 谁能想到 他喜欢了这么久的骆青秋 却会对一个赤脚医生这么维护 要知道 周立之所以在骆青秋面前 这么低声下气 仅仅是因为喜欢骆青秋 论真正的家族实力 周家比骆家强上不少 说到底 也是骆青秋高攀他们周家 周立脸色冷了下来 他轻哼一声 说道 我说青秋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 现在在我面前 这么维护一个外人 你就不怕伤了我的心吗 骆青秋认真地说道 周立 我们两家是有交情 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看待 你若有别的想法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之间不可能 周立不敢相信地看着骆青秋 咬着牙 说道 我们在一起 那是门当户队 对你们骆家也有巨大的好处 现在 就为了那个叶晨 你要拒绝我 骆青秋说道 不管有没有叶少 我都不可能喜欢你 周立哪里肯相信 此刻他对叶晨的仇恨 简直更深了 很快 叶晨就给骆老师针完毕 走了出来 看到叶晨出来 骆青秋连忙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乖巧地问道 叶晨 我爷爷情况怎么样了 叶晨笑道 放心 基本上没事了 现在正在卧床休息 看到这一幕 周立简直要把后槽牙给咬碎了 刚刚骆青秋对待他的态度 非常的冷淡 现在看到叶晨 那一整个笑颜如花 他轻哼一声 从兜里掏出十几张大钞 朝着叶晨脚下一丢 冷冷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个医生啊 正好 我最近感觉身体不舒服 你来给我看看 看得好 这钱就算是赏你的 听到周立的话 骆青秋的脸色顿时一变 他心中对周立的感官就更差了 他刚刚已经特地嘱咐过了 叶晨的身份不一般 要对叶晨保持敬畏之心 可周立不仅不听 反而想要羞辱叶晨 这不是找死吗 骆青秋刚想说话 叶晨却抢先笑道 你的确有病 周立轻哼一声 说道 吓唬我呢 你才有病 我看你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只会装逼 叶晨故作无奈地叹口气 道 看你眼白发黄 眼度发黑 乃是甚其过度消耗 脾胃虚弱 惊亏气损 有点严重啊 看到叶晨的样子 怒道你胡说八道什么 骆青秋也疑惑地问道 我怎么看不出来 叶晨 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具体是什么病呢 叶晨怂怂间说道 简单点来说 就是纵欲过度 肾虚 这话一出 骆青秋顿时小脸一红 忍不住无嘴偷笑起来 周立简直气得脸色发白 他指着叶晨怒道 小子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向来洁身自好 怎么可能会肾虚 你就是一个庸医 垃圾 叶晨眯着眼睛 淡淡地说道 谁有病 谁心里清楚 最近干那些事的时候 感觉力不从心吧 甚至很可能一两分钟 就结束战斗了吧 周立面色猙獰 可内心也狠狠一凸 他有些心虚 因为还真被叶晨说中了 他最近在这方面 的确是力不从心 为此 他还没吃 需要吃一些药物辅助 叶晨轻笑道 其实 这问题要解决也容易 你给我道个歉 我就开个方子给你 保证你吃了 做回真男人 听到叶晨的话 周立一时间 感到无比的震怒 其实 如果换个地方 他会毫不犹豫地 给叶晨跪下 求他的药方 毕竟这种事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简直就是耻辱 可在骆青秋面前 他就算是打死也不能认 周立内心的羞耻和郁闷 顿时化作无尽的愤怒 他朝着叶晨怒吼道 小子 你还在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没有 你说的那些症状 你再敢乱说 信不信 我打死你 叶晨眼神一冷 说道 打死我 凭你也配 卧槽 这一下周立直接狂暴了 叶晨不仅和他抢女人 还故意羞辱他 现在竟然还敢说他不配 一个低贱的货色 也敢在他面前 这样挑衅他 周立的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他直勾勾地盯着叶晨 语气森然地说道 今天 看在青秋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立刻给我跪下道歉 我可以当你无知原谅你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叶晨看着狂妄的周立 心中无比的不屑 真不知道这个周立 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敢这样和他说话 然而 看到叶晨的态度 周立就更加的震怒了 他咬牙切齿地喝道 小子 我让你跪下 你没听到吗 骆青秋眉头一皱 他大声说道 周立 你发什么疯 周立轻横道 青秋 这件事你不要插手 你也插不了手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最讨厌蝼蚁一般的垃圾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但凡出现 我必才死 叶晨眼神冷了下来 他原本是不想和周立计较 不过这小子真是没完没了 既然这样 叶晨也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周立彻底闭嘴 他冷哼一声 说道 呱噪 气氛在这一瞬间 就变得格外的紧张 骆青秋连忙大声喊道 周立 千万不要冲动 会死人的 周立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怎么 你心疼他了 放心 连你都知道会死人 可他却还不自知 骆青秋直接无语 说道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千万别惹叶晨 我怕 我怕他把你打死了 什么 听到骆青秋的话 周立简直就感受到 自己男人的尊严 被踩在地上践踏 他脸色狂变 彻底的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周立简直快要气笑了 他会被叶晨打死 这简直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周立双眼一瞇 冷声说道 青秋 你没有搞错吧 我会被他打死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从小就练习跆拳道 如今是跆拳道黑带 三米多高的一块木板 我接个力 就能一脚踢断 我可是全省跆拳道大赛的冠军 还他打死我 不觉得是天大的笑话吗 听着周立的话 骆青秋直接无语了 跆拳道黑带 那不就是花拳绣腿吗 他刚想说话 周立却已经不耐烦了 他冷眼看向叶晨 说道 小子 去死吧 说吧 周立原地两个转身飞踢 直接朝着叶晨的面门踢去 叶晨脚步一挪 整个人往后连续退了两步 直接躲过了周立的飞踢 周立微微一愣 他没有想到 陆黎的动作这么快 竟然还躲过了他的攻击 一时间更加的愤怒了 骂道 曹你大爷的 是个男人吗 有种别躲呀 说吧 周立再次一脚踢向叶晨 叶晨却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好 随后 叶晨一个栖身上前 探出右手 无比精准的 一把扣住了周立的脚踝 一个顶膝上去 咔嚓 瞬间 周立的腿上 就传来一道骨头碎裂的声音 整个人猛地退后几步 不住哀嚎起来 他惊恐地瞪着叶晨 不敢置信 他可是跆拳道黑带啊 平日里 他跆拳道馆和人比试 一个人打几个都轻而易举 现在 这才刚刚动手 就被叶晨给打断一条腿 耻辱 狂怒 草 你这个混蛋 我要打死你 他面色铁青 忍着断腿 一拳朝着叶晨打过去 然而叶晨却并不会惯着他 直接一个飞踢 哄 这一脚直接踢在周立的肚子上 周立整个人轰的一声 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瞬间挖地吐出一口黑血 此时 周立内心除了震惊之外 就是恐惧 他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跆拳道黑带 省级跆拳道冠军在叶晨面前 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屈辱 无尽的屈辱 此时 叶晨却缓步走向周立 语气森然地说道 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感受如何 周立咬着牙 说道 小子 你敢打我 你完了 你惹上大麻烦了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是吗 我叶晨最不怕的就是麻烦 现在 我要你立刻给我跪下道歉 周立一愣 心中无比的憋屈 他可是省城周家大少爷 他的骄傲 让他绝对不容许 自己给别人下跪 周立冷冷地说道 你做梦 我死都不会给你下跪 我告诉你 你就等着我周家的报复吧 我周家在省城的势力 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想象的 捏死你 绝对比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周立以为自己将周家抬出来 就能震慑到叶晨 然而 他还是小看了叶晨的权势 别说区区一个周家 就算十个百个 叶晨也不会放在眼里 他上前一步 一下掐住了周立的脖子 将其整个人提了起来 周立瞬间感受到 一股窒息感传遍全身 双眼透出无尽的恐惧 以往他 就算惹到一些厉害的人物 只要抬出周家的名声 别人都会对他避让三分 可现在 叶晨非但不怕 反而还想要杀他 恐惧感吸上心头 周立的喉咙 透出嘶哑的声音 我是周家大少 你 你不敢杀我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残忍的笑意 手上增了几分力道 说道 你可以赌一赌 我到底敢不敢杀你 周立这下彻底的恐惧了 因为他已经无法呼吸 他用力抓住叶晨的手 无比恐惧的说道 放 放开我 我给你道歉 叶晨闻言 像是丢垃圾一般 将周立丢在地上 周立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跪在叶晨面前 我错了 别杀我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道歉 叶晨看着周立的模样 冷漠的轻哼一声 转头看向骆青秋 说道 行了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骆青秋无奈地看着周立 他刚刚已经提醒过周立 不要去惹叶晨 周立非但不听 还得寸进尺 现在落的这副模样 也不值得同情 骆青秋点头道 叶晨 我送你 随后 骆青秋看都没有看周立一眼 就跟着叶晨走了出去 直到叶晨完全离开 周立才像是浑身一瞬间抽空了所有力气 倒在地上 他捂着断掉的腿 眼神中满是怨恨和杀意 他是谁 那可是省城周家的大少爷 他拥有着无上的权势 在省城 别说让他下跪 就算赶背后 骂他的人 都没有几个 可现在 他的骄傲 他的自尊 全被叶晨踩在脚底下踩得粉碎 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 他猛地抬起头 眼神中闪过无尽的杀意 今天的羞辱 他会铭记于心 他咬着银牙狂怒道 叶晨 今日之耻 我将会百倍千倍地还给你 我周家的权势 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仇必报 与此同时 叶晨和骆青秋 两人已经来到了别墅外面 骆青秋有些担心地问道 叶先生 今天的事情 可能会比较棘手 周立是省城周家的大少爷 也是周家的独子 你打断了他的腿 可能很快就会迎来报复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无妨 他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就应该龟缩起来 我要杀他 周家可保不住他 听到叶晨的话 骆青秋心中微微一惊 他当然知道 叶晨的身份很神秘 至少在云城这里 连骆老爷子都得给三分面子 可他一直以为 叶晨仅仅是在云城 有身份和地位 万万没有想到 在叶晨心中 就算是省城的势力 他也不放在眼里 骆青秋看着叶晨 内心不由地觉得有些失落 叶晨缓缓地离去 骆青秋却显得有些垂头丧气 自言自语道 叶晨 你的身份如此神秘 究竟有多庞大 我 真的配得上你吗 叶晨告别骆青秋之后 就接到了穆婉晴的电话 这个电话倒是让叶晨一愣 自从他和穆婉晴离婚之后 穆婉晴就很少给他打电话 这次倒是稀奇 叶晨接起电话 淡淡地问道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有事吗 穆婉晴的声音传来 说道 你在哪里 我要见你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 时间这么宝贵 见我这里一个小人物干什么 穆婉晴有些生气地说道 叶晨 你说话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吗 叶晨说道 穆婉晴 你是不是觉得 全世界的人都要围着你转 以前我们是夫妻 我可以宠着你 让着你 护着你 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有什么义务 要替你护之则来 惠之则去 想见我 可以 你自己过来吧 穆婉晴愣了很久 最后才开口 显得有些落寞 好 你在哪里 我去见你 叶晨环顾四周 看到一个咖啡馆 说道 新红路 时光咖啡馆 我只等你二十分钟 说完 叶晨就挂了电话 穆婉晴听着电话那头嘟嘟嘟的声音 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 想到以前叶晨对他 可以说是摆一摆顺 可现在 想要见一面 都这么困难了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他整理了一下办公桌 就走出了办公室 按照叶晨给的地址 开车过去了 很快 穆婉晴就在时光咖啡馆 见到了叶晨 桌上放着两杯咖啡 穆婉晴坐下 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咖啡 是他喜欢喝的卡布奇诺口味 穆婉晴心微微一颤 他还记得 自己喜欢喝什么咖啡 不由得更加黯然神伤 不过 这种小情绪 很快就被他隐藏了下来 穆婉晴一直觉得自己是高傲的白天鹅 哪怕心中已经有点后悔 冲动离婚 可也不会轻易认为自己错了 他始终觉得 叶晨不上镜 就是叶晨的问题 叶晨叩手敲击着桌子 问道 说吧 找我什么事 穆婉晴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说道 过几天就是奶奶生日了 我们准备给奶奶举办一个寿宴 你到时候要来 叶晨不由得苦笑一声 说道 穆婉晴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好像没有什么身份和资格 去参加奶奶的寿宴吧 穆婉晴说道 我们离婚的事情 奶奶并不知道 她年龄大了 我们之间的问题 不应该让她知道和承受 叶晨冷着脸 说道 迟早要知道的 不如这次就大大方方地告诉她就行了 再把你那个什么李少带过去 说不定奶奶会更喜欢 穆婉晴生气的看了叶晨一眼 怒道 叶晨 你能不能有点正行 我说过了 我和李强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 我和她也只是普通朋友 难道就因为她追求我 她就犯了死罪吗 叶晨冷哼一声 道 一个男人会当舔狗 为什么 那是因为女的给了足够的机会 穆婉晴生气的说道 你 她刚想怒骂 却还是忍了下来 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说道 好了 叶晨 我不想和你吵这些事情 从你进入穆家以后 奶奶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她已经八十岁了 还有几年活头 她可是把你当亲孙子一样看待 每次有什么好东西 她宁愿给你 也不会给我弟弟 既然你不愿意去参加奶奶的寿宴 那就算了 就当我没找过你 穆婉晴说着 就要起身离开 叶晨低着头沉默了 的确 如果说穆家还有人让叶晨在乎的话 其中一个是穆晴雪 另外一个就是奶奶了 三年前 叶晨和穆婉晴结婚 奶奶对叶晨就非常好 是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好 无论有什么好东西 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叶晨 每次叶晨和穆婉晴闹了矛盾 奶奶总是喝妈穆婉晴 却对叶晨极为偏爱 很多时候 穆婉晴都吐槽 说叶晨才是奶奶的亲孙子 以前 叶晨每个一个月就会去看一次奶奶 可自从离婚后 叶晨就再也没有去过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去见奶奶 反倒是奶奶隔三差五地打电话给叶晨 问叶晨为什么不去看她 叶晨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开口 说道 等会 穆婉晴回过头 说道 怎么了 叶晨说道 好 我会去参加奶奶的寿宴 我们离婚的事情 也不会告诉她 但是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奶奶 穆婉晴不可置否地点点头 说道 嗯 既然这样 那你跟我走吧 叶晨眉头一皱 问道 去哪里 穆婉晴说道 当然是去给奶奶挑个礼物 难道你想空着手 去参加奶奶的寿宴 叶晨淡淡地说道 我自己会买礼物 穆婉晴看着叶晨的冷漠 心中叹了一口气 直接掏出一张卡 放在桌上 说道 卡里有二十万 别让奶奶丢脸 说完 穆婉晴扬长而去 叶晨看着桌上的银行卡 觉得有些讽刺 她拿起银行卡 转身离开了咖啡馆 虽然和穆婉晴离婚了 可这毕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换做穆婉晴的父母寿宴 叶晨是打死都不可能去的 只是这三年 奶奶对叶晨是真的非常好 叶晨也不忍心让奶奶这么大的年龄 还要为自己的后背伤神 离开咖啡馆后 叶晨就打算给奶奶选择一个受理 她很清楚 奶奶虽然年龄大了 可她最稀罕的就是玉石 想到三年前 穆家遭逢巨变 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 为了还债 奶奶将自己一辈子积攒下来的玉石 全部卖掉了 后来穆婉晴有钱了 总想着给奶奶买些玉石 可她眼里流露出喜欢 却始终拒绝了 她总是说 人老了 要这么破东西干什么 可以说 叶晨是真心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奶奶 无论离婚与否 想了想 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是打给穆清雪的 原本是想要打电话 交穆清雪一起去选个礼物 结果穆清雪在外面和别人谈合作 无奈之下 叶晨只能独自一人前往玉石市场 云城西南有一家大型玉石市场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售卖 玉是一种统称 比如玉中之王氏翡翠 还有很多种类 和田玉 秀玉 碧玉等等 古语有言 石之美准皆为玉 来到西南玉石市场 这里人来人往 很多喜欢玉石的人都会在这里买玉 因为这里不仅有上好的玉石 更是可以在这里简陋 特别是赌石 吸引着无数喜欢赌石的人来到这里 赌石就是一种翡翠原石交易 翡翠在开采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层风化皮包裹 这样就无法窥探到 里面的翡翠质量怎么样 一块翡翠原石开出来之后 有可能是什么都得不到 可也有可能开出几瓶翡翠 一夜暴富 这种刺激 让无数赌石人屈之若物 行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 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穿麻布 意思就是 赌石一刀下去 要么倾家荡产 要么爷爷暴富 甚至有些上头者 更是会忍受不了 这种天差地别的起落 直接跳楼命丧黄泉 叶辰走进玉石市场 来到其中一个档口 看到有客人上门 老板很热情地招待 道 兄弟 来看看 我们家的玉石成色都非常好 叶辰随意挑选了几个 的确成色不错 不过却都是普通玉石 叶辰问道 有没有好点的玉石 老板笑道 一看您就是实货的 您看这块玉石 上好的玻璃冰种 只要十八万八 买了保证不吃亏 叶辰怂怂肩 问道 不行 老板一愣 又说道 这块 您看这块 白玉 八十万 这已经是上好的玉石了 叶辰拿过白玉 摸了起来 的确非常温润 不过还是摇摇头 说道 还有没有更好的 老板一拍大腿 说道 看来兄弟的眼光很高 来 你跟我来 老板将叶辰带到档口内 小心翼翼地拉出一个保险柜 按下密码 打开柜门 说道 老板 极品祖母绿 把百八十万 这绝对是整个西南市场最好的玉石了 别的地方绝对没有 看到这祖母绿 叶辰眼睛一亮 的确是好玉 这个颜色 这个精致的程度 奶奶肯定会喜欢 叶辰说道 这玉石不错 可惜 太小了 这下老板就不乐意了 说道 我说兄弟 你是来闹事的吧 这玉你还想要多大 这种极品玉石 根本没有大哥的 除非你去赌石 真是搞笑 叶辰刚想说话 忽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声音显得有些惊喜 叶辰 叶辰回头一看 这不是别人 正是老同学周雅 叶辰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周雅 于是笑道 周雅 这要巧 周雅问道 是啊 叶辰 你来这里买玉石吗 叶辰点头说道 嗯 就是没有看到满意的玉石 可能会去看看赌石吧 周雅嘻嘻一笑 说道 很正常 想买到品质好 价格合理的玉石 的确挺难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朋友 周雅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子 看到叶辰 男子眼中 还闪过一丝莫名的敌意 周雅却并没有发现 笑道 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刘飞 他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赌识高手 刘飞 这是我高中同学叶辰 叶辰淡淡一笑 礼貌的伸手说道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刘飞伸手 你说你想赌石 叶兄弟也懂赌石 叶辰怂怂肩 说道 不太懂 以前没有玩过这些 只是因为买不到想要的玉石 所以想去碰碰运气 刘飞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说道 赌石靠运气可不行 有多少人为了赌石 输得倾家荡产 赌石需要的 是专业的知识和工具 你从未接触过赌石 最后可能会血本无愧 叶辰笑道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说完 叶辰就打算 自己去赌石档口看一看 周雅却跑去过去 很自然地拉住叶辰 说道 叶辰 既然遇到了 那就一起吧 刘飞赌石很厉害的 到时候 让他帮你把把关 刘飞看到周雅的动作 顿时心中非常不爽 他眼中闪过一丝利涩 周雅的外貌 虽然不如慕婉晴姐妹那般出众 可在普通人之中 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美女了 而且还开着宝马车 工作方面也非常优秀 刘飞一直在追求周雅 他认为自己 肯定能追得上周雅 因为他本身也不差 常年在玉石市场赌石 依靠着丰富的赌石经验 他开出过极品玉石 也实现了财富自由 刘飞压下心中的怒意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是啊 我自认为自己 还是有能力指点指点你 看在小雅的面子上 我免费帮你把关 要知道 我可是西南玉石的赌石高手 我刘飞的名字 这里谁不知道 别人想要让我把关 起码得拿出五位数来 叶辰感觉到刘飞的敌意 他并不想和对方起冲突 不过周雅都这么说了 他只能点头 说道 那就一起看看吧 很快 三人就来到赌石市场 刘飞拿起一块原石 装逼地笑道 其实 赌石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比如玻璃种 冰种 磨种 都完全不一样 想要真正选出 能开出率的原石 非常困难 哪怕是我 也得讲究概率 周雅好奇地问道 刘飞 你开出最值钱的玉石是多少 刘飞傲然地说道 不是我吹牛 我最好的战绩 就是曾经开出过一块极品玉石 卖出了一千万 听到这话 周雅都震惊了 开出的玉石 能卖一千万 毕竟 一千万可不是小数目 刘飞看到周雅震惊的神情 觉得非常满足 虽然他的话的确有些夸大 可也并非全部虚构 可看到叶辰的表情的时候 刘飞顿时眉头一皱 这小子还真是一点都不捧场 竟然听到他的战绩 完全面无表情 刘飞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心中暗暗地想着 本慧 肯定要你好看 周雅却没有注意到 刘飞阴冷的神情 拉着叶辰 说道 我们去最大的赌石档口吧 就是前面的万宝阁 刘飞压下心中的怒火 将自己的愤怒隐藏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笑容 他继续表现自己 笑道 没错 赌石就要去大的赌石档口 可千万不能去小档口 不然很可能就会被坑了 而万宝阁原石数量多 开出率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万宝阁前 不得不说 相比那些占地面积极小的档口 这个万宝阁非常的大 应该是买下了不少商铺 将其完全打通 里面的陈设不多 到处都摆放着各种的原石 上面标注着价格 叶辰有些惊叹 说道 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人来玩赌石啊 刘飞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轻笑道 那肯定啊 不过大多数人 不过都是凑热闹的 真正想要玩赚赌石 可不是这么容易的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财力 说白了 购买原石 就已经将很多穷人给拒之门外了 大多数人 只能减点边角料试试手气 真正有几率出 极品玉石的原石 本身价格就非常高了 周雅点头道 是啊 不过对叶辰来说 应该算是小事 周雅见识不叶辰的实力 内心对叶辰那是无比崇拜 虽然他不知道叶辰真实的身份 可买点原石 还不跟玩一样 周雅说的是内心的实话 可听在刘飞的耳朵里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原本他好不容易将周雅约出来 想要在周雅面前表现表现 可叶辰一出现 周雅的所有目光 仿佛多落在叶辰的身上 他刘飞反倒成了个电灯泡似的 刘飞轻哼一声 说道 有钱只是其中一个要求而已 你是没有看到 曾经有千万身价的老板 赌石上头后 直接跳楼死的 叶辰 我劝你还是别玩了 别到时候承受不住跳楼了 那就不值得了 周雅眉头一皱 说道 刘飞 你胡说什么呢 刘飞轻哼一声 说道 我实话实说而已 他从没有玩过赌石 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 我好心劝说也没错吧 叶辰冷冷地看了刘飞一眼 冷冷地说道 我不需要你劝 赌石对我来说 轻而易举 你要是不想待在这里 可以离开 要是想待着 就闭上你的嘴 刘飞闻言顿时怒了 嘲讽地笑道 呵呵 小子 现在是你在求我 没有我帮你把关 你毛都开不出来 你信吗 叶辰心中直接无语 要不是遇到了周雅 这个刘飞 恐怕连和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叶辰轻笑一声 道 是吗 你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 仅仅是因为你是周雅的朋友 而你所谓的赌石技巧 在我看来并不入流 我不仅要赌石 还要开出最好的玉石 所以 你能闭嘴吗 刘飞闻言 直接大笑了起来 他看叶辰 就像是看白痴一般 那种高傲中 带着无尽的蔑视 他在赌石圈混了这么多年 靠着自己的能力 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这个圈子 别人看到他 都得喊上一句飞鸽 无数人都跪着 想要求他传授一点经验 可在叶辰这里 却变成不入流 简直是好笑 他还从未看过叶辰 这种不知所谓的家伙 刘飞本来就是故意挑事 因为他看不惯周雅和叶辰 这么亲密 内心自然地将叶辰 当成了敌人 刘飞轻哼一声 说道 你说我不入流 好好 这么多年 在赌石圈 还真没有人敢这么说我刘飞 刚刚我还给了你点面子 现在我觉得 像你这种垃圾 根本就不懂赌石 周雅 我们走 刘飞想要拉周雅离开 可周雅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本身和刘飞就只是朋友 根本就不喜欢刘飞 而且也是刘飞一直在挑事 他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刘飞 叶辰是我的朋友 本来我想让你帮帮他 你为什么要一直挑衅 刘飞见周雅不想走 顿时怒道 我凭什么帮他 他算什么东西 像他这种货色 根本就不配当我刘飞的朋友 周雅 我告诉你 要不是给你面子 像他这种垃圾 我见一个揍一个 周雅也生气了 怒道 既然这样 那你走吧 刘飞顿时憋着一股气 他追求周雅这么久 一直以为 周雅虽然没有答应他 可多少对他 肯定是有点好感的 可万万没有想到 就因为叶辰的出现 周雅竟然要和他反目为仇 他感到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 顿时被人踩在脚下 刘飞见周雅生气 不敢再继续激怒周雅 他眯着眼 看着叶辰 怒道 小子 你难道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让女人帮你出头吗 叶辰觉得好笑 他说道 首先 我们只是偶遇 其次 我从来没有让谁给我出头 因为不需要 最后 你想要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打架 那我劝你 最好别自讨没趣 听到叶辰的话 刘飞直接暴怒 他真想直接冲上去 狠狠地揍叶辰一顿 不过 刘飞也很清楚 如果真的出手打了叶辰 那么他跟周雅 恐怕就更没有希望了 这个时候 想要让周雅回心转意 唯有在各个方面 彻底碾压叶辰 叶辰不是很狂吗 觉得他的赌食不入流吗 那正好 只要他在赌食场面 赢了叶辰 然后给他极致的羞辱 那叶辰的形象 恐怕会直接在周雅内心破灭 想到这里 刘飞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说道 小子 你不是很狂吗 觉得我赌食不入流吗 既然这样 你敢和我比比吗 叶辰淡淡地说道 没兴趣 刘飞顿时一愣 他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拒绝得这么彻底 一时间着急到 草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是怕了吗 要是怕了 你可以给我跪下 求求我 我可以指点指点 你怎么赌食 一个没种的男人 叶辰眉头微微一皱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你在激怒我 没错就是在激怒你 又怎么样 刘飞轻哼一声 说道 是个男人 就和我比试一下 老子能拿出一千万来赌 你敢吗 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你个废物 周雅一时间急了 他很清楚 刘飞的赌食非常厉害 而叶辰根本没有接触过赌食 这样完全就是不公平的比试 周雅连忙劝说道 叶辰千万别上当 赌食不是这么容易的 你要是答应 就上了他的当了 刘飞闻言 顿时直接嘲讽起来 说道 叶辰 你作为一个男人 不会连自己决定 事情的权利都没有吧 什么事都要听女人的 周雅顿时大怒 刘飞 你什么意思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叶辰只是一个新手 你就算赢了 也不光荣 懂吗 刘飞却比一道 别啊 人家刚刚可说我不入流呢 说白了 就是只会吃软饭 没一点能力 老子都踩在他头上了 他也没有一点血性 周雅 你看上的男人 就是这种耸祸 周雅被气得不轻 指着刘飞 却说不出话来 叶辰眉头微微皱起 他原本并不想和刘飞计较 可刘飞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 这让叶辰失去了耐心 既然这样 那就狠狠教训一番吧 叶辰淡淡地问道 很好 你成功地激怒了我 说吧 赌什么 刘飞轻笑一声道 当然是赌食了 我们各选十块总加在一百万以内的原石 最后统一开启 谁开出的原石涨得多 谁就算赢 输的人拿一千万出来给对方 如何 叶辰直接摇头 说道 不行 刘飞轻蔑地看着叶辰 说道 怎么 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吗 你个废物 叶辰眼神一宁 道 一千万太少了 不如赌一个意外加一条腿吧 输的人出一个意 顺便打断一条腿 你敢吗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刘飞整个人直接震惊了 一个意 还要外加一条腿 这赌注也太大了吧 刘飞虽然这些年 赌食赌了不少钱 可加起来 顶多也才能凑过一个意 不过很快 刘飞内心就涌现出无尽的喜悦 他可是赌食高手 整个于是市场 能够在赌食方面赢他的 无不是那些厉害的前辈 可叶辰是什么 一个赌食新手 从未接触过赌食 别说十个原石 就让他选一百个原石 能够开出一个率 都算他运气好 要知道 这档口的原石成千上万 价格从高到低 可里面大多数都是 开不出绿的废石头 想要从这里淘金 无异于大海捞针 纯靠运气 基本上只会输得一败涂地 这是所有人写的教训 在刘飞看来 叶辰简直就是来送钱的 不仅送钱 还要付出一条腿的代价 只要赢了叶辰 他不仅百赚一个亿 才能出一口恶气 这种好事 他怎么能不答应 周雅这个时候却急了 他知道叶辰很有钱 可一个亿绝对不是小数目了 周雅劝说道 叶辰算了吧 别逗气了 不值当的 叶辰淡淡一笑 说道 你不应该来劝我 而是因为去劝他 毕竟以后当一个残疾人 日子可不好过 刘飞文言顿时嘲讽起来 这话同样送你给 有人白白送钱给我 这种好事可不是经常遇到 你的要求我答应了 那就开始吧 叶辰无所谓的耸耸肩 说道 行 刘飞生怕叶辰会返回 他开口说道 这万宝阁的老板身价几十亿 在当地很有名气 我们就请他来当中间人 我们各自转移过去 燕子的同时也有个保障 叶辰点头道 可以 刘飞眯着眼睛 顿时转身去找万宝阁的老板 其中这种赌食下注的方式 经常会遇到万宝阁的老板 也欣然答应 万宝阁的老板叫张月 身材瘦高 戴着金丝眼镜 看上去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张月看了一眼刘飞和叶辰 说道 规则两位都懂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 你们各自将一个亿的资金 先打到我指定的账户上吗 刘飞连忙去打电话筹钱 他浑身上下的资产 只有七千万左右 不过这么多年 他在玉石市场的名声 加上他觉得 马上就要赚到叶辰的一个亿 所以承诺了高额的利息之后 让他轻易的借来了两千万 最后一千万 他直接找了高利贷 很快就办了下来 凑够了一个亿后 给万宝阁的老板打了过去 刘飞看到叶辰站在原地不动 他温怒地问道 你还不去筹钱 叶辰耸耸间 直接拿出一张卡 笑道 筹钱 不用 我直接转给他就行了 思看到这一幕 刘飞和张岳两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看叶辰镇定的神态 这家伙 还真是有钱啊 可越是这样 刘飞就越兴奋 因为他从未觉得自己会输 只觉得 很快这一个亿就会变成他的 甚至 他内心有点后悔 刚刚为什么不多下点赌注 与此同时 两人的赌鱼 直接引起了周围好事看客的关注 一个个都不由得围了过来 听说没有 那边快要打起来了 听说下个众作 一个亿啊 真他妈的有钱 赌石果然是有钱人才能玩的 是谁啊 这药牛 就是玉石市场很有名的赌石高手刘飞啊 卧槽 飞哥和别人玩赌石 这不是欺负人吗 不会是哪个高手来这里挑战飞哥吧 听说不是 另外一个很面生 好像是个赌石新手 这小子和飞哥抢女人 还说飞哥赌石不入流 这才吵起来了 胆子还真大 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秒杀 飞哥 恐怕就是闭着眼睛去挑原石 也不会输给那个叶辰吧 周围的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毕竟刘飞在赌石界的名声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 也有开出不少极品玉石 而叶辰却是个新手 大家自然不看好他 毕竟一个新手 怎么可能赢得了一个赌石专家 刘飞见赌约定下来了 他拿出专业的设备 藐视地看了一眼叶辰 说道 小子 那边柜台上有 专业挑选原石的工具 你自己去选 这玩意我买单 不过 你会不会用 就是你的事了 刘飞嘲讽了叶辰一声 随后就直接拿起工具 开始挑选原石 刘飞的工具非常齐全 强光电筒 这是像石最重要的工具 第一步就是通过白光灯 看色则一击看杂志 其次便是擦石之类的东西 想要从这么多原石之中 开出能够大涨的玉石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周围的围观群众 都不由得纷纷看向刘飞 毕竟刘飞可是这个圈子里 名气不小的赌石大佬 大家都想要从他手里 学会一些技巧 厉害啊 不愧是飞哥 那套装备都不少钱吧 不用看了 刘飞肯定必赢 是啊 毕竟在这个圈子里 能够比刘飞厉害的人 除了几个老家伙之外 再也找不出别的了吧 一个亿啊 真是羡慕 既然有人给刘飞送钱 我都想拜刘飞为师了 周围的围观群众 都羡慕地看着刘飞 这年头 有实力的确很容易赚钱 毕竟傻子年年都有 众人又转过头 想要看看 敢挑战刘飞的叶辰 究竟有多少本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本以为叶辰也会和刘飞一样 抓紧时间选择原石 可万万没有想到 叶辰非但没有去选原石 反而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正在和周雅聊天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惊呆了 卧槽 这小子在干什么 选原石可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小子不去选原石 竟然还在泡妞 没看错吧 疯了 这可是一个亿的赌局啊 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吧 我看他就是知道自己会输 索性白烂了 周围的人看着叶辰 内心都不由地叹气 感叹他们 怎么就遇不到叶辰这样的散菜童子 现在明显就是 随便一个人恐怕都能够赢 更何况是刘飞 这绝对是一场碾压式的降维打击 周雅也急得不行 他虽然知道叶辰身份不低 而且应该也很有钱 可有钱和白送给别人 完全是两码事 更何况 要是输了 不仅仅要输掉一个亿 而且还要打断一条腿 周雅连忙劝说道 叶辰 你怎么还不去选原石 时间不多了 你看刘飞都已经选了快七个原石了 叶辰淡淡一笑 说道 不急 让他先选 反正结局早已经注定 周雅疑惑道 什么解决 叶辰笑道 当然是他输的结局了 听到叶辰的话 周围的人都差点被逗笑了 都觉得叶辰的嘴硬 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妄想能赢 刘飞自然也注意到了叶辰的动态 看到叶辰一直傻作着 他更是内心充满了鄙夷 自己觉得 这次基本上没有任何输的可能 他眼神阴沉 暗暗地自语道 小子 让你先装逼 等会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绝望 刘飞压下心中的怒火 继续挑选原石 对于任何一个赌市高手来说 哪怕他有再厉害的技术 基本上都不可能做到百发百中 能够在赌市市场赚钱的高手 基本上都是完概率的 比如一次性买下十块原石 出率的几率只要有百分之三十 就能保证自己不会亏 如果能够开出品质极品的玉石翡翠 那么就是稳赚不赔 而则百分之三十的几率 就已经将太多人挡在了门槛外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距离时间还剩下五分钟 刘飞已经将十块原石选好了 他拿着原石编号 转头看向叶辰 不由地微微一惊 疑惑地问道 你这是打算认输了 叶辰笑道 我为什么要认输 刘飞不由地嘲讽道 现在距离选原石的时间 只剩下五分钟 可你一块原石都还没有选到 这不是认输是什么 叶辰道 我马上就选 刘飞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选 还来得及吗 你已经注定要输了 真是笑死我了 你以为你随便选几个破石头 就能赢我 你不会大白天的 还在做梦吧 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叶辰简直太业余了 就算是真正厉害的高手 在没有认真反复观察原石的情况下 都很难开出率来 叶辰却想要用五分钟的时间 挑选十块原石 这和碰运气有什么区别 刘飞继续嘲讽道 我看你还是从哪里来打哪里去 想靠运气赢我 我看你是做白人梦 叶辰没有理会刘飞 而是直接走进选料场 他看都不看 一路走过去 动手非常迅速 将其中十个编号拿在手中 选完了 叶辰回国头 淡淡的笑道 什么 选完了 所有人都直接惊呆了 这真是离了的大谱 前前后后 叶辰选原石 竟然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也就是说 基本上叶辰就是纯粹碰运气 随便选了十个原石 这你妈 就算要认输 也不要这么明显吧 赌石虽然有寻找刺激的成分 可事实上 还真的需要足够的实力 才能在这个行当里赚钱啊 这小子 不会是疯了吧 摆烂的也太明显了 我以前见过不少这种 想要靠运气赢的赌石客 最终无一例外 全部都赔了个金光 唉 这家伙死定了 周围的人都叹气的看着叶辰 对于叶辰 基本上没有抱任何希望 就连周雅也都傻眼了 看不懂叶辰的操作 他非常的着急 刘飞严格上来说 算是他带来的朋友 如果叶辰真的输了 断了腿 那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可惜 周雅虽然着急 却无法左右叶辰的思想 只能无奈的坐在一边交集等待 刘飞幸灾乐祸的走到叶辰面前 嘲讽的笑道 不会吧 我还以为你多有本事 就这么随意选了十个原石 就像赢我 你真是白日做梦 叶辰怂怂肩 笑道 是不是做梦 验证一下不就行了 刘飞冷声问道 行 你先还是我先 叶辰道 随意 你高兴就好 刘飞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那就先看我的吧 放心小子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到时候可千万别耍赖 我不仅要转你一个亿 还要打断你的腿 让你明白 老子不是这么好得罪的 周围的人顿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真是笑死我了 这个叶辰怕不是脑子 被门夹了 就他还想赢 随便选十个原石 恐怕连一块玉石都开不起来 看着吧 他输定了 真可怜 不要输掉一个亿 还得被打断一条腿 唉 都是女人惹的祸 这一个亿 干点什么不好 此时 作为中间人的万宝阁老板张月 走了过来 看向叶辰和刘飞 开口问道 怎么样 最后确定一下 都选好了吗 如果选好了 就直接开始解释了 刘飞和叶辰都点点头 说道 选好了 老板张月开始检查 确定最后环节 开口道 嗯 刘飞选的十个原石 总价值为一百万 叶辰所选的十个原石 总价值为四十万 听到老板的话 众人再次震惊了 谁都清楚 想要开出玉石 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选择价格比较贵的原石 毕竟 这里的所有原石 其实都是经过老板筛选过一遍的 那些价格高的原石 的确是比较容易开出玉的 可一百万的总额 叶辰竟然只用了四十万 这小子 还真是完全对赌石 没有任何概念 很快 谢石师傅结果刘飞的原石 谢石开始 对着水切机开始工作 巨大的噪音响起 周围的人却都安静下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刘飞选出来的原石 随后 谢石师傅开口道 第一块原石 不涨 众人都不由地叹气 没想到刘飞第一块原石 就没有出绿 刘飞也不由地脸色一僵 不过还是笑道 不过是第一块原石而已 赌石谁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的开出绿来 我有自信 下一块原石必出绿 果然 第二块原石刚刚一切割 谢石师傅就大声喊道 涨了 涨了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了一抹绿光 玻璃冰种 价值三十万 私周围的人都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刘飞的实力 还真是太强了 这才第二块原石 就开出了绿 要知道 刘飞一共选了十块原石 总共一百万 现在开出了价值三十万的玻璃冰种 等于一下回血百分之三十了 厉害啊 不愧是飞哥 牛逼 羡慕死了 我要是有这个水平 还不起飞 周围一阵羡慕的话语传来 刘飞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对赌石有着绝对的自信 虽然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出绿 可将本金翻个倍 还是很有希望的 接下去 切割师傅将刘飞剩下的原石 全部都切割开来 掌 白玉 二十万 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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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不掌让周围的气氛达到了巅峰 现在刘飞的原石只剩下最后一块 可只开出了两个玉石 一共五十万 如果最后一块原石再不掌的话 刘飞算是血亏五十万 那就处于极大的劣势之中 很快 最后一块原石被切割开来 伴随着谢氏师傅的一句话传来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大掌 极品诺种 价值两百万 哗啦 听到谢氏师傅的话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惊呼起来 大掌 竟然是大掌 赌石果然太刺激了 之前还担心刘飞回血亏 没想到最后一个大掌 直接让刘飞暴赚一笔 除去一百万购买原石的成本 刘飞纯赚一百五十万 这简直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刘飞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心中无比激动 赢定了 他看向叶辰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小子 看到没有 十块原石 我纯赚一百五十万 现在轮到你了 你觉得你能赢吗 我和你说过 在赌石方面 千万不要和我作对 因为我会让你输到怀疑人上 叶辰耸耸肩 笑道 是吗 区区一百五十万 你觉得我会放在眼里吗 哈哈 你还真是嘴硬啊 刘飞冷声道 像你这种垃圾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赌石 很快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输金光 叶辰没有理会刘飞 他直接走到谢氏师傅面前 将原石交给对方 谢氏师傅看了一眼叶辰 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 叶辰有赢的可能 谢氏师傅小声地说道 小兄弟 你还是给刘飞低个头 这赌约作废算了 输了钱是小事 要是弄得残疾 那可是影响后半辈子的 叶辰淡淡一笑 道 大叔 谢谢你的好意 没事 你切割吧 见叶辰一意孤行 谢氏师傅也没再多劝说 拿过第一块原石 开始切割 原本 他内心是完全不认为 叶辰能够开出率来的 周围的人 也全都是等着看叶辰笑话的 然而 一刀下去 翠绿的颜色出现 谢氏师傅心中一惊 大喊道 正 什么 第一刀就涨了 什么情况 这家伙运气这么好的吗 出乎意料啊 刘飞也是脸色一变 脸色铁青地说道 真是狗屎运 竟然第一刀就涨了 不过又能怎么样 运气永远是运气 变不成实力 刘飞的话音刚落 谢氏师傅的话 就像是一道耳光 狠狠地打在了刘飞的脸上 大掌 极品玻璃兵种 价值七百万 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有人都以为听错了 叶辰第一块原石 就直接开出了极品玉石 价值七百万 这简直就让所有人 都惊掉了下巴 特别是刘飞 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自认为自己赢定了 毕竟 他已经纯赚一百五十万 这水平虽然不算顶尖 可基本上可以在玉石圈内 炫耀一把了 可现在 叶辰这个 不过是靠运气 选原石的家伙 竟然第一块原石 就开出了价值七百万的 极品玉石 也就是说 叶辰剩下的原石不用开 就已经完胜了他 一时间 刘飞整个人双腿一软 摊坐在地上 他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会这样 一个亿 他即将要输掉一个亿 而且还要被打断一条腿 更重要的是 他的一个亿中 有三千万是和别人借的 甚至还有高利贷 如果他将这钱输掉 恐怕高利贷就能直接要了他的命 怎么会输的 刘飞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他神情无比呆滞 浑身生起无尽的恐惧 此刻整个大厅内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 所有人都觉得 刘飞赢定了 因为十块原石 就能够纯赚一百五十万 这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 基本上已经奠定了赢的基础 可谁能想到 叶辰的第一块原石 就大涨七百万 直接将刘飞给碾压了 更重要的是 叶辰选的原石 价格并不高 也就不到三万块一个 三万块的成本 开出价值七百万的玉石 几百倍的利润 这足够让所有人都疯狂了 一时间 所有人的脑子 都感觉转不过弯来 不是说叶辰是个赌石新手吗 看他选人十的时候 也只是随手选了十个 运气这么逆天的吗 此时 周雅也傻眼了 他其实很清楚 刘飞的赌石能力 所以很担心叶辰会输 可万万没有想到 叶辰不仅赢了 还是碾压式的赢了 叶辰缓步走到刘飞面前 语气淡然的说道 怎么样 还用笔吗 刘飞眼神恐惧的看着叶辰 说道 你 你怎么可能赢 你一个靠运气的家伙 凭什么能赢我 叶辰吃笑一声 淡淡的说道 事实胜于雄辩 既然赌了 那就愿赌服输 一个亿转给我吧 顺便打断你一条腿 刘飞吞了一口口水 其实 如果他这时候 愿意真诚的认输 求叶辰放他一条生路 或许叶辰还真不至于 将他置于死地 周雅也有些愚心不忍 他走过来 说道 刘飞 要不你给叶辰道个歉吧 我和叶辰说一声 让他放过你 这个面子 他应该还是会给我的 周雅 也想着帮刘飞一把 可刘飞却完全没有当回事 他压下心中的恐惧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怒火 在他看来 周雅的话 就是对他的侮辱 此时 他已经彻底地 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刘飞咬着牙 看着叶辰 说道 我不服 你靠的不过就是运气 有种我们再继续赌 我就不信 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 叶辰轻蔑地看了一眼刘飞 你已经输光了 那一个亿已经是我的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赌 刘飞现在脑袋里想的 全都是像失去的拿回来 他阴沉地看着叶辰 说道 我还有房子 还有车子 我还能去借钱 我能筹集到五千万 顺便加上我一只手 我就赌你不可能再开出率来 刘飞面色猙獰地说道 如果我输了 五千万加一只手全都给你 如果你输了 把我的一个亿还给我 周雅听到刘飞的话 知道刘飞已经上头了 劝说道 刘飞 你别发疯了 你输得还不够惨吗 这样下去 你连命都要输掉的 刘飞此刻哪里还听得进劝告 他巅峰的怒视周雅 吼道 周雅 你就是一个臭婊子 到现在 你还帮叶辰这个混蛋 老子追你这么久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垃圾吗 我告诉你 再赌十圈 没有人能赢我 我刘飞才是最厉害的 我要将我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 周雅文言 顿时脸色惨白 他好心提醒刘飞 可没有想到 却遭了一顿羞辱 他失望地看着刘飞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刘飞没有理会周雅 而是看向叶辰 语气森然地说道 叶辰 你不敢了吗 像你这种蠢蠢 靠运气的垃圾 我根本就看不起你 你能靠运气赢我一次 难道还能靠运气赢我一辈子吗 叶辰冷漠地看着刘飞 说道 你知道自己是在找死吗 刘飞疯狂地大笑起来 说道 哈哈 我找死 我刘飞会找死 有种来继续赌 你不敢 说明你心虚 不敢赌也行 你跪下承认 你就是一个垃圾 一个废物 叶辰轻哼一声 既然刘飞自己找死 那他也没有必要在手下留情了 叶辰冷漠地看着刘飞 说道 行 既然你要赌 那就来吧 我会让你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残废 刘飞眼神很辣 他现在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的疯狂境地 刚刚他已经输了一个亿 外加一条腿 如果不加注赢回来 那他这辈子就毁了 玉石完全就是靠运气 而运气这东西 有一次绝无两次 只要他坚定地和叶辰赌下去 他就能让叶辰变得一无所有 此时 周围的围观群众都彻底的傻眼了 事情一下子就变得不可控了 他们直接分成了两个派系 一边认为 叶辰靠运气赢了刘飞一个亿 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可毕竟是靠运气赢来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收手 才是稳赚不赔 另一边认为 刘飞已经上头了 只有现在停下 才是理智的行为 刘飞拿出手机开始借钱 他毕竟在赌市圈的名声很大 借了一圈之后 加上房子车子的抵押 终于凑够了五千万 这可以说是刘飞最后的家底 如果输了 那么他将永无翻身之日 如果刘飞但凡能够克制自己的内心 他用这五千万将高利贷还清 日后慢慢依靠赌市 还有机会重回巅峰 虽然时间可能会很漫长 可他却倔强地不承认自己输了 他坚信 只要让叶辰开出剩下的原石 他就能将自己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刘飞此时依旧在叫嚣道 叶辰 现在老子的钱到位了 继续开啊 老子就不相信 你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好 运气 叶辰轻笑一声 道 我叶辰一生行事 从来只靠实力 何曾靠过运气 叶辰示意谢氏师傅开始切割 此刻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几乎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谢氏师傅 每一刀都仿佛切在众人心头 连续三刀 都没有看到绿色 刘飞喘着粗气 双眼赤红 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没有 果然没有 我就说 运气不会一直站在你这里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刘飞已经几乎陷入疯狂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的原石即将放空的时候 谢氏师傅最后一刀下去 脸色忽然大变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般 他不由得用颤抖的声音大喊道 长 大长 什么 大长 这怎么可能 长了多少 原本以为叶辰第二块原石要落空了 没想到最后时刻 竟然涨了 还是大长 这也太刺激了 随着所有人的目光看过来 谢氏师傅吞了一口口水 惊呆了 激动的 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极品祖母律 这一次谢氏师傅并没有报价格 因为这已经超过了他能估价的范围 无瑕次的极品祖母律 价值就非常可怕了 疯了 所有人彻底的疯了 极品祖母律 一时间 几个人急忙从人群中站出来 天哪 无瑕次的极品祖母律 太漂亮了 兄弟 我是周晓福的董事长 这块极品祖母律卖吗 我出一千三百万 周总 你这是想捡漏吗 这么好的祖母律 我出两千万 别别别 我出两千三百万 看到这几个出价的人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惊呆了 这些可都是熟面孔 全都是那些玉石经典的老总 没想到 他们竟然全都被吸引来了 的确 要知道 哪怕是在这个最大的玉石市场 也很少能见到 如此极品的祖母律 发财了 一夜暴富 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夜晨 他们以为 刚刚夜晨大涨七百万 就已经是极限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 第二块玉石 竟然足足大涨了两千多万 这尼玛是运气 谁的运气能如此逆天 夜晨却一摆手 说道 不急 不是还有八块玉石吗 全都开了 听到夜晨的话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 能一直开出率 他真的是靠运气吗 随着一块块玉石 被切割开来 整个大厅彻底的炸裂了 极品玻璃兵种 极品诺种 极品帝王玉 十块玉石 竟然全都出率 而且最差的 也暴涨了五百万 甚至还出了所有人都 未曾见过的极品帝王玉 震惊 无尽的震惊 在场的所有人 此刻只感到脑子一片空白 他们仿佛失去了灵魂 不会思考一般 只能呆愣地站在原地 天哪 如果说开十个里面出了两个率 那是运气 那么十个原石全部出率 这就不是运气 那是绝对的神一般的实力 卧槽 我从未见过这么恐怖的人 这哪里是人 这明明是神 这是一次性 将万宝阁的极品玉石 给掏空了 恐怕万宝阁的老板 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竟然一次就大赚了几个亿 恐怖 万宝阁的老板张月 也是不由地吞了一口口水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要知道 叶辰紧紧开出的这些极品玉石 就足足价值几个亿 这等于拿着刀子朝他胸口狠狠地扎去 不过 万宝阁毕竟是大档口 张月本身的财力也不小 他虽然心疼 可却并未反悔 毕竟还要做生意的 而且 叶辰今天创造的神话 一旦传出去 恐怕在短时间内 给万宝阁带来无穷无尽的赌食爱好者 毕竟 能够随便救出祖母绿和帝王狱的万宝阁 绝对会成为所有人的首选 此时 最激动的莫过于那些珠宝店的老板了 如果能够在叶辰手里随便买下一个极品玉石 那转手就是狠狠大赚一笔的中间利润啊 当然 叶辰现在是没空理会这些老板 他转头看向早已经吓傻的刘飞 此刻 刘飞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了 之前他已经输给了叶辰一个亿 本来想要搬回一城 没想到 叶辰简直不是人 竟然开出这么多极品玉石 等于他又输给了叶辰五千万 这是他最后的家底啊 刘飞很清楚 他一旦将这个钱交给叶辰 那么最后他 就算不被高利贷的那些人弄死 这一辈子也会过得很凄惨 所以 刘飞内心虽然恐惧 可却有了其他想法 叶辰却冷冷地看着刘飞 问道 刘飞 你输了 刘飞缩缩脖子 不敢回话 叶辰却淡淡地笑道 加上之前的赌注 你总共输给我一亿五千万 外加两条腿 万宝阁的老板那边只有一个亿 另外五千万呢 刘飞扯了扯嘴角 他低着头 哀求道 大哥 我有眼无珠 能不能放过我 我再也不敢了 叶辰冷冷地说道 愿赌服输 你不会没听过吧 刘飞将头刻在地上 眼神却闪过一丝狠辣 不过很快就隐藏起来 他连忙说道 是是是 愿赌服输 不过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打电话 让人送钱过来 叶辰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我给你半个小时 是是是 刘飞点头哈腰 拿出手机走到一边 一转身 脸色瞬间冰冷下来 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叶辰就走到一边 来到几个珠宝店的老板面前 几个老板看向叶辰 连忙开口起来 叶总 我想要极品帝王玉 我们绝对可以出得起 最高的价格 不知道能不能割爱 叶总 我想买祖母绿 价格你来开 保证让你满意 应该选择我们 我们店的实力 虽然称不上最强 可服务绝对最好 叶辰扫过众人 淡淡一笑 说道 我并不打算卖玉石 不过嘛 确实有个合作 什么合作 几人问道 叶辰说道 这几块无瑕的极品玉石 我想将其完全打造 一个寿星的样式 你们谁能做 几人一听 顿时极了 要知道 叶辰开出的玉石不仅大 而且还是无瑕的 用来打造寿星 那绝对是极度浪费的 因为打造寿星 避免不了就会有浪费 而且成品也不好售卖 如果他们能够 买来完整的玉石 那之后售卖价格 绝对能够高上三层 叶先生 千万不可啊 如果打造成寿星 那价值直接会降低不少啊 几人纷纷劝说起来 叶辰却淡淡一笑 说道 我不缺钱 打造寿星 刨去的边角料 就当成辛苦费 愿意做得出猎 不愿意的话 我就另外找人 什么 几个珠宝店的老板 怀疑自己听错了 边角料当辛苦费 卧槽 开什么玩笑 极品帝王玉的边角料 那也是极为值钱的 大气啊 一时间 几个老板都纷纷争强了起来 坐坐坐 我们坐 我们只收八成的辛苦费 我们收七成 我们收五成 卧槽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狠 最后还是 实力最大的周小富 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对于这些珠宝商人来说 虽然帮叶辰打造寿星 没有将完整的玉石 买下来更赚钱 可就算是边角料 那也是极为值钱的 搞定一切之后 叶辰才缓缓地转过头 看向刘飞 刘飞此刻心中恐惧无比 内心仿佛在祈祷着什么 而叶辰正一步步 缓缓地朝他走过去 叶辰语气森然地说道 半个小时马上就到了 钱呢 刘飞恐惧地瑟瑟发抖 哀求道 别 别过来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已经打电话凑钱了 叶辰轻哼一声 说道 不好意思 我的时间宝贵 拿不出钱来 那就用你的命来抵吧 刘飞吓得连滚带爬的 往后爬起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 只见 一个年轻人 正满脸傲然地走了进来 刘飞一抬头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的救星来了 刘飞一下就抱住来人 大声地说道 刑少 你终于来了 我被人欺负得好惨啊 你报我报仇 我答应你的三千万 马上就打到你卡脸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云城霸道大哨行风 刘飞这些年 在赌食市场赚了不少钱 不过没有背景的他 在云城并不受人待见 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有底气 这些年 刘飞大把大把地花钱 认识了不少云城地下世界的混混 因为他花钱大方 慢慢地 刑风成为了刑风的小弟 刚刚他就是打电话给刑风 更是许诺要给刑风三千万 只求刑风帮他报仇 对于刘飞来说 虽然三千万不少 可他输给了叶臣一亿五千万 只要刑风能够将叶臣弄死 那么别说三千万 就算让他拿五千万出来 他也有着的赚 更何况 现在刘飞对叶臣 那可是恨之入骨 刑风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刘飞 顿时大怒道 在云城 竟然还有人敢动老子的人 你难道没有报本少的名号吗 刘飞刚刚已经吓得半死 的确忘记报刑风的名号 不过他添油加醋地说道 报了鸭行哨 可人家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还说 他还说 刑风温怒地说道 还说什么 刘飞说道 他还说 您算个屁 刑风大怒道 草 谁这么大的胆子 本少倒是要看看 在云城 谁敢找不自在 周围的人看到来人是刑风 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想到 刘飞竟然还有这样的背景 要知道 刑风可是云城刑家的大少爷 那可是真正的地下世界太子爷 这下夜城完蛋了 卧槽 没想到飞哥还认识刑大少啊 这下那个夜城完蛋了 是啊 在云城 恐怕还真没有几个人 敢惹刑大少吧 怎么惹 刑家可是掌控了 整个云城的地下势力 去惹刑少 那不是嫌自己的命长吗 哎 夜城这小子算是完了 恐怕刘飞输的钱拿不到 还得把自己搭进去了 周雅看到刑风到来 也是脸色狂变 虽然他知道 夜城身份不一般 之前连陈家大少陈飞宇都不怕 甚至让陈家家主都得下跪道歉 可陈飞宇虽然厉害 却完全比不上刑家 周雅对于刑家也有所耳闻 那可是地下世界的大佬 周雅平常看到一个混混 都得绕着走 现在遇到了这么个大佬 心中更是慌乱无比 周雅小声地说道 夜城 现在怎么办 要不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我听说过这个刑家 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人 得罪不起的呀 夜城淡淡一笑 说道 不急 没事的 看到夜城这么自信 这让周雅一时间愣神了 难道夜城连掌控云城地下势力的刑家都不怕 此时 刑风的到来 可以说给了刘飞一道强心计 他带着刑风走进来 指着夜城说道 刑少 就是这个王八盖子的 你帮我搞定他 我绝对拿出三千万来感谢刑大少 刑风抬起头 看向了夜城 这不看还好 一看差点没有将他的魂魄给吓飞了 作为刑家的大少爷 整个云城能让他害怕的人没有几个 哪怕是那些顶级世家的大少 刑风都敢跳起来骂上几句 如果说云城的同龄人中 还有一个是他刑风不敢得罪的人 毫无意外 绝对就是眼前这个夜城 刑风甚至还记得 上次他跪在夜城面前 求原谅的卑微感觉 这才多久 竟然又遇到了这个煞星 刑风的脸色狂变 可刘飞却并没有注意到 刑风的神情变化 在他看来 整个云城就没有刑风解决不了的事情 区区夜城 恐怕刑风随手就能捏死 刑风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底气 刘飞不断地叫嚣起来 夜城真是可笑 你真以为我会认输 我告诉你 这旁边这位可是刑家刑大少 你不会不认识吧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见过 刘飞轻哼一声 道 既然认识 那你还不跪下来 给刑大少磕头 难道还要刑大少亲自动手不成 我可告诉你 在云城 还没有人敢不给刑少面子 你今天得罪了我 就是打了刑少的脸 还不滚过来跪下道歉 夜城轻哼一声 说道 让我跪 你们配吗 说不定 应该是你们过来给我下跪磕头呢 什么 这个夜城 简直太狂了 如果说夜城这话是对刘飞说的 那众人还不至于这么震惊 可很明显 夜城的话语中 包含了刑风 让刑家大少爷 给他下跪磕头 这家伙疯了 一旦刑少发怒 那谁能承受他的怒火 果然 夜城的话音刚落 刑风就朝着他走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看来夜城的话 直接让刑少震怒了 要亲自对付夜城了 刘飞此时眼神格外的兴奋 在他看来 只要刑风出手 不管夜城是什么身份 都必死无疑 因为 在云城刑风绝对有这个能力 让任何人悄无声息的人间蒸发 刘飞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呵呵 小子 你准备好去死了吗 放心 等你死了 老子会把你的尸体丢出去喂狗 此时刑风已经走到了夜城的面前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夜城就要死定了的时候 忽然 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 在众人眼中高贵无比 掌控了云城地下世界所有权势的刑家大少 竟然扑通一声 跪在了夜城面前 什么这一瞬间 大厅内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眼角猛然抽搐 瞪大双眼 仿佛整个人都石化了一般 不少人捂住嘴巴 身子疯狂的颤抖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说不出一句话来 要知道 刑风是谁 那可是刑家的大少爷 现在却跪在夜城面前 显得无比的虔诚 猛了 彻底的猛了 所有人都想不通 为什么刑风这种权势滔天的大少爷 要给夜城下跪 刚刚还满脸兴奋 以为夜城就要完蛋了的刘飞 此刻像是被冰冻了身体一般 僵硬的呆立原地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后背一阵发凉 刘飞惊目万分 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刑少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废物下跪啊 你起来啊 你不是来帮我的吗 刑风此刻哪里还敢说话 他现在内心恨不能将刘飞扒皮抽筋 云成这么多人 得罪谁 刑风都能解决 偏偏这个刘飞却要得罪夜城 害得刑风再一次下跪 夜城的身份是什么 刑风不知道 自从上次见过之后 刑风的老爷子就亲口下了命令 让他遇到夜城 绝对不能得罪 就算无意中得罪 也得以最虔诚的方式祈求原谅 能让行政雄都恐惧地存在 身份能是一般人吗 刑风看都没有看刘飞一眼 只是小心翼翼地跪在夜城面前 身子忍不住微微颤抖 夜城淡淡地看了一眼刑风 说道 那是你的人 刑风连忙摇头 说道 夜少 不是 我不认识 不 我认识他 不过不熟 我也不知道 这小子胆子这么大 竟然敢得罪夜少宁啊 夜城淡淡地说道 他欠我一亿五千万 外加两条腿 既然是你的人 我就给你爹行政雄一个面子 钱打我仗上 任你处理 记住 我不想在云城看到他 刑风连忙说道 是 夜少 我一定照办 此刻 所有人都不敢在吭声 心中都在猜测 这个夜城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够以如此高高在上的姿态 对刑风说话 周牙也傻眼了 他虽然知道夜城的身份很厉害 连之前陈家都得对夜城卑躬屈膝 甚至 周牙已经觉得自己足够高估夜城的身份了 可现在才发现 他还是低估了夜城的身份 刑风 那可是刑风 云城最顶尖的大少之一啊 竟然在夜城面前如此卑微 夜城看都没有看刘飞一眼 拉着周牙就往外走去 直到夜城离开 大厅内的人才不由地送了一口气 毕竟夜城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让人甚至都不敢大口地喘气 刑风此刻也从地上爬起来 他此刻双目赤红 心中已经被无尽的怒意给充斥了 他缓步地走向刘飞 刘飞内心无尽的恐惧 他胆战心惊地看着刑风 拍马屁地说道 刑少 还是您威武 感谢刑少救我 刑风嘴角扯了扯 啪 直接扬起一个巴掌 狠狠地打在了刘飞的脸上 狂怒地吼道 谢我 老子他妈的还得谢谢你 我曹你大爷的 得罪谁不好 去得罪那个煞星 你不想活 老子还想活 刑风本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朝着刘飞就是一顿暴揍 他此刻只想将内心的郁闷 全部发泄出去 直接将刘飞打了个半死 等到刑风停手 刘飞才虚弱地说道 刑少 求求你放过我 我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刑风眯着眼睛 说道 我放过你 那谁来放过我 叶少的话 你没听到吗 一亿五千万 外加两条腿 刑风一挥手 顿时两个黑衣男就走了过来 刑风伸了个懒腰 说道 哎 先打断这小子的两条腿 叶少的吩咐 可不能不做 随着刑风一声令下 两个黑衣人顿时拿着棍棒 就将刘飞的腿打成了骨折 刘飞吃痛 忍不住疯狂地哀嚎起来 恐惧蔓延了他的全身 他强忍着剧痛 往外面爬去 刑风却走上去 一脚踩住刘飞 语气纷然地说道 叶少还有交代 他不想在云城看到你 刘飞痛哭流涕 说道 刑少 放了我 我走 我立刻离开云城 刘飞现在可以说 内心极度后悔 他恨自己 为什么要招惹叶尘这个煞心 现在搞成这样 他连恨叶尘都不敢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刑风却轻哼一声 说道 离开云城 谁知道你会不会偷偷地跑回来 想让叶少再也看不到你 只有一个办法 刘飞惊恐地问道 什么办法 刑风痴笑有一声 说道 那就是把你丢到江里喂鱼 说完 刑风一招手 顿时几个黑衣男就冲过来 抓着刘飞就往外拖去 很显然 刘飞的下场 绝对是非常悲惨的 以刑风的手段 想要让一个人在云城人间蒸发 简直太简单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低下头 没人敢多管闲事 除非是活腻了 刑风扭扭脖子 教训完 刘飞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叶尘已经将周雅 送到了他家楼下 周雅看了一眼叶尘 说道 叶尘 要上去坐坐吗 我家里没人 叶尘自然清楚周雅这话的意思 不过对于叶尘来说 他和周雅只是同学关系 从未想过要进一步发展 叶尘淡淡一笑 说道 不了 我还有事 周雅有些失落 他当然清楚 自己肯定是配不上叶尘的 可经过这几天的接触 他内心已经不可自拔地 被叶尘身上那种霸道的气息所吸引 看着叶尘转身离开 周雅内心有些五味杂陈 遇到叶尘这样霸气 全是滔天的男人 这让周雅以后 如何能看上别的男人 叶尘自然不知道周雅的内心想法 当然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会当回事 就在叶尘准备回家的时候 忽然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了叶尘的面前 叶尘眉头一皱 看着车内走下两个壮汉 他眼神微微一凝 看样子来者不善 果然 两个壮汉走到叶尘面前 神情冷烈地说道 你是叶尘 叶尘淡淡地说道 是我 两个壮汉语气冰冷地说道 是就好 跟我们走一趟 叶尘眉头皱得更深了 半路将他拦下来 就这种态度 也想将他带走 叶尘眯着眼睛 不懈地说道 你说 跟你走就跟你走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两个壮汉顿时神色一僵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人 其中一个壮汉 我们是省城周家的人 我们家主请你一句 两人直接爆出了名号 别说这里是云城 哪怕是省城 只要爆出周家的名号 基本上就没有人敢继续放肆 然而 叶尘却眯着眼睛 前脚周家大公子周莉 被他打断了腿 现在周家家主就找上门来了 还真是打了小的 来了老的 叶尘轻笑一声 说道 你们这个态度是请人吗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 我没空 什么 两个壮汉顿时脸色一僵 心中涌起一丝怒意 他们已经爆出了周家的名号 叶尘竟然还敢拒绝 简直岂有此理 小子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壮汉上前一步 浑身爆发出一股害人的气势 叶尘眯着眼睛 痴笑一声 道 怎么 想动手 双方对峙 但凡对方敢动手 叶尘都会在第一时间 彻底解决他们 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从车上走下一个妖娆的女人 有着一头柔顺的长发 密度适中 微微卷曲的发梢 她脸型优美 五官精致 一双水灵的大眼睛 明亮而有神 让人不由得心生静慕 微笑时 两腮微微上扬 若有所思 带着一点点妩媚 和一份沉静 亲切中带有淡淡的儒雅 完美地诠释了 少傅这个词汇 她身材曲线美妙 丰满而不失修长之感 穿上简单的衣物 也能流露出性感的魅力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总的来说 她那种优雅名人的气质 让人感觉到她的温柔 智慧和知性 她走到叶晨身边 微微躬身 说道 叶先生 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虽然你和我们大少 有些矛盾 可今天的邀请 绝非为了逞凶斗狠 除了叶先生之外 我们还请了不少 云城的社会名流 还请叶先生给个面子 这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很柔和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可以感觉到 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 叶晨淡淡地说道 你这才是请人该有的态度 既然周家主有请 那我自然不会拒绝 少傅微微躬身 伸出手 说道 叶先生 请 叶晨上了车 很快 就来到周家 举办宴会的地方 刚到门口 叶晨就看到满脸焦急的骆青秋 骆青秋看到叶晨从车上下来 连忙走过来 问道 叶晨 你没事吧 叶晨淡淡一笑 道 我没事 你怎么在这里 骆青秋说道 我听说周家找人 去邀请你参加宴会 之前你不是和周莉 发生了矛盾吗 我怕他们为难你 所以就赶快看看 叶晨笑道 放心 他们没有为难我 此时 车上的少傅也开口 笑道 骆大小姐多虑了 大家都是文明人 既然叶先生来了 那我就先去忙了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骆青秋轻哼一声 撇过头 压根就没有理会这个少傅 等少傅离开之后 叶晨好奇地看了一眼骆青秋 问道 那女人是谁 你好像不太喜欢她 骆青秋嘟着嘴 说道 她叫立青成 一个十足的交际花 是周家家主被地里养的情人 叶晨 我可和你说 别看这个女人 一副笑脸盈盈的样子 实际上是个阴险的毒妇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叶晨笑道 有点意思 骆青秋脸色一变 嘟着嘴说道 你坏死了 我都和你说了 她是坏女人 你还说她有意思 叶晨轻笑一声 说道 你误会了 我是说 你着急的样子 很有意思 叶晨捏了一下骆青秋的鼻子 骆青秋顿时小脸一红 羞涩地低下头 她感觉被叶晨捏了一下鼻子 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骆青秋红着脸 说道 好了 我们进去吧 看看周家到底在搞什么鬼 看着骆青秋转移话题声音的样子 叶晨都觉得好笑 两人朝着宴会大厅走去 看得出来 这周家举行聚会的确不是针对叶晨 因为来参加宴会的人的确有不少大人物 而请叶晨过来 应该是后面决定的 叶晨 这个周家在省城乃是四大世家之一 很有权势 特别是周家家主周耀昆 绝对是一个枭雄级别的人物 你之前打断腿的那个周厉 就是他儿子 骆青秋给叶晨介绍起来 他内心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毕竟周家在省城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 周耀昆这个人不仅全是滔天 而且手段很辣 骆青秋担心他对叶晨不利 叶晨却丝毫不担心 笑道 既来之则安之 他周家要是真敢对我动手 那我叶晨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走到一边 拿了两杯酒 坐下喝了起来 其实 对于这样的聚会 叶晨是向来不太喜欢的 这些所谓的社会名流 在叶晨眼中根本不过就是一群蝼蚁 不过来到这样的聚会 叶晨就会想到穆婉晴 当年 穆婉晴为了能够发展情愿公司 扩展更多的人脉 他很热衷于参加这样级别的上流宴会 当时 叶晨暗中打过招呼 所以 不管云城有什么样的宴会 都会邀请到他 只是自从离婚之后 恐怕以穆婉晴的身份 很难再融入所谓的上流社会吧 毕竟 秦远公司虽然现在能赚钱 可在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看来 上亿的身价 恐怕也仅仅只是摸到了门槛 人还站在圈子外面 没有足够的抵御 就算有钱 那也仅仅是爆发户行列的存在 就在叶晨出神的时候 忽然 一个女孩出现在叶晨和骆青秋身边 她有些不怀好意地看着叶晨 语气森然地说道 你就是把我哥哥腿打断了的叶晨 叶晨转过头 就看到一个女孩 眉头一皱 问道 你哥是谁 女孩倾笑一声道 我哥就是周丽啊 我叫周雨晗 你小子胆子很大 竟然敢打我哥 还敢来参加我周家的宴会 你就不怕今天参加的是个红门宴 叶晨看着周雨晗 这名字倒是挺有涵养的 不过这穿着打扮 着实就过于前卫了 她穿着一件短款的T恤 上面印着夸张而缤纷的图片 配上一件露出肚脐的高腰半裙 展现着她接近魔鬼般的身材 宽边帽子 银色项链 手镯和耳环 基本上男的都是穿着黑色西装 女的都是穿着晚礼服 争齐斗艳 像周雨晗这般小太妹的打扮 着实让人惊讶 叶晨还没说话 旁边的骆青秋就小声呵斥道 雨晗 你客气一点 别这么没有礼貌 怎么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听到骆青秋说话 周雨晗瞬间就撇开了叶晨 一下张开双手 将骆青秋保住 撒娇道 哎呦 我的好姐姐 我可想死你了 骆青秋顿时感到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连忙说道 好了好了 安静下来 别一惊一乍的 很显然 骆青秋和周雨晗的关系很不错 只是周雨晗的性格过于出挑 让骆青秋都有些招架不住 周雨晗放开骆青秋 对着他挑挑眉 笑道 骆姐姐 看你这么紧张他 不会是你新娇的男朋友吧 骆青秋脸色一红 说道 别乱说 我和叶先生可清清白白 周雨晗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说道 骆姐姐 你脸怎么这么红 此时 骆青秋被调侃的 只感到自己心跳疯狂加速 说实话 骆青秋平常 是一个非常冷清的女人 作为骆家的大小间 基本上没有人敢这样调侃他 换做别的时候 就算周雨晗调侃 他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可在叶晨面前 他的一切冷傲的伪装 仿佛都不见了 那种脸上火辣辣的灼热感 让他脑子都有些梦了 他瞪了周雨晗一眼 说道 你别乱说 我去上个厕所 骆青秋现在感觉脸红得滚烫 想要去洗把脸 等他走后 周雨晗刚刚还笑盈盈的脸 忽然就冷了下来 他看向叶晨 语气冰冷地说道 叶晨 我要和你决斗 叶晨微微一愣 怀疑自己是听错了 问道 你说什么 周雨晗说道 我说 我要和你决斗 就是 你叫你的兄弟 我叫我的兄弟 约个地点 打一架 叶晨文言 不由地扯了扯嘴角 这小丫头 还真是一个混世魔王啊 当众约群架 叶晨有些无语地说道 有毛病 周雨晗轻哼一声 说道 你才有毛病 我看你就是个胆小鬼 虽然 你把我那个混蛋哥哥的腿打断 让我感到很爽 可他毕竟是我哥 你打了他 就等于打了我周家的脸 所以 我要和你约嫁 叶晨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可以啊 随时欢迎 不管你叫谁来 我都一只手给你捏死 周雨晗脸色一变 说道 你这是看不起我 叶晨上下打量着周雨晗 怂怂肩 说道 你不如去照照镜子 改大的地方不大 该秃的地方不秃 整个一飞机场 有哪里是能让我看得起的 周雨晗虽然看上去好心很彪悍 可毕竟是一个小丫头 被叶晨这话一刺激 顿时脸就红了 他生气地等着叶晨 说道 你也不是个好人 你等着 我会要你好看的 叶晨轻笑道 随时欢迎 周雨晗指着叶晨 生气地说道 你 你真牛 行 我记住你了 哎呀呀 真是气死我了 周雨晗巅峰一般的鬼叫几句 气得转身就离开 刚转身就撞到了 从厕所回来的骆青秋 此时 骆青秋洗了一把脸 才感觉脸没那么红了 他看到周雨晗满脸气愤 问道 雨晗 你怎么了 周雨晗哼声道 气死我了 还问我怎么 你去问问你那个臭男朋友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 我就揍他 看着周雨晗跑掉 骆青秋有些好奇地 看着叶晨问道 你干什么了 看着骆青秋的眼神看过来 叶晨顿时一愣 说道 没干什么呀 骆青秋疑惑道 没干什么能把那小丫头 气得这么惨 你不是占他便宜了吧 叶晨苦笑一声 就他那青黄不接的样子 要我占他便宜 还不直接占你便宜来的叔父呢 骆青秋文言 顿时脸色一红 一时间 直接无语了 宴会在进行中 中途除了有几个人 给骆青秋打招呼之外 基本上没有人理会叶晨 当然也是因为 叶晨更享受独处的时间 不过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周家的人始终没有来找他 这让他都怀疑 周家费尽心思将他请来 是为了什么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看来周耀昆 似乎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将他量在这里 很可能就是为了 打击叶晨的气焰 就在叶晨思考的时候 忽然 一个保安走了过来 很不礼貌的一只手 抓在叶晨的肩膀 语气冰冷的说道 跟我走一趟 我们家主要见你 叶晨眉头一皱 冷冷的说道 放开 保安生气的说道 小子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让你跟我走一趟 最好别挣扎 否则你就死定了 说实话 叶晨本就等得有些心烦 要不是想看看 周家到底要搞什么鬼 他还真未必 会来这个宴会 如果说 周耀昆要是有礼有节 那叶晨和周丽的事情 还有得缓解 可要是想欺负到叶晨的头上 那叶晨也绝对不会惯着 就比如眼前这个保安 很没礼貌的 将手抓在叶晨的肩膀 这已经让叶晨非常生气了 可保安依旧还在叫嚣 苟杖人士 叶晨轻哼一声 不再理会 直接身子一震 瞬间一股气息 从叶晨的体内爆发出来 保安抓着叶晨肩膀的手 忽然感到一股巨大的撕裂力量 咔嚓 瞬间一道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出 狂暴的气势 直接将保安整个人都震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爆发出一股轰鸣声 这一幕 顿时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时间 所有人都静待了 竟然有人敢在周家举办的宴会上闹事 这小子是谁 这可是周家举办的宴会 他竟然敢打周家的保镖 难道不要命了吗 疯了 真的疯了 谁不知道 周家可是全是滔天的存在 在这里闹事 无异于自寻死路 叶晨在周家的宴会上出手 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而被叶晨打的那个保安 也在第一时间呼喊了帮手 刹那间 几十个保镖就冲了过来 将也还成团团围围住 在周家的宴会上闹事 那还了得 叶晨看着一群凶神恶煞的保镖 他没有丝毫的担心 只是平静的看了一眼身旁的骆青秋 笑道 看来 这周家家主周耀昆 也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家伙 骆青秋无嘴轻笑 这话 也就你敢说 叶晨怂怂间 淡淡的说道 之前我还以为周耀昆请我过来 多少是有点见识 现在找一群小喽喽来撑场面 确实可笑了一点 听到叶晨的话 周围的围观群众 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子口气还真大 被几个保镖围住 竟然还敢出言调侃周家家主 疯了 肯定是疯了 刚刚被叶晨打的保安 此时满脸的愤怒 说道 小子 你别狂 我们家主要见你 你不但拒绝了 还出手上人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叶晨眉头一皱 眼神冰冷地看着面前的保安 语气森然地说道 给你解释 你算什么东西 让周耀昆亲自过来和我说 保安狂怒道 平业配 叶晨怂怂间 道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谈了 青秋 我们走吧 说着 叶晨就要带着骆青秋离开 对于叶晨来说 能够来这个宴会 已经很给周耀昆面子了 他在宴会上出手打了人 这是周耀昆不可能不知道 之所以没有出现 必然是躲在暗处观察着他 既然 周耀昆自己不出现 那叶晨自然不会再给他任何面子 看到叶晨要走 那保安冰冷的神色 喝道 小子 你以为你能走出这里吗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冷冽的笑意 说道 要打架吗 你们可以动手试试 就在大厅内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在大厅二楼 周耀昆脸色冰冷地看着这一切 他旁边站着的 就是之前邀请叶晨过来的绝美少服立青成 周耀昆语气淡淡地说道 青成 你对叶晨怎么看 立青成妩媚一笑 说道 难以看透 不过 我劝你 不要轻易和他为敌 此人神秘莫测 周耀昆文言 不由地一愣 问道 真是稀奇 你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立青成笑颜如花道 直觉 周耀昆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缓步朝着楼下走去 他知道 再不下去 恐怕这个宴会就要变成斗殴现场了 很快 周耀昆一出现 那些保安们都纷纷退到一边 周围的围观群众都不由地咋舌 周家家主亲自来了 那小子的面子还真大 竟然真的让周耀昆清零 呵呵 你以为这是好事 那小子怕是有难了 周家可是省城大家族 可以说是权势滔天 挑衅周家 基本上没有任何活路 周围的人看着叶晨 内心都觉得叶晨死定了 毕竟 周家的权势在众人心中 太过强大 几乎没人敢惹 周耀昆缓步走到叶晨面前 骆清零很清楚 骆家和周家是世交 而且周家的整体实力 比骆家更胜一筹 而周耀昆本质上 也算是骆清零的长辈 骆清零只能先打招呼 道 周叔叔 周耀昆点点头 随后便看向叶晨 说道 听说 你要我亲自来请你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没错 周耀昆神色一宁 说道 你还有点胆破 不过 太是太年轻了 你可知道 得罪我周家的后果是什么 思听到周耀昆的话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 倒吸一口凉气 不愧是周家家主 单单这气势 就足够是人心魄 叶晨却丝毫没有害怕 反而笑道 说起来 我也不算得罪 毕竟 你儿子被我打断了腿 真论起来 我们算是敌人 什么 叶晨的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这小子 到底是谁啊 竟然打断了周耀昆儿子的腿 周耀昆儿子 应该就是周家大少周丽 难怪今天宴会 都没有看到周丽的身影 原来是被叶晨打断了腿 在医院中治疗 一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 叶晨就是个疯子 这种情况 竟然还敢来参加周家的宴会 他真的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吗 而且还当着周耀昆的面 提出来 这岂不是在火上浇油 现场这么多人看着 如果周耀昆不给自己儿子报仇 那周家的脸面 岂不是丢完了 果然 下一刻 周耀昆的脸色变得极为阴沉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很佩服你的胆量 可你伤了我儿子 这是若没有个说法 那我周家的脸面哪里摆 叶晨耸耸肩 道 你想要什么说法 周耀昆双眼一眯 语气森然地说道 你打断了我儿子的腿 那我也打断你的腿 这样很公平 叶晨吃笑一声 道 你没这个能力 哗啦 震惊 无尽的震惊 这个叶晨简直不是一般般的狂 这是狂到了没有边际的地步了 竟然说周耀昆没有这个能力 天哪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难道不知道周家的实力吗 如果周耀昆都没有这个能力 那整个省城 谁还有这个能力 这小子 怕不是脑子被门家了 所有人都觉得叶晨是个疯子 这换做别人 恐怕面对周耀昆质疑的那一刻 就吓得腿软了 可他偏偏还敢挑衅周耀昆 周耀昆眯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残忍的笑意 说道 很好 我倒要看看 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 周耀昆说完 一挥手 刹那间 一道人影从远处一跃而来 他的速度极快 紧紧眨眼睛 就从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因为速度太快 甚至让人以为 他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来人不过二十多岁 身形敏捷 精神气十足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浑身上下都展现出了不凡的气势 无比的锐利 紧紧一眼 就足以让人感到无尽的压迫感 他就这么站在那里 浑身内敛而霸道的气势 就让人不敢直视 他周身每一个气息 都散发着霸道的力量 让人感到那种摸不到 却又能感受到的灵力气息 这人很强 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 他身上有一种无可匹敌的强大感 让人无尽的震撼 周耀昆看着夜城 语气淡然地说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陆宇 只要你能从他手中活着 那你与周家的恩怨一笔勾销 周耀昆并没有过多地介绍陆宇 在他看来 夜城根本不可能从陆宇的手中活下来 他根本不相信力清城的话 眼前的夜城 怎么看都不过是一个愣头青 所以 在见到夜城的那一刻 他内心就已经判了夜城死刑 因为他要守护周家的威严 任何敢和周家为敌的人 都必须死 陆宇轻蔑地看了一眼夜城 语气调侃地说道 周叔 区区这么一个废物 你要让我出手 未免太大才小用了 周耀昆笑道 小宇 你想一鸣惊人 就不该隐藏实力 去吧 杀了他 让他成为 你明镇还宇的垫脚石 陆宇走到夜城面前 居高临下地说道 小子 跪下 夜城眉头一皱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他还真从未见过 像陆宇这般自以为是的家伙 他轻哼一声 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陆宇淡淡地说道 我要杀你 懂吗 夜城怂怂间 道 你配吗 陆宇眉头一皱 在他看来 曲曲夜城 他随手可以捏死 在他眼里 夜城就像是一只蝼蚁 只要他陆宇开口 夜城就得乖乖地跪在地上 等待他宛若神明一般的审判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只蝼蚁 竟然敢忤逆他的话 一时间 陆宇的脸色 出现一丝怒意 说道 蝼蚁 你千万不要试图激怒我 因为激怒我的后果 我怕你承担不起 气氛一时间变得格外的紧张 骆青秋有些着急地看着这一幕 他看了一眼周耀昆 说道 周叔叔 为什么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呢 非要闹出人命才开心吗 周耀昆淡淡一笑 说道 这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我不插手 骆青秋气急 又看向陆宇 说道 陆宇 你别这样 真的会闹出人命的 陆宇轻哼一声 说道 小妞 你倒是聪明 知道他会死在我手里 骆青秋无语道 不是 我是说 你千万别激怒夜城 要不你给夜城道个歉 不然 你真的会被他打死的 什么 听到骆青秋的话 陆宇顿时疯狂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我会被他打死 这简直就是 我听过最大的笑话 周耀昆眼中 也闪过一丝不屑 对于陆宇的实力 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对于陆宇的身份 他没有和别人解释 是因为陆宇 乃是出自某个隐藏世家 骆青秋只胆到一阵无奈 他看着陆宇 说道 我之前也这样劝不周林 可惜他没有听我的话 所以 他被打断了腿 希望你好自为之 听到骆青秋的话 陆宇就像是 受到了什么羞辱一般 他眼神冷冽地看着夜晨 傲然地说道 小子 你觉得他的话 你认同吗 夜晨摇摇头 看到夜晨摇头 陆宇更是嚣张地大笑起来 说道 哈哈哈哈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的确 你在我面前 就像是蝼蚁一般 我要捏死你 太简单了 不过 如果你给我下跪求饶的话 或许 我会下手轻一点 夜晨文言 不由地笑了起来 陆宇眉头一皱 问道 你笑什么 夜晨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 笑你不知好歹 我之所以摇头 是因为 觉得你可笑 说实话 就你这种货色 我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什么 陆宇文言 顿时脸上出现一丝怒意 他脸上嘲弄的神情 变成了冷冽 他可是陆宇陆家大少 可以说他内心是极度骄傲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陆宇 践踏别人的尊严 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 践踏他的尊严 陆宇眯着眼 语气纷然地看着夜晨 说道 小子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神秘很多 有一种人 天生就是超越云云众生的存在 你只知道 本少叫陆宇 却不知道本少的身份 一旦本少的身份被公开 足够吓得你当场跪下 夜晨有些无语地看着陆宇 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般的自恋 看上去 似乎对自己的出生很自信 夜晨不屑一笑 说道 那你倒是说说 你什么身份 是阿猫还是阿狗 我倒想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身份 能吓得我当场下跪 陆宇傲然地看着夜晨 说道 小子 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 知道什么是古武世家吗 本少就来自古武世家 也是传说中 万人膜拜的古武者 本首是实打实的内进强者 这话一戳 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古武世家 内进武者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的词语 的确足够吓人 而在场的人中 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权贵 可大多数人也是一脸猛逼 不知道所谓的古武世家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 对于一些窥探到这一层面的人来说 陆宇的话 瞬间就让他们感到头皮发麻 周耀坤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没错 他之所以如此信任陆宇 认为陆宇必能击败夜晨 就是因为陆宇乃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古武强者 那是一个普通人 永远都接触不到的层面 天哪 古武强者 竟然真的有古武强者 我听说过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能够飞天遁地 有排山倒海之能 被称之为古武内境强者 我一直以为是写书者编撰的故事 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陆宇傲然地看着夜晨 居高临下地说道 怎么样 怕了吗 是不是双腿大颤 忍不住想要跪下 对我鼎鼎膜拜 这种事情 陆宇经历过太多了 任何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无论之前多么嚣张 最后都会成为他面前的一条 祈求生存的狗 夜晨也绝对不例外 然而 陆宇自信得太早了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夜晨脸色根本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淡淡地开口 区区内境无准而已 你眼中高贵的身份 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垃圾 思听到夜晨的话 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 狂 太狂了 陆宇可是顾武高手啊 换做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 那不得上去拍个马屁 给陆宇留下一点好印象 可偏偏夜晨依旧将陆宇视为垃圾 周耀昆不由得叹了口气 之前 他还以为夜晨真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结果却完全像是一个愣头青 完全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陆宇作为陆家大少 其本身就有着极为高傲的姿态 被夜晨这样羞辱 他能不怒 一旦陆宇怒了 那夜晨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果然 下一刻 听到夜晨嘲讽的陆宇 彻底的怒了 他面色无比的冷峻 浑身的内静开始疯狂的凝聚 周围赫然出现一股强风 那种让人莫名感到的压迫感 瞬间让人低下了头 哄 一声巨响传来 只见陆宇只是轻轻一拍 他旁边一张用石木打造的坚硬茶桌 竟然就彻底碎裂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瞪大眼睛 在场的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鼓舞强者究竟是什么 哪怕有些人听说过 可却从未真正见过 直到这一刻 所有人内心都出现无尽的惊恐 一巴掌将一张石木的茶桌给拍碎了 这是什么力量 还是人能拥有的力量吗 恐怖 太恐怖了吧 要知道 这用石木打造的茶桌 可是非常坚硬的 别说用手 就算用铁锤 也仅仅只能砸出一些个凹槽 根本不可能将其砸断 更别说像现在这样 被拍碎 卧槽 好恐怖的力量 这一巴掌 要是拍在人身上 恐怕立刻会全身骨头都断裂了吧 这就是鼓舞强者的实力吗 我以前以为那些学拳机 学伞打 学格斗的人 才是真正的高手 可在陆宇这样的鼓舞者面前 哪怕泰森 恐怕也连陆宇一拳都接不下吧 此时 周围安静的 让人感到有些害怕 所有人都不敢大口喘气 陆宇神情漠然 语气森然地看着叶辰 说道 本少纵从这么久 还得第一次遇到你这么狂的人 今天本少就拿你开刀 想好怎么死了吗 叶辰眉头一皱 说道 你废话真多 陆宇文言彻底地怒了 他双眼猛地一凝 身形一闪 大吼一声 小子 去死吧 陆宇的速度快如闪电 眨眼睛 已经出现在了叶辰面前 狂暴的内劲 带起一阵阵破空之声 那种极致的压迫感 让人忍不住开始退后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陆宇能够一拳 将叶辰打成残废的时候 叶辰却依旧平静地站在原地 看着陆宇的拳头打来 下一刻 叶辰终于动了 只见 叶辰缓地伸出手 看似缓慢 却又无比精准地 抓住了陆宇的拳头 啪哒 陆宇的身子猛的一阵 他的拳头被叶辰抓在手中 按照他的想法 叶辰这个行为 简直和找死没有区别 他可以一拳 直接将叶辰的手臂 打成粉碎性骨折 可万万没有想到 在陆宇接触到叶辰的那一刻 他的拳头 就像是被一股巨大力量 给钳制住 甚至完全无法有丝毫的寸净 陆宇脸色猛的一变 心中顿时骇然 这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鼓舞高手 虽然只是内静初期 可面对一个普通人 他绝对可以轻松捏死 可现在 他竟然被叶辰轻松的拿捏了 这他妈怎么可能 就在陆宇惊恐万分的时候 叶辰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淡淡的开口道 你就这点能耐 真扫兴 接下来 该我了 陆宇只感到浑身一股 鸡皮疙瘩冒起 整个人感到毛骨悚然 只见 叶辰轻描淡写的挥起一巴掌 朝着陆宇的脑袋 就扇了过去 啪 一道沉闷的声响响起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陆宇挖的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被叶辰一巴掌扇的倒飞出去 像是断线的风筝一般 飞出十几米的距离 随后重重的撞在墙上 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 这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叶辰平静的看了一眼陆宇 淡淡的说道 不堪一击 一瞬间 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眼神都变得无比的呆滞无神 脸上的表情 全部僵硬地挂在脸上 面色惨白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叶辰 他们无法相信 眼前看到的一幕 那可是鼓舞强者啊 在所有人内心 那应该神一样强大的存在 现在 却被叶辰一巴掌 就直接拍晕过去了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骆青秋脸上浮现出一种 激进疯狂的神态 他作为骆家大小剑 自然也听说过 关于鼓舞者的事情 他没有想到 陆宇竟然就是一个鼓舞者 所以一开始 他还是非常担心叶辰的 可现在 他彻底的震惊了 叶辰的身份 本就让他感到非常的神秘 没想到 叶辰的实力 也同样让人不敢置信 骆青秋看着叶辰 眼神中 除了崇拜 就是疯狂的膜拜 而此时 周耀昆只 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他没有想到 在他内心非常强大的陆宇 竟然完全不是叶辰的对手 一时间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想到之前 立清成对叶辰的评价 他内心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不过相比于叶辰 周耀昆却更相信陆宇 哪怕是陆宇被叶辰打败了 可陆宇并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背后有整个陆家做后盾 陆家 那可是真正的鼓舞世家 里面高手众多 他们隐识不出 可却无人敢和他们作对 现在陆宇被打 一旦惹怒了陆家 别说区区一个叶辰 恐怕整个云城 都无法承受一个鼓舞世家的怒火 周耀昆想到这里 他连忙站出来 指着叶辰 愤怒地说道 叶辰 你疯了吗 他可是陆家的大少 你出手这么重 真要打出了好胆 你承担得起吗 叶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看向周耀昆 说道 怎么 周家主 他陆宇要打我就行 我还手就不信 要怪 只怪他太弱 连我一巴掌都承受不住 周耀昆文言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语气阴森地说道 叶辰 我不管其他 我要求你立刻给陆少道歉 听到周耀昆的话 骆青秋都觉得他非常的无耻 邀请叶辰来的是周耀昆 鼓动陆宇和叶辰对战的 也是周耀昆 现在陆宇被打了 周耀昆却要叶辰道歉 这是哪门子盗脸 骆青秋生气地说道 周叔 做人不能太无耻 是陆宇既不如人 就算被打死 也是活该 周耀昆轻哼一声 没有理会骆青秋 反而看向叶辰 说道 我给你一分钟 立刻道歉 叶辰轻笑一声 说道 如果我不能 周耀昆冷冷地说道 叶辰 别以为你能打就多了不起 这个世界 讲究的是权势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 就能让整个云城都容不下你 私听到这句话 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心中一惊 看来 周耀昆是想要动用手中的权势 来压迫叶辰了 的确 周家虽然在省城 可其本身的权势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 周家在云城也有很多项目合作 他只要开口说一句话 云城90%的家族 都会卖他这个面子 周耀昆的确有说这话的底气和资本 叶辰虽然能打 可资本市场 可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是看谁手中的权势打 是看谁的资本足够雄厚 周耀昆满脸傲然的神色 在他看来 权势才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外衣 虽然他的确打不过叶辰 可他可以用手中的权势 压得叶辰喘不过气来 可以让叶辰受尽屈辱 而不敢反抗 毕竟 人不可能截然一身 叶辰总有亲人 总有朋友吧 周耀昆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势 让任何和叶辰有关的人 都在云城活不下去 直到叶辰向他低头 叶辰眯着眼睛 忽然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是在威胁我吗 周耀昆认为自己的权势足够大 自然不拘叶辰 他轻哼一声 说道 你还剩30秒 如果你认为我在威胁你 那便是威胁 周围的人都同情地看着叶辰 这个时候 叶辰最好的办法还是低头 大不了就是认个错 没必要和周家 这样的庞然大物作对 任耸是最明智的选择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辰会迫于压力 给陆宇道歉的时候 叶辰却淡淡地开口 我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威胁我 很好 现在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周家在云城的一切产业和合作 都全部清楚 周家滚出云城 硬刚 牛屁 叶辰的话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不得不说 虽然叶辰的话 的确有些太嚣张 可这刚和周家硬刚的态度 的确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周耀坤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随后爆发出一道狂笑 说道 哈哈 让我周家滚出云城 你当云城是你家的吗 你知道我周家 在云城的产业有多少吗 这倒不是周耀坤吹牛 要知道 这些年 周耀坤一直在布局云城的产业 也和云城当地的家族势力交好 几乎每个世家都有和周家的合作 这才是为什么周耀坤敢放言 让叶辰无法在云城生活 因为 他只要一句话 就能够让云城的大世家 站在他这一边 叶辰却丝毫不在意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不管你在云城有多少产业 从今天起 所有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你 狂妄 周耀坤见叶辰如此嘴硬 他生气地拿出电话 说道 很好 我现在就通知所有云城的世家 我要你在整个云城身败名裂 让所有和你有关的人 全都无法在云城生活 说完 周耀坤便开始打电话 今天的宴会 是周耀坤邀请了云城一些二流世家 是他深度发展周家产业的布局 所以 今天基本上没有请云城的顶级世家 周耀坤开始打电话 一个个地通知那些顶级世家 他就是要展现周家无比强大权势的同时 让叶辰彻底的绝望 很快 周耀坤就打完了电话 他恶狠狠地盯着叶辰 说道 小子 等着吧 今天就让你开开眼 让你感受一下 同时被整个云城顶级世家制裁 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哗啦 周耀坤的话 顿时让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 这或许就是全是真正的意义 一个电话 就能够撬动一座城市的所有顶级世理 不得不说 周家的却有这个能力 所有人都在等着 今天恐怕将会是让云城动荡的一天 不少人都偷偷地看向叶辰 心中都不由地发出一声胆叹 的确 在这个世界上 全是才是唯一的真理 所有人忙忙碌碌追求的 无非就是无上的全是 叶辰这么年轻 不仅有强大的实力 还有敢于和全是做斗争的勇气 可惜 这些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因为叶辰最终也会败在全是威慑下 周耀坤一旦动用了手中的全是 那么结局自然已经注定 按道理来说 这个时候 叶辰应该是会感到害怕的 可众人看向叶辰 却发现叶辰脸上依旧平静 丝毫没有感到任何的恐惧和不安 这太奇怪了 周耀坤此时只觉得 叶辰不过就是不要命的愣头青 等云成所有顶级的权贵出现 到时候便是审判叶辰的时刻 其实 周耀坤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考虑 如果仅仅是对付叶辰一个人 那么他大可不必大费周章 之所以要展现周家在云成的权势 一来 是因为陆宇被叶辰打了 他需要用一种高调的手段 制裁叶辰 好给陆宇背后的陆家一个交代 二来 是因为周家准备大力发展在云成的产业 他需要将周家强大的人脉和能力 展现给所有人看 作为周家家主 周耀坤做任何事情都内外兼顾 可以说是一箭三雕 很快 宴会大厅外面就开始陆续有豪车停下 所有人都仰着头往外看去 想要看看周耀坤在云成究竟有多大的权势 然而 只是稍微看了一眼 所有人瞬间都感到内心一阵剧烈的震荡 四来的人简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几乎每一个都是云成最顶尖 全是最大的存在 这些人聚在一起 恐怕跺跺脚 整个云成都得疯狂的颤抖 没想到 周家在云成的权势竟然恐怖如斯 一个电话 竟然能喊来这么多大佬捧场 这下 叶辰真的死定了 云成落家家主落明成 云海集团总裁赵云海 云成地下世界皇帝行政雄 云成七家家主七梦 看着一个个云成顶级豪门掌控着走进来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这些可都是他们做梦都想成为的人啊 这就是周家的底蕴吗 哪怕周家是省成的世家 可在云成却依旧有着无与伦比的话语权 周耀坤傲然地看着叶辰 在他看来 叶辰简直就是他一只手可以捏死的蝼蚁 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说不好听多少有点欺负叶辰了 不过 那又如何 今天他就是要展现自己周家的实力 不仅仅是针对叶辰一个 因为叶辰还不配 他主要是想要震慑云成某些不配和他周家发展的势力 周耀坤淡淡地看了叶辰一眼 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极致的权势 是你这种人 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 听到周耀坤的话 周围的人都不由认同地点点头 越是在云成混 就越是明白 圈子的重要性 每个圈子都有其规则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圈子 而这个圈子圈住的 基本上是同等级的人 有多少人拼尽全力 挤破脑袋 想要爬上更高一个层次的圈子 都无能为力 甚至 在他们看来 叶辰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 站在这个宴会之中 他和周耀坤之间 存在着宛若天欠一般的差距 周耀坤刚想开口 迎接这些云成贵胄 走在最前面的赵云海 却直接开口 说道 周耀坤 这是周家和我们云海集团的项目合同 从今天开始 合同作废 三日之内 我云海集团范围内的所有周家产业 全部撤走 否则一并没收 周耀坤的笑容 顿时僵在脸上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赵云海 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剩下的几个大佬 也都站了出来 周耀坤 我们的一切合作 从今天起作废 我齐家勇士部与周家 再恢复合作关系 献你们周家在三天内 彻底滚出云城 否则别怪我行政熊不给面子 洛家终止 和周家的一切合作 哗啦 震惊 无比的震惊 周围的所有人 在一瞬间都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会这样 没有搞错吧 这些大佬 不都是周耀坤请来助阵的吗 怎么全都要和周家断掉一切合作 要知道 这些大佬 基本上可以代表云城的半壁江山了 和他们的合作一旦断掉 那么 周家在云城 基本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周耀坤也傻眼了 他没想到会出现这一幕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瞬间赶到头皮发麻 要知道 这些年 他可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 在云城布局 现在一旦合作全部中断 那他可以说是要赔个血本无归 周耀坤脸色无比难看 看向洛明城 他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周家和洛家是世交 关系一直很好 当初周家来云城发展的时候 还得到了洛家的大理支持 怎么现在 竟然和他反目成仇了 周耀坤不敢置信地问道 洛老 我们周洛 两家可是世交 你这是为何 洛明城叹了口气 说道 周耀坤 你我两家世交之情 从此恩断义绝 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呢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周耀坤直接傻眼了 他什么时候得罪过什么大人物了 而且 他周家在省城也是顶级世家 就算说到得罪 那也是别人得罪不起他周耀坤 在这云城中 有谁是他得罪不起的吗 周耀坤内心直接猛逼了 到底是谁 能有这样的权势 竟然能够让云城这些权贵 直接断绝和他周耀坤的合作 这起码应该是 荣度磨度出来的惊天大少 这也不可能 周耀坤最近还真没有和别人结过仇 如果真要论起来的话 顶多就是和叶城他眼神扫过叶城 随后却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 可他实在是想不通 自己究竟得罪了那尊大神 周耀坤不解的问道 洛老 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 我究竟得罪谁了 周围的人也都非常的好奇 能让云城这些权贵 宁愿放弃莫大的利益 都要和周耀坤断绝合作的存在 必定是身份能够吓死人的人 云城真的有这样恐怖权势的大能 就在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叶城却缓步地走了出来 淡淡地说道 别猜了 你得罪的人是我 周耀坤眼中赏过一丝轻蔑 他没有想到 叶城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他本身心情就不好 没想到 叶城竟然还敢调侃他 顿时 周耀坤叫发怒 只是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洛明成 赵云海 邢振雄 齐蒙等身份高贵的大佬们 竟然同时朝着叶城鞠躬 大声喊道 叶少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 瞬间都不由地瞪大眼睛 什么鬼 这叶城是什么身份 竟然真的能左右云城权贵 周耀坤也傻眼了 在他看来 叶城根本就是一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还打了他的儿子 本来他就打算在宴会结束之后 直接废了叶城 可没想到 他却是低估了叶城 叶少 姓叶 云城好像并没有什么姓叶的强大世家 难道是从外省来的 周耀坤眯着眼睛 看着叶城 语气森然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叶城淡淡一笑 说道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你在云城 只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 没收你一切的产业 说完 叶城转身就往外走去 洛明城等云城大佬 都纷纷跟上去 活脱脱成了叶城的跟班 这场景实在是让人震撼 那些可都是跺跺脚 就能让云城颤抖的大佬啊 竟然成为一个年轻人的跟班 周耀坤看着叶城的背影 他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他这么多年 在云城布局非常广阔 三天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将所有产业收回 这叶城是摆明 要侵吞他的产业啊 周耀坤心中生起一丝怒意 他在省城 还从未受到过这种威胁 查 立刻给我去查 我要关于叶城所有的资料 叶城走在路上 身后的洛明城等人 就这么跟着 而他们的保镖司机 都开着车远远地跟在后面 叶城不开口 他们只能安静 良久 叶城忽然停住叫步 转过身子 扫过众人 问道 还有什么事吗 洛明城资历最老 连忙笑道 叶绍 没事 没事了 叶城点头道 没事的话 就散了 跟着我干什么 闲得慌吗 洛明城刚想说话 站在他身边的齐猛 连忙拉了拉洛明城的衣服 他有事想要求叶城帮忙 只不过 齐猛和叶城并未见过 谈不上熟悉 他怕自己提出 会被叶城拒绝 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 洛明城的身上 洛明城干咳一声 说道 这个 叶绍 是齐猛 有事找你 叶城眉头一皱 看向齐猛 问道 什么事 齐猛一惊 他虽然不知道 叶城具体什么身份 可从洛明城等人的态度上来看 就已经知道 叶城的身份 绝对可以吓死个人 一时间 齐猛有点紧张 他介绍自己道 叶绍 我是云城齐家的齐猛 我今年快五十 听到这里 叶城顿时有些无语 说道 磨磨叽叽干什么 说重点 齐猛连忙点头哈腰道 是是是 我就是听说 叶绍一束惊天 我年轻时受过伤 一直没有痊愈 这些年总是受到旧伤折磨 想要请叶绍帮我看看 当然 无论能不能治好 我都会为叶绍背上一份谢礼 叶城看了一眼齐猛 语气淡然的说道 嗯 的确有伤 是每逢阴雨天气 就腰痛吧 天气越潮湿 腰就越止不起来吧 齐猛一愣 随后眼中就闪过无尽的震惊 怎么回事 治病不是应该先检查身体吗 就算是中医 那也应该先望闻问切 再不及得把他卖吧 可叶城呢 只看他一眼 就直接看出了他的伤 还有他的问题所在 震惊 无尽的震惊 的确 他年轻的时候 腰部曾经受过重疮 虽然经过手术之后保住了命 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就是没到阴雨天气 他根本治不起身子 这后遗症 折磨了他一二十年 齐猛震惊的说道 叶绍 您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这情况 还有机会吗 叶城淡淡的摆摆手 说道 你过来 齐猛好奇地走过去 刚走到叶城面前 忽然 叶城动手了 只见 叶城单手抓住齐猛的肩膀 竟然直接将齐猛抛飞了起来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不明白 叶城为什么突然对齐猛动手 然而 下一刻 就看到叶城在齐猛的腰部 连续拍出几掌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齐猛只感到一股热流涌动 随后 一种舒缓到骨子里的感觉袭来 直到他落地 都没有反应过来 叶城淡淡地说道 好了 没事就离开吧 别跟着我了 好了 就这样好了 对于齐猛的病 骆明成等人也都了解过 毕竟 他们每个人家底都非常饮食 齐猛为了治病 不知道请过多少名医 可最终得到的结果 都是没办法 然而 在叶城手中 竟然就这么简单就治好了 齐猛也是心惊不已 他明明 只感到一股舒缓的暖流通过身体 其他并没有太大的感受 这样就好了 齐猛有些不敢相信 他试着弯下腰 然而以前根本连弯腰都做不到的他 竟然一下用力太猛 双手直接撑在了地面上 腰部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和压力 好了 真的好了 齐猛此刻内心简直涌现出无尽的震惊 神 叶城简直就是神啊 看到叶城要走 齐猛连忙跑过去 扑通一下跪在叶城面前 说道 叶少 谢谢你治好了 我的影节 我想送叶少一份礼物 求叶少一定要收下 否则我心难安 叶城淡淡地说道 嗯 什么礼物 齐猛连忙一挥手 让他的司机开车过来 然后对叶城说道 叶少 请上车 这礼物太大 还请叶少跟我一桶前去 保证能让叶少满意 叶城也没有多想 直接坐上了车 很快 齐猛就带着叶城来到了影龙山庄 影龙山庄乃是云城最顶级的一个庄园 据说单单打造这个庄园就花费了几十亿 里面的设备设施装修都是最顶级的 叶城微微皱眉 齐猛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其实 齐猛本就是云城最大的楼市开发商 基本上云城的顶尖豪宅别墅 都出自齐家的集团 到了影龙山庄前 齐猛连忙下车 来到另一边帮叶城开车门 叶城走下车 问道 你要送我什么 齐猛道 就是这影龙山庄 这个山庄是我打造的云城最高端的住所 耗费了我所有的心血 一直以来 我都寻找不到能住在这里的人 哪怕连我自己都舍不得住进去 今天遇到叶少 您高贵的身份才配得上这样的住所 所以 我打算将影龙山庄送给您 叶城环顾了一下影龙山庄 不得不说 这个影龙山庄 不愧是云城最奢华的庄园 的确大气磅礴 叶城没有回应 他缓步走进影龙庄园 刚一踏入 叶城的眼中就闪过一丝惊讶 不对 为什么这里的灵气会这么浓郁 叶城查看了一下影龙山庄中种植的树木 虽然全都是普通的树木 可却开得极为茂盛 甚至一些本应该在这个季节凋零的花草树木 竟然依旧绿树成荫 奇怪 有些反常啊 齐猛似乎察觉到了叶城的诧异 说道 叶少 您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这里庄园最神奇之处 便是四季如春 这里种植的花草树木 几乎不会枯萎凋零 叶城点点头 他闭上眼睛 感受了一番 随后 他心中猛然一惊 猛的瞪大眼睛 他明白了 这里的树木 为什么会四季如春 不会枯萎凋零 那是因为这座庄园 似着让叶城都感到有些惊讶 如果仅仅是一个奢华的庄园 那叶城未必能看得上眼 可这庄园 却足以让叶城高看一眼了 叶城满意的点点头 说道 这地方不错 我要了 叶城收下隐龙庄园后 就回到了住处 木清雪已经在家里了 看到叶城回来 木清雪笑着问道 姐夫 你吃了吗 叶城笑道 还没吃 不过暂时不吃了 你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搬家 搬家 木清雪一愣 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 有些突然了 这里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突然搬家 他好奇地问道 搬到哪里 叶城笑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放心 绝对住得比这里舒服 木清雪闻言 也没有多说什么 连忙开始收拾东西 虽然是搬家 可引龙庄园中 所有家具都齐全 更是每天都有专门的人 打扫卫生 很快 叶城就带着木清雪 来到了引龙庄园 站在门口 木清雪惊呆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叶城说的搬家 竟然会搬到引龙庄园 要知道 木清雪对于引龙庄园 可是慕名许久 这可是云城最奢华的一座庄园 造价就超过五十亿 甚至有人将其成为 是云城龙脉所在 木清雪震惊地看着叶城 问道 姐夫 你是说 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叶城点头道 是啊 怎么样 喜欢吗 木清雪苦笑道 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 这可是云城极致奢华的庄园啊 我听说当年 洛明城想要买下这里 不过齐家的齐猛不愿意卖 甚至连他自己都舍不得住 姐夫 你怎么买下来的 叶城耸耸肩 说道 买 我没买啊 别人送的 哼 叶城说的轻描淡写 可听在木清雪耳朵里 简直就是宛若惊雷 送的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价值几十亿的奢华庄园啊 直接就送了 木清雪心中震惊 看来 自己这个姐夫的身份 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啊 叶城带着木清雪走过去 门口已经有专业的保安守护 看到叶城 保安纷纷躬身道 欢迎叶先生回家 叶城道 嗯 这位是木清雪 以后也住这里 你们认认人 保安连忙恭敬地喊道 欢迎穆小姐回家 木清雪连忙笑了笑 给众人示意了下 走进庄园 木清雪开心说道 没想到 我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么奢华的庄园 姐夫 我太开心了 叶城笑道 别太激动 开心的日子才开始呢 木清雪疑惑道 姐夫 你说什么 叶城道 这庄园最值钱的地方 并非其装修或者位置 而是这庄园百病不生 木清雪惊呆了 说道 真的吗 难怪 我一进来 就感到这里的空气都比较清醒了 叶城并没有多解释 两人走进庄园 木清雪就朝着别墅区跑去 叶城笑道 慢点 跑这么快干什么 木清雪嘻嘻一笑 道 我要自己选个房间 还要打扫一下呢 叶城道 这里都有阿姨每天打扫 买用自己动手 木清雪道 我不管 第一次住这么好的地方 肯定要自己动手才开心啊 叶城看着木清雪开心 也没有多想 他并没有跟着过去 而是来到庄园门口 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既然这庄园中有着一条灵脉 那他必须要完全利用起来 可以在里面种上一些灵草灵药之类的东西 与此同时 尹龙山中 木婉晴带着一个一群人 正走在小路上 这些人都是从外省过来的投资客 木婉晴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想要在尹龙山买下一块地 打造一个度假山庄 所以才会领着投资客来考察地貌 其实 这次木婉晴还是运气好 正好来云城的投资客中 有一个是他曾经的大学同学 凭着这层关系 他才能拿到这次的机会 所以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他一直很看好尹龙山的旅游业发展 只要能在这里将度假村打造出来 必定能够赚个盆满钵满 木婉晴深吸一口气 介绍起来 各位老总 尹龙山绝对是我们云城最好的地块 这里不仅风景如山 地理位置极佳 距离两个5A级景区 都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云城最奢华的尹龙庄园 就建造在这里 一个男子点了点头 他就是木婉晴的大学同学 现在是天使投资的一个主管 名叫蓝石 蓝石笑着说道 尹龙庄园 这我倒是有点耳闻 当初建造的时候 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木婉晴连忙说道 没错 可以说 这绝对是所有人的梦想住宅区 甚至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 想要看看这尹龙庄园 投资客中一个老头问道 嗯 不错 地理位置和推广都容易解决 加上这尹龙山庄的知名度 投资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 这尹龙山庄可有人住 木婉晴笑道 从尹龙山庄建造开始 就一直没有人居住过 据说当初不少富豪都想买下这里 甚至不惜出到百亿高价 可都没有成交 能住在这里的人 绝对非富极贵 几人走着走着 就已经接近了尹龙庄园 几个投资客到处观察 忽然他们微微一愣 因为他们不仅看到尹龙庄园外有保安 还看到庄园内的草坪上 有个男人正躺在躺椅上 悠闲地晒着太阳 不是说 这个庄园没人住吗 蓝石疑惑地问道 婉晴 你确定这个尹龙庄园没人住 木婉晴淡淡一笑 说道 你们对云城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尹龙庄园 是楼王奇蒙打造的 他可不缺钱 据说他曾经说过 这个庄园绝对不会轻易出售 而是会找到符合这庄园身份的人 才会考虑售卖 说句不怕你们笑话的是 我以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够住进尹龙山庄 虽然我也知道 我没有这个资格 可人吗 总要有梦想 在我看来 整个云城 恐怕都没有人能有这个资格 住进这样的梦想庄园了 蓝石听着木婉晴滔滔不绝的话 有些无语地指着尹龙庄园 说道 没人住 那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木婉晴疑惑地顺着蓝石的手指看过去 这一看 直接让木婉晴整个人毛骨悚然 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 浑身都瞬间僵硬了 什么情况 尹龙庄园不是一直没有人居住吗 怎么有人住进去了 木婉晴看着庄园中躺椅上的那个人 看上去怎么还有点眼熟 不对 好熟悉 木婉晴仔细看去 哄 脑子像是被一道惊雷轰过一般 张大嘴巴 双手颤抖 那那不是叶臣吗 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前夫 他绝对不可能认错 只是 谁住进尹龙山庄都有可能 叶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 他怎么会住尹龙山庄 他怎么能住尹龙山庄 震惊 太震惊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臣不是一直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吗 他有什么资格住在这个山庄里 木婉晴只感到脑子一片江湖 怎么都想不通 蓝石察觉到木婉晴的异样 问道 婉晴 你怎么了 木婉晴缓过神来 他说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住在尹龙山庄 而且 这人我还认识 只是 不可能啊 他绝对不可能住在里面啊 蓝石好奇地问道 你认识 他是谁 木婉晴顿时语色 叶臣是他的前夫 离婚这种事情 还真不好大肆宣扬 只能说道 就是一个朋友而已 蓝石笑道 那你过去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木婉晴此时也想弄清楚 叶臣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连忙说道 我过去询问一下 木婉晴来到尹龙山庄前面 顿时就被保安拦下来 保安说道 不好意思女士 这里是私人领地 请你们离开 木婉晴说道 让我进去 我找里面那个人 保安冷冷地说道 抱歉 请您离开 木婉晴不爽地大声喊道 叶臣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一个解释 保安顿时生气地说道 你在这样无理取闹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叶臣也听到了木婉晴的声音 他眉头一皱 他这才刚刚住进来 木婉晴怎么就知道了 还追到这里来了 叶臣疑惑地走过去 看着木婉晴 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木婉晴有些好笑地看着叶臣 问道 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臣轻笑一声 说道 这是我家 我不住这里住哪里 哄 木婉晴文言 不由地猛退几步 叶臣真的住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木婉晴不敢置信地看着叶臣 说道 真是笑话 你能住在影龙山庄 你什么身份 也配住在这里 叶臣 你嘴里能不能有点实话 你不会是在这里当保安吗 叶臣无语地看着木婉晴 他懒得和木婉晴多说 冷冷地说道 随你怎么想 懒得理你 就在这个时候 保安走到叶臣身边 说道 叶先生 穆小姐请您进去一趟 叶臣文言 转身就往里面走去 木婉晴却是眼神一宁 穆小姐 里面还住了个穆小姐 会是谁 难道是他妹妹穆清雪 叶臣离开 穆婉晴直接被保安驱离 一下午他都心神不宁 怎么都想不通 叶臣和穆清雪 为什么会住在隐龙庄园 这是他做梦 也想入住的奢华庄园啊 他都没有住过 叶臣和穆清雪 凭什么住进去 草草地接待了投资客之后 穆婉晴就匆匆回了家 赵兰看出穆婉晴 似乎脸色不太对 好奇地问道 婉晴 你怎么了 穆婉晴叹气道 妈 我今天遇到怪事了 听到这话 穆伯和穆飞两人也凑了过来 怪事 什么怪事 穆婉晴将今天在隐龙山庄 遇到叶臣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时间 穆家人都震惊了 什么 你说叶臣那废物 住在了隐龙庄园 这怎么可能 是啊 叶臣这个废物凭什么 我听说 那个庄园单单造价就几十亿 叶臣什么身份 也配住在里面 穆婉晴也非常疑惑 说道 我也想不通啊 可这是我亲眼所见 而且里面还住了一个穆小姐 我怀疑是晴雪 赵兰看了一眼穆飞 连忙说道 穆飞 你现在去你姐的房子看一眼 确定一下 是不是你二姐 穆飞连忙就开车 朝着穆清雪的房子而去 很快 她就返回来了 赵兰连忙问道 怎么样 穆飞说道 二姐的房子里面没人 而且东西都收拾了 里面的家具 还盖上了布条遮盖灰尘 应该是搬走了 穆薄眯卓眼 说道 那这么说 和叶臣住在隐龙山庄的 真的是你二姐穆清雪 穆婉晴疑惑道 可是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有什么能力 住这样奢华的庄园 据说就算是云城顶级富豪 想住都不能呢 几人百思不得其简 良久 赵兰开口说道 我懂了 这个叶臣肯定是拖了秦雪的福 秦雪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星辰集团的总裁 背后的靠山是赵云海 或许是秦雪在集团表现非常好 得到了嘉奖 如果说 有人能够有本事 让秦雪住进隐龙山庄 那必然是赵云海这等人物 听到赵兰的话 几人都连连点头 穆伯说道 没错 上次你们不是说 见到赵家的大少 对秦雪非常照顾吗 说不定就是这赵家大少 为了追求秦雪 才下的血本 穆婉晴心中还是有些疑惑 追求一个人 要花费几十亿的血本吗 有点不太可能 穆婉晴说道 那叶臣怎么会住在里面呢 穆飞笑道 姐 你是不是傻呀 叶臣本身就是一个蛀虫 吃软饭的主 之前被我们赶走之后 不也死皮赖脸的住在二姐家吗 穆婉晴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为了追求秦雪 就给价值这么高的庄园 我觉得有点离谱 赵兰说道 你懂什么 隐龙庄园自然不可能送给秦雪 肯定是为了讨好秦雪 所以让秦雪赞助在里面 我们都是女人 自然懂这种虚荣心 反正隐龙庄园的房产证 肯定不是秦雪的 住一住又不损失什么 听到赵兰的话 众人都觉得有道理 谁能让穆秦雪住进隐龙庄园 必然是云城顶尖的人物 而星辰集团又是云海集团的下属集团 而且他们亲眼看到 当时赵家大少对穆秦雪非常照顾 这么一想 赵兰说的还真是很有道理 想通这一切 赵兰不由地生起一丝嫉妒和怒火 原来是这样 可是凭什么 我们都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庄园 凭什么让叶晨这个废物先住了 几人的讨论 越发地觉得叶晨可恨 赵兰生气的说道 真是气死了 我看这个叶晨 就是吃定我们穆家了 他一个大男人 难道就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非要吃软饭 穆飞也说道 就是 以前是吃大姐的软饭 被我们赶走 又去吃二姐的软饭 现在都住进尼龙庄园了 不行 我要去和二姐谈一谈 把叶晨赶走 我们住进去 穆婉晴连忙拉住穆飞 说道 先别冲动 这件事肯定要去搞清楚 不过明天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千万别在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穆博好奇地问道 什么重要的事情 穆婉晴眼神坚定地说道 你们没有听说吗 世界五百强超大集团 明珠集团要入住云城了 这话一出 几人都惊呆了 明珠集团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超级大集团 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没想到 竟然会入住云城 这绝对是一个大新闻啊 穆博说道 天啊 一个这么大的集团 要在云城扎根 那必定有无数的机会啊 穆婉晴傲然地笑道 没错 我一得到这个消息 就立刻联系明珠集团 没想到 明珠集团的一个项目经理 竟然是我曾经的大学同学 而且已经答应 要给我一个 和明珠集团合作的机会 什么 穆博赵兰几人 顿时都感到呼吸都不顺畅了 激动 太激动了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要知道 能够和明珠集团合作 那绝对能让情愿公司一飞冲天啊 赵兰哈哈笑道 女儿 你真是太棒了 一旦和明珠集团合作成功 那我们穆家在云城的地位 就会直线飙升啊 穆博也是笑道 婉晴啊 从小我就看好你 没想到 你真的没辜负我的期待 唯独就是你和叶晨结婚这个事情 当初我没有阻止 让你的人生有了污点 赵兰生气地说道 真是晦气 不行 以后婉晴肯定会站在云城商界巅峰 我们必须帮婉晴把叶晨这个污点 给彻底清理干净 穆飞说道 我看叶晨还没有死心 到现在还缠着我们穆家 肯定是想要和大姐复婚 她脸皮这么厚 我们必须得小心了 在他们看来 叶晨在穆家生活了三年 一事无成 也是净身出户 本来要拿五百万给她 没想到 她却故作清高不要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她拿什么生活 所以 叶晨才会缠着穆晴雪 否则恐怕直接会饿死劫头 穆婉晴也是叹了口气 说道 晴雪也真是的 她的思想太单纯了 现在她是新陈集团的总裁 却还和叶晨混在一起 这不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吗 而且再怎么说 叶晨也是她的前姐夫 现在他们住在一起 被人家知道 只不定会说闲话 穆飞眯着眼睛 说道 姐 你不是拿到了 和明珠集团的合作吗 到时候 你约上几个身份高贵的朋友 举办个聚会 让叶晨亲眼看看 你现在的生活圈子 等她认清现实之后 我们再给她一笔钱 让她离开引龙山庄 我们一家人住进去 赵兰点点头 说道 没错 小飞的意见很好 穆婉晴点头道 好 我去安排 叶晨自然不知道 穆婉晴一家人 不仅想要打击她 还想要将引龙山庄 占为己有 这想法实在是可笑的很 不过 此时 引龙山庄中 叶晨和穆清雪 刚好在吃午饭 穆清雪还处在 住进引龙山庄的喜悦之中 姐夫 你听说了吗 穆清雪抬起头问道 听说什么 叶晨疑惑地看了一眼穆婉晴 反问道 穆清雪笑道 你呀 真是不关注时事 国际上富有盛名的明珠财团 要进驻云城了 而且 云城明珠集团的总裁 就是在华尔街 非常著名的金融女神柳妙英 听到这话 叶晨不由得眼神一宁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穆清雪见叶晨不说话 问道 姐夫 你听说过柳妙英吗 叶晨笑道 听说过 穆清雪激动地说道 柳妙英真的不会是金融界的女神啊 听说 她带领的明珠财团 在华尔街杀疯了 不仅人长得美 而且智商超绝 简直就是所有人仰望的存在啊 叶晨笑道 一般吧 也没有传闻中那么神 挺糊涂的 穆清雪笑道 姐夫 你真幽默 人家可是国际上公认的金融女神啊 怎么可能糊涂 可以说是绝顶聪明啊 而且 柳妙英可是我姐的最崇拜的人 你要是在我姐面前 说这句话 她不得骂你啊 叶晨无所谓的怂怂间 说道 骂不着了 反正已经离婚了 穆清雪吐吐舌头 安安怪自己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两人吃过饭 穆清雪就去上班了 叶晨也走出引龙庄园 打算去逛一逛 刚走到引龙山的小路上 忽然 几辆豪车停在了叶晨面前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搂在前面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凝蒂如狮 一双眸子 闪着聪慧的光芒 有着高贵典雅的气质 隐隐而行 仿佛漫步于人间仙境 她的皮肤白皙如雪 柔美的脸庞线条优美 微微带着俏皮的笑容 显得十分干脸 女人身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她脸型消瘦 身材高大 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 戴着一个圆顶帽子 帽檐下的那双眼睛 古井无波 仿佛看透了红尘 只接触一眼 就能让人感受到 来自灵魂的战力 不用想 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极为恐怖的存在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 叶晨看到这两人出现 不由的一愣 似乎有些吃惊 说实话 叶晨的确没有想到他们会来 因为太久 没有见面了 他嘴角不由的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看着两人 语气淡然的开口道 柳妙英 张也 柳妙英和张也看着叶晨 双眼都露出一丝敬畏 下一刻 柳妙英和张也同时 朝着叶晨跪了下来 一口同声的喊道 少主 他们神情无比恭敬 充满了敬畏 这一幕 如果让穆婉晴他们看到 恐怕会彻底的震惊了 柳妙英是谁 那可是叱咤华尔街 被誉为百年难遇的金融女神 她手中掌控了数不清的财富 可以说 只要柳妙英愿意 她完全能够运用金融 调动手中的资金 瞬间让一个国家崩溃 而张也更非凡人 国际上多位神 杀手绑绑一的杀神 雇佣兵绑一的兵神 海外武力巅峰绑一的死神 而张也就是被号称 海外武力巅峰绑一的死神 在海外有无数 关于死神的传言 据说 死神一出 服侍百万 那是绝对恐怖的存在 谁都无法得罪的武力巅峰 甚至 很多国家都对死神极为恐惧 因为曾经 不少海外的国家 仅仅因为死神一人 差点搞得国破家亡 而死神 也绝对是无数人追求的梦想巅峰 可现在 所有人崇拜敬畏的死神 竟然跪在叶辰面前 还喊叶辰为少主 这是要是传出去 恐怕整个世界都会震撼 叶辰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意外 只是淡淡地说道 起来吧 柳妙英和死神张也站了起来 叶辰说道 妙英 听说你将明珠财团 开到云城来了 不在华尔街摆弄风云 干什么 柳妙英微微躬身说道 少主消失三年 我们想你了 所以就自作主张的来了 少主 什么时候来明珠集团视察一下 叶辰笑道 有空就过去 随后 他看向张也 问道 当初交代你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死神张也面无表情 与其平静地说道 少主 已经查到了一些苗头 龙国势力极为错综复杂 已经查到了 当年参加围剿苏子双小姐的势力 起码有十几个 不过 具体的原因 还在调查之中 叶辰点点头 嗯 加快速度 我要所有逼迫加害过子双的人 全都付出代价 叶辰眼神中露出无尽的杀意 他想起了那个死在他怀里 宛若天仙一般的女子 那是他曾经的致癌 可是他死了 哪怕风华绝代 却还是死了 这个仇 叶辰不能不报 他之所以来到龙国 就是因为 要找出加害过苏子双的人 一个个地灭掉 不过 让叶辰一直很怀疑的 是在苏子双临死之前 曾经交代过他 要他取慕婉晴为妻 帮助穆家 让他们衣食无忧 三年时间 叶辰在穆家 却从未发现 穆婉晴和他的家人 有任何和苏子双的关系 甚至 他还曾经问过穆婉晴 认不认识苏子双 结果 穆婉晴却说 从没听过苏子双这个人 这让叶辰感到非常的疑惑 如果双方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那苏子双为什么会留下 让他取穆婉晴的遗言呢 叶辰想不明白 不过 既然是苏子双的遗言 叶辰一直不遗余力的去做 三年时间 穆家从负债累累 变成现在身价过亿 一切都是叶辰给予的 哪怕是现在离婚了 可因为苏子双的关系 叶辰对穆家 一直有着超高的容忍度 否则 区区穆家 叶辰随手一指 就能让他覆灭 死神张也告别叶辰之后 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了 叶辰跟着柳妙英 去了明珠集团 快到明珠集团的时候 叶辰看了一眼柳妙英 说道 我先上办公室等你 柳妙英说道 少主 不让集团的员工 认一认新老板吗 叶辰摆摆手 说道 别了 明面上的总裁是你 我又不管财团的事情 不搞这一套了 烦得很 柳妙英嬉嬉一笑 说道 少主 您还是这么低调 行吧 您先上十楼总裁办公室 叶辰点点头 快步就进了电梯 与此同时 穆婉晴也准备好了资料 来到明珠集团 他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消失在电梯里面 不过只看到一眼 觉得有些熟悉 却没有看清楚 穆婉晴一愣 刚刚那个身影 怎么这么像是叶辰 虽然没有看清 可因为住在一起三年 实在是太熟悉了 所以 一点点的感觉 都会格外的清晰 不过一想到这里明珠集团 穆婉晴就不由的苦笑 自语道 我这是怎么了 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难道还想着那个家伙 这都能看错 这可是明珠集团 叶辰恐怕连进这个大门的资格 都没有吧 穆婉晴叹了口气 快步走了进去 这时 一个和穆婉晴同龄的男子 迎了过来 他笑着看向穆婉晴 笑道 婉晴 好久不见啊 穆婉晴连忙挣了正身子 笑道 周同学 眼前这个男子 叫周宇泽 是穆婉晴的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都没有见过 没想到 周宇泽已经成了 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 有了这一层关系 让穆婉晴非常兴奋 只要和周宇泽搞好关系 说不定就能拿下明珠集团的合同 周宇泽看了一眼穆婉晴 眼中闪过一丝惊艳 说道 婉晴啊 不愧是我们大学的校花女神啊 这是越来越美了 而且听说 你还自己开了公司 真是太优秀了 穆婉晴笑道 周同学过奖了 我就是小打小闹 拿像你 都是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了 怎么也算得上 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层了吧 周宇泽表面谦虚 可内心其实傲气的不行 的确 像他这个年纪 能够坐到明珠集团项目经理这个位置 无论在哪里 都能听着胸脯做人 别看穆婉晴的情远集团 好像市值十几亿 可说实话 真正对比起来 要不是 看在同学的情分上 周宇泽完全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市值十几亿 根本连和明珠集团合作的资格 都没有 周宇泽刚想说话 突然看到一个亮丽的身影走过 他双眼一宁 连忙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 喊道 刘总 柳妙音淡淡地点点头 吐出一个字 嗯 随后 便直径走入了电梯 刘总 穆婉晴心中一惊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由得惊讶道 周同学 刚刚走过去的那位 不会就是号称金融女神的 柳妙音刘总吧 对啊 周宇泽点头道 他就是在华尔街杀疯了的 那位金融女神柳妙音 其实 他应该是明珠财团总部的总裁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云城 穆婉晴眼神羡慕地 看着柳妙音的背影 这就是他做梦都想成为的人啊 穆婉晴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 他不甘心自己只是能赚点钱 他想要的像柳妙音一般 站在世界的巅峰 成为所有人仰望的存在 他要所有人看到她 都露出膜拜的神情 这也是 他为什么铁了心药和叶城离婚的原因 并非是他变心或者有外遇了 而是他想要成为像柳妙音这样的女人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羡慕地说道 刘总裁果然不亏是传说中的人物 这气质真是绝佳了 恐怕世上再难找出 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女人了吧 周宇则笑道 那是自然 不过 像刘总裁这样的人物 和我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一样 不是我们能窥探的 穆婉晴并没有回话 两个世界的人吗 他心中暗暗发誓 有一天他一定要走进柳妙音这样高度的圈子 之前 他还觉得和叶城离婚 会不会太冲动了 因为 说实话 离婚这件事 更多是因为父母的唠叨和催促 他内心是不太舍得的 可现在 看到柳妙音 他才发现离婚或许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他想要走到柳妙音这样的圈子中去 叶城必然是他的绊脚石 想要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商界女神 怎么能有一个慵懒 颓废 不求上进的男人当老公呢 周宇则并不知道穆婉晴内心的想法 他笑道 我之前考察过你的情愿公司 说实话 本来是不够资格和明珠财团合作的 不过因为明珠集团刚刚入驻云城 加上我从中周旋 这才争取到一个五百万的合作项目 你可不要嫌少 虽然仅仅是五百万的合作项目 真的不大 可穆婉晴却还是显得非常兴奋 要知道 这可是明珠财团的合同 那可是云城所有企业都想要合作的对象 秦远公司这体量 本来连机会都没有 现在却拿到了合同 只要是能合作 不说赚钱 就算有这方面的履历 以后在云城 也能提升秦远公司的品牌价值 穆婉晴非常感恩的说道 周同学严重了 能和明珠财团合作 那是我的梦想 这个项目 我们秦远公司 一定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去做好 周宇泽笑道 我相信你 跟我去把合同签了吧 签完合同 穆婉晴笑着邀请道 周同学出来云城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周同学句一句 我会请一些云城的企业家 大家热闹热闹 周宇泽点点头 答应了 一来穆婉晴长得很漂亮 他对穆婉晴多少有些念想 趁着这个机会可以接触接触 二来 周宇泽以后要在云城发展 必然也要认识一些云城本地的企业家 为他的晋升之路打好基础 与此同时 柳妙英的办公室中 叶晨坐在老板椅上 双腿架在办公桌上 柳妙英乖巧地蹲在叶晨的脚边 轻轻地捶着叶晨的腿 柳妙英可是明珠财团的总裁啊 就算是华尔街那些金融街的弄愁 看到柳妙英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句刘总 这个掌控了不知道多少财富的女神 竟然给叶晨捶腿 这要是让别人看去 恐怕整个世界都得疯狂了 柳妙英一边捶腿一边问道 少主 听说你离婚了 叶晨点点头 说道 嗯 离婚了 柳妙英疑惑道 这是为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苏姐姐和穆家有什么关系 可她说要照顾穆家 您怎么会离婚 叶晨苦笑道 可能是穆家人觉得我不上镜 没有权势 没有钱 所以不配成为他们家的女婿吧 什么 柳妙英直接傻眼了 开什么玩笑 看不上叶晨 这穆家人的脑子是被门家了吗 叶晨没有钱 别的不说 就说明珠财团掌握的财富 说是富可敌国绝对不夸张 而叶晨可是明珠财团的主人 叶晨没有权势 这开的就是国际玩笑了 就算在海外 叶晨一句话 就可以灭掉一个国家 像柳妙英这样的人 不过也仅仅是叶晨的女仆 更别说叶晨一句话 就能调动百万人 说是权势滔天 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 这还没有资格 穆家人还真是不长眼啊 柳妙英有些生气的说道 敢如此诋毁少主 要不要我去灭了穆家 叶晨摆摆手 说道 不用 随他们去吧 现在我还不知道 现在我还不知道 苏子双为什么要我帮穆家 不过他既然说了 那我至少可以 让穆家享受富贵的生活 三年了 也足够了 他们要是不做死的话 一辈子一事无忧 是没有问题的 柳妙英点头道 那少主接下去要做什么 叶晨眯着眼睛 说道 我曾经欠子双一条命 可他死了 我要调查出 到底是谁害死了他 以他的能力 怎么可能轻易被人杀死 这背后必定有问题 只要查出来 不管是谁 我必灭之 柳妙英点点头 他自然明白 苏子双对叶晨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他眯着眼睛 这么多年 叶晨一直没有回过龙国 在龙国潜伏三年后 他将要再度出山 恐怕整个龙国 都将要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叶晨和柳妙英聊了一会之后 便直接离开了明珠集团 刚走出没多远 叶晨就看到路边的沐婉晴 两人都已经离婚了 叶晨也不想和沐婉晴 再有更多的交集 他转身就要离开 可沐婉晴却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叶晨 他眉头微微一皱 不高兴地说道 叶晨果然是你 你是在跟踪我吗 沐婉晴之前就看到一个 很像叶晨身影的人 之前是没办法确认 可现在 看到叶晨鬼鬼祟祟的在他身后 他第一时间就以为叶晨是在跟踪他 所以 想都没想 就直接质问起来 叶晨猛了 他什么时候跟踪了 沐婉晴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叶晨冷冷地说道 我跟踪你干嘛 沐婉晴说道 你没跟踪我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可别说 你是迷路了才来到这里的 叶晨撇撇嘴 说道 我没你这么无聊 我就是来明珠集团看看而已 来明珠集团看看 华二姨 开什么玩笑 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 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沐婉晴一阵无语 他之前就觉得婚后的生活 叶晨虽然很慵懒 不上进 没有能力 可多少还算个合格的家庭主夫 至少脾气性格方面 还挺好的 虽然话少 可却不喜欢吹牛 现在离婚后 没想到 叶晨竟然直接变了 沐婉晴眉头一皱 说道 还来集团看看 你不会说 这明珠集团是你的吧 叶晨怂怂肩 说道 没错呀 是我的 怎么了 沐婉晴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有些生气的说道 叶晨 你真的没必要在我面前说大话 我们曾经在一起三年 你什么人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以为这样吹牛 就能让我高看你一眼 就能挽回我们的婚姻吗 叶晨无语的撇撇嘴 说道 沐婉晴 你是疯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复婚 沐婉晴无奈的摇摇头 到了这个时候 叶晨还嘴硬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叶晨 你真的应该努力起来了 很多时候 不是想象就能够让人看得起的 而是要付出努力 我刚刚拿到了明珠集团的合作合同 以后会有更多机会 和这样的大集团合作 知道 柳妙英吗 以后我将会成为他那样的存在 你要是再不努力上进 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 你甚至连看我都只能仰望了 叶晨心中一阵无语 不得不说 沐婉晴的脑子还真是不太好 如果没有离婚 别说区区明珠集团的一个小项目 就算是整个明珠集团 都可以交给沐婉晴来把控 甚至让柳妙英给沐婉晴打下手 何须要在这里 仰望柳妙英 叶晨懒得多理会 说道 哦 那恭喜你啊 说完 叶晨转身就要走 沐婉晴看到叶晨平淡的表情 以为是叶晨完全不知道 和明珠财团合作是什么概念 这让沐婉晴意识到 叶晨的眼界实在是太下矮了 这样下去 叶晨只会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沐婉晴连忙追上去 说道 叶晨 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今天晚上 我约了几个云城商界的企业家 举办一个小型的聚会 你也来参加 叶晨耸耸肩说道 我去参加干什么 我没空 我很忙 沐婉晴怒道 你忙什么 忙着瞎晃悠吗 我这是给你机会 你要珍惜知道吗 和厉害的成功人士接触 能扩展你的眼界 而不至于那么无知 叶晨不懈道 我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 他们不配 沐婉晴一阵无语 听听 听叶晨说的是人话吗 无能还自负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难道想一直当的缩头乌龟吗 连一个小小的聚会 你都害怕参加 你能成什么大事 我现在真的觉得 和你离婚 真的离对了 你这样一辈子 都不可能有出现 叶晨停下脚步 脸色顿时冷淡下来 他和沐婉晴结婚 虽然是完成当初苏子双的遗言 可三年的相处 要说没有一点感情是假的 可看到沐婉晴现在的嘴脸 让他心中有些不好受 叶晨冷冷地说道 这或许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吧 行 聚会我会参加 但我有没有出息 不是你来定义的 说完 叶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沐婉晴看着叶晨的背影 心中无比的惆怅 他一直觉得 和叶晨离婚 使他亏欠 毕竟 叶晨算是净身出户 可不知道为什么 沐婉晴现在看叶晨 就感觉到 两人只见巨大的身份差距 沐婉晴回到家里 赵兰等人都围了上来 赵兰说道 婉晴 怎么样 合同签下来了吗 沐婉晴点头道 嗯 签下来了 赵兰大喜 太好了 这可是和明珠财团的合作 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还是我女儿厉害 太棒了 沐婉晴说道 今天签合同的时候 我还遇到了叶晨 赵兰眉头一皱 问道 叶晨 怎么会遇到这个废物 沐婉晴摇摇头 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我感觉他是在暗中跟着我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沐婉连忙说道 这还不知道吗 那小子肯定是想和大姐复婚了 偷偷跟着找机会呗 他也就只能做点偷偷摸摸的事情了 沐婉晴说道 晚上我邀请了明珠财团的那个同学 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我也叫叶晨参加了 赵兰大惊失色 说道 女儿 你糊涂啊 你请他干什么 他配吗 沐婉博却老谋深算 笑道 别急 叶晨的确不配 正因为他不配 让他参加这么高端的聚会 他才能明白 现在他和婉晴之间身份的差距 让他看看 婉晴现在身价十几亿 接触的人都是人上人 而他呢 还是一无是处 只有他明白他再也配不上婉晴了 恐怕才会死心 沐婉晴并没有说话 他的确是这个想法 只是 内心觉得 对叶晨有些太残忍了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说道 好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爸妈 我先去准备 迟点就要参加宴会了 沐婉晴说完 就准备往外走去 沐飞却连忙跟了上来 拉住沐婉晴说道 姐 你等一下 沐婉晴看向沐飞 问道 干什么 沐飞笑道 姐 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参加聚会 我也想长长见识 沐婉晴皱眉道 胡闹 你去参加什么宴会 都不认识 沐飞不高兴地说道 叶晨那个废物都能参加 我为什么不能 而且到时候万一 叶晨被打击了 受了刺激 我还能收拾他 难道让你亲自出手啊 姐 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沐婉晴闻言 觉得有道理 于是点头道 行 那你跟我一起去吧 到时候 你就看着叶晨 别让他犯魂 很快沐婉晴就和沐飞来到了四格里餐厅 这次能够和明珠财团合作 虽然是个五百万的小项目 可却帮沐婉晴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而这一切都是周宇泽带来的 为了宴请他 沐婉晴专门花了大价钱 在四格里餐厅定下了包厢 四格里餐厅是云城最顶级的餐厅之一 基本上来这里吃饭的 都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般的普通人 基本上一辈子都吃不起一次 毕竟 这里随便一顿饭 更是让沐婉晴在第一时间感觉自己的世界不同了 花钱如流水 一顿饭的钱 可能是需要别人辛辛苦苦打工几年才能赚到的 这就是圈子 而他现在接触的人 基本上都能够在四格里这样的餐厅消费 沐婉晴想到叶晨 想起当初和叶晨谈恋爱的时候 两人一起吃路边摊 虽然那时候很开心 可那不是沐婉晴想要的生活 他想要的生活 是在龙国最顶级的餐厅里 享受着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投来羡慕的目光 而现在 他正一步步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他和叶晨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两人也会越走越远 就在这时 叶晨缓步走了过来 看到叶晨 沐婉晴开口道 叶晨 今天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 让你看一看 上流社会 有身份的人是怎么样的 希望你能通过今晚的事情 认清楚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 别再浪费人生了 叶晨眉头一皱 脸上却是满脸不屑 上流社会 真是好笑 一群蝼蚁 也配说自己上流社会 叶晨从来不屑什么上流社会 他一个人 就是豪门 就是至尊的势力 沐婉看到叶晨脸上的不屑 顿时生气的说道 叶晨 你别一脸不屑 如果不是靠我姐 你一辈子都来不了这种地方吃饭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等会进去之后 你就坐角落去 别乱说话 你不配懂吗 沐婉晴拦住沐婉 说道 行了 少说几句 我们进去吧 几人走进去 包厢很大 装修格外的奢华 里面人倒是不算多 基本上都是云城的企业家 沐婉晴邀请客人的唯一标准 就是身价过亿 而今天晚上的主角 当然就是明珠财团的项目经理 周宇泽 明珠财团 这个名号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仅仅是项目经理 如果比钱多 周宇泽或许比不过包厢里的这些商人 可正是因为明珠财团这个名号 让周宇泽一时间成为了众人吹谱的对象 周经理 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今天能认识你 以后还请周经理多多提醒啊 是啊 周经理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明珠财团的项目经理 实在是太厉害了 周经理就是一表人才 人中龙凤啊 等沐婉晴三人走包厢 周宇泽就连忙看了过来 眼神扫过夜沉之后 周宇泽脸上出现一丝淡淡的不屑 不过却并未表现得很明显 他走到沐婉晴面前 笑道 婉晴啊 你来了 沐婉晴笑道 周同学久等了 周宇泽笑道 能等这么漂亮的沐总 那是我的荣幸 大家说是不是啊 众人都纷纷点头 沐总 你这是一步快步不快 恭喜你啊 成为我们云城第一个 拿到明珠集团项目的公司啊 沐总 这下你要在云城大放一彩了 是啊是啊 没想到 你还和周经理认识 着实让我们羡慕得很啊 沐婉晴看着眼前几个企业家 这些人都是身价上意的老总 放到以往 以沐婉晴的资历 想请他们参加聚会 根本就没那个本事 虽然沐婉晴还算有钱 可人家不比他差 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他和周宇泽的关系 让这些平常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老总们 一个个都阿谀奉承起来 这就是圈子的重要性 沐妃看着自己姐姐 在人群中宛如孤傲的贺一般 不由地感到无比的激动 他瞪了一眼叶臣 说道 看到没有 我姐可是未来云城商界的风云人物 我知道你现在很后悔离婚 可我告诉你 别做梦想要复婚 你配不上我姐 懂吗 沐妃虽然不认识这些老总 可看他们的气质 也都知道 不是什么普通人 他们现在都在攻为沐婉晴 恐怕 很快沐家就能够成为云城的大家族 而他也能成为一个大少 爽 太爽了 就在这时 周宇泽眼神朝着叶臣看了过去 笑道 婉晴 今天你带了两个人来 不介绍一下 沐婉晴一愣 笑道 这位是我弟弟沐妃 我带他来见见世面 还有这位是我前沐婉晴 本想介绍叶臣为前夫 可话还没说完 沐妃就舔着脸笑道 周经理啊 这家伙你不用理会 他就是一个废物 还想追求我姐姐 我觉得他不配 倒是您和我姐 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沐婉晴眉头一皱 喝道 小飞 不许乱说话 沐婉晴知道 周宇泽对他有想法 不过周宇泽不过就是一个经理 沐婉晴其实根本没有想过 要和周宇泽在一起 沐妃却不这么想 他可是知道 周宇泽可是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 若是能成为他的姐夫 那以后 岂不是可以拿出更多的大项目来 沐妃笑道 我哪有乱说话 周经理可比叶晨好了一万倍 大家说对不对啊 众人都起哄起来 没错 周经理一表人才 沐总更是美若天仙 真可以说是金童玉女啊 若是两人能在一起 那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我觉得 能配得上沐总的 就应该是周经理这样的人才 至于其他不自知的人 别来沾边 听着众人叽叽喳喳的声音 叶晨眉头微微皱起 他看向沐婉晴 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说道 沐婉晴 你今天晚上让我来 就是为了看你们 这一群小丑 在互相吹捧 除了自嗨 亦无是处 在我眼里 他们就是一群蝼蚁 可你却因为认识他们 而沾沾自喜 什么 听到叶晨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这小子是疯了吧 竟然说他们全是蝼蚁 什么鬼 他们在场的每个人 都是身价上亿 而周宇泽手中 更是捏着几十上百亿的项目 如果他们是蝼蚁的话 那叶晨是什么 恐怕连蝼蚁都不如吧 沐婉晴听到叶晨的话 不由地感到脸一红 他今天请的客人 那是连他都得好好巴结的存在 可在叶晨眼里 竟然说他们全是蝼蚁 叶晨的无知 已经出乎了意料 丢人啊 太丢人了 果然 听到叶晨的话 众人都不由地大笑起来 那种笑声格外的刺耳 没有人反驳叶晨 也没有人面红耳赤 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叶晨说的话 又知道让人觉得可笑 和叶晨争辩 只会觉得丢人罢了 周宇则轻叹一口气 居高临下地看着叶晨 说道 小子 很多时候 你以为你说出这样的话 能够打击到我们 可在我们看来 你太幼稚了 不怕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婉晴带来的人 我们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 可笑 无知 包厢内所有人都居高临下地看着叶晨 目非看着叶晨 无奈地摇摇头 小声说道 叶晨 看到没有 你根本就融入不了这样的圈子 以后希望你认清楚自己 别再缠着我姐了 他不可能和你复婚 以后 看到没有 那可是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 说不定以后会成为我的姐夫 你和他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叶晨无所谓的怂怂间 说道 首先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姐复婚 其次 区区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而已 我一句话 就能让他失去工作 叶晨的声音并不低 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特别是周宇则 他一直以来 都为自己是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而骄傲 有了这个身份 无论走到哪里 别人都会非常尊重他 听到叶晨说一句话 让他失去工作 顿时让他怒了 转头瞪了一眼叶晨 说道 你一句话 让我失去工作 本来像你这样的蝼蚁 我压根懒得理会 现在 我倒是想看看 你怎么 让我失去工作的 叶晨平静地看了一眼周宇则 说道 很好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去集团上班了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这话一出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像是看小丑一样 看着叶晨 随后 众人更是爆发出一道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正式通知 这牛逼可吹大了 你是明珠集团的总裁 还是柳妙英的亲儿子 你说开除就开除 婉晴啊 你这是哪里找来的奇葩 刷新了我的三观啊 周宇则更是轻蔑地 看了一眼叶晨 无奈地说道 但凡你有一点见识 也不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来 明珠财团可是世界500强企业 我作为明珠集团的 一个这中层管理 想要开除 必须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然而经过我顶头上司的书面解聘 然后有董事会亲自批准 才能开除 否则整个明珠集团 除了总裁柳妙英之外 哪怕是高层 也没有资格开除我 你明白吗 扑吃 所有人都嘲讽地笑了起来 慕婉晴无奈地叹口气 的确 越是正规的集团 无论是招聘还是开除 流程都非常复杂 这简直就是常识 可偏偏叶晨不仅连常识都不懂 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装逼 实在是让人觉得可笑 慕婉晴心中也清楚 三年来 叶晨别说创业 就连上班都没上过 对于一些企业集团的流程 自然不清楚 面对众人的嘲讽 叶晨就当作是没听见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谓的高傲 在叶晨眼里 什么都不是 一群蝼蚁罢了 此刻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叶晨不过就是个 只会吹牛的货色 就连慕婉晴 都感觉到彻底的失望了 接下去 没有人再理会叶晨 慕婉看都不看叶晨一眼 围在周宇泽身边 拼命地拍着马屁 聚会很快就结束了 慕婉晴把周宇泽等人 一一送了出去 回到包厢里 他看着叶晨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叶晨 你知道 你今天的行为有多可笑 有多丢人吗 叶晨怂怂肩 说道 丢人 哪里丢人了 慕婉晴生气道 你真是不知悔改 今天晚上这样的聚会 换做任何一个人来 都会把握机会 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就拿到了周宇泽 还有其他几个企业家的联系方式 如果日后小飞想创业 那这些人便会成为他的资源 进入这个圈子 就不会有丝毫阻力 而你看看你 一晚上 有结识到任何一个人吗 叶晨无语道 他们还不配 让我去结识 甚至他们想结识我的资格 都没有 你 慕婉晴听着叶晨狂妄的话语 一时间真是气疯了 慕婉此刻却很兴奋 他看了一眼慕婉晴 说道 姐 你就别生气了 不值得 叶晨是什么货色 你还不懂吗 慕婉晴冷冷地看了叶晨一眼 说道 我对你很失望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说道 哦 说完 叶晨转身就离开了 看着叶晨莫名其妙的高傲 慕婉晴和慕妃都气不打一出来 明明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家伙 哪里来的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高傲 真是自以为是 与此同时 周宇泽正坐在车上 准备回家 今天晚上 她可算是好好装了一把 特别是在慕婉晴面前 拔高了她的身份 虽然 她知道慕婉晴结过婚 可说实话 慕婉晴长得确实殆尽 有机会 一定要尝一尝她的滋味 反正不用结婚 就是玩一玩而已 就在周宇泽幻想的时候 忽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周宇泽看了一眼 竟然是她顶头上司 项目部的总监 她连忙接起电话 刚想打招呼 对方却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周宇泽 我现在通知你 你被明珠财团开除了 明天来集团交接一下手头的工作 听到这话 周宇泽的酒 瞬间酒醒了 她 被开除了 没听错吧 一瞬间 她的额头上 就冒出了无数的冷汗 周宇泽怎么都想不通 她为什么会被开除 她在明珠集团中 虽然不是最出色的 可向来兢兢业业 而且业绩也非常好 前几天 她还被王总监 肯定了工作能力 现在 却被开除了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要知道 为了能够进入明珠集团工作 她花费了无数的心血 经过一层层的选拔 才有了如今的地位 甚至 在海外的时候 她这个项目经理的身份 根本就不值一提 她主动申请调回云城 就是为了能够利用 明珠集团项目经理的身份 在云城的商圈 混得风生水起 享受那些人的吹捧 可梦还没开始 却已经破碎 王总监 为什么 为什么要开除我 我没有犯错 我的工作能力 你也是认可的呀 周宇泽不甘心地问道 行了 你别多说了 这是上面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通知你而已 王总监深吸一口气 说道 同事一场 我给你提个醒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王总监说完 就直接挂上了电话 周宇泽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他回到云城才不过半个月 大部分时间 都在熟悉云城的业务 很少和人交际 怎么可能会得罪人 而且 能够开除他的人 必定是极具权势的存在 他怎么可能得罪一个 能影响明珠集团的人 这不可能啊 周宇泽绝望地疯狂锤打着方向盘 忽然 他身子一震 脑海中出现了云城的身影 想起在包厢内 云城说要开除他的那些话 原本 他只当是一个笑话 可现在 云城的预言成真了 他真的被开除了 再仔细想想 他在云城认识的人本来就不多 如果非要说得罪了谁 恐怕只有今天晚上得罪了云城 难道真的是云城开除了他 这怎么可能啊 慕婉卿不是说了 云城只是一个混吃等死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吗 周宇泽越想越不对劲 除了云城 他再想不出谁会这么恨他 不对 肯定是云城 之前 云城如此信誓旦旦地说要开除他 所有人都以为 云城是吹牛说大话 可现在想起来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谁敢如此笃定 如此狂妄 周宇泽一瞬间 冷汗就冒了出来 他竟然得罪了一个 全是滔天的存在 啊啊啊 慕婉卿 你害我 周宇泽想通了一切 歇斯底里的狂吼起来 与此同时 叶城已经回到了饮龙山庄 慕卿雪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看到叶城回来 连忙说道 姐夫 过来吃饭 叶城点点头 之前在聚会上 他也没怎么吃东西 现在正好垫垫肚子 看着满满一粥的饭菜 叶城笑道 不错 挺丰盛的 慕卿雪给叶城加了一些菜 说道 姐夫 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问我是不是住在饮龙山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含糊过去了 她怎么知道 我们搬到这里了 叶城笑道 之前慕婉晴带客户来饮龙山庄 正好碰到了我 因为是她和你妈说的 慕卿雪点头道 原来如此 叶城笑道 没事 不用理会 对了 过两天就是奶奶的大寿了 到时候 我可能也会去参加吧 慕卿雪深吸一口气 说道 姐夫 奶奶一直对你很好 她年纪大了 你和我姐离婚的事情 还是别让她知道了 我怕她受不了 叶城点头道 嗯 这件事 婉晴也和我说过 我答应了 叶城不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说实话 如果不是当初苏子双的要求 叶城不会让慕家发展成这样 整个慕家 除了奶奶和慕卿雪之外 几乎没有一个人 有感恩之心 对于叶城来说 她向来是谁对她好 她就百倍的对谁好 要不是因为奶奶的关系 她绝对不会再踏足慕家一次 慕卿雪了然的点点头 说道 对了 姐夫 你准备好受理了吗 叶城道 对 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这两天有人送东西过来吗 慕卿雪点点头 说道 有啊 我放在柜子上了 是什么东西 叶城道 送给奶奶的受理 还需要加工一下 你早点休息 我先回房间了 说完 叶城就拿着东西 回到了房间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串无瑕的项链 每一颗珠子 都是用极品玉石所打造的 所用的材料 就是之前叶城赌石得来的帝王玉 就这么一个项链 如果放到外面去卖 恐怕价值数亿元 本来 叶城是想要让周小福 打造一个兽陶 或者是兽星 不过后来想想 奶奶的年纪大了 如果送兽陶和兽星的话 奶奶必然不可能随身携带 唯有打造成项链 就能够每天戴在身上 现在 这个项链对于叶城来说 只是完成了一半 他接下去要做的 就是将其打造成 能够延年益寿 驱邪散磨的极品项链 叶城将项链握着在手中 眼神一凝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一般 很快 只见叶城手中 原本透亮完美的项链 慢慢地变得暗淡起来 直到完全没有了光泽 叶城微微一笑 终于搞定了 这个项链虽然看着没有原来好看 不过有了我的灵气加持 佩戴这个项链的人 必定能够延年益寿 驱散百病 这才真的适合奶奶 与此同时 刚刚参加完聚会的沐飞 正准备回家 没想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看向沐婉清说道 姐 你先回去 我还有点事 沐婉清点头道 嗯 别在外面玩得太晚 早点回来 沐飞笑道 好嘞 告别了沐婉清之后 沐飞就来到了一个酒吧之中 看到坐在卡座里的李强 沐飞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之前 他一直觉得 李强就是沐婉清的如意郎君 可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 沐飞的眼光瞬间就变高了 姐姐沐婉清的身份越来越高 接触的人也越来越有身份 区区一个李强 怎么配得上他姐姐 虽然李强比叶城那个废物 好了一百倍可以沐婉清的能力 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姐夫 虽然心中不屑 可沐飞还是非常给面子的来了 李强看到沐飞连忙站起来 笑道 弟弟 你来了 快坐 沐飞走过去 看到卡座上 有三个漂亮妹子在等着 不由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李哥 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来酒吧玩 美女相伴 李哥好兴致啊 李强拉过沐飞 笑道 好弟弟 你误会了 我只爱你婉清一个人 绝对不会在外面乱来 这几个女孩 可是我专门给你找来的 沐飞一坐下 三个女孩就顺势扑了上来 沐飞脸色一红 她什么时候遇到过这么狂野的女孩 尴尬地咳嗽道 原来是这样啊 李哥 太热情了 李强一挥手 说道 你们三个 先自己去玩 我和我弟弟谈点事 三个美女直接离开 李强笑道 弟弟啊 别急 这三个女孩 等会你要是喜欢 都可以带走 沐飞道 全带走 李强点头道 你要是喜欢 三个都可以带走 沐飞不由地感到一阵激动 不过很快 她就冷静下来 笑着问道 李哥 这么晚找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李强说道 这几天 我不是一直没有去找婉晴吗 其实 我是去准备礼物了 你上次说你奶奶寿宴的事情 沐飞心中一惊 上次为了能够留住李强 就说了奶奶寿宴的事情 想要让李强讨好奶奶 以此来俘获姐姐沐婉晴的心 可现在 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之后 她发现 姐姐沐婉晴 在云城商界的地位越来越高 李强甚至都有点配不上慕婉晴 这让慕飞有点后悔 可是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而且 一想到到时候 叶晨那个废物也会参加 正好利用李强来 好好打压一下叶晨 让她不要一直没脸没皮的缠着慕家 慕飞连忙说道 过两天就是奶奶的生日 不过叶晨那小子也会来 到时候 李哥你可要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李强轻蔑一笑 说道 区区叶晨而已 到时候 我让他彻底下不来台 慕飞笑道 那是 李哥是什么身份 叶晨那种货色 连给李哥提鞋都不配 两人臭味相投地 聊了大半个小时 等他们聊完 三个美女很是时宜地走了过来 李强对着慕飞挑挑眉 慕飞早就忍不住了 笑道 美女们 跟哥哥走吧 今天晚上 我好好疼你们 李强看着慕飞 带着三个美女离开 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 他眼神微微眯起 自言自语道 慕婉晴 老子追了你这么久 连手都没有牵过 这次受验 是老子给你的最后机会 能追到也就算了 再不给老子机会 老子就霸王硬上弓 随后 李强一挥手 一个小弟就跑了过来 李强问道 都布置好了吗 小弟连连点头 说道 嗯 李少 都布置好了 慕飞带走的三个女孩 都是我们的人 保证明天一大早 录像就会出现在您手里 李强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说道 很好 对于李强来说 他追求慕婉晴 已经差不多要失去耐心了 如果以后真的要对慕婉晴下手 那今天晚上 慕飞精彩的表演 再未来 就会成为制约慕家的法宝 慕家老夫人 但慕家的地位很高 基本上慕家人都非常的孝顺 加上老夫人年纪大了 为了怕他担心 慕婉晴甚至对其隐瞒了 和叶晨离婚的消息 到现在 慕家老夫人还以为两人没有离婚 这段时间 他还一直念叨着 叶晨为什么没有去看她 慕婉晴等人 只能说谎 要么谎称叶晨出差了 要么就说 叶晨有事在外地 赶不回来 以前慕家欠了一屁股债 老夫人的寿宴 基本上都是一家人一起过 自从慕家发达了之后 每年都会宴请一些社会名流 为老夫人贺寿 今天 就是慕家老夫人的寿宴 慕婉晴显得有些烦躁 来来回回的踱步 慕飞看到慕婉晴情绪不对 问道 姐 今天是奶奶的寿宴 你怎么看上去 好像不太高兴 慕婉晴叹气道 前几天 我邀请了周宇泽 来参加奶奶的寿宴 她也答应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每年奶奶寿宴的时候 慕婉晴都会邀请社会名流来参加 今年如果能邀请周宇泽 她代表明珠集团 来参加奶奶的寿宴 那对于慕家来说 绝对能提高慕家在云城的影响力 可本来周宇泽答应得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上次聚会之后 她就一直联系不上周宇泽 这让她内心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慕婉皱眉道 周经理这是怎么了 你去明珠集团找过她吗 慕婉晴摇摇头 说道 没有 我们也就是同学关系 没有项目上的来往 我也不好去找她 慕婉疑惑道 姐 她不会真被开除了吧 慕婉晴疑惑道 开除 慕婉点头道 那天晚上 叶晨不是一直叫嚣着 要开除周宇泽吗 如果不是被开除了 怎么会联系不上 慕婉晴心中一惊 不过随后便摇摇头 说道 这怎么可能 叶晨哪里有这样的本事 慕婉苦笑一声 道 也是 她要这样牛逼的话 也不至于和你离婚了 直到寿宴开始 慕婉晴也没等到周宇泽出现 大厅内 坐满了慕婉晴 能够接触到的云城富商们 也包括一些各行各业的人才 慕家老夫人 在慕婉晴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她显得很高兴 环顾四周 笑着问道 叶小子呢 这么久不见我这个老太婆 不会今天也不来吧 慕婉晴脸色一变 奶奶还不知道 她和叶晨离婚的消息 她刚想说话 叶晨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笑道 奶奶 我来看你了 看到叶晨 慕家老夫人 就连忙拉过叶晨的手 笑道 叶小子 你最近可不地道啊 都不来看奶奶了 是不是奶奶哪里做得不好 惹你生气了 叶晨尴尬地看了一眼慕婉晴 不过还是笑道 哪里的话 我哪里敢生奶奶的气 我就是最近比较忙 我保证 以后会多来看您呢 慕家老夫人呵呵一笑 拉过叶晨和慕婉晴的手 合在一起 说道 你们夫妻两个 要和和睦睦 恩恩爱爱 知道吗 这一幕 让众人都感到一阵尴尬 特别是李强 他看着叶晨的眼神中 闪顾无尽的嫉妒 慕家老夫人的热情 让叶晨和慕婉晴 都显得很尴尬 可因为担忧老人家 受不了打击 所以 他们很默契地隐瞒了 两人离婚的事实 幸好 很快寿宴就开始了 众人开始送礼 到了送礼环节 慕妃和李强两人对视一眼 显然 李强准备在这个环节 让叶晨好好地出个丑 慕婉晴这些年 在云城多少 还是累积了一些人脉 来参加寿宴的人 都比较赏脸 老夫人啊 祝你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我代表美宁企业送上礼物 野生入荣真挺一合 我代表我们侠云公司 听说您爱喝茶 我们特地买来千年古树茶 当受礼 老夫人来宾一个个都开始送礼 毕竟都是云城的 有头有脸的企业家 他们送的礼物价值都超过百万 在这种场合 大多数人都是正个脸面 想要搞好和情愿公司的关系 特别是听说 慕婉晴拿下了明珠集团的项目 给老夫人准备礼物 自然都用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强缓步走了上去 他挺胸傲然地 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礼物 外表是一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出现一颗丹药 看到这个丹药 所有人都一愣 李强大声地说道 老夫人 这是我专门去国手堂 云城分堂求来的 一颗滋养丹 据说吃了这颗丹药 就能达到延年益寿之效果 什么 听到李强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滋养丹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 价格非常离谱 一颗丹药就要花费五百万左右 而且是国手堂出品 绝对的精品 更重要的是 这种丹药 国手堂也不会无限量的售卖 相比丹药 更值钱的是一个购买丹药的机会 听说 一个购买丹药的名额 更是被炒到了近千万 谁都没有想到 李强竟然还真是下了血本 毕竟 想要买到国手堂出品的丹药 那可是非常困难的 老夫人也是一惊 不由地惊叹道 这 太贵重了 太贵重了 穆婉晴也是受宠落惊 说道 李少 这礼物太贵重了 国手堂的丹药 那可是价值连成的 李强虽然有些肉疼 不过为了能够拿下穆婉晴 她只能咬牙硬撑 脸上摆出一副淡淡的笑意 说道 这算什么 我在国手堂有熟人 不过是一颗丹药而已 算不上什么 相比之下 只有老夫人这样的身份 才配得上这颗价值 一千多万的丹药 老夫人很是开心 大笑起来 好好好 感谢 太感谢了 李强见老夫人开心 她不由地心中一喜 看来追穆婉晴的事情 有戏了 李强转头看向叶晨 挑衅地说道 这大家都送了礼物 叶晨 你的礼物呢 不会没有准备吧 穆婉也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说道 就是 叶晨 虽然你是个废物 但是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你不会连个礼物都买不起吧 虽然知道 你比不上李哥这么豪横 可多少 要有点心意吧 所有人都看向叶晨 知道内情的人 基本上都清楚 李强和穆婉这个时候 点名叶晨 就是想要让叶晨难堪 不过 这个时候 叶晨恐怕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毕竟李强送的礼物 虽然本身价值五百多万 可加上名额 起码也只得一千多万 一个寿宴 就送一千多万的礼物 怎么别 叶晨不过就是个废物 还和穆婉晴离婚了 听说为了生存 还藏着穆婉晴的妹妹 这种人 能送出什么礼物 不少人都等着看叶晨的笑话 叶晨却大步走到穆家老夫人面前 笑道 奶奶 祝你万寿无疆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老夫人听到叶晨的祝福 笑得合不拢嘴 说道 我的乖孙哟 说得好 奶奶听了开心 整个穆家 除了穆清雪之外 恐怕就是穆家老夫人 对叶晨最好 可以说 这三年 是真的将叶晨 当成自己的亲孙子看待 每次穆博和赵兰 对叶晨冷嘲热讽的时候 都是穆家老夫人 站在叶晨这一边 穆婢在一旁 却冷冷说道 好话谁不会说 礼物呢 叶晨看都没有看穆婢一眼 她从口袋 掏出给老夫人准备的项链 说道 奶奶 这是我送你的项链 以后你可要随身携带 这个项链 能保佑你不生病呢 当叶晨的礼物 一拿出来之后 顿时 周围一片寂静 因为 这条项链不仅毫无光泽 造型虽然还可以 可一看 就是地摊货色 特别是李强的滋养单猪欲在前 对比叶晨送的礼物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有着天壤之别 李强和穆飞 像是抓住了叶晨的弱点 顿时大声嘲讽起来 哈哈 叶晨 你就送这么个玩意 不会是在哪个地摊上 花十块钱买的吧 真是笑死我了 你再穷 也不能这么敷衍老夫人 好歹也要送个 超过一百块的礼物 看看你这个项链 毫无光泽 一点都不美 扔地上 怕都是没人捡的吧 还让奶奶带 奶奶是什么身份 几十上百万的珠宝首饰都带不完 要带你这个地摊货 丢人 简直丢死人了 穆婉晴也是眉头一皱 显得有些生气 她已经提前告诉过叶晨奶奶过寿宴 叶晨但凡有点上进心 也会知道 准备一个好看点的礼物 毕竟 奶奶一直对叶晨很好 甚至对叶晨的关心 都超过了穆婉晴 经常让穆婉晴都以为 叶晨才是奶奶的孙子 穆婉晴生气地说道 叶晨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难道你已经穷成这样了吗 不说你的礼物要和李绍比 可也不能选这么个垃圾当礼物吧 垃圾 叶晨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是你没有眼光 没有见识 而不是我送的东西垃圾 穆婉嘲讽地说道 你当我们都眼瞎吗 这不是垃圾是什么 能和李绍的滋养丹比吗 叶晨轻蔑一笑 傲然地说道 滋养丹 那种垃圾货色 怎么能和我送的礼物相比 什么 没有听错吧 所有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 震惊 不敢致谢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叶晨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滋养丹是垃圾 沉寂片刻之后 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笑死我了 这小子吹牛 还真是不上睡 滋养丹 那可是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竟然说是垃圾 他的项链完全就是地摊货 说不定是两元店买的 真是无知 这绝对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笑的笑话 听着众人的嘲讽 穆婉勤等人都觉得脸上无光 倒是老夫人一如既往地站在叶晨这边 笑道 礼物就是一个新意 只要是尘儿送的礼物 我都喜欢 尘儿 你给奶奶戴上吧 叶晨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只要奶奶喜欢就行了 至于其他人 根本都入不了叶晨的眼 一群没有见识的货色罢了 叶晨笑着帮老夫人戴上项链 老夫人微微一愣 戴上项链的那一刻 她似乎感受到一股非常舒服的气息 从项链上传来 老夫人不由地惊呼一声 道 咦 这项链好像有点不一样 戴上去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听到老夫人的话 穆伯等人都露出一丝不屑 说道 妈 你真是太宠叶晨了 就这么个垃圾东西 带着能舒服才怪呢 老夫人眉头一皱 喝道 够了 闭嘴 叶晨比你有孝心多了 李强虽然有点不爽 不过 他自认为在礼物上 已经彻底地打败了叶晨 老夫人说这些话 也不过是顾及叶晨的自尊心罢了 他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老夫人 为了给您贺寿 除了刚刚送给您的滋养单之外 我还准备了一份大礼 还有大礼 众人都好奇地看着李强 老夫人也好奇地问道 李绍啊 你送的礼物已经够贵重了 老神可不能再收你的礼物了 李强笑道 老夫人可别这么说 接下来我送的礼物 可不是某样东西 而是一个人 众人都猛了 人 李强这是道什么 还送个人给老夫人吗 这算什么礼物 李强笑着解释道 今天是老夫人的寿宴 以老夫人的身份 自然要有足够的牌面 虽然今天的来宾 身份都很高贵 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所以 我特地请来了一位大人物 前来贺寿 为老夫人的寿宴 增加一点牌面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好奇了 李强竟然还请了大人物来 在场的不少人 都是身价过亿的富豪 听到李强说 他们牌面不够 内心多少是有些生气的 不过 却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 慕婉晴好奇地问道 李绍 你还邀请了哪位大人物 李强傲然地说道 天舞阁主的管家 什么 这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猛地站了起来 天舞阁的人 哪怕是个管家 那都是让人忌惮的存在 要知道 在云城 像洛家洛明城 云海集团赵云海 这些势力 虽然有钱有势 在云城可以做到呼风唤雨 在商界 这些人能够算得上是一流 可除了商界之外 云城还有更为强大的势力 就比如天舞阁 那可是普通人做梦 都不敢得罪的势力 据说 天舞阁的阁主 乃是一位宗师级别的强者 而天舞阁中 全是舞蹈高手 就算一个管家 那都是实力恐怖的舞蹈高手 这些舞蹈高手 那已经超脱了普通人的范围 绝对是普通人需要仰望的存在 就比如在场的人中 大多数都是身价过亿的商人 看上去好像很有势力 可但凡遇到一个舞蹈高手 他们都得放低姿态 他们的身家 甚至养不起一个普通的舞蹈高手 死这一刻 就连老夫人 木婉勤等人 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木博更是激动起来 他看着李强 说道 李少 是真的吗 天舞阁的管家大人 会来我们木家 李强笑道 叔叔 自然是真的 我李家和天舞阁颇有渊渊 所以顺带提了一嘴 木博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好 他好了 那可是舞蹈势力啊 木家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机会 和天舞阁攀上关系 那木家绝对能够一飞冲天 木博忍不住高看了李强几眼 谁都没有想到 李强竟然还能和舞蹈势力有关系 不由地赞叹道 不愧是李少 这能量就是大 木飞也连连点头 说道 李哥 你太威武了 太霸气了 在普通人的世界中 就是这样 别说和天舞阁有关系 就算和一个随便的舞蹈高手扯上关系 那都会被人高看一眼 不少人都忍不住上前来拍李强的马屁 想着通过李强和天舞阁搭上关系 木飞这时候看向叶辰 说道 叶辰 你这个废物 看到没有 像李哥这样的人 才是人中龙凤 他的人脉 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触及的 像天舞阁管家这样的人 李哥都能认识 再看看你 卑微到了尘埃里 叶辰文言不由地气笑了 说道 不就认识区区一个管家 就这么牛逼哄哄 不知道的 还以为认识天舞阁阁主呢 叶辰话一出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叶辰的胆子太大了 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敢侮辱天舞阁的管家 要知道 虽然只是一个管家 可那也是舞蹈高手啊 李强顿时怒道 叶辰 别的事情 你说说大话还行 我劝你 最好别侮辱洪管家 要是被他听到 不仅你会死 就连牧家都会受到牵连 一个舞蹈高手的能量 是你无法理解的 木博等人文言 脸色狂变 这个叶辰 实在是太无知了 竟然连舞蹈高手都敢一轮 叶辰 你闭嘴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什么话都敢说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就是 你想死自己去死 别牵连我们牧家 自己屁本是没有一点 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 谁跟你扯上关系 迟早被你害死 你最好给我闭嘴 不然我让你滚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一道 震耳欲聋的声音 宛若惊雷一般 滚滚而来 天舞阁管家 红三 受人之托 前来给牧家老夫人贺受 所有人都震惊了 竟然真的是 天舞阁的管家红三 他虽然是一个管家 却也是实实在在的 舞蹈高手 仅仅是这个身份 就足以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敬畏三分 更何况这个管家 是天舞阁的管家 也就是说 他的主人 是一位宗师级别的人物 在场的别说身价 才仅仅上意 达到了宗师境界 就算是洛明成 赵云海这些人物 也差得太多了 所以 红三一出现 就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李强 竟然还认识这等人物 赵兰看向李强的眼神 简直就像丈母娘看女婿 如果李强能和天舞阁 扯上关系 那岂不是说 如果穆婉晴和李强 成为一家人之后 就等同于穆家 也和天舞阁扯上关系了吗 赵兰走到李强身边 笑呵呵地说道 李少 还得是你 竟然连天舞阁的人都请来 这算是今天我们穆家 最大的咖位了 让我们穆家太有面子了 穆博也笑着说道 就是 李少就是李少 比叶臣那小子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不仅送出了滋养单 请来红三 这样的舞蹈高手 让我脸上太有光彩了 只能多看一下叶臣 眼中更是多了一丝轻面 简直不能比 越比越生气 谁能想到 叶臣不仅送了一个地摊货 荡成受理 竟然还扬言 别人不识货 在场的可都是 身价上意的大老板 哪一个不是眼光独到 平常见惯了那些奢侈的首饰 像叶臣这般 送出黯淡无光的项链 一看就知道不值钱 穆飞看向叶臣 语气嘲讽地说道 我说叶臣 你好歹多和李少学一学 别整天屁本事没有 还装高傲 我都是不想拆穿你 要钱没钱 要人卖没人卖 我要是你 都一头撞死了 还好意思整天 缠着我穆家人 真当以为我们欠你的吗 叶臣冷冷地 看了叶穆飞 说道 要不是看在奶奶的份上 你求我回来 我也不会回来 穆飞不由地 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笑死我了 还要我求你回来 你也不看看 自己是什么货色 现在的你 早就配不上了我姐了 只是你死皮了脸地 缠着我二姐 要不是我二姐善良 你现在恐怕 已经严接乞讨了 周围的人 听到穆飞的话 不由地都大笑起来 说实话 叶臣和穆婉晴已经离婚 叶臣现在一切的做法 在众人眼中都是笑话 穆博没有理会叶臣 他看向穆婉晴 说道 婉晴 你和李少赶紧去迎接一下洪管家 别让人觉得 我们不懂待客之道 穆婉晴和李强两人走到门口 洪三走了进来 两人连忙恭敬地说道 欢迎洪在家历临 真是让我们蓬壁生辉 洪三看了一眼李强 说实话 穆家其实是没有资格让他来的 只不过 这段时间 天武阁和李强的家里 有一些合作 李强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也只能给这个面子 洪三满身傲气 作为一个舞蹈高手 他根本看不上眼前这一群 身价仅仅仅过亿的商人 他点点头 聚傲地往前走去 来到老夫人面前 说道 老夫人 祝你服辱东海兽笔南山 这次来得比较急 没有准备礼物 下次一定会补上了 众人都不敢说什么 像洪三这样的舞蹈高手 能来就已经给足了面子 哪里还敢要他的礼物 别说没准备礼物 恐怕就算只是 带一句话来 都足以让众人觉得有面了 老夫人连忙笑呵呵地说道 哪里敢 洪管家能来就已经 让我们感觉到 彭壁生辉了 再说了 李少已经送过 如此珍贵的礼物 老圣已经很满足了 洪三原本没有在意 一群不过区区 身价过亿的商人 就算是李强 恐怕也送不出什么 值得让他注意的礼物 然而 他一眼就看到了 老夫人脖子上戴着的项链 心中猛然一惊 珍贵的礼物 难道就是老夫人脖子上 戴着的这项链 这简直就让洪三 都不由得眼红 他不由得笑道 李少 不愧是李少 竟然能送出 如此珍贵的礼物 让我都不由得羡慕 赵兰连忙凑过来说道 是啊 在场的人中 就李少送的礼物 是最珍贵的 洪三看的眼睛有些发红 说道 能否 借我看一眼 老夫人连忙将旁边 装着滋养单的盒子 拿过来说道 当然可以 若是洪管家喜欢 送你又何妨 洪管家一愣 打开盒子一看 是一枚滋养单 他不由眉头一皱 嫌弃地说了一声 这是什么垃圾 众人不由得惊呆了 滋养单是垃圾 这可是在场的人中 送的最珍贵的礼物 而且不也是这个管家 自己要看的吗 赵兰疑惑地说道 洪管家 这不是你自己要看的吗 洪三也是不由得一愣 说道 我说的不是这滋养单 而是老夫人脖子上 戴着项链 可否借我一关 什么 听到洪管家的话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项链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是叶辰送的垃圾吗 而且还是从地摊上买来的 要不是老夫人宠溺叶辰 赵兰更不能将这垃圾 直接丢进垃圾桶 省得看着暗眼 可为什么洪管家 却单独要求 想要观看这项链 毕竟 所有礼物之中 就这项链的外观 看上去是最不值钱的 李强有些尴尬 说道 洪管家 那滋养单是我送的 洪三这才明白过来 不过 对于他来说 滋养单的确 就是个垃圾 虽然他是因为李强的恳求 才来参加这次寿宴 这也没必要 说些违心的话 洪三疑惑地问道 那项链呢 李强嘲讽地说道 这项链 不过就是从地摊上逃来的 可能十块钱都不值 有什么好看的 其他人也纷纷地说道 就是 他还要求奶奶 要时时刻刻地戴着 说什么能延年益寿 一个垃圾项链看着就烦 要不是奶奶不让 我甚至想把它丢进垃圾堆 这种项链 送给我我都不要 我都嫌脏 一点光泽都没有 我随手买的项链 都比这好看一百倍 听到众人的话 洪三嘴角不由地扯了扯 满脸疑惑地看着众人 这些人都是蜀目寸光的存在 他苦笑一声 说道 你们可能看错了 这项链 恐怕价值连城 什么没有听错吧 就这垃圾项链 也能价值连城 开什么玩笑 老夫人看到洪三 洪三不像是在开玩笑 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递给对方 问道 这项链很值钱吗 洪三摇摇头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以为洪三只是在开玩笑 还以为是受到李强的指示 故意羞辱叶臣的 赵兰不由一笑 说道 洪管家 真会开玩笑 我就说 叶臣这种废物 怎么可能送得起好东西 就算是垃圾堆里捡漏 没有他的份 可没有人注意到 刚接触到项链的洪三 双手不由地颤抖起来 双眼露出一种骇然的神色 仿佛周围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他的注意力 只在项链之上 看到洪三的表情 众人内心不由地一愣 区区一个垃圾项链 为什么会让洪管家 露出如此震惊的表情 要知道 洪三不仅是天舞阁的管家 其本身就是一个实力强大的舞蹈高手 其眼光和能力 比在场的人都高了不知道多少 难道这项链真的是个宝贝 所有人的目光 都焦距在洪三身上 沐婉晴也疑惑地转过头 看了一眼叶晨 心中表现出一丝怀疑 不过很快 他就摇摇头苦笑一声 他和叶晨结婚三年 到如今离婚 可以说对叶晨是非常了解的 以叶晨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 送出能来一个舞蹈高手 都震惊的东西来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诧异的时候 洪三缓缓地抬起头 说道 这东西不是价值连城 忽听到这话 众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相比这东西是个垃圾来说 价值连城才会让他们觉得意外 毕竟 这是叶晨送出的东西 他只能是垃圾 莫非更是看上叶晨 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刚想嘲讽 洪三却又开口道 这东西 不能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简直是西市之宝 无价之宝 这东西就算放在舞蹈界 也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什么 听到洪三的话 所有人都震惊了 西市之宝 能被洪三成为西市之宝的东西 究竟有多值钱 李强此刻感觉 脸上火辣辣的疼 洪三是他请来给老夫人贺寿的 原本是想打压一下叶晨 结果偷鸡不成十把米 不仅说 他的送的滋养单是垃圾 反而开始吹捧叶晨送的礼物 这让他非常的难堪 就像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让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目非也惊呆了 他上前问道 这玩意 一个破项链 真的有这么值钱吗 洪三冷笑一声 说道 你没眼光 难道还怀疑我不成 不说其他 就说这项链的材料乃是用的无暇帝王玉 这么大一块 雕刻成项链模样 其本身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几个亿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几个亿 疯了吧 就叶晨的家底 别说几个亿 恐怕就算几万块都拿不出来吧 他怎么可能送如此珍贵的礼物 莫婉卿眉头一皱 说道 这不可能吧 我曾经也见过无暇帝王玉 其质地透明无暇 非常漂亮 而这项链却黯淡无光 根本看不出 有任何一点 是极品玉石打造的 听到穆婉晴的话 众人都点点头 在场的人当中 大多数都是身价过亿的老板 对于玉石 他们也不少见 甚至去过不少拍卖会 哪里有玉石会黯淡无光 洪三没有理会众人的质疑 此刻他内心可以说是无比的兴奋 解释道 这就是极高明之处 也是真正体会出 这项链价值的地方 区区帝王玉 还无法入我洪三的眼 关键是这项链 是经过一位 起码宗师级别以上的 武道高手精心制作 这项链之中 蕴含着莫大的灵气 普通人代之 不仅能延年益寿 百病不生 甚至能够将体内杂志 全部清除 一瞬间 所有人都呆傻了 没想到 这项链竟然还是出自宗师之手 要知道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宗师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任何东西 哪怕一文不值 可经过宗师之手 都会变成价值连城的宝物 洪三此刻 已经没有时间理会众人 看向老夫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夫人 我想购买这项链 价格随你开 甚至我能出到一百亿的价格 这话一说 在场的人全都轰动了 在他们眼里是垃圾的项链 却被洪三 要以一百亿的价格购买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一百亿啊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特别是沐家几人 更是呆愣当场 穆伯第一时间站出来 说道 妈 那可是一百亿啊 你就卖了吧 赵兰也点头道 是啊 只要卖掉这项链 我们穆家就立刻会成为百亿世家 成为云城一流的家族 老夫人摇摇头 说道 不行 这是我乖孙送我的礼物 我怎么能轻易转卖给别人 叶辰在旁边看着 一直没有说话 之前他以为 在场的人中 不会有人认出这项链的功效 没想到这红三 还有点眼力见 他送给奶奶的东西 是为了让奶奶延年易寿 百病不轻 怎么可能愿意将这东西 转卖给别人 更何况 他亲手制作的项链 又岂是一百亿能够买到的 叶辰站出来说道 奶奶 这项链是我送给您的 可千万不能卖给别人 听到这话 穆伯和赵兰顿时生气了 在他们看来 这项链的功效 根本就没有用 完全没有一百亿来的实在 穆飞插嘴道 叶辰 你不会是从哪个地摊上捡来的漏吧 不让奶奶卖出去 是不是知道这项链的价值 想要偷偷拿回去卖 听到穆飞的话 赵兰也反应过来 警惕地看着叶辰 说道 就是 这东西 你已经送给奶奶 那就是奶奶的 别想要拿回去 是你自己没眼光 不知道这项链的价值 既然送出去了 那怎么处理 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穆伯更是直接走到红三面前 说道 红管家 不用管这个废物 这项链我们卖了 就一百亿 红三眉头一皱 看向叶辰 忽然 一股磅礴道 让他无比恐惧的气势 仿佛是一种警告 只要他敢买下这项链 单单这股气势 就能灭了他 红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恐怕制作这项链的高手 就在现场 而且 通过项链释放气息 来警告他 这手段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到底是谁 这实力 恐怕已经通天 红三又仔细地凝视了叶辰 并没有感受到 叶辰身上 散发出任何舞蹈气息 不是叶辰那是谁 红三心中狐疑 这项链是叶辰赠送的 可从叶辰身上 却感受不到任何的舞蹈气息 这就说明 叶辰并不是这项链的主人 可他又明确地感受到 来自项链中的威胁 那种威胁的感觉太强大了 让他心甘颤抖 这样想来 应该是沐家人背后 或许有一个舞蹈大能的存在 他原本想要买下这项链 可现在 打死他也不敢啊 他绝对相信 只要他敢买下这个项链 恐怕会瞬间被制裁 穆博几人 还满脸期待地看着红三 那可是一百亿啊 如果能够卖掉这项链 那穆家瞬间就能成为 云城一流世家了 红三却尴尬一笑 说道 那个 他正想着用什么方法来 拒绝穆家 转头看向叶辰 连忙指着叶辰 说道 既然他不让你们卖 那就算了 这项链我不要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红三似乎非常忌惮 穆家背后的神秘人 转身陶也是地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 穆家人顿时一个个都怒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恶狠狠地盯着叶辰 一百亿啊 就这么没了 穆博和赵兰两人 只感到脑子像是炸开了一般 他们彻底要疯了 赵兰一下没忍住 冲向叶辰 怒吼道 都怪你 你这个扫把心 那是一百亿啊 就因为你 我们穆家损失了一百亿 穆博也呲牙咧嘴 没有谁失去一百亿 还能够保持理智 如果不是因为叶辰多嘴 刚刚红三就肯定会买下项链 穆博疯狂地怒吼道 叶辰 你白吃白喝 我们穆家三年 现在 还害我们失去了一百亿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怎么专门害我们 认识你 真是我们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叶辰并没有理会两人 穆婉青这时候 也是有些昏了头 他皱着眉头 看向叶辰 说道 叶辰 你真的不应该多嘴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插嘴的资格吗 本来 叶辰没想和穆家计较 可穆婉青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口 让叶辰都觉得好笑 他冷冷地说道 穆婉青 你别太搞笑了 这项链是我送的 我没有资格说话 难道你没有资格 穆婉青闻言 顿时脸色一降 错失一百亿 让他脑子都有点转不过弯来 忘记这项链本就是叶辰送的 被叶辰一对 顿时不由地红了脸 尴尬无比 穆飞却没脸没皮地说道 姐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他既然把项链送给奶奶了 那这项链就是我们穆家的 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说话 赵兰也点头道 就是 而且 叶辰不过就是运气好 不知道从哪里捡漏来的项链 要不是李少请来红管家 别说是他了 就算在场见多识广的人来看 恐怕也会认为是垃圾 看不出价值的东西 根本就不值钱 叶辰是在知道这项链的价值之前 送给奶奶的 而后才因为李少请来红三 暴露了这项链的真正价值 说起来 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李少 听到这母子两个的话 众人都不由得一愣 这母子两人的说法 简直是奇葩 见过不要脸的 可却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东西 明明就是叶辰送的 到他们嘴里 却变得和叶辰没有关系了 反而怪叶辰 让他们损失了一百亿 这奇葩理论 实在是让人无语 叶辰懒得和他们计较 这项链在那些舞蹈高手眼中 的确很值钱 可在叶辰看来 不过就是送给奶奶的礼物 牧家老夫人也看不过去了 她站出来 生气的说道 你们都给我闭嘴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嘴脸 让人恶心 乖孙别理他们 你送的礼物 不管值钱还是不值钱 奶奶都喜欢 既然这个项链那么珍贵 那你就收回去 自己去卖 奶奶老了 你随便给奶奶送个礼物 奶奶都很开心 听到奶奶的话 牧博等人顿时都急了 不行啊 奶奶 这可是价值一百亿的项链啊 怎么能让她拿走 就是 不能让她占便宜啊 叶辰见众人 焦急的神情 眼神中露出一丝不屑 这一丝不屑 却被慕婉晴捕捉到了 她心中有些诧异 叶辰是看不起他们吗 她凭什么 就凭她的运气吗 虽然叶辰这次运气好 剪落了的价值连成的项链 可这毕竟是一时的运气 如果红三不收了 那未必还有人能有这个眼力 看出项链的价值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辰要将项链拿走的时候 叶辰却轻笑一声 走到奶奶身边 将项链戴在奶奶的脖子上 还特地施展了一个小神通 让项链无法从奶奶的脖子上取下来 这是叶辰以防沐家人为了贪财 真的将项链拿去卖了 叶辰笑道 奶奶 既然项链送给你了 那你就好好戴着 她在之前 也不如您身体健康来的重要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天哪 叶辰明知道这项链的价值 竟然还义无反顾地送给了沐老夫人 这家伙 装逼装大发了吧 穆伯等人却眼睛一亮 只要叶辰没有将项链拿走 那么等送走客人之后 他们就可以说服奶奶 将项链卖掉 一百亿啊 很快 穆家就会成为云城一流世家 几人甚至连开寿宴的心情都没有了 脑袋里都想着 有了一百亿之后 该怎么花 很快 寿宴结束了 穆伯连忙送走了客人 叶辰和穆清雪 两人也失望地离开 看到穆家人的嘴脸 实在是让人不舒服 特别是穆清雪 她和别人不同 别人都以为 叶辰送出这个项链 是运气好简陋来的 可她却猜测 这项链 恐怕就是属于叶辰 而且一早 她就知道这项链的价值 可却依旧随手送出去了 叶辰的家底 恐怕比想象中更恐怖 穆清雪内心十分无奈 她的父母和姐姐穆婉晴 真是没有一点见识 为了一百亿连脸都不要了 可却将能够给穆家 带来无尽财富的叶辰赶走了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 丢了西瓜剪芝麻吧 穆清雪深吸一口气 问道 姐夫 我们就这样走了吗 你不怕我爸妈他们 强行把奶奶的项链给卖了吗 叶辰丝毫不担心 笑道 放心 他们卖不掉的 此时 穆家已经把所有客人送出去了 穆薄几人顿时围着老夫人 穆薄说道 妈 你把项链拿下来 老夫人捂住自己的项链 警惕地问道 你想干什么 这是诚儿送我的礼物 你又想打她的主意 赵兰急忙说道 妈 这项链价值一百亿啊 如果能卖掉 那我们穆家一下 就会成为云城一流世家 这可是光东耀祖的事情 造福后辈的大事啊 穆飞也撒娇道 是啊 奶奶 你看 大姐每天累死累活 搞个公司 每年才赚多少钱 只要把这项链一卖 整个云城 谁敢不给我们穆家面子 穆婉晴并没有说话 她表现得非常矜持 不过内心却也希望能够拿项链 卖出一百亿的价格 老夫人被说得有点动心 不过还是摇摇头 说道 不行 成说了 这个项链不能卖 穆博生气地说道 妈 你老是站在那浑小子那一边干什么 我们才是至亲啊 难道我们还会害你吗 说着 穆博就上手 想要强行将项链拿下来 毕竟是一百亿 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抗这么多钱的诱惑 然而 穆博的手刚碰到项链 忽然就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 碰 只见 穆博整个人 直接被一股力量先飞 穆飞惊呆了 说道 让我来 碰 穆飞碰到项链的那一刻 也轰的一声 直接被轰飞出去 两父子顿时倒在地上哀嚎 几人都惊呆了 赵兰和穆婉晴连忙上去搀扶 赵兰哭着大声说道 妈 你看 为了一条项链 你儿子和孙子都这样了 值得吗 老夫人看到这一幕 也于心不忍 她脸上出现一丝犹豫 几人看到老夫人有些松动的意思 连忙对视一眼 演了起来 哎呦 妈 我好痛啊 我的手都骨折了 奶奶 我头好晕啊 我是不是要死了 老夫人心疼地走过去 哭着说道 哎呦 我的乖孙 好好好 奶奶把项链给你们 你们千万不能出事啊 说着 老夫人就要把项链拿下来 穆博等人顿时喜出望外 只不过 下一刻 他们就失望了 因为奶奶尝试了几次 这项链就像是长在了奶奶的脖子上 根本拿不下来 老夫人疑惑到 奇怪 这项链怎么回事 竟然拿不下来 穆博和赵兰等人顿时皱起了眉头 一顿研究之后 发现这项链根本就拿不下来 除了奶奶之外的人 更是连碰都不能碰 穆婉晴惊讶地说道 这项链果真不是烦物 看来 想要卖项链是没希望了 赵兰简直心痛地直拍大腿 这可是足足一百亿啊 能看不能拿 能不被气死吗 赵兰生气地说道 都怪叶臣那个混蛋 要不是他多嘴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一百亿了 穆博也点头道 他就是了扫把星 真是气死我了 我真恨不能扇他两巴掌 足足折腾到了后半夜 几人都没能把项链 从奶奶的脖子上拿下了 最后只能放弃 穆博此刻恨叶臣 那是恨得牙痒痒 叫嚣着 一定要给叶臣一点教训 穆飞这时候凑过去 说道 爸 我们一定不能让叶臣好过 那小子不仅坏我们大事 现在还住进了尹龙山庄 这么高档的地方 我们还没住过呢 穆博点头道 是啊 这小子肯定是死皮赖脸 缠着你二姐 我们得想个办法 把他赶出去 穆飞皱眉道 现在二姐胳膊肘往外管 他心里哪里还有 我们这些家人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还反了他了 我们明天直接搬过去 我还不信了 穆清雪宁愿收留一个外人 也不让我们家人住进去 几人顿时同意了赵兰的想法 虽然项链没办法卖 不过一想到明天 就能住进云城最昂贵的隐龙山庄 几人不由地都期待起来 到时候 一定要把叶晨赶出隐龙山庄 第二天 穆清雪一早就去上班了 叶晨也缓步走在大街上 这三年 他自从和穆婉晴结婚之后 虽然表面上一直是一个家庭主夫 可暗地里却在查穆家和苏子双的关系 可却一无所获 甚至 他曾经问过穆婉晴 认不认识苏子双 得到的结果也都被否认了 以叶晨的精灵 自然能够知道穆婉晴没有说谎 可穆家人不认识苏子双 为什么苏子双临死之前 却要让他照顾穆家呢 这一点的确让叶晨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 死神张也传来消息 他查到了苏子双的身世 原来苏子双不是孤儿 他的父母都健在 他出生苏家 苏家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 算有点小钱 这让叶晨更加的意外了 因为 自从认识苏子双之后 他从来都是以孤儿自居 从未说过自己 还有亲人在云城 按正常思维来说 苏子双临死前 想要交代什么 肯定会让叶晨照顾苏家 毕竟他的亲生父母都在 可苏子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苏家 反而让叶晨照顾和他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穆家 这就太奇怪了 看来 这其中必然还有什么关键的地方 叶晨还不清楚 他让死神张也继续查 随后 瞇了瞇双眼 既然知道了苏子双是苏家人 那叶晨走一趟苏家 必然能了解清楚其中的关系 很快 叶晨就来到了苏家经营的物流公司 这个物流公司并不算太大 里面有五六个员工 叶晨缓步走进去 一个员工好奇地挡住叶晨 问道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叶晨说道 我找一下你们老板 员工疑惑道 你找我们老板干什么 叶晨轻笑一声 道 想和他谈一笔大买卖 麻烦你通报一下 员工不敢怠慢 连忙转身走进去 很快 员工就走了出来 跟着走出来的是一个大富贤贤的中年男子 他看到叶晨先是一愣 因为叶晨太年轻了 不过一想到大买卖 还是笑道 哎呀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我是红运物流的老板苏武德 这位先生 贵姓啊 苏武德 死神张也传来的消息中 苏子双的父亲 就叫这个名字 看来 没找错 我叫叶晨 叶晨看了一眼苏武德 说道 你就是苏子双的父亲 原本满脸笑容的苏武德 听到叶晨的话 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脸色冷了下来 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找错人了 走走走 快走 别妨碍我做生意 真是晦气 叶晨微微一愣 他没有想到 苏武德竟然反应这么大 要知道 以死神张也的能力 绝对是不可能查到错人的 任何传到叶晨耳朵里的消息 那绝对都是经过证实的 所以 眼前的苏武德 绝对就是苏子双的父亲 可他为什么要否认呢 叶晨淡淡地说道 我不会找错人的 你就是苏子双的父亲 为什么不承认 这话一出 苏武德脸上 顿时出现一丝慌张的神情 他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说你找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更不认识什么苏子双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喊人了 叶晨自然不可能走 这些年 他内心一直憋着一口气 高中毕业之后 叶晨就去了海外 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黑暗时光 那时候 唯一陪着他的人就是苏子双 可以说 苏子双对叶晨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 更重要的是 苏子双当年一直跟着叶晨 虽然 他的天赋 没有叶晨那般妖孽 可实力也已经达到了宗师境界 只不过是回了一趟龙国 就死了 叶晨自然要将害死苏子双的人 全部找出来 统统杀了 给苏子双报仇 眼前的苏武德 很明显肯定知道一些内情 叶晨深吸一口气 他并不着急 而是缓步走到老板椅上坐了下来 语气淡然地说道 放心 我有时间等你开口 看到这一幕 苏武德顿时怒了 他对着门外几个壮汉挥挥手 顿时 几个壮汉冲了进来 老板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来闹事 靠 赶来我们这里闹事 不要命了吗 是不是这小子 老板 我们谢了他 苏武德语气冰冷地看着叶晨 说道 小子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我可以当你没来过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叶晨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 告诉我 苏子双是怎么死的 苏武德见叶晨软硬不吃 直接就怒了 吼道 马达 你小子油盐不尽 看你是想找死 给我上 弄死他 叶晨冷笑道 我劝你 别逼我杀人 苏武德轻哼一声 道 你算什么东西 敢威胁我 等会打断你的腿 你就知道 什么叫跪地求饶了 说着 苏武德一挥手 顿时 几个壮汉就朝着叶晨冲过去 叶晨看着最快冲上来的壮汉 不由地叹了口气 自语道 这是你们逼我的 叶晨眼神一凝 单手一拍 哼 冲在最前面的壮汉身子猛然停住 他距离叶晨 还有将近一米的距离 叶晨的巴掌 明明没有拍到他 可庞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的脑袋 震得当场爆成血污 身子僵硬地往后倒去 一瞬间 办公室内瞬间安静了 剩下的几个壮汉 看到这一幕 彻底地被吓傻了 浑身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卧槽 这是什么鬼 一巴掌直接隔空轰爆了 恐怖 太恐怖了 苏武德哪里还有刚刚叫嚣的样子 他被吓得神情呆滞 直接就尿了 武道高手 这叶晨竟然是个武道高手 苏武德虽然自己是个普通人 可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让他见识过那些武道高手的厉害 这在他心里是绝对不能得罪的 甚至 当初苏子双得罪了武道高手 他才会抛弃了这个女儿 甚至到现在都不敢提起自己这个女儿 就是因为害怕武道高手的报复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 他再次遭遇了 让他无比恐惧的武道高手 叶晨眼神冰冷地说道 现在 能好好谈谈了吗 普通 苏武德哪里敢说一个不字 连忙跪在地上 哀求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知道 您既然是一位武道高手 求求你别杀我 叶晨扫过那几个已经被吓傻的壮汉 低声喝道 你们几个滚出去 把门带上 那几个壮汉如蒙大射 连忙飞奔地逃了出去 只剩下苏武德瑟瑟发抖 你 为什么不认你的女儿苏子双 叶晨冷冷地问道 苏武德瑟瑟发抖地说道 不是我不认 而是我不敢认 当年 紫双的生母 也就是我的结发妻子意外死亡 我就娶过了一个老婆 紫双觉得我背叛了她的母亲 一气之下 就去了海外 我们好多年都没有见过 直到四年前 紫双突然回家了一趟 我本想着 我们一家人能团聚了 可没有想到 紫双却得罪人了 得罪了什么人 叶晨冷冷地问道 这 苏武德低下头 额头上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思考片刻之后 说道 您还是别问了 他们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一旦被他们知道 我说了他们的事情 会死的呀 叶晨眯着眼睛 喝道 那好 现在你要么就选择说 要么就选择立刻死 苏武德下的瑟瑟发抖 惊恐地吼道 你这是在逼我吗 你是武道高手没错 可他们的实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他们之中可是有宗师 甚至宗师只不过是 他们中最弱的存在 当年苏子双 就已经给我带来了 无尽的麻烦 现在你又来 我真后悔 当年怎么生了 这么一个惹祸惊 叶晨闻言 眼神一宁 身形忽然一闪 他探出右手 一下就掐住了苏武德的脖子 他能感受出来 这个苏武德 根本就不喜欢自己这个女儿 他们的妇女关系 肯定没有苏武德 说的这么简单 难怪 苏子双到死 也从未提及过苏武德 他真是不配为人父 叶晨浑身力气 说道 说还是死 苏武德此刻感受到 一种极致的呼吸困难 他害怕了 他知道 如果他再不开口的话 恐怕叶晨真的会杀了他 就在苏武德要 失去意识的时候 求生欲望 让他疯狂地挣扎起来 云成苏家 当年就是苏良成威胁我的老婆 给子双下来要 下药 叶晨眼神一阵冰冷 以他对苏子双的了解 绝对不可能轻易被人杀死 因为苏子双 不仅是一个宗师级的武道高手 更重要的是 叶晨曾经教过他 暗杀 搏杀 刺杀 隐匿的技巧 就算遇到打不过的对手 想要安全逃走 是绝对没问题的 如果不是被下药 恐怕苏子双也不会死 叶晨在这一瞬间 语气森然地说道 带着你的家人 从云城消失 再让我看到你们 我会让你们活着 比死了还难受 叶晨像是丢拉机一般 直接将苏武德丢在地上 苏武德连滚带爬 无比恐惧地逃走了 叶晨眼神中 犯起一丝杀意 终于查到了有用的线索了 苏家苏良成 我会亲自送你们苏家人 下地狱给苏子双陪葬 让苏武德滚了之后 叶晨就拿出手机 给邢正雄打了一个电话 说有事找邢正雄帮忙 邢正雄很客气地说 要请叶晨吃饭 边吃边聊 叶晨也给了这个面子 很快 叶晨就来到了 邢正雄订的饭店 刚走到门口 邢正雄就大笑着走过来 公声道 叶神医 您可是来了 我这是一顿好等了 叶晨淡淡地说道 是我有事找你 邢正雄笑道 一样一样 叶神医的事 不就是我的事吗 跟着邢正雄来到包厢 叶晨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帮我查个人 红韵物流的老板苏武德 邢正雄点头道 这简单 叶神医想要做什么 叶晨道 派几个人给我盯着 不能让他们过安生日子 我要他们一辈子 都活在恐惧和忏悔之中 这点事 对于邢正雄来说 压根不算什么 他自然满口答应 哎 就这点事 放心吧 叶神医开口了 我保证让他们每天都忏悔 叶晨点头道 嗯 另外 还想问你一件事 邢正雄疑惑道 什么事 叶晨道 知道苏良辰吗 听到这个名字 邢正雄脸色一变 他连忙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没人之后 小声地说道 叶神医 苏良辰我当然知道 来是云城苏家的大少爷 当当您说的苏武德 不会是苏家人吧 邢正雄有些后悔 当当答应得太早了 如果这个苏武德是苏家人 那他哪里有胆子得罪 叶晨轻笑一声 道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问你认不认识苏良辰 是因为想要了解一下 苏家是什么实力 邢正雄顿时松了一口气 说道 这样啊 这个苏家非常厉害 听说苏良辰乃是一个舞蹈高手 更是达到了宗师境界 可以说是云城年轻一代的天骄 貌昧问一句 叶神医和苏家是 叶晨一笑 道 死敌 扑通 邢正雄直接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叶晨眉头一皱 略微讽刺地说道 你好歹也是云城大半个地下世界的大佬 看把你吓成什么德性了 邢正雄苦笑道 叶晨一 这您就不懂了 我虽然掌管了云城大半个地下世界 面对那些普通人 甚至是富豪我也不会有任何害怕 可苏家不一样 他们可是舞蹈世家 他们想要灭我 恐怕一直手都能弄死我 能不怕吗 叶晨清笑道 呵呵 等我灭了苏家 你就不怕了 邢正雄身子猛然颤抖 瞪大眼睛 没听错吧 灭了苏家 这玩笑开大了 要知道 苏家可是有着上千年的底蕴 苏良辰虽然是天骄 达到了宗师境界 可苏家真正厉害的 却是苏家家主 还有他们强大的实力 整个云城 恐怕也没有人敢说 自己能灭了苏家吧 虽然 邢正雄知道 叶晨能力不小 就连骆明成 赵云海 还有他自己都佩服不已 可他们这些人 看起来在云城混得好像风生水起 可终究是普通人 他们只是被推到表面的棋子罢了 云城真正强大的 就是像苏家 天武阁这种真正的武道势力 邢正雄下的连忙劝说道 叶神医 您可千万不能乱说话 这话要是传出去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叶晨轻哼一声 说道 这就怕了 真是没出现 邢正雄背对得哑口无言 说实话 他很佩服叶晨的医术 内心是打心眼里 想要结交叶晨 可现在却发现 叶晨还是太狂妄了 竟然不将武道世家放在眼里 这无异于找死 一时间 邢正雄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如果叶晨和苏家 真的是死敌 那他该怎么办 他可没有什么能力 能帮得上叶晨 甚至很可能会被叶晨连累 到时候 一旦苏家发怒 那对于邢正雄来说 就绝对是灭顶之灾 虽然内心这样想 可表面上 邢正雄却还是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招呼着叶晨吃饭 就在这时 包厢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 天舞阁办事 无关人等 速速撤离 随后 一群人从外面冲进了饭店 所有人一听是天舞阁的人 顿时都吓得连忙跑出去 在云城 天舞阁那可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几乎没有人敢得罪 邢正雄也听到了这句话 他心里清楚 这是天舞阁在清场 天舞阁也是一个武道势力 他们不会轻易对普通人出手 所以 每次要办事的时候 都会先清场 如果清场了你还不离开 那么只能生死由天了 邢正雄看向叶晨 说道 叶神医 外面 好像是天舞阁在清场 我们也先去避避风头吧 小心被误伤了 叶晨闻言 依旧坐在桌前 淡淡地开口道 不用 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听到叶晨的话 邢正雄顿时吓得腿软了 什么 冲着叶晨来的 刚刚他才知道 叶晨和武道世家 苏家是死敌 现在又来了个天舞阁 这你把 要疯了呀 邢正雄活了大半辈子 也从未和这两个强大的武道势力 正面起过冲突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可现在 天舞阁直接就找上门来了 还是冲着叶晨来的 这 这邢正雄正恐惧万分的时候 忽然包厢的门 被人一脚踹开 一群黑衣人冲了进来 领头的人扫过包厢内的两人 指着叶晨说道 就是这小子 邢正雄此刻 只感到浑身 忍不住一阵颤抖 他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可现在面对的 那是天舞阁呀 竟然真的是 冲着叶晨来的 他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叶晨虽然医术不错 可这在天舞阁面前 根本算不上什么 为什么天舞阁 会为了一个叶晨心事动众 行政雄看去 果然 天舞阁的宗师林天舞 就站在面前 他旁边就是天舞阁的管家洪三 小子 听说 你得到了一个项链 告诉我 哪里来的 林天舞眯着眼睛 自从洪三回来之后 将碰到项链的事情 和他一说 他瞬间就感觉到 事情不简单 仅仅凭借一条项链的气息 就能让洪三感到害怕 恐怕制作这项链的人 实力超越了宗师境 见叶晨不说话 洪三黑着脸 喝道 小子 我们阁主和你说话 你当做没听见吗 是不是想要找死 天舞阁行事 向来霸道 在云城 几乎没有人敢无视天舞阁的人 更何况 现在是天舞阁阁主亲自出马 行政雄看到这一幕 虽然害怕 可还是上前 林阁主 我是行政雄 这位叶先生是我的朋友 能不能给我个薄面 不要为难他 叶晨微微一愣 他倒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行政雄会站出来帮他说话 不过 行政雄在普通人面前 有着很大的威慑力 可在天舞阁面前 还不够资格 林天舞浑身气势一散 碰 行政雄整个人 就被这股气势镇压的跪在地上 林天舞乃是宗师境界的强者 可以说 已经超越了普通人太多 在宗师面前 普通人就宛若是蝼蚁 是他们可以随意碾压的废渣 甚至他随手镇压了行政雄 也不会有丝毫的感觉 林天舞冷冷地看着行政雄 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给你面子 行政雄直接吓得瑟瑟发抖 面对一个宗师级别的强者 他敢站出来说句话 都已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 原本 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云城 大半个地下世界 多少能有点面子 可现在看来 他的面子 还真的是不太够 林天舞的气势疯狂爆发 他甚至不用动手 直接依靠气势 就能够碾压行政雄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行政雄要死的时候 放了他 然后滚 一道冰冷的呵斥声响起 顿时 天舞阁的所有人 都不由得震惊了 目光瞬间焦距在 叶辰的身上 什么鬼 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吗 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口 而且是让林天舞滚出去 他难道不知道 林天舞是什么身份吗 一时间 所有天舞阁的人 都怒视叶辰 操 小子 你说什么 敢这么和我们阁主说话 你是不要命了吗 我们天舞阁 是你能惹的 兄弟们 直接把这小子乱刀砍死 看他还嚣张 叶辰丝毫没有将这些人的威胁 放在眼里 他缓缓地站起来 一伸手 就将跪在地上的行政雄 扶了起来 语气淡然地说道 以后 你除了我 谁都可以不用跪 这是我赋予你的权利 这话一出 不仅行政雄惊呆了 就连天舞阁的那群人 也同样惊呆了 行政雄连忙说道 叶神一 天舞阁的人太强了 你还是先走吧 不然 后果真的很严重 叶辰淡一笑 说道 放心 交给我来解决 说着 叶辰就走到林天舞面前 眼神中透出一丝冷冽 你 跪下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随后 众人都忍不住爆发出一道哄笑声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他竟然要我们阁主跪下 这小子 脑子被门家了吗 竟然羞辱我们阁主 我看他必死无疑 真是搞笑 我们天舞阁在云城是什么地位 轮得到他来要武扬威吗 红三眼神一冷 高声喝道 兄弟们 这小子敢辱没我们天舞阁 弄死他 一瞬间 所有天舞阁的弟子都朝着叶辰冲过去 这些天舞阁的弟子可都不是凡人 几乎每一个都是武道高手 虽然只是内境境界还没达到宗师 可这么多武道高手汇聚在一起 也是十分恐怖的 行政雄此刻都已经吓傻了 就在这时 叶辰眼神透出一丝灵力的金光 看着冲上来的天舞阁弟子 他轻哼一声 一拳轰出 庞博的气势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威势 哼 一拳之下 直接杀出一条血路 拳风突进的方向仿佛开天辟地一般 所有天舞阁的弟子都瞬间被轰成了血雾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惊了 卧槽 好强 行政雄更是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他一直都知道 叶辰医术很厉害 可万万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也是一个武道高手 这一下 林天舞彻底地怒了 他狂吼道 小子 你竟然敢杀我天舞阁的人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去死吧 林天舞身形一闪 整个人出现在叶辰面前 他一拳轰出 夹杂着无尽恐怖的威势 想要一拳彻底轰杀叶辰 然而 叶辰却看都没有看林天舞一眼 直接一巴掌扇了出去 啪 瞬间 身为宗师的林天舞 仿佛是受到了无法抵抗的距离一般 整个人直接被叶辰山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这一刻 整个包厢内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 无比震惊 开什么玩笑 林天舞那可是天舞阁的阁主 本身也是一个宗师境界的强者 在云城 无论是谁 见到林天舞 那都得退避三社 不敢得罪 现在 这么强大人 竟然被叶辰一巴掌给拍飞了 没看错吧 行政雄内心可以说是 最翻天覆地的那一个 叶辰的强大 已经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一刻 他突然无比庆幸 在林天舞找上门的那一刻 他是硬着头皮 给叶辰说情 而不是二话不说 就和叶辰撇清关系的那个人 原来 叶辰才是真正的强者啊 叶辰此刻 缓步走到林天舞面前 语气冰冷地说道 现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林天舞此刻已经吓傻了 他连忙爬起来 跪在地上 疯狂地磕头道 不知大宗师驾铃 无意得罪 还请大宗师宽宏大量 原谅我 什么 大宗师 叶辰竟然是个大宗师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惊呆了 叶辰冷着脸看向林天舞 刚想说话 却接到了沐清雪电话 姐夫 你快点回隐龙山庄一趟 出大事了 叶辰看了一眼行政雄 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 你来处理 我有事要先走 行政雄此时彻底的震惊了 他见叶辰直接离开 只能盲目地点点头 林天舞内心无比震惊 刚刚叶辰一出手 他就清楚 叶辰的强大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想象 他可是宗师境界的强者 竟然差点被叶辰一巴掌拍死 他几乎完全可以确定 叶辰的实力 绝对超过他太多了 很有可能是半步大宗师 甚至已经达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要知道 整个云城 恐怕也找不出几个 突破到大宗师境界的存在 此时 行政雄面对林天舞 内心还是有一些恐惧的 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时候 林天舞却从地上爬起来 无比热情地握住行政雄的手 说道 行兄 之前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叶绍和你 我给你道歉 还请行兄千万不要和我计较 如果你还生气 我给你嗑一个 行政雄连忙拦住林天舞 开什么玩笑 让一个宗师境界的强者给他磕头 他何德何能 一时间 行政雄对叶辰的强大 再一次清晰起来 要知道 林天舞可是一位宗师 以前行政雄要是碰到他 恐怕连和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可现在 仅仅因为他和叶辰的关系 林天舞不仅亲自给他道歉 甚至还要给他磕一个 这让行政雄 顿时感到前所有为的豪气顿声 他看了一眼林天舞 说道 林阁主 哪里敢让你给我磕 我又哪里有资格在林阁主面前多嘴 林天舞微微一愣 不过随后便露出一点笑意 说道 行兄 这话就见外了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对了 你和叶绍是行政雄眼睛一转 连忙说道 我不过是叶绍的一条狗 林天舞却丝毫没有任何鄙夷 反而内心无比的震惊 要知道 他现在初步猜测 叶辰乃是一个大宗师 在叶辰这个年纪 能成为大宗师 那绝对算得上是天骄 哪怕在整个龙国 也绝对能排得上号 本身作为宗师 林天舞太了解 五道一图 就是逆天行 哪怕天赋再好 身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 是绝对不可能在如此年纪 就达到这么高的成就的 面对一个背后 有天大势力的年轻大宗师 就算当一条狗 那也是一种兴神 至少 若是叶辰大宗师的身份宣扬出去 云成绝大多数的势力 都需要对行政雄点头哈腰 林天舞自认为自己眼光很好 如果能攀上叶辰 那他领五阁 恐怕就不仅仅只能蜗居在云城了 他淡淡一笑 说道 行兄说笑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个面子 我想请行兄吃个饭 行政雄内心无比的兴奋 他无比庆幸 刚刚在关键时刻 他勇于站出来 替叶辰说话 现在 他获得了回报 而且 恐怕是原本他这辈子 难以企及的回报 叶辰没有理会林天舞 说实话 林天舞虽然是个宗师 但还不足以入叶辰的眼 他拿出手机 发了个消息 给死神张也 让他查一查云城苏家的情况 以死神张也的能力 恐怕很快就能够查到消息 随后 叶辰就回到了引龙山庄 沐清雪打电话来的时候 语气非常焦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危险 毕竟 引龙山庄的安保防护 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快 叶辰就回到引龙山庄 一进门 叶辰就傻眼了 因为 他看到沐伯和赵兰一家人 竟然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坐在大厅里 沐清雪正满脸无奈地 坐在一边抹着眼泪 显然 是被气得不轻 叶辰眉头一皱 扫过众人 最终看向沐婉晴 说道 沐婉晴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沐婉晴一愣 刚想说话 赵兰却直接抢过话 说道 叶辰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们一家人 要入住引龙山庄 你现在可以搬出去了 叶辰被赵兰这种 莫名的自信给逗笑了 他无语地说道 我发现你是真的不要脸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沐婉晴一声 说道 谁不要脸 谁可笑了 你以为你是谁 要不是你缠着我们 晴雪不放 你以为你能住进 这么高档的地方吗 沐清雪直接无语了 说道 爸妈 你们能不能不要 这么无理取闹 这庄园本来就是姐夫的 沐清雪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赵兰直接像是个泼妇一般 坐在地上嚎啕起来 哎呦 我真是养了的好女儿啊 胳膊转往外拐 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连爹妈都不要了 你现在是星辰集团的总裁 住这么好的房子 还想要把房子送给外人 宁愿让外人住 也不让自己的爹妈住 我好心痛啊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你们别拦我 说着 赵兰就要往墙上撞去 看到这一幕 沐婉晴连忙上前拉住赵兰 说道 妈 你别这样 冷静一点可以吗 赵兰哭着喊道 我怎么冷静 从小一把屎一把尿 把她拉扯大 现在 她却站在夜城这个废物那边 你叫我还怎么活 沐婉晴看着满脸无语的沐清雪 喊道 清雪 你看你把妈气成什么样了 夜城看着这一家人 无理取闹的样子 实在是觉得可笑 她冷着脸 说道 行了 别演了 演技这么好 怎么不去好莱坞 不管你们说什么 反正 绝对不可能让你们住在这里 赵兰轻哼一声 说道 夜城 你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夜城冷冷地说道 这是我家 我怎么不能说话 就在这时候 忽然 穆飞从二楼跑了下来 她手中拿着一个房本 指着夜城大怒道 你的房子 夜城 你还真是不要脸 看头找到了什么 引龙山庄的房本 上面写的 就是我二姐的名字 穆清雪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众人都跑过去 放开房本一看 果然 上面写着房主的名字 正是穆清雪 夜城也是微微一愣 当初奇猛送她房子的时候 过户什么的 都是穆清雪一手去做的 夜城也没有在意过 她疑惑地转过头 看向穆清雪 穆清雪害怕被夜城误会 连忙解释起来 原来 之所以这引龙山庄 会在穆清雪的名下 是因为夜城的身份 以奇猛的身份 在龙国根本查不到 导致过户的时候 没办法过户到夜城的名下 当时穆清雪打电话 问过夜城 夜城只是随口 就将引龙山庄 过户在了穆清雪的名下 对于夜城来说 不过是一座庄园 别说区区引龙山庄 夜城在海外各地 都有价值昂贵的庄园 甚至她还拥有一座 英国女皇赠送的 全球最奢华古堡 自然不可能将引龙庄园 真正放在心上 只是 没想到 随手为之的事情 却像是被穆家人 抓到了什么把柄一般 果然 下一刻 穆薄和赵兰两人都振奋起来 看到没有 户主的名字是秦雪 夜城你真是不要脸啊 竟然还敢说 这是你的庄园 你到底 给我们秦雪下了什么药 让他这么护着你 现在房本都在这里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看到房本之后 穆薄和赵兰都开始向夜城发难 之前就认为 夜城是厚着脸皮才住进来的 看到房本上的名字 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穆婉晴也是叹了口气 他冷漠地看着夜城 之前夜城信誓旦旦地说 这庄园是他的 穆婉晴还有一丝相信 可现在 他才发现 夜城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 他多于去相信夜城 失望 太失望了 夜城越是想要用别人的好心 荡成自己炫耀的资本 只会越让穆婉晴觉得可笑 穆飞凑过来 笑道 姐 看到没有 夜城永远都苟改不了吃屎 幸好你和他离婚了 像这么无耻的人 还真是少见啊 就在夜城想要对回去的时候 忽然 穆家老夫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笑呵呵地说道 不错 这房子不错 说完 他又走到夜城面前 疑惑道 乖孙啊 我听婉晴他们说 你要接奶奶到这里住 夜城用眼睛扫过众人 笑道 是啊 奶奶 我和秦雪想接奶奶一个人住过来 夜城将一个人三个字念得很重 就是说给穆博他们几个听的 赵兰却笑道 妈 问他干什么 这山庄可是秦雪名下的 也属于我们穆家的 他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决定 老夫人脸色冷了下来 呵斥道 赵兰 我和你说了几次了 既然夜城和婉晴结婚了 那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分你我干什么 大家在一起 要和和睦睦的 说着 老夫人看向夜城 问道 夜城 你说是不是 别怕 有奶奶在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夜城看着奶奶 护着她的样子 不由的心软下来 笑道 是 奶奶说的很对 老夫人满意的点头道 那老这把老骨头 这次也算是拖了尘儿乖孙的福喽 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想当年说二他曾经也说过 要让我住上 老夫人的话说了一半 忽然意识到什么 直接闭上了嘴巴 穆婉晴好奇的问道 奶奶 你刚刚说的是谁 刷 哪个刷 这话一出 夜城顿时双眼猛地争大 刷 奶奶口中的刷 就是苏子双 奶奶说的很顺口 肯定和苏子双是老相识 只不过似乎是害怕什么 所以一直绝口不提 听到穆婉晴的问话 奶奶连连摇头 否认道 没有没有 你听错了 我不认识什么刷 好了 尘儿答应了 以后我们都住在这里 一家人 要在一起才热闹吗 奶奶还不知道 夜城和穆婉晴离婚的事情 因为年纪太大 大家害怕奶奶受到太大的打击 于是都很默契地隐瞒了下来 夜城虽然很不爽 穆家人 不过碍于奶奶的面子 她也只能硬了下来 她扫过穆薄等人 说道 既然奶奶开口了 那你们就住下 不过我警告你们 都守规矩 不然就自己滚蛋 说完 夜城想要打听一下 关于苏子双的事情 于是扶着奶奶 笑道 奶奶 我带你去后面的花园逛一逛吧 两人就单独走了出去 看着夜城离开 赵兰气得满脸通红 她指着夜城的背影 气急败坏地说道 看到没有 她还这么嚣张 竟然还敢说 让我们滚蛋 真是反了天了 穆飞也说道 哼 以前她吃我们穆家的软饭 现在还是吃我们穆家的软饭 我倒想看看 是谁把谁赶出去 等她流落街头 我看她还怎么嚣张 穆清雪看着自己家人的嘴脸 不由地感到一阵的无奈 说实话 这山庄虽然是在她的名下 可这本来就是属于夜城的 穆薄这时候 走到穆清雪身边 笑着说道 秦雪啊 以前是爸不对 现在你是新城集团的总裁 又有了这么大的山庄 就不要生爸的气了 我们一家人血浓于水 以后把夜城赶出去之后 我们一起让穆家 成为云城最强大的家族 穆清雪轻叹一口气 说道 爸 妈 还有大姐 我觉得 你们真的要对姐夫好一点 话还没说完 就被赵兰直接打断道 行了 这个时候别提夜城 多会气 秦雪啊 你还年轻 容易被夜城这样的狡诈之徒洗脑 好了 你要觉得自己是穆家人 就别再提那个晦气的家伙 穆清雪听着赵兰的奇葩言论 也被气得不行 他气呼呼地跺脚 你们会后悔的 说完 穆清雪转身就气呼呼地走掉了 穆薄和赵兰压根不在意 住进了引龙山庄 他们终于开心了 与此同时 夜城却没有心思去理会这群人 他扶着奶奶走在花园中 奶奶笑呵呵地看着周围的鲜花 笑道 这里的花可真漂亮 以前我就想种上一院子的花 可惜一直没机会 夜城笑道 奶奶要是喜欢 回头我让人多重点 奶奶笑道 不用这么麻烦 夜城愁愁片刻 终于开口问道 对了 奶奶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你刚刚说的双 是苏子双吗 他和穆家是什么关系 这话一出 刚刚还满脸笑容的奶奶 忽然脸上的笑容 就消失无踪了 奶奶愣神了片刻 才开口说道 尘儿 你听错了 奶奶没说过什么双 更不认识什么苏子双 这件事你不要再问了 夜城眉头一皱 他能感觉到 奶奶必定认识苏子双 只不过迫于什么压力 让他害怕的 不敢提起这个名字 而且 刚刚奶奶说漏嘴的时候 说双儿 也曾经想买个 引龙山庄这样的豪宅给他 说明 奶奶和苏子双的关系 应该非常好才对 可为什么奶奶不敢提结 夜城不甘心地问道 奶奶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奶奶脸色冷了下来 说道 夜城 从现在开始 你不准再问这件事 如果你再问 那奶奶现在就搬走 记住 不仅不能问我 更不能在外面提起苏子双 这个名字 懂了吗 看到奶奶坚定且生气的面容 夜城不由地叹了口气 看来关于苏子双被杀的事 恐怕后面 有着极为复杂的势力 否则不可能会让奶奶如此害怕 夜城也没有逼迫奶奶 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云城苏家 同样姓苏 那这个苏家和苏武德 还有苏子双 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夜城感受到了死神张也的气息 他安顿好奶奶之后 就来到了二楼 死神张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夜城身后 主人 您吩咐 我查的苏家有结果了 夜城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如何 死神张也露出一丝担忧 这个苏家和苏子双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同样姓苏 不过 我查到当年苏小姐被追杀之后 就是这个苏家 亲自去了云城几个家族 威胁任何人 不得提起苏子双这个名字 围着杀无赦 夜城闻言顿时明白过来 无论是吴武德还是穆家 恐怕都受到了苏家的威胁 毕竟 云城苏家可是武道世家 他们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抗 难怪连穆婉秦他们 都没有听说过苏子双 恐怕唯有穆家老夫人 和已经死去的老太爷 才知道苏子双了 既然是苏家威胁的 那么这个苏家必然知道 关于苏子双被追杀的细节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冷冷的杀意 既然如此 那就去一趟苏家 无论苏家有没有 直接参与追杀苏子双的事情 夜城都要去问得清楚 苏家脱不了干系 苏家作为云城四大武道世家之一 其整体实力 必天武格要强太多了 天武格零天武 是达到宗师之后 才创建的天武格 可苏家不一样 苏家可是正正经经 有着数百年底蕴的武道世家 特别是苏家的家主苏天花 不仅武道实力通天 在云城的势力更是盘根错节 作为四大家族之一 苏家在所有人内心 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存在 人分三六九等 小牧家牧婉晴这样赚了点小钱 身价过异的 只不过是云城之中的小喽啰 根本翻不起风浪 牧家顶多就算是一个不入流的家族 在上一层 比如行政雄 洛明成 赵云海这类 属于普通人中巅峰的存在 他们掌控着普通人的命运 拥有着巨额的财富 紧接着便是天武格这种武道势力 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巨额的财富 无与伦比的人脉 甚至连那些富豪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形式 实力就是一切 而苏家就是比天武格更强的存在 他们掌控着云城所有人的命运 甚至一句话 就能让任何像是洛明成 赵云海这些富豪人间蒸发 很快 叶辰就来到了苏家庄园 这里不仅景色好 而且庄园周围都有人在护卫 重要的是 这些护卫可不是普通保镖 每一个都是真正的武道高手 在外面被人膜拜的武道高手 在苏家却仅仅只能充当护卫 可见苏家的权势有多强 叶辰走到庄园门口 就被其中一个护卫给拦住了 护卫怒斥道 什么人 干什么的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竟然敢擅闯 不要命了吗 叶辰淡淡地说道 我找人 护卫怒道 找人 你来错地方了 这里没有 你要找的人 立刻滚蛋 不然要你好看 叶辰脸色一冷 浑身气势爆发出来 狂暴的气势 直接将这个护卫轰飞出去 随后 暴怒喝了一声 苏天花 滚出来跪地迎接 否则 今日灭你苏家 叶辰暴怒的声音 宛如滚滚天雷 在苏家的上空荡漾开来 一瞬间 整个苏家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可是苏家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来苏家闹事 可现在 竟然有这么一个不长眼的家伙 不仅来闹事 竟然还要苏家家主苏天花跪地迎接 他怎么敢的 很快 苏家的所有护卫集结起来 苏家大少苏良辰满脸怒意的 直接冲了出来 看到门口的叶辰 顿时傻眼了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家伙 如此大胆 苏良辰怒视叶辰 喝道 小子 你找死吗 敢在苏家直呼我父亲的大名 我看 你是厕所里点灯 找死 对于苏良辰来说 他根本就没有把叶辰放在眼里 开什么玩笑 苏家的武道护卫就有近百个 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强者 另外 苏良辰自己就是半步宗师强者 在他看来 叶辰赶来苏家闹事 就是自掘坟墓罢了 别说叶辰是一个人来的 就算是云成其他三大家族 也未必敢单独来挑衅苏家 叶辰眼神微微眯起 我说了 让苏天花出来跪地迎接 没听到吗 苏良辰冷笑一声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爷爷给你下跪 你这是脑壳坏掉了 我看是应该你给我们下跪谢罪 凭什么 叶辰眼神逐渐的妖卑起来 他冷漠的看着苏良辰 你问我凭什么 那好 我告诉你 凭我的拳头 不知道苏天花那把老骨头 能否挡得住我一拳 说吧 叶辰身形忽然一闪 直接朝着苏家大门冲了过去 听到叶辰的话 所有苏家人都震惊了 这小子 简直太狂妄了 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见叶辰从来 苏良辰大吼一声 拳都给我上 杀了他 让他知道 在我苏家闹事的下场 苏良辰眯着 傲然地看着叶辰 他仿佛已经看到 叶辰被几十个舞蹈高手 轰杀的场面 开什么玩笑 这些苏家护卫 可全都是精英 他们合力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极为恐怖的 哪怕是宗师强者来了 也不敢硬抗 如此多的舞蹈高手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么多年 哪怕苏家得罪的人再多 也不敢有人轻易 来苏家庄园挑衅 恐怕 只有叶辰这个愣头青 才刚做如此无知的事情吧 不过 一人做事一人当 叶辰既然敢挑衅苏家 那么死亡就是他唯一的下场 然而 这个想法才刚刚出现 苏良辰就看到 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 叶辰整个人宛若一颗人形炮弹 速度快到了极致 冲过去想要拦住叶辰的那些舞蹈高手 还没来得及靠近叶辰 就被叶辰的气势掀翻 轰轰轰一道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那些舞蹈高手的身子 赫然一个个的倒飞出去 紧紧眨眼之间 叶辰就出现在了苏良辰的面前 苏良辰整个人愣在原地 身子忍不住的颤抖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这可是几十个舞蹈级别的护卫啊 就算是宗师 面对几十个舞蹈高手 都得退避三射吧 可叶辰呢 仅仅用气势 就将苏家的护卫 全部震飞出去 这得有多强 叶辰冷漠的看着苏良辰 语气冰冷的说道 现在 知道我凭什么了吗 苏良辰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他额头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紧紧叶辰的气势 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 恐怕 叶辰只需要一招 就能够让他伸手一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住手 何人敢让我苏家闹事 门内 苏家家主苏天花 带着几个宗师境界的强者走了出来 看到苏天花 苏良辰连忙一股脑地跑了过去 大喊道 爷爷 救命 那小子来我们苏家闹事 还将我们苏家的护卫 全部打趴下了 他 他还想杀我 心中狠狠一惊 能够将苏家护卫全部打趴下 这个年轻人怕是不一般 苏天花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开口道 听说 你找我 叶辰道 你就是苏天花 苏天花点头道 没错 你我似乎素不相识 找我何事 苏天花并没有冲动 他想要试探一下叶辰的来历 如果叶辰没什么背景 那赶来苏家闹事 他必定出手击杀 叶辰却冷冷地开口 我刚刚说 让你出来跪地迎接 难道没听见 什么 听到叶辰的话 所有人都震惊了 刚刚叶辰的确说过这句话 可众人都以为 叶辰只是过于狂妄 想要逼迫苏天花出来相见 没想到 他现在竟然敢当着苏天花的面 让他下跪迎接 这是何等的狂妄 一时间 苏家人都彻底地怒了 苏天花代表的就是苏家的脸面 叶辰让他下跪迎接 岂不是将苏家的脸面 踩在地上摩擦 混账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不知所谓 我看你是找死 敢羞辱我们家主 我要你狗命 两道暴和声传来 苏家人顿时大喜 这两人就站在苏天花旁边 买是苏天花的左右护法 在苏家有着极高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都是真正的宗师级别强者 左右护法见叶辰敢让苏天花下跪 直接暴怒 两人同时身形一闪 朝着叶辰杀了过去 势必要让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子付出代价 苏天花并没有阻拦 他脸色也非常难看 显然很生气 自从成为云城苏家家主之后 不知道已经有多久 没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了 今天如果不教训叶辰 那让云城其他势力 怎么看他 今天叶辰不死 那他苏天花 恐怕就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苏良辰有些担心 他刚刚见识了叶辰的实力 连忙开口道 爷爷 那小子很强 苏天花却淡淡一笑 说道 能有多强 让你二爷三爷 先教训那小子一顿 不然都让人以为 我苏家是个人都能来踩一脚了 苏良辰急了 说道 不是他想要阻止 然而却已经来不及了 二爷三爷 已经冲到了叶辰面前 小子 我要你狗命 让你知道得罪苏家的下场 两道身影传来 狂暴的气息瞬间倾气而下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辰要完蛋的时候 叶辰却轻哼一声 整个人宛如鬼魅一般 在消失在原地 众人猛的一愣 人呢 怎么原地消失了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 二爷和三爷 就感受到一股 让他们毛骨悚然的威压传来 猛地转头 就看到两道拳影袭来 哄 哄 两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二爷和三爷 几乎在同一时间 就疯狂地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地上 再看去 两个宗师强者的胸口 都直接凹陷下去 哼起了两声 两人几乎同时倒地 蹊跷流血 什么 这一幕 直接让在场的所有苏家人 彻底地惊呆了 什么鬼 那可是两个宗师级别的强者 宗师 在云城绝对是横着走的存在 就比如天舞阁的林天舞 他就是宗师境界 已经达到了 能够自己创造一个强大势力的存在 可以说 只要任何一个普通世家 拥有了一个宗师级别的强者 都能一跃成为云城顶尖豪门 现在 两个宗师同时出手 却被夜晨两拳打飞出去 恐怖 太恐怖了 所有人瞪大眼睛看着夜晨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 为什么会这么强 一时间 苏家没有人敢说话 包括苏天花 所有人都明白 他们踢到铁板了 而且很可能 是用天外陨石打造的超强铁板 场面安静到了极致 所有人都感觉到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已经僵至冰点 什么时候 宗师都变得这么不堪一击了 苏良辰不敢 和夜晨对视 他刚刚明明想要阻止 可却来不及 这下好了 苏家 两大宗师强者 直接被废了 苏家实力一落千丈 云成其他三大世家 绞尽脑汁都没干成的事情 被夜晨轻松两拳做到了 苏天花此刻真是欲哭无泪 他打死也没有想到 夜晨年纪轻轻 竟然已经达到了 大宗师的境界 别说小小的云成 放眼整个龙国 能在这个年纪 达到大宗师境界的 无疑不是天骄级别的存在 他要是早知道 夜晨是大宗师 恐怕直接就跪地迎接了 哪里还敢挑衅 此时 夜晨的眼神扫了过来 苏天花浑身一阵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恭敬地说道 不知大宗师驾铃 苏某冲撞大宗师 请大宗师原谅 见苏天花都跪下来了 苏良晨还有其他的苏家子弟 也都纷纷跪下 请大宗师原谅 请大宗师原谅 所有人内心都极度地惊恐 特别是苏良晨 他作为苏家大少爷 这个年纪达到了半部宗师境界 就已经被誉为 云成少有的天才 可没想到 夜晨和他差不多大 却已经是大宗师境界了 大宗师啊 那可是无数人向往的境界 夜晨冷漠地看了一眼苏天花 淡淡地说道 带我进去 我有话问你 苏天花连忙恭敬地 给夜晨引路 来到了大厅 大宗师请上座 夜晨直接坐在了首位 苏天花和苏良晨两人 恭敬地站在夜晨面前 苏天花问道 大宗师要问什么 夜晨淡淡地说道 三年前 苏子双 听到这个名字 苏天花顿时脸色一变 他连忙摆手道 这 那是与我无关 与我苏家无关啊 夜晨轻哼一声道 与你无关 那为何是你苏天花 亲自威胁别人 不准提及苏子双的事情 苏天花下的浑身一哆嗦 夜晨冷冷地说道 我现在给你机会 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但凡有一点隐瞒 我要你苏家从此灭绝 苏天花哪里敢隐瞒 他苦笑地说道 大宗师 苏子双这件事 真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甚至我见都没有见过苏子双 当年 我之所以威胁苏武德 还有穆家人 是因为我也是受人指使 夜晨喝道 谁指使的 苏天花结结巴巴地开口 苏天花内心也是煎熬啊 他也害怕 因为指使他干这事的人 他同样得罪不起 嗯 夜晨眯着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利涩 浑身气势爆发出来 苏天花感受到一股末日般的威压 吓得连忙开口道 是圣经云家亲自下的命令 圣经 怎么会牵扯出圣经的势力 圣经云家 那绝对是隆国的超级豪门 不仅高手如云 而且还牵扯到龙国诸多方面复杂的事项 夜晨冷冷地说道 你是说是圣经云家的人杀了苏子双 苏天花摇摇头 说道 应该不是 以云家的势力 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 而且我听说 追杀苏子双的 好像不是一股势力 而是被多方面围剿 我记得 好像穆家那个老爷子 就是因为想要保护苏子双 最后被杀了 夜晨心中一惊 穆家老爷子 在夜晨和穆婉晴结婚之前 就已经死了 对于穆老爷子的死因 穆家人一直闭口不谈 没想到 这其中还有这样的关系 难怪 苏子双当初最后的遗言 就是让夜晨报恩穆家 夜晨一直觉得很奇怪 现在算是豁然开朗了 虽然 苏天花不知道 究竟是谁对苏子双下了杀手 一个苏子双 又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势力的追杀 可夜晨至少算是知道了方向 这件事 和圣经云家脱不了关系 苏天花见夜晨不说话 连忙发誓道 大宗师 我发誓 我们苏家绝对没有参与过 追杀苏子双的事情 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 求大宗师息怒 夜晨脸色平静 他自然知道 苏天花说的是真话 给苏天花识个胆子 也不敢在他面前所有隐瞒 夜晨神情平静 苏天花不知道夜晨心里在想什么 在他看来 夜晨虽然很强 很可能是大宗师级别的存在 可面对圣经云家这样的恐怖世家 也得认怂 圣经云家的势力 实在是太大了 苏家在云城怎么说 也是四大世家之一 可和圣经云家一比 简直弱的就像是蝼蚁一般 哪怕云城四大家族加起来 也不够人家单手虐的 就在苏天花以为 夜晨是要放弃继续追查的时候 忽然 从门外走进一群人 洛明城 赵云海 行政雄三人 这三人苏天花也认识 不过一般还入不了苏天花的眼 三人走到夜晨面前 恭敬地说道 陆少 您要的资料 我们都找来了 当初苏子双在云城只待了七天 我们能查到他之前的行踪 是去了海城 至于在海城做了什么 我们暂时没查到 夜晨点点头 苏天花没想到 夜晨还找了其他人来查这件事 不过 洛明城几人 虽然在云城有点势力 可想要插手舞蹈界的事情 他们还不够资格 苏天花对夜晨顿时低看了一眼 只是 这个感觉还没有消失 门外 忽然 又走进来一人 看到这人 苏天武顿时一愣 此人竟然是天武阁的阁主 林天武 同样为宗师境界的强者 林天武一走进来 就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说道 夜晨 上次冲撞了您 我和邢老兄讨论过了 想要跟随您 求夜晨允许 夜晨冷漠地看了一眼林天武 说实话 以林天武的实力 想跟随他 还真的不够这个资格 只是 夜晨现在是在龙国 在不想调动太多势力 进入龙国的情况下 他的确有必要在龙国发展一些手下 供他差遣 夜晨淡淡地说道 看你表现吧 林天武顿时大喜 说道 谢谢夜少 苏天花有点猛逼了 夜晨虽然强 可林天武毕竟是一格主 为什么连跟随夜晨这么低的要求 竟然还要看表现 苏天花想不通 然而 就在这时 门口又走进两人 看到这两人 苏天花的心再平静不下来了 反而涌起一阵惊涛骇浪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而柳妙英身边站着的男子 给苏天花一种极为阴冷 仿佛死神降临一般的压迫感 难道这两人也认识夜晨 两人走到夜晨面前 恭敬无比 妙英见过主人 张也见过主人 什么 苏天花此刻 双眼猛地瞪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什么鬼 他们竟然称呼夜晨为主人 这 竟然是夜晨的奴仆 开什么玩笑 柳妙英是谁 那可是明珠财团的总裁 他可是将整个华尔街 都玩弄在手掌间的存在 这么一个才华出众 身份高贵的金融女神 竟然仅仅是夜晨的仆人 天哪 苏天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刚刚还觉得 夜晨听到迫害苏子双的 是圣经云家人之后 必定会害怕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才是瞎了狗眼 就连柳妙英都是夜晨的仆人 那夜晨的身份该有多高贵 不对 等等 苏天花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看向柳妙英旁边的 那个男子张也 这个名字 为什么有点熟悉 苏天花肯定听过 只是一时间有些想不起来 忽然 苏天花身子猛然一阵 张也 死神张也 哄 苏天花猛然感觉自己的脑子 像是被一道惊雷轰下 一片空白 疯了 他真的要疯了 他终于想起来 这个张也乃是海外巅峰榜第一的死神 天哪 苏天花此刻低下头 彻底被夜晨的身份给折服了 夜晨却没有理会苏天花 他看向张也说道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专门去查圣经云家的所有事例 只要和苏子双事件有关的 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要知道 每一个参与了这个事件的人 张也点头道 明白主人 随后 夜晨又看向柳妙英 说道 妙英 你安排一下 扶持一下穆家吧 柳妙英一愣 问道 主人 扶持穆家完全没问题 不过 您和穆婉晴 夜晨淡淡地说道 我和他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过 当初穆家老爷子 为了保护双 甚至丢了命 这个恩情 双已经还不了 那就我替他还 这是穆家应得的 柳妙英点头道 明白主人 交代完一切 苏天花才激动地 走到夜晨面前 他扑通一声跪下 说道 夜少 不知道我苏家 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够帮您做事 我们苏家虽然没办法 和您相提并论 但云成大多数是 还是能替您分忧的 夜晨不可置否地 恩了一声 就往外走去 回到尹龙山庄 夜晨并没有计较 穆家人住进来的事情 原本 他是想找个借口 将他们赶走 不过从苏天花口中 夜晨也明白过来 穆家当初欠下那么多债 还有穆家老爷子会死 应该都是苏子双 带来的灾难 既然 苏子双成了穆家一份情 那么这份情 自然该夜晨去还 此时 穆婉晴刚接完一个电话 显得非常兴奋 整个人都忍不住跳起来了 穆飞看到穆婉晴这么开心 疑惑地问道 姐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高兴 捡钱了呀 穆婉晴笑道 比捡钱还让我开心 你知道我刚刚接到谁的电话吗 穆飞摇头问道 谁的 穆婉晴说道 明珠集团的电话 说经过考核 我们的情愿公司很符合标准 他们打算和我们情愿公司 合作一个项目 穆飞撇撇 说道 你之前不是已经合作了一个项目了吗 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穆婉晴无语道 你懂个屁 之前那个项目 不过就五百万 完全就赚得名声不赚钱的 可现在不一样 我们要合作的是一个五十亿的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完成 我们情愿公司 起码能赚十个亿 什么 听到穆婉晴的话 穆博和赵兰都不由得凑了过来 赚十个亿 婉晴 这是真的吗 你真是太优秀了 看看 这情愿公司在你手上才几年 简直越发展就越好了 一个项目就赚十个亿 太恐怖了吧 哇 那可是明珠集团啊 我早说过 我女儿就是一个商业天才 穆婉晴也是紧紧握着拳头 说实话 一个项目赚十个亿 虽然让她也很兴奋 可真正让她斗志昂扬的事 这个项目 她没有依靠她的关系 而是依靠了她的实力 得到了明珠集团的认可 也就是说 只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那未来 情愿公司就会成为明珠集团的固定合作伙伴 这会让穆婉晴的身价和地位直线上升 一举成为云城一流权贵 赚钱只是其次 穆婉晴想要的 就是拥有足够的地位 如今 明珠集团就是穆婉晴飞上高枝的阶梯 穆家人都满脸兴奋 就看到叶晨缓步走了进来 穆婉晴看了一眼叶晨 突然之间 她觉得自己和叶晨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了 她如今已经成为明珠集团的合作伙伴 可叶晨呢 据她了解 叶晨依旧没有上班 可能是前三年在穆家白吃白喝习惯了 勇懒过度了 导致现在连上班的能力都没有了 穆婉晴不由地叹了口气 对于她来说 这次和明珠集团的合作 只是第一步 以后她的身份和地位会越来越高 甚至比肩骆明成 赵云海这种权贵 当然 她的想法叶晨自然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 叶晨也只会嗤之以鼻 向穆婉晴追求的地位 视为偶像的骆明成 赵云海这类人 就连成为叶晨奴仆的资格都没有 穆婉比仪地看了眼叶晨 说道 我说叶晨 你还不知道吧 我姐马上就要和明珠集团合作了 一个项目就能赚十个亿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羡慕 叶晨一愣 不由地痴笑一声 羡慕 她有什么好羡慕的 让柳妙音照顾穆家 只是因为当初穆家老爷子 用生命换来的 穆婉晴不过是享受了穆家老爷子的余音 要不是叶晨开口 穆婉晴那个破公司 能拿到明珠集团的项目 见叶晨不说话 赵兰呵呵一笑 说道 她懂个屁 现在都还是无业游民一个 哪里知道明珠集团有多厉害 我谁你们这个婚 离得好 否则 辛辛苦苦做的项目 还得养她这么个蛀虫 叶晨并没有理会几人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穆婉晴 说道 既然拿到了合同 就好好干 穆婉晴微微一愣 叶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中透出来的 是一种淡淡的不屑 她顿时非常的不爽 这可是和明珠集团的合作 这可是超过五十亿的商业合作 叶晨凭什么不屑 她高傲什么 赵兰轻哼一声 说道 乖女儿 别理她 看她神气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是她给了你和明珠集团的合作呢 穆婉也比一道 就是 姐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能和明珠集团合作 那对于我们穆家来说 就是腾飞的时刻 穆婉晴说道 庆祝就没必要了 明天我还得早起去明珠集团签合同吗 穆婉道 真的吗 姐我和你去吧 穆婉晴道 你去干什么 穆婉道 露个脸啊 姐 你说 要是你和明珠集团合作顺利的话 能不能推荐我去明珠集团上班 穆婉晴皱着眉头 看了穆婉一眼 去明珠集团上班 她还真是敢想 穆婉虽然是大学毕业生 可却是一个二本 没有什么高学历 想进明珠集团上班 学历这方面 就直接秒杀了 穆婉晴没当回事 不过赵兰却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 说道 婉晴 你弟弟说的不错 如果他能进明珠集团上班 那岂不是光药门没了 穆婉晴苦笑道 妈 你以为明珠集团 是什么不入流的小公司吗 想要进明珠集团上班 起码得有个985的学历吧 你看看小飞那不学无数的样子 穆博却笑道 这年头 讲究的是关系 只要关系硬 学历什么的 哪有那么重要 穆婉晴摇摇头 说道 我看很难 赵兰说道 难不代表没机会啊 到时候你和明珠集团的高层混熟了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穆婉晴不由得苦笑 不得不说 他也发现 他家人多少有点天真了 叶晨在一旁听到几人的对话 忍不住笑了出来 穆婉怒视叶晨 何吃道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叶晨怂怂肩 道 我笑你们太天真 就他也想进明珠集团上班 穆婉大怒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 明珠集团是你的吗 你说不能进就不进吗 叶晨笑道 你还真说对了 我说你不能进 你厉害 真就不能进 听到叶晨的话 穆婉晴眉头一皱 他缓缓地开口道 叶晨 你这三年在我穆家过得衣食无忧 恐怕已经忘记了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了 叶晨淡淡一笑 道 什么规则 穆婉晴道 这个社会 是人情社会 是关系社会 你还真别说得这么确定 现在我的身份和地位已经不是你能想象的 我花点力气 真把穆飞弄进明珠集团 也不是不可能 叶晨轻蔑一笑 说道 穆婉晴 我看你真是领不清自己 就连你自己都是实人衙会 真以为情愿公司走到现在 是靠你自己的实力吗 穆婉晴还以为叶晨说的 是那些帮助过他的朋友 他轻哼一声 说道 怎么就不是实力了 人际关系 也是实力的体现 叶晨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 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这次 我还真就想好好让你见识见识我现在的能力 我还真就要 把穆飞弄进明珠集团上班不可 叶晨见穆婉晴如此自信 也不再多说什么 对于穆婉晴来说 将穆飞弄进明珠集团 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一旦成功 足够让他自傲很久 可对于叶晨来说 别说穆飞 就算是个乞丐 能不能进明珠集团 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这种注定碾压的降维争论 叶晨懒得多说 他只是轻蔑地看了穆婉晴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尽管去世 他要能进明珠集团 那我佩服你 穆婉晴傲然道 好 你既然想挑战我 那我答应你的挑战 很快 你就明白 我现在的身份 是你根本高攀不上的存在 第二天 明珠集团大楼下 穆婉晴带着穆飞 准备来签合同 穆婉晴看着穆飞 说道 小飞 等会进了明珠集团 你千万不要说话 一切都我来谈 今天的事情 对我们穆家很重要 你可别捣乱 明白了吗 穆飞倾笑道 姐 我知道了 两人走进明珠集团 顿时被明珠集团大厦内的 恢红气势给震惊了 相比之下 穆婉晴的情愿公司 虽然也租了一栋楼 用来办公 可和明珠集团 这金碧辉煌的装修 完全不能比 一进门 两人就感受到一种 扑面来的冰冷感 回头看去 两人就看到一个 浑身透着高贵的女子 快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女子的气质俱佳 就连穆婉晴这样 自认为自己不错的美女 都忍不住泛起一丝羡慕 穆飞扯了一下 旁边一个明珠集团的员工 问道 兄弟 那个美女是谁 员工眉头一皱 何吃道 你哪里来的 没大没小 那是我们明珠集团的 总裁柳妙英 什么 她就是明珠集团的 总裁柳妙英 穆婉晴内心的崇拜更甚 她第一次见到 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在穆婉晴看来 作为一个女人 就要像柳妙英一般 将整个金融界 都掌控在自己手掌中玩弄 可以说 穆婉晴做梦 都想成为柳妙英这样的女人 甚至 她之所以和叶晨离婚 除了父母的怂恿之外 更大程度上 是她觉得 叶晨的确会影响她的成功 就比如柳妙英 如此成功 如此高贵 可却从未听说过 她有男人 毕竟 像柳妙英这么优秀的女人 又有几个男人都配得上呢 穆婉晴此刻看着柳妙英的身姿 眼中满是狂热的崇拜 只是第一眼 她就被柳妙英的气质折服 女人 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一刻 穆婉晴内心也定下了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 成为柳妙英这样的女人 此时 柳妙英快步走进了大楼 很快 就迎面来 走到穆婉晴面前的时候 穆婉晴显得特别紧张 就像是看到了自己崇拜的明星一般 她想要和柳妙英说话 可却又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然而 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柳妙英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她看了一眼穆婉晴 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你好 我们终于见面了 穆婉晴穆总 这一刻 穆婉晴整个人猛地颤抖起来 她彻底的梦了 她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 来形容她兴奋的内心了 此刻 她只有一个念头 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竟然认识她 天哪 她穆婉晴的地位 如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了吗 已经能直接进入明珠集团的总裁视线中了吗 穆婉晴震惊之后 才连忙缓过神来 她受宠若惊地说道 刘总裁 您认识我 柳妙英露出一个蕴含深意的笑容 说道 当然认识 而且还挺了解的 你公司做得不错 资质什么的也都过关 这次和的项目好好做 千万别让我失望 穆婉晴连忙笑道 放心吧 刘总裁 我一定会用最大的努力 做到完美 柳妙英点点头 直接离开了 穆婉晴却还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之中 她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会是她最开心的新一天 因为 她被明珠集团的总裁 她的偶像给夸奖了 而且还亲自和她打招呼 穆婉晴已经感受到 周围明珠集团员工的羡慕眼神了 这么多明珠集团的员工 柳妙英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有 却偏偏亲自和穆婉晴搭讪 这岂不是说 在柳妙英的心里 她穆婉晴比别人更加的重要吗 穆婉激动的说道 我没看错吧 明珠集团的总裁 刚刚是在夸你啊 穆婉晴浑身透出一丝傲气 就连身形都比值了许多 说道 没错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现在的地位 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看来 我们穆家很快就能真正崛起了 两人都无比激动 柳妙英自然也没想到 自己随口和穆婉晴说几句话 竟然能让穆婉晴想这么多 她走进办公室 顿时 冷傲高贵的气质悄然退去 脸上浮现出一丝柔情蜜意 她缓步走到办公桌前 轻轻跪下 很自然地伸出手 轻垂着面前的一双腿 主人 力道可以吗 柳妙英甜美的声音 显出万分柔情 这一幕 要是被穆婉晴他们看到 恐怕整个世界观都会崩塌 柳妙英可是明珠集团的总裁 可是在华尔街 都被封为金融女神的存在啊 任何人看到柳妙英 恐怕都会不由自主地 生出无尽的自卑感 可就是这样一个 女神级别的人物 现在 竟然跪在地上 给一个男人捶腿 还口口声声喊着主人 这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叶琛 叶琛轻咽一声 说道 不错 舒服 柳妙英笑道 刚刚在外面 遇到了穆婉晴 好像是来签合同的 我听您的吩咐 给穆家送了一个项目合同 叶琛点点头 说道 嗯 不用过多理会穆家 等双欠他们的人情还完之后 便再无交集了 柳妙英笑道 主人死神张也传来消息 他已经查清楚 苏子双在云城 创办了一个自己的集团 不过用的是 别人的名字充当法人 这个集团 现在被云城周家所控制 叶琛疑惑道 哦 什么集团 柳妙英说道 是现在云城最大的一家医药集团 叫七彩医药 他们主要做的 就是美容方面的产业 基本可以确认 他们卖的最好的产品 是助言丹 是当初您赏赐 给苏子双的单方所制成的 不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助言丹的效果 叶琛点头道 七彩医药 你去接触接触 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妙英说道 好 我立刻去安排 叶琛伸了个懒腰 打算回去了 柳妙英将叶琛送出集团 与此同时 穆婉晴和穆菲两人 也顺利签下了项目合同 一个转角 穆婉晴忽然就看到 一个熟悉的背影 再一看 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刚刚一瞬间 似乎看到柳妙英 竟然给别人鞠躬 什么情况 穆婉晴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最让他震惊的是 他虽然没有看清楚 那个男人的脸 可那背影 简直就和叶琛一模一样 这怎么可能 穆菲好奇地问道 姐 你怎么了 穆婉晴有些震惊地问道 小飞 你刚刚看到刘总裁 给别人鞠躬了吗 穆菲苦笑道 姐 你说什么呢 柳妙英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给别人鞠躬 穆婉晴疑惑道 可我刚刚真的看到了 而且 那是一个男人 还非常艳熟 穆菲觉得穆婉晴在开玩笑 说道 哈哈 姐 你是不是今天太激动 所以出现幻觉了 整个云城 哪个男人配让柳妙英 卑躬居膝 还眼熟 难不成你还想说 那男的是叶晨 穆婉晴点点头 说道 的确有点像是叶晨 扑痴 哈哈 穆菲顿时不由地大笑起来 这话就像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让他都觉得好笑 叶晨不过 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柳妙英却是掌控了 亿万财富的金融女神 屈膝 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穆菲伸手摸了一下穆婉晴的额头 说道 姐 我看看 你是不是发烧了 要是生病了 就去医院看病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别得罪了刘总裁 穆婉晴也闭上嘴 他内心也绝对不太可能 或许 只是一个长相身材 都和叶晨比较像的人吧 不过 刚刚那一幕 还是太印象深刻了 他甚至几乎已经认定 那个让柳妙英卑躬屈膝的男人 就是叶晨了 穆婉晴拿出手机 直接给叶晨打了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了 电话那头传来叶晨慵懒的声音 干什么 穆婉晴颤抖着手 问道 你有来过明珠集团吗 叶晨顿时一愣 直接开口道 有啊 怎么了 穆婉晴听到叶晨的回答 心中狠狠一颤 难道刚刚那个身影 真的是叶晨 他吞了一口口水 问道 你来明珠集团干什么 叶晨皱眉道 你管我去干什么 我自己的集团 我还不能去了 哼 穆婉晴整个人脑子一阵轰鸣 就在他无比震惊的时候 忽然 电话那头却传来一阵怒骂 叶晨 我说了几次了 这里是我种的菜 你别给我踩掉 你再给我踩烂菜地 我就把你赶出去 我赵兰说到做到 穆婉晴一愣 这不是他老妈赵兰的声音吗 穆婉晴疑惑道 叶晨 你不是说你在明珠集团吗 不是说明珠集团是你的吗 你明明就在家里 叶晨一时间直接无语了 他无语道 我本来就是尹龙山庄 真是晦气 老子好端端的一个庄园 却被用来种菜 这被你们这对母女给气死了 嘟嘟嘟挂上电话 穆婉晴整个人还处在猛逼状态 穆婉却跳出来狠狠地嘲讽道 姐 听到没有 那家伙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明明在家里 却说在明珠集团 你肯定是看错了 凭他 配吗 穆婉晴也是松了一口气 基本上已经确定 他的确看错了 那个能让柳妙因卑躬屈膝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叶晨 穆婉晴生着闷气 他刚刚还天真的以为 叶晨会不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身份 结果 是他自己想太多 这叶晨也真的是 明明就是在尹龙山庄 偏偏说自己在明珠集团 还敢说明珠集团是他的 这种吹牛的话 还真的以为会有人相信吗 这就是让穆婉晴最看不上的地方 一个男人 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想要被人看得起 就应该靠自己的努力上进 而不是靠吹牛说大话 穆婉晴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也知道他没有资格 算了 不说他了 穆飞笑道 姐 我们回去吧 回到尹龙山庄 穆婉晴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夜尘 看着他那慵懒惬意的模样 穆婉晴不由地叹了口气 眼神中是掩饰不了的失望 赵兰和穆博走过来 婉晴 你回来了 怎么样 合同签好了吗 赵兰兴奋地问道 穆婉晴脸上满是止不住的兴奋 说道 钱好了 而且还非常顺利 爸妈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今天遇到了谁 赵兰好奇地问道 遇到谁了 穆婉晴说道 遇到了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而且 他还主动和我说话了 穆博惊呆了 说道 天哪 柳妙英 就是那个华尔街金融女神 她在金融界 可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又是明珠集团的总裁 手握万亿资金 别说小小的云城 就算是整个龙国资本界 都是数的上号的人物 穆婉晴点头道 没错 就是她 她就是 我想成为的人 穆婉插嘴道 爸妈 你们可能不知道 柳妙英不仅主动找我姐说话 而且还把大姐一顿夸 好像非常看好大姐 听到这里 几人都不由得震惊了 太厉害了 我的乖女儿就是厉害 如果能够被柳妙英看中 那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乖女儿 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最好能找机会 和柳妙英多多走动 人家随便抬一手 就跟我们穆家崛起了 不知道柳妙英喜欢什么 我们要投其所好 是啊 不知道哪里能打听到柳妙英的喜好 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 都要抓住这个关系 不过 柳妙英的身份地位太高 想打听到她的喜好 难如登天啊 叶臣在不远处 听到几人的对话 她倒是不想去听 可穆家人似乎是为了炫耀 故意说得很大声 似乎就是想让叶臣听到 叶臣不耐烦地搭话道 这就有什么难的 她最喜欢的就是八笔娃娃 送她八笔娃娃最好 听到叶臣的话 穆家几人顿时就投来一阵 鄙夷的眼光 开什么玩笑 柳妙英是谁 那可是万亿总裁 华尔街的弄潮 浑身冷傲气息 喜欢八笔娃娃 你当是邻家小姑娘呢 赵兰顿时冷喝一声 说道 叶臣不懂就闭嘴 还送八笔娃娃 幼稚不幼稚 你怕是连柳妙英是谁都不懂 插什么嘴 穆飞道 就是 你一个废物 躺平就行了 等我二姐上班养你 吃软饭 我们聊的是云城最高阶层的话题 是你能参与的了的吗 几人根本没有将叶臣当一回事 实在是叶臣太不像话了 按照他们的想法 要送别柳妙英礼物 那绝对不能送太平常的礼物 比如金钱 金银首饰什么的 对于柳妙英这样身价的人物来说 就显得太平常了 虽然他们也不确定 柳妙英究竟会喜欢什么 但绝对不会是叶臣说的那个 什么狗屁 八笔娃娃 那种只有小女孩才会喜欢的玩具 怎么可能会是柳妙英 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会喜欢呢 叶臣也懒得理会几人 无知的人 永远都是讲不听的 他们认为的柳妙英 不过是表现出来的冷傲 如果他们有机会进柳妙英的闺房 就会知道 柳妙英的闺房里面 摆放的就是各种各样 精致漂亮的限量八笔娃娃 没有人理会叶臣 沐婉清叹了口气 说道 我还是在去打听打听柳妙英的喜欢 再说吧 赵兰点点头 说道 对了 你一家人听说我们住隐龙庄园 说什么都要来看看 婉清你抽空去接一下吧 沐婉清眉头一皱 赵兰口走近的姨姨 其实就是赵兰的妹妹 对于这一家人 沐婉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不过都是亲切 人家要来也不好拒绝 沐婉清皱眉道 妈 你和爸去接就行了 我现在刚签下明珠集团的合同 忙得很 哪里抽得出时间啊 赵兰说道 我和你爸也没空啊 说吧 赵兰就看向叶臣 一致气使地说道 叶臣 你每天闲得要死 无所事事的 明天你帮我去接下人 沐婉也点头道 就是 叶臣去最合适 他最闲 每天都没事干 还成天吃我们沐家的软饭 总不能天天白吃 要干点事吧 叶臣有些无语地看着几人的嘴脸 仿佛他们指使叶臣 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叶臣缓缓地站起来 他冷冷地说道 我没空 赵兰说道 你没空 你怎么会没空 你又不上班 又不用干活 每天就躺着晒太阳 你还没空 叶臣好笑地说道 就算我有空 我凭什么帮你去接人 你不会忘记了 我和沐婉晴已经离婚了吧 我们之间没关系了懂吗 前丈母娘 叶臣一句话 直接对着赵兰说不出话来 赵兰恼地说道 叶臣 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和我说话 叶臣眉头一皱 不 我就这样 不爽的话 你们可以搬走 还有 自己的事自己做 我没空搭理你们 说完叶臣就转身上了楼 赵兰简直被气得半死 他指着叶臣气急败坏 看到没有 反了天了 这个废物竟然敢和我这么说话 真是岂有此理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废物赶出去 吃我沐家的软饭 还敢这么和我说话 他想干什么他 沐婉晴和沐妃两人 连忙安慰起来 妈 别生气 明天让小飞去接就行了 到时候秦雪回来 是要好好说说他了 沐妃却疑惑地说道 对了 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二姐 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 哟 这隐龙庄园真是不错 蓝姐 以前我觉得 你嫁入沐家 是愚蠢的选择 没想到 现在竟然住上这么好的庄园了 沐妃将小姨一家人接过来之后 赵兰就迫不及待地 带着自己妹妹参观起隐龙庄园了 赵兰的妹妹叫赵美琴 说实话 赵美琴虽然比赵兰只小了三岁 可无论是穿着还是打扮 还是外貌 都比赵兰要美 有一种风韵犹存的感觉 赵美琴一直没有结过婚 去带着一个女儿 算是未婚先孕 也算是一个独立女性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再嫁 她女儿叫林青雅 今年还在上大学 一般来说 未婚先孕 单亲带娃 都会遭受到周围的人异样的眼光 偏偏赵美琴 像是着魔了一般 别人都说她被人玩弄抛弃 她虽从未提及林青雅的生父 可却始终都认为 给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孩子 是她这辈子最正确的事情 这让周围的人都非常无语 赵美琴这些年 一个人带着孩子 却还在云城商界混得风生水起 自己也开了公司 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三年前 赵兰一家人 还欠着一屁股债的时候 人家都已经身价过千万了 赵兰听到妹妹的赞叹 心中不由的 生起一丝满足感 笑道 一般吧 这也就是脱了我二女儿的福 现在秦雪不仅是星辰集团的总裁 还有了这个影龙山庄 又让我们住进来 也是她孝顺吧 赵兰带着两人四处闲逛着 突然 看到叶晨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 赵兰眉头一皱 喝道 你干什么呢 这么没有眼力见 没看到有客人来吗 你躺在这里晒太阳 倒是会享受 还不去端茶倒水 叶晨撇撇嘴 说道 想喝茶自己倒去 我不伺候 赵兰顿时怒了 说道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赵美琴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问道 蓝姐 这个是 林青雅扑斥一笑 插嘴道 妈 这位你都不知道啊 他可是穆家大名鼎鼎的软饭王啊 我听婉卿姐和小飞说过很多次了 赵美琴就没道 就是婉卿那个前夫啊 不是离婚了吗 怎么还住在这里 离婚不离家吗 赵兰叹气道 别提了 她是和婉卿离婚了 可不知道这小子 是不是天生吃软饭的料 又给我二女儿 不知道下了什么药 秦雪妃让她住在这里 敢都敢不走 我两个女儿 哎 造孽啊 林青雅早就听说了夜晨的事迹 特别是在穆婉卿和穆飞两人 添油加醋之下 更是坚信夜晨就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家伙 林青雅走到夜晨面前 趾高气昂的说道 阮饭男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都和婉卿姐离婚了 你还赖在这里 我要是你 真的要一头撞死了 一个男人 成天靠女人吃饭 不丢人吗 夜晨看都懒得多看林青雅一眼 说实话 要不是穆家老爷子 当初为了保苏子双 导致丢了命 苏子双的遗言 就是要给穆家报恩 夜晨早就把这一家人给赶走了 不过 夜晨也懒得多解释 只是淡淡的冷声道 滚 关你屁事 林青雅脸色一变 恼羞成怒的喝道 你 还敢骂我 你就是无耻 不要脸 吃软饭 恶心 赵美琴拉住林青雅 说道 算了 别和她计较 她脸皮比城墙还厚 男人可以坏 可以无情 但绝对不能无能 夜晨懒得理会 换了个姿势 继续悠闲的晒着太阳 几人也没有在理会夜晨 自顾自的聊了起来 赵美琴开口道 蓝姐 我听说婉琴最近 和明珠集团谈上合作了 赵兰兴奋的笑道 还是你消息灵通 没错 婉琴这次算是出息了 而且听说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还当众夸奖了婉琴 好像很看好婉琴啊 赵美琴本就是商场中人 自然明白 明珠集团总裁代表着什么 她连忙开口道 婉琴和秦雪这两姐妹都不错 有出息 还是蓝姐 你会教女儿 把两个女儿都教得这么优秀 林清雅疑惑道 对了 大姨 这次怎么没有看到秦雪二表姐 赵兰说道 秦雪最近比较忙 我都好几天没有见到了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对了 今天你们可不能回去 一定要留下来吃饭啊 赵美琴白手道 吃饭就不用了 今天抽不出时间 赵兰道 还要干什么 赵美琴说道 蓝姐 你不知道吗 云城最近要由明珠集团牵头 联合云城商界 创办一个商业协会 选举出了一个云城商业协会的会长 今天晚上 新会长举办上任仪式呢 赵兰瞪大眼睛 商业协会会长 这么大的事情 她竟然都没有听说过 赵兰惊讶道 这样 那就没办法留下来吃饭了 不过 云城要选举商业协会会长 这么隆重的晚会 不知道婉卿有没有收到邀请 回头我得问问她 几人聊了很久 为了参加晚宴 赵美琴和林清雅就先离开了 赵兰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地召集了几人开会 什么 众人都看向慕婉晴 这段时间 慕婉晴和明珠集团的合作已经踏上了正规 在云城商界的地位也有增长 慕婉晴却尴尬一笑 说道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最近都在忙着和明珠集团的项目问题 没有关注这件事 而且 我也没收到邀请 顿时 赵兰等人都失望了 说不难受是假的 毕竟赵美琴都收到了邀请 慕家却没有收到 这不摆明了说 赵兰比他赵美琴差吗 以前靠他自己 完全就被赵美琴碾压了 如今他以为 依靠女儿 能在赵美琴面前抬头挺胸 没想到 直接就来了一个暴击 赵兰难受的说道 这么说来 我们就没办法 参加这个晚宴了 可是 你轻衣都参加了 哎 怎么办 看到赵兰难受 众人都觉得头疼 可毕竟没有接到邀请函 这个晚宴 肯定没办法参加了 就在这时 休息好的叶晨 从二楼走了下来 他扫过众人 淡淡一笑 说道 不就是一个晚宴吗 要是想参加 我可以带你们去 几人都不由得一愣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般 不由得都嘲讽地笑了起来 没有看错吧 这话是叶晨说出来的 开什么玩笑 慕博眉头一皱 喝道 你闭嘴吧 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 你就插嘴 叶晨撇撇嘴 说道 不就是商业协会会长的商人晚宴吗 又不是什么秘密 卧槽 几人都震惊了 叶晨竟然真的知道 看上去还挺不屑的 他这是看不起这个商业协会吗 慕婉晴也露出一丝震惊 毕竟 商业协会成立 会长上任这种事情 一般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只有在云城商界混的人 才会被邀请 特别是在选择会长的时期 大多数是保密的 就比如慕婉晴 他虽然是商界的人 可没有过多的去关注 不是照兰说起 连他都不知道 可叶晨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最近开始上进 开始关注云城商界的事情了 赵兰此时却吃笑一声 说道 我说叶晨 你装什么装 不就是之前听到 我和美琴聊天 说起这个晚宴 你才知道的吗 还你带我们去 你有这个能力吗你 叶晨耸耸肩 说道 我怎么没这个能力 我现在就是要去参加晚宴 什么 叶晨要去参加晚宴 这一下几人真的坐不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全云城的人 都可以参加这个晚宴 就他们沐家一家人 没有收到邀请函吗 沐婉晴瞪大眼睛 说道 你真的要去参加晚宴 叶晨淡淡地说道 如假包换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带你们进去 没有我的话 你们怕是进不去啊 听到叶晨略带嘲讽的声音 几人顿时都目了 沐飞轻哼一声 说道 吹什么牛 你以为晚宴是你办的呀 你有邀请函吗你 拿出来看看啊 叶晨耸耸肩 说道 我没有邀请函 我去参加晚宴 也不用邀请函 扑痴 听到叶晨的话 众人才真正的如释重负 不由地吃笑起来 没有邀请函 原来真的是在吹牛啊 沐婉晴觉得 叶晨最近越来越会吹牛了 每次说大话 连脸色都不变 沐婉晴叹气地摇摇头 说道 算了 我还是去找找关系 妈 放心吧 我会拿到邀请函的 说着 沐婉晴就打了几个电话 随后 嘴角就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看向赵兰 说道 妈 拿到了 我找朋友要了几张邀请函 不仅我一个人能去 你们也都能去 听到这话 众人都顿时高兴起来 赵兰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鄙夷地看着叶晨 说道 叶晨 看到没有 婉晴这才叫人脉 几个电话就能搞定一切 不像你 连邀请函都没有 还敢出大话 人要之羞耻 沐博也点头道 这小子 恐怕没有想到 婉晴现在在云城商界的地位这么高 沐婉晴笑道 叶晨 等晚上我们都去参加宴会了 不会到时候看不到你吧 要不 你求求我大姐 说不定 会好心地给你一张邀请函 叶晨平淡地扫过众人 怂怂间 无所谓地说道 我说了 没有我带你们 就算有邀请函 你们都进不去 信不信随你们 我是要去参加晚宴了 你们好自为之 说完 叶晨就直接出了门 这可把赵兰木博等人给气疯了 木博指着叶晨的背影 气呼呼地看着木婉晴 说道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小子像什么话 他说的那些话 是人能说出来的吗 他没有邀请函能去 我们有邀请函的 反而不能去 这种鬼话 他是怎么不要脸说出来的 赵兰生气地说道 就是 我看他 也就只能自欺欺人了 我现在非常担心秦雪 现在秦雪发展也很好 以前叶晨差点毁了婉晴 现在绝对不能让这家伙毁了秦雪 木婉晴叹了口气 他对叶晨的话 自然是嗤之以鼻的 他这次专门找了几个商界的好友 他们都肯定地说 能给他邀请函 而叶晨却说 他们有邀请函都进不去 这不就是在胡扯吗 木婉晴摇头说道 算了爸妈 不要和叶晨计较 他可能也已经感受到 现在和我的身份地位差距越来越大了吧 所以才会这样 经常用吹牛的方式 想要拉近他和我的距离 只是他不知道 阶层一旦出现 你就会是他难以跨越的障碍 赵兰点头道 对 听婉晴的 没必要和那个废物计较 都打扮一下 我听你们秦仪说 今天晚上参加晚宴的 都是云城有头有脸的大佬 我们可千万不能丢人啊 木妃激动地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端的晚宴 太激动了 几人开心地整理了一番之后 便出发了 出发之前 木婉晴果然收到了朋友送过来的邀请函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五星皇冠酒店 这是云城最高端的酒店之一 看着灰红的装修 木博都忍不住赞叹道 没想到 有生之年 我还能参加这么高端的宴会 真是太好了 赵兰激动地说道 别和叶城那种香巴佬一样 都镇定点 让人看了笑话 木婉晴笑道 走吧爸妈 我们进去吧 木婉晴带着几人走向酒店门口 门口的保安拦住几人 问道 请问有邀请函吗 木婉晴直接拿出邀请函 说道 有的 说完 就将邀请函递了过去 保安接过邀请函 仔细地检查起来 不时地抬头看着木婉晴几人 良久 保安抬起头 直接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你们的邀请函不能用 请回吧 什么 听到这句话 木婉晴几人都瞪大眼睛 不能用 怎么会不能用 开什么玩笑 赵兰顿时就急了 怒道 我们有邀请函 怎么就不能用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木博也生气地说道 这邀请函 难道是假的吗 你们这些不长眼的狗东西 木婉晴也有些生气 以为保安是在为难他 怒道 这个邀请函 是你们商业协会的周灵周主管 给我的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否则 我将追究你们的一切责任 保安却丝毫不慌 反而带着一丝嘲讽 周灵 不好意思 因为迅思舞弊 收受贿赂 他这个主管已经被开除了 而且任何他发出去的邀请函 都全部作废 你们这邀请函 是花钱买来的吧 这次商业协会邀请的 都是云城商界顶尖的人物 没有这个能力 就别来沾边 明白吗 什么这一下 穆家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无比 穆婉晴在云城的身份 早已经经非细彼了 可却被一个保安挡在门口 还被保安羞辱 这让几人的脸上 都出现一丝尴尬的愤怒 什么时候 一个保安也敢说他们沾边 赵兰直接差点就疯了 怒斥道 你这个臭保安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小心老娘撕赖你的狗嘴 穆飞也生气的说道 就是 你知道我姐姐是谁吗 知道我们穆家的情愿公司 一年能赚多少钱吗 老子用钱都能砸死你 保安撇撇嘴 我不管你们有多少钱 反正现在 你们的邀请函不作数 你们就没有资格进去 走走走 别在这里碍眼 我可告诉你们 今天来参加宴会的任何一个贵宾 都不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 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穆婉晴几人真是要被气死了 可保安说的也有道理 能参加这次商业协会举办宴会的 非富即贵 而且还是明珠集团牵头的 别人还好说 要是冒犯了明珠集团 导致明珠集团终止了合作 那就得不偿失了 虽然生气 可几人也只能被拦在酒店外面 就在这个时候 叶晴从远处走了过来 看到几人尴尬地站在外面 叶晴不由地笑了笑 直进往里面走去 他根本懒得和几人多说一句话 穆婉此时也看到了叶晴 直接出言嘲讽道 叶晴 没想到你还真的来了 怎么是来丢人的吗 叶晴撇了一眼穆婉 语气淡然地说道 再丢人 也不会比被拦在酒店外面更丢人吧 穆博顿时大怒 你 你以为我们进不去 你能进去 真是搞笑 像你这种废物 也配来这种高端的地方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一个连邀请函都没有的货色 跑出来丢人现眼 你不是很能吗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怎么进去 叶晴笑道 怎么进去 直接走进去啊 说吧 叶晴就往宴会大厅走去 看到这一幕 穆博眯着眼睛 不屑道 我们有邀请函都进不去 这小子连个邀请函都没有 还想进去 看着吧 等会他就会被保安直接乱棍打出 赵兰同意道 让他装 等会就看他怎么出丑 穆飞气不过 说道 等会他被赶出来 我必须要狠狠地羞辱他一番 他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穆婉晴叹了口气 听着几人的话 他倒是比较平静 居高临下地说道 爸妈 小飞 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和以前不一样了 对叶晨这种小人物 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去计较 这样会降低我们的格局 穆婉晴的话还没说完 众人都等着叶晨被保安拦下 因为几人已经看到 保安朝着叶晨走过去 就在这时 让众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拦住穆婉晴等人的保安 非但没有拦住叶晨 反而走到叶晨面前 无比恭敬地鞠躬道 叶先生 您来了 请进 叶晨淡淡地点头 快步走了进去 这一幕 顿时让穆婉晴一行人瞪大眼睛 没看错吧 什么情况 叶晨不但没有出示邀请函 保安还对叶晨卑躬屈膝 满脸鳄鱼奉承 这是什么鬼 要知道 刚刚那个保安面对穆婉晴他们的时候 可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怎么面对叶晨就这么卑微了 他叶晨凭什么 几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仿佛震碎了他们的三观 穆博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们都进不去 为什么叶晨连邀请函都没有 却能进去 赵兰都快哭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叶晨还有别的什么身份不成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废物 只会混吃等死 哪里有什么别的身份 穆婉晴也惊呆了 他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和明珠集团合作时候 身份和地位都暴涨一大截 叶晨和他相比 他就像是天上的太阳 而叶晨就是蝼蚁一般 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可现在 他这个太阳都被拦下了 叶晨这只蝼蚁却进去了 这让穆婉晴的脸上一股火辣辣的 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穆婉晴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叶晨能参加这次的宴会 就在几人都心中嗨然的时候 突然 穆婉瞪大眼睛 指着酒店里 叶晨旁边的一个身影 惊叫道 快看 叶晨身边那个女的 是不是二姐穆晴雪 众人看去 虽然只看到一眼 但几人都确定 叶晨旁边的 就是穆晴雪 难怪 一瞬间 几人都了然了 他们之前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叶晨不用邀请函都能进去 原来是靠穆晴雪 这几天都没有看到穆晴雪 恐怕她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的宴会 再做准备 穆博轻哼一声 说道 我说叶晨 为什么能进去 还以为她真的有什么本事 原来不过是靠我的二女儿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你看让那叶晨装逼装的 气死我了 快给你二姐打电话 让她带我们进去 穆飞连忙掏出手机 给穆晴雪打去了电话 然而 穆晴雪的电话 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他们根本打不通 一家人 简直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与此同时 叶晨和穆晴雪 走进宴会大厅 穆晴雪显得有些紧张 说道 姐夫 你真的确定要我当这个会长吗 我怕我不能胜让 叶晨笑道 放心 一切由我 你不用会做什么 只需要去做就行了 穆晴雪这几天一直没有回家 其实就是已经当选了云城商会的会长 有明珠集团在背后支持 穆晴雪虽然年轻 可却没有任何人敢反对 今天 其实就是穆晴雪当选会长举办的宴会 原本 叶晨想着 毕竟是穆晴雪的喜事 他想带着穆婉晴他们一起参加 结果穆婉晴他们似乎并不领情 也罢 叶晨就懒得去理会了 反正对于叶晨来说 穆家人参不参加 基本上是无所谓的 就在这时 忽然 又一道身影传来 一个精致漂亮的女孩突然冲过来 扑向穆晴雪 惊喜地说道 二表姐 你怎么在这里 说完这句话 女孩又看到叶晨顿时脸上出现一丝温怒 喝道 叶晨 是你 果然穆飞说的没错 你和我大表姐离婚后 就一直缠着我二表姐 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好啊 简直太不要脸了 叶晨眉头一皱 转过头看去 这个女孩 正是林青雅 林青雅这辈子 最看不起的 就是吃软饭的男人 当初叶晨和穆婉晴结婚的时候 其实是被反对的 因为叶晨当时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只是 当时穆家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 自身难保 穆婉晴又到了试婚的年龄 无奈之下 只能同意叶晨和穆婉晴的婚事 可穆家人基本上是看不上叶晨 甚至相当于一个上门女婿罢了 婚后 叶晨也就真的从来不上班 每天就无所事事 加上穆婉晴和穆飞 经常会和林青雅说叶晨的事迹 所以 在林青雅内心就觉得 叶晨是烂泥 根本扶不上墙 现在 穆婉晴和叶晨离婚 本是一件好事 谁能想到 叶晨竟然这么不要脸 和穆婉晴离婚了 竟然又甜不知耻地缠着穆琴雪 这是想要姐妹通吃吗 太不要脸了 叶晨表情冷淡地说道 不该你管的事情 你最好别管 林青雅秀眉一皱 说道 我怎么能不管 我不能让我二表姐掉进深渊啊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来这里参加宴会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最好快点离开 别给我二表姐丢人 叶晨轻蔑地看了一眼林青雅 那你觉得 谁来参加这宴会 才不会丢人 林青雅说道 起码得身价过十亿吧 她边说还边看着叶晨 眼神中满是骄傲 因为她老妈的身价 早就过了十个亿 叶晨不由地笑了起来 林青雅的眼光实在是太低了 十个亿 这对于叶晨来说 根本不算钱 她所掌握的财富 那是林青雅完全无法想象的 所以 阶层不同 林青雅的所作所为 在叶晨眼里 就像是一个笑话 沐清雪轻声喝道 行了 清雅 叶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别说了 我今天很忙 没空招待你 回头闲下来请你吃饭 林青雅微微一笑 道 好的呢 秦雪姐 说着 林青雅还故意瞪了一下叶晨 满眼的警告意味 就在这时 赵美琴走了过来 说道 清雅 你干什么去了 找你半天了 林青雅撇撇嘴 诺 看到一个厚脸皮的人 赵美琴转头看向叶晨 也是微微一愣 说道 他怎么在这里 肯定是死皮赖脸 求二表姐带他来的 林青雅撇撇嘴 对于叶晨 他是真的看不上 也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 像这样高端的宴会 来的人 可都是非常有权势的存在 叶晨这种 没有一点根基的平民 在这种宴会 随便得罪一个人 就很可能给穆家带去 灭顶之灾 算了 别理他了 我刚刚打听到了 云城最有权势的那些大佬来了 还有很多贵公子 你虽然年龄不大 可正值青春 要是能赵美琴盘算着 说实话 越是在商界混 就越明白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林青雅能够在这些大佬的子嗣之中 找到如意郎君 那未来前途自然不可限量 林青雅脸色微微一变 显得有些尴尬 妈 别说这些了 快看 他们来了 门口走进来一行人 看到这些人 众人都明白 这些就是今天晚上的重量级嘉宾 赵美琴和林青雅都不由得瞪大眼睛 哇 洛家的洛明成 还有洛家大小姐洛青秋 他好漂亮啊 云成地下 世界大佬行政雄 云海集团的赵云海 嘶 我没看错吧 天舞阁的阁主林天舞 竟然也来了 惊呆了 那个好像是四大家族之一 苏家家主苏天花 快看 走在最前面的 那不是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吗 赵美琴和林青雅 两人吞了一口口水 这些可都是云成 绝对大佬级别的存在 每一个都跺跺脚 都能让云成来一场地震 没想到 这次竟然一起出现了 太震撼了 妈 那个就是柳妙英 金融女神 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这样的女人 林青雅看着柳妙英 满眼都是羡慕和憧憬 只要是女人 谁不想活成柳妙英的样子 可你始终是要嫁人的 如果你找的男人够好 你就能成为她那样的女人 赵美琴很赞赏自己女儿的志向 可她很清楚 想要成为柳妙英这样 拥有恐怖权势的女人 不靠顶级权势 是绝对不可能的 哼 不是谁都要靠男人的 柳妙英不就没有靠男人 甚至连一点绯闻都没有 林青雅不信邪的开口 两人正聊着 忽然看到这群大佬 一进酒店 就朝着他们 这个方向而来 怎么回事 妈 你认识这些大佬吗 林青雅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退后一步 我不认识啊 我哪里有资格认识这样的人物 赵美琴苦笑着说道 可这些大佬怎么都朝着 我们过来了 林青雅被这群大佬的气势 给震慑住了 一瞬间 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念头 她确定自己和这些大佬 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 下一刻 她彻底的呆住了 柳妙英走在最前面 忽然停下脚步 对着林青雅的方向 深深的鞠躬 神情无比恭敬的喊道 见过主人 身后一群人也都跟着鞠躬 异口同声的喊道 见过少主 死 林青雅整个人都梦了 从她这个角度看去 这群大佬 简直就是在和她鞠躬 她一下就急了 整个人都感到瑟瑟发抖 这是在做梦吗 为什么这群大佬 会叫她主人 还有叫她少主的 难道林青雅忽然想到 老妈曾经说过 她的亲生父亲 是一个极具权势的人 这些人不会是因为 她那素未谋面的老爹 才喊她少主的吧 这种情况来得太突然了 林青雅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她连忙摆摆手 刚要说话 嗯 抓紧开始宴会吧 忽然 她身后传来一道淡淡的声音 听着有些耳熟 回头一看 竟然是叶辰 一时间赵美琴和林青雅都梦了 主人 少主 叶辰 这三个词语 完全让他们无法联系在一起 林青雅一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这些大佬 并非是向她鞠躬 而是给叶辰鞠躬 她神情狂变 这 确定没搞错 林青雅一直以为 叶辰能进来参加宴会 是因为沐晴雪 可沐晴雪再厉害 也不可能让柳妙音卑躬屈膝啊 可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这些大佬级别的存在 完全就是围在叶辰身边 林青雅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 怎么可能 叶辰不是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叶辰看都没有看林青雅一眼 率先走了出去 身后的那些大佬们全都退后半步 跟着叶辰走向主位 林青雅此刻脑子都是猛的 特别是看到她的偶像柳妙音 竟然仅仅是叶辰的一个仆人 惊呆了 那可是掌控万亿的超级金融女神啊 仅仅是一个仆人 那叶辰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一瞬间 林青雅彻底的傻眼了 一个是连柳妙音都要称为主人的超级大佬 一个是被沐婉晴近身出户 被沐家人嫌弃的软饭男 这两者的结合 对谁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二表姐 叶辰不是软饭男吗 不是被沐家嫌弃的垃圾吗 为什么 为什么林青雅连忙 拉住沐勤雪 或许是因为 她从知道叶辰开始 就被沐婉晴和沐妃 诋毁叶辰的言论 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 她甚至都不敢相信 别乱说话 姐夫不是你想的那样 大姐没眼光 难道你也没眼光吗 你这话要是被别人听到 一瞬间就会得罪这么多云城顶级的大佬 知道后果吗 沐勤雪小声警告了一句 林青雅顿时感觉到头皮发麻 开什么玩笑 要是真的得罪这么多大佬 就她家那点底蕴 恐怕直接就被灭了 林青雅下的缩缩脖子 赵美琴更是恐惧的极点 她连忙捂住林青雅的嘴告诫 青雅 以后任何关于叶辰的身份和事情 都不许你再提 我们得罪不起 懂不懂 林青雅木然的点点头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 赵美琴拉着林青雅坐下 林青雅看着坐在主位上的叶辰 是那样的耀眼 那样的高贵 她的眼神在这一刻 再离不开叶辰 此时 作为明珠集团总裁的柳妙英 缓缓地走上台前 今天 是我们云城商会 新任会长的交接仪式 我相信 大家都很好奇 究竟是哪位才俊 能当此大任 新任云城商会会长的便是 沐勤雪女士 啪啪啪啪 所有人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什么 赵美琴和林青雅 两人瞪大眼睛 沐勤雪 商会会长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 云城商业协会 可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民间组织 而是集合了大半个云城商界人脉的位置 可以说 谁坐上商会会长这个位置 绝对会成为云城最顶尖的风云人物 而想坐这个位置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每一届的商会会长 那都是霸绝一方的存在 比如 上一届的商会会长 就是四大家族之一 苏家的家主苏天花 一般来说 沐勤雪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资历 都不可能当选商会会长 这么明显的黑幕 在以往 恐怕会一致遭到反对 毕竟 一个商会会长带来的利益 那是非常巨大的 可现在 满堂喝彩 没有任何人质疑沐勤雪的能力 资历 仅仅是因为 她是叶城推举的 这就足够了 震撼 无尽的震撼 今天的这一幕 让赵美琴和林青雅两母女 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究竟要什么样的身份 才能让云城大半豪门势力 都乖顺如此 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在叶城的受益下 众人都散去了 叶城和沐清雪 两人往外走去 赵美琴和林青雅两人 怯生生跟在后面 此时 他们两个对叶城 可以说 已经是打骨子里的恐惧 刚出门 忽然 赵兰一行人就冲了上来 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宴会 拼命打沐清雪的电话 也始终关机 所以 一直在外面等着 看到叶城和沐清雪出来 他们顿时就冲上来 兴师问罪 清雪 你这是气死我了 打电话怎么一直关机 知道我打多少电话吗 赵兰气势汹汹地质问起来 妈 你们怎么过来了 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沐清雪一愣 疑惑地问了一句 她掏出手机才发现 的确手机没电关机了 找你能干什么 我们作为你父母 都进不去这个宴会 你却带着叶城 这个废物进去 你还有 把我们当父母吗 就是 二姐 你知道 我们被他们拦在外面吗 很丢人啊 叶城这样吃软饭的男人 都能进去 我们却进不去 沐家的脸都丢光了 你宁愿带他出入宴会 都不带我们去 真是要气死 几人都对着沐清雪发难 一口一个叶城废物 如果是以前 林清雅和赵美晴两人 肯定会跟着他们一起 数落叶城 可现在 他们母女听着这些言论 简直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开什么玩笑 叶城的身份 恐怕早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想象 沐家人真是无知啊 放着这么一个金龟婿不要 竟然还一阵嫌弃 沐清雪也很无奈 她苦笑道 爸妈 你们说什么呢 姐夫还用我呆吗 我都是她带进来的 而且 我能成为 她话还没说完 赵兰就直接打断道 我没听错吧 她带你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沐清雪 你被叶城下了什么酱头 连父母都不要了吗 沐清雪生气的说道 妈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赵兰说道 还说什么说 听你那些可笑的借口吗 你就会气我 真是白扬你这么大 沐清雪见赵兰 完全不讲道理 气呼呼地拉着叶城就离开了 几人生了一顿闷气 看到赵美琴和林青雅 赵兰叹气道 不好意思 让你们看笑话了 赵美琴和林青雅心中一震 看笑话 他们哪里敢看笑话啊 赵美琴有些于心不忍 劝说道 那个 兰姐 我觉得你对叶城的态度 是不是太不由好了一点 赵兰撇撇嘴 说道 对她的态度已经足够好了 一个废物 要什么好态度 赵美琴文言顿时只感到一阵颤抖 这些话 要是被云城那些大佬听到 恐怕会引起一阵天翻地覆 林青雅此时却凑到穆婉晴面前 说道 大表姐 你和叶城离婚了 是不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复婚呀 穆婉晴傲然地说道 她和我的身份地位现在已经差得太多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林青雅心中暗笑 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穆婉晴恐怕拍马 都难追到叶城的万分之一 她不由地傻笑起来 穆婉晴和叶城离婚了 那叶城就属于单身 林青雅也是单身 林青雅自认为 自己无论是姿色还是眼界 都不比穆婉晴差 而且还比穆婉晴更年轻 既然穆婉晴亲口说了 不会再复婚 那她追求叶城 就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了 婉晴姐 你说叶城最喜欢吃什么啊 林青雅好奇地问道 她小眼神显得有些闪躲 她啊 别的本事没有 对吃到是挺讲究的 说到这里 穆婉晴微微一愣 好奇地看着林青雅 疑惑道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叶城来了 林青雅吓了一跳 连忙摇摇头 说道 没有啊 我怎么会关心她呢 才没有呢 真的没有啊 穆婉晴见林青雅奇怪的表情 虽然有些奇怪 却并没有深究 对了 今天你们参加这个宴会 好像是云城商会 新任会长的上任仪式对吧 你见到新任会长了吗 穆婉晴换了个话题 她更关心的是宴会上的事情 云城商会新任会长 对于任何一个在云城经商的商人 都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攀上这个新任会长 那对穆家来说 有着巨大的好处 对啊 我不仅见到了新任会长 而且还很熟呢 林青雅笑着说道 很熟 穆婉晴眼睛一亮 心中不由的一喜 赵兰几人也都兴奋起来 说是林青雅很熟 可想必是赵美琴的关系 赵兰毕竟是赵美琴的姐姐 通过这层关系 就能让穆家攀上新任会长 赵兰惊喜地说道 青雅 你妈妈和新任会长 真的很熟吗 能不能将这个新任会长 介绍给婉晴认识一下 林青雅一阵无语地摇头 她看着眼前这群人 真的忍不住 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人怎么能无知到这种地步 要不是碍于叶晨的身份 太过尊贵 林青雅甚至都不敢 主动提及叶晨的身份 她真恨不能直接告诉穆婉晴 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公 而是失去了全世界 最有权势的男人 林青雅甚至在内心觉得 以后要远离穆婉晴一家人 智障怕不是会传染 青雅 我们可是亲切 既然你和新任会长这么熟悉 怎么就不能介绍一下呢 穆家人看到林青雅摇头 还以为林青雅是不愿意介绍 赵兰有点不开心了 大爷 我不是不想介绍 而是不需要介绍 这人 你们比我更熟 林青雅开口道 什么 他们更熟 一时间 无论是穆博 还是穆婉晴 都绞尽脑汁地开始想 他们认识的哪个大人物 能够成为云城新的商会会长 乔宇集团的总裁 不 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难道是陆董事长 不对啊 陆董事长已经出国了 想来想去 几人都没有想到 他们认识的人中 有哪个大佬 有这个资本 林青雅看到几人抓耳挠腮 顿时无语道 不用想了 我直接告诉你们吧 云城商会的新任会长 就是秦雪二表姐 哗啦 轰隆 瞬间穆家人全都被震惊了 穆秦雪 新任会长是穆秦雪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秦雅 你没和我们开玩笑吧 穆婉晴震惊地看着林青雅 她怎么都想不通 穆秦雪虽然成了 新陈集团的总裁 可也是给赵云海打工的 就连赵云海本身 都没有资格当这个协会会长 穆秦雪凭什么 这绝对是玩笑 而且是天大的玩笑 要知道 穆婉晴一直以来 都是穆家的顶梁柱 要比成就的话 穆秦雪一直以来 都是拍马南极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离婚之后 穆婉晴的事业 一直停步不前 直到最近 才和明珠集团 签下一个项目 反观穆秦雪 不但从一个小商人 一跃成为 新陈集团的总裁 现在更是成了 让穆婉晴 都要仰望的 新任商会会长 这简直就是 麻雀飞上枝头 直接变成了凤凰 这是怎么做到的 看看前任商会会长 可是四大家族之一 苏家的家主苏天花 那可是云城 最顶尖的大佬 我没开玩笑啊 你们不信的话 自己去问秦雪姐就行了 林清雅怂怂肩 和几人招呼了一声 转身就离开了 她不想 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有这个时间 她还不如 打听打听叶晨的喜好 说实话 今天见识了云城大佬 拜见叶晨的场面 让林清雅整个人 连魂都差点丢了 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什么叫拥有真正的权势 恐怕 从此以后 除了叶晨 再无男人 可以入得了林清雅的眼了 毕竟 见识过真正雄师的女人 是绝对不会看上野狗的 林清雅离开之后 穆家人一个个 都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随之而来的 就是无尽的兴奋 我看清雅不是在骗我们 秦雪真的成为商会会长了 太好了 我们穆家终于能够养眉土气了 商会会长啊 秦雪还真是给我们长脸了 以后我看云城 还有谁敢看不起我们穆家 难怪叶晨这废物 一直缠着秦雪 原来早就知道 秦雪身价今非昔比了 她还挺聪明的 以前缠着婉晴 现在被婉晴甩了后 又攀上秦雪 我觉得 秦雪和我们关系 一直缓和不了 肯定就是叶晨在从中作梗 真是气死我了 我一定要让叶晨这小子好看 穆家人都处在兴奋之中 唯独穆婉晴显得有些落寞 以前 她一直觉得 自己才是穆家最厉害的人才 现在简直被穆晴雪 打击得体无顽肤 不过很快 穆婉晴的眼神中 就流露出一丝坚毅的神色 她认为 穆晴雪之所以能够成为 新任商会会长 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实力 而是有人在背后帮她 这种人情关系 绝对不能长久 只有靠着自己 一步步登上巅峰 才是可靠的 穆婉晴觉得 自己现在和明珠集团有了合作 未来的前途也不可限量 她有信心 在未来超越穆晴雪 而且 她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至于叶晨 穆婉晴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穆家一行人 很快就回到了引龙庄园 一回来 赵兰 穆博就将穆晴雪喊了下来 立刻就要确认 两人激动地说道 秦雪 我听说你当选云城商会新任会长了 这是真的吗 穆秦雪也没有想隐瞒 笑道 嗯 爸妈 我刚要和你们说这件事呢 听到穆秦雪肯定地回答 穆博和赵兰几人 都兴奋地快跳起来了 赵兰连忙说道 太好了 秦雪 你现在成了商会会长 手中的权力很大 特别是人脉上 简直遍布云城啊 穆博点头道 是啊 以后 你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 把那些赚钱的项目全部交给秦远公司来做 钱我们穆家赚 真是太好了 穆秦雪尴尬一笑 爸妈 你们放心 我能做到的肯定会去做 不过我毕竟刚刚上任 很多事还不懂 而且也不能明目张胆 穆秦雪想要解释一下 他这个商会会长 虽然有些权力 可说实话 他有这一切 全都是靠叶晨 任何事情 还是需要叶晨来点头 他哪里敢自己做主 可听到穆秦雪的话 赵兰就不乐意了 说道 秦雪啊 这些是慢慢来可以 我们是一家人 你不帮我们 难不成还去帮别人吗 反正 一个月内 弄个百亿项目过来 绝对没问题 你现在是会长 大多数的都会给你这个面子 叶晨听得头皮发麻 赵兰的胃口 还真是大 开口就是百亿项目 真是拿来主意 别说穆秦雪现在还决定不了百亿项目的归属 就算能决定 他要是敢私自放给穆家 恐怕会为人诟病 若没有叶晨在后面震着 恐怕直接就会被敢下台 穆家人还真是一点都不为穆秦雪考虑 他们的心中只有利益 叶晨看不下去 说道 我觉得你们还是别太抱希望 别太贪心 这一下 赵兰和穆博顿时就不乐意了 两人瞪了一眼叶晨 你知道什么 我们家的事情 你插什么嘴 就是 你的废物 每天缠着我们秦雪 让你真以为自己能行了 秦雪现在是会长 有权利不用 那是傻子 不懂就闭嘴 小心我抽你 叶晨冷漠地看着这群人贪心的嘴脸 他丝毫不在意 甚至在叶晨眼中 赵兰和穆博的行为 不过就是蝼蚁一般的上蹿下跳 任何事情 没有叶晨拍板 都不可能成功 可惜 这一点 穆家人都不知道 穆秦雪也是暗暗叹气 他曾经试图好几次 想要告诫家人叶晨的身份 可他们对叶晨的偏见 实在是太深了 根本就不听穆秦雪说的 还会以为穆秦雪 是故意在包庇叶晨 久而久之 穆秦雪也懒得和家人多说 只是 穆秦雪看了一眼穆婉晴 她若是日后知道了叶晨的身份 会不会后悔 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 穆婉晴毕竟是大姐 她虽然面对穆秦雪 突然崛起有些失落 可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 爸妈 秦雪高升 不如我们今天下馆子庆祝一下吧 我订个高档饭店 我们也好久没有一家人聚餐了 穆婉晴提议 听到这个提议 穆家人顿时都纷纷同意起来 穆婉晴去订酒店 很快众人都准备好了 穆秦雪看向叶晨 说道 姐夫 走吧 听到穆秦雪的话 赵兰顿时皱眉道 我们一家人庆祝你高升 你叫叶晨干什么 而且他现在也不是你的姐夫了 一个外人 没资格参加我们的家宴 叶晨怂怂间 无所谓地说道 我就不去了 赵兰撇撇嘴 说道 算你实相 穆妃也说道 就是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穆秦雪眉头一皱 他毕竟是穆家人 内心还是很担心 穆家人将叶晨得罪得太死 于是 穆秦雪叹气道 姐夫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这一下 众人都愣了 在赵兰和穆伯等人看来 穆秦雪简直就是走火入魔了 被叶晨迷得五魂三道的 不仅引龙庄园要收留叶晨 晚宴带着叶晨 就连出去加宴 竟然也要带叶晨 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秦雪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直要维护叶晨 我们穆家养了他三年 已经足够对得起他了 你就是心太善良 能让他留在尹龙山庄就不错了 穆秦雪懒得解释 直接坐在叶晨身边 摆明了一副 叶晨不去 他也不去的样子 这反倒让叶晨一阵无奈 他是真的不想去 毕竟 他真的不想和穆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 虽然让穆家人留在尹龙山庄 是因为当初苏子双的遗愿 以及考虑到 奶奶还要为苏子双 付出生命代价的爷爷 可穆家人的愚蠢 让叶晨真心有些吃不消 赵兰见穆秦雪心意已绝 只能无奈地说道 行行行 一起就一起 真是郁闷 穆秦雪笑着拉着叶晨 说道 姐夫 我们走 看着穆秦雪将叶晨拉出门 赵兰才郁闷地说道 看到没有 秦雪已经被叶晨给洗脑了 我们得想想办法 必须让秦雪摆脱叶晨这个累赘 穆伯点头道 要不给秦雪说门轻事 赵兰文言连连点头 说道 这个想法不错 而且以秦雪现在的身份地位 肯定能说个世家公子哥 到时候 直接可以将叶晨这个废物给比下去 穆伯道 好 回头我就好好物色物色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西方财富饭店 这个饭店在云城算是顶尖的大饭店 是云城顶级富豪的出入地 据说 在这家饭店 随便一桌才就是要花掉几万甚至十几万 要是喝酒 点一瓶酒 就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十年的工资 所以 基本上这样的酒店 普通人根本来不起 几人走进饭店 瞬间就被饭店的奢华装修给吸引了 赵兰得意无比 婉青 你还真是 怎么定这么高档的地方 我听说 这里吃一餐都得花十几万呢 穆菲更是看向叶晨 略带笔意地说道 叶晨 算是便宜你了 如果不是我们穆家 你可能一辈子也吃不起这样的饭店吧 叶晨无所谓的耸耸间 说道 吃不起 这种低端饭店 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 这话一出 几人都看向叶晨 就连穆婉青都不由地看向叶晨 眼神中泛起一丝鄙夷夷 吹牛 吹牛不打草稿 还真是不知悔改 这可是云城最高档的饭店 一餐饭就要花掉几十万 这还入不了眼 这不是吹牛是什么 你能不能不吹牛 穆婉青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在他看来 叶晨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要太高自己的身价 好让穆婉青高看他一眼 殊不知 叶晨越是说大话 就越让穆婉青厌烦 叶晨怂怂肩 满脸无所谓 他只是有杆发罢了 穆家人都懒得理会叶晨 唯独穆青雪一人 无奈地摇摇头 说实话 就这个档次 还真入不了叶晨的眼 穆青雪越是接触叶晨 就越觉得神秘 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 已经真正了解叶晨 可叶晨总是会给他意外的惊喜 以叶晨的身份 恐怕也就国宴这般等级 才真正配得上他了吧 很快 一家人坐在包厢里开始吃饭 穆博可以说 如今是意气风发 两个女儿都这么优秀 他端起酒杯 高声说道 哎 老爸今天很开心 婉青的秦远公司步入正轨 更是和明珠集团达成了合作 而秦雪更是成为了云城商会会长 真是让我长脸啊 赵兰也笑道 是啊 现在我们穆家 已经是今非昔比 我看谁还敢看不起我们 一顿饭吃得非常愉悦 当然 他们话语之中 难免会遍地一下叶晨 叶晨也不在乎 言却安之洪湖之至 就在几人吃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忽然 包厢的门被人一脚踢开 从外面走进来几个公子哥 还带着一群保镖 一个个凶神恶煞 穆博等人直接吓了一跳 正吃着饭呢 就这么闯进来 想到是 这在以前 穆博可能会担忧一下 可现在 他两个女儿在云城的地位 直线飙升 这导致让他的自信心也膨胀起来 穆博直接站起来 看着走进来的几人 怒斥道 你们是什么人 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公子哥 嚣张跋扈 他吊儿郎当的 扫了一眼桌上的穆婉晴 和穆晴雪 眼睛不由的一亮 哟 还有两个大美女 没想到我穆博今天还真是走运 穆博轻挑一笑 随后脸色一变 指了指穆博 说道 你们几个给我滚出去 这个包厢我要了 记住 我话只说一次 那两个美女就留下陪老子喝酒 穆博顿时大怒 喝道 你们这些混蛋 立刻出去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穆博轻横一声 直接一个大嘴巴子就甩在穆博的脸上 穆博顿时被打猛了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陆涛竟然这么狂妄 直接就动手了 穆博被打 众人一下就急了 爸 你没事吧 爸 穆婉晴和穆晴雪两姐妹 立刻冲过去 将穆博拉了起来 穆飞狂怒的吼道 草 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打我爸 我看你们是活腻位了 陆涛痴笑一声 道 我不管你们是谁 立刻滚蛋 不然全都要挨揍 穆飞怒急 说道 你还讲不讲道理 我们正吃着饭呢 有你们这么霸道的吗 陆涛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霸道 你说的没错 老子就是这么霸道 在云城 老子就是道理 陆涛随手一挥 顿时 一群壮汉就冲了进来 似乎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 穆婉晴和穆晴雪两姐妹 也非常生气 穆飞大声说道 大姐 二姐 快找人来收拾这些瘪犊子 真是气死我了 穆博也生气道 就是 我刚刚还说 在云城 没人敢在欺负我们穆家 这是不找回面子 我们以后还怎么在云城混 穆婉晴和穆晴雪 两人都拿出电话 想要找人 毕竟 人家是带着保镖来的 他们只是一家人吃个饭 要是起了冲突 太吃亏了 然而 穆婉晴掏出电话 连忙给自己认识的合作伙伴 打去电话 穆晴雪本来也想打 不过回头看了看叶晨 他就放弃了 有叶晨在这里 还需要打电话给别人吗 穆飞见穆晴雪没有打电话 疑惑道 二姐 你为什么不找旧兵 穆晴雪说道 放心 用不着找旧兵 有你姐夫在呢 穆飞斜眼看了一眼叶晨 满脸的不屑 靠叶晨 二姐的脑子 是不是被驴踢了 从这些家伙冲进包厢 打了木博开始 叶晨就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恐怕已经被吓破胆了 真要靠叶晨 他们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穆婉晴挂上电话 他自信地说道 放心 我已经找人了 很快就会来 众人这才放心了一些 陆涛听到穆婉晴的话 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 他说他找人了 真是笑死我了 在云城还有人敢管我陆涛的事情 老子让你们滚 你们偏不滚 那就别怪老子了 兄弟们 给我上 这几个男人的腿打断 那两个美女 可别伤着了 伤着就不好看了 陆涛大笑着下了命令 一时间 这些保镖们都朝着穆薄 还有穆妃走了过去 穆家人被吓得脸色惨白 穆婉晴找的救兵可还没有来 如果这个时候 穆涛他们动手 那铁定吃亏啊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穆薄和穆妃两人挡在前面 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穆琴雪急了 他看向叶晨 说道 姐夫 你能不能帮忙一下 这些人真的会下狠手的 听到穆琴雪的话 穆婉晴无奈地叹口气 他和叶晨结婚三年太了解叶晨了 这个时候 指望叶晨根本是不可能的 穆妃也怒道 二姐 你还真以为叶晨很厉害吗 她要是有本事 早就站在前面保护你和大姐了 你看看她 只会躲在后面 听到穆飞的话 穆薄和赵兰两人更是满心的不爽 看叶晨那样子 简直就是个窝囊废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能指望她什么 在场的人中 穆薄年龄已经大了 穆妃还太小 唯独叶晨算是个真正的大男人 他不应该在这时候挺身而出吗 废物 绝对的废物 叶晨一阵无奈 说实话 他根本就没有把陆涛这群小垃圾放在眼里 可穆清雪都开口了 他也不好什么都不做 就在这个时候 叶晨缓缓地开口 语气冰冷 你们几个 立刻从这个包厢滚出去 否则 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什么 叶晨竟然在这个时候 真的开口了 还让陆涛这群人滚出去 不得不说 这一刻 叶晨倒还真的像个男人 就在挤人 都狐疑 为什么叶晨一直都躲在后面 却敢在这个时候开口 下一刻 众人就透过二楼的落地窗 看到饭店外面 停了几辆车 推开门走下来 一个年轻的公子哥 这人便是穆婉晴找来的旧兵 云城乔家大少乔森 这一刻 众人才明白 原来 叶晨是看到旧兵来了 所以才刚出生 否则恐怕早会不能躲起来 想到这里 穆婉晴都觉得好笑 这个时候 看到旧兵来了 你就站出来装逼 还真是会选时候 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男人 就该顶天立地 而不是走歪门邪道 穆博等人 更对叶晨的行为 失望至极 陆涛也没想到 叶晨敢在这个时候开口 在云城 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 他气急败坏地喝道 小子 让老子滚 你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后果 是老子承担不起的 说着 陆涛就指着叶晨 怒吼道 兄弟们 先打断那小子的腿 我看他还怎么狂 几个壮汉气势汹汹地 朝着叶晨走过去 穆博和穆菲两人 故意让开了身子 在他们看来 叶晨就是自己找死 他不是很喜欢钻空子吗 救兵还没上楼呢 他就着急忙慌地 想要表现自己 结果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了吧 叶晨眼神冰冷 他坐在桌前一动不动 看着走过来的两个壮汉 他有些不耐烦 刚想动手 忽然 包厢外传来一道声音 谁敢动我乔森的朋友 乔森带着一群人冲进包厢 气势汹汹 他接到穆婉晴的求救 马不停蹄地就赶了过来 他和穆婉晴是在宴会上认识的 对穆婉晴漂亮的外表 甚是喜欢 现在有表现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弃 操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乔绍啊 怎么 你要管我陆涛的事情 陆涛脸色难看的说道 陆绍啊 没想到 是你 怎么样 给兄弟一个面子 这件事就算了 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 大家都在云城混 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觉得呢 乔森也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竟然是陆涛 乔森的家里 和陆家家里 是有合作的 两人算不上敌人 也算不上什么朋友 相互之间 倒是没有太过的瓜葛 可为了在莫婉晴面前 表现一下 乔森还是硬着头皮开口 陆涛脸色沉了下来 他倒是不怕乔森 可毕竟都是云城大少 特别是乔路两家 一直都有合作 陆涛眯着眼睛 开口道 乔少开口了 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 我可以不和他们计较 听到陆涛的话 木博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到没有 这就是权势带来的好处 莫婉晴一个电话 叫来的人 就能解决他们 无法解决的事情 这就是人脉 这就是关系 乔森几句话就解决了难题 这让木婉晴都感到非常有面子 他不经意地撇了一眼叶晨 仿佛在说 看到没有 这才是真正有权势的大少 也是我木婉晴现在所在的圈子 不是你这种 只会投机取巧的人能比的 叶晨 以前我不确定 和你离婚究竟对不对 可现在 我终于明白了 离婚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走进更高更大的圈子 乔森也很感谢陆涛给面子 笑道 那就谢谢陆少了 放心 归久懂 明天 我会亲自去七彩医药 找陆少泡茶 乔森的话说得很隐晦 在云城大少圈混 基本上大少之间都认识 除了有什么深仇大恨之外 基本上 大家都会照顾面子上的事 比如 乔森现在出来平视 陆涛给了这个面子 回头乔森自然要给点好处 这基本上都是大少圈中的共识 陆涛有些不舍地 看了一眼 沐婉晴和沐清雪两个大美女 要不是乔森 今天晚上 他说不定还能够来个大杯同眠 陆涛轻哼一声 有气无力地说道 算了 我们走吧 叶城原本一直坐在最后 根本就没有关注他们几个 毕竟 就这点小打小闹 叶城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然而 当叶城听到乔森说到七彩医药的时候 他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七彩医药 这不是死神张也查到的 原本属于苏子双创办的集团吗 死神张也查到 苏子双是用了别人的名义 创办了七彩医药 其主打的助言丹 能如此火爆也是因为这个单方 就是叶城赐给苏子双的 而在苏子双出事的时候 七彩医药非但没有帮忙 反而在保全自己 更是在苏子双死后完全被抢走了 叶城本就想去七彩医药一探究竟 没想到 人家倒是自己一头扎进来了 此时 陆涛等人已经打算给乔森面子 陆续就要离开 木博等人也热情地走向乔森 乔绍 还是你有面子啊 谢谢乔绍 要不是你来了 我们今天就危险了 乔绍 一起坐下吃点东西吧 乔绍真是杰出人才 堪称天骄啊 乔森也傲然地笑道 我和婉晴是好朋友 他有事 我当然要帮忙 不过 陆绍虽然给我面子 但他是七彩医药的人 以后尽量少得罪 我们两家之间倒是有合作 也不好过于得罪对方 木博点头道 那是自然 我们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 肯定不会轻易再去得罪别人 其他人都点点头 事情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众人都不由得点点头 陆涛等人也已经走到了包厢门口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没事的时候 突然 一道身影宛若鬼魅一般地闪过 一下挡在了陆涛的面前 陆涛眉头一皱 顿时满脸不爽 叶辰眯着眼睛 语气森然地说道 你和七彩医药什么关系 陆涛怒道 关你屁事 叶辰脸色冷峻 突然一脚狠狠踢在陆涛的小腹上 碰 陆涛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被一脚踢飞出去 耳边传来叶辰冰冷的质问 我问你 你和七彩医药到底什么关系 看到叶辰忽然动手 包厢内的所有人都瞬间感到头皮发麻 干什么 叶辰这是在干什么 沐婉清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好不容易请来乔森解决掉这个麻烦 叶辰竟然横插一脚 早干什么去了 乔森没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站出来 现在来找什么存在感 沐伯更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刚刚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不会再去得罪鲁涛 下一秒 叶辰就得罪了 不仅得罪了 还把人打了 这下完蛋了 乔森能够解决这件事 本就是靠的面子 现在人被打了 恐怕这个面子也不会给了 叶辰简直是疯了 陆涛满脸愤怒地看着叶辰 疯狂地嘶吼道 操 小子 你竟然敢打我 我解渴七彩医药的总裁陆青秋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陆青秋 果然 当初苏子双创建七彩医药 用的就是好闺蜜的身份 可没有想到 最后陆青秋竟然被判了苏子双 不仅对苏子双的死无动于衷 还把本属于苏子双的七彩医药给霸占了 一想到这个 叶辰就生气 他对着倒在地上的陆涛 就是一阵暴躁 片刻间 陆涛就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 看上去惨绝人寰 疯了 真的是疯了 沐家人直接吓坏了 他们本以为陆涛是七彩医药的员工 可万万没有想到 陆涛竟然七彩医药总裁的弟弟 这一下真的完蛋了 要知道 在云城 七彩医药 那是比云海集团更强的存在 七彩医药的总裁陆青秋 非常有手段 虽然是白手起家 可靠着助言丹 这些年在医美市场混得风生水起 短短的几年 直接将集团做到了千亿级别 陆青秋更是招揽了不少宗师级别的强者 这让七彩医药的实力暴增 哪怕是四大家族 都得给七彩医药面子 陆涛是陆青秋的地点 难怪在云城敢这么肆无忌惮 沐家人此刻脸色都难看无比 叶晨打了陆涛 就等于得罪了七彩医药 不仅叶晨要死 恐怕连沐家都会被他连累 该死的 这个时候逞什么能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就说叶晨是个惹祸精 这下真的要被他害死了 果然 下一刻 陆涛带来的那些保镖终于反应过来 他们一个个呲牙咧嘴 陆涛被打 这要是传到七彩医药 恐怕会引起震动 谁都知道 七彩医药的总裁陆青秋 对这个唯一的弟弟到底有多互端 操 敢打陆绍 兄弟们弄死他 打断他的狗腿 立刻通知陆总裁 这是绝对不能善罢担休 拦住他 千万别让他跑了 陆涛的保镖 一个个义愤填膺的狂吼起来 叶晨并没有一丝害怕的神情 他一把将陆涛举起来 语气冰冷的说道 带我去见你姐姐 陆涛满身是伤 咬牙切齿的说道 小子 你够胆 放心吧 我姐会杀了你的 周围的保镖都围了过来 警惕地将叶晨拦在中间 生怕叶晨会逃走 很快 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 离开了包厢 在叶晨看来 这一群保镖根本不足为惧 他要做的就是扫除叛逆 七彩医药是苏子双的集团 他绝对不容许有一心的人霸占 就在叶晨抓着快被打死的陆涛 前往七彩医药的时候 坐在七彩医药内的总裁陆青秋 已经接到消息 这些年 他看着七彩医药 一步步成为云城顶尖势力 整个人的气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无论是气度还是气质 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唯独护短这一点从未改变 他从小父母双亡 弟弟陆涛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所以 无论陆涛怎么混账 他从来都舍不得大骂 这才会养成陆涛嚣张跋扈的性格 听到弟弟被人打 陆青秋顿时就怒了 他拍案而起 立刻就招来了七彩医药供奉的宗师强者 他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敢动他陆青秋的弟弟 他不介意让整个云城的势力 都清楚的了解 打他弟弟 要付出的 绝对不仅仅是生命代价 与此同时 包厢内的沐家人 已经彻底的恐惧了 看着夜城被这群保镖带走 他们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 沐婉晴叹气道 夜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冲动 乔少 您觉得这件事 还有回转的余地吗 乔森连忙摇摇头 说道 婉晴啊 你这前夫真的是疯了 陆少可是陆青秋的弟弟 打了他 陆青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七彩医药的实力 还用我给你们介绍吗 穆伯担心的说道 夜城这是自己做死 他怎么样倒无所谓 我是担心 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我们沐家 这七彩医药 如果来找我们沐家的麻烦 那就太冤了 几人讨论了很久 最终得出结论 夜城死定了 的确 得罪七彩医药 这个庞然大物 最可能的下场 就是死亡 穆秦雪在一旁听着 都有点想笑 这恐怕 就是眼界的问题吧 七彩医药在沐家人眼中 是高不可攀 不可得罪的存在 可在夜城眼里 恐怕还算不上什么 穆秦雪笑道 放心吧 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穆家的 而且 夜城应该也会没事的 这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得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赵兰看了一眼 穆秦雪说道 秦雪 是你要帮他吗 准备打电话 找人保他 值得吗 赵兰话一出 众人都明白过来 的确 如果是穆秦雪要保夜城 还真有可能 毕竟 穆秦雪现在可是云城商会会长 他的人脉关系非常的广 如果能够找到明珠集团的人出面 七彩医药 恐怕也得给点面子 不过 这倒是让穆家人非常生气 刚刚他们被陆涛欺负的时候 穆秦雪都不愿意打电话摇人 现在为了一个夜城 竟然就要动用关系 难道他们这些亲人 还比不上一个夜城吗 穆飞嘟着嘴说道 二姐 你这就不对了 我们刚刚受欺负 也没见你摇人 穆伯叹气道 我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胳膊肘往外拐 穆秦雪直接傻眼了 他的意思是 七彩医药 根本奈何不了夜城 什么时候说过他要保夜城 而且 夜城需要人保吗 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好吧 穆家人基本上已经认定 穆秦雪肯定会出手保夜城 穆秦雪显得很无奈 不过 他也了解自己父母的想法 这个时候 他就算去解释 他们也不会相信 所以 穆秦雪干脆也懒得多说 与此同时 在七彩医药的总部 陆青秋满脸寒霜 他坐在大厅内 已经遣散了员工 两个浑身散发出一股 凌厉气势的中年男子 站在他身边 这两人都是他花费了巨大代价 请来的武道宗师供奉 周围还有不少七彩医药养的大手 其中不乏一些武道高手 陆青秋眼神中带着一丝杀意 就在这时 夜城抓着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的陆涛 走了过来 陆青秋看到陆涛的样子 脸上的怒意更甚 陆青秋压下心中的怒火 看向夜城 他倒是有些好奇 夜城是什么来头 不仅打伤他弟弟 竟然还敢跑到他面前来 难道这小子有什么底牌 毕竟 这样的行为简直太猖狂了 陆青秋明里暗里 可是布下了不少人 身边更有两个武道宗师镇守 夜城难道不怕 不得不说 你的胆子很大 打伤了我弟弟 还敢来我面前 是真的活腻味了吗 陆青秋语气冰冷地喝道 他要不是你弟弟 我还懒得打他呢 夜城语气淡然地开口 陆青秋眉头一皱 他的记性很好 可以肯定 他从未见过夜城 可夜城却说打陆涛 是因为他 难道他们之间 有什么恩怨 我似乎不认识你吧 不知道我在哪里得罪过你 陆青秋疑惑地看了夜城一眼 他内心也是不太确定 毕竟 这些年 随着七彩医药发展越来越强 暗地里 陆青秋自然得罪过不少人 甚至还灭了不少家族 难免有些家族后人会来报仇 陆青秋没有第一时间 就对夜城动手 就是要问清楚夜城的来历 然后来个斩草除根 夜城自然知道陆青秋的小心思 不过却并未在意 他轻笑一声 说道 人一旦做多了亏心事 就连为什么被针对都想不出来了吧 这七彩医药的总裁宝座 你做得舒服吗 你有这个资格做吗 听到夜城的话 陆青秋心中一惊 不过还是大笑起来 哈哈 七彩医药是我的集团 你说我没资格做 不觉得可笑吗 夜城眯着眼睛 说道 到底谁可笑 七彩集团有哪一点是你的 是建造集团的钱是你出的 还是祝延丹的单方是你出的 陆青秋 是不是你觉得苏子双死了 你就能坐享七成了 什么 听到苏子双三个字 陆青秋的脸色疯狂的变色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夜城竟然会认识苏子双 要知道 整个云城都很少有人知道 七彩医药曾经是苏子双一手创立的 陆青秋只不过是苏子双推出来的门面 当年的事情 陆青秋从来没有后悔过 一个人想要拥有无上的权利 就不能心慈手软 一瞬间 陆青秋的杀意达到了巅峰 他不能让任何可能影响到他前途的人活着 陆青秋充满杀意的眼神盯着夜城 说道 你究竟是谁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冷笑 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死了 不过在你死之前 我可以给你一个忏悔的机会 陆青秋眼中的杀意 极尽要实质化了 夜城却依旧轻描淡写的开口 陆青秋 云城青城山上 立有苏子双的衣冠种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卸去七彩医药总裁职务 在苏子双的衣冠种前 诵经三年 我只在青城山上等你三天 三天后 你要是不到 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祸 狂妄 无比的狂妄 这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 竟然敢这么威胁陆青秋 夜城说完 直接转身就要走 陆青秋却眼神冰冷的低声喝倒 杀了他 一刹那 站在陆青秋身边的一个武道宗师 瞬间出手 他身形宛如鬼魅 朝着夜城的背影 就疯狂地攻击而去 夜城丝毫没有一丝理会 就在对方要攻击到他的时候 夜城忽然猛地转身 深邃的眼神中 透出一丝冰冷和杀意 那个武道宗师的身子猛然一僵 仿佛被定格了一般 愣在原地 等他回过神来 夜城已经走出很远的距离了 这一幕 外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只看到原本要杀夜城的武道宗师 忽然停手了 陆青秋眉头一皱 看着武道宗师 有些不高兴地质问道 赵宗师 为什么不杀了那小子 要留守 武道宗师赵庆也感到丢人 刚刚他的确想杀了夜城 可那一瞬间 他竟然被夜城的眼神给吓到了 这种话 说出来太丢人了 赵庆眼神一转 说道 陆总 要杀这小子容易 不过现在 他在光天化日下威胁你 还打伤了你弟弟 就这么杀了他 倒是便宜他了 陆青秋眯着眼睛 点头道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七彩医药发展到现在 在云城还真没有几个人 敢这样威胁我陆青秋 正好 借着这小子 我要让云城一些 蠢蠢欲动的家伙 看看我七彩医药的抵御 赵庆笑道 陆总是准备杀鸡儆猴了 陆青秋点头 没错 看着夜城离开 陆青秋没有再阻止 夜城不是要他三天内 去青城山吗 他会去 而且会带着他 七彩医药集团的所有势力 一同前去 他不仅要当众杀掉夜城 还要掀翻苏子双的衣冠肿 让他忏悔 真是可笑至极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夺走 夜城离开了七彩医药 他之所以给陆青秋三天时间 就是因为要陆青秋 亲自去给苏子双忏悔 当初 苏子双能用陆青秋的名字 创办集团 就说明两人至少有过一段 深厚的友情 如果陆青秋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在苏子双坟前忏悔三年 那夜城不介意给他一条活路 回到影龙山庄 穆伯和赵兰看到夜城安全回来 没有一点诧异的表情 这让夜城都有些好奇 不过 他还没得及开口 忽然 赵兰就冲到夜城面前 喝道 夜城 我们穆家这辈子是不是欠你的 夜城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凶神恶煞 好像夜城欠了他们一般 赵兰却依旧愤怒地大吼起来 夜城 你和婉青结婚三年 我们穆家没有亏待你吧 供你吃供你喝 没让你出去工作 现在 你们离婚了 你却跑去纠缠晴雪 你害了婉青还不够 为什么还要害晴雪 晴雪对你的大恩大德 你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夜城莫名其妙地看着赵兰 他欠晴雪 开什么玩笑 现在晴雪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给的 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害晴雪了 你倒是去问问晴雪自己 我害了他吗 夜城冷冷地说道 你还真是厚脸皮呀 以后 我不准你再接近晴雪 不然 真会被你害死 赵兰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夜城冷冷地看了一眼赵兰 眉头皱得更深了 要我不接近晴雪很简单 你们商量一下 全部从这里搬出去不就行了 还有别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你们能有现在的身份 是爷爷给你们争取来的 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夜城语气冰冷 他给沐家的一切便利 都是因为苏子双当初亏欠沐家 还有就是和沐婉晴三年的婚姻 否则 区区沐家 怎么可能做到现在这般程度 只是 夜城话一出 沐家几人都顿时惊呆了 夜城是疯了吗 竟然要他们搬出去 凭什么 这隐龙山庄 可是沐晴雪的 就算要搬 也是夜城搬出去 真是个白眼狼 每天白吃白喝 现在又依靠沐家活了下来 竟然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小子已经蹬鼻子上脸了 真是气死我了 他甚至还想把这山庄占为己有 现在就敢打山庄的主意 那以后 恐怕就敢打我们沐家家产的主意 沐婉晴也是非常生气 在他看来 夜城得罪了七彩要的陆青秋 本就是自己找死 以夜城的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夜城 你真的应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了 难道你就不觉得 今天你能平安回来 这件事很巧合吗 得罪了陆青秋 你就不好奇 自己为什么没受一点伤吗 沐婉晴眼神冰冷 看向夜城的眼中 满是失望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情血动用了自己的关系 才将你保了下来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懂吗 沐婉晴狂怒地咆哮道 他万万没有想到 夜城竟然会无知到这种地步 如果不告诉夜城真相 恐怕真会以为自己在云城 可以为所欲为 夜城直接就无语了 他需要沐婉雪保他 这个笑话真是不大好笑 他之所以能回来 完全就是因为 他不想当场灭掉陆青秋 而且沐婉雪绝对不会 轻易插手他的事情 因为沐婉雪的身份 还不够这个资格 我说你们想多了吧 区区七彩医药 区区陆青秋 我夜城随手可灭 算了 和你们解释这么多干什么 以后我的事情 你们少管 夜城轻哼一声 直接上楼回了房间 可沐家人却被夜城的话给震惊了 区区七彩医药 开什么玩笑 七彩医药 那可是云城顶尖的集团 甚至就连云海集团 都得让他三分 哪怕赵云海看到陆青秋 那也得认真对待 何况是夜城 沐婉和赵兰 被夜城的态度气得够呛 你们听听 他说的是什么话 陆青秋是他随后能灭的吗 吹牛都已经吹到天上去了 我看他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了 沐婉点头道 爸妈 我觉得一定要想个办法 上次你们不是说 要给二姐找个男朋友吗 只要二姐喜欢上别的男人 自然不会和夜城走这么近了 沐伯点点头 说道 没错 以秦雪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必定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我们绝对不能让夜城害了秦雪 赵兰问道 那有什么好的人选吗 沐伯仔细想了想 说道 其实还真有 当年你们爷爷有个世交 云城荣家 他们有个儿子一直在国外发展 最近听说回国了 沐婉青问道 家是怎么样 人品怎么样 沐伯道 荣家虽在云城不算顶级世家 可也有个几十亿的家产 主要是荣家这个小儿子非常争气 不仅在海外拿到了双料博士 而且据说被龙国占步特招 什么 占步特招 此要知道 这可是前途无量 光宗耀祖的事情 一些大少可能家里势力很强 比如四大世家之一的那些公子哥 他们凭借着家里的势力 就可以受人尊重 可如果是进了占步 那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依靠自己 因为龙国占步 绝对是需要硬实力 根本不可能通过走关系 走后门进入 里面的每一个 都是绝对的天交 就连沐婉晴都不由得一愣 因为 战步里面的天交 绝对是每个女孩追求的 一时间 沐婉晴不由得有些后悔 如果她当时没有选择和叶晨结婚 或许现在她就有机会 能够和战步中的天交发展了吧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 虽然沐婉晴现在发展得还不错 可毕竟离过婚 自然不可能配得上战步天交了 赵兰却兴奋到 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和荣家人约一下 让荣家大少和我们秦雪见一面 不管能不能成 仙剑见面总是要的 沐婉晴点头道 放心 这是包在我身上 吃过晚饭之后 沐婉和赵兰还在商量 该怎么让沐婉晴和荣家大少相亲 忽然 沐婉晴脚步匆匆地往家里带来 她脸色难看 显得非常焦急 而且 整个人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 一下就冲到沐婉和赵兰面前 赵兰看出沐婉晴神情不对 疑惑地问道 婉晴 你怎么了 怎么看上去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沐婉晴却并没有说话 只是颤抖着手 捧起水喝了起来 沐婉说道 乖女儿 你到底怎么了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满眼恐惧地开口 不好了 这次真的大事不妙了 看到沐婉晴不像是开玩笑 赵兰和沐婉 心中都涌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毕竟 沐婉晴现在好歹也是身价上义的老总 平日里在云城商界也见多识广 能让他吓成这样 必定是出大事了 婉晴 你真是急死我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你这么害怕 沐婉整个人都着急起来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我收到消息 陆清秋今天一整天 都在联系各方势力 听说在短短的一天内 不仅将七彩医药培养的那些武道高手 全部聚集起来 更是拉拢了云城大半知识七彩医药的势力 整个云城都翻天了 谁都没有想到 七彩医药的陆清秋竟然这么有抵御 据说 单单陆清秋召回的武道宗师就有八个 武道高手近千人 普通的打手更是达到了两万人 这么恐怖的势力 我担心是针对秦雪的 听到沐婉晴的话 沐婉和赵兰两人直接就吓傻了 难道是沐清雪为了保住叶城 就和陆清秋结仇了 如果仅仅是对付叶城 陆清秋何须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恐怕是陆清秋想要对付叶城 可又被沐清雪找人给摆平了 只能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威慑沐清雪 几人越想就觉得越清晰 是了 都是叶城害的 赵兰差点直接哭出来 大声道 我就说陆清秋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叶城 他儿子都被打成那样了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叶城 沐博也决望道 完了 我们都要被叶城害死了 秦雪呀秦雪 你真是糊涂 为了一个叶城 难道要沐家跟着陪葬吗 沐婉晴也是郁闷无比 就单单说陆清秋今天的大动作 足够吓人 别说沐秦雪只是一个商会会长 就算是四大家族 恐怕也不敢正面硬刚啊 吃一下怎么办 沐婉晴有些无力的问了一句 他想破了脑袋 想了一遍 哪怕将他毕生的人脉都拉过来 恐怕在陆清秋面前 也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沐博眼神一冷 不行 以秦雪的性格 就算知道危险 肯定也会帮叶城的 我们必须阻止秦雪做傻事 对 不如我们将二姐关起来 等陆清秋解决了叶城 我们就去求饶 求陆清秋放过我们 反正打伤他儿子的是叶城 和我们又没有关系 小飞说的对 婉晴 你找个理由 把秦雪骗出来 然后大家收拾一下 这几天 我们回沐家老宅躲一躲 几人商量着 沐婉晴也觉得 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毕竟陆涛是叶城打伤的 缘有头 债有主 叶城既然敢打伤陆涛 就要自己承受陆清秋的怒火 就在几人商量的时候 叶城缓步走楼上走了下来 沐博等人顿时闭嘴 他们可不能让叶城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沐婉晴看着叶城 眼神有些复杂 恐怕叶城的命 只剩下这几天了 一旦陆清秋真的出手 叶城有死无生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叶城 你后悔吗 叶城一愣 反问道 后悔什么 沐婉晴说道 后悔打伤陆涛 后悔得罪陆家 你可知道 陆清秋虽然看在晴雪的面子上 放过你一次 可面子这东西 只能用一次 你就没想过 陆清秋很可能还会对你出手吗 听到沐婉晴的话 沐博和赵兰都不停地使眼色 生怕沐婉晴将外面发生的事情 告诉叶城 一旦叶城知道了危险 以他那耸笔的性格 恐怕会立刻求沐勤雪保护 到时候 他们就算想把沐勤雪关起来 都没有机会了 最后 整个沐家都会被叶城拖入深渊 叶城却并不在意 只是笑了笑 说道 你们似乎很紧张 区区陆清秋罢了 他要是赶上窜下跳 我弄死他 胆子大一点 陆清秋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 不足为虑 什么 沐婉晴直接被叶城的话给震惊了 失望 无比的失望 沐勤雪能保叶城一次 难道还能保一辈子吗 叶城这是打算吃定沐家的庇护了吗 死到临头 叶城竟然还在吹牛 陆清秋是蝼蚁 真是天大的笑话 仅仅一天时间 陆清秋就集结了两万种 等过两天 恐怕这个人数起码要翻倍 别说对付叶城 就算对付四大家族都不是不可能 这么恐怖的势力 在叶城眼里 仅仅是蝼蚁 叶城扫了一眼沐家人 有些话原本他不想说 不过当初答应了苏子双 要给沐家一场荣华富贵 加上沐家老爷子 也因为这件事而死 看着沐婉晴 叶城一时心软 还是开口道 对了 告诉你们一件事 两天后 我会灭了陆清秋 你们可以尽快部署 到时候 抢占七彩药的股份 这是一块大蛋糕 能吃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了 听到叶城的话 沐伯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叶城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还灭陆清秋 你是不把秦雪害死不甘心是吧 我告诉你 秦雪只是一个商会会长 你还指望秦雪帮你灭陆清秋吗 疯子 你就是一个疯子 不知所谓的垃圾 我告诉你 你想死自己去死 别拉上我们沐家 你就算死 我们绝对不会帮你的 叶城眼神冰冷地扫了一眼沐家人 他并没有生气 说实话 说这些也只不过是为了沐家好 既然沐家人不领情 那么后悔的 也只会是他们自己而已 看着叶城离开 沐婉晴忠就还是叹了口气 算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既然叶城自己找死 那也怪不得别人了 沐婉晴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叶城马上就要死了 他反而内心有些难受 哼 真是可笑 到了现在 他还在算计 以为秦雪能帮他灭掉陆清秋 我说的没错吧 之前他就想占我们的引龙山庄 现在就想推秦雪下深渊 这事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对 我们必须立刻去办 大姐 你发消息给二姐 我们三个在老宅等着 只要二姐一到 我们就把他软禁起来 我倒是要看看 没有秦雪的帮忙 叶城会死得多快 沐家人全都无比生气 开始实施计划 三天转眼就过去了 沐婉晴这几天 都在外面打探消息 很快就得到了一个 让他们震惊的事情 七彩医药陆清秋 仅仅用了三天 就召集了近三万人 将七彩医药集团的底蕴 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恐怖的势力 别说区区叶城 恐怕整个云城 都少有能够与之一聘的世家了吧 沐家老宅中 在沐博的事宜下 沐婉晴掏出手机 给沐晴雪博打了电话 喂 大姐 晴雪啊 老妈不小心摔倒了 在老宅里 你快来看看啊 什么 老妈摔了 我马上过来 一通电话之后 沐婉晴这才松了口气 这次的事情 关乎我们沐家生死村王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差错 沐博站在几人面前 交代着细节 几人都点点头 清楚事情的重要性 现在 整个云城风起云涌 陆清秋摆明了 不会给任何人面子 毕竟 叶晴打伤的是 陆清秋唯一的地点 而陆清秋的户短 是出了名的 之前放过叶晴 不过是看在沐清雪的面子上 如今陆清秋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如果沐清雪 还是不知死活地 冲上去帮叶晴 最后可能整个沐家 都会给叶晴陪葬 很快 接到老妈摔倒消息的沐清雪 放下手头的工作 就赶来了沐家老宅 一进门 沐清雪就愣了 因为 他看到沐家众人 都好端端地坐在沙发上 特别是赵兰 根本没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妈 你没事 大姐不是说你摔倒了吗 沐清雪有些疑惑地问道 没摔 那是骗你的 赵兰面色冷峻 对着沐伯和沐飞使了个眼色 一瞬间 沐伯和沐飞两人 就靠近沐清雪 拉住她的胳膊 就往房间里拖去 爸 小飞 你们干什么呢 放开我 沐清雪惊呼一声 她内心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拼命开始挣扎 可她那里 敌得过两个大男人的力气 很快就被推进了房间 房间门直接关上 咔嚓一声 上了锁 爸 妈 你们把门锁了干什么 快放我出去啊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沐清雪有些郁闷 拼命地拍门 放你出去 给叶晨的废物陪葬吗 你就给我好好在这里待着 我绝对不允许你去送死 沐伯怒吼起来 她真是要被沐清雪给气死 现在沐家好不容易有了崛起的苗头 怎么就会被叶晨搞得五迷三道呢 是啊 清雪 现在外面陆青秋 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 叶晨这个废物 还指望你帮他平视 当我们沐家人是傻子吗 二姐 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很快叶晨就会被陆青秋弄死 到时候 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男朋友 没必要为了一个 只会惹是生非的软饭男生气 沐家人站在门口 劝说着沐清雪 沐清雪直接崩溃 他怎么也想不到 家人会骗他回来 然而将他软禁起来 他真是又气又急 他很清楚 沐伯和赵兰是完全说不通的 于是 只能求助沐婉晴 姐 你放我出去吧 姐夫现在 都已经在准备了 如果我们现在站在他这边 得到的东西 会让我们沐家飞黄腾达 你们把我关起来 到时候会后悔的 沐清雪大声地哀求起来 沐婉晴原本有些不忍 可听到沐清雪的话 他突然发现 将沐清雪软禁起来 是正确的事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次七彩药的陆青秋 是铁了心药立威 站在叶晨那边 最后只会葬送沐家 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安心在这里待着吧 另外 我和叶晴已经离婚 他不是你姐夫了 沐婉晴叹了口气 恨铁不成钢 隐龙山庄中 叶晴打了个哈气 从二楼走下来 今天隐龙山庄格外的冷清 沐家人全都不在 这一点叶晴 其实早就知道 沐家人那点小心思 又怎么能瞒得过叶晴呢 不过 他并不在意 换了一身衣服之后 就朝着青城山走去 青城山在风景优美 叶晴在这里 给苏子双立了衣冠中 他站在坟前 显得有些落寞 对苏子双的感情 并非是爱情 却又和对待下属 有一些区别 当年 叶晴在海外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如果不是苏子双的话 他可能早就死在海外 根本不可能 拥有现在的地位和身份 所以 叶晴绝对不会容许 任何伤害过苏子双的人活着 默哀了三分钟 忽然 一个身影缓缓地出现在叶晴的身后 正是死神张也 主人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只需主人一声令下 请客间就能调动十万大军 张也开口说道 嗯 我知道了 七彩医药不是残害双的主谋 对于主谋查得怎么样了 叶晴淡淡地问了一句 对于七彩医药集团 叶晴并没有放在眼里 他要做的是 查出迫害苏子双的那些事例 让他奇怪的是 以死神张也的能力 本应该轻松探查清楚的事情 却这么久都没有一点消息 这让他非常的不满 死神张也不由地吓了一跳 连忙单膝跪地 主人 术属下办事不力 这件事关乎到圣经云家 其在龙国的势力根深蒂固 探查受到很大的阻力 叶晴点点头 并未怪罪 毕竟这是龙国的底盘 而且还是圣经的大事家 死神张也得调查 也只能按照规矩来 受到阻碍是正常的 死神张也开口道 虽然圣经云家 暂时还查不到消息 不过未经查到 云成对苏子双 真正有牵扯的势力 叶晴抬起头 问道 哦 什么试炼 死神张也说道 云成四大家族之一画家 我探查到 苏子双曾经被画家家主 一掌击伤 这是导致后面苏子双 无力逃走的根本原因 叶晨眯着眼睛 画家 不管是为了什么 敢对苏子双动手 那叶晨不介意让其消失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七彩医药集团 陆青秋满脸 林立的率领数万众 开始朝着青城山而来 陆总 一切都准备就绪 这次我们单单五道高手 就聚集了三千众 各方势力支持的打手 更是达到数万人 这股力量 绝对可以横扫一切 赵庆走在陆青秋身边 眼神伶俐地说道 赵庆跟着陆青秋时间最长 也最受其重 不得不说 他作为一个武道宗师 却对陆青秋这个普通人 非常的信任 因为陆青秋的手段 和谋略极强 很好 这次是我们七彩医药的一次杀击警猴 杀区区一个夜城 根本不需要召集如此多的人 我要的是让整个云城都明白 我七彩医药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陆青秋满脸自傲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白手起家 如今的地位 已然让他成为了云城巅峰的存在 他早已经忘记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地位 实现阶级的逆转 就是因为他背叛了最好的闺蜜 霸占了原本属于苏子双的东西 才能得到这一切 青城山上 陆青秋带着几个武道高手 发现山上竟然只有夜城一人 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 夜城敢当众威胁他 他以为夜城好歹会带点人来成场面 结果 这是在搞笑吗 你来了 这是苏子双的衣冠种 你在这里跪地三年 当赎你罪 夜城没有转身 只是淡淡的开口 他站在原地 仿佛一人就能面对千军万马 哈哈 小子 你真是要笑死我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敢在这里 对我要我喝溜 看看这整座青城山 都是我的人 你奶什么来和我斗 你真以为我搞这么大的动作 是因为你 你错了 我是要让整个云城都明白 我陆青秋虽一介凡人 可有通天之力 陆青秋满脸疯狂 他已经准备好向云城上流社会 露出自己的獠牙 夜城满脸冷静 眼神中透出一丝失望 他给了陆青秋机会 可似乎人家并不想珍惜 当年 苏子双创办七彩医药 动用百亿资金 这是你一辈子都可望不可及的 你享受了七彩医药带给你的荣耀 可为何当初子双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你却背叛了他 夜城话语平静地问道 陆青秋脸色一变 显得有些猙獰 很显然 他自己都不太想面对这段往事 当年他最后一次见到苏子双的时候 苏子双身受重伤 想要让陆青秋帮他找个容身之处 可万万没有想到 苏子双最信任的人 却背叛了他 将他的藏身的暗中宣扬了出去 这导致苏子双在重伤的情况下 再度被人追杀 最后导致死亡 可以说 陆青秋虽然不是直接动手杀苏子双的人 可却有着直接的关系 哈哈 陈王败寇 只能怪苏子双太优秀 遭人妒忌 就算我帮了他 他也难逃一死 而出卖他 不仅让我活了下来 还拥有了现在的地位 我不后悔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卖了他 陆青秋面色猙獰的吼道 他信奉的是心狠手辣的一套行事准则 他绝对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人 你还真是执迷不悟 夜城深吸一口气 轻叹道 随后 夜城不再理会陆青秋 而是倾抚着苏子双的衣冠中 双儿 当年我就和你说过 做人不能太善良 你看人的眼光 好像从来都没有进步 不过你放心 你失去的一切 我都会替你讨回来 你想要报的 嗯 我帮你报 你想要杀的人 我帮你杀 看着夜城对着坟墓呢喃 陆青秋已经失去了耐心 在他看来 区区一个夜城 根本就不值得他花费更多的心思 他要的是向所有人证明 他陆青秋在云城 首屈一指 赵庆 现在恐怕整个云城的目光 都焦距在青城山了 下令吧 我要让整个云城都知道我陆青秋 陆青秋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整个云城的天 仿佛都要塌下来了一样 乌云密布 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 街道上空无一人 沐家老宅 沐伯坐在沙发上 似乎有预感到今天云城不同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夜城的废物 恐怕已经死了吧 晚清去打探消息 现在还没回来吗 话音刚落 沐婉晴就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几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外面怎么样了 赵兰紧张地问道 呼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怕 太恐怖了 我第一次知道 云城还有这样的恐怖的势力 据说 仅仅是武道高手 就聚集了十万众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武道宗师 今夜却多如狗 整个云城都空了 听到沐婉晴的话 沐家人彻底地被吓傻了 七彩医药集团的势力竟然这么大 出乎意料啊 幸好 幸好我们把秦雪给软禁起来了 否则真的要被叶城害死了 叶城那废物 简直太自以为是了 他仗着秦雪的势力 还真以为自己有本事了 这一下看他怎么死 秦城山上 陆青秋一挥手 顿时一个个身影出现在他身边 看到这几人 绝对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陆涛此刻无比的兴奋 他被叶城打了一顿之后 本应该在医院休养 可却还是忍痛来了秦城山 他就是要亲眼看到叶城的凄惨的下场 哈哈哈哈 叶城 你恐怕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吧 敢打我 我要你拿命来还 看到没有 十大武道宗师站在你面前 三千武道高手 三万大少 你应该庆幸你一个小卡拉米 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陆涛疯狂的大笑着 在他看来 绝对没有人能够在这种阵容中活下去 叶城深吸一口气 他平静的转身 面对十大武道宗师 他没有丝毫的慌张 只是扫了一眼陆青秋和陆涛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恐怕该来的人还没来完吧 叶城声音很轻很缓 让人感到非常的不适 你什么意思 陆青秋眯着眼睛问道 我说 你这点人 怕是不够 叶城的话音刚落 忽然一道人影 缓缓地走上青城山 他一出现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洛家家主洛明成 陆青秋眉头一皱 他似乎并没有邀请洛家家主洛明成啊 他怎么来了 难道是看到七彩医药集团的实力 所以来讨好他的吗 他的想法还没有消失 几道人影又到来了 苏家家主苏天花 明珠集团柳妙英 邢家家主邢正兄 天武阁主林天武 云海集团赵云海 这下陆青秋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说洛明成 赵云海这类大佬 还会给陆青秋一点面子的话 那无论是林天武 苏天花 还是柳妙英 都比七彩医药集团更强 他们为什么会过来 陆青秋似乎根本没有邀请过他们 气氛一下就不对劲了 然而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沐家人知道了 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无比的震惊 什么 七彩医药集团简直疯了 势力这么大的吗 就连林天武 苏天华这种级别的存在 都被邀请去了 还有明珠集团的柳妙英 晚清 看到没有 幸好 我们拦住了晴雪 不然 整个云城将没有我们沐家的立足之地啊 这七彩医药集团的势力 实在是太大了 叶晨死定了 他怎么敢惹上这么恐怖的势力啊 木博深吸一口气 他眯着眼睛 说道 恐怕叶晨现在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还做梦以为晴雪会去帮他呢 赵兰笑道 叶晨这个废物 靠我们沐家在云城混吃混喝 还真以为自己有实力了 还敢惹七彩医药集团 我看他拿什么和陆青秋斗 沐晴雪被关在房间里 无论他怎么哀求 沐家人就是不放他出来 沐晴雪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这么重要的时刻 沐家人他们不站在叶晨这边 也就算了 至少还有他沐晴雪撑着 可现在 他也被关了起来 也就是说 经过此事之后 沐家恐怕在叶晨那边会彻底的边缘化 沐晴雪简直要吐血了 这么好的机会 却被他家人的无知给破坏了 如果这个时候能站在叶晨那边 未来沐家得到的将会是百倍千倍的回报啊 爸妈 我求你们了 放我出去吧 沐晴雪哀求的喊道 还出去 出去送死吗 也不看看陆青秋聚集了多少大佬 你就一个商会会长 你真以为 你能和那些在云城根深蒂固的大佬拼命吗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绝对不会放你出去 给叶晨陪葬的 赵兰气急败坏的怒斥起来 都这个时候了 沐晴雪竟然还想着要出去 真是鬼迷心窍了 爸妈 大姐 现在我们不去帮姐夫 以后会后悔的 沐晴雪生气的吼道 哈哈哈哈 听听 沐晴雪真是鬼迷心窍了 叶晨那废物 恐怕今天就要死窍窍了 后悔 太可笑了 与此同时 青城山上 陆青秋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佬 还不是他请来的 这让他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苏家主 刘总裁 你们怎么来了 这件事 似乎和你们没有任何瓜葛吧 陆青秋眯着眼睛 直接开口问道 苏天花等人扫了一眼陆青秋 他们并没有说话 而是直径走到叶晨面前 下一刻 发生了一件 让陆青秋等人都无比震惊的事情 只见 四大家族之一 同样为五道宗师的苏天花 明珠集团的总裁 掌控万亿财富的柳妙英 天舞格格主 林天舞等人 竟然同一时间向叶晨下跪 外见叶少 见过主人 参见叶主 什么 看到这一幕 陆青秋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仿佛见鬼一般 整个人都差点跳起来 没看错吧 这是什么情况 叶晨不就是一个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吗 为什么这些大佬 都要给叶晨下跪 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她可是海外金融界的女神 就算是那些大国之首 见到柳妙英 都得客客气气地接见 可她竟然称呼叶晨为主人 开什么玩笑 你 你们疯了吗 为什么要给这小子下跪 陆青秋怎么都想不通 她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惊叫出声 柳妙英神色一变 转头鹤道 陆青秋 不是我们疯了 而是你疯了 敢得罪我主人 你势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听到柳妙英的话 陆青秋心中无比的慌张 不过很快 她就平静下来了 说实话 苏天花 林天武 柳妙英 这几人的出现 的确让她无比的震惊 甚至吓到她了 毕竟 这几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都非常的高 可陆青秋这次 可是聚集来十个舞蹈宗师 舞蹈高手 更是多大三千众 更别说普通大手 这种实力 就算是四大家主又如何 满打满算 苏天花和林天武 只是两个舞蹈宗师 而陆青秋 却足足有十个 想到这里 陆青秋瞬间有了底气 哈哈哈哈 真是没想到 堂堂明珠集团的总裁 竟然自甘下见 给别人当奴仆 如果是平常 我倒是会给你们几个面子 可现在 我七彩一要集团的实力 达到了巅峰 就算把你们几个一起灭了 又能如何 陆青秋傲然的挺胸 他心中已经发痕 自认为自己 已经掌控了整个青城山 如果苏天花 柳妙英等人 敢插手这件事 那就直接全部灭了 苏天花轻哼一声 对于陆青秋的嚣张 感到非常的不屑 就平面 在云城 你都没有嚣张的资格 何况是在夜少面前 你更是个跳梁小丑 苏天花鄙夷的 看了陆青秋一眼 苏天花 你说 我是跳梁小丑 你倒是睁开眼看看 我拒绝十大五道宗师 三千五道高手 四万打手 已经将这里全部包围 别说是你们 就是一只苍蝇 都绝对不可能 飞出青城山 你们拿什么和我斗 我七彩医药 将会成为云城最强的势力 我陆青秋将成为云城的天 今日之后 云城再无四大世家 只有我陆青秋的 七彩医药集团 看着陆青秋的狂妄 所有人都露出 一丝不屑的表情 上天欲其灭亡 必先令其疯狂 陆青秋很显然 已经过于膨胀了 啪啪啪夜晨拍着手 缓缓地站了出来 真没想到 你还有这等野心 很可惜 你的实力配不上你的野心 叶城深吸一口气 眼神中的杀意 仿佛要实质化一般 可见 对于陆青秋的死不悔改 叶城已经彻底的失望了 哼 叶城 我还真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 你还有点实力 的确让我出乎意料 很可惜 你太自负了 竟然敢约在青城山 这次 定叫你们有来无回 陆青秋嚣张跋扈地喝道 是吗 叶城轻笑一声 说道 你不如转头 看看山下的情况再说 陆青秋眉头一挑 心中感到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猛地转头 哼 瞬间整个人宛若被惊为劈中 只见 山下忽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动静 密密麻麻的武道高手 以一种碾压的方式 朝着青城山进发 十万武道高手 十万战部战军 紧紧爆发出来的气势 就足以让人胆寒 死神章也出现在青城山 旁边还有几个 穿着军部作战服的人 死神章也跪在地上 神情恭敬地喊道 主人 十万武道强者 已经全部集结 主人见之所至 便是五等心之所向 军部的人也敬礼道 叶神 根据军部令 特派十万大军 供叶神差遣 军部中 每一个人看着叶城 都像是看神一般 这只有军部中人才知道 叶城的绝密身份 军中战神 他就是军部的神 其中一个军部中的年轻人 盯着叶城 眼神中满是崇敬 他叫容霄 不过 他还没有资格和叶城直接对话 只能崇敬地看着叶城 什么 陆清秋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打死也没有想到 叶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十万武道高手 是什么概念 别说一个小小的云城 就算是一些小国 都可以彻底地摧毁 更何况 还有军部的十万大军 陆清秋带来的三千武道高手 和几万打手 几乎连抵抗都不敢 直接缴械投降了 一瞬间 陆清秋只感到自己浑身 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恐惧 后悔 无助 你还有什么底牌 叶城的眼神扫过陆清秋 嘴角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 比全是 区区陆清秋 区区七彩医药集团 也呸 陆清秋的脸色难看无比 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不能投降 就算投降 恐怕也难逃一死 陆清秋的眼神 渐渐地冷冽下来 他现在还有唯一的机会 那就是身边的十个武道宗师 如果十个武道宗师一起出手 将这么多大佬全部拿下 那他 还有机会离开这里 特别是叶城 他现在明白过来 叶城才是真正的大佬级别的人物 只要将叶城绑了 无论他们有再多的人 也只能投数忌器 想到这里 陆清秋眯着眼睛 发狠道 叶城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 不过 你以为我会就这样认输 那你就太看不起我了 我身边有十大宗师护佑 大不了于死网破 赵庆 你们十个一起上 把叶城抓来当人质 赵庆其实内心早已经被吓坏了 他很清楚 这次陆清秋算是踢到铁板了 这样的阵仗下 他们这些站在陆清秋这边的人 绝对不可能有好下场 唯一的办法 就是于死网破 有十大宗师在 他们至少还有胜算 赵庆大声咆哮起来 兄弟们 一起上 他们只有几个宗师 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只要拿下叶城 我们就还有活路 随着赵庆的话音落下 十大武道宗师 几乎同一时间爆发出磅礴的气势 同一时间朝着叶城杀去 陆清秋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 十大宗师同时动手 叶城那些属下就算想救 怕是也来不及了 然而 让陆清秋和十大武道宗师意外的是 那些站在叶城身边的人 完全没有一点 要求叶城的意思 甚至 连阻拦的动作都没有 陆清秋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心中暗笑 叶城或许有什么强大的身份 可这手下似乎不太忠心 十大高手同时攻击叶城 那叶城岂不是死定了 此时 十大宗师的攻击已经到了叶城面前 浑身气势滔天 仿佛要碾压一切 叶城 没想到吧 你的手下似乎不太顶用 也很怕死 这种时候竟然连救都不救你 看来 你唯一的下场 只有死了 陆清秋发泄似的疯狂的咆哮起来 他却并没有注意到 其他人看他的眼神 就像是看白痴一般 电光火石之间 十大武道宗师的攻击 已经近在咫尺了 终于 就在陆清秋以为叶城死定了的时候 叶城终于动了 只见 他单手一挥 一拳朝着冲来的十大宗师轰杀而去 哄 一声狂暴的巨响传开 冲在最强面底五道宗师赵庆 几乎是第一时间接触到叶城的拳头的 一开始 赵庆还没当回事 在他看来 叶城这么年轻 能有什么实力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然而 下一刻 他就感觉到不对 因为叶城的拳头 仿佛夹杂着一股 让他无比惊恐的力量 不好 等赵庆反应过来 却已经迟了 哄 哄哄哄 一连串的音爆破空之声响起 十大武道宗师同时身形一顿 特别是距离叶城最近的赵庆 甚至连哀嚎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直接整个人抱成一团血舞 剩下的九个武道宗师也不例外 竟被叶城一拳 全部打得冻穿了胸口 碰碰碰 几乎在一瞬间 十大武道宗师 全部重重的摔在地上 再看去 全都已经弃绝身亡 场面在这一瞬间 彻底的变得死寂 陆青秋整个人愣在原地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一幕 甚至 他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花费了无数资源 才请来的十大武道宗师 就这么被叶城一拳 全都给打死了 恐怖 无尽的恐怖 陆青秋完全不敢置信 要知道 一个武道宗师 就可以开创属于自己的势力 那是可以开宗立派的存在 就比如林天武 他本身就是一个白丁 家世和背景都极差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 恐怕就属于被人群淹没的凡人 可他有绝强的武学天赋 依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达到武道宗师境界 一跃成为了云城顶尖的风云人物 更是创建了天武阁 风头一时无两 可见武道宗师有多强 陆青秋聚集了十个武道宗师 本以为是一股不可匹敌的力量 万万没有想到 十个武道宗师 劲抵不过夜晨一拳之威 陆青秋在此刻只感到头皮发麻 如坠冰叫 这这这怎么可能 直到这一刻 陆青秋才明白 为什么夜晨敢和他叫板 为什么这么多云城大佬 会任夜晨为主 为什么十大武道宗师出手的时候 没有人帮夜晨抵挡 因为根本不需要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陆青秋唯一想不通的是 在云城他知道的大佬不守 可这夜晨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何能以如此高的姿态 凌驾众生之上 夜晨缓步走向陆青秋 陆青秋心中恐惧无比 他很清楚 到了这个时候 他再无任何反抗的能力 陆青秋 苏子双将你当成闺蜜 你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给予你的 不要求 你能手荣华 同富贵 他待你不薄 可为何 你要占其财富 作官其毙命 你心知歹毒 宛如蛇蟹 你 该死 哼 夜晨的话 就像是一道惊雷 狠狠地披在了陆青秋的脑海中 扑通 陆青秋面对夜晨恐怖的威压 静止跪在地上 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您 原谅我 我愿意在紫双的坟前磕头认错 陆青秋此刻 哪里还有之前的高傲 他拼命将头磕在地上 很快 额头已经发红 夜晨眼神冰冷地看着陆青秋 语气淡然地说道 放心 我不会杀你 听到这句话 陆青秋顿时内心松了一口气 他坚信 只要他不死 那就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可惜 这个想法刚出现 就彻底被夜晨断绝 你不会死 可你需要一辈子在紫双的坟前忏悔 这是你的罪念 夜晨眼神一冷 咔嚓 瞬间 陆青秋的双腿就被恐怖的威压折断 他跪在苏紫双的坟前 心中瞬间一片死灰 耳中传来夜晨冰冷的声音 找人看着他们两姐弟 在坟前守一辈子吧 记住别让他们死了 夜晨的命令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定了他的一生 没有人会同情陆青秋 得罪夜晨 这是他该有的下场 这一辈子 陆青秋都会活在绝望和无助之中 这便是背叛的下场 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 在夜晨的命令下 十万五道高手全速撤去 军部众人也都回归而去 其实 对于夜晨来说 对付区区一个陆青秋 根本不用这么大的阵仗 他之所以会如此做 就是因为死神章 也在调查苏紫双的死因 受到了很多大势力的阻碍 他就是要让那些像老鼠一样藏起来 却在暗中搞小动作的家伙恐惧 这也是一个警告 若是他们适时收手 那便罢了 只要他们和迫害苏紫双没有关系 夜晨就不会在乎他们 可一旦他们 不把夜晨的警告放在心上 那陆青秋便是他们的前车之箭 木伯一直在木家老宅不停地踱步 显得非常紧张 动静好像不那么大了 夜晨死了吗 赵兰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肯定已经死了 这么大的阵仗 夜晨怎么可能活下来 得罪七彩医药 绝对是夜晨最无知的冲动 木伯深吸一口气 夜晨死了也好 他两个女儿现在都这么优秀 绝对不能被夜晨给害了 把秦雪放出来吧 木伯看了一眼木飞 示意他去开门 木飞将门打开 木秦雪发了疯一般地冲出来 对着几人怒吼道 你们真是疯了 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你们可知道 因为你们的无知 我们将错过此生最大的机遇 看着木秦雪发疯的样子 木伯不由地叹口气 木婉清眉头一皱 贺道 秦雪 你怎么和爸妈说话的 还有没有点礼貌 我们这么做 侍卫你好 赵兰也怒道 是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难道还想去帮夜晨 也不看看 陆青秋是什么实力 你去了也只是陪葬 木飞道 二姐 你就听我们的吧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成熟点啊 我们难道还会害你吗 过几天 爸就会给你介绍个军部的青年才俊 那可把夜晨甩了十万条街 我们这么做事救了你 怎么能是无知呢 木秦雪看着家人 一脸为他好的样子 心中的怒意反而无法爆发了 这多少有点道德绑架 木秦雪眼中闪过无尽的失望 原本这次 他如果能够站在夜晨这边 说不定有机会 能够直接掌控七彩医药集团 那是什么概念 等于说 木家一跃就能成为云城最顶尖的世家 可惜 全都被他的家人给毁了 你们 你们 木秦雪已经无力再多说什么 他甩开木飞的手 气冲冲地离开了老宅 他必须尽快去找到夜晨 弥补这次的缺席 爸妈 看他二姐都变成什么样了 木飞气呼呼地埋怨起来 傻小子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你二姐 这次夜晨死了 你二姐到时候嫁给军部的人 你不也跟着享福吗 木博兴高采烈地笑了起来 走吧 我们回影龙山庄 今天晚上 老妈做个大餐 好好庆祝一下 赵兰招呼道 一行人非常开心地 回到了影龙山庄 畅想着 以后没有夜晨这个废物的生活 刚走进影龙山庄 几人的笑容 忽然就将在脸上 仿佛见鬼一般 瞪大眼睛死死地看着 院子的草坪上 正悠哉游哉晒太阳的夜晨 没看错吧 的确是夜晨 他不是死了吗 见鬼了 疯了 真的要疯了 木家人看到夜晨 简直比见鬼还感到震惊 毕竟 夜晨得罪的是陆青秋啊 那可是七彩医药集团的总裁 全是滔天的存在 得罪了陆青秋 夜晨怎么可能活下来 甚至连一点伤都没有 要知道 陆青秋可是召集了十大武道宗师 别说区区一个夜晨 就算是四大家族 也都能灭了啊 夜晨悠闲地躺在躺椅上 手中摇着一把雨扇 我没死 你们很意外 夜晨语气略微不屑地笑了起来 木婉晴也是震惊 倒不是他想夜晨死 而是夜晨经历的 本就是一个死局 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很快 木博就问到了原因 他震惊地说道 我问了我荣家的朋友 终于明白了 我就觉得 对付一个夜晨 陆青秋为什么会搞这么大的动静 原来 夜晨本就是透明人 是因为七彩医药集团 和明珠集团之间的斗争 甚至连军部的人都出动了 众人顿时点点头 木博朋友的话 还是比较靠谱的 毕竟 荣家大少爷荣霄 就在军部 如果惊动了军部 荣霄肯定是知道的 我就是说嘛 感情陆青秋 完全就没有把夜晨放在眼里 害我们还担心这么久 不得不说 夜晨的运气还真是好 这样都不死 不是不死 是身份太卑微 甚至连让人提起杀意的兴趣都没有 木家人都庆幸之中 带着一丝不明意味的难受 庆幸的是 陆家被灭了 木家不会因为夜晨导致被牵连 难受的是 以后还得面对夜晨这个废物生活 呼 夜晨 这次算你运气好 陆青秋没时间 和你计较 可因为你的自以为是 差点害了木清雪 以后你最好离清雪远一点 他很单纯 很信任你 你不能伤害他 木婉晴心中有些生气 虽然这次的事情 本身和夜晨没有关系 却是七彩医药集团 和明珠集团之间的斗争 两个庞然大物搏斗 如果牵扯到木清雪 恐怕瞬间就会被碾压 夜晨听着木婉晴的话 不由得被逗笑了 木婉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以为是了 到底是谁害了木清雪 要不是因为你们把他关起来 他现在已经是七彩医药的负责人了 夜晨嗤笑一声 他虽然会帮苏子双报恩 给木家一场荣华富贵 可听到木婉晴的话 还是觉得好笑 木家在夜晨的暗中帮助下 的确有了点钱 有了点资本 可和夜晨的财富实力差距太大了 说实话 木家人把木清雪关起来 损失的是一场破天的富贵 他们却还不自知 你们或许还不知道吧 其实七彩医药集团 本来是由你们木家半成股份的 只不过被陆清秋给强占了 夜晨又抛出一个猛料 当年 苏子双在创办七彩医药集团的时候 的确有给过木家老爷子半成股份 他并没有说谎 听到夜晨的话 木家人都直接震惊了 要知道 那可是七彩医药集团啊 虽然是半成股份 那也是巨额的财富 木飞惊呆了 看向木博 问道 爸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七彩医药集团真的有我们的股份 木博也傻眼了 他皱着眉头说道 我从来不知道啊 我们木家和七彩医药集团 似乎没有什么交集啊 听到木博的话 众人都以为夜晨是在瞎说 夜晨 你这是在哗众取宠吗 看来你真是养成了说大话的习惯了 木婉晴苦笑一声 心中对夜晨无比的失望 大话 夜晨痴笑一声 说道 我从来不屑说大话 我告诉你们 陆清秋为什么会被灭 那是因为 我召集了十万武道高手 还有调遣了军部十万大军 他陆清秋不过就是一只蝼蚁 噗痴 听到这话 木家人都不由的被夜晨的无耻给震惊了 几乎第一时间 他们就认定了夜晨是在胡扯 开什么玩笑 召集十万武道高手 调遣军部十万大军 这话说出去 有谁会信 夜晨是把自己当成神了吗 听听 都听听 这废物的脸皮究竟有多厚 才敢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来 笑死了 还调遣十万大军 他当自己是将军吗 回头 我就让荣霄过来 让他看看究竟 是不是你调遣的十万大军 木婉晴也是无语的看着夜晨 无奈道 夜晨 你是为了和我复婚 才说这样的话吗 你觉得你这话说出去 谁会信 爱信不信 夜晨撇撇嘴 懒得和木家人多说 回了房间 木博看着夜晨的背影 气愤不已 看来 给秦雪相亲的事情 要尽快办了 夜晨的脸皮是越来越厚 要是一个不小心 把秦雪给糟蹋了 那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木博满脸警惕 爸 你说的那个荣家大少 什么时候能来 我觉得军部的人很不错 给二姐当老公 对我们木家 可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而且到时候荣霄来了 立刻就能让夜晨 无所遁形 让他乱吹牛 木飞有些激动的问道 是啊 爸 我也觉得 要尽快安排相亲 不然 秦雪恐怕会越陷越深啊 木婉晴也无奈的开口 现在的他 都有点想不通 当年为什么会看上 一无是处的夜晨 他很担心 木卿雪的心态 会和他当年一样 万一步入后尘 那可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放心吧 荣霄这人虽然很傲气 不过却非常孝顺 我和你们荣叔叔通过电话了 他答应带荣霄和秦雪接触接触 不过 在此之前 都给我盯好夜晨 警惕他捣乱 木博满脸笑容 在他看来 如果木卿雪能够和荣霄走到一起 那绝对是得到了一个成龙快叙 毕竟 荣霄不仅学识丰富 有海归的身份 还被特招进军部 这绝对是前途无量啊 相比之下 夜晨就捉襟见肘 除了吹牛 夜晨还会什么 几人一讨论 决定安排荣霄和木卿雪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夜晨 以防夜晨太过极度来捣乱 目前这就是木家最大的事情 在木家人的敲定中 木卿雪和荣霄的事情 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反而当事人却并不知情 木卿雪正忙着补救 疯狂地收购七彩医药集团的销售渠道 荣霄更是没空 因为战步宴请了夜神 他忙着在夜神面前露脸 开玩笑 战步传说中的那个神一般的存在 绝对的权势滔天 实力通天 他是绝对不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木家 木博正和荣家家主 荣高通着电话 老荣啊 我觉得合适 别看你儿子再战步 意气风发 我二女儿也很不错的 如今是云城商会会长 在商界也是一呼百应的 对对对 年轻人多走动走动 要是能成那自然好 这就不巧了 有重要的宴会要参加 那 明天怎么样 明天找个机会来家里坐坐 好好 就这么说定了 木博挂上电话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爸 情况怎么样 荣叔叔那边答应了吗 木飞有些激动的看着木博问道 对于木飞来说 他当然更想要一个战步精英 来做自己的姐夫 相比夜神 战步精英容消 那可是实打实的高贵 万一能成 到时候靠着这个关系 把他也弄进战步 那木家岂不是光宗耀祖了 放心 老荣答应了 说明天带荣孝来见一面 你们都准备一下 明天可千万不能让夜神 那废物出来捣乱 木博告诫了一句 放心吧 没问题 明天我就在外面守着 打死不会让夜神搅局的 木飞一拍大腿 兴奋的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了 一家人吃过饭 咦 怎么一直不见夜神 他又跑哪里去了 不会又要去惹祸了吧 木婉晴有些担心 他倒不是担心夜神有危险 实在是夜神太能惹祸了 偏偏每次运气又特别好 总能死里逃生 可人的运气 总会有用完的时候 万一夜神老是得罪人 木家迟早会被牵连的 大姐 你管他呢 他不再才好 眼不看心不烦的 木飞翘着二郎腿 看着点事 满脸不在乎 与此同时 云城战步 十万战将 集结在郊外 这里是战步 平日里训练作战的地方 非常隐秘 常人难以找到 云城战步负责人公寓 有些焦急的夺步着 怎么还没来 急死我了 公寓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平日里多有泰山蹦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坚韧 的确很少见到他 这么紧张的时候 公战手 您可别急 夜神已经答应了 会来参加我们战步宴会 肯定不会失言的 荣霄满脸堆笑 虽然在安慰公寓 可其实他内心比谁都激动 能不急吗 那可是夜神啊 要不是这次总战步下令 让我们集结十万战将 公夜神号令 我都还不知道 大名鼎鼎的夜神 不然我早去拜访了 公宇深吸一口气 说道 荣霄虽然也听说过夜神大名 可他进入战步的时间并不长 对于夜神的过往并不太了解 趁着这个机会 他开口问道 对了 公战手 这个夜神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吗 我上次偷偷看了他一眼 好像还很年轻啊 公宇看了一眼荣霄 不由地笑道 你小子 打听机密呢 不过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点 其实夜神并非战步中人 其身份极为神秘 荣霄好奇地问道 有多神秘 公宇道 知道海外有很多榜单吧 比如杀手榜第一的沙神 雇佣兵榜第一的战神 以及海外武力颠峰榜第一的死神 这些人每一个都大名鼎鼎 可实际上 他们仅仅是夜神的手下 甚至可以说是奴仆 什么 荣霄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只听说过夜神在战步中的神话 可万万没有想到 夜神的身份 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要知道 公宇口中的那些杀神 战神 死神 每一个单拎出来都绝对可以成为海外的一方霸主 可却仅仅是夜神的奴仆 公宇笑道 看你这点见识 知道明珠集团吗 荣霄点点头 说道 知道 在云城很强 听说明珠集团还有一个美女总裁很漂亮的 公宇道 在云城叫明珠集团 可在海外就叫明珠财团 那美女总裁可仅仅只有美貌 当年在华尔街大厦四方 甚至很多大佬都以他为金融女神 可高贵如他也仅仅是夜神的女仆 夜神之强大 可想而知 荣霄只感到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了 恐怖 太恐怖了 而这很可能只是夜神实力的冰山一角 荣霄深吸一口气 问道 公战手 既然夜神不是我们战部的人 为何却会在战部被封神 而且还能调动战部十万战将攻其号令呢 要知道 在龙国 战部是非常特殊的 不是谁都可以调遣的 唯有战部的高层 才能有权力调动 十万战将的调动啊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就算是云城战部之首公宇 也不能私自调动这么多战将啊 这就不得不说当年那一件的风情了 公宇脸上露出一丝神望 当年 我还真就亲身经历了 那时候我还没被调来云城 一次特别行动中 我们进千人的队伍 跟随四大战神出任务 却被几个萧小之被暗算 四大战神受到重伤 我们队伍损失惨重 更艰难的是 对方集结了十大战神 想要一举将我们歼灭 而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一个年轻的少年 他背着一把剑 路过了 那一剑 无比耀眼 那一剑 宛若拙日 那一剑 浩瀚无垠 斩杀十大战神 那少年只用了一剑 而那少年便是夜城 听着公宇的诉说 荣霄整个人都惊呆了 一剑斩杀十大战神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难怪 他能被称为夜神 难怪在龙国 能有十万战将听其号令 就在两人都感叹的时候 一道声音缓缓地响了起来 我说公宇 这么多年没剑 你好歹也是战手了 怎么还在背后编排我 怎么能是一剑 当年 我明明就是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把那些垃圾给震死了 夜神 您来了 快 快请坐 您也不说通知一声 我好亲自出去迎接您啊 公宇和荣霄都吓了一跳 没有人通报 夜城就直接闯进了战手的休息室了 这要是夜城想杀人 恐怕他公宇 就算有十个头都不够砍的 公宇公身将夜城请到主位上 满脸堆笑 这让荣霄直接看傻眼了 要知道 公宇平日里在战步 那可是一言定乾坤的权势啊 基本上除了战步几个高层 能和他说得上话 别人见到公宇 那都是恭恭敬敬的 公宇能跟你多说一句话 那都得回去烧高香了 可现在 公宇在夜城面前 简直就像是个孙子一样 荣霄显得非常紧张 连忙走上前 说道 见过夜神 夜城看了一眼荣霄 第一感觉就是很年轻 公宇连忙介绍道 这是战步新招的人才 名叫荣霄 您给把官看看 夜城上下打量了一下荣霄 半想 点头道 还不错 就是实力差了点 要多努力努力 听到夜城的夸奖 荣霄只感到自己要升天了 几人聊了一回 说吧 叫我过来 到底为了什么事 夜城看了一眼公宇 直接开门见山 这不是好久没有见夜神 我想去给您请安 您又不让 这不就想请你过来吃个饭吗 公宇憨憨的笑了起来 看上去像是个铁憨憨 还装傻样的挠挠头 这让旁边的荣霄 看着有点奇怪 因为公宇平日里 可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在夜城面前 会是这样一副表现 吃饭 你有这么好心 夜城狐疑的看了一眼公宇 显然非常不相信 这一下 公宇急了 他瞪了一眼荣霄 还傻愣着干什么 快把准备好的饭菜 都端上来 还有我珍藏的酒都拿出来 我要和夜神喝个痛快 公宇连连挥手 看到他这么急 荣霄连忙手忙脚乱的 去安排了 不得不说 战步的人喝酒就是猛 公宇直接拿起碗来 就倒满了白酒 直接一口干掉了 这把荣霄都给看傻了 虽然他也能喝 可像这样的喝法 却是从来没见过 公宇的酒量 那是出了名的好 荣霄以为夜城这么年轻 肯定喝不过公宇 谁能想到 起轮下来 公宇这个战步酒神 就直接败下阵来 酒过三巡 这顿饭也算结束了 怎么样 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还有事吗 夜城淡淡地看着公宇问道 没 没事 我请夜神来 那就是专门吃饭喝酒的 我公宇是那种心眼多的人吗 公宇有些上头了 说话都带着一丝磕吧 夜城那双灵力的眼睛 似乎早已经将公宇看透 他直接站起来 也不惯着 既然没事 那我就走了 说吧 夜城就直接往外走去 公宇一看 酒都差点下醒 他一下起身 没站稳 差点摔了个狗吃屎 夜神 别走 公宇顾不得狼狈 连忙追向夜城 夜城停下叫步 眼神一鸣 喝道 磨磨唧唧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当了个战手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磨叽 公宇被夜城 直接一顿喝马 却并不生气 反而是摸着头傻笑 容霄看着 那是头皮发麻 那可是公宇 云城战部的战手 竟然被夜城指着鼻子 像是训孙子一样 其实也没别的事 就是我们云城战部 这几年出了不少好苗子 想让夜城看看 帮忙把把关吗 公宇尴尬地笑道 就知道你没别好屁 走吧 记住 下不为例 夜城也没有拒绝 毕竟这次虽然没有用上战部 可人家直接调了十万战将来捧场 面子方面 还是给的很足的 公宇见夜城答应了 顿时无比欣喜 直接在前面带路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演武场 里面已经站着十个战部精英 每一个都是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武道宗师 能在这个年龄达到宗师境界的 无疑不是天才 这十个人 也绝对是战部中的佼佼者 夜城 这边请帮我看看 这些战部精英们如何 公宇笑呵呵地问道 这十个武道宗师境界的精英 看到是夜城来了 都不由得非常诧异 他们和荣霄不一样 虽然都听说过夜城的传说 可见到夜城这么年轻 都不由得震惊了 这就是那个 创造了战部神话的男人吗 怎么会这么年轻 虽然心中疑惑 可几人还是很给面子地喊道 见过夜城 夜城没有回应 只是扫了一眼十个人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夜城有些慵懒地问道 当然是真话 放心 这些人虽然都是人才 可没有经过夜城您的指点 他们连屁都算不上 您说是吧 公宇笑呵呵地说道 听到这话 十大宗师精英顿时脸色一阵尴尬 他们可是精英 三十岁不到就成为五道宗师的强者 这方在外面 绝对能够成为一方霸主 可在公宇嘴里 他们却变得连屁都算不上 就算公宇是战手 说这样的话 也让他们非常的难受 一个个脸上都出现了一丝不高兴的神色 夜城似乎注意到 他直接点了最前面一个精英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战部宗师精英说道 回禀夜神 我叫何宽 夜城道 你好像很不服 何宽一愣 开口说道 回夜神 我不服 我们几个的年龄都还没到三十岁 可已经达到了五道宗师 不自要地说一句 我们绝对算得上是天才 绝不是屁都算不上的废物 夜城轻笑一声 说道 这个嘛 要看和谁比 如果你只和外面一些蠢材去比 那你的确是精英 可如若 你要和我身边的人比 就算随便一个狗腿子 二十岁没有达到大宗师境界 那都算是废物中的废物 什么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 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大了 没听错吧 二十岁没有达到大宗师 就算是废物 开什么玩笑 十大五道宗师精英 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心中都觉得夜城太过吹牛了 你这战步称神 不会是吹牛吹来的吧 不是他们不信 实在是夜城的话 吹牛的成分太大了 要知道 三十岁前能够成为五道宗师 在战步是绝对能够得到优先培养的人才 未来大概率会成为某个战步的战手 就比如龚宇 他就是在二十八岁那年突破的五道宗师 如今在云城战步 已经是最高职位了 可这在夜城眼里 竟然屁都不是 还随便一个狗腿子 都能在二十岁达到大宗师 开什么玩笑 大宗师啊 足足比五道宗师高出了一整个大境界 可以说 他们这些精英能在五十岁达到大宗师境界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二十岁的大宗师 那是什么概念 听都没听过 何宽尴尬一笑 说道 夜神 您就别打我们开玩笑了 何宽等人都以为夜城是在开玩笑 啪 这话一出 龚宇顿时大怒 一巴掌就狠狠地拍在了何宽的后脑勺 混账 夜神也是你能质疑的 你胆子真的是太大了 靠我不打死你 何宽被打得连连后退 心中郁闷到了极点 龚宇这是闹哪出啊 就算夜城很厉害 再占步也是神话 可也没有必要这么卑微吧 何宽被打得受不了 连忙左右躲避 龚宇却似乎并不肯放过何宽 对 看我怎么打死你这兔崽子 看招 我打 两人一人逃 一人追 场面顿时乱成一团 夜城直接无语了 他怎么会看不出龚宇心里在想什么 行了 夜城无奈地喝道 夜神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教育这个赶乱说话的臭小子 像夜神您这样威武霸气 霸绝乾坤的神 怎么能让这种臭小子质疑了 龚宇卑躬屈膝的陪笑讨好着 这一幕 让战步这十个宗室精英顿时无比的厌恶 这可是战步 每一个都有着抛头颅洒热血的期许 他们最看不惯的 就是鳄鱼奉承 只会拍马屁的人 以往 龚宇绝对是一个说一不二 非常有主见的人 甚至就算见了战步其他高层 只要是对的事情 龚宇多感距离力争 可龚宇在夜神面前的表现 顿时让这十个战步精英 升起一丝反感 要不是因为龚宇是战手 加上夜神本人还在 他们甚至会忍不住出言质问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 成何体统 这要是让别的战步看到龚宇的样子 恐怕整个云城战步都会成为笑柄 夜神懒得理会龚宇 他很清楚 龚宇这家伙 一脑子的坏主意 他就知道 这顿饭可没那么好吃 龚宇连珍藏了好酒都拿出来了 夜神无奈从兜里 逃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子 直接丢在龚宇手里 好了 别在我面前瞎扎伙了 这玩意你拿着 对了 龙宵那小子不错 给他留一颗 别再和我说话 以后没事别找我 有事的话 也别找我 我走了 夜神身形一闪 整个人直接消失在战步 他可不想看到 龚宇无赖的一面 鬼知道再待下去 他还要付出点什么东西 这群人可都是讨债鬼 龚宇想要留住夜神 可惜他根本没有能力追上夜神 只能无奈地对着夜神离去的方向 疯狂地鞠躬 龚宗战手 一直以来 在我心里 你都是一个不苟言笑 从不留须拍马的人 可今天 我何宽看不起你 何宽见夜神走了 顿时就站出来 直接指着龚宇怒骂 龚宇猛然转身 脸上已经没有在面对夜神时候的笑容 反而满脸的冷峻 仿佛又回到了众人熟悉的那个龚战手 你懂什么 他可是夜神 他好东西多着呢 在他面前怎么样都不过分 龚宇脸色一冷 怒斥道 其他几个精英见何宽还不服 连忙拉了拉何宽的衣服 示意他不要冲动 可何宽毕竟年少成名 大小也是个宗师 而且向来嫉恶如仇 他根本不听劝 不管他有多少好东西 有多高的地位 我们可以尊重他 但绝对不是我们向他无下线奉承的理由 何宽也凭着被处罚的危险 直言不讳地说道 他已经做好了龚宇暴怒的准备 甚至 就算龚宇将他提出战步精英队 他也认了 因为这话他不说出来 心里就不舒服 谁曾想 想象中的暴怒并没有出现 龚宇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他自古地打开夜尘送给他的瓶子 从里面倒出一些丹药 给了除何宽外的其他精英队员 每人一颗 随后 转过头 又丢给容霄一颗 小子 你运气不错 众人拿着黑乎乎的丹药 一时间有些不明所以 这玩意是什么 龚宽手 就这么小小的一瓶丹药 就可以让你出卖自己的尊严吗 何宽有些不解地看着龚宇 龚宇依旧没有理会何宽 只是看着其他人 都吃了吧 然后运转占步交给你们的法觉 龚宇直接下令 众人不敢不听令 直接将黑色的丹药塞入口中吞下 这丹药一入口 众人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他们感到一股磅礴的气息 直接顺着喉咙 朝着他们全身的血脉开始冲击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众人惊恐万分 纷纷盘腿坐下 开始修炼 这股药力简直颠覆了他们的所有认知 轰轰轰 几乎一瞬间 每个人体内都爆发出一股磅礴的气势 这种感觉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 仿佛有一股在他们认知之外的力量 将他们体内的经脉全部打通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轰 容霄忽然睁开眼睛 猛地站起来 发出一声狂笑 他身体爆发出的力量 让何宽都感到震惊 大家都知道 容霄是因为其学历太高 加上机缘才被招进占卜 相当于一个文职 本身的实力其实并不高 甚至还没达到五道宗师境界 可现在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竟然突破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何宽心中顿时出现一丝不太妙的感觉 他似乎错过了什么东西 这个念头刚起 刚刚吃了丹药的九个五道宗师精英 也在这一刻爆发出无尽的气势 哄 九人同时站起 身上游转着让人害人的气势 九人 竟在同一时间 成了大宗师 震惊 无尽的震惊 容霄是最先反应过来的 他本身的实力其实并不强 甚至只是来占卜之后 才开始接触的五道 他的天赋却非常好 这么短的时间内 也算小有成就 可他的天赋再好 想要突破到五道宗师 没有个十几二十年的修炼 是完全不可能的 甚至 他已经安心的 想要再占卜干好文职工作了 然而 仅仅是吃了叶辰的一颗丹药 他竟然就突破到了宗师境界 这你妈 太恐怖了 天哪 这怎么可能 我竟然是大宗师了 这是什么药效 我前不久才刚刚突破到宗师境界 现在竟然直接横跨一个境界 达到大宗师了 恐怖 太恐怖了 这就是叶什么 他随手给出的丹药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效用 天哪 神 真的是神 从此以后 一神将是我心目中唯一的神 九大精英此刻热泪盈眶 要知道 突破到宗师境界 他们花了二十多年 想要突破到大宗师 快的话也需要十年 顺利的话需要二十年 慢的话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天赋很重要 可现在 仅仅一个晚上 他们全都成了大宗师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 为什么今天晚上 公寓会这么反常 在叶辰面前 如此卑躬屈膝 甚至装傻陪笑 原来一切都是 为了他们 九人在崇拜叶辰的同时 也非常感激公寓 感谢公战手 感恩公战手 给我们争取的机会 此恩 无以为报 九大精英 直接跪在了公寓面前 他们现在内心的激动 已经无法用言语 来表达了 众人之中 唯有何宽 整个人都惊呆了 同为战步精英 前两个小时 大家都还处在同一境界 甚至何宽的实力 在这群人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呢 不仅所有精英 都成了大宗师 就连最弱的荣霄 都成了五道宗师 仅仅是因为 叶辰给了一瓶丹药 他之前一直以为 叶辰说他的人 二十岁达不到大宗师 就是废物 这种话 绝对就是吹牛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他不得不相信 而且生起一丝后悔 扑通 何宽直接一下 跪在公寓面前 他后悔 他不甘 他郁闷 他感叹自己的眼光 怎么这么差 是啊 要不是叶神 有通天的本事 公寓会愿意放下尊严吗 他的质疑 虽然有着一颗 偏向正义的心 可却并没有太多的脑子 一个能够让宗师 瞬间踏入大宗师境界的丹药 仅仅是叶辰随手给的 这种神 一般级别的人物 别说对叶辰点头哈腰 卑躬屈膝 就算是让何宽跪在叶辰面前 喊他爹 他也愿意啊 公战手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质疑您 更不该质疑叶神 求您少我一枚丹药吧 何宽连哭带嚎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求起来 你不是说人要有骨气吗 你不说 看不起我在叶神面前 卑躬屈膝吗 你不是说我放弃尊严吗 你 怎么跪在我面前 公寓早就预想到了这一幕 耸耸间 慵懒地说道 何宽现在恨不能打自己几巴掌 我错了 公战手 我真的错了 求您原谅我 何宽很清楚 自己只能求得原谅 因为五道一图 其差一招 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现在他的战友们 都成了大宗师 如果他停留在原地 那他失去的 不仅仅是一次机会 很可能是一辈子 五道之中 每个境界的差距 都是很大的 打者一飞冲天 弱者只能黯然退出 当然 何宽本性是好的 公寓也没有真的生气 你质疑的本意是好 可就是没脑子 我生气的不是你骂我 而是质疑我的人格 我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你们 要知道 那可是夜神 你们能得到这次机会 那是我厚着脸皮球来的 明白吗 公寓眼神冰冷地扫过何宽 他乃是云城战手 虽然何宽本意并不坏 可这是战部 公寓需要的是 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人 而不是自以为是 来质疑他的人 你的丹药我会给你留着 你先去西南战部历练一年 如若你能沉稳下来 属于你的机会 我会还给你 公寓摆摆手 就走了出去 何宽点点头 只要机会 还在他不差这一年 此时 荣霄整个人都还处于猛逼状态 他可以说是 这些精英中最大的受益者 毕竟 虽然他也身处战部 可家庭并不出众 甚至他接触武道 都是在进入战部之后 可以转眼 他却成了武道宗师 瞬间成了战部精英 之前他就是依靠着高文平 在文职方面是顶尖的优秀 现在又成了武道宗师 那以后他在战部 可以说绝对会飞黄腾达 此刻 在荣霄心里 叶辰已经成为了唯一的生命 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虽然仅仅是叶辰随手为之 可他却很清楚 都是叶辰赐予的 离开战部之后 荣霄就回到了家里 荣霄的老爹荣志明招招手 说道 霄儿 你来一下 荣霄走过去 问道 爸什么事 荣志明笑道 霄儿 你现在有出息了 在战部工作 身份地位都很高 这年龄也不小了 我有个老朋友 有个女儿 长得很漂亮 我打算带你去见见 要是合适 就别再挑挑拣拣了 荣霄一愣 说道 爸 我没有兴趣 荣志明说道 你放心 这个女孩很漂亮 我还见过 人家也不差呢 现在是云城商会的会长 能配得上你 荣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说道 云城商会 那身份倒是不差 不过现在我不一样了 荣志明疑惑道 什么不一样了 荣霄道 今天 我遇到了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爸 我现在已经不准备干文职了 因为 我现在 是一个正正经经的武道宗师了 说着 荣霄单手一挥 一股力量冲体而出 哄 直接将远处的墙壁 直接轰出一个大洞 荣志明整个人都震惊了 武道宗师 他彻底惊呆了 他当然知道 武道宗师代表着什么 这让他完全不敢相信 我儿竟然武道宗师 那沐家那小女儿 就未必配得上我了 可又答应了老友 这可怎么办呀 荣霄微微一笑 说道 爸 你也别上火 既然答应了 做人就要有诚信 我明天随你去见见便是 隐龙山庄 几人正在吃饭 正好夜晨不在 穆伯看了一眼穆晴雪 说道 晴雪 明天你有空吧 不一定 最近比较忙 怎么了吧 穆晴雪这些天都忙着七彩医药集团的事情 他现在可以说已经被边缘化 就是因为当时他不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夜晨身边 而是被穆家人关起来了 不然的话 以姐夫的关系 他早就手握七彩集团大权了 什么叫不一定 晴雪 虽然工作重要 可以要劳逸结合 你年龄也不小了 不能只为了工作 连感情都不谈了吧 穆婉晴皱着眉头 开口叫一道 姐 你怎么变了 你不也是为了工作 才和姐夫离婚的吗 怎么你能做 我就不能 穆晴雪丝毫不给面子的回怼了过去 他到现在还对穆婉晴耿耿于怀 这么好的姐夫 他不要 竟然还离婚 真是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穆婉晴脸色一僵 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你少拿我说事 穆婉晴有些恼羞成怒 我的确不想拿你说事 你和姐夫离婚 绝对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而且 你以后肯定会后悔 姐夫他 穆晴雪也很生气 够了 话还没说完 穆婉晴就恼怒得大喝一声 他和叶晴离婚 就是因为叶晴不思进去 可穆晴雪却像是着魔了一样 说他会后悔 他后悔什么 有什么好后悔的 要是当年 他没有鬼迷心窍嫁给叶晴 如今很可能和战步精英相亲的 就是他了 在他心里 穆晴雪这算是捡了便宜 还卖乖 好了 都别说了 晴雪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吧 那明天就给我留在家里 穆博一锤定音的说道 话刚说完 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拿过电话 走到一边接了起来 很快 又回到了众人面前 刚刚还神采奕奕 现在却又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 爸 你怎么了 谁的电话 穆飞好奇的问道 是你们荣叔叔打来的电话 穆博叹气道 爸 不会是他们不来了吧 穆飞心中一惊 要是荣家人不来 那他心中的小算盘 就打不响了 穆博却是摇摇头 说道 不是 他们会来 只是这次的晴雪 怕是配不上人家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不由得笑了 这怎么可能 爸 别开玩笑了 就算那荣霄是占步精英 可二姐毕竟是商会会长了 就是 我听说这个荣霄在占步 也就是个文职 晴雪怎么会配不上他 穆博苦笑了一声 开口道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刚刚 你们荣叔叔告诉我一个消息 就在今天 荣霄已经成为了一个武道宗师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穆家人都震惊了 武道宗师 天哪 这怎么可能 荣霄才多大 竟然就成了武道宗师了 要知道 荣霄这才刚刚毕业没多久 还很年轻 这个年纪达到武道宗师 就算不再占步 也绝对能闯出一番天地 就比如天舞阁的林天舞 苏家家主苏天花 那可都是武道宗师 而荣霄在军部 这个年纪 只要肯吃苦 未来绝对能够成为一方霸主 难怪穆博会说 穆清雪配不上荣霄 穆家人内心无比的震惊 爸 那现在怎么办 穆婉清也急了 虽然他离过婚 肯定不可能和荣霄相亲 可如果穆清雪 能够找到荣霄这样的成龙快婿 而后远离夜城这个废物 那对穆家来说 绝对是具有天大好处的 能怎么办 清雪 这也是你自己的机会 好好表现 如果你能和荣霄走到一起 那是你一辈子的荣耀 穆博无奈的摇摇头 这种事情 只能听天由命了 穆清雪虽然也震惊 这个荣霄竟然有这样的天赋 可说实话 他也仅仅是震惊片刻 毕竟 他见过夜城的实力之后 这个世界 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男人 能入他的眼了 如果不是因为夜城和穆婉晴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 去追求夜城 哪怕现在 他只能将这种事埋藏在心里 可也同时打定主意 这辈子 他心中再不会有别人 第二天 一大早 穆家人就醒来了 穆飞一早就看着穆清雪了 生怕穆清雪会失约 你们谁见到夜城了 穆博转头看向穆婉晴问道 不知道 好像他昨天都没有回来 穆婉晴摇摇头 他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 还特地关注了一下 夜城外出之后 一直都没有回来 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正好 省得我们花心思把他骗出去了 只要他不来捣乱 就不管他 都准备一下 你们荣叔叔 马上就要到了 穆博冷哼一声 着手准备去了 很快 荣志明父子 就来到了隐龙山庄 荣志明看上去有些意气风发 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 他现在可是有一个武道宗师的儿子 还是战步精英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被吹捧的对象 而荣霄本身就身处战步 他穿着一身作战服 加上如今已经是武道宗师境界 浑身气息有转 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而且 荣霄本身不仅长得高 还很帅气 这样一来 颇有点白马王子的感觉 一见面 穆博就朝着荣志明走过去 志明啊 我们可是好几年都没有见面了 老是想说和你句一句 可总抽不出空来 哈哈 是啊 还不是老穆你太忙 看看 你培养了两个女儿 都这么优秀 我也能理解 哪有你优秀啊 你看看你这儿子 不仅是战步精英 而且还是武道宗师 说实话 我可羡慕得紧呢 两人相互一阵吹捧 荣志明心中暗爽 虽然荣志明和穆博 在大学时候的关系很好 可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年 穆博很少和他相聚 老友相逢 比什么 不就比谁的子女更优秀吗 穆婉晴看着荣霄 心中不由的感慨 他看向穆晴雪 看到没有 这才是云城真正的天骄 这气度 这气质 无可挑剔 绝对不是叶晨能够相比的 荣霄一早就看到穆婉晴姐妹两人 特别是穆晴雪 一开始 荣霄都觉得 这次相亲 肯定不能成 因为他现在可是武道宗师 普通的女孩 怎么可能配得上他 可看到穆晴雪之后 他顿时惊为天人 美 真的很美 他毕竟也是年轻人 血气方刚 自然微微有些失神 特别是听到穆婉晴夸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由得挺了挺胸 大家好 我是荣霄 我爸和穆叔叔是世交 我们两家以后 也要多多走动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还请大家笑呢 荣霄自我介绍了一下 不卑不亢 浑身上下有一股占步的阴子 穆博简直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 走吧 都进来吧 我准备了好久 今天可要一对方休啊 穆博笑着将荣家父子迎了进来 荣志明看着隐龙山庄 不由得生出感叹 老穆啊 还是你有福气 这么大的隐龙山庄 简直太奢华了 这价值太高了 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 命都会长几年啊 穆博呵呵一笑 直接指了指沐晴雪 这隐龙山庄 可是我家二女儿的 她虽然比不上贤职 可也是不错的 现在是云城商会的会长 荣霄看着穆卿雪 点头肯定道 云城商会会长的人脉方面 都很广 而且能够买得起隐龙山庄 穆小姐的确非常优秀 穆卿雪淡淡一笑 说道 一般吧 我不过是遇到了贵人 见穆卿雪这么冷淡 穆婉晴连忙拉拉拉穆雪的袖子 插嘴道 秦雪是优秀不错 可荣公子也很厉害啊 如此年纪就成了武道宗师 这在战步 解一下荣霄在战步的地位 所谓最顶级的精英 就是未来有机会成为战手的存在 那绝对是一方霸主 可以说 每个城区的战手都有着巨大的特权 手中那可是掌控实打实的权力啊 荣霄淡淡一笑 说道 我本就是战步精英 不过以前我干的是文职 大家都知道 文职工作顶天也只能打打下手 出谋划策 可现在不同了 说句自负的话 未来 我也会有能竞争成为战手的机会 因为我和秦雪小姐一样 也遇到了真正的贵人 这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得心中狠狠一阵 要知道 战步的等级制度森严 在战步做文职 和在战步竞争战手 是完全不同的 一下子 众人不得又得高看荣霄一眼 贵人 什么贵人这么厉害 莫婉晴不由好奇地问了一句 那是我心目中唯一的神 乃是战步所有人心中的至尊战神 就比如前段时间七彩一药集团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吧 就是我们战步的至尊战神一怒之下 召集十万战将 直接就灭了那个陆青丘 我能够突破到五道宗师境界 就是他顺手围的杰作 荣霄说起叶臣的时候 眼神中满是崇拜 这么厉害 他叫什么名字 穆伯好奇地问了一句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那能和这样的人物结交 对穆家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而且 之前穆家人都知道 七彩一药集团 是因为得罪战步被灭 可不知道 竟然战步的至尊战神出手 那叶臣的运气 还真是太好了 如果不是战步至尊战神出手 叶臣恐怕直接被灭了好几回了 穆叔说 他的名字 可不能随便提起 那是神 任何场景提起 都是对他的不敬 荣霄内心是真的把叶臣当成了神 所以 不可能轻易提起他的名字 也是 战步的至尊战神 如此厉害的人物 可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小民能够高攀的 就是之前有个不长眼的家伙 得罪了七彩一药集团 要不是你们战步出手 他早就死了 这样看来 你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穆伯尴尬一笑 稍微解释了一句 两家人边吃边聊 聊了很久都没有进入正题 穆伯心中暗暗着急 他很担心 这次荣霄会没看上穆秦雪 沉默片刻 他终于一咬牙 笑着开口问道 贤侄啊 其实这次相聚 志明应该有和你说过 我的小女儿秦雪 也到了婚嫁的年龄 你们年龄相仿 看看能不能成为一段佳话 你对秦雪感觉如何 荣霄本就是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男孩 看到穆秦雪的第一眼 他就直接沦陷了 荣霄脸一红 说道 穆叔叔 这是不是太快了 我对秦雪的第一印象很好 只是 这种事情 总要先问问女孩子的意见 您说是吗 诶 问他干什么 贤侄这么优秀 他能做你的女人 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只要贤侄喜欢 你们就算明天结婚 我都同意 穆伯直接开口笑道 爸 你胡说什么呢 荣霄很优秀没错 可我不喜欢他 而且我认识比他更优秀的人 我也心有所属 所以 我不可能会喜欢他 我这样说 明白了吗 穆秦雪丝毫不给面子 直接开口说道 这话一出 反而让荣霄脸色一僵 穆秦雪这话 倒是对他打击有点大 要知道 他现在不仅在战部的地位 稳步提升 还是武道宗师 任何一个身份 都绝对甩云成同龄人一大条街 就算是战部里面 能够比他优秀的 也屈指可数 荣霄眉头一皱 他强忍怒意 说道 穆小姐 你不喜欢我 我能理解 不过我现在是战部精英 代表着战部 你说你认识的人 比较优秀 那我倒是想要认识认识 到底是谁 能比我这个战部精英 武道宗师更优秀 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尴尬起来 贤侄啊 别生气 他不懂事 乱说的 哪有人比你优秀 是啊 整个云城 恐怕都难找出 比贤侄更优秀的人了吧 秦雪还小 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乱说 放心 只要你喜欢 我们就把他嫁给你 穆家人见荣霄有些生气 都连忙安抚起来 穆秦雪却冷着脸 正当他不知道 该怎么脱身的时候 忽然 看到大厅外面 叶尘正缓缓地走进来 穆秦雪眼睛一亮 他直接指着叶尘 随后对荣霄说道 看 他就比你优秀 而且比你优秀一万倍 荣霄心中自然不服 或许在以前 他不认为自己有多优秀 可现在 他不仅在战部得到重视 而且还成为了武道宗师 这都不是他真正自傲的地方 让他真正自傲的 是他曾经得到了夜神的夸奖 这足以说明他的优秀 他不相信在云城 还有比他优秀的人 因为荣霄是背对着大厅 他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来人 心中打算 不管看到谁 都得狠狠地比较一方 至少让对方明白 他们之间的差距 荣霄缓缓转过头 正好这个时候 夜神踏进了大厅 四目相对 哄 荣霄的脑袋 瞬间像是被武道天雷劈中 就像是见鬼了一般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指着夜神 深 深 因为过于惊恐 甚至连话都说不明白了 这种突然的刺激 让荣霄脑子一片空白 神经病 夜神 你这废物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木博气急败坏地指着夜神 就骂了一句 他明明看出来 荣霄对沐勤血 已经有了一点好感 马上就到了关键时刻 夜神却回来了 这不是摆明回来 想要搅黄这次相亲的吗 你看 就连荣霄都生气了 连神经病三个字都要说出来了 要不是荣霄有素质 指不定就要骂夜神一个狗血淋头 木博骂得顺口 荣霄却直接彻底被吓坏了 神经病 这是在骂夜神 什么鬼 废物 这木博是脑子有病吗 竟然敢骂夜神是神经病废物 要夜神是废物 那他荣霄 可能连废物都算不上 他还没反应过来 赵兰也气呼呼地指着夜神 说道 你说你 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 我们有贵客来了 你都不知道闪开点吗 冲撞了贵客 你负得起责任吗 木飞更是指着夜神 看到没有 这位是我二姐的男朋友 叫荣霄 他可是战步精英 还是武道宗师 千年难遇的天才 百里挑一的天骄 他是我们今天的贵客 夜神 你赶快回房间去 你还没有资格上桌 木飞的声音不大 却像是一道道惊雷 轰在荣霄面前 他这一刻 连死的都心都有了 这群人疯了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出乎了荣霄的意外 每一个字 都足以让荣霄瑟瑟发抖 哦 天骄啊 夜神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荣霄连忙站起来 差点就要跪下了 不过看木家人 似乎并不知道夜神的身份 他也不敢轻易提及 只能攻着身子 不不不 我哪里是天骄 您才是 您才是 荣霄疯狂的鞠躬 他现在真想快点 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要是让夜神怪罪上了 直接就毁了 荣霄的动作 顿时让木家人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战步精英都这么有礼貌的吗 竟然对着夜神疯狂鞠躬 怎么看上去唯唯诺诺的 我上楼了 你慢慢吃 夜神懒得理会几人 他现在还有事情要做 直接就上楼 是是是 您上楼 您上楼 荣霄此刻就像是舔狗一样 对着夜神点头哈腰 贤侄 你这是干什么 不用给他鞠躬 他就是一个废物 死皮赖脸的住在里 他上楼了正后 我们继续吃 木博直接拉住荣霄 有些不满地说道 这倒是让夜神占了的大便宜 竟然让一个武道宗师 对着他鞠躬 恐怕这是他这辈子 最荣耀的时刻吧 荣霄 你真不用如此 刚刚那个人叫夜神 是我的前夫 我们离婚了 他也算不上我们沐家人 你不用看在我们的面子上 对他这么客气 木婉晴也开口说道 荣霄直接感到头皮发麻 他被吓得有些腿软 他对夜神这么恭敬 根本就不是看在 沐家人的面子上 还有什么 离婚 他没听错吧 沐家人是脑子坏掉了吗 竟然和夜神离婚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这个世界上 最权势的存在 沐家人的脑子是秀斗了吗 哎呀 小哥 以你的身份 像夜神这种废物 根本就入不了你的眼 那小子和我大姐离婚了 又想打我二姐的主意 以后 你成了我二姐的男朋友 那废物 就不敢自作多情了 沐飞笑着说道 扑吃 什么 夜神对沐清雪有意思 那他和沐清雪相亲 岂不是在挖夜神的墙角 草 这一刻 荣霄真的怕了 他痛恨自己 今天为什么要来 恨不能打断自己的双腿 疯了 彻底的疯了 咦 小哥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是不是被夜神 那废物器的发抖了 要不要我立刻带你 上去教训他 你一个武道宗师 随便都能打扁他 沐飞注意到荣霄的情况 疑惑的问道 扑吃 荣霄彻底的服了 这家人说话 他是一句都接不上 也不敢接 天知道再待下去 他们会不会让自己 去杀了夜神 那个 爸 沐叔叔 我突然想起来 战步里面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惶恐不安的荣霄 直接站起来 说了一句之后 就匆匆往外赶去 哎 贤侄 怎么走得这么急 你和秦雪的事情 怎么说啊 沐飞站起来 就想追上去 可作为武道宗师的荣霄 一出门就 直接消失不见了 就像是被吓坏了一样 连他爹都不要了 荣志明尴尬的笑了笑 那个 你们也都知道 战步的情况都是紧急的 萧儿可能有事吧 是是是 我们都理解 贤侄可是战步精英 她的是更重要 而女情长什么的 可以从长计议吗 多谢理解 那我也先走了 回头再联系吧 荣志明和众人道别 也离开了 沐清雪江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自然明白 荣霄为什么突然这么反常 指定就是被叶臣给吓到了 这样正好 经过这件事之后 荣霄恐怕再也不敢来了 好了 他们都走了 我也要去上班了 沐清雪离开 这一幕 直接让沐伯郁闷不已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顺利进行 突然之间就变了 真是气死了 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还说的好好的 差一点就能撮合荣霄和秦雪了 荣霄是怎么回事 性格转变也太快了 沐伯郁闷的吐槽起来 沐飞却眯着眼睛 说道 爸妈 大姐 这还用想吗 你们回想一下 萧哥态度的转变 就是从叶臣回来开始的 不是吗 众人一想 还真是 这是什么意思 沐婉清疑惑地问道 还能有什么意思 就是被叶臣破坏了 人家萧哥是什么地位 什么身份 我们沐家有叶臣这么一个脱油瓶 以后不得西荣家的血 所以直接就吓跑了 沐飞言之凿凿地说道 这么一说 众人都觉得有道理 毕竟在叶臣回来之前 他们和荣家父子交谈的都非常顺利 可叶臣回来之后 荣霄的态度就来了的大转变 不仅没有了之前的傲气 反而对他们爱达不理 神由天外 很明显 就是想要敷衍他们 都说了看好叶臣 看好叶臣 现在好了 就被这家伙给破坏了 原本我们沐家可以攀上一个未来战手 现在全都没了 真是气死我了 沐伯大发雷霆地咆哮起来 正好这个时候 叶臣从楼上走下来 看到叶臣 沐伯几人顿时冲过去 脸上都带着怒气冲冲 你们干什么 要吃人吗 叶臣疑惑地看着凶神恶煞的己人 叶臣 你混蛋 你知道 你干了什么事吗 赵兰气急败坏地 冲着叶臣怒吼起来 叶臣真的有点梦了 这几天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和沐家人基本上没什么接触 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上几句 他还真不知道 自己又干了什么事 我好像没招惹你们吧 叶臣眉头一皱 冷冷地说道 还没招惹 你害的婉青还不够 现在还要来害秦雪是吗 你害我们沐家失去了一个天娇女婿 你的心怎么这么逮多 沐伯生气地质问起来 我说前岳父大人 你有点过分了吧 我回来可什么都没做 你这是摆明要冤枉我了 叶臣有些无语地说道 冤枉你 你配吗 本来我们和荣霄谈得好好的 就你一回来 把事情给搅黄了 人家是怕你这个吸血鬼 只知道吃软饭 整天无所事事 谁见了都会怕 现在还把我沐家的成功快续给吓跑了 就是你敢说不是你吓跑的 沐家人对着叶臣一顿嘴炮输出 叶臣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在说荣霄的事情 这他还真不是故意的 事情毕竟就这要巧 而且说是叶臣吓跑的 还真没有冤枉他 因为看到叶臣 荣霄没被吓尿都算心理素质好的 好吧 人的确是我吓跑的 不过也怪不了我 毕竟他想太多了 就他那点水平 还不至于让我过多地关注他 下次你们和他说 不用怕我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会与他计较的 想要让我关注他 他还得再多努力 叶臣耸耸肩摆摆手 直接离开了 留下沐家人全都面面相去 什么 没有听错吧 叶臣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吓跑 是叶臣太混账 才会把人吓跑 这小子以为我们在夸他吗 看看 这家伙都膨胀到什么地步了 荣霄一个占卜精英 舞蹈宗师 还需要他去关注吗 我看他真的是疯了 不会以为有二姐帮他 他就能这样目中无人了吧 婉青 你说说 这到底该怎么办 慕婉青也直接无语了 他一直以为 叶臣接二连三的惹事 最终会认清楚自己 可没有想到 他竟然直接迷失了 还以为自己 在云城很有地位 竟然连占卜精英 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了吗 慕婉青被叶臣越来越失望 如果这样下去 叶臣最终只会变成 活在自己想象中的废物 哎 沐家人被气得不行 一家人都唉声叹气的 叶臣没有理会沐家人 他走出影龙山庄 忽然电话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 是洛青秋打来的电话 这段时间 他一直没有和洛青秋联系过 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是做什么 喂 青秋 有事吗 接起电话 叶臣直接开口问道 叶绍 你还记得我呀 洛青秋有点受宠若惊 声音显得非常惊喜 他可是知道 叶臣这段时间的事迹 说实话 他一直很想找叶臣 可以想到自己和叶臣之间的身份差距 他只能压下心中的冲动 这次 终究还是没忍住 傻丫头 你当我有老年痴呆啊 这才多久 就能忘掉一个人 叶臣无语地调侃起来 希希 叶绍 你有时间吗 洛青秋直接开口询问了起来 嗯 如果不占用非常多时间的话 我有 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说 叶臣想了想 也没有直接拒绝 毕竟 当初洛青秋曾经帮他解围过 而且洛青秋也比较懂事 知进退 这让叶臣很满意 那太好了 就是我最近准备参加一场拍卖会 我洛家打算拍下一款古董 因为价格有点高 我爷爷也拿不准这古董的价值 不知道能不能请叶绍帮忙长长眼 洛青秋羞涩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其实 让叶臣帮忙长长眼 不过就是一个借口 对于洛家来说 其财富之多 足以买下任何古董 哪怕是一个完全没用的玩意 如果不找这么一个借口 洛青秋也不好意思 直接将叶臣约出来 这算是洛青秋心中的小九九 不过 叶臣却并不知道洛青秋的想法 也并没有拒绝 这样啊 也行 什么时候开始 你直接来引龙山庄来接我吧 叶臣点头道 挂了电话 叶臣就继续忙碌自己的事情了 直到深夜才回引龙山庄 第二天一早 叶臣就从睡梦中醒来 走下楼 穆薄和赵兰两夫妻 还是虎视眈眈的看着叶臣 显然对叶臣的气还没消 叶臣没有理会他们 推着穆家奶奶在花园中逛了一圈 陪着奶奶聊聊家常理短 随后便走出引龙山庄 正好 洛青秋开着一脸豪车停在引龙山庄前 看到叶臣出来 洛青秋从连忙从车上下来 恭敬的给叶臣打开副驾驶的门 将叶臣请了上去 随后一脚油门就离开了 穆薄和赵兰看到这一幕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叶臣这小子还真是个吃软饭的主 谁的软饭都吃 没想到洛家大小间 也被这小子迷得七晕八速的 太无耻了 可能没和婉青离婚的时候 就在外面乱搞了 这天杀的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被她祸害了 我们更要警惕 千万不能让秦雪重蹈婉青的覆辙 另一边 车内 洛青秋开着车 眼睛却偷偷地用余光偷瞄叶臣 叶臣泰然处之 回敬了一个眼神 洛青秋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连忙开口缓解尴尬 叶少 这次的拍卖会 听说会有很多舞蹈高手参加 会有不少真品 您对这些应该很了解吧 多少有点了解 怎么 这次的东西很贵重 叶臣淡淡一笑 看了一眼洛青秋问道 嗯 这次我看中的是一块吊坠 云城这段时间 流传了一些密文 就是关于这吊坠的 所以这次拍卖 整个云城不少势力都在盯着 我们洛家也想参与一下 只是相比真正的权贵 我们对吊坠 还没有非常清晰的了解 所以才会请叶少来的 洛青秋说道 叶臣点点头 微微一笑 说道 行 到时候看到东西再说 能让这么多人关注 恐怕这吊坠 也不是什么烦我 看到叶臣来了兴趣 洛青秋显得非常高兴 说道 如果到时候叶少看上了的话 就说一声 我们平尽全力 都要拍下来送给您 那你们可有心了 看来你很有信心 能将其拍下 叶臣哈哈一笑 不可置否 说实话 以叶臣的身份 能够让他看上的东西 少之又少 信心当然有 我还特地调查过 这次参加拍卖会的事例之中 真正能够和我洛家 比拼财力的不多 唯独要注意的 就是天语集团 洛青秋说到这个集团的时候 不由得有些苦恼 看上去 似乎是个比较难缠的事例 天语集团 很厉害吗 叶臣疑惑地问道 当然厉害了 天语集团其实并不是本地集团 在云城只不过是一个分部 可就是这个分部 陆家上位的时候 就是这个天语集团在背后扶持 洛青秋开口解释了起来 他本不想提起七彩医药集团 七彩医药集团的陆青秋 竟然和他的名字一样 就因为这件事 当初在叶臣对付陆青秋的时候 洛青秋都不敢出门 不过好在叶臣 没有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心中暗暗想着 这个天语集团 和七彩医药集团有关系 那苏子双的死 会不会和这个天语集团之间 有某种关联呢 天语集团的确势力非常大 仅仅一个分部 就能在云城翻云覆雨 洛家在云城 虽然底蕴不弱 可连云城四大家族都比不上 更何况是天语集团 这种级别的存在 放心 走一步看一步 若是天语集团敢嚣张 灭了便是 叶臣淡淡一笑 浑身轻松地说道 听到叶臣的话 洛青秋不由地感叹起来 有叶臣坐后盾 这种感觉简直太好了 他不由地想起了 七彩医药集团的陆青秋 心中不由地暗笑 真是同名不同命 陆青秋被叶臣随手覆灭 而他陆青秋 却能够待在叶臣身边 做看风起云涌 很快 陆青秋就在这叶臣 来到了拍卖会 这个拍卖会 是在一处山庄之中 远离尘销 基本上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 想要来到这个拍卖会 恐怕起码身价 都是经过审核的 两人走进拍卖会 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了 叶臣稍微感受了一下 的确有不少舞蹈高手 甚至不乏宗师级别的人物 两人刚走进来 就传来一道声音 哟 骆大小姐 好久不见啊 转头一看 是一个年约二十出头的男子 穿着一身华服 他身边站着一个白发老者 气度不凡 满脸巨傲 吴峰 是你 骆青秋似乎对眼前的男子 并不喜欢 显得有些冷淡 原来骆大小姐还记得我啊 我以为你都把我给忘记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吴家的长老 他可是一位宗师级别的强者哦 这次就是请来长眼的 骆大小姐要是愿意 倒是可以和我一道参加 吴峰微微一笑 显得非常骄傲 特别是介绍旁边老者的时候 更是满脸傲然 的确 毕竟能请来一个武道宗师 对于吴峰来说 就是足以自傲的事情了 不用了 我也请了高手来长眼 就不麻烦吴绍了 骆青秋冷漠地拒绝了吴峰的邀请 吴峰眉头一皱 他环顾四周 眼神扫过夜沉的时候 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只是疑惑地说道 哦 你也请了高手 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见 莫 就在你面前啊 这位是夜沉夜先生 骆青秋直接说道 看到骆青秋指着夜沉 吴峰整个人不由先世一愣 随后扑斥一声 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骆大小姐 你真是笑死我了 就算你请不来武道宗师长眼 也不能请个矛头小子过来吧 吴峰哈哈大笑 看向夜沉的眼神满是不屑 骆青秋脸色狠狠一僵 夜沉可是他好不容易请来的 却被吴峰这么羞辱 他顿时就怒了 吴峰 你给我注意言辞 夜先生不是你能羞辱的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天羽集团的大少爷 再能在云城嚣张跋扈 别人怕天羽集团 我骆家可不怕 骆青秋直接硬生生地对了回去 吴峰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他本就对骆青秋有好感 想要追求骆青秋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 而这几年 他又被送出国留学 最近才回来 没想到 骆青秋身边 却有了个男人 他自然不会放过 任何嘲讽夜沉的机会 哼 我吴峰就是有资本嚣张 小子 你最好离青秋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吴峰恶狠狠地盯着夜沉 喝倒 我的事 似乎轮不到你来管吧 让开 夜沉轻哼一声 拉着骆青秋 就走进了拍卖会 留在吴峰一人 在原地狂怒 要不是顾及在场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真想直接对夜沉出手 吴峰盯着夜沉的背影 特别是夜沉竟然牵着骆青秋的手 这简直让他快要抓狂了 马达 小子 你真有种 很好 你彻底的惊我了 等拍卖会结束 我就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吴峰会是什么下场 吴峰双眼赤红 显得无比暴躁 他作为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从来都是嚣张跋扈 谁敢当他的面 驳斥他 从来没有 夜沉是第一个 旁边的白发老者 却显得非常的淡定 少爷 正式要紧 这种小人物 等办完正式 我随手就能灭了 吴峰只能压下心头的怒火 因为这次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无论如何 都要将吊坠拍回去 气急败坏的他 只能轻哼一声 也走进拍卖会 对于吴峰来说 天语集团 无论是实力还是财力 都是在场的人中最强的 哪怕是落架 都不是天语集团的对手 所以 对于吊坠 他势在必得 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 前期拍卖的 就是一些过场物品 众人都随兴趣拍卖 花落可价 很快 最后一个吊坠 就被推了上来 吊坠装在一个 非常古朴的盒子里 一被推出来 就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灵气 在场的人 有不少五道高手 只感受气息 就能确定 这个吊坠 绝对是一个宝物 吴峰显得非常积极 吴长老 这吊坠怎么样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东西 据说谁能得到这个吊坠 用于佩戴 就能够被其中的灵气所滋养 普通人携带 不仅能够摆病不轻 甚至能够延年益寿 而五道高手带着他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堪破大道 让一个宗师 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为大宗师 这是一个密文 谁都不能确定 可能够让一个宗师 成为大宗师的物品 绝对是各大势力 都想要的极品 单从气息上来 还不能确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吊坠中 蕴含着莫大的灵气 其价值绝对值得肯定 至于效用 无法判断 吴长老开口说道 其他人都纷纷点头 叶辰看到吊坠的那一刻 就直接失望了 这吊坠的确是个宝物 也的确有这个效果 可对于叶辰来说 让宗师晋升为大宗师 这种效果 简直就和过家家一样 毕竟 前两天 他才将占卜一群精英 全部给弄成了大宗师 叶先生 您怎么看 骆青秋看了一眼叶辰 问道 不怎么样 就是一个垃圾吧 如果仅仅是能让宗师 晋升为大宗师的效果 根本不值得花这么多钱 回头我送你几枚丹药 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且还是立刻突破 而这个吊坠 不带个十年八载 是不会有效果的 而且这个吊坠 就是个表面玩意 实际作用根本不大 叶辰撇撇嘴 不屑地说道 听到叶辰的话 周围的所有人都愣了 仿佛是听错了一样 都纷纷转头看向叶辰 什么鬼 这小子是哪里冒出来的 疯了吧 一个宗师级别的强者 想要突破到大宗师 没有个几十年 根本就不可能 可到了他嘴里 随便就能突破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 真是无知 一个矛头小子 也敢张口就来 我看你是什么都不懂 还在这里装无作样 丢不丢人 你要是买不起就别买 装什么大尾巴郎 吴峰直接嘲讽地说道 叶辰懒得理会吴峰 对于这种眼界狭小的人 根本没有必要多说 当然其他人 也没有把叶辰当回事 毕竟 这吊坠对于他们来说 的确是个宝贝 境界不一样 站的高度不一样 所以 他们眼中的宝物 在叶辰眼中 只不过是个废物 众人还在研究 这绝对是个宝贝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都可以拍下 越是去感受 就越能感觉到 其中蕴含着莫大的灵气 这里面的灵气 绝对有能让人 突破大宗师的能量 是啊 我也觉得是 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神物 在场的武道宗师 都纷纷感叹 突破到大宗师 绝对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经过这么多大佬的分析 众人都打算静拍了 吴峰嘲讽地看着叶辰 小子 看看 这么多宗师大佬 都一致认为这是宝物 就你说 这是个废物 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呢 吴峰巴不得 看到叶辰出丑的样子 迫不及待地质问起来 我说是废物就是废物 怎么 你好像不服 叶辰不想理会吴峰 可这家伙 简直就是凑过来找打 叶辰自然也不会惯着 切 我当然不服 没钱 就直接说 像你这种 只会骗吃骗喝 却没有点本事的家伙 我看多了 废物 吴峰撇撇嘴 嘲讽起来 是吗 那你信不信 我可以让你拍不到这个吊坠 叶辰面对吴峰的挑衅 泰然处之 然而 吴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他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现在天语集团 正缺一个大宗师 所以 无论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都要将这个吊坠拍下来 他甚至可以动用天语集团 所有的流动资金和不动资产 可以说在场的人中 绝对没有人 能够争得过他 让我拍不到这个吊坠 平民 真是笑话 等会就看你怎么出丑 吴峰眯着眼睛 不懈地开口 很快 拍卖会开始了 一百亿 吴峰直接开口喊了一个天价 他可是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这次更是能动用将近八百亿的资金 他想直接开口 吓退别人 在场的人大多数都是巨富 可面对一开口 就是这样的天价 也忍不住退缩了 众人慢慢地加价 一百五十亿 两百亿 三百亿 八百亿 吴峰又一次将价格喊到了巅峰 八百亿 这个价格 还有谁赶上 周围一阵静默 吴峰满脸得意 这就是天语集团的实力 这就是富可敌国 灰金如土的感觉 叶辰 你不是很狂吗 不是让我拍不下这个吊坠吗 现在本少已经喊到了八百亿 你还有什么脸说 让本少拍不走 从头到尾 你喊过一次价格吗 吴峰疯狂地嘲讽着叶辰 骆青秋自然非常信任叶辰 叶辰说 这个吊坠没用 是个废物 那就不会出错 所以 他一直没有加价 而且到了八百亿这个级别 也已经远远超过了 骆家的承受能力 所有人都看着叶辰 在他们看来 叶辰不过就是一个 只会胡说八道的废物 要说真的本事 还得是天语集团的吴峰 下垂吧 恐怕也没有人能出得起 比我更高的价格了 吴峰满脸得意地笑了起来 非常猖狂 非常霸道 台上的主持人 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刚响一锤定音 忽然 人群中传来一道 非常平淡的声音 我不出价 是因为你们都太穷了 既然你让我出价 那好 两千亿 这吊坠 我要了 哄 众人回头 就看到叶辰 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扑吃 吴峰直接把刚喝的一口茶 全都喷了出来 什么 两千亿 没听错吧 他仅仅叫到八百亿 就已经把所有人都吓跑了呀 现在 叶辰直接开口 就含两千亿 卧槽 开什么玩笑 周围的人都看向叶辰 厉害啊 这小子是谁啊 这么阔绰 两千亿啊 一个大型上市公司的市值 也未必有这么多啊 难道这小子 是某个武道世家出来的大少 疯了 这吊坠能不能让宗师 突破大宗师境界 还不一定啊 这就要花两千亿 值得吗 吴峰直接猛地站起来 怒视叶辰 小子 你疯了吗 两千亿 你是不是疯了 吴峰只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哪怕天羽集团再有钱 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拿出八百亿来拍卖这个吊坠 已经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了 可叶辰一张嘴就直接突破了他的上限 让他彻底地梦了 怎么 只允许你出嫁 不允许我出嫁吗 你不会是没钱了吧 没钱就说啊 穷不是你的错 穷还装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叶辰耸耸间满脸不屑地说道 吴峰背对的满脸通红 心中狂怒 可又无从发泄 天羽集团现在急需以为大宗师 这个吊坠他势在必得 可两千亿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能支配的数字 台上的主持人已经准备敲锤 等一等我打个电话 吴峰怒吼一声 示意拍卖暂停 主持人有些为难 看向叶辰 无所谓 就等他一等 像他这种穷货 恐怕打十个电话 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 叶辰痴笑一声 满脸的不屑 吴峰轻哼一声 转头就对着电话说着什么 很快 吴峰似乎和电话那头发生了争吵 挂上电话 他心中的怒火 早已经快要按耐不住了 吴峰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叶辰 吴峰整个人陷入无比的疯狂之中 他得到的指示是放弃 可他不甘心 就算要放弃 他也不能让叶辰 这么容易买下这个吊坠 叶辰不是有钱吗 那就坑死他 肾上腺素快速释放 让他处于极为上头的状态 小子 你和我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实力 三千亿 吴峰疯狂的怒火一声 小子 继续叫啊 继续跟啊 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吴峰眯着眼睛 已经叙事待发 只要叶辰一开口喊价 他就立马放弃 无论如何 他都要坑死叶辰 极致的仇恨 已经让他蒙蔽了双眼 然而 出乎无疯意料的是 刚刚对吊坠势在必得的叶辰 却忽然双手一摊 哦 我说了这个吊坠势的垃圾 我不要了 花三千亿买一个垃圾 恐怕就只有你这种脑残 才做得出来吧 叶辰语气平静地说道 扑哧 骆青秋听到叶辰的话 直接忍不住嘲讽地笑了出来 花三千亿买的垃圾 这不是脑残是什么 吴峰整个人都愣了 愣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叶辰不是对吊坠势在必得吗 只要叶辰再多喊一次 他就会立刻放弃 让叶辰多花一千亿 可谁能想到 剧本根本没有按照他想象中进行 他一喊三千亿 叶辰直接就放弃了 吴峰以为他在挖坑给叶辰跳 殊不知 自己才是傻不愣灯跳下去的那个 你 你坑我 吴峰瞪大眼睛 双眼充满血丝 他脑子已经一片空白 虽然拍下了吊坠 可足足用了三千亿 重点是 他老爹已经明令禁止说了放弃 可他一意孤行 想要坑叶辰一下 结果自己被坑了 花了三千亿 这就算对于天语集团来说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吴峰整个人瑟瑟发抖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和他老爹交代 很快 就有人将吊坠给送了过来 三千亿买的吊坠 却是个垃圾 吴绍 还真是恭喜你了 叶辰淡淡一笑嘲讽起来 你说垃圾就是垃圾吗 这可是能让宗师 突破到大宗师的珍宝 虽然花了三千亿 可我天语集团花得起 等有了大宗师 多少个三千亿 我们天语集团 一样能够赚回来 吴峰死要面子 嘴硬地回击起来 哼 我看你是在做梦 你不是拿到吊坠了吗 我告诉你 那吊坠根本就储存不了灵气 你不使用它 那么 它会一直处于满意状态 可只要你一吸收里面的灵气 整个吊坠就会直接破碎 这玩意 忠看不忠用罢了 叶辰直接嘲讽地说了起来 周围的人听到叶辰的话 都不由得震惊了 如果真如叶辰所说的那般 那这个吊坠 别说三千亿 恐怕连一百万都不值 不 不可能 你说谎 你算什么东西 难道你说的就对吗 吴峰自然不可能相信 自己花了三千亿买来的吊坠 是个垃圾 他以为是叶辰想要刺激他 才故意这么说的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你旁边不是有个五道宗师吗 让他吸收一下 不就一清二楚了 骆青秋满脸嘲讽地看着吴峰 吴峰差点将后槽牙咬碎 他看向旁边的五道宗师 吴长老 这吊坠买来 本就是想让你突破大宗师 既然已经买下来了 那你就试一下吧 吴峰将手中的吊坠 递给吴家的五道宗师 吴宗师接过吊坠 点点头 将其握着手中 闭上眼睛 开始吸收其中的灵气 嘶 好浓郁的灵气 浩瀚 无穷 吴宗师感受到一股灵气冲击而来 不由舒坦地发出一阵惊叹 看到这一幕 吴峰顿时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看到没有 这不是垃圾 不是废物 而是真正的宝物 你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东西 用不了多久 我天羽集团就会出现一个大宗师 吴峰的心不由地放松了下来 只要这个吊坠是有用的 就算花了三千亿 他至少还能够给天羽集团一个交代 可就在他疯狂地发泄内心的憋屈时 噼里啪啦 忽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刚刚还满脸舒坦的吴宗师 身子微微一顿 他张开手 原本手中的吊坠 已然成为了一堆绿色的碎末 顿时 所有人都咋舌 醉 醉了 吴峰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直接炸毛了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场面变得无比的寂静 所有人都傻了 三千亿 那可是三千亿啊 就这么没了 一切都和叶辰说的一模一样 如果不去碰他 那他是宝贝 一旦吸收里面的灵气 就会完全碎裂 原来 叶辰一开始就已经完全看透了 还别说 这个叶辰还真是有眼光啊 可以说 在场的人中 最受伤的无异于就是吴峰了 他硬着头皮 违逆自己父亲的话 花了三千亿 买下了这个吊坠 转眼间 这个吊坠就变成了废物 他就这样白白损失了三千亿 啊 气急攻心的吴峰忍不住狂吼一声 双目赤红的盯着叶辰 吼道 叶辰 你坑我 你竟然坑我 我要你的命 叶辰眯着眼 冷冷的说道 一开始我就说了 这个玩意是个垃圾 你自己不听劝 还想坑我 怪谁 你 你 吴峰被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别你你我我的 你还是想想该怎么和天羽集团交代吧 叶辰淡淡的说道 吴峰死死的盯着叶辰 此刻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要杀了叶辰 吴长老 给我杀了他 我要他死 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吴长老也气急败坏 他眼中闪过一丝冷冽 正要动手 忽然 一个人影朝着几人走来 谁敢对叶绍动手 众人看去 竟然是天舞阁的阁主林天舞 他缓步走到叶辰面前 微微躬身喊了一声 叶绍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什么 林天舞 那可是天舞阁的阁主 在云城 可是全是滔天的存在 竟然给一个矛头小子鞠躬 这个叶辰是什么身份 没有人给他们解释 林天舞转头 看向吴峰和吴长老 语气森然地说道 是你们要对叶绍出手吗 很好 就让我来会会你们吧 吴峰脸色一降 虽然天羽集团很强 可面对天舞阁这种 全是舞蹈高手的机构 还是只能认怂 没 林阁主误会了 是误会 吴峰只能低头认怂 哼 是误会最好 不然得罪了叶绍 天羽集团怕是保不住你 林天舞轻哼一声 似乎并没有将吴峰放在眼里 的确 林天舞可是和吴峰的老爹同辈 吴峰在林天舞面前 只不过是一个后辈 根本不配和林天舞掰手腕 叶辰有林天舞护着 吴峰只能避其锋芒 可内心对叶辰的恨 却没有丝毫的减少 叶辰丝毫不理会吴峰 骆青秋对叶辰的佩服 可以说是五体投地 叶绍 之前你是不是在坑吴峰啊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 他会喊价 万一他不加价 岂不是你就会买下那个吊坠了 骆青秋非常好奇 难道叶辰就不怕自己花冤枉钱吗 两千亿 对我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就算我买下了吊坠 我也有办法让吊坠变费为宝 而且区区两千亿 我随手就能赚到 花了便花了 叶辰平静地说道 啊 听到叶辰的话 骆青秋都不由得一愣 两千亿啊 随手能赚到 开什么玩笑 就算骆家在云城 已经非常具有实力 可想要从无到有 赚两千亿 那也是天方夜谭 这么恐怖的数字 怎么可能随手赚到 你不信 叶辰淡淡一笑 问道 没 只要是叶绍说的 我都信 骆青秋知道叶辰的神奇 下意识地说道 可吴峰却吃笑一声 我说小子 有零天五护着你 我是不敢动你 可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两千亿 你随手都能赚到 也就骗骗单纯的小姑娘 吴峰丝毫不给面子 直接出言讽刺起来 我说话 你插什么嘴 叶辰眉头一皱 喝道 怎么 我不服不行吗 你说的这要牛逼 有种和我赌一场 你要是能当场赚到两千亿 我就赔你两千亿 你要是不能 那你就赔我两千亿 敢吗 吴峰直接叫嚣起来 他现在有三千亿的亏空啊 整个人都骂了 看到叶辰在吹牛 他直接就对了上去 原本叶辰是不想理会吴峰的 可他这是自己一头撞上来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 你能代表天羽集团吗 想完可以 签订合同 如何 叶辰轻笑一声 说道 叶辰胸有成竹 却让吴峰有些犹豫了 叶辰这么有信心 可他想破脑袋 都想不明白 叶辰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 挣到两千亿 你确定是在一个小时内 赚到两千亿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和你签下对赌合同 吴峰谨慎地问道 那是自然 甚至不用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内就行了 叶辰笑道 吹牛 绝对是吹牛 半个小时内赚到两千亿 这简直就是笑话 两人互看不顺眼 直接就签订了对赌协议 当然 协议只不过是一个过场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敢签叶辰的钱 而对于吴峰来说 这个对赌协议 他赢定了 只要叶辰输了 那他就能补回两千亿的亏空 在天羽集团内 也能扳回一局 两人签下合同 吴峰就得意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还真敢签 现在计时 半个小时内 你要是赚不到两千亿 那就别怪我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敢签我天羽集团的钱 吴峰鄙夷地看着叶辰 这么容易就上当 这叶辰就是找死 骆青秋也有些担心 他看向叶辰 眼神中露出紧张的神情 所有人都看着叶辰 想要看看 叶辰究竟会有什么办法 能够这么快赚到两千亿 在场的可都不是什么平头百姓 对于这个世界的规则 非常了解 真正能赚钱的 绝对是像今天晚上的吊坠一般 可以让舞蹈高手 提升境界的宝物 可这种东西 堪称西式珍宝 可遇不可求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太冲动 必输无疑的时候 叶辰却忽然从兜里 掏出两粒黑色的丹药 对着众人 微微一笑 洗水丹 宗师静以下吃一粒 立刻达到宗师境界 宗师静吃一粒 立刻突破大宗师 今天大甩卖 一粒一千亿 只有两粒 先到先得 叶辰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拍卖场 所有人都愣了 怀疑自己听错了 什么 卖丹药 一粒一千亿 疯了吧 当前不是钱吗 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是得了失心疯 吃一粒丹药 就能让一个宗师 突破成为大宗师 疯了 绝对是疯了 只有疯子 才会出这么无知的话来 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 叶辰的鬼话 吴峰更是被叶辰逗笑了 哈哈 我说小子 你还真是能吹牛 拿个狗屁丹药出来 就想赚两千亿 在场的人 可都是见多识广的大人物 你以为能骗得到他们吗 吴峰鄙夷的看着叶辰 他正等着看叶辰的笑话 在场的有不少是舞蹈高手 甚至不乏舞蹈宗师 他们的眼界之高 远超常人 如果真的有丹药 可以一力就突破大宗师 谁会愿意来拍着所谓的吊坠呢 整个拍卖场 没有人再出声 都觉得 叶辰是一个实打实的骗子 就在这时 林天武却眼睛一亮 他缓步走出来 恭敬地看着叶辰 叶辰 那个 我能不能直接将两枚丹药全买了 林天武看着叶辰手里的丹药 眼睛都泛着亮光 对于他来说 叶辰出品 避暑精品 在场的人不知道叶辰的能力 他可是非常清楚 叶辰敢将这丹药拿出来 必定不可能说谎 要是他能买下这两枚丹药 那岂不是说 天武阁立刻就能出两个大宗师 这样一来 天武阁马上就会成为整个云城最顶尖的势力 别说两千亿 就算借钱 林天武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 叶辰刚想说话 不行 小子 你这是在唱双簧吗 这林天武一看就是你找来的托 要是他将两个丹药都买了 那我们的赌约可就不算了 吴峰顿时出言阻止 谁都看得出来 林天武和叶辰之前就认识 要是林天武买下丹药 叶辰相当于左手倒右手 听到吴峰的话 林天武顿时大怒 天羽集团的臭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整个海城 谁不清楚 我林天武都为人 何况 以叶辰的能力 需要唱双簧吗 你小子是不知道 自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林天武大怒地咆哮起来 要是因为吴峰 让他买不到叶辰的丹药 他真怕自己会忍不住 直接灭了这小子 这种机会 那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 谁能买到叶辰手里的丹药 绝对是一辈子最大的运气 林天武之所以这么笃定 一来是相信叶辰的能力 二来他得到了一些绝密的消息 关于战步 周围的人都疑惑地 看着林天武 要知道 林天武在云城 的确有不低的话语权 他这么力挺叶辰 难道这小子 真的有本事 可就算如此 要花一千亿 去买一枚不知名的丹药 众人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定 就在林天武和吴峰吵架的时候 叶辰却淡淡一笑 他直接给林天武 抛过去一枚丹药 这枚丹药 不收钱 赏你的 剩下一颗 卖两千亿 哗啦 叶辰的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直接傻眼了 噗哧 这小子真逗 一千亿都没人买 他竟然还涨价到了两千亿 我倒要看看 他待会怎么出丑 吴峰撇撇嘴 丝毫没有将叶辰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 他几乎已经断定 叶辰不过就是一个笑话 在场唯一兴奋的 恐怕就要数林天武了 他接过叶辰抛来的丹药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往嘴里一塞 刹那间 丹药中磅礴的气息 从他的口腔中喷发出 顺着经脉 开始有转全身 撕林天武 纵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也被这股强大的药力给震撼了 他连忙盘腿做 所有人都盯着林天武 很快 林天武忽然猛地睁开眼睛 身上的气质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他气势猛地爆发出来 大宗师 突破大宗师 哈哈 我林天武终于突破大宗师境界了 云城再添一位大宗师 轰动 这一幕直接让在场的 所有舞蹈宗师都震惊了 他们自然能够从 林天武的气息中感受到 的确突破了 这是不可能做假的 一颗丹药 让一个宗师 直接突破 成了大宗师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脑子像是被什么东西顶住 头皮都开始发麻了 林天武直接来到夜晨面前 扑通跪下 感谢夜晨赐药 日后若有差遣 林某当孝 全马之劳 林天武的话 像是一记重击 轰在所有人舞蹈宗师的心中 之前 他们不愿意和无风竞争吊坠 是因为吊坠的功效 还值得商榷 可现在 夜晨丹药的威力 他们是青年所见 一瞬间 所有人仿佛在同一时间清醒过来 他们猛地冲向夜晨 夜少 我要买 两千亿 我周家要买下这枚丹药 两千一百亿 求夜神赐药 夜神 我出两千五百亿 我出三千亿 所有人都疯狂地在家价码 想要买下夜晨手里的丹药 最后 被一个舞蹈宗师 用三千七百亿的价格 拍下了这枚丹药 三千七百亿啊 那可相当于一个超大的上市集团 直接拱手相让了 可所有人却还非常羡慕 开玩笑 一个家族 如果能够出一个大宗师 其所带来地位的提升 是宗师强者无可比拟的 更别说之后所带来的利益 夜晨转过身子 直接来到吴峰面前 此刻吴峰已经感觉自己不能思考了 他猛了 本来想要看夜晨的笑话 现在才发现 原来他自己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吴峰是吧 天语集团是吧 回去将三千亿准备好 我会让人上门拒取 记住 别耍花样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欠我夜晨的钱 说吧 夜晨就拉着骆青秋 转身离开了 没拍到丹药的那些武道高手 都一个个唉声叹气 不过 看到吴峰 众人都不由地想笑 这小子 还真是个天才 不仅花了三千亿 买了个垃圾吊坠 现在又欠下了三千亿的巨款 败家子啊 恐怕天语集团这一下 直接就被败掉了大半的家产 吴峰腿一软 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吴峰浑身发抖 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刚刚的他早已经上头 现在清醒过来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竟然在一天之内 不仅花了三千亿 买了个破吊坠 还因为想看夜晨出丑 和夜晨对赌三千亿 现在也输了 前前后后 六千亿 这是什么概念 他就算把这条命交出去 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更重要的是 今天是他第一次代表天语集团做事 直接就把整个天语集团给赔了 吴峰此刻只想狠狠地 删自己几个巴掌 六千亿啊 如果能用来买夜晨的丹药 那天语集团 直接就能多出两三个大宗师 毁了 一切都毁了 仅仅是因为他那可怜的自傲 怎么办 这一下怎么办 吴长老 现在该怎么办 吴峰吞了一口口水 这是要是传回天语集团 就算他老爹不弄死他 恐怕天语集团那些董事 也不会放过他 恐惧 吴静的恐惧 少爷 未经之际 只能赶紧回吴家 将这件事告知家主 放心 这钱他还未必能要到 吴长老也是非常郁闷 他有些不爽的 看了一眼吴峰 却又非常无奈 这吴峰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两人匆匆赶回吴家 吴家家主吴天语 了解了事情经过 顿时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吴峰的脸上 疯狂地暴怒起来 混账 六千亿 你疯了吗 老子有没有让你放弃 你竟然敢自作主张 真是气死我了 如果真拿出六千亿 整个天语集团都会抖 到时候要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混账 逆子 废物 吴天语对着吴峰 就是一顿暴揍 他真的是要气死了 原本是在必得的局势 就这样被浪费了 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吴天语根本就没有留守 吴峰直接被打得鼻青脸肿 面目全非 爸 我错了 别打了 都怪那个叶晨 是他害我 是他挖坑害我 吴峰不停地哀嚎 将过错全部推在叶晨一个人身上 吴天语眼神中露出一丝狠辣 他白手起家 创办了天语集团 从一无所有 到现在成为了如此的庞然大物 其自然有不凡的手段 哼 讹人敢讹到吴天语头上 胆子还真是不小 我倒看看 他敢不敢来拿着三千亿 吴天语一脚狠狠地踢在吴峰身上 满脸怒意地吼道 就在这时 门外缓步走进来一个人 死神张掖 吴天语眼神猛地一咪 这可是吴家 没有经过通报 没有任何预警 此人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走了进来 是个高手 你是什么人 吴天语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物 冷静下来 语气冰冷地质问起来 你不用管我是谁 贵公子欠了我主人三千亿 我来替主人要账 张也语气淡然地拿出对赌合同 递给吴天语 哼哼 你们还真大来啊 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觉得 这三千亿 你拿得走吗 吴天语气急败坏地冷笑起来 他看都没有看手上的对赌合同一眼 直接慢条斯理地将其直接撕碎 死神张也并没有生气 这么说来 你是不想还这个钱了 死神张也问道 合同都没有了 我还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欠你们钱 来我们吴家要钱 我看你是试心疯了吧 吴天语直接耍赖 对于他来说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拿出三千亿 天语集团发展到现在 吴天语什么事没经历过 什么人物没接触过 吴家这些年累积的金钱 人脉 权势 足以让他应付一切情况 对方要是识去 那还好 如果不识去 那就直接毁灭 很好 我来 是你们吴家的一次机会 既然不珍惜 那我主人会亲自来拿 死神张也并未多说 转身离开 吴天语眯着眼睛 死死的盯着张也的背影 无论谁来都没有用 老子就在这里等着 我看 谁敢来 吴天语叫嚣起来 叶辰并没有理会吴家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这不重要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欠他的钱 回到引龙山庄 沐家人正在吃饭 看到叶辰进来 哟 小白脸回来了 我说 你既然攀上了洛家大小间 怎么不出去洛家 还要赖在我们这里 这哪里是小白脸 明明就是人在大小间的舔狗啊 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 实在不行 叶辰你可以出去卖啊 几人的嘴还真是恶毒 不过在叶辰眼里 他们不过都是蝼蚁 他们的话 也不可能激怒叶辰 叶辰看都没有看几人一眼 直接上了二楼 沐婉晴也一直没有说话 他沉音片刻 站起身子 追上了二楼 叶辰 你等一下 沐婉晴喊住叶辰 脸色显得非常难看 似乎很不开心 叶辰停下叫步 转身问道 什么事 今天你去了哪里 是不是和洛家那个洛青秋在一起 你不用说谎 我爸妈都已经告诉我了 沐婉晴盯着叶辰 缓缓地开口 你说的没错 我今天的确都和洛青秋在一起 不过这似乎没什么不对吧 叶辰疑惑地看着沐婉晴 有些不明白 沐婉晴是什么意思 沐婉晴不由得苦笑一声 眼神中透露出对叶辰的失望 甚至 这种失望中 还带着一丝怒意 就连沐婉晴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他咬着嘴唇 叶辰 难道你不用给我一个解释吗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有些生气地说道 解释 我需要给你什么解释 你以什么身份来和我要解释 沐婉晴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别忘记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让你们住在这里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你别太过分 叶辰轻哼一声 冷漠地看着沐婉晴 离婚是沐婉晴提出来的 叶辰也给了沐婉晴他想要的东西 现在 两人除了同住在影龙山庄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沐婉晴却和他要解释 叶辰眯着眼睛 看着沐婉晴 说道 你不觉得可笑吗 沐婉晴被叶辰对得脸色一僵 他本想好好告诫叶辰一番 不要沉迷于软饭事业 不可自拔 现在叶辰还年轻 人家大世家的小姐 玩动感情罢了 等过几年 叶辰没有一点自己的事业 只能穷困潦倒 到底谁可笑 叶辰 我们虽然离婚了 可你现在依旧是我们沐家 助我们沐家的 那些女人就这么好吗 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无所作为下去 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你恐怕不知道吧 我除了和明珠集团在合作 现在和天羽集团也展开了合作 天羽集团的大少爷 无风你知道吗 那是云城最顶尖的大少之一 这就是我现在的圈子 如今 你梦想的一切 不过是我的日常生活 我的确可笑 还试图劝说你 让你一心向上 穆婉晴直接暴怒 对着叶辰怒吼起来 他觉得自己视为叶辰好 是叶辰不知所谓 叶辰闻言 不由的觉得穆婉晴很可怜 连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穆婉晴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还敢用这种 居高临下的眼神来看他 这眼神代表什么 高傲 不屑 叶辰凭什么 他配吗 穆婉晴心中无比愤怒 行了 你管好自己吧 另外 认识无风这种垃圾 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吴家欠了不少钱 我劝你还是和他们来往 叶辰语气淡然地劝说了一句 穆婉晴顿时无奈地笑了 对于叶辰的话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人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眼界就不一样 他和叶辰之间 真的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恐怕 叶辰做梦都想象不出 天语集团是多么恐怖的庞然大物 说天语集团欠钱 这不纯纯扯淡吗 天语集团的市值 就近万亿级别 每年都以极为恐怖的速度赚钱 天语集团欠钱 哀慕婉晴死心地转过身 他不再劝说 人不到一定的地位 是无法理解另一个世界的精彩 叶辰回到房间 阳台上 死神张也得身形出现 跪在叶辰面前 见过主人 叶辰点点头 问道 吴家怎么说 吴天语看来是想赖掉这笔欠款 死神张也如实说道 嗯 不用理会 我会亲自去要 那件事调查得怎么样了 叶辰淡淡地问道 回禀主人 查探到了 下令追杀苏子双小姐的 是圣经云家 具体目的还未查到 不过 属下发现 云成孙家和苏小姐的死 有直接的关系 死神张也开口说道 孙家 云成医药是家孙家 叶辰眉头一皱 隐隐察觉到什么 没错 这个孙家不仅垄断了云成 所有五道丹药的销售 其和圣经云家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件事牵扯很广 张也点头说道 嗯 你去一趟圣经吧 仔细查一查这个云家 至于孙家 我亲自来 叶辰摆摆手 示意张也离开 张也恭敬的鞠躬 随后身形一闪 整个人消失在影龙庄园 楼下 穆婉晴还满心的怒意 乖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叶辰那废物又气你了 穆伯察觉到穆婉晴的一样 问道 穆婉晴将刚刚叶辰的话说了一遍 顿时 穆家几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 他真的这么说 疯了 天语集团虽然不是云城本地集团 仅仅是分布 可势力也非常的庞大 说天语集团欠钱 真是太好笑了 这就是无知 婉晴 叶辰现在和你的地位差距太大了 我觉得 你真的要远离他 不然 迟早会被他拖后腿的 几人都劝说起来 很快 就聊到了关于秦远公司和天语集团的合作 婉晴 刚刚你说 你和天语集团达成合作了 赵兰好奇地问道 嗯 之前在一次宴会上 我认识了天语集团的大少爷吴峰 他应允了我 要和秦远公司进行全面的合作 只要这次合作成功 秦远公司有很大的可能上市 穆婉晴满脸傲然地说道 什么 上市 众人顿时震惊了 天啊 大姐 你的公司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哈哈 不会是我穆薄的女儿 马上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 真是光宗要足 光宗要足啊 叶辰这个废物 根本就配不上婉晴 这婚离得好 离得太好了 穆婉晴显然也认同家人的说法 今天和叶辰交谈过后 他对叶辰更加的失望了 都早点休息吧 明天 我还要和天语集团的大少吴峰 谈合同的事情 很快我穆婉晴就会站在云成的巅峰 第二天 叶辰一大早就出了门 天语集团的董事长吴天语 作为白手起家的代表 在云成还是非常出名的 他是一个极为有野心的人 就算云成仅仅是天语集团的分部 可他这个董事长 却依旧亲力亲为 在云成发展壮大分部 自从昨天死神章也来过之后 吴天语对于欠钱这件事 就没有放在心里 他坐在大厅内 看着吴长老 吴长老 这次分儿太过任性 导致让你错失了进阶大宗师的机会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机会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会把这个机会弥补给你 吴天语看着吴长老 说道 家主有心了 突破大宗师 要靠机缘 我得不到 说明机缘不够 但是你放心 我好歹也是五道宗师 有我在 就没人敢来吴家闹事 吴长老也直接表态起来 哼 你说的是 分儿和那个夜城对赌的事情吧 吴天语眯着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我觉得那个夜城来头不小 家主 是不是要做好准备 我想 他应该不会放弃这三千亿 吴长老想到 夜城能够拿出这么强悍的丹药 必定有点来头 吴长老 你多心了 他真要有能力 昨天上门就讨要说法了 最后不也一样灰溜溜的走了吗 他要赶再来 以我们吴家的能量 在云城这个地方 要弄死他们 简直和弄死一只蝼蚁 没有任何区别 吴天语傲然地开口 吴长老觉得不妥 刚想说些什么 忽然 吴家外面猛地 响起一道震天怒吼 吴家老狗 滚出来见我 这一声怒吼 宛若惊雷 阴浪在吴家上空滚滚而去 一瞬间 吴家的 所有人都震惊了 竟然有人赶来 吴家闹事 几时的保镖迅速集结 来到门口 却看到一个年轻人 站在吴家门前 众人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一个人 来吴家闹事 还敢骂吴天语是老狗 你是什么人 敢来这里闹事 不要命了吗 一个保镖指着夜城怒骂起来 哼 让吴老狗滚出来 吴家欠我三千亿 我来要账 夜城的声音冷冽无比 他已经给过吴家机会 让死神张也来收账 结果吴家似乎并不当回事 听到夜城的话 周围的保镖不由得都怒了 这小子 还真是来闹事的 吴家欠他钱 开什么玩笑 吴家家主创立的天语集团 那可是出了名的印钞机 谁缺钱 吴家都不会缺钱 这小子是想钱想疯了吧 哟 夜城 你小子还真敢来 真不知道该说你天真呢 还是傻 来我吴家闹事 起码带点人啊 怎么看不起我吴家吗 吴峰看着夜城 满脸不屑地说道 他身边站着的 正是天语集团的董事长 吴家家主吴天语 还有便是武道宗师吴长老 在拍卖会上 吴峰被夜城气到吐血 本就想找夜城的麻烦 没想到 夜城竟然自己找来了 带人 不用 我一人足矣 夜城语气淡然地说道 你一人足矣 我说夜城 你怕是不知道我吴家是什么底蕴吧 看着吧 你害得本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 今天我要将受过的屈辱 百倍还给你 都给我上 给我打断他的腿 吴峰忽然朝着夜城怒吼起来 听到吴峰的话 吴家的那些保镖 顿时朝着夜城冲去 夜城眼神一冷 浑身爆发出一股气势 他不退反镜 碰 碰 碰 夜城一拳一个 但凡能触及到的人 全部被夜城掀翻在地 吴家这群保镖 可都是花了重金 请来的 不说吴迪 可皆有以一敌石的能力 可在夜城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吴峰整个人都惊呆了 眨眼间 吴家所有保镖 全部丧射战斗力 倒在地上哀嚎不止 你 怎么可能这么强 吴峰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一切 双腿忍不住颤抖 哼 你还有什么底牌 尽管拿出来 我和你说过 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欠我夜城的钱 夜城语气冰冷地说道 吴峰不敢和夜城对视 他没想到 夜城竟然这么强 就在这时 吴天宇缓步走了出来 眼神平静地看着夜城 那副模样不仅盛气凌人 高高在上 更是充满了面试 就是你小子 坑害我儿子 还敢让我儿子 签下三千亿的对赌合同 吴天宇语气森然地质问起来 你就是吴老狗 很好 儿子惹事 爹来还 夜城眼神看向吴天宇 吴天宇倒是完全没有将夜城放在眼里 他只是冷漠地撇了一眼夜城 跪下吧 你应该明白 吴家的实力 我不管你来这里闹事 是为了什么 钱你带不走 或许 连命你都得留下 我给你一次机会 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的饶恕 否则 别怪我以大欺小 吴天宇自以为大度地开口 在他看来 他亲自出现 就已经足够给夜城面子了 毕竟 在云城这么长时间 别说是一个矛头小子 就算是那些商界大佬 在吴天宇面前也不敢造次 吴老狗 在我面前装什么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还了三千亿 我便不与你计较 夜城轻哼一声 淡淡地说道 拿下 吴天宇没想到 夜城竟然给脸不要脸 顿时大怒 一挥手 就要拿下夜城 他一开口 旁边的吴长老 就跨步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吴峰顿时双眼大睁 夜城 你小子死定了 知道这位是谁吗 这可是我们吴家的志强者 五道宗师 他一出手 就能要你的命 哈哈 你小子真是找死 明知道我们吴家有五道宗师 你还敢找上门来 真是佩服你的勇气 吴峰呵呵一笑 在他的眼界中 五道宗师就是这强者 五道宗师 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夜城不屑一笑 什么 好大的口气 五道宗师是个屁 这小子果然是不知所谓啊 所有人都傻眼了 要知道 吴长老作为一个五道宗师 整个吴家 哪怕是吴天宇 都对他非常的器重 地位是非常高的 可夜城竟敢羞辱吴长老 这不就是找死吗 果然 下一刻 吴长老就怒了 作为一个五道宗师 他是高傲的 是自信的 是绝对不容许他人侮辱的 吴长老缓步走向夜城 满脸的怒意 看得出来 他已经将夜城列为了必杀之人 小子 你很狂 可惜 你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我可不是普通的五道宗师 而是一个即将突破大宗师的存在 今天 我就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宗师不可辱 宗师不可 吴长老的声音质地有声 可话还没说完 夜城就皱起了眉头 呱噪 夜城直接飞起一脚 速度快如闪电 一脚直接踢在了吴长老的头上 哄 吴长老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感到宛如被一座山 猛地压下来 哇 一口黑血吐出 吴长老整个人 被夜城一脚直接踢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脑袋都歪了一半 他甚至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思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吴天宇和吴峰两人 更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说好的宗师不可辱呢 吴长老可是实打实的宗师啊 竟然被一脚踢飞了 瞬间 所有人都实话了 唯有夜城表情依旧平静 眼神扫过吴家父子 宗师不可辱 那是没遇到我 遇到我 别说宗师 就算是大宗师 都得跪 你们两个 确定欠我的钱不还吗 还 还 立刻就还 吴家两父子 此刻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背后一阵发凉 死亡的气息笼罩过来 他们能不怕吗 开什么玩笑 吴长老那可是宗师啊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宗师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就能够突破到大宗师境界 这简直就是 站在云城武道高手中尖端的人物啊 可却被夜城一脚给踢废了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只要夜城想 他们可以像是捏死蝼蚁一般 捏死吴家父子 夜少饶命啊 我立刻就将三千亿 我出五千亿 求夜少饶我父子一命 吴天宇两父子疯狂地磕头 生怕被夜城给杀了 看着两人卑微的模样 夜城神情平淡 在他眼里 这两人甚至连让他杀的兴趣都没有 哼 从今天起 天宇集团归我了 依旧是你们管理 我会让人上门交接 记住 这是你们活命的唯一机会 两人不知道跪了多久 磕了多少头 在抬头时 却发现夜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呼吴天宇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转头看到吴峰怒从兴起 啪 吴天宇一巴掌狠狠地甩在吴峰的脸上 曹 你这个败家子 谁你都敢惹 我吴家葬送在你手里了 我告诉你 以后见到夜城 给我把头埋进土里去 再敢得罪他 我亲手撕了你 吴天宇劫后余生 疯狂地咆哮起来 爸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吴峰哭着问道 他也怕呀 怕得要死 刚刚那一刻 他甚至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了 还能怎么办 立刻安排人 将天宇集团转到夜少手里 然后准备一下 我们还得亲自去登门道歉 对了 把吴长老送医院去 这下 我们天宇集团要遭受重创了 吴长老这样 怕是废了 吴天宇满心郁闷地说道 谁能想到 这么强大的天宇集团 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夜城 转眼间就濒临绝境 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夜城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继续让他管理天宇集团 只不过 以后夜城就变成了天宇集团的主人 而吴天宇变成了打工人 吴天宇不是傻子 他很清楚 集团和命相比 当然是命重要 而且 如果能跟着夜城这样的强者 那就等于有了后盾 很快 吴天宇就将天宇集团 换了主人的消息透露出去 顿时 引起了云城各界的动荡 天宇集团在云城也是非常厉害的 特别是吴天宇这个人 只要是云城商界的人 都有所耳闻 这样一个庞大的集团 突然之间就换主人了 是谁这么大的能量 穆婉晴显然也接到了这个消息 一时间 内心无比震惊 一家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婉晴 你不是说你和天宇集团有合作吗 这次天宇集团换主人 会不会影响你合作的项目 穆博有些担心地问道 应该不会 我问过了 虽然天宇集团多了一个神秘的老板 可依旧是吴天宇管理 一切业务照就不会变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这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毕竟 穆婉晴和天宇集团的合作 对秦远公司来说非常重要 做好了 甚至能够直接上市 如果因为天宇集团换老板 就丢了这个项目 那穆家人真的会很拍大腿 姐 天宇集团不是很强大吗 是吴天宇一手创办的 据说 其市值都超过万亿级别了 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怎么说换老板就换老板 穆婉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根据小道消息 据说是天宇集团 欠了那个神秘老板的钱 资不抵债 只能将集团全部转赠给那个什么老板 不管怎么说 那个老板必定有很大的能量 甚至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穆婉晴感叹地说道 一确 以天宇集团在云城的能量 就算是四大家族联合起来 恐怕也不可能吃下天宇集团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天宇集团收入囊中的 必定是身份极为尊贵 全是极为滔天的存在 几人都不由地感叹起来 忽然 穆婉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了 之前你不是说 叶城说天宇集团欠了钱 我们还嘲讽了他一番 现在想来 叶城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这话一出 众人都愣了 穆婉晴也傻眼了 当时叶城的确说过 天宇集团欠了钱 穆婉晴怎么可能相信 还嘲笑叶城 认为叶城是信口开河 可现在想来 叶城难道能为不先知 一下子 穆家人都震惊了 叶城是什么废物 他怎么可能提前接触到 云城上流社会的事情 是啊 叶城是怎么知道的 穆婉晴也非常诧异 难道叶城真的有什么 他们不知道的身份 不吃 就在几人诧异的时候 穆婉却笑了起来 哈哈 你们还真以为 叶城那个废物 是未卜先知啊 你们也不想想 他之前是和谁出去了 穆婉神秘兮兮的开口 几人都看向穆婉 顿时明白了过来 你是说 骆家大小节骆青秋 穆博眼睛一亮 说道 没错 之前叶城这个小白脸 就和骆青秋出去了 肯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就来我们面前装逼 想要在我们面前表现一下 穆婉极为肯定的说道 应该是这样 算了不管他 待会我要去天语集团 谈项目细节 说不定能见到 那个神秘的大老板 这次我们清院集团 能不能上市 就看这次合作了 穆婉晴没有把叶城当回事 他现在想要的就是 尽快敲定 和天语集团的合作 然后将公司上市 和家人聊完之后 穆婉晴就前往了天语集团 来到门口 吴峰正在门口等着穆婉晴 看到吴峰 穆婉晴微微一愣 因为此时的吴峰满脸肿胀 脸上有不少的伤 吴少 这是怎么了 穆婉晴好奇地问道 没 我 我就是不小心撞到了 没事 吴峰眼神闪躲 不想在穆婉晴面前丢人 只能随便找了个借口 穆婉晴疑惑地看着吴峰 满脸是伤 穆婉晴自然是不幸的 不过吴峰不想说 也不能逼他 很明显那脸上的伤 是被打的 不过 能打吴峰的人 必定身份极为尊贵 也不是穆婉晴能够探究的 愁愁片刻 穆婉晴有些犹豫地开口道 吴少 我听说天语集团换了新老板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之前说过的合作 吴峰毕竟是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现在 天语集团换了新老板 这个时候问合作的事情 穆婉晴都有些担心会触目吴峰 不过 幸好吴峰并没有生气 放心 有我在 你和天语集团的合作 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天语集团换了新老板 可集团还是由我吴家管理 吴峰自信地笑道 吴少 你说的这个新老板 究竟是什么来头 穆婉晴有些好奇地看着吴峰 问道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拿下天语集团 这神秘的新老板 必定是全是滔天的存在 如果穆婉晴有机会能够认识的话 那岂不是能一飞冲天 新老板的身份极为高贵 你就别打听了 我只能告诉你 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吴峰想着叶晴的强大 小声地说道 穆婉晴连忙缩缩脖子 认同的点点头 的确 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圈子和地位 能将天语集团收入囊中的神秘老板 的确和他们这个层次的人 不是一个世界的 就像是他和叶晴两人 叶晴恐怕这辈子都难以理解 和触及穆婉晴现在的圈子 是是是 吴绍 我多嘴了 穆婉晴连忙道歉 没事 我这边还要迎接新老板 就先不招待你了 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 你是李绍介绍的 回头我会多关注的 吴峰开口说了一句 随后转身就离开了 穆婉晴文言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他和天语集团吴峰认识 就是通过李强 本想跳过李强 直接联系吴峰 没想到 对方直接把皮球踢回来 这让穆婉晴意识到 自己太唐突了 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既然是李强是中间人 那李强和吴峰之间 必定有什么关系 看来还是得找李强多联系联系 穆婉晴转身往外走去 刚走出门 就看到叶晨从出租车上下来 穆婉晴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叶晨 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叶晨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穆婉晴 他眉头一皱 有些郁闷 我来自己集团看看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吧 叶晨淡淡地说道 你 你的集团 你说的是天语集团 穆婉晴震惊地看着叶晨 先是一愣 随后不由地摇摇头 他怎么都不能相信 刚想说话 忽然 李强从远处缓步走了过来 婉晴 怎么样 见到吴绍了吗 李强像是舔狗一样凑过来 笑着问道 李绍 见到吴绍了 不过 吴绍说 最近天语集团换了新老板 所以合作的事情 要往后推一推 穆婉晴顾不上叶晨 先回应了李强 李强扫了一眼叶晨 眼中闪过一丝鄙 婉晴 不是说了 少和叶晨这种货色来往吗 他只会惹是生非 要是不小心惹怒了吴绍 那后果不堪设想 李强有些不爽地说道 不是 李绍 是叶晨说 天语集团是他的 所以 穆婉晴有些尴尬地解释了一句 李强文言 顿时不由地大笑起来 什么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 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天语集团的新老板 那是真正的顶级大哨 那就像是天上的星辰一般 无比耀眼 而且就在之前 我还碰巧见过了那个神秘新老板 怎么可能是叶晨 李强哈哈一笑 满脸底液地说道 穆婉晴眉头皱得更深了 李强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天语集团的神秘新老板 肯定不可能是叶晨了 叶晨 你什么时候才能现实一点 不要活在虚幻之中了好吗 你说出这样的谎话来 难道就能让我高看你一夜吗 穆婉晴生气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 能够将天语集团收入囊中 的确是具有非常高贵身份的存在 哪里是要坐出租车来的 婉晴 你快看 李强忽然指着天语集团里面 吴天语正跟着一个气质绝佳的黑衣男子 身边点头哈腰 穆婉晴连忙看了过去 果然 看到了吴天语卑躬屈膝的模样 看来 那个才是天语集团真正的幕后大老板吧 叶晨 你看到了没 那个才是天语集团的幕后大老板 你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吗 你越是吹牛 我就越看不起你 穆婉晴认定叶晨就是在吹牛 语气不爽地说道 叶晨看了过去 并没有多解释 不相信他的人 无论他怎么说 都不会相信 更何况 能让吴天语点头哈腰 卑躬屈膝的人 正是死神张也 那也不过是叶晨的仆人罢了 随你吧 那人也不是什么新老板 不过是我的一个仆人罢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们让开 别挡到 叶晨从两人身边穿过去 直接快步走进了天语集团 看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这小子还真是脸皮厚 竟然说 能让吴天语卑躬屈膝的存在 只是他的一个仆人 这种话 要是让吴天语他们听到 恐怕会直接弄死这小子 李强有些震惊地 看着吹牛的叶晨 心中满是担心 唉 为什么他就改不掉 这口嗨的毛病呢 还故意走进天语集团 难道这样就会让我相信了吗 如果他有李少一半的本事 我也不至于和他离婚 穆婉晴懒得多看叶晨一眼 叹了一口气说道 算了 别管他了 你看看他 进了天语集团 都没有人搭理他 婉晴 我们先走吧 回头我再帮你月无哨 现在我们李家和天语集团 是战略合作关系 能帮你很多的 李强自傲地说道 穆婉晴没有拒绝 两人直接上车离开 此时 天语集团内 叶晨站在天语集团大厅内 忽然 吴天语瞄到了叶晨的身影 整个人身子猛然一将 立刻惊怒地大喊起来 叶晨来了 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去迎接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 看到叶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一时间 整个天语集团都轰动了 因为 他们的新老板来了 天语集团所有高层 在吴天语的代理下 全都躬身迎接叶晨的到来 周围天语集团的员工都惊呆了 大家都听说 天语集团最近换了新老板 可却没有人见过 这个老板的庐山真面目 虽然 此刻叶晨被天语集团的高层围住了 可不少员工 还是隐隐约约看到叶晨的声音 哇 那就是天语集团的新老板 也太年轻了吧 太帅了吧 靠 不会是大老板啊 天语集团所有高层都到位 听候他的差遣 真是羡慕啊 恭迎叶晨来天语集团视察 这里人多眼杂 我们去会议厅吧 吴天语站在最前面 满脸讨好的看着叶晨 不用了 我带一会就走 对了 天语集团和李嘉是不是有什么合作 叶晨淡淡地问了一句 这个 好像是有 是不是这个李嘉不懂事 得罪了叶哨 吴天语眉头一皱 在他眼里 叶晨那可就是真无敌的存在 只要以后天语集团能跟着叶晨 绝对能够成为最强的集团 越是到了吴天语这个层次 就越明白 靠山的重要性 这个李嘉敢得罪叶晨 那就是纯粹自己找死 嗯 得罪算不上 他们还不配 你通知下去 立刻断绝一切和李嘉的合作 叶晨随手说了一句 吴天语自然招办 一个电话过后 一切和李嘉的合作都立刻被中断 叶哨 今天晚上特地为您举办了一场欢迎宴会 您看是否有时间参加 吴天语讨好的看着叶晨 满脸堆笑 嗯 我会参加 叶晨也给了这个面子 点头答应 此时 穆婉晴正和李强在一起吃饭 李少 听说今天晚上 天语集团会举办一个宴会 欢迎那个神秘的新老板 你会参加吧 穆婉晴对于天语集团的神秘新老板 非常感兴趣 如果能够参加今天晚上这个宴会 那就太好了 对 以我们李嘉和天语集团的合作 肯定会邀请我们参加的 李强傲然地笑道 那李少能不能带我参加 我也想见一见 那个神秘的新老板 穆婉晴期待地看着李强 这也多简单 你等着我直接给吴少打个电话 李强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下来 在他看来 带穆婉晴参加宴会 本质上就是多带个女伴而已 李强直接掏出电话 打给了吴峰 嘟嘟嘟电话响了几十声 却并没有人接 李强不死心地再打了一次 依旧没人接 李强心中略微有些疑惑 安慰自己 吴峰可能在忙 他尴尬地对着穆婉晴笑了笑 正打算再拨打过去的时候 忽然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他老爹打来的 李强疑惑地接起电话 顿时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咆哮声 李强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 是不是又惹是生非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是不是疯了 难道要搞垮 我们李家你才满意吗 电话那头 李强的父亲疯狂地咆哮起来 直接把李强给骂猛了 爸 你说什么呀 我没有惹是生非啊 更没有得罪别人啊 到底怎么了呀 李强一脸猛逼地问道 他心中一惊 能让他老爹这么激动 必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没得罪人 那为什么天语集团会断绝 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合作 我不管你在干什么 现在立刻给我赶到天语集团 晚上的宴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要是能求得天语集团 新老板的原谅 我们还有机会 否则我们李家就完蛋了 挂上电话 李强感到脑子昏昏沉沉 这才想起 无风不接他电话 可能就是和断绝李家合作有关 这可是李家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要是丢了 那李家真的就完蛋了 慕婉晴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李强走回来 慕婉晴还无比期待 李少 怎么样 联系上了吗 慕婉晴问道 慕婉晴啊 那个我家里出了点事 这次的宴会 可能没办法带你去 不过你放心 以后还有机会 我要先走了 你慢慢吃 李强哪里还有心思应付慕婉晴 随便说了几句 就匆匆离开了 留下慕婉晴一人 傻眼的愣在原地 宴会的地点 在云城大酒店 因为是宴请天语集团的新老板 所以整个天语集团都沸腾了 每个部门都积极地行动起来 势必要在新老板面前露露脸 争取个好印象 李强也赶到了酒店里 他想要第一时间找到吴峰 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和李家 断绝一切的合作来往 刚走进酒店 却先碰到了叶晴 慧气 李强心中生起一丝怒意 怎么到哪里 都能碰到叶晴这个废物 说不定就是这个废物 给带来的梅雨 小子 这是天语集团的宴会 你来干什么 慕婉晴都没有资格参加 你怎么混进来的 李强鄙夷夷地看着叶晴 言语之中 竟是不屑和嘲讽 叶晨瞥了一眼李强 叶晨一句话 就能让天语集团 断绝一切和李家的合作 没想到 这小子还敢上来赛脸 真是不知死活 关你屁事 我去哪里 似乎不用和你报备吧 有这个时间 你还关心关心自己吧 叶晨撇撇嘴 不屑一笑 靠 你敢这么 我没听错吧 我给你下规道歉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白日梦也没有你这样做的吧 李强仿佛是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疯狂的大笑起来 在他眼里 叶晨不过就是一个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让他给一个废物下跪 这不是扯淡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叶晨平静的回应了一句 随后便直径 走进了宴会厅 李强眯着眼睛 死死的盯着叶晨的背影 要不是他还得去求见 天语集团新来的大老板 他恨不能立刻就弄死叶晨 当然 李强也不傻 现在天语集团 打算和李家断绝合作关系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叶晨 他随时有空就可以弄死 李强等了一会 很快 他老爹李森就赶来了 爸 李强喊了一声 嗯 找到吴绍了吗 李森看了一眼自己儿子 着急忙慌地询问 要知道 李家本身在云城 就不算什么大豪门 能够攀上天语集团 才让他们的企业 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要是合作被搞没了 那整个李家都得完蛋 还没找到 刚刚遇到一个讨厌的家伙 对了他几句 李强缩缩脖子 说道 不成绩的家伙 都什么时候了 还逗气 李森骂了一句 也没当回事 两人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了忙碌的吴峰 两人连忙露出满脸的讨好 来到吴峰面前 吴绍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天语集团 要和我们李家断绝合作 我们可是签订了合同的 是啊 吴绍 就算要判死刑 也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吧 父子俩神情无比交集 特别是李强 刚刚在叶晨面前 可以说是嚣张跋扈 可现在面对吴峰 却显得卑微如尘埃 吴峰居高临下的 看了一眼两人 你们和我说 这个没用 这件事没有回转的余地 因为是我们天语集团的 新老板下的命令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 最近是不是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吴峰直接开口说道 什么 两人一听 顿时吓了一跳 这竟然是天语集团 新老板的命令 可他们从未见过 这个神秘的新老板啊 见都没见过 怎么可能会得罪 吴绍 冤枉啊 我们哪里敢得罪 天语集团的新老板啊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求求你 带我们见见这个新老板 我们可以把任何误会 解释清楚的 是啊 吴绍 求求你了 看在我们合作 这么多年的份上 给个机会吧 两人感受到了危机 疯狂地哀求着吴峰 吴峰正忙着布置会场 不是我不给你们机会 我现在很忙 你们自己等着吧 今天 我们天语集团的 新老板会清零 到时候 你们要是能让他 收回成命 那是你们的本事 吴峰说完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留下满脸着急的 李家父子 爸 现在怎么办 李强哭丧着脸 不知所措地问道 能怎么办 这件事必定有误会 只要等到天语集团的 新老板 我们解释清楚 就肯定能够 让他收回成命 事到如今 只能进入宴会场地 等待了 两人走进宴会场 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们没有心思 和别人交流 时时刻刻四处张望 可都没有发现 天语集团的新老板 倒是李强 又看到了叶辰 相比别人 四处交流攀谈 叶辰却一个人 独自坐在一边 显得非常孤寂 李强眉头一皱 叶辰 你这废物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离我远点 少将你的霉运传染给我 李强不讲道理的怒斥起来 本身就是叶辰 先在这个地方坐下 现在李强反倒要叶辰走 这是哪来的道理 我坐哪里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滚一边去 少和我搭话 叶辰语气冰冷地呵斥道 这话一出 顿时让李强父子 都眉头皱了起来 儿子 这小子是谁 李森皱着眉头问道 爸 这就是慕婉晴的前妻 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刚刚他还说 我会跪在他面前磕头 他这种没本事的废物 配让我下跪道歉吗 李强非常生气 添油加醋地说道 果然 李森一听 叶辰是个软饭男 根本就没心思理会 小子 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记住 现在老子的心情很不好 你少来招惹我们 让我儿子下跪 你也要看看自己 是什么货色 老子一根手指就能弄死你 你信吗 李森出身威胁起来 他下意识地 就认定 叶辰是个没本事的废物 否则 慕婉晴怎么可能和叶辰离婚呢 对于李强追求慕婉晴的事情 他自然知道一二 虽然慕婉晴离过婚 本没有资格成为李家的儿媳妇 可慕婉晴 有个叫慕琴雪的妹妹 却是云城商会的会长 只要李强能够拿下慕婉晴 那到时候 李家就能够利用 慕琴雪云城商会会长的资源 所以 他对叶辰非常地不客气 甚至可以说 完全看不起 一个被净身出户的废物 根本不值得他高看一眼 叶辰听到李森的话 直接无语了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棋子 李强这家伙这么嚣张 原来是遗传了他老爹的性格 你们好像很嚣张啊 不过 我可以和你们打个赌 很快 你们两个就会跪在我面前 给我磕头 敢不敢赌一场 叶辰根本没有生气 而是风轻云淡地笑道 噗哧 听到叶辰的话 李森两父子都不由得笑了 在他们看来 叶辰的话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他们李家虽然不算一流世家 可在云城 多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能给一个废物下跪磕头 做梦吧 李森完全不想理会叶辰 小子 少在这里划众取宠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回头我再收拾你 就在林森话音刚落的时候 忽然 吴天宇走上台前 拿着话筒 欢迎大家的到来 接下来 我们要欢迎的是 天宇集团的新董事长 也是我吴天宇的直属上司 上台致辞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 纷纷看向台前 他们都想知道 最近风头 最近的天宇集团新老板 究竟是何方神圣 李森父子梁也瞪大眼睛 因为 接下来出场的人 将会是他们两个最后的希望 也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他们甚至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身影 此时 叶辰缓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正准备往台上走 却恰好挡住了 李家父子梁的视线 草 叶辰 你这个废物站起来干什么 挡住我的视线了 我命令你立刻坐下 要是耽误了 我的事情 我要你狗命 两父子无比焦急地 对着叶辰怒斥起来 可叶辰却丝毫不理会两人 草 你以为你是天宇集团的新老板吗 我看你是找死 李强顿时大怒 猛地站起来 就想要将叶辰拉回椅子 与此同时 台上的吴天宇 恰好看到叶辰 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无比激动地大声开口 没错 我们天宇集团的新老板 就是叶辰叶先生 大家欢迎 这话一出 李家父子两个 瞬间呆愣在原地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什么 他就是天宇集团 那个神秘的大老板 这这这怎么可能 李强更是直接愣在原地 整个人都实话了一般 他很早就认识了叶辰 知道叶辰和穆婉晴离婚之前 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离婚后 更是被净身出户 在所有人的眼中 叶辰就是一个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他怎么能是天宇集团的新老板 震惊 震撼 恐惧 叶辰却丝毫没有理会 李家父子两的表情 他缓步走上台 随口说了几句场面话 瞬间 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李强哆哆嗦嗦地 看向他老爹 浑身颤抖 双腿发软 爸 他就是天宇集团的新老板 这下怎么办 李强恐惧蔓延全身 他一直以为叶辰是废物 得罪叶辰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他还时常出现在穆婉晴身边 虽然他还没对穆婉晴做过什么 可穆婉晴是叶辰的前妻啊 他的一切行为 岂不是都在找死 李森也猛了 瞪着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不都说叶辰是个废物吗 甚至因为太废物 被穆家逼着和穆婉晴离婚 甚至还被赶出了穆家 现在 叶辰竟是天宇集团幕后的神秘大老板 他瞬间绝望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聂处 都是你 都是你害得李家彻底完蛋了 你这混蛋 我打死你 李森直接暴怒 照着李强就是一顿暴走 这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周围的围观群众 他们不明所以 下一刻 一群保安就冲过来 直接将李森父子给赶出了宴会场 宴会继续举行 叶辰不过是走个过场 区区天宇集团 他本身就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 趁着众人交谈的时候 他先人一步 离开了酒店 刚走到门口 两道黑鹰猛地冲到了叶辰面前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叶辰面前 定睛一看 正是李家两父子 李强恐惧无比地看着叶辰 说道 叶绍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吧 哦 你之前不是挺硬气的吗 怎么 真的跪下磕头了 叶辰看着痛哭流涕的李强 面无表情地嘲讽了一句 李强一听顿时磕头磕得更重了 直接额头上都磕出了血印 我跪 我磕头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错了 叶绍 我真的错了 李强哪里还敢多反驳一句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恐惧的边缘 之前他还很疑惑 究竟是谁 能让天宇集团断绝和李家的一切合作 现在 所有的疑惑都清晰了 李强唯一得罪的人 恐怕就是他心目中的废物叶辰了 可叶辰却有着让他望尘莫及的隐藏身份 叶辰拥有的权势 几乎一句话就能够让李家彻底从云城消失 叶辰眯着眼睛 看着李森父子俩 记住 你们能活着 是我对你们的施舍 再让我看到你们 我会让你们人间蒸发 叶辰语气平静地吐出一句话 李家父子的心同时一紧 面色煞白 恐惧到了极致 他们此刻脑子已经无法思考 只能不停地磕头 疯狂地磕头 叶辰懒得多理会两人 直接离开 可两人却依旧不敢抬头 因为叶辰说的没错 他们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我错了 错了 我磕头 我下跪 我真的错了 李强砰砰砰地用力磕头 李森此时也面如死灰地抬起头 却看到叶辰已经离开了 绝望 无尽的绝望 虽然他们活着 可从此以后 李家在云城 怕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 另一边 李强没有带慕婉晴来到宴会的地方 可他还没有死心 所以多方打听宴会的地址 紧赶慢赶地 才匆匆赶来 可刚来到门口 就看到李强父子 正对着空气磕头 他不由地一愣 惊呆了 这李家两父子 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对着空气磕头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遇到了什么非常恐怖的事情 两人的面色煞白 毫无血色 慕婉晴有些疑惑 环顾四周 却发现四周根本没有人 他不知道的是 叶辰在他到来的前几分钟 才刚刚离开 穆婉晴好奇地走过去 李少 你这是怎么了 穆婉晴声音很温柔 带着一丝丝的害怕 问道 听到穆婉晴的声音 李家两父子的脸色 顿时变得更加的惨白 刚送走叶辰 这个魔鬼一般的存在 就迎来了穆婉晴 这个叶辰的前妻 以前 李强还敢窥视一下穆婉晴 可现在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 曾经的他以为 是穆家看不上叶辰 所以他会逼迫穆婉晴 和叶辰离婚 没想到 穆家人全都是一群 没有眼光的人 叶辰这种 拥有恐怖身份的女婿 竟然都能被赶走 穆婉晴等人 要是知道叶辰的身份 恐怕会后悔的直拍大腿 两人心中恐惧 就算叶辰不要穆婉晴了 可毕竟曾经是叶辰的女人 李家父子掉了个头 对着穆婉晴 疯狂地开始磕头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再也不敢了 无论穆婉晴问什么 这两父子 都只会疯狂地道歉和磕头 这把穆婉晴都给搞无语了 他一脸疑惑 这两父子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是疯了 看到李家父子俩的状态 穆婉晴真的是无奈了 他们到底是遇到什么事了 平日里 李强好歹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大少 怎么现在 却狼狈地像条狗 穆婉晴还想多问什么 可李家父子 哪里还敢和穆婉晴多说话 这可是那位的前妻 打死他们 也不敢再有任何的不轨之心啊 不等穆婉晴多问 李家父子就狼狈逃离 这下 穆婉晴郁闷了 好不容易通过李强 得到了和天羽集团合作的机会 难道就这样 要丢掉项目了吗 正想着 穆婉晴忽然看到吴峰缓步走出来 穆婉晴一咬牙 决定为了自己争取一次 他来到吴峰面前 吴绍 穆婉晴无比恭敬地 对着吴峰鞠躬 哦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吴峰并不知道穆婉晴和叶晨关系 显得有些冷淡 要是他知道 这个时候恐怕都已经跪下来了 吴绍 我们秦远公司和贵集团的合作 不知道能不能继续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次的合作 我求求你了 给我们秦远公司一个机会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穆婉晴诚挚地恳求起来 吴峰皱着眉头看向穆婉晴 要知道 穆婉晴是李强介绍的 可李强得罪的是天羽集团的新老板 按道理来说 吴峰应该直接拒绝穆婉晴 不过看着穆婉晴 吴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样吧 我考虑一下 有消息了 我通知你如何 吴峰没有把话说死 能不能和穆婉晴合作 最终看的 就是天羽集团新老板叶晨的态度 如果叶晨不再追究李家父子的责任 那么这个合作就可以继续 如果叶晨要降罪李家父子 穆婉晴是李强介绍的 自然合作也就没办法继续 穆婉晴听到吴峰的话 顿时兴奋无比 谢谢 太谢谢吴绍了 吴绍 明天晚上 我牵头举办了小聚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邀请吴绍参加 放心 参加这个聚会的 都是云城年轻一辈的天骄 穆婉晴尝试着邀请吴峰 他想要通过这个聚会 真正结识吴峰 虽然天羽集团换了新老板 可依旧还是吴家把控 如果能跳过李强 融入吴峰的圈子 那对于穆婉晴来说 就是质的飞跃 好 给我时间和地址 我会去参加 吴峰想了想 随后同意了下来 等吴峰走后 穆婉晴整个人都感受到 一种巨大的幸福感 他好了 这次如果能够和吴峰 处好关系 那以后和天羽集团的合作 想必就更加顺利 谢谢吴绍 谢谢吴绍 穆婉晴对着吴峰的背影 不停地感谢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从穆婉晴背后响起 我说穆婉晴 你在我面前 不是挺高的吗 怎么在别人面前 这么卑躬屈膝 穆婉晴微微一僵 回过头 就看到夜晨满脸不屑的面容 哼 夜晨 你懂什么 我这是在为自己 踏入云城巅峰圈子努力 你有什么自得笑话我 穆婉晴脸色难看的回怼道 扑痴 还云城巅峰圈子 就无风这个货色 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你真想踏入云城巅峰的圈子 还不如求求我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成为 云城最闪耀的新贵 夜晨满不在乎的开口 云城巅峰圈子 在夜晨眼里 根本算不上什么 夜晨一句话 这圈子里的所有人 都得跪在他面前 俯首称臣 夜晨说得轻松 听在穆婉晴耳朵里 却是那样的刺耳 我说夜晨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 不要活在梦境里 如果你只会吹牛 那你很快就会发现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已经大了不可弥补的地步 你就不能认清楚现实吗 穆婉晴有些生气的说道 你和我到底 谁认不清楚现实 恐怕是你吧 夜晨无语的看着穆婉晴 他只是实话实说 穆婉晴怎么就不相信呢 夜晨 我和你一起生活了三年 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看看 现在我结交的人 那都是云城天骄 可你呢 还活在梦里 这样吧 明天晚上 我正好邀请了一些云城天骄聚会 你也参加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天骄 也好认清你现在和我之间的差距 穆婉晴满脸傲然地看着夜晨 好 夜晨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直接答应了下来 回到引龙山庄 穆婉晴整个人都还处在兴奋之中 婉晴 这是遇到什么喜事了 这么开心 赵兰看到穆婉晴的状态 好奇地问道 妈 你知道吗 我们穆家可能真的要崛起了 知道明天晚上我举办的聚会 邀请到了谁吗 穆婉晴满脸兴奋地开口 邀请到谁了 能让你这么兴奋 这一下 就吸引了穆博和穆妃两父子凑过来 天语集团的大少爷吴峰 只要这次 我们和吴峰处好关系 那以后情愿公司和天语集团 恐怕会有数不清的合作 而我 也能真正踏入云城巅峰圈子 穆婉晴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极度的自信 什么 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之前 众人就听穆婉晴说过 和天语集团有合作 可一直以来都是依靠李少介绍的路子 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 穆婉晴竟然已经和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产生了交集 天啊 婉晴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女儿绝对是最优秀的 大姐 这次可真的是要发达了 哈哈 我们穆家 本就应该崛起 几人都非常兴奋 仿佛已经想到以后 穆家在云城成为大事家的景象 我得好好准备 明天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表现 对了 我还让叶晴一起参加了 穆婉晴开口说道 听到叶晴 几人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仿佛听错了一般 这种级别的聚会 让叶晴参加 没有听错吧 难道穆婉晴和叶晴和好了 这可不行啊 叶晴这种只会吃软饭的小白脸 当年穆婉晴已经被他害过一次 要是再被叶晴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那就太不应该了 一时间 穆家几人全都站出来 强烈反对 婉晴 你千万不能再犯傻 叶晴是什么货色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好不容易离婚脱离火坑 你难道还想再重蹈覆辙吗 就是 叶晴他有什么资格 参加这样顶级的聚会 婉晴 你要是不警惕起来 以后只会被叶晴给牵连 大姐 带那废物去 还不如带我去 至少我还能帮衬你一下呢 穆家几人都出言反对 担心穆婉晴重蹈覆辙 你们放心 我带叶晴去 仅仅是想让他认清他 和我之间的差距 让他死了复婚的心罢了 穆婉晴一摆手 非常自信地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在穆婉晴心里 叶晴已经不可能再配得上他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他竟然对我说 他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我成为云城巅峰圈子的新贵 穆婉晴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什么 穆婉几人顿时瞪大眼睛 疯了 叶晴这小子 真的是疯了 他一句话 他算什么东西 叶晴现在拥有的一切 恐怕都是依靠穆家 以前是吃穆婉晴的软饭 现在又吃穆勤雪的软饭 真是不知所谓 叶晴已经疯魔了 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能在云城混下去 别人看的是他本身吗 恐怕大部分是 看在勤雪的面子上吧 他把别人对勤雪的尊敬 当成是他自己的资本了 无耻 简直太无耻了 几人声讨叶晴 在他们看来 叶晴无非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接着穆勤雪商会会长的身份 在云城招摇撞骗 骗到最后 连叶晴自己都相信了 我觉得婉晴做得很对 一定要让叶晴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否则这样下去 不仅会害了秦雪 甚至很可能会害了我们穆家 穆博直接点头 认可了穆婉晴的提议 放心吧爸 我们穆家只会越来越强 明天我还要去机场接个人 有他在 我在云城的路子会走得更顺 穆婉晴笑着说道 还有惊喜 又是谁 穆博震惊道 能让天羽集团的大少爷参加聚会 就已经足够震撼他们了 没想到还有惊喜 你们还记得我大学时候最后的闺蜜路遥吗 现在他可是龙国一道一途中的天骄 据说他拜世龙国一道泰斗周三丘 成为了其最看重的弟子 穆婉晴神秘兮兮的介绍起来 呀路遥 他是不是还来过我们家做客 我还有印象 只是好多年没见了 没想到他现在这么厉害了 赵兰似乎想起了什么 显得非常惊讶 一道圈子讲究的就是师门 特别是龙国一道 师门相传 永远比医学院的学生有更高的地位 特别是像路遥这样 师出名门 别的不说 仅仅其拜世一道泰斗周三丘这一件事 就足以让路遥的身份拔尖 无论去到哪里 顶着周三丘弟子的名头 谁都得给三份拨面 那当然 他现在的身份今时不同往日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举办宴会 就是想要借助路遥的身份 有他在 我想云城的那些天骄 多少都会给我面子 穆婉晴将自己的想法给讲了出来 好 那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明天要好好招待路遥 千万不能搬带了人家 穆伯一锤定音 整个晚上 穆伯都没睡 指挥着那些请来的阿姨 将引龙山庄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一番 第二天一大早 穆婉晴就醒了过来 他直接开车去了机场 顺利地接到了路遥 两人自然免不了一阵叙旧 不得不说 路遥的气质非常好 有一种古朴的美貌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药香味道 其容貌也是非常出众 两人是大学闺蜜 感情一直很好 虽然路遥在江州生活 可两人这些年一直都有联系 路遥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 认为一个女人 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不停地往上爬 所以 对于穆婉晴早早的结婚 一直耿耿于怀 可以说 穆婉晴离婚 除了穆家人穿多之外 少不了路遥给穆婉晴灌输的思想 穆婉晴带着路遥 回到隐龙山庄 环顾四周 路遥眼睛不由一亮 婉晴 没想到你住的竟然这般奢华 路遥惊讶无比 她也算见过世面 可隐龙山庄 可是整个云城最好的山庄 足以让路遥震惊了 这算是脱了我妹穆清雪的福了 她现在是云城商界的会长了 穆婉晴微微一笑 说道 你看 我曾经就和你说过 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以事业为重 可你太早就进入婚姻 婚姻是一个女人的坟墓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真正找到 可以和自己匹配的男人 路遥摇头叹息了起来 是啊 以前你说这些我还不懂 现在我懂了 我要做的就是 一步步的爬到更高的位置 至于婚姻 至于爱情 无关紧要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她至少认为路遥说的没错 只有自己的身份地位 达到一定层次之后 才能真正找到 配得上自己的男人 比如叶晨 如今穆婉晴在云城的圈子 已经越爬越高 叶晨和她 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而穆婉晴 哪怕能接触到 无风这样的大少 可无风却依旧不是 她择偶的对象 因为她发现 这个世界 永远有身份更强的存在 她只能努力 让自己成长 才能够真正 接触到龙国天骄 就比如穆婉晴 现在看无风 可能是 需要仰望的云城大少 可无风在路遥面前 却不过二 路遥如果想要结婚 放出话去 恐怕整个龙国真正的天骄 都会愿意排队 任由路遥挑选 两人一边聊一遍 走进影龙山庄 木博几人 早就在恭候路遥的大驾 看到路遥 几人都非常热情地 凑上去搭话 路遥也一一回应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睡醒的叶晨 从楼上走了下来 看到叶晨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路遥也眉头一皱 她虽然没有见过叶晨 可却看过穆婉晴 发过来的照片 自然知道 叶晨就是穆婉晴的前夫 她冷眼看了一眼叶晨 整个人居高临下地 看着叶晨 语气巨傲 你就是叶晨 第一次见面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 一无是处 路遥作为一道太陡的 清传弟子 不说在海城 这个小小的地方 就算是在江州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天骄人物 叶晨眉头一皱 她听说过这个路遥 可从未见过 这才第一次见面 路遥就摆出一副 居高临下的态度 这娘们还真把自己 当回事啊 叶晨根本不想理会 但莫得撇开头 看到这一幕 路遥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没看错吧 叶晨竟然对于她搭话 表现得如此不虚一骨 她是谁 江州一道的天才少女 一道太陡的清传弟子 别说小小的云城 就算是江州 只要她路遥一开口 就会有无数的天骄分涌而至 她叶晨算什么 牛气什么 哼 婉晴 这就是你曾经选择过的男人吗 没见之前 我还觉得能让你沉沦 必要过人之处 没想到 竟是如此普通的一个男人 路遥叹息地摇头 痛心疾首地讽刺道 也 也 没有那么不堪吧 穆婉晴有些尴尬 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让穆婉晴都非常的难堪 岂不是说 她穆婉晴没有一点眼光 你呀 输就输在看人的眼光不准 一个男人可以穷 可以没钱 只要有野心 就能白手起家 我在江州认识很多青年才俊 家里虽穷 可却也能摆弄风云 你看看她 什么都没有 却不知上镜 偏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情 一个认不清自己身份的男人 只能穷苦一辈子 路遥满脸鄙夷的 数落着叶晴 看得出来 她是打心底 就看不清起叶晴 穆婉晴听路遥讲的头头是道 心里感到非常的羡慕和崇拜 大学的时候 两人既是闺蜜 又同样是笑话 某种程度上来说 当时的穆婉晴比路遥 要更优秀一些 可毕业之后 路遥选择深造 穆婉晴却选择和叶晴结婚 如果当时换个选择 如今穆婉晴身边的 恐怕也该是那些天骄了 你说的对 当年的确是我鬼迷心窍了 穆婉晴叹气道 没事 任何时候醒悟都不是坏事 这种男人 甩了就对了 路遥笑着安慰起来 叶晴在一旁看着两人 眼神满身蔑视 到底多自信 才会在叶晴面前大放厥词啊 他们甚至不知道 他们所说的话 在叶晴听来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叶晴的层次 感受到叶晴的目光 路遥顿时揍了揍眉 你盯着我做什么 我们就是在说你 作为一个男人 活到你这种程度 不觉得自己可笑吗 路遥撇撇嘴 不懈地看着叶晴讽刺道 有什么可笑的 倒是你 你了解我吗 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说真的 像你这种层次的人 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 所谓的一道天骄 在我眼里 一文不值 叶晴怂怂间 实话实话 什么 听到叶晴的话 穆婉晴和路遥 顿时瞪大眼睛 这家伙 吹牛都不打草稿吗 叶晴 别乱说话 遥遥可是一道 太斗周三丘的弟子 你说这样的话 会惹祸的 穆婉晴急忙瞪了叶晴一眼 生怕叶晴说出什么胡话 激怒了路遥 不过 路遥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满脸不屑地看着叶晴 仿佛在他看来 叶晴这种蝼蚁说的话 根本不值得他生气一般 你以为说大话 就能让人高看一眼吗 我告诉你 这样的男人是最没本事的 真有能力 就该拿出实力 来让我刮目相看 而不是打肿脸冲胖子 路遥轻笑一声 穆婉晴看着路遥的这个气度 心中再次折服 仅仅几年没见 路遥的气质 已经发生了质变 挨穆婉晴叹了口气 在他看来 此刻的叶晴在路遥面前 就像是小丑一般 路遥并没有停止 而且继续嘲讽起来 叶晴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一个男人 我却你有点自知之明 以后少和婉晴牵扯不清 有我在 以后会有无数的天骄 败倒在婉晴的石榴裙下 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 也轮不到你这个废物 路遥无比严厉的下了命令 叶晴瞥了一眼路遥 嘴角微微露出一丝不屑 他眯着眼睛 看着路遥 首先 我和穆婉晴已经离婚了 没有复婚的可能 在我们的感情中 只有他后悔的份 只有他纠缠我的份 其次 我说过很多次了 隐龙山庄是我的 不敢走你们 是因为穆清雪 还有穆家老爷子 给你们留下的余音 这点 你们穆家应该感谢我 最后 路遥是吧 你在我面前 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别说是你 就算是你师父周三秋来了 也只有跪在我面前的份 懂 叶晴懒得和两人纠缠 转身就走了出去 这下 穆婉晴和路遥两人 都被气得直跺脚 哪怕路遥脾气再好 也忍不住了 他无比气愤地 指着叶晴的背影 婉晴 你看他 口出狂言 一派胡言 这种男人简直就是奇葩 在我的圈子里 这样的男人 根本连进卷的资格都没有 路遥气得不停咆哮起来 穆婉晴也是满脸的尴尬 对叶晴说出这样的大话 感到无比的失望 别的还好说 叶晴哪怕和路遥斗几句嘴 穆婉晴都不觉得 有太大的问题 偏偏叶晴 要拿路遥的师父周三秋说是 周三秋是谁 那可是江州数一数二的 顶级一道太斗 其身份之尊贵 难以想象 哎 我都快习惯了 算了 不管他了 今天晚上我举办了一个聚会 到时候 你可要帮我撑撑场面啊 穆婉晴笑着挽住路遥的手说道 放心 绝对没问题 虽然我不是云城人 可我背后是整个江州一道 别人就算不给我面子 也多多少少会给我师父周三秋面子的 对了 那小子会参加吗 路遥挪挪嘴 问道 会 我叫他了 他本来是没资格参加的 不过 我就算想让他见识见识真正的添交 让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穆婉晴郁闷地说道 做得好 他这种认不清自己地位的人 就应该狠狠地打击 放心 今天晚上 我不仅要给你撑场面 我还会让叶城知道 他早就已经配不上你 你未来的世界 他只能仰望 穆婉晴不知道 路遥想做什么 不过 这正合他意 因为 最近这段时间 他发现 叶城越来越陷入自己的自负思维之中去了 不让他清醒过来 未来不知道 还要得罪多少人 虽然 两人离婚了 穆婉晴内心觉得 叶城已经配不上他 可不管怎么说 夫妻一场 哪怕叶城再烂泥扶不上墙 只要认清自己的能力 纵然不能达到穆婉晴的层次圈层 至少能够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 穆婉晴安顿好路遥之后 便开始筹备晚上的聚会 原本那些不太愿意参加的云城添交 听说路遥这个一道太陡清传弟子会来的时候 都改口说愿意来了 这让穆婉晴更加确定 这次有路遥撑腰 未来在云城必定会平步青云 与此同时 云城一道世家孙家老宅大院中 孙家家主孙思敏正悠闲地坐在堂椅上 孙家大小节孙淑婷恭敬地站着 听说周三秋的弟子来了云城 冲我们来的吗 孙思敏微眯着眼睛淡淡地问道 爷爷暂时不清楚 只查到他叫路遥 我们和周三秋向来不对付 他来云城 说不定是来探路的 我觉得周三秋可能会亲自来云城 孙舒婷猜想起来 周三秋是江州的一道太陡 实力非凡 孙思敏却是云城一道太陡 两人名争暗斗多年 向来不对付 因为都处于一道圈子中 所以对于对方的行踪 一般都非常上心 孙思敏这些年 掌控着云城的一道 绝对不容许有外人来抢占云城市场 就算那老家伙亲自来了 又能如何 我们占不了江州的市场 他也休想动我云城一道市场分合 你派人去给我盯着 但凡有任何一动 都要立刻通知我 在云城 我们孙家就是天 孙思敏无比自傲地开口道 爷爷 我知道了 我这就派人盯死他 孙舒婷点点头道 嗯 舒婷啊 一道方面 你要用点线 那个路遥在江州 可是颇有名气 你可不能被他比下去了 孙思敏笑呵呵地开口 对于自己这个孙女 他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 毕竟 孙舒婷的一道天赋 其实不会比路遥低 未来必定成为一道界顶尖的人才 只可惜 孙舒婷是个女孩 要是个男孩 未来怕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孙舒婷低下头 并未出生 可他眼中却满是渴望 那是一种对一道知识的渴望 一道一图 越到后面 就会发觉其浩瀚无比 学无止境 沉默片刻 孙思敏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天武阁主林天武 突然成为大宗师 在云城一时间颇受关注 据说他是用钱买下了一颗上古丹药 能够让一个宗师 瞬间突破大宗师的丹药 竟然没有掌握在我们孙家手中 太不应该了 我让你去查 到底是谁在出售 到现在还没结果吗 孙思敏显然更在意这件事 要知道 孙家在云城一道之中 就是最顶尖的存在 任何人在云城 想要进入一道市场 都必须经过孙家的同意 而 这些年 孙家为了巩固 自己在云城一道的地位 无论任何厉害的单方 都是掌控在自己手中 让云城所有的武道高手 都有求于孙家 甚至很多时候 为了一些丹药 那些武道高手 都是任凭孙家拆遣的 这次忽然出现了 如此厉害的上古丹药 孙家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爷爷 我去查了 也查到了 只是 孙舒婷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孙思敏脸色一变 直接坐直了身子 怎么 是哪个势力 把生意做到我们云城孙家头上了吗 在云城 不管多大的势力 那也得乖乖的上贡 过江龙再厉害 也玩不过地头蛇 孙思闽眯着眼 语气森然 不是 爷爷 你误会了 我查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势力 而是一个普通人 孙舒婷苦笑着说道 这也太离奇了 这么贵重 珍贵的丹药 如果是出自某个大势力手中 那还能让人接受 可出自一个普通人手里 那真是就是怀弊其罪了 普通人 这怎么可能 孙思闽都惊讶地看向孙舒婷 显然是非常不相信的 这是真的 那人叫叶城 我亲自去查过了 还问了几个他身边的人 此人是沐家的女婿 前段时间 还因为太过不上镜 和沐家的沐婉清离婚了 我特地找过他的前小舅子沐妃询问过 此人不求上镜 只会吃软饭 根本不值一提 孙舒婷直接将自己的调查结果说了出来 孙思闽皱着眉头 良久 他摆摆手 也许这丹药是他无意中得到的 也许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他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傀儡 不管怎么样 上古丹药是从他手中流出来的 你派人去一趟 让这个叫叶城的家伙来孙家见我 我要亲自问问他 上古丹药的丹方在何处 一个能让宗师瞬间突破成大宗师的上古丹方 只能属于我们孙家 孙思闽听了孙舒婷的话后 就没有将叶城放在心上 只是随口吩咐了一句 对于他来说 不管叶城是真废物也好 还是有其他的能力 在云城就没有人敢忤逆孙家的意思 孙舒婷点点头 很快 他就派人将命令叶城来孙家 与此同时 叶城正准备去参加木碗琴举办的聚会 天语集团的吴天语找到叶城 叶少 孙家传来消息 说要您去一趟孙家 好像是要您交代一下 关于之前拍卖会上上古丹药的事情 吴天语小心翼翼地候在叶城身边 什么 叶城一愣 孙家命令他去交代事情 孙家算什么东西 配吗 叶城压根就没有将孙家的话放在心上 盯上叶城手中上古丹药的势力太多了 只不过整个世界 有几个势力 有能力在叶城的虎口夺食 区区一个孙家 还压根不配 孙家 从哪个计较嘎拉里冒出来的 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 少出来丢人现眼 吴天语听到叶城的话 不由地缩缩脖子 这种话 也就叶城敢说了吧 让孙家的人有多远滚多远 哪怕吴天语都不敢 要知道 孙家在云城一道 那就是顶天的势力 掌控了整个云城的一道 而孙家家主孙思敏 更是云城一道态度 其身份地位 和江州的周三丘 几乎平起平坐 更重要的是 听说孙家背后有人 而且还是圣经的强大势力 给其撑腰 所以 哪怕孙家基本垄断了云城一道市场 让无数人眼红 却没有几个势力敢和孙家作对 这也就罢了 就说云城孙家最让人窒息的地方 就是其垄断了云城一道的丹药销售 这就让无数的舞蹈高手 都要看孙家的脸色 甚至 很多时候 只要孙家一句话 就能调动无数想要免费得到 上股丹药的舞蹈高手 那可是一股非常恐怖的势力 孙家不能得罪 这是吴天宇内心的想法 叶少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这个孙家不同于别的势力 如果这么回复人家 恐怕将其得罪 吴天宇心中有些担心 没事 你就这么回复 孙家不来找我 我也是要去找他的 叶城摆摆手 满不在乎的说道 这个孙家和圣经云家 有密切的关联 很可能和害死苏子双 有直接的关系 叶城都还没抽出时间去找他们 他们反倒迫不及待地找来了 是 吴天宇领命而去 与此同时 云城家年华大酒店的包厢中 穆婉晴正招待着云城的天骄们 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 他可是花费了巨大的心思 不仅赤巨资包下了 家年华大酒店最奢华的包厢 还精心打扮了一番 此时 包厢中各大天骄们都坐在里面 要是以往 以穆婉晴的身份和地位 还真不一定能够和他们坐在一起 其中 以天宇集团大少爷无风的身份地位最高 其他的也都不差 家里面身价 起码百亿身价 婉晴姐 你不是说江州一到泰斗周三丘的青传弟子会来吗 是啊 我对于周三丘可是仰慕已久 他的弟子陆瑶应该也是个天骄级别的人物 据说在江州颇有名气呢 年纪轻轻就已经一到大成 的确令人羡慕 陆瑶什么时候能来 穆婉晴听着几人的话 心中不由地暗笑 他故意安排陆瑶迟一步来 就是想制造一点想象的空间 果然奏效了 放心 陆瑶是我闺蜜 他马上就会来 大家稍等片刻 先喝酒 先玩起来 穆婉晴笑着说道 这时 已经有人站起来 端着酒杯朝着穆婉晴走过来 这人穆婉晴自然知道 是搭搭电子集团的大少爷修海 以前穆婉晴曾经想要接识修海 只是修海一直对他非常冷淡 穆总 我们见过面 没想到 你竟然是露天娇的闺蜜 试镜试镜 我先敬你一杯 以后我们要多多联系 修海直接一口闷掉 随后拿出名片递给穆婉晴 穆婉晴眼睛一亮 这路遥还没现身 就已经有人主动来示好了 果然 背靠大树好成两 换做以前 别说拿到修海的名片 恐怕连和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一时间 几个人都纷纷给穆婉晴递上名片 在场的人中 唯有无风满脸郁闷 原本他以为自己是 今天晚上的主角 这个宴会举办 是为了他 没想到 竟然来了个什么一道太陡的弟子 这让一直都被追捧的他 心中自然不满 他可是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路遥就算是周三秋的弟子 又如何 在云城无风 未必需要给他面子 不过 无风一直没说话 这个穆婉晴 太不懂事了 他无风这么给面子的来了 结果沦为了配角 这是他无大少爷能忍的 他心中打定主意 要给穆婉晴一点教训 他暂时不动声色地喝着酒 穆婉晴正沉浸在巨大的收获喜悦之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 无风难看的脸色 突然 咔嚓 门被人推开 满脸傲然的路遥 缓步走了进来 他一出现 穆婉晴就拉着路遥 骄傲地介绍起来 这位 便是江州一到太陡 周三秋的青传弟子路遥 也是我穆婉晴的闺蜜 路遥满脸笑容地对着众人说道 大家好 一时间 除了无风之外的所有人都围过去 原来你就是陆天骄啊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不得了 未来必定是一到界的大一 第一次见面 路美女 给个面子 我敬你一杯 路美女在江州 号称一到界四大美女之一 今日意见 果然非同反响 这气质果然出众 众人对着路遥 就是一顿夸奖 路遥倒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因为这种情况 他在江州经历过不知道多少 常年被重心捧月 让他自恃甚高 就在这时 无风突然拿起杯子 走到路遥面前 路遥以为 无风也是来敬酒的 正露出一脸笑意 无风却倒转酒杯 将酒杯中的酒 倒在了地上 路遥是吧 一到太斗周三丘的弟子是吧 那又怎么样呢 这里不是江州 而是云城 你真是好大的面子 要我来作陪 无风语气森然地开口道 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愣了 特别是刚刚还在吹捧 路遥的那几个云城天骄 直接退后几步 离木婉晴和路遥远了一点 路遥的脸色一变 显得非常难堪 无少 您这是做什么 大家都是朋友 不是吗 木婉晴还不知道 无风为什么发火 有些不明所以地说道 朋友 木婉晴 我给你面子 才来参加你举办的宴会 你倒好 找来个什么江州天骄 怎么 我云城大哨圈 面子薄 只能当陪衬吗 无风满心的怒意就要爆发 这个时候 木婉晴才发现 事情不对 看来 因为路遥来的事情 让他太高兴了 以至于忽略了无风 搏了他的面子 不是 无少 您听我说 我可以解释 木婉晴此刻真的是哭笑不得 他没有想到 在云城还有人不给路遥面子 可无风也不是擅茶 他可是天语集团的大少爷 真不给这个面子 路遥也不能怎么样啊 毕竟 路遥并不是云城人 哼哼 解释 今天我不给你们 无风正要发火 忽然 门再次被推开 满脸慵懒的夜晨闯了进来 皱着眉头 什么东西 在这里大呼小叫 听到我耳朵都起剪子了 木婉晴 你不是说让我见识见识什么天骄吗 怎么 叫了一群狗 在这里 吟吟狂吠 什么 看到夜晨走进来 第一句话 就将在场的天骄都比作狗 直接吓得木婉晴 差点魂飞魄散 本来就因为他的疏忽 让无风生气了 现在 夜晨这一下 简直就是添油加醋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夜晨这家伙 真是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 不该出现的时候 准有他的身影 一天不得罪人 浑身不舒服吗 在场的可都是云城天骄 要是得罪了他们 以后木婉晴还怎么在云城混 木婉晴心中无比后悔 喊夜晨过来 无风本是要发火的 本来 因为木婉晴的慢待 就让他非常不爽了 现在竟然又被骂成狗 这能忍 就在无风要爆发的时候 却看到门口走进来的人 竟然是夜晨 一时间 所有的怒意直冲脑海 硬生生地憋在体内 取而代之的是 深入骨髓的恐惧 卧槽 什么情况 夜晨 竟然是夜晨 夜晨是什么身份 那可是拥有绝对实力 能够让整个吴家臣服的存在 更是天宇集团的幕后新老板 别说无风 就算是他老爹吴天宇 在夜晨面前 连屁都不是 无风怎么都想不到 夜晨这么恐怖的身份和实力 怎么可能来参加这种低端的聚会 没错 就是低端 在幕晚晨眼中 结合了云城天宙的最高等聚会 可和夜晨的身份相比起来 简直就是低端到令人发指 无风指着夜晨 你 你 你 因为过于恐惧 他憋得满脸通红 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了 整个人几乎处于当机的状态 看到无风的样子 幕晚晨心中更是害怕了 他转头瞪了夜晨一眼 大声怒斥起来 夜晨 你胡说八道什么 为什么总是这么口无之拦呢 这里的全都是云城天宙 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还不快过来给各位大哨道歉 幕晚晨生气的吼道 我给他们道歉 他们配吗 夜晨淡淡的怂怂间 满脸无所谓的态度 你 夜晨 我这是在救你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和他们比起来 就是一个废物 你说凭什么 幕晚晨生怕夜晨会得罪这些大哨 夜晨自己找死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要是这些大哨将这一切怪罪到他头上 那就惨了 无风听着幕晚晨的话 整个人都梦了 什么鬼 他看到了什么 幕晚晨在干什么 他竟然说夜晨是个废物 开什么玩笑 仅仅这一句话 就把无风吓得当场就要崩溃 疯了 幕晚晨绝对是疯了 夜晨是什么身份 无风还没反应过来 幕晚晨就已经走到无风面前 无少 实在是对不起 今天是我疏忽了 您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至于夜晨 他只是我的前夫 我为他的鲁莽 给您和各位大哨道歉 还请各位原谅 幕晚晨对着无风等人鞠躬 无风闻言 脸色变得煞白 他完全想不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夜晨竟然是幕晚晨的前夫 为什么是前夫 难道幕晚晨不知道夜晨的身份吗 如果无风早知道 幕晚晨和夜晨有这层关系 哪里敢拿出这么高的姿态啊 这一下怎么办 看着夜晨平静的脸色 无风将想要说的话 全都憋在了心里 夜晨的身份实在太高贵了 高贵到让他不敢随意提及 众人见无风没有一点反应 以为无风还没有消气 路遥已经从刚刚的尴尬中缓过神来 这些年 他在江州的确受人追捧 可现在才刚刚来云城 他的确不应该摆出过高的姿态 于是 也上前一步 是啊 无少 我虽然不是云城人 可这次来云城 也是为了交朋友 还请无少给个面子 如何 路遥不卑不亢地说道 无风的确可以不给路遥面子 可问题是 现在夜晨就在他面前 他哪里敢有任何的怨气 缓过神来 无风不由地露出满脸紧张的笑容 没 没事 大家都是朋友 来来来 都请坐吧 无风的话 顿时缓解了大家的尴尬 慕婉晴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 还是要路遥比较有面子 无风刚刚之所以生气 恐怕也仅仅是因为被慢带了吧 无风不计较了 众人之间的气氛就显得愉悦许多 无风走到夜晨面前 夜 夜少 这边坐 无风恭敬地看着夜晨 将夜晨请到了中间的位置 其他人都显得很放松 唯独无风 似乎对其他人都没有兴趣 反而显得特别的拘谨 坐姿比直 额头上冒着戏汗 反观夜晨 半躺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似乎根本没有将这群天骄放在眼里 一个天语集团的大少 一个慕婉晴都不要的废物 两者之间的反差感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一场聚会 很快就结束了 夜晨觉得无趣 直接就离开了 无风见状 连忙跟着离开了 包厢内 只剩下沐婉晴和陆瑶 两人总算松了口气 哎 总算送走了 今天真是惊险啊 差点得罪了无风 还有夜晨 简直就是坏事 幸好有陆瑶你 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沐婉晴心有气气的说道 在他看来 最后无风之所以没有继续生气 完全就是看在了陆瑶的面子上 我也是高估了自己的面子 看来 云城毕竟不是江州啊 我觉得 无风并没有真正的释怀 陆瑶摇头说道 我也觉得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无风对我们都爱答不理 反而对夜晨似乎非常友好 这不应该啊 沐婉晴满心疑惑地说道 这就是我说 他没有真正释怀的地方 我们今天晚上 慢带了他 让他生气了 可毕竟有我在这里 他不可能真正和我们起冲突 直接暴怒 又显得没有格局 所以 他才另辟蹊径 以抬高夜晨这个废物的手段 来羞辱我们 他的前台词就是 在他眼里 我们连夜晨这个废物都不如 陆瑶冷静地分析起来 沐婉晴一听 顿时反应过来 想一想 的确是这样 以无风的身份 根本不可能对夜晨这么客气 甚至一开始 无风震怒之下 还指着夜晨 想要发火 最后也是陆瑶开口 才缓解的紧张的气氛 然后 无风的态度 就直接360度的大转变 对夜晨非常客气 一开始 沐婉晴也不能理解 听陆瑶这么一说 他瞬间想得通透了 原来 无风抬高夜晨的身价 不过就是为了打压他和陆瑶 这让沐婉晴大开眼界 果然 上流天骄大少 都极为有诚服 沐婉晴拍拍胸脯 惊叹道 瑶瑶 还是你看得通透 要不是你点波 可能我还真以为夜晨掌本事了呢 这很正常 我常年混迹江州圈子 对于那些天骄的心理 摸得很透 你就是眼光不行 这方面 还是比较欠缺 放心 以后我会一步步地教你 想要真正踏入顶级的天骄圈子 就必须要融入他们 像夜晨这种 将什么事都服于表面的人 你一定要远离 倒是那个无风 让我大开眼界 此人城府极深 不愧是云城天骄 让我都有一种 想要结交的冲动 陆瑶眯着眼睛 一条一条地 和沐婉晴讲解起来 沐婉晴如影甘权 陆瑶现在传授的 可是真正的圈子法则 这对沐婉晴来说 每一句话 都紧记于心 是啊 吴绍的确不是普通人 像他那种天骄 不仅能够做到 还能顺带打压我们一下 的确有些手段 不过 他家的天羽集团 像是被人收购了 虽然还是吴家管理 可背后的老板 却变了 沐婉晴开口说道 这没关系的 既然吴家还能掌控天羽集团 就说明 吴家是攀上了更厉害的势力 能让吴家臣服 那必定是极为厉害的存在 吴家选择投诚 必定水涨船高 陆瑶分析的极为通透 两人坐在包厢里聊了很久 吴峰自然不知道 今天的意外 在两个女人口中 竟成了他个人的诚服 要是被他听到 他也会直接无语 他为什么对叶辰友好 他为什么不和别人交流 不是他高傲 不是他自恃甚高 仅仅是因为他害怕了 开什么玩笑 叶辰叶大少坐在身边 他哪里敢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异动 此时 吴峰一直拱着身子跟着叶辰 不敢有丝毫的愉悦 叶辰突然停下脚步 猛地转过身子 眼神冷烈地瞪了一眼吴峰 你跟着我干什么 扑通 吴峰被吓得心肝一颤 整个人直接跪下 叶 叶少 今天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穆婉晴和您之间有那种关系 我 我 吴峰满脸苦涩地哭诉起来 穆婉晴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你不用和我道歉 叶辰满不在乎地说道 是是是 叶少 您的身份 我今天晚上特别保密了 没有让穆婉晴他们知道 您真实的身份 吴峰点点头 又堆出笑容邀功 他以为穆婉晴不知道叶辰的真实身份 是因为叶辰故意隐瞒了 叶辰眉头一皱 他从未对穆婉晴隐瞒什么 甚至 他还经常在穆婉晴面前提起自己做过的事情 只是 他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惊天动地 穆婉晴等人先入为主 怎么可能相信叶辰的话 只当叶辰是在吹牛 而以叶辰的身份 也不屑去解释 哦 叶辰淡淡地恩了一句 他完全不想理会这种事情 就准备走 见叶辰的反应 吴峰心中一喜 自认为自己做对了 果然 叶辰的身份 是绝对不能轻易提及的 见叶辰要走 吴峰连忙又开口 叶辰 叶辰眉头一皱 回过头不耐烦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叶辰 因为穆婉晴小姐 和您的关系太特殊了 她的情愿公司 和我们天宇集团准备合作 不过 我查过情愿公司的资质 还达不到标准 您看 我该怎么处理 吴峰小心翼翼地问道 现在 叶辰才是天宇集团真正的老板 吴峰相当于是帮叶辰打工 这种棘手的问题 他自然要问过叶辰 叶辰 叶辰微皱眉 哦 既然资质达不到 那就别合作了 我说了 他现在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以后这种事情 别拿来烦我 叶辰丢下一句话 随后就走了 吴峰连连攻身 直到叶辰离开 他才松了一口气 好强大的压迫感啊 这就是叶绍的实力 吴峰都有点想不通 穆婉晴这女人 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 放着叶绍这么个大腿不去抱 却到处求爷爷 告奶奶的求项目求合作 值钱求李强 现在又求上陆瑶 这些人有什么真正的决定权吗 他们加起来 还不如叶辰随口的一句话 这穆婉晴真是让人无语 如果有一天 他知道了叶辰的真实身份 恐怕会后悔的直拍大腿吧 吴峰拿出手机 直接将事情交代下去 包厢内 穆婉晴和陆瑶刚刚聊完天 突然就接到了天宇集团的电话 穆婉晴听完内容 整个人宛如晴天霹雳 瘫坐在沙发上 婉晴 你怎么了 陆瑶紧张地跑过去 着急地问道 瑶瑶 原来你说的真的没错 吴峰的城府极深 他根本就还在生气 还在报复 刚刚我接到天宇集团的电话 合作项目被取消了 穆婉晴心中悲怯 那可是足以让秦远公司上市的项目 就这么没了 后悔啊 太后悔了 都怪叶辰这个惹祸惊 如果仅仅是因为陆瑶 大家都在同一个圈层 不可能让吴峰做出这么绝的事情 恐怕真正让吴峰生气的 就是叶辰那句 将整个云城添骄骂成狗的话语 想想也是 一个云城顶尖的大少 被一个废物当场骂为狗 谁能忍 哎 叶辰的确太鲁莽了 大少圈子中 最忌讳的就是当面骂奸 我和你说过了 叶辰和你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你再帮他 他也不可能有出息 最好远离他 陆瑶叹了口气说道 我知道了 穆婉晴心如死灰 哀声叹气 婉晴 你别伤心了 虽然你和天羽集团错失了机会 不过 很快 我就能帮你把这个机会找回来 陆瑶不忍心自己闺蜜伤心 连忙说道 真的吗 穆婉晴猛地看向陆瑶 问道 那当然 不过这是个秘密 很快 我师父周三秋 就会和明珠集团有深度合作 这次我过来 也是为了见明珠集团的柳妙英 一旦我们合作成功 到时候我会和柳妙英推荐你 陆瑶深吸一口气 淡淡地笑道 明珠集团 穆婉晴眼睛一亮 他之前就和明珠集团合作过 不过 项目完成之后 明珠集团对他就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态度 变得非常冷淡 后续的项目 全部都毙掉了 如果通过陆瑶 能够再次和明珠集团合作 那简直太好了 毕竟 明珠集团可比天羽集团更强啊 穆婉晴眼中再次闪过坚定 两人回到引龙山庄 穆博和赵兰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 女儿 情况怎么样了 穆婉晴扫了一眼正准备上楼的叶晨 不由心头怒意暴涨 能怎么样 全都被叶晨搞砸了 你们能想象吗 我好心带他去见世面 可他到后 一进包厢就骂云城天骄在狗叫 因为他 我们得罪了整个云城的天骄 什么 哄 听到穆婉晴的话 穆家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叶晨 怒意飙升 几人看着叶晨的眼神 都快冒出火来了 赵兰更是拍着大腿 嚎啕大哭 天杀的呀 我们穆家是做了什么呢 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亥人精 穆博更是眼睛恶狠狠地等着叶晨 要知道 只要这次和天羽集团合作成功 秦元几天就能够上市 那穆家就会有用不完的钱 穆家人走出去 那就是高人一等的存在 可现在 一切都被叶晨毁了 叶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就算帮不上我们穆家 也不能害我们 这几年你在我们穆家白吃白喝 没要过你一分钱吧 怎么就养了 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穆博双眼赤红 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叶晨平静地看着几人 你们也是倒笑 我和穆婉青已经离婚了 我凭什么帮你们 到底谁才是白眼狼 没有我 你们穆家 能有现在上亿的身价 没有我 你们能住在尹龙山庄 我告诉你们 让你们失去天羽集团的合同 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也是给你们的一点教训 还有我劝你们少招惹我 不然我不介意让你们失去一切 叶晨眯着眼睛 语气冰冷地喝道 说实话 他对穆家人早就失望了 不过叶晨身份太高 穆家人在他面前 宛若蝼蚁 还不值得叶晨重视 说完之后 叶晨转身走了出去 穆家人简直要被气疯了 听到没有 他在说什么 我们穆家得来的一切 是因为他 他这脸皮还不是一般的厚 穆博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没听到吗 他要我们失去一切 这次他故意在婉晴的聚会上捣乱 还得罪云城添骄 就是他报复我们的手段 赵兰也非常生气地数落起来 当然 叶晨也没想到 穆家人直接歪曲了他的话 叶晨的意思 是他就是天语集团的新老板 随口一句话 就能断了穆婉晴梦寐以求的合同 可在穆家人理解 这是因为叶晨小心眼 想要报复穆家 所以才骂了无风 导致穆婉晴的合同被取消了 穆婉晴也满脸愤怒 叶晨的话 简直让他几乎要抓狂 气死我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再这样下去 叶晨到处为非作歹 我们必定会被他所牵连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显得非常激怒 陆瑶却拉了拉穆婉晴 婉晴 你先别动目 和叶晨这种货色计较 是没有意义的 我师父周三秋 已经在来云城的路上了 马上就要和明珠集团的 总裁柳妙英见面 你要做的事 先抓住这次机会 至于叶晨 想什么时候收拾他都行 路遥安慰穆婉晴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们先去接你师父 到时候 在你师父面前 给我美言几句 如果能够拿下明珠集团的合同 那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瑶瑶 穆婉晴这才冷静下来 听到能和明珠集团合作 他的怒气倒是消散了不少 两人转身离开 准备去接周三秋 穆博几人却依旧愤愤不平 特别是穆飞 已经气到憋红了脸 要知道 他可是穆家唯一的儿子 秦远公司 虽然是穆婉晴创立的 以后就算不交到他手里 大概率也能拿到 分量不轻的股份 现在 一切都没了 都怪叶晨 全都是叶晨这个混蛋害的 爸妈 难道就这样放过叶晨吗 不行 我忍不下这口气 穆飞紧紧拽着拳头 愤怒地咆哮起来 对 没错 不仅要让他远离婉清 还要他从这里滚出去 我们穆家不会再养着这个废物 赵兰也非常生气地提议到 三人气势汹汹地冲出大厅 来到叶晨面前 叶晨眉头一皱 眼神平静地看着几人 穆飞看到风轻云淡的叶晨 就涌起一股怒意 叶晨 我要你现在立刻从隐龙山庄滚出去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二姐穆卿雪护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是穆家唯一的儿子 我有这个权利 赶走你这个白眼狼 如果你不走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穆飞指着叶晨的头 就狂骂起来 在他看来 叶晨不过就是个废物 只会吃软饭的煮 以前就是对叶晨太好了 像叶晨这种货色 只要他穆飞硬气一点 甚至动用点手段 就能够让叶晨从这里滚出去 你让我从这里滚出去 叶晨冷漠地看着穆飞 他对穆家人的容忍 已经足够多了 之前看在穆家老爷子 为苏子双付出了生命 加上穆家奶奶对叶晨一直很好 所以才让穆家人 留在了影龙山庄 可现在呢 连穆飞都敢蹬鼻子上脸了 没错 就是从这里滚出去 不然我揍你 穆飞举起拳头 还想说点什么威胁的话 然而 叶晨却完全不惯着 穆飞的话音刚落 忽然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开 穆飞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巴掌印 穆飞直接被打猛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叶晨 你 你这个废物 你竟然敢打我 穆飞瞪大眼睛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废物打了 这一下 赵兰和穆博两人也都急了 儿子被打 他们那里能善罢甘休 混蛋 叶晨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叶晨 你疯了吗 你要反了吗 穆飞是你这个废物能打的 我告诉你 你惹事了 惹大事了 你捅破天了 赵兰和穆博指着叶晨 疯狂地怒吼起来 捅破天 就你们几个 也配称为天 我为什么打他 那是因为他找打 说完 叶晨再次一巴掌挥出 以叶晨的实力 他想打穆飞 穆飞根本连躲的机会都没有 啪啪啪一连串巴掌声响起 穆飞直接就被打猛了 脸瞬间肿得和猪头一样 王八蛋 你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穆博和赵兰就要冲上去 和叶晨纠缠 叶晨猛地转身 眼神爆发出一丝力气 恐怖 害人 接触到这个眼神 赵兰和穆博的身子猛然一顿 直接背下的浑身颤抖不止 叶晨的眼神也太可怕了吧 他不是一个废物吗 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可怕的眼神 叶晨见两人被吓住了 他像小鸡仔一般拎起穆飞 直接就朝着引龙山庄大门外一丢 穆飞 从今天起 你从引龙山庄滚出去 敢踏进引龙山庄一步 我见一次 揍你一次 反了反了天了 我还就不信邪了 你一个废物 能把我赶出去 穆飞气得瞪着叶晨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 说着就往引龙庄园里走去 然而 他的脚刚踏入庄园 叶晨眼神一冷 直接像是丢拉机一般 将他丢了出去 连续几次之后 穆飞整个人委屈得快要炸了 一个大男人 竟然就这么哇哇大哭起来 看到这一幕 赵兰和穆博两人无比的生气 被叶晨这个废物 在头上作威作福 这种感觉 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叶晨没有时间和几人耗着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守卫 语气淡然地指着穆飞 说道 你们几个在这里看着 别让他踏进庄园一步 守卫顿时身子一震 说道 是 叶晨 交代完毕之后 叶晨就离开了 赵兰见叶晨离开 连忙对着穆飞招招手 说道 儿子 快点进来 穆飞气呼呼地往里走 只是 刚走两步 他就被守卫拦了下来 对不起 你不能进 这话一出 穆飞一家人 彻底地炸了 被叶晨羞辱了还不够 竟然连几个看门狗 也赶拦他们了 简直是反了天了 简直分不清大小王 穆飞顿时狂目 指着守卫的鼻子 就怒骂起来 草 你个看门狗 谁给你饭吃 知道隐龙山庄是谁的吗 连老子都赶拦 信不信我立刻让你滚蛋 穆飞气急败坏 不好意思 你不能进 守卫看都没有看穆飞一眼 淡淡地说道 对于他来说 只服从一个人的命令 那就是叶晨 我的天 今天是怎么了 叶晨这个废物 表现出了反骨 连几个看门狗 都要来欺负我们了 让开 这里是我穆家 你们做奴才的 还想骑到主子头上吗 赵兰恼怒地推散着守卫 对不起 他不能进 无论他们怎么说 守卫就是一句话 反正穆飞就是不能进 这可把穆家人给气坏了 打电话 立刻打电话给二姐 反了天了 现在就不听我们的话了 那以后还了得 以后那叶晨 岂不是要把我们穆家 占为己有吗 穆薄气坏了 掏出电话 给穆婉晴打了个电话过去 可惜 穆婉晴最近正在全力以赴 吸纳七彩医药集团的事情 别说开机 就连家这段时间 都没有回过几次 他们自然联系不到穆清雪 啊 气死我了 二姐竟然不接电话 穆飞整个人都要发狂吗 她要被赶出影龙庄园了 这她哪里受得了 这影龙庄园 明明就是穆清雪名下的 那就等于是穆家人的 叶晨竟然趁着穆清雪不在的时候 作威作福 实在可恨 偏偏这些该死的看门狗 宁愿听叶晨的话 也不听他们的 等着 叶晨 还有你们这群看门狗 都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穆飞无比生气 拿出手机给穆婉晴打了个电话 哭天喊地 将叶晨怎么欺负他们一家人 怎么打他 怎么将他赶出影龙山庄的事情 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 他要的不多 就是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教训叶晨一番 然后将叶晨赶出去 让叶晨去当乞丐 去沿街乞讨 挂上电话 穆飞看着赵兰和穆博 爸妈 你们放心 大姐已经答应我 会狠狠教训叶晨 等着吧 这次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把修 此时 穆婉晴接到穆飞的电话 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正在和路遥两人 准备接周三秋 婉晴 出什么事了 路遥见穆婉晴脸色不对 好奇地问道 唉 叶晨那家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 不仅打了我弟弟 还把我弟弟给赶出了家门 穆婉晴叹气道 什么 穆飞被打了 怎么样 严重吗 路遥也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还敢打人 吃着人家的 住着人家的 结果把别人给赶出去了 这是什么神操作 好像挺严重的 我弟弟这么乖巧 不过才二十出头 还是个孩子 他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 穆婉晴非常气愤地说道 婉晴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这可不是件小事 路遥劝说道 可是 现在不是要接你师父 之后还得去明珠集团吗 穆婉晴有点舍不得明珠集团的合作 放心 你的是我记着呢 我师父还没正式接触到柳妙英呢 这种级别的碰面 别说是你 恐怕连我也不能参加 你先去处理穆飞的事情 回头能引见你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你 路遥笑着说道 听到路遥这么说 穆婉晴只好点点头 和路遥告别一声之后 就匆匆赶回了引龙山庄 他感到一阵头疼 叶晴最近是越来越嚣张了 总是不停地惹事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郁闷 或许 这就是圈子地位不一样 其中的差距就出来了吧 穆婉晴这些年一直在进步 一直不停地朝着云城上流社会攀爬 可叶晴却一直停留在原地 为什么最近矛盾会这么多 无非就是叶晴的眼界 太小太窄 根本无法理解穆婉晴现在所接触的东西 穆婉晴刚走没一会 机场内 江周一到太斗 周三秋带着助手从机场走了出来 周三秋年约五六时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傲气 让旁人都不敢靠近 师父 路遥急不走过去 恭敬地喊道 对于师父 路遥可以说打心底是敬畏的 因为 在他眼里 他的师父就是江周一到太斗 无数名流都要对他师父卑躬屈膝 而自从拜师之后 他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师父为权贵折腰过 这让路遥无比地自豪 嗯 带我去明珠集团 周三秋点点头 淡淡地开口 路遥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请周三秋等人上了车 立马朝着明珠集团而去 走进明珠集团 柳妙音的秘书就早早地等候在那边了 看到周三秋等人来了 秘书微微点头 周老 我们总裁已经在楼上等你了 请您一个人和我走吧 秘书淡淡地说道 你们几个 在这里等我 千万别在这里闹事 明白吗 周三秋交代了一句 便上了楼 路遥撇撇嘴 果然 师父和明珠集团 必定有什么秘密要商谈 他还没资格介入进去 只能在楼下等着了 百无聊赖的路遥 打量起明珠集团 这明珠集团 不愧是大集团 装修极为奢华 正看着 忽然 路遥撇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由猛然一惊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叶辰 你这废物来这里干什么 路遥简直要疯了 怎么在哪里 都会遇到叶辰这个家伙 这可是明珠集团 叶辰怎么会来这里 不会是偷偷跟着他来的吧 早就听沐家人说 叶辰专门喜欢吃软饭 一开始是沐婉晴 离婚后又勾搭上了沐清雪 听说还和一个什么洛家大小间 不清不楚 现在竟然盯上他了 我想去呢 就去哪里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叶辰撇撇嘴 语气淡然地说道 哼 叶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 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你的所有小心思 都让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小丑 路遥有些生气地说道 他可是江州一道泰斗的清传弟子 未来必定成为江州一道的领军人物 哪怕是现在 整个江州想要追求他的天之骄子 也不计其数 可他根本一个都看不上 路遥觉得 以他的身份和能力 就算要找男朋友 那必定是一位全是滔天 屁腻天下的盖世英雄 那些天骄他都看不上 却被叶辰盯上 这让他觉得浑身都不自在 叶辰有些无语地看着路遥 觉得有些可笑 哦 那你倒是说说 我有什么心思 叶辰吃笑道 还能有什么心思 不就是习惯了吃软饭吗 别以为你有一副好样貌 就可以到处沾花惹草 我不是沐清雪那种傻姑娘 更不是骆青秋那种放荡的人 你就算死皮赖脸地跟踪我 我也不会多看一眼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路遥挺了挺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叶辰 听到路遥的话 叶辰直接无语了 这女人还真是过于自以为是了吧 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还说叶辰跟踪她 真不知道她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呵呵 比你区区一个一道菜鸟 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 滚开点 别挡我道 我觉得你真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 叶辰极为不爽地嘲讽了一句 随后 就懒得多看路遥一眼 直径走进了电梯 路遥被叶辰的话气得够呛 一道菜鸟 叶辰竟然说她是一道菜鸟 简直就是胡扯 她可是江州年轻一代中的一道翘楚 路遥盯着叶辰的背影 轻哼一声 破防了 肯定是破防了 真以为本姑娘和那些胭脂俗粉一样吗 跟踪我就算了 还以为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就能吸引我的注意 叶辰 你太小看本姑娘了 就你这种人的身份 这辈子都不可能配得上我 叶辰没有理会路遥的叫嚣 她已经来到了十楼 此时 会议厅中 周三秋恭敬地站在柳妙英面前 在路遥面前无比高傲的周三秋 此刻却显得格外的卑微 刘总裁 不知道这次招我前来 有何要事 周三秋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本来是没有打算来云城的 毕竟江州和云城的一道 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可没想到 最近却接到了明珠集团总裁柳妙英的命令 让她前来云城相见 周三秋哪里敢忤逆柳妙英啊 开什么玩笑 柳妙英那可是在海外 都被封为金融女神的存在 云城的明珠集团 不过是明珠财团中很小的一部分 真正的明珠财团 那绝对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 而柳妙英的身份 也是极为高贵和无上的 哦 不是我要见你 是我主人要见你 柳妙英淡淡地开口道 这话一出 周三秋直接赶到一阵头皮发麻 什么 没听错吧 柳妙英竟然还有主人 开什么玩笑 柳妙英是谁 那可是明珠财团的总裁 掌控万亿资产的顶尖级别人物 他一句话就能够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死 这样的存在 竟然还有主人 周三秋刚想说什么 叶晨却缓缓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将两条腿翘在了桌子上 如此没礼貌的行为 顿时让周三秋眉头一皱 他正和柳妙英谈事情 这个年轻人 竟然就这么直接闯了进来 太没礼貌了 他刚想出言呵斥 不曾想 柳妙英却忽然起身 来到叶晨面前 无比自然地半跪在叶晨身边 用白嫩的双手 轻轻地捶打着叶晨的腿 主人 力道可以吗 柳妙英温柔地问道 哄 此刻 周三秋 整个人只感到一阵舞雷轰顶 难道这就是柳妙英的主人 柳妙英已经是站在 世界财富巅峰的存在 能当他的主人 其身份恐怕已经达到了 无比恐怖的境地了吧 周三秋甚至无法想象 在海外华尔街玩弄风云的 金融女神柳妙英 竟然会如此温柔地服侍 一个年轻男人 这个叶晨究竟是什么身份 恐怖 骇然 嗯 叶晨淡淡地恩了一声 随后抬起头 看了一眼周三秋 你就是周三秋吧 叶晨的声音 让周三秋愣了神 一时间紧张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老 这位是我的主人 也是明珠财团的拥有者 你称呼为少主便可 柳妙英淡淡地开口 缓解了周三秋的尴尬 少主 我就是周三秋 见过少主 见过少主 周三秋无比恭敬地鞠躬 他恨不能给叶晨跪下 只是脑子感到无比地僵硬 被叶晨的气势完全震慑了 叶晨淡淡地挥挥手 周三秋恭敬地退了出去 对于叶晨来说 他需要的是周三秋的能力 作为江州一道泰斗 在培育灵草灵药方面 周三秋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 毕竟 要对付孙家 很简单 因为叶晨随便服侍一个人 就能够替代孙思敏 周三秋来到楼下大厅 心情依旧非常激动 他在江州一道这么久的时间 无论是其资历还是能力 都吻压云城孙思敏一头 可这些年 反而一直被孙家压制 不是因为其他 就是因为孙家有盛经云家做靠山 可现在不一样了 虽然不知道叶晨真正的身份 可一个能够做明珠集团总裁 柳妙英主人的存在 其身份必定是极为显赫的 师父 怎么样了 陆瑶见周三秋出现 连忙紧张地问道 准备一下 今天明珠集团会帮我举办一场宴会 公开支持我成为云城一道太陡 周三秋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显得无比兴奋 陆瑶直接惊呆了 天哪 周三秋已经是江州一道太陡了 如果再成为云城一道太陡 那么周三秋的身份和地位 简直就是成倍的增长 要知道 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太陡 往往就意味着 能够垄断这个城市的一道界 一道界的利润 那可是非常恐怖的 小到普通人看病吃药 大到武道强者担药修炼 这 怎么可能 这个柳妙英总裁 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我听说 云城一道太陡孙思敏 背后可是有圣金云家做后盾 陆瑶惊诧地说道 刘总裁有没有这个能量我不知道 不过这次 为师可算是抱上了大腿了 知道今天召见我的人是谁吗 那可是明珠财团背后真正的主人 全是滔天 就连柳妙英都仅仅是 他的一个仆人 周三秋语气无比崇敬地说道 这话却让陆瑶的脑子轰的一声 直接空白了 明珠财团背后真正的主人 柳妙英仅仅是一个仆人 陆瑶眼珠子都快震惊地瞪飞出来了 柳妙英就已经是 站在金融界顶端的人了 他背后竟然还有主人 这 这个人是谁 陆瑶无比好奇地问道 那位的名讳可不能随意提起 不过唯一可以告诉你的 就是那位非常年轻 应该和你差不多大 而且晚上你随微失去参加宴会 就能见到了 周三秋淡淡一笑 陆瑶也没有再问 不过 内心却已经升起了一丝波澜 陆瑶一直以来都算是自命清高的女人 她向来对于别的男人都不屑一顾 其中不乏一些在江州非常有权势的大少 可在陆瑶看来 这些大少虽然在江州身份尊贵 可出了江州 他们未必就能够有资格继续舞弄风云 而明珠财团背后的神秘主人 恐怕那才是真正的天骄级别人物 能够让柳妙英这样神一般的女人 都甘为女仆 其身份何等荣耀尊贵 陆瑶在心里已经无比期待 能够和这位真正的天骄相遇 陆瑶将周三秋送到订好的酒店内 让其休息 有了空闲的时间 陆瑶就打算将今天得到的消息 告诉慕婉晴 所以 她趁着这个空挡 来到了慕家 此时 慕婉晴一家人正站在引龙庄园门头 每个人脸上都非常愤怒 看到陆瑶来了 慕婉晴才将愤怒隐藏起来 瑶瑶 你来了 你师父接到了吗 慕婉晴问道 嗯 已经接到了 对了 你们在干什么呢 陆瑶好奇地问道 还不是因为叶晨 他不让我弟弟进引龙山庄 这些守卫也全都是呆子 竟然认准了叶晨的话 好像是圣旨一样 不管我好说歹说 都没有用 慕婉晴非常生气地说道 好了 先别管这件事了 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陆瑶显得非常激动 慕婉晴一看 顿时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拉起陆瑶的手 走 我们进里面去说 说完 慕婉晴就带着陆瑶走进了引龙山庄 赵兰和慕博两人也非常好奇 跟了进去 慕婉眼珠子一转 刚一踏步 就被守卫直接拦了下来 慕婉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大姐 爸妈 我怎么爸 晚上我住哪里啊 慕婉无比郁闷地喊道 你先回老宅去住 等叶晨回来 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慕婉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大厅内 几人凑在一起 婉晴 你知道吗 其实 明珠集团真正的主人 并不是柳妙英 在柳妙英背后 还有一个神秘 而且实力通天的存在 陆瑶将今天从师父口中知道的事情 直接说了一遍 这让慕家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天哪 柳妙英都只是女仆 那她背后那个主人的背景 该有多恐怖 你是说 你师父马上就要取代孙思敏 成为云成一道太陡了 慕婉晴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问道 没错 今天的晚会就会公开 而且听说 那位神秘的大佬 也会现身 说实话 我还真想有机会 能揭示这样一个通天的人物 陆瑶满脸期待地说道 慕婉晴同样激动无比 以她和陆瑶的关系 一旦陆瑶的师父周三秋 成为了云成一道太陡 那必定需要拢 之前 慕婉晴没有找到叶成 还以为叶成是躲起来了 没想到 现在不仅回来了 还敢说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晚会 这种级别的晚会 叶成也敢胡言乱语 叶成 你说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没资格去 难道你有资格 有瑶瑶带着我们 我们还不是想去就去 倒是你 一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赵兰和慕博 本就积攒了一肚子的怒气 此刻 自然全都爆发出来了 陆瑶更是满脸的不屑 今天晚上的晚会 是专门为她师父举办的 可以说 完全就是她的主场 她作为周三秋的青传弟子 带几个人去参加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哪里轮得到叶成来说三道四 叶成 你的眼界实在是太小了 看来 你离我们的世界太过遥远了 更多无法理解我们的能力 不怕告诉你 我师父周三秋 马上就要成为云成一道太陡 一道市场都将由我师父掌控 如此庞大的市场 有我在 到时候晚清的情愿公司 必定会在一道市场迅速崛起 今天的晚上 就是为了给我师父造势 你觉得 我会没有能力 带几个人去参加吗 不仅晚清要去 穆叔叔 赵阿姨 甚至小飞 全都去 我还就不信了 路遥满脸高傲地看着叶成 直接夸下海口 信不信有你吧 反正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 到时候白跑一趟 叶成耸耸肩 懒得多解释 听到叶成的话 几人都直接无语了 到这个时候 还嘴硬 难道作为周三丘的清传弟子 还不如他叶成懂得多吗 就在叶成要离开的时候 穆婉晴却上前一步 叶成 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穆婉晴拦住叶成 有些生气地说道 什么解释 叶成淡淡地问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有什么资格 把我弟弟赶出尹龙山庄 你凭什么打我弟弟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给我弟弟道歉 亲自把他请回来 穆婉晴满脸怒意地指着叶成说道 叶成看着穆婉晴 不由的都被逗笑了 我说穆婉晴 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还命令我 我们已经离婚 你我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你弟弟 他就是自找的 让他住这里 是我仁慈 不让他住这里 那他就得滚蛋 叶成眼中闪过一丝冷冽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 穆婉晴指着叶成 满脸怒意 他刚想说话 叶成却再次打断 我劝你们都安分一点 不然我不介意 让你们和穆婉一样 从这个庄园滚出去 叶成轻哼一声 直径走出了引龙山庄 这下 着实把穆婉晴给气得不行了 你 你 混蛋 婉晴啊 看看他 现在都跑到我们头上撒野了 他真当这里是他家了吗 无法无天 简直无法无天 穆家人都气得吹胡子瞪眼 可却拿叶成没办法 算了 婉晴 没必要和这种无赖之气 路遥小声地安慰了一句 可是 他实在是太猖狂了 我们穆家带他不薄 没想到 他竟然是这样的白眼狼 实在可恨 穆婉晴气不过 眼睛泛红 委屈无比 没办法 婉晴 现在你所处的地位 已经远远超过叶成了 他根本无法理解和融入这个圈层 只能通过耍无赖 来博取我们的眼球 放心吧 想要治他 也不是没办法 路遥微微一笑 说道 什么办法 穆婉晴好奇地看着路遥 叶成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就是因为你们对他太仁慈了 今天晚上 我们很可能会结识 明珠集团总裁柳妙英背后的神秘主人 如果有机会 他要是能看上我 以他的权势 想要对付一个叶成 简直易如反掌 路遥将心中盘算的事情说了出来 穆婉晴眼睛一亮 路遥这么漂亮 还这么优秀 他一出场 都必定是惊艳四方的女人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 明珠集团神秘主人的女人 那绝对身份地位 是一飞冲天 哇 我已经太期待 今天晚上的晚宴了 走走走 我们一起去参加 路遥带着一群穆家人 来到宴会场地 不过 刚刚走到门口 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您好 请出师邀请函 保安很有礼貌地说道 我是路遥 周三秋是我的师父 今天晚上的宴会 就是给我师父举办的 我不能进 路遥眉头一皱 问道 不好意思 我们只看邀请函 请您出示您的邀请函 保安开口说道 路遥直接无语了 他怎么不知道 今天的晚宴要什么邀请函 没有直接将木婉清他们带进去 让他感觉非常的丢人 就在这时 远处一群人走了过来 路遥一看 顿时眼睛一亮 来人正是路遥的师父周三秋 师父 路遥连忙喊道 嗯 瑶瑶 你这是去哪里了 来 这是你的邀请函 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 知道吗 周三秋叮嘱道 说完 就率先一步 走了进去 好 我知道了 接过邀请函的路遥 显得非常开心 直接就将邀请函拿给保安 莫 我都说了 我有邀请函 现在不拦着了吧 路遥嘟着嘴 气呼呼地说道 说着 他就准备带木婉清等人一起进去 然而 保安的确没有再拦住路遥 只是将木婉清等人给拦了下来 对不起 这位女士 你有邀请函可以进入 其他人 请出示邀请函 保安再次拦住了众人 这下 路遥和木婉清等人都急了 师父 您还有没有邀请函 我想带几个朋友参加晚会 路遥喊住周三秋 着急地问道 胡闹 今天的晚宴 邀请函都是实名制的 能参加这次宴会的 都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存在 怎么能随便带人进去 瑶瑶 别任性 周三秋直接呵斥了起来 这让路遥顿时委屈地快哭了 他之前夸下海口 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打脸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他忽然想起夜晨之前似乎就说 木婉清他们进不去 没想到 倒是被他狗屎运输中了 婉清 对不起 今天的宴会 可能你们没办法参加了 路遥满心歉意地说道 木家人本来兴致勃勃 听到这话 直接就连垮了下来 他们本以为能参加这次晚宴 却没有想到 被人给拦在了门外 特别是周围还有不少人看过来的眼光 这让他们显得非常的尴尬 走也不是 停也不是 木婉清一直觉得 自己在云城的地位已经很高了 可没有想到 在真正的权贵面前 他的身份地位 竟一文不值 路遥也觉得非常丢人 毕竟前面他还大放厥词 说随便都能将木婉清等人带进去 可现在却是生生的打脸了 老遥 没事 我们不进去了 你进去吧 木婉清只能尴尬一笑 对着路遥说道 路遥羞愧地点点头 随后就跟着师傅周三秋 进入了宴会厅 只留下尴尬的木家人 站在外面 路遥和周三秋来到宴会厅 不由得感到有些紧张 师傅 这宴会好像很奢华啊 路遥转头看去 虽然在江州 他曾经参加过不少聚会 可一般都是以他为主的 江州天交聚会 大家圈子地位都差不多 这次不一样 宴会的每一个人 都有着绝顶的地位 的确 在这里 你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 千万别给为师丢人 看到没有 我们对面那个 就是洛家家主洛明城 洛明城边上的 便是云城地下世界的 皇帝行政雄 还有那个魁梧的男人 就是天舞阁阁主林天舞 据说已经是大宗师的存在 听着师傅周三秋的介绍 路遥不由地感到一阵惊叹 难怪木婉晴他们进不来 的确 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宴会的 无疑不是在云城 有着通天地位的存在 如果不是因为师傅周三秋 恐怕连路遥都没有资格进来 就在这时 一个身上闪耀着无尽光芒的女人 缓步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女人 路遥不由地微微一愣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一种宛若女帝的气质 哪怕路遥一直觉得自己 犯得上是一个大美女 气质也不错 可和眼前这个女人比起来 简直就完全被碾压了 这 她就是明珠集团的总裁 柳妙英吧 真是好漂亮 而且气质超然 路遥见到柳妙英 都觉得有些自残行贿 在她看来 柳妙英这样的女人 简直就是世上少有 不仅有着绝世的容颜 而且还有让人羡慕的天赋和才能 没错 她就是柳妙英刘总裁 我过去和她打个招呼 你在这里等位师 周三秋点头说道 好的 师傅 路遥点点头 看着柳妙英 路遥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只要是女人 恐怕都会想要成为柳妙英 这样高贵的存在吧 这让路遥更加好奇 柳妙英已经如此优秀了 究竟是谁能够有资格成为柳妙英的主人 她内心暗暗想着 一定要趁着今天晚上的机会 找个机会揭示一下那个神秘的男人 她环顾四周 想要找寻一下 可神秘的男人没见到 倒是见到了一个让她意外的男人 叶晨 她怎么在这里 这一下 路遥真的是震惊了 要知道 能够来参加这次宴会的可都是在云城 有着至高地位的存在 她叶晨怎么可能来 猛了 直接猛了呀 叶晨似乎也注意到了路遥 她缓步走到路遥面前 露出淡淡的笑意 怎么样 我说木家人进不来 现在信了吧 叶晨淡然一笑 说道 你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啊 你不怕死吗 路遥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随后 脸上就露出了一丝不屑 在她看来 叶晨是绝对没有资格进入这里的 能在这个宴会中 看到叶晨 唯一的可能 就是叶晨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方法 偷偷闯了进来 她为什么要来 唯一的解释 就是叶晨想吃她路遥的软饭 为了一口软饭 叶晨竟然连命都不要了吗 你说的倒是没错 我的确神通广大 怎么 你现在才知道吗 叶晨淡淡一笑 说道 听到叶晨的话 路遥显得非常不屑 这小子 还真把她嘲讽的话 当成夸奖了 路遥不想理会叶晨 叶晨 我警告你 我不管你是怎么偷偷混进来的 这里每一个人 都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离开从这里离开 否则 我会当众揭穿你的行为 到时候 你可能丢的就不是脸 而是命了 路遥小声地警告叶晨 我不信 叶晨耸耸肩 说道 你 路遥顿时气急败坏 不怕告诉你 今天晚上这个宴会的真正的主角 就是明珠财团背后的真正大佬 还是柳妙音的主人 那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存在 如果你敢得罪这样的存在 不仅仅是你 就连木家都会被你牵连 你懂吗 路遥见叶晨不知悔改 非常生气 有没有可能 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呢 叶晨傲然地笑道 什么 听到叶晨的话 路遥简直要疯了 这小子 还真是不要命啊 竟然还敢冒充明珠财团真正的主人 这一下 路遥终于明白 为什么沐婉晴会和叶晨离婚了 以叶晨这种行为 无论谁和他在一起 最终都会被他的鲁莽牵连 路遥怕了 今天晚上的宴会 对于他和他师父都非常重要 绝对不允许叶晨捣乱 保安 这里有人没有邀请函 偷偷闯入宴会 快来让他赶出去 路遥指着叶晨大声地喊了一句 所谓死到有 不死平到 与其让叶晨得罪更多的人 不如先一步将叶晨赶出宴会 果然 路遥的话音一落 顿时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包括周三秋和柳妙英 等众人看清楚叶晨的模样 顿时所有人的脸色都狂变 叶哨来了 还被人当成了偷闯宴会的人 这还了得 一时间 距离最近的洛明城 行政雄 林天吴等几个超级大佬 都脸色难看的 快步朝着叶晨走来 柳妙英和周三秋 也顾不上谈话 两人也都朝着叶晨走过来 看到这一幕 路遥的心狠狠一颤 果然 上流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 他们有着高贵的身份 是绝对不会容许 被一个普通人所玷污的 仅仅一句话 竟然就让这么多大佬 都冲叶晨过来 叶晨这次 恐怕真的死定了 路遥内心闪过一丝懊悔 他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路遥看向叶晨 却发现 叶晨丝毫没有任何惊慌 反而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 这让路遥内心 唯一的一点怜悯不消散了 哼 叶晨 你就装吧 这么多大佬同时生气 同时震怒 叶晨绝对死定了 这么大的阵仗 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要知道 就这些人加在一起 随便跺跺脚 整个云城都得彻底爆裂震动 叶晨 我劝你还是立刻跪下道歉 承认你偷闯进来的事情吧 要是得罪了这些权贵 你就是捅破了云城的天 人都要为自己无知承担后果 你别怪我心狠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让你认清自己 路遥冷漠地看着叶晨 在他看来 这种局面之下 叶晨几乎没有任何躲避的可能 得罪大半个云城的权贵 只要一想到这个 都能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怎么回事 早已经吓破胆的周三秋 冲到路遥身边 狂怒地咆哮起来 路遥被这吼声吓了一跳 他虽然猜到 有人敢偷偷闯进宴会 会让里面的权贵暴怒 可师父周三秋在路遥心里 一直都是一个 性格风轻云淡的人 很少发怒 性格温和 没想到 这次竟然咆哮到 声音都嘶哑了 路遥越发觉得 叶晨偷闯进宴会的事情 恐怕真的闹大了 师 师父 他偷闯宴会 他 路遥哆嗦着说道 混账 周三秋差点被路遥给气死 偷闯宴会 叶晨是谁 那可是明珠财团背后真正的主人 那绝对是权势滔天的人物 就连柳妙音都得喊一声主人的存在 他需要偷闯宴会 这宴会能不能开 还不是叶晨一句话的事情 周围的人 脸色也都难看无比 师父 其实 他是我闺蜜的朋友 我就是想教训一下他 不用这么生气 给他留一条 路遥以为周三秋是生叶晨的气 他虽然不喜欢叶晨 可还真没有想要叶晨的命 所以 看到师父暴怒之后 他下意识想要帮叶晨开脱一下 只是 他的话还没落下 此时 洛明成和行政雄 已经冲到了叶晨面前 扑通 两人朝着叶晨跪下 叶少 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拜见叶少 什么 路遥微微一愣 想说的话也都尽数噎在了喉咙 没看错吧 什么情况 洛明成和行政雄竟然给叶晨跪下了 还喊叶晨为叶少 这两人一个是首富 一个是地下皇帝啊 没搞错吧 路遥猛了 还没反应过来 林天武也激动的来到叶晨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云城天武哥大宗师林天武 拜见主人 感谢主人降恩 让我晋升大宗师 从此以主人马首是瞻 扑吃 路遥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眼珠子都快瞪飞出来了 什么鬼 林天武可是大宗师啊 在云城 一个大宗师的地位和能量 甚至比他师父作一道太陡 更加的恐怖 要知道 宗师级别的存在 就已经能够开宗立派了 何况是大宗师 那绝对是数千万人都得仰望的存在 现在 大宗师竟然跪在叶晨面前 路遥只感到自己的脑子 都转不过弯来了 叶晨不是偷偷闯进宴会的吗 不是为了吃他路遥的软饭 才不怕死的偷跑进来的吗 怎么这么多大佬 全都跪在叶晨面前了 路遥怎么都想不通 就在这时 浑身闪耀着高贵气息的柳妙英 缓步走过来 在他人面前 柳妙英不假颜色 自带一种高高在上的气质 可走到叶晨面前 世人眼中 那个高贵的金戎女神 却像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仆 妙英见过主人 哄 路遥只感到自己脑子彻底炸开了 他等着大眼睛 浑身颤抖 汗毛倒立 像是见鬼一般看着这一幕 柳妙英竟然喊叶晨主人 这这这一刻 一切都豁然开朗 他就算再傻也明白过来 原来 他一直想要见 一直想要揭示的所谓真正的天骄 其实就是叶晨 叶晨就是明珠财团背后真正的主人 天哪 这怎么可能 一幕幕往事 在路遥的脑海中闪过 从一开始 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 总是听到慕婉晴抱怨叶晨的无能 他就认为叶晨是个废物 以至于叶晨经常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 他竟然都完全没有察觉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叶晨总是惹祸 却始终没有一点事 无论是惹上多大的势力 最终那些势力都消亡了 叶晨却还好端端的活着 以前 路遥也和慕婉晴一样 觉得叶晨运气很好 可这哪里是运气 明明就是绝对的权势 才是叶晨最大的依仗 路遥看着周围 他眼中高不可攀的首富 无力滔天的大宗师 他一辈子都追寻不到的顶级女神 甚至他那个向来都高傲无比的师傅 全都无比恭敬地跪在叶晨面前 震撼 无尽的震撼 原来 一直都是他和穆家人自以为是罢了 每次羞辱叶晨 总觉得叶晨和他们的地位差了太多 甚至路遥还觉得叶晨是想要吃他的软饭 想到这个 路遥就感到一阵一阵的耻辱 他总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天鹅 甚至那些天骄都配不上自己 更别说叶晨了 可现在发现 原来 叶晨才是真正的天骄 一个拥有滔天权势的男人 每次争吵 叶晨都不屑一顾 以前 路遥会觉得 叶晨是被戳穿了可笑的自尊心 才会无言以对 现在 他明白了 不是叶晨无言以对 而是叶晨的身份太高了 高到了可以将他们所有人 都视作蝼蚁的程度 每一次在叶晨面前的指着的嘲讽 回头想去 都像是小丑一般 路遥此刻恨不能扇自己几巴掌 他简直就是有眼无珠 而沐婉晴更是没有一点眼光 这样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三年 竟然还觉得他是废物 还离婚了 疯了 彻底的疯了 路遥抬起头 看着叶晨 害怕中又带着一种莫名的感情 或许 此刻 在路遥眼中 叶晨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 是他必须用一辈子 都未必能够追逐的烈日 叶晨扫过四周 他并没多说什么 以他的身份 路遥小丑一样的把戏 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既然都到了 那就开始吧 叶晨优雅地摆摆手 跨前一步 此刻 他宛若帝王登基 无论权势多高的权贵 无论才华多 出众的天骄 在叶晨身边 只能卑躬屈膝地 跟在叶晨的身后 路遥心漏跳了一拍 他刚刚还在想 叶晨会不会接着这个机会 狠狠地报复他 结果 叶晨的眼神 格外的平静 仿佛无论路遥多努力 都记不起他心中丝毫的波澜 这一刻 路遥浑身贪软地跌坐在地 心如死灰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在叶晨面前 与蝼蚁合一 宴会照常进行战 宣布了周三秋 成为新的云城一道态斗 这件事一旦传开出去 恐怕会立刻轰动整个云城 也会改变整个云城的一道格局 首当其冲的 便是云城孙家 孙家作为当前云城一道态斗 还有圣经大事家背书 可以说实力强横 周三秋激动之余 也明白明天开始 他将正面对决云城孙家 这么多年 周三秋一直觊觎云城一道市场 只不过一直没有办法 压住孙家这个地头蛇 如今由叶晨撑腰 他便可以肆无忌惮地 蚕食云城一道的市场 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众人都各司其职 周三秋也显得很兴奋 唯独路遥 一整个晚宴 就他显得心神凝乱 他脑子里想了很多 每次只要想到 自己以前对叶晨的态度 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 这一刻 他所有的骄傲 所有的自负 都成了一个笑话 在叶晨面前 他就是像是引入尘埃的灰尘 对于叶晨高贵的身份 唯有仰望的存在 偏偏他有眼不识泰山 一直以为叶晨是个 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路遥女士 就在这个时候 柳妙音忽然缓步 走到路遥面前 路遥微微一愣 抬头看着柳妙音 面对这个高贵入女神一般的存在 路遥不由地吞了口口水 显得格外的紧张 柳 柳总裁 有事吗 路遥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主人要见你 请跟我来 柳妙音淡淡一笑 道 路遥心中狠狠一惊 他看着柳妙音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质 这样宛若天女一般的人物 再一次说出 叶晨是他主人这种话语来的时候 让路遥更深层次地理解了 叶晨的身份和地位 因为他能感觉到 柳妙音并非是因为惧怕产生的无奈 而是从心底散发出来那种对叶晨的忠诚 呼路遥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跟着柳妙音往前走去 很快就来到了一间会客厅中 路遥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就看到叶晨坐在宝座上 叶晨的眼神扫过来 让路遥身子猛的一阵 整个人僵硬在原地 良久 路遥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一咬牙 快步走到叶晨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叶晨 我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为我以前的冲动和鲁莽 给您道歉 求您原谅 路遥很清楚 以叶晨的权势 如果真的要报复他 恐怕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连他的师父都得在叶晨面前 悲攻屈膝 他又能算得上什么呢 你真以为我会记恨你吗 叶晨淡淡地开口道 路遥身子狠狠一阵 没有被叶晨记恨 难道叶晨他路遥 还以为叶晨不记恨他 是因为对他有某方面的好感 然而 这个念头刚起 叶晨却继续开口 我说过 你在江州一道名声再大 对我来说都不值一提 哪怕是你师父 在我面前也宛若蝼蚁 你在我面前跳得再欢 也不配让我多看一眼 你所有的骄傲 在我面前都像小丑一般 若我高兴 云城无恙 若我震怒 城毁人亡 叶晨的声音很淡 却透出一股不可置疑的霸气 路遥身子狠狠一阵 是啊 在叶晨的眼里 他以前的做法 还真就是小丑一般可笑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沐婉晴 如果不是沐婉晴 常年和他联系的时候 都吐槽叶晨的无能 他又怎么会没发现 叶晨的身份呢 他的悲切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 更因为沐婉晴 以前 他可是双手赞成沐婉晴 和叶晨离婚 认为这是沐婉晴 崛起的起点 可现在 他知道了 沐婉晴和叶晨离婚 绝对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无论沐婉晴如何努力 他这辈子 注定会处在悔恨之中 因为 沐婉晴所想要的一切 所追寻的终极目标 不过是叶晨踩在脚底下 措手可得的东西 路遥想了很多 终于 鼓起勇气 叶 叶少 您既然身份如此高贵 为何要瞒着婉晴 为什么不和他们证明你自己 路遥一直很想不通这点 忍不住问了出来 如果沐家人知道叶晨的身份 还会强迫沐婉晴和叶晨离婚吗 如果沐家人知道叶晨的身份 沐婉晴还需要因为一个合同 去对那些大少鳄鱼奉承吗 如果叶晨肯向沐家人证明自己 那必定会被沐家人供起来吧 我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 甚至 我亲口和他们说过 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包括灭七彩医药集团 不过是他们不相信罢了 而且 我叶晨何须向他人证明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当年 我帮沐家从负债累累 到家产过亿 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合同 既然这是沐婉晴的选择 那么一切后果 也是他自己承担罢了 叶晨耸耸肩淡淡地说道 路遥内心不由地叹气 是啊 叶晨的身份太高贵了 沐家人不相信 他又怎么可能死气白赖地去证明自己 而且 叶晨根本不需要证明 他在 就已经是云城巅峰了 路遥还想说些什么 叶晨却白白手 你退下吧 我罚了 叶晨宛若至高无上的帝王 淡淡地挥挥手 路遥恭敬地磕了的头 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站在门外 他还感到自己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今天晚上 他算是深刻地感受到 叶晨强大无比的身份 任何一个人 只要能够得到叶晨的关注 必定能够一跃成为巅峰闪耀的存在 不行 路遥心中焦急 沐婉晴现在还不知道叶晨的身份 沐家人对叶晨的态度 更是差到了极点 这种行为 简直就是在作死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了叶晨的身份 恐怕真的会悔恨终生了 他必须尽快将叶晨的身份 告知给沐家人 就算沐婉晴不能追回叶晨 也至少要对叶晨好一点 以博取叶晨对沐家的谨慎的一点耐心 路遥深吸一口气 沐婉晴啊 沐婉晴 你一直自诩聪明 一直想要爬到高处 成为万众主目的存在 可你怎么就如此糊涂 放着明珠在手 却让其蒙晨 糊涂 太糊涂了 路遥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快步往外走去 他必须立刻找到沐婉晴 然后将叶晨的身份告诉沐婉晴 否则 沐婉晴恐怕一辈子都毁了 路遥正准备赶往沐家 刚走出宴会厅门口 他师父周三秋 却迎面走了过来 瑶瑶 周三秋对着路遥招招手 师父 路遥恭敬地喊了一声 嗯 见过叶少了 感觉如何 周三秋笑着问道 感觉很羞愧 没想到 叶晨的身份竟然这么高 我以前还以为 路遥羞愧地低下头 叹了一口气 幸好叶少没和你计较 否则 你这辈子都完了 瑶瑶啊 有件事 为师要和你说一声 周三秋神秘兮兮兮地笑道 路遥心中一愣 因为他很少从师父脸上 看到这种笑容 师父 到底是什么事 路遥有些心神不定地问道 为师这么多年 想要进入云城一道市场 可却无能为力 如今叶少一句话 便为我拉来了大半个云城顶尖势力站台 叶少的权势极为恐怖 我们必须紧跟叶少的步伐 你看叶少年轻有为 鹦鹉不凡 瑶瑶 如果你能成为叶少的女人 周三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越是地位高涨 他就越明白 想要真正成为龙国顶尖一道态度 就必须有人在背后撑腰 而叶尘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如果路遥能跟了叶尘 对于周三秋来说 有这层关系在 他必定得到叶尘的重用 路遥文言 顿时瞪大眼睛 师父 这 这不行吧 叶少 是我闺蜜的前夫 我怎么可以 路遥脸色顿时憋得通红 他做叶尘的女人 这可以吗 傻丫头 既然是前夫 那就说明已经离婚了 像叶少这种身份的存在 你闺蜜都不知道珍惜 只能说明 你这个闺蜜的眼界太过狭暗 而且 你闺蜜都能做叶尘曾经的女人 难道你比你闺蜜差吗 周三秋看着路遥认真地说道 这直接一击击中了路遥的内心 是啊 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比穆婉勤差 甚至 他一直觉得自己比穆婉勤更加的优秀 穆婉勤和叶尘已经离婚了 那时穆婉勤不知道珍惜 而且像叶尘这样的男人 绝对是全天下女人都无比渴望得到的存在 别的不说 单单一个柳妙英就足以秒杀天下大多数的女人 可她却仅仅是叶尘的一个女仆 可以说 穆婉勤能够嫁给叶尘 绝对是接了几辈子的福 偏偏穆婉勤却不知道珍惜 那既然穆婉勤不知道珍惜 难道他路遥就不能去珍惜吗 想到这里 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 充斥了路遥的脑海 他如果能成为叶尘的女人 那整个世界将为他而闪耀 是 师父 话虽如此 叶少如此出众和优秀 在他面前 我就像是尘埃一样 我能配得上他吗 路遥自卑地低下头 心中感慨万千 傻丫头 你当然配不上叶少 可就算不能成为叶少的女人 像刘总裁一般 成为叶少身边的蠢儿 对你都会有无尽的好处 周三秋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些话 让路遥内心非常的混乱 直到周三秋离开 他还久久不能释怀 仿佛陷入了一种不明意味的境地之中 说实话 作为一个女人 谁不想要找一个依靠 叶尘无疑是满足了路遥 对男人的一切想象 只不过 叶尘的地位太高了 任何女人在他面前 只能卑微如蝼蚁 路遥一边想 一边来到了影龙山庄 还没走进去 突然一个影子窜了出来 竟然是沐飞 很显然 他自从被叶尘赶出影龙山庄之后 就再也进不去了 只能每天都待在影龙山庄外面 到处求着人要制裁叶尘 看到路遥来了 沐飞激动地挡在路遥面前 路遥姐 想到办法没有啊 一定要狠狠地制裁叶尘那个废物 我必须重回影龙山庄 我要让他知道 影龙山庄到底谁说了算 沐飞无比愤怒地咆哮着 看着气急败坏的沐飞 换作以前 路遥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帮沐飞说话 可现在 路遥只能无奈地拍拍沐飞的肩膀 小弟啊 我觉得 你还是在外面找个地方住吧 这影龙山庄 恐怕你这辈子都住不上了 还有 以后对叶尘好一点 见到他就给他认认错 态度好一点 对你有好处的 路遥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 沐飞的惨状并不值得同情 既然叶尘将他赶出去了 那么想要回去 基本上不可能 而沐飞竟然还想要制裁叶尘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只有路遥知道 没有叶尘的首肯 就算沐飞将云城承手请来 也无济于事 这话倒是让沐飞一愣 诧异地看着路遥 没听错吧 路遥竟然让他和叶尘 那个废物道歉 疯了 全都疯了吗 叶尘他有什么资格 接受他沐飞的道歉 路遥姐 你不是发烧了吧 怎么净说胡话呢 不会是被叶尘下了什么药吧 你可要小心 叶尘那废物 吃软饭吃习惯了 你可千万别中招 沐飞丝毫没有意识到一点错误 还以为是路遥疯了 路遥无奈地叹口气 他不想和沐飞多说 你姐呢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她说 我要立刻见到她 路遥懒得理会沐飞 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姐在山庄里面见一位大人物呢 只要我们沐飞讨好了这位大人物 那以后 整个云城都将会是我沐飞的 很快 我就会让叶尘知道我沐飞的厉害 沐飞傲然一笑 说道 欠大人物 路遥心中一愣 换做以前 他倒是会有兴趣 不过 现在 见过叶尘的身份和地位之后 他已经无法想象 什么样的大人物 能够比叶尘更牛 路遥没有理会沐飞 直接走进了隐龙山庄 沐飞左顾右盼 也偷偷地想要从墙边 爬进隐龙山庄 只是刚刚爬过墙边 就感到一股推力 将其狠狠地踢出了隐龙山庄 啊 好痛 我的屁股 沐飞气急败坏地哀嚎一声 心中更是恨透了叶尘 他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报复叶尘 将这个仇摆被奉还 此时 路遥已经走进了隐龙山庄 正好看到沐婉晴 他连忙快步走过去 拉住沐婉晴 焦急地开口 婉晴 终于找到你了 你听我说 我有一件天大的事情 要告诉你 瑶瑶 我现在很忙 不管有什么事 等我忙完再说 可以吗 看到路遥如此急切 沐婉晴却丝毫不以为意 他现在一心扑在前途上 今天就是他认为 要真正蜕变的开始 所以 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能打扰到他 沐婉晴说了一句之后 转身就要往里面走去 这下 路遥急了 当初沐婉晴和叶晴离婚的时候 路遥也没少煽风点火 这让他非常愧疚 他很明白 如果沐婉晴知道了叶晴的身份和地位 说不定就会好好对待叶晴 然后成为这个世界最闪耀的存在 所以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看着沐婉晴跌入深渊 路遥直接拉住沐婉晴 婉晴 你必须听我说 其实你误会叶晴了 你们真的不应该离婚的 路遥急切地看着沐婉晴说道 嗯 瑶瑶 你怎么了 说什么胡话呢 你以前不是非常支持我和叶晴离婚的吗 怎么突然帮叶晴说话了 沐婉晴有些不明所以的问道 婉晴 你有没有想过 叶晴可能不像他表现出来的这样 或许 他还有别的什么身份呢 路遥试探地问道 瑶瑶 我和叶晴已经离婚了 这已经成了定居 不可能改变了 而且 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和他之间 已经不可能了 沐婉晴坚定无比地说道 在沐婉晴看来 叶晴现在 和他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了 就算叶晴真的有什么本事 那也很难再配得上他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 他只想尽快进山庄 招待贵客 路遥看着沐婉晴坚定得信念 一时间 内心不知道冒出了什么想法 婉晴 你确定吗 如果叶晴他很有钱呢 路遥再次问道 很有钱 瑶瑶 你觉得 我是那种只看钱的女人吗 我情愿公司虽然不大 可赚的钱足够花一辈子了 如果仅仅为了钱 我何必这么辛苦 穆婉晴笑着回答道 那如果叶晴很有势力呢 路遥又问道 叶晴 很有势力 瑶瑶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怎么竟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难道还不了解叶晴吗 穆婉晴直觉的路遥是不是发烧了 一直在说胡话 你认真回答我 如果叶晴很有势力呢 比如 整个云城都匍匐在他脚下 比如像柳妙英这样的女人 却仅仅是他的女仆 难道就算他这么有势力 你和他之间也不可能了吗 路遥脸色无比坚定的问道 什么 穆婉晴听到路遥的话 这简直太离谱了 开什么玩笑 就叶晴 整个云城都匍匐在他脚下 柳妙英做他的女仆 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不是 瑶瑶 你最近不会是去该行写小说了吧 怎么能说出这么天方夜谭的话来 别说叶晴不可能 就算他真的这么厉害 我和他之间也不可能了 因为 今天我迎接的贵客 才是真正能帮助我走上巅峰的存在 而且 这人你也认识 穆婉晴有些敷衍的说道 路遥看着穆婉晴 不像是在说假话 很显然 穆婉晴完全没有将路遥说的当一回事 这反倒让路遥松了一口气 她和穆婉晴是闺蜜 不想穆婉晴未来 因为和叶晨离婚的事情后悔 如果穆婉晴对叶晨 还有一丝在乎的话 她绝对不会插足两人之间的事情 可现在 穆婉晴明确地表达了 和叶晨不可能了 那就说明 路遥就算追求叶晨 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婉晴啊 虽然我们是闺蜜 可我已经这么明确地告诉你了 你的心思却在别人身上 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吧 你发什么呆呢 看到路遥发呆 穆婉晴好奇地问道 哦 没 没什么 对了 你刚刚说什么贵客 路遥缓了一口气 才出声问道 走 我带你进去 保证你大吃一惊 穆婉晴神秘兮兮地说道 随后 就牵着路遥走进了大厅 一进大厅 就看到穆博和赵兰正 无比热情地接待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生得一副好样貌 个子很高 长相斯文 给人一种儒雅高贵的气质 看到这人 穆婉晴小声地说道 遥遥 看到没有 这人就是江州王的大少爷 段修杰 在江州全是滔天的存在 你应该认识吧 路遥看了一眼段修杰 段家家主段凯能被称为江州王 其实力可想而知 路遥本就来自江州 自然认识江州小王爷段修杰了 平良心说 换做别的时候 路遥见到段修杰 也会产生想要攀附的想法 因为无论外貌 权势 形式 段修杰都非常的杰出 可谓是当代天骄 见过夜晨之后 路遥却觉得段修杰竟是那么普通 说白了 段修杰能够有今天 依靠的是其父亲江州王段凯的权势 而夜晨不一样 别说段修杰 恐怕就算是段凯清零 也未必能和夜晨掰手腕吧 的确认识 路遥叹了一口气 却是没有什么心思结交段修杰 反而一心想着夜晨什么时候回来 段修杰很显然也注意到路遥 见到路遥平静的脸色 他微微一愣 不过却露出满脸微笑站起来 原来是江州一道女神路遥小姐 没想到在云城还能相见 真是荣幸啊 段修杰很有礼貌的问好 段少豪 路遥淡淡的回了一句 路遥知道 段修杰的权势 已经让沐家人将其是座往上爬的参天大树 而初次江州王的段修杰 也的确有这个可能 他已经没有心思待在这里了 婉清 我不管你怎么想 你要记住 以后对夜晨好一点 知道吗 对你没坏处的 路遥鬼使神差的说了一句 随后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看着路遥反常的表现 沐家人都傻眼了 婉清 瑶瑶这是怎么了 这种时刻提起夜晨那个废物干什么 这不是坏了性质吗 赵兰有些不高兴的说道 沐婉清也觉得很奇怪 可他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我也不清楚 瑶瑶今天一直给夜晨说好话 很反常啊 沐婉清说道 不会是他喜欢上夜晨了吧 夜晨那小子别的本事没有 吃软饭的本事倒是不小 连洛家大小姐都被他拿捏了 瑶瑶涉事未深 说不定就被他蛊惑了 赵兰警惕的说道 哎 应该不可能吧 不管了 对不起 段少 失礼了 沐婉清现在没有心思追究这些 他必须要通过段修杰 来完成进一步的身份蜕变 段修杰眉头一皱 他对路遥的行为很不满 心中也记住了夜晨这个名字 两个女人对他无动于衷 反而在讨论另一个男人 这不是打他段修杰的脸吗 夜晨 很好 别让我遇到 否则本少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诠释 的确段修杰的地位太高了 沐家人都小心翼翼地陪着 特别是赵兰和李扬德 那样子 简直卑微到了极点 反倒是段修杰 满脸傲然 自带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其实 沐家人也不明白 作为江州王的大少爷 像段修杰这么有权势的天骄 为什么会突然找上门来 换作一般人 面对这样突然起来的情况 或许会有一些警惕 可对于沐家人来说 人家段修杰的家里 掌控着整个江州 要什么没有 简直就是天上的耀眼星辰 而沐家呢 虽然在云城有点小事里 对比这些超级权贵 还差得太远了 婉青 我刚来云城 你们沐家是我选中的 从今天起 你们沐家也算是由我段家做后盾 如果你足够聪明 未来前途将会不可限量 段修杰直接进入正题 微微一笑 说道 段少 不知道我沐家有什么值得你看中的 你应该明白 在云城 比我们沐家强大的世家 有很多 为什么偏偏是我沐家 沐婉青虽然很想攀上段家 可段修杰直接找上门的行为 多少让他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你想多了 我段家 想要扶持一个家族 根本不需要选择 其实 之所以选择沐家 是因为 我们见过 段修杰淡淡一笑 说道 见过 沐婉青看着段修杰 心中无比的疑虑 他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当然见过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当年来我们学校做交换生时 在台上意气风发的你 当时我就想认识你 只不过当时我急着出国 所以才错过了 段修杰微微一笑 说道 听到这句话 沐婉青顿时一愣 随后不可思议地看着段修杰 指着段修杰 你 你是江州大学的那个学长 沐婉青想起来了 大学的时候 他曾经代表学校 去江州大学 做过一个月的交换生 的确对段修杰有点印象 只不过时间太长了 让他记不起来了 没想到 时隔这么久 段修杰竟然还记得他 这一下 沐婉青彻底地放下心爱 两人之间的话题 也多了起来 很快就熟络了 沐家人简直就感到天上掉下了馅饼 没想到 沐婉青还有这样的规规 竟然和江州王的大少爷 曾经还见过面 沐婉不由得无比自豪 自己女儿就是太优秀了 只是见过几面 就让一个江州顶级天交际到现在 如果不是因为夜晨 沐婉青的选择 恐怕会更多 相比起来 段修杰才是沐博和赵兰内心 最满意的女婿 段学长 这次你来云城 主要是为了什么 沐婉青好奇地问道 当然是针对明珠集团而来 明珠财团向来都是在海外 突然之间在云城开了分布 这让我父亲非常忌惮 所以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扶持一个势力 一个能和明珠集团 分庭抗礼的势力 婉青学妹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有我断家做后盾 必定能够站在云城巅峰 甚至和柳妙英正面对抗 段修杰直接一个彩虹屁拍上去 沐婉青不由地感到 心跳都漏了一拍 和柳妙英正面对抗 这对于沐婉青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因为 柳妙英手中掌控的那是明珠集团 更别说 沐婉青一直都将柳妙英 当成追逐的对象 我 我真的可以吗 沐婉青只感到脑子有些嗡嗡的 你就算不相信自己 也要相信我断家的能力 行了 这次就这样 回头我带你去见见真正的云城权贵 我会让你明白 你成为云城顶尖天骄 不过是我断修杰一句话的事情 从今天起 我断修杰 就是你最大的后盾 断修杰微微一笑 随后就告辞了 留下被巨大惊喜冲击的沐家人 他们沉浸在无尽的震惊中 不可自拔 断修杰走出影龙山庄 很快 一个黑影就出现在断修杰的身边 少爷 你真的要扶持沐家 沐家的整体实力并不强啊 黑影好奇地问道 呵呵 沐家怎么样不重要 我要的是沐婉晴 另外 我在云城还需要低调 有沐家挡在前面当炮灰 对我的计划会有帮助 断修杰淡然地开口 在断修杰看来 沐婉晴只不过是他年轻时候的一抹执念 再次见面 他虽然依旧被沐婉晴惊 可沐婉晴结过婚 自然不可能配得上他 当然 只是玩玩的话 并无大碍 毕竟 少女再好 也不如少傅回来时 如果可以 断修杰不介意将沐婉晴 当成宠物养在身边 少爷 现在我们去哪 黑影问道 去一趟孙家 孙思敏这个家伙 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有我断家的支持 竟然连云城一道社场都受不住 若是云家人怪罪下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云城的天是该变一变了 断修杰眼神露出一丝狠辣 跨步离去 隐龙山庄 空气安静到了极点 穆伯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看向穆婉晴 露出无尽的喜悦 婉晴 我不是在做梦吧 刚刚段少说的是真的吗 以后我们穆家的后盾 是江州王了 穆伯激动的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是啊 人家段少亲口许诺的 从此以后 我们有江州王撑腰 在整个云城 将成为顶级世家了吧 赵兰握住穆伯的手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此刻 他仿佛已经想象到了自己的未来 这些年 他一直在往上爬 想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上 可越是努力 就越发现 想要挤进顶级上流圈子 简直太难了 然而 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段修杰的出现 就将会改变这一切 或许 在不久之后 穆家将成为云城顶尖的世家 而穆婉晴 也能成为一个能和柳妙英 分庭抗礼的顶级天骄 爸妈 我命运的转折点可能就要来了 未来的云城 将会是我穆婉晴的囊中之物 傲气 霸气 豪迈 各种复杂的心绪 涌上穆婉晴的心头 这一刻 穆家人仿佛都获得了一次蜕变 一瞬间有了无尽的底气 毕竟 他们的后盾 是江州王啊 与此同时 叶辰正好回到影龙山庄 看到穆飞悲催的样子 只是冷冷的一瞥 就打断回到房间 然而 赵兰第一时间看到了叶辰 有了无尽底气的他 瞬间腰杆挺直 指着叶辰 以止气使的喝道 叶辰 你给老娘滚过来 立刻 马上 赵兰此刻可以说是底气爆棚 换作别的时候 他只敢阴阳嘲讽 一下叶辰 可现在不一样了 穆家有了江州王做后盾 那是什么概念 江州王啊 整个江州的王者 能够被称王的 无异不是权势滔天 势力通天的存在 别说区区一个叶辰 就算以后 整个云城 都将成为穆家的囊中之物 只要段家将穆婉晴扶持起来 穆婉晴的身份 就能够和柳妙英 洛明成 甚至连大宗师林天武 这般人无比肩 而他赵兰 作为穆婉晴的母亲 自然是高贵无比的 这几天 叶辰不知道发什么疯 不仅对他们冷言冷语 还将他儿子赶出了引龙山庄 这让赵兰的怒气 都快憋到喉咙了 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爆发 赵兰和穆伯 都冷冷地看着叶辰 神情居高临下 看着叶辰 仿佛就是看蝼蚁一般 叶辰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赵兰 懒得理会 就准备上楼 赵兰看到这一幕 顿时怒了 直接一下 冲到叶辰面前 拦住叶辰 你耳聋了吗 我叫你没听到吗 赵兰怒气冲天地咆哮起来 什么事 叶辰平静地说了一句 看到叶辰一副孤傲 自以为是的模样 赵兰都想笑 以前惯着叶辰 是害怕叶辰耍无赖 加上叶辰像混混一样 能打架 现在不一样了 沐家的地位 已经是叶辰高攀不上的存在了 叶辰还敢在他面前这么狂妄 真是不知所谓 废物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从隐龙山庄卷铺盖滚蛋 记住 我是给你一次机会 别不知好歹 赵兰指着叶辰温怒地说道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简单地 让他滚出去 他必须亲自去将小飞请进来 然后 跪在地上 给小飞还我们道歉 沐伯也挺折腰板 添油加醋地说道 赵兰一听 还真是这么个事 这个叶辰向来都是个惹活惊 而且 上次还打了他儿子沐飞 这件事 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对对对 必须下跪道歉 然后滚出去 而且 你不能带走我们沐家一点东西 我知道 秦雪一直对你很好 听说还给了星辰集团的股份 这些东西 你全都要交出来 沐家的东西 你带不走一分一毫 如果你好好配合 我会让你在云城当个乞丐 否则 我让你滚出云城 赵兰满脸猙獰的看着叶辰 移植气势 叶辰听着赵兰的话 都快气笑了 我看你是疯了吧 要是失心疯 就滚去精神病院 我劝你少惹我 不然后果很严重 叶辰语气冰冷地说道 沐婉晴文言 眉头一皱 叶辰 你说话注意点 她是我妈 你怎么能说她精神病呢 沐婉晴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我说沐婉晴 你什么意思 她说我就行 我说她不行 你们一家人 我看都是脑子有问题吧 而且 赶我走 让我道歉 你们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配吗 叶辰不耐烦地冷哼道 叶辰 你太放肆了 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沐家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地方了 我们将会成为云城最强大的世家 婉晴也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 很快 她就能成为云城最厉害的金融女神 甚至超越柳妙英 沐博也大怒地吼道 我看你做梦都想不到 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有多高了吧 知道江州王断铠吗 那就是我们沐家的靠山 有了江州王扶持 你觉得你还配站在我们面前吗 赵兰直接将江州王断铠摆了出来 普通人要是听到江州王 恐怕直接会吓尿 的确 江州王的势力太恐怖了 能让江州王荡靠山 别说沐家本就有一定的抵御 就算是一头猪 恐怕也能成为天骄 叶辰文言 顿时脸色冷了下来 不过也算是明白过来 为什么今天赵兰像是吃了枪药一般 原来 是攀上高知了 江州王 在别人眼里 江州王的确是一个势力恐怖的存在 可在叶辰面前 江州王连屁都不是 沐家人还真是脑子 被门夹了 真以为攀上江州王就厉害了 那是因为江州王还没惹上叶辰 否则 叶辰不介意将其打成乌龟王 见叶辰不说话 赵兰以为是自己摆出江州王 把叶辰给吓到了 他不由地大笑起来 哈哈 叶辰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那可是江州王啊 一句话 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像你这种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我绝对不允许 你沾我们沐家任何一点光 你以为不要脸就能无敌了 从此以后 你就算跪在我们婉晴面前 婉晴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只能求着那些女人给你一口吃的 而我们婉晴 以后的圈子 将会是云城最顶尖的圈子 赵兰毫不顾忌地嘲讽起来 穆婉晴也觉得赵兰的话 有点太过分了 不过 他并没有阻止 所谓良药苦口 他现在和江州王的大少爷 成为了朋友 还有了江州王撑腰 以后的前途 必定不可限量 可叶辰还成天无所事事 乱世用重点 像叶辰这样不可救药的人 只能用极端难听的话 才能够让其明白自己 卑微如尘埃的身份 叶辰 你我毕竟有一段婚姻 我也不想搞得太难看 这样吧 你把我弟弟请进来 下跪就不要了 给我弟弟恭恭敬敬地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看如何 穆婉 猛啊 赵兰直接被一巴掌打猛了 他捂着自己红肿的脸 满眼的不敢置信 叶辰竟然敢打他 一个吃着穆家软饭的废物 竟然敢打他 赵兰很想发怒 却被叶辰浑身冷冽的气势 给吓得愣在原地 我说了 不要惹我 记住 我叶辰不欠你们什么 要不是穆老爷子用命 给你们换来今天的生活 叶辰语气冰冷 脸色无比难看 赵兰被叶辰的气势 吓得退后几步 穆博也瑟瑟发抖地躲在一边 没想到一个废物 竟然发起风来 竟然这么吓人 穆婉晴不敢置信地看着叶辰 没错 赵兰说话是难听了一点 可说的也没错呀 叶辰凭什么打人 叶辰 你疯了吗 她是我妈 你怎么能打她 穆婉晴歇斯底里的吼道 那是她活该 再口无遮拦 别怪我不客气 叶辰轻哼一声 懒得理会几人 直径走上了楼 直到叶辰离开 赵兰才敢呼天喊地地哭了起来 造孽啊 简直造孽啊 我半只脚都踩到棺材里了 还被人打 都说叶辰废物 你们更废物啊 我被打了 都没人敢帮我啊 赵兰哭着哀嚎起来 老婆 你别坐地上 快起来 穆博手足无措地 要扶起赵兰 赵兰却狠狠地甩开穆博的手 滚开 刚刚他打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拦着 你怎么不去揍他 现在装什么好人 穆婉晴 这口气我咽不下 你要是还认我是你妈 就立刻去找段修杰 我要叶辰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 立刻打电话给穆清雪 他老妈都要被人打死了 我看他回不回来处理 不把叶辰赶出去 我是不为人 说着赵兰就直接往外走去 来到引龙山庄门口 正好碰到了穆飞 穆飞老师尝试着想 偷偷地进入引龙山庄 结果被守卫丢出来 弄得鼻青脸肿 两人碰到一起 穆飞看着脸肿的 和猪头一样的赵兰 无比震惊 妈 你这是怎么了 穆飞问道 还不是叶辰那个废物打的 小飞 你的脸怎么还没削下去 赵兰也问道 都怪叶辰 我不仅脸痛 浑身都疼 穆飞说着就哭了起来 母子两人对视一眼 哇的一声抱在一起大哭起来 妈 一定不能放过叶辰 这家伙简直反了天了 穆飞委屈地哭诉道 就算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也要出这口恶气 而且 我们现在和以往不同了 我们有靠山了 还是江州王这种顶天级别的大势力 我们穆家会把叶辰踩在脚底下 让他看着我们崛起 放心 今天妈就站在这里 等着你二姐秦雪回来 我倒要看看 她老妈都被打了 会不会把叶辰赶出去 我倒要看看 是我这个妈重要 还是叶辰那个废物重要 赵兰宛若泼妇一般 开始撒泼 很快 穆秦雪就接到了消息 匆匆赶了回来 说实话 穆秦雪最近真的忙到昏天暗地 可听到赵兰被打 还是抽时间赶回来 回来一眼就看到了脸肿的赵兰 穆秦雪顿时冲过去 妈 怎么会这样 穆秦雪急切地问道 秦雪啊 你终于回来了 你要给妈做主啊 妈都这么老的人了 还被人打 你骂我冤枉啊 还有你弟弟 你看看他的脸 那么帅的一个小伙 现在变得鼻青脸肿 是啊 二姐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赵兰拉着穆飞 就坐在地上撒泼 不停地哀嚎 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倒是告诉我啊 穆秦雪也非常着急 问道 赵兰哭得凶狠 连话都说不清楚 还不是叶辰那个废物 你妈不过就是说了他几句 他竟然打你妈 秦雪 你回来的正好 这件事 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穆博站出来 将事情说了一遍 当然 他将赵兰的辱骂 说成了随口抱怨几句 反而将叶辰形容成脾气暴躁的疯子 什么 穆秦雪文言顿时脸色狂变 叶辰打的 这怎么可能 叶辰是什么身份 以他的兴气 根本不可能会轻易和别人计较 更何况 赵兰和穆飞 在叶辰眼里 恐怕连蝼蚁都不如 根本不可能让叶辰亲自对他们出手 姐夫 怎么可能是他 穆秦雪疑惑的说道 你还叫他姐夫干什么 他和婉清已经离婚了 不是他还有谁 赵兰气急败坏的说道 妈 我不是说过 要对姐夫好一点吗 你是不是又对他太过分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姐夫这么生气 穆秦雪 这次是真的急了 他很了解叶辰的性格 更了解自己老妈的性格 能让叶辰不顾身份出手 必定是赵兰太过分了 哪有过分 我不就是骂了他几句吗 让他给你弟弟跪下道歉吗 我看他就是看我们穆家找到了靠山 怕被我们赶走 才发疯的 赵兰撇撇嘴 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赶到后悔 反而一个劲地怪罪在叶辰身上 让叶辰下跪道歉 穆秦雪整个人感到一阵晕血 他已经说了好几次不能惹叶辰了 可他家人却全都不信 还找了新靠山 哪个靠山能有叶辰墙 如果真的惹怒了叶辰 不用叶辰动手 恐怕无数云城顶尖势力 就能随手将穆家给灭了 还好意思在这里哭 赵兰完全是不知道 自己是在死亡线上疯狂地作死啊 妈 你 你真的 气死我了 你怎么敢惹姐夫下跪的 小飞是什么身份 姐夫是什么身份 让姐夫给他下跪 真亏你想得出来 穆秦雪无比生气地说道 这一下 赵兰就不乐意了 什么什么身份 叶辰那个废物 已经和婉青离婚了 他打了我儿子 让他跪下道歉 都算便宜他了 好了 别的不要说了 你立刻给我把叶辰从这里赶出去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 就别胳膊肘往外拐 隐龙山庄 有我没她 赵兰直接就将难题丢给了穆秦雪 他自认为 自己作为穆秦雪的母亲 自然比叶辰重要 叶辰被赶出隐龙山庄时 那副低声下气 苦苦哀求的脸 到时候 他不介意狠狠地踩上叶辰几脚 穆秦雪见赵兰 真的无可救药 转身就往山庄里走去 你去哪里 赵兰怒道 我去找姐夫 穆秦雪加快了脚步 赵兰文言 红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哼哼 看到没有 还得你老妈出马 你二姐已经去找叶辰那废物算账了 等会叶辰像条狗一样 滚出庄园的时候 你就能顺理成章地回来住了 赵兰胸有成竹地说道 太好了 这次看叶辰还怎么狂 穆飞也憋了一肚子的气 恨不能立刻就看到叶辰出丑 此时 穆秦雪怀着一种极度不安的心情 来到叶辰门口 咚咚咚 穆秦雪敲响了门 进来 叶辰的声音传了过来 穆秦雪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 就看到叶辰正坐在沙发上 扑通 穆秦雪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跪在了叶辰面前 姐夫 对不起 她心中真的害怕啊 连七彩医药集团这种恐怖的势力 都被叶辰轻松灭掉 特别是最近 她在处理七彩医药集团的事情 更是深深地明白 叶辰背后通天的势力 以前 叶辰和穆婉晴是夫妻 看在这个份上 叶辰对穆家人 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 如今 叶辰和穆婉晴已经离婚 哪怕穆秦雪一直喊叶辰姐夫 其实就是想要从中调和一下关系 至少 就算穆家在叶辰心中没有了地位 也不至于让叶辰厌恶 可偏偏穆家人成天乱来 起来吧 你跪着干什么 这事和你也没什么关系 叶辰淡淡一笑 说道 不 姐夫 我替我妈还有我弟弟给你道歉 我给你磕头 我知道姐夫你已经留守了 是他们不知所谓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穆秦雪诚恳地给叶辰磕了几个响头 额头上映出烟红的血液 换做别人 穆秦雪绝对不会去管 可无论赵兰他们再怎么样 也是他的家人 血浓于水 他们做错的事情 穆秦雪愿意为他们承担 叶辰看着穆秦雪 沉默片刻 缓缓站起来 走到穆秦雪身边 轻轻一扶 就将穆秦雪扶了起来 轻轻地擦拭着穆秦雪额头上的血子 看 都流血了 放心吧 我暂时不会杀他们的 你爷爷曾经用一条命 换来你穆家如今的生活 当然 我想提醒一句 恩情 总有一天会还完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叶辰语气很淡 可穆秦雪却从中听出了一些异常 的确 穆家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 一切都是因为叶辰在背后的帮助 而这一切 是因为他爷爷用生命换来的 当这些恩恩怨怨还完了之后 穆家将彻底在叶辰心中消失 到时候 就算穆家哭天喊地 恐怕都无济于事 而 最可悲的绝对是穆婉晴 他将会为自己的无知 悔恨一辈子 穆秦雪尝试过 和姐姐穆婉晴说过这件事 可穆婉晴却始终活在自己的想法中 他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 姐夫 您真的不生气了吗 穆秦雪胆战心惊地问道 生气 这个世界上 能真正让我生气的人 恐怕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你若是神龙 会在意那些罗蚁的想法吗 叶辰轻笑一声 淡淡地说道 穆秦雪的心狠狠一震 是啊 穆秦雪似乎豁然开朗 就像一座摩天大厦 你站在底层 看到的全是地上的垃圾 拥扰的人群 可你站在一百楼 甚至更高的地方 你看到的全都是风景 我明白了 穆秦雪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站起来 往外走去 回到楼下 赵兰一眼就看到了穆秦雪头上的血子 靠 反了天了 秦雪 那废物 难道连你都敢打了吗 你头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无法无天了 穆博 你还愣着干什么 和我上去弄死叶辰 赵兰直接发飙怒吼起来 穆博也搂起袖子 就要上楼找叶辰算账 够了 爸妈 你们搬出去住吧 穆秦雪脸色一冷 语气低沉地说道 说实话 穆秦雪是真的怕 如果有一天 穆家在叶辰心中彻底消失 那么穆家恐怕将会失去现在的一级 他那么努力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能够在叶辰面前 有一席之地 可穆家人却一直在拖后腿 这次是打了赵兰一巴掌 那下次呢 就算叶辰直接将赵兰给杀了 也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 所以 穆秦雪还是想让赵兰等人搬出隐龙山庄 或许这是最好的办法 什么 穆秦雪话一出 穆家人直接全都愣了 不是上去找叶辰的麻烦 让叶辰道歉吗 怎么让他们搬出去 开什么玩笑 他们能住在隐龙山庄 在他们的圈子里 那是人人羡慕的 平常出去 都能骄傲挺胸 要是被赶出隐龙山庄 那绝对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秦雪 你 你 我可是你妈呀 你要把我赶出去 哎呦 我这是生了个忤逆仔啊 我不活了 别拦着我 我要一头撞死在这里 说着 赵兰就撒泼打滚 拿头就要往柱子上撞去 穆博和穆婉晴 连忙上前拉住赵兰 秦雪 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妈 难道真的要她撞死在你面前 你才开心吗 穆婉晴非常愤怒地指责起来 赵兰也适时地 保住穆秦雪的大腿 秦雪啊 当年生你的时候 我就在鬼门馆走了一趟 你问问你爸 我生你的时候大出血 半条命都没了 现在你要把我赶走 那你就拿把刀 从你妈的心脏这里刺进去 就当我生你时候 留下的半条命还给你了 秦雪 你还不快好好安慰一下你妈 难道叶晨那废物 就比你妈重要吗 妈 你别这样 秦雪 你还不快说句话 我告诉你 我是 姐 你是不是疯了 你忘记你秦远公司 能做到这种程度 靠的是谁吗 穆秦雪无比震怒地咆哮起来 这一点 她是最无法忍受的 当年 穆家欠了巨额外债 穆婉晴接手了秦远公司 从负债累累 到资产过亿 全都是叶晨在背后支持 穆婉晴怎么就觉得 自己是天选之子呢 哼 我当然不会忘记 一路走来 我遇到了很多贵人 李家的李少 云海集团的赵云海总裁 明珠集团的柳妙英 刘总裁 他们都曾经给我过帮助 可他们凭什么帮助我 是因为我自己足够努力 依靠自己的能力 赢得了他们对我的帮助 以后我会遇到更多的贵人 比如江州王的大少爷 我将会成为 整个云城最耀眼的存在 穆卿雪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和叶晨混在一起 迟早你们只能仰望我 穆婉晴不甘示弱的咆哮起来 看着他疯狂的样子 穆卿雪不由的叹了口气 疯了 穆婉晴真的是疯了 算了 随你吧 到时候你后悔的时候 就会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 穆卿雪心良无比 欺然的转身离开 叶晨说的没错 他或许不应该将重心 放在这些琐事上 他必须要更加努力 至少 为日后穆家留下最后一丝希望 看着穆秦雪离开 穆家人的气氛变得格外的沉闷 秦雪这是怎么了 我看他真的是着魔了 为了一个叶晨 连家人都不要了吗 我真是上辈子欠他的啊 赵兰满脸委屈 做出一副无比伤神的表情 不过 我觉得秦雪说的一点 倒是不错 叶晨可能还真的不简单 穆博这个时候 站出来开口道 什么 听到穆博的话 几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穆博 叶晨不简单 老头子 你胡说什么呢 叶晨不简单 哪里不简单了 几人都不由得心中一惊 难道穆博发现了什么 他们不曾发现的事情 赵兰和穆婉晴都看向了穆博 你们想一想 当年叶晨一无所有 可和婉晴认识没多久 就直接结婚了 哪怕我们反对都没用 后来 叶晨和洛家大小姐经常接触 现在 秦雪为了叶晨 差点把我们赶出家门 这就说明 叶晨真的不简单 一个男人 能将吃软饭这种事情 做到极致 的确很不简单 穆博一本正经地说道 赵兰和穆婉晴 两人顿时翻了个白眼 叶晨吃软饭的本事 他们一早就知道了 还用穆博来分析吗 我觉得秦雪真的问题很大 对了 爸 上次给秦雪介绍的荣霄 一直没有消息吗 穆婉晴开口问道 他心里觉得 穆秦雪可能是因为心里的砍 才会这么做 叶晨是穆婉晴的前夫 那穆秦雪就是叶晨的前小姨子 小姨子和姐夫 这个关系 可能会让穆秦雪内心非常煎熬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让穆秦雪结婚 有了婚姻 穆秦雪的心思 自然不会放在叶晨身上 哎 我也问过几次 可你荣伯伯也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随然来 荣霄现在不仅是宗师精英 再占卜也受到了重用 秦雪又不联系他 我看以后 秦雪就难配得上人家了 穆博有些无奈的说道 在他看来 穆秦雪能够嫁给荣霄 绝对是非常完美的事情 可偏偏两人见过一次之后 荣霄打死都不再来了 他们以为是荣霄看不上穆秦雪 却不知道 荣霄自从知道 穆秦雪是叶晨的前小姨子之后 哪里敢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他不是觉得穆秦雪配不上他 而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穆秦雪啊 爸 你多去问问 不然我怕秦雪真的会被叶晨给害了 穆婉晴开口道 他眯着眼睛看向远方 现在的他 已经一步步往云城巅峰走去 他也有了最大的底气 那就是江州王的大少爷断修杰帮忙 以后 就算穆秦雪也得仰望他的存在 他会后悔 真是可笑 就在穆家人闹得翻天覆地的时候 云城孙家家主孙思敏 正坐在大厅内 满脸怒意的发怒 混账 岂有此理 简直是不把我孙家放在眼里 我孙家统治云城一到这么久 他周三秋仗着有明珠集团撑腰 竟然敢直接宣布 接任云城一到泰斗之位 胆子未免太大了 孙思敏得到消息 明珠集团举办的宴会 直接宣布了周三秋成为云城一到泰斗的消息 他如何能不震怒 爷爷 这个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的确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周三秋有明珠集团撑腰 想必是要和我们正面冲突了 孙淑婷眯眯着眼睛 语气冰冷地说道 哼 强王还不压地头蛇 我倒要看看 他周三秋有什么本事 至于明珠集团柳妙英 不过一介女流之辈 老夫启荣他猖狂 孙思敏语气不善地开口 发泄一通之后 孙思敏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那个叫叶臣的小子 为何还没有来见我们 如果他手里有上古单方 只要我们得到 那么无论是谁 都无法和我们孙家抗衡 孙思敏问道 爷爷 我已经派人去了 可是那小子似乎很狂 竟然让我们孙家滚 说别去惹他 否则要灭了我们孙家 孙思敏无比气愤地开口 孙家作为云城一道太陡 竟然被人这样羞辱 这口气怎么可能忍 孙思敏和孙思敏两人 连忙走到大门口 段少 两人恭敬地对着段修杰鞠躬 孙老 孙小姐好久不见啊 段修杰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哈哈 多谢段少 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请进 里面谈 舒婷 让人将老夫最好的茶叶 拿出来招待段少 孙思敏笑道 哈哈 那我可有口福了 早听说孙老亲自培育的仙灵茶 不仅味道甘甜 而且有轻神化六感之功效啊 段修杰跨步走进大厅 很快 就上茶了 段修杰喝了一口 嗯 不愧是孙老的得意之作 这仙灵茶 恐怕是每个舞蹈高手 都梦寐以求的珍宝啊 孙老这云城一道太陡 名不虚传 段修杰倾笑一声 他并未直入主题 看似闲聊 却与带珠鸡 果然 孙思敏尴尬一笑 显得有点难堪 他哪里不知道 段修杰这话里 话外是对他的调侃啊 明明他才是云城一道太陡 可现在周三丘横插一脚 让他变得极为被动 段少 让您看笑话了 我也没有想到 明珠集团会突然支持周三丘 不过您让江州王放心 在云城 他周三丘还蹦跶不起来 孙思敏眯着眼 坚定地保证起来 哈哈 孙老多虑了 我自然是相信孙老的 我来云城之前 我爸曾经和我说过 江州范围内 都是我段家的 包括云城的明珠集团 在我段家面前 明珠集团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归顺我段家 另一个就是从龙国消失 段修杰仿佛完全没有 将明珠集团放在眼里 这话听在孙思敏耳朵里 不由得眼睛一亮 段少 江州王是要对明珠集团出手 孙思敏惊喜地问道 没错 我来云城 就是为了明珠集团 如果柳妙英聪明肯归顺就罢了 如果他不愿意 那段家就会扶持另一个势力 取而代之 太好了 有江州王在 那明珠集团就蹦得不了几天了 我就可以放心对付周三秋了 这次 不仅要让他周三秋从云城滚出去 试制江州的一道市场 我也会将其拿下 然后献给江州王 孙思敏爽朗一笑 激动地说道 哦 孙老这么有信心 段修杰好奇地看着孙思敏 问道 毕竟 想要将江州的一道市场拿下 就必须有足以让整个江州一道沸腾的手段 孙思敏也没有隐瞒 当然有信心 这次 我可能会得到一份上股单方 一旦这个单方炼制出单药 可以让宗师级别的强者 瞬间踏入大宗师境界 孙思敏笑道 什么 听到这句话 段修杰猛地站起来 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能让宗师级别的强者 瞬间踏入大宗师境界 那岂不是说 只要掌握了这个单方 别说区区云城一道市场 恐怕整个龙国一道市场 都能够纳入囊中 此话当真 段修杰震惊地问道 当真 孙思敏点头道 好 很好 你尽管放手去做 任何事情 都有段家在你背后撑腰 段修杰一锤定音道 隐龙山庄这几天 倒是平静了许多 自从赵兰被叶晨扇了一巴掌之后 见到叶晨都躲着 瑟瑟发抖 生怕叶晨突然发疯 再揍他一顿 叶晨倒是显得亲近了许多 他来到明珠集团 此时 周三秋路遥等人都在等着叶晨 叶晨一出现 路遥就露出满脸笑容 走过去 叶晨 您来了 路遥看到叶晨 眼睛里都透出了光 和之间对叶晨的态度 简直就是有着天差地别 叶晨淡淡地点头 都坐吧 他摆摆手 示意众人坐下 主人 我们明珠集团扶持周老 成为云城一道太斗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接下去 我们将成立爱心医疗集团 由周老和路遥小姐正在筹备中 柳妙音开口道 叶晨将眼光放在周三秋身上 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吧 叶晨问道 回禀叶晨 目前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有一些找事的人 都被柳总给解决了 不过 目前来说 唯一的难点 倒不是成立医疗机构 而是在产品上 周三秋开始回报起来 哦 怎么说 叶晨问道 目前来说 整个云城的医道市场 都被孙家占有 无论是丹药还是医疗方面 都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我们想要在这种情况下 打开局面 基本上不可能 哪怕明珠集团有钱 可对于云城医道市场来说 他们已经认可了 成立的机构根本就不信任 周三秋无奈地说道 宣布他成为云城医道太陡 这是第一步 真正的难点就在于 如何去抢占市场 目前来说 孙思敏和周三秋的医术 几乎在伯仲之间 市面上共用的一些单方 炼制出来的丹药 基本上孙思敏都已经铺满了整个市场 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生存的空间 是啊 叶晨 师傅说的没错 我们经过调研 就算烧钱开路 一年时间 我们爱心医疗机构 顶多能占领云城医道市场不足一层的份额 路遥将一堆资料 放在叶晨面前 一层 太少了 叶晨一摆手 说道 在你们看来 用什么单方来打开市场最好 经过缜密的思考 应该以五道强者能用上的丹药 来打开市场最好 孙思敏作为云城医道太陡 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 才可能将聚灵丹的成本 无限的压低 才能以十万的价格出售 因为聚灵丹使用的广泛性 就算周三秋依靠明珠集团 将价格再降一成 时间一长 未必就能撑得住 可现在他们听到什么 叶晨竟然说 要将聚灵丹的价格提高到一百万亿利 十倍的价格 开什么玩笑 周三秋和路遥都傻眼了 这一刻 他们内心生起一丝悲哀 叶晨很有权势不错 就连柳妙英也仅仅只能做他的女仆 可叶晨的确不懂一道上的事情 凭什么那些五道强者 不去买十万亿利的聚灵丹 要买你一百万亿利的 他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外行领导内行 迟早得出事 换做别人说出这样的话 周三秋早就暴怒了 门外汉 可叶晨的身份 让他不敢生气 只能耐着性子解释 叶晨 您可能误会了 我们想要用聚灵丹 打开云城一道市场的话 不能加价 反而还得降价销售 比如 我们以九万亿利的价格 不惜代价的抢占市场 这卖一百万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周三秋尴尬地开口 他说得很委婉 其实以他的性子 但凡叶晨没有这个地位身份 他都得骂一声 脑子坏掉了 是啊 叶晨 您对一道方面的事情 可能不懂 聚灵丹并非是某个势力独有的 而是荣国方面公开的单方 哪怕品质比孙家好一点 可以有限 您说这话 就显得有些外行了 陆瑶也开口附和道 放肆 你们敢质疑主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柳妙英文言 顿时温怒地大喝一声 这声爆喝 直接让周三秋和陆瑶两人吓得 差点跪倒 不 不是 我们不敢 只是 只是 这 两人吓得心都在颤抖 叶晨却淡淡一笑 神情傲然地看着两人 你们说我不懂一道 我且问你们 孙家卖的聚灵丹效果 是需要起码一天时间 才能恢复到巅峰 如果我们出售的聚灵丹 只需一秒 就能让一个内进浩空的武道强者 恢复巅峰呢 叶晨语气淡然地说道 什么 周三秋和陆瑶文言 哼 脑海中直接被闪电劈中一般 直接愣在了原地 没听错吧 只需一秒 就能够让枯竭的内进 恢复到巅峰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听都没有听过呀 要知道 武道强者的内进恢复 是需要时间的 聚灵丹的效果 就是极大的缩短 这个恢复的时间 可如果只需一秒的话 对于很多武道强者来说 那就是多了一条命 毕竟 一个内进浩空的武道高手 等同于普通人 只有处在一道中的周三秋和陆瑶等人 才明白 夜晨这个话 无异于天方夜谈 如果真的是这样 别说卖一百万 就算是卖一千万 恐怕也有无数人要抢 这 不可能吧 周三秋吞了一口口水 说道 你们如何能理解主人的能力 还说主人不懂一道 主人在一道上的造诣 就算是草可卿之流 也只能仰望 柳妙音傲然地说道 言语之间满是自傲 扑哧 周三秋只感到无尽的震惊 曹可卿也只能仰望 这 夸张了吧 曹可卿可是被誉为一道意图中的单神 他掌握的上古单方无数 那是龙国最顶尖的一道之神 龙国一道中人 无不将曹可卿奉若神明 夜晨比曹可卿更强 这句话 简直让周三秋震碎三观 夸张了 曹可卿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点偏刻 一道万图 他却只取单道 若仅仅比单道 他有我五成功力吧 夜晨谦虚地说道 周三秋和陆瑶两人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无比震惊地看着夜晨 大少爷 您这是在谦虚吗 曹可卿号称单道之神 却仅仅只有您五成功力 被亿万人膜拜的曹可卿 在您嘴里 也仅仅是 还不错 疯了 周三秋和陆瑶简直要疯了 不信 真的不信 毕竟 曹可卿的名声太大了 而且成名已久 别看周三秋是云成一道太陡 可和曹可卿根本没有可比性 曹可卿完全已经是 另一个层次的神话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拿笔来 夜晨淡淡地开口 很快 柳妙英就将一支笔递给夜晨 夜晨就开始在聚灵丹的单方上 开始图改 周三秋和陆瑶都不知道 夜晨想要干什么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夜晨收笔 将手中的单方朝着周三秋一丢 按这个单方去炼制聚灵丹 全程保密 一旦公布出去 必定会引起滔天风波 爱心医疗机构 必定会名声大噪 这是我给你们的一次机会 能不能坐稳这云成一道太陡之位 就看你自己了 对了 单要的价格 你们自己定 不能低于一百万亿利 夜晨说了一声 随后就往外走去 刘妙英准备送夜晨一下 不用送了 夜晨摆摆手 独自走出了明珠集团 周三秋手中拿着单方 不明白 夜晨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就靠他图图画画几笔 就能够弄出价值上百万的巨灵丹 这不可能吧 师父 您看看夜晨 激动万分的周三秋 此时也缓过神来了 他缓缓地站起来 回到单方面前 这单方 堪称绝世单方 一旦按照夜晨修改后的单方 炼制巨灵丹 其效果比之原本 提高了将近百倍不止 可成本 却仅仅不过比之前高了一倍而已 这巨灵丹一旦面世 将会彻底冲击整个龙国的一道剑 神 唯有神 才有这般的逆天才华 可笑的是我之前还以为 夜晨不懂一道 就这手笔 就算曹可卿清灵 也只能望尘莫及 周三秋激动地说道 天哪 路遥听得 整个人都要炸开了 他作为一道界新晋的天才 自然明白周三秋话中的意思 这单方冲击的 可不是云城一道界 而是整个龙国的一道界 路遥不由地有些出神 经过上次的事情 他以为自己 对夜晨的地位和实力 已经非常了解了 可现在 他才发现 夜晨的强大 绝对不是他能想象的 这让他内心的渴望 达到了巅峰 想尽办法 无论如何 都要留在夜晨身边 路遥心中坚定了想法 他又想到了闺蜜木婉晴 此刻 他才更加明白 以前的他有多愚蠢 竟然认为夜晨是废物 连他都已经陷入深深的后悔 和自卑之中了 何况是木婉晴 婉晴啊 婉晴 你知道 不知道你做了这辈子 最愚蠢的决定 和夜晨离婚 你这是亲自毁灭了 属于你的整个世界啊 别怪我 我曾经问过你 是你坚定的和我说 不会和夜晨复合 就让我自私一次 因为 夜晨就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巅峰 路遥内心无比纷乱 他不知道 自己这样做是对是错 可他唯一明白的是 木婉晴未来 必定会为自己的无知 付出惨痛的代价 柳妙音看着 无比激动的周三秋 不由的觉得有些可笑 这就是神迹了 这不过是他主人夜晨 随手而为罢了 燕却安之洪湖之至 柳妙音和周三秋 讨论了一下 爱心医疗机构的事情 随后也离开了 夜晨不知道 就在他走出 明珠集团的同一时间 秦远集团 就迎来了一个大人物 云城孙家的孙二爷 一个在云城 全是滔天的存在 孙家一直是一道中的翘楚 基本上 孙家的子弟 都在一道上 有非常杰出的天赋 偏偏这个孙二爷 从小不洗一道 洗五道 仗着自己五道宗师的实力 还有孙家的支持 在云城地下世界 混得风生水起 基本上其势力覆盖 大半个云城 云城早就有一个传说 地下世界的皇帝 是行政雄 而唯一能将行政雄 拉下马的 就是孙家的孙二爷 可见 孙二爷的地位有多高 慕婉晴正在秦远公司 看合同 忽然 门被人一脚踢开 吓了慕婉晴一跳 抬头一看 就看到凶神恶煞的孙二爷 慕婉晴对于地下世界并不了解 并不认识孙二爷 毕竟 以慕婉晴的实力 还接触不到这样的人物 你 你是谁 想要干什么 保安 保安呢 慕婉晴猛地站起来 害怕地呵斥了一声 不用叫了 你的保安权都躺地上了 你就是慕婉晴吧 孙二爷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问道 是 我是慕婉晴 不知道您是 我们好像从未见过 不知道哪里得罪过阁下 慕婉晴也感觉到 对方来者不善 只能放低姿态开口道 连我都不认识 真不知道 你怎么在云城混的 老子云城孙家孙铁 人称孙二爷 现在知道了吗 孙二爷自爆家门 什么 听到孙二爷这个名字 慕婉晴整个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那是连地下皇帝行政雄 都要忌惮的存在 而且 孙二爷是云城一道太斗孙家的人 关于孙二爷的传说 那是要多吓人 就有多吓人 慕婉晴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样的人物 孙 孙二爷 慕婉晴被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面对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 慕婉晴怎能不害怕 就在他绞尽脑汁 想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啪 孙二爷却猛地一拍桌子 大喝一声 你好大的胆子 是不将我孙家放在眼里吗 不仅把我孙家的召唤不当一回事 还敢让我孙家人滚 谁给你的胆子 慕婉晴闻言 真的要哭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不 不是 孙二爷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和孙家从未有过接触 若孙家召唤我 我必定会亲自上门 哪敢无视孙家 您肯定是搞错了 慕婉晴哭诉道 怎么可能搞错 叶晨不是你老公吗 他亲口让我孙家滚 好大的胆子 真到我孙二爷没脾气吗 孙二爷震怒无比 慕婉晴一听 直接傻眼了 卧槽 又是叶晨 叶晨这家伙 到底要惹多大的麻烦 才罢休啊 以前就算了 现在竟然连孙家都敢惹 孙家是什么权势 那是能惹的吗 孙家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整个穆家 从云城消失 叶晨竟然还敢 让孙家滚 简直就是疯了 孙二爷 叶晨不是我老公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我真的不知道 慕婉晴想要骗 看到慕婉晴 如此暴怒的有样子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就想到 叶晨又惹祸了 你吃枪药了 叶晨平静的看了一眼 慕婉晴 语气淡然的开口 叶晨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劝呢 难道非要害死我们 才甘心吗 慕婉晴气呼呼的说道 慕婉和赵兰两人 也被这个情况吓到了 连忙凑到慕婉晴身边 婉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是啊 你快说啊 急死我了 叶晨这费 他又干什么了 两人满脸急切的询问起来 慕婉晴深吸一口气 满脸愤怒的开口 爸妈 这次我们真的完蛋了 叶晨 叶晨 他竟然得罪了 云晨一道 太斗孙家 今天 孙家孙二爷 去了秦远公司 如果叶晨不去 孙家跪着谢罪 不仅他要死 连我们慕家都难逃一简 慕婉晴将今天遇到的事情 说了一遍 顿时 慕家人彻底的惊呆了 恐惧 无尽的恐惧 什么 云晨一道 太斗孙家 叶晨不要命了吗 要知道 孙家可是掌控 整个云晨的一道市场 不仅有钱 更重要的是 孙家在五道界 云晨的五道高手都要从孙家购买丹药 只要孙家一声令下 将会有无穷无尽的五道高手 为其卖命 这绝对是云晨最顶尖的世家 以前 叶晨得罪的那些家族 哪怕是七彩医药集团 都仅仅是养孙家鼻息而存活下来的 孙家在云晨的地位 甚至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叶晨连这种恐怖的世家都敢得罪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叶晨眉头微微一皱 这才明白 沐婉晨为什么会突然暴怒 孙家 的确有这件事 对于孙家的命令 叶晨根本没有当回事 他之所以还没对孙家动手 是因为收到死神章也的消息 正在查探孙家和盛金云家的关系 没想到 叶晨没找上门 孙家反而迫不及待地找死了 此时 沐家人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恐惧 一个孙家 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压在头上的天 仅仅名字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叶晨 我们沐家是欠你的吗 你自己找死就算了 为什么要害我们 婉晨把情愿公司做到这个体量容易吗 他有多努力 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要害得我们义务所有你才满意 沐伯瞪着叶晨 满脸怒意地咆哮起来 叶晨脸色平静 孙家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这是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处理 叶晨语气平静地说道 孙家对于叶晨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让他跪着谢罪 凭孙家配吗 不过 这孙家上蹿下跳 的确让人心烦 看来是时候找个时间 直接灭了孙家 叶晨没放在心上 可沐家人看到叶晨的态度 就直接炸了 头皮发麻 你来处理 你拿什么来处理 那可是孙家 你知道 孙家在云城的地位 意味着什么吗 沐婉晴深吸一口气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他真的觉得叶晨疯了 难道叶晨 还以为凭借运气 能够保住自己的命 不说孙家 就说孙二爷一怒 叶晨都得被大谢八块 孙家什么地位我不懂 我只知道 他们就像是苍蝇一样 让人烦 对付苍蝇 拍死便可 叶晨傲然地说道 听到叶晨的话 穆婉晴眼中露出一丝绝望 无可救药 真的是无可救药啊 怎么会有人上赶着去找死 穆婉晴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摆出一个尽量看起来和善的表情 叶晨 你听我说 我是真的为你好 孙家是绝对不能得罪的 你立刻去孙家给他们道歉 千万不能有任何迟疑 哪怕给他们多客几个头 只要能求得孙家原谅 否则 不仅你要死 我们也要被你牵连 穆婉晴深怕叶晨不答应 甚至有些低声下气的哀求 叶晨眉头一皱 为他好 恐怕是害怕被这件事牵连吧 叶晨觉得穆婉晴表现得太明显 让我去道歉 孙家配吗 叶晨语气淡然地说道 你 叶晨 你真是死不悔改 你真是疯了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要是害了我们穆家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穆博顿时怒气爆发 神经病 我没空和你们扯淡 我要走了 叶晨不想多说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留下几人憋了一肚子的气 穆婉晴颓然地坐下 他内心是真的恐惧 叶晨得罪了孙家 很大的可能会牵连到穆家 而若是孙家真要对付穆家 他甚至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一瞬间 所有的委屈涌上行头 穆婉晴忍不住哭出声来 他明明那么努力 努力地发展情愿公司 经常废寝旺时 才能有穆家现在的生活 可上天似乎却不肯放过他 偏要让叶晨 毁了他拥有的一切 爸妈 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叶晨的自尊就这么强吗 我让他去道歉 是为了保住他的命 他牛什么 那可是孙家 得罪了孙家 他会死 我们也会遭殃的 他为什么就不懂呢 穆婉晴哭着说道 婉晴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叶晨不怕死 可我 很快 穆家一行人 就来到孙二爷的别墅前 别墅外面 有不少凶神恶煞的壮汉守卫 几人刚走过去 就被人拦了下来 站住 你们几个 干什么的 一个壮汉拦住三人 凶神恶煞的喝道 三人被吓得心肝颤抖 这 我们是来见孙二爷的 有打过电话 我是穆家穆博 求见孙二爷 穆博颤抖着身子开口 穆家人 袋子里的是什么东西 壮汉再次问道 这是给孙二爷的礼物 您看 都是高档的东西 穆博笑了起来 顺手从袋子里 掏出一个礼物 塞到壮汉手里 壮汉掂量了一下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进去吧 壮汉不耐烦的挥挥手 谢谢 谢谢 穆博不停的鞠躬 虽然面前的 只是一个守大门的守卫 可人家是孙二爷的人 穆博哪里赶不进 进了别墅之后 很快就见到了孙二爷 穆婉晴 你还敢来 叶臣那小子 是确定要和我们孙家为敌了吗 孙二爷眼神一冷 淡淡的说道 孙二爷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给您解释 这是给您送的见面礼 还请笑纳 穆婉晴将袋子放在桌上 特地露出那一落落现金 孙二爷看了一眼 随后是一人将礼物收下 看到这一幕 穆家几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来找我什么事 说吧 孙二爷淡淡地问道 穆博拱着身子来到孙二爷面前 满脸讨好的神色 平常穆博那是懂不懂遗旨气势 只高气昂 可在孙二爷面前 却像是个孙子一样 卑躬屈膝 二爷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解释一下 我们和叶晨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女儿已经和他离婚 得罪孙家完全就是叶晨一个人的行为 和我们穆家完全没有一点关系 还请孙二爷明鉴 不要牵连到我们穆家 穆博舔着笑脸解释起来 啪 混账 孙二爷闻言却顿时大怒 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穆博下的身子猛然一抖 直接被吓得跪在孙二爷面前 二爷息怒 二爷息怒啊 穆博直接被吓哭了 息怒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们和叶晨没关系 为什么会和叶晨住在一起 孙二爷语气冰冷地喝道 二爷 您听我说 叶晨那个人就是一个无赖 是他死皮赖脸的不肯走 我们赶过他 可却赶不走 我们和他也是有仇的 你看 上次他把我老婆打的牙都掉了 穆博颤抖着声音说道 是啊是啊 二爷 您看 我这牙就是被叶晨打掉的 我们还想请您帮我们报仇 绝对不能放过叶晨 赵兰连忙凑过去 哭丧着脸说道 二爷 我们求求您了 这件事和我们穆家真的没关系 冤有投债有主 您要找就找叶晨 我求求你了 我们穆家一直都非常敬重孙家 只要孙家有任何差遣 我们保证上刀山 下火海 在所不辞 求孙二爷高抬跪手 孙二爷冷漠地看了几人一眼 行了 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在云城 没有人敢对我孙家不敬 叶晨是第一次 至于你们会不会被牵连 我不敢保证 毕竟 任何得罪孙家的人 都必死无疑 甚至和他有关系的人 都会遭到孙家的报复 孙二爷语气森然地喝道 我们和叶晨真的没关系啊 穆博哭丧着脸 还想继续哀求 滚 孙二爷怒斥一声 瞬间几个壮汉围了过来 穆婉晴也想说几句话 可却被这些壮汉的眼神 给吓得不敢动 几人就这样被轰出了别墅 这让几人直接猛逼了 礼物也送了 求饶也求了 最后还被轰出了别墅 这找谁说理去 爸妈 你们说 孙二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礼物他也收了 到底还会不会针对我们 穆婉晴恢复了一下恐惧的心情 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啊 孙二爷是何等人物 他的心思 我们怎么能猜得到 不过礼物收了 肯定会考虑的 我们也要做两手准备 穆婉叹气道 见识了孙二爷的霸气 他心中更是惶恐不安 多怪叶晨 这个废物 真是不害死 我们穆家 他就不会善罢甘休 真是气死我了 真希望孙家 把叶晨这个废物给杀了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三人无精打采地 往隐龙山庄而去 与此同时 隐龙山庄 穆婉正百无聊赖地 待在隐龙山庄外面 不得不说 穆婉这家伙还真是有耐心 自从被赶出隐龙山庄之后 他每天一大早 就来到隐龙山庄外面 哪怕进不去 他都宁愿在外面哭天喊地 正在穆婉想着 怎么进隐龙山庄的时候 忽然 几道人影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穆婉吓了一跳 这段时间他被打得够呛 条件反射地蹲在地上 你 你们是谁 穆婉颤抖地问道 叶晨在哪里 让他立刻滚出来见我等 来人语气森然地说道 听到来人语气不太对 穆婉下意识地问道 几位 你们是来找叶晨麻烦的吗 哼 找麻烦 他要是不立刻滚出来 我们就杀了他 我们是孙家的武道宗师 还不速速叫叶晨滚出来 来人语气冰冷地怒道 穆婉一听 顿时大喜 太好了 终于有人要来找叶晨的麻烦了 这下可以出口气了 各位 叶晨刚被带走 穆婉晴三人就回到了隐龙山庄 穆婉看到 直接飞奔过去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爸妈 天大的喜事啊 穆婉惊喜地大叫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这么高兴 赵兰好奇地问道 妈 叶晨那废物得罪了孙家 刚刚孙家出动了五个武道宗师 把叶晨给带去孙家了 这次叶晨肯定死定了 穆婉兴奋地将刚刚看到的事情 说了一遍 瞬间 穆婉晴三人的脸色狂变 孙家的动作这么快 穆婉晴惊叹地说道 心中更是震惊 孙家一出手 就是五个武道宗师 这恐怖的实力足以让人震撼 叶晨这次肯定是必死无疑 被五个武道宗师带走 基本上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 而且孙家也不会放过叶晨 只是怎么样 才能让穆家不被叶晨牵连 这才是重点 爸妈 虽然我们和孙二爷打过招呼 可我感觉孙二爷不太靠谱 叶晨这次可能真的危险了 我们应该尽早做准备了 穆婉晴眼神一宁 心中也焦急了几分 以叶晨的性格 这次被抓去孙家 可能依旧会大闹一场 甚至将孙家人惹怒 到时候 孙家杀了叶晨不过瘾 必定会报复 他们这些和叶晨有关系的人 是啊 叶晨死就死了 我们穆家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 绝对不能被他连累 现在可怎么办 穆博焦急地问道 这样吧 我打个电话给瑶瑶 孙家是一道中人 瑶瑶的师父周三秋同样也是 说不定 路瑶能不说上话 穆婉晴开口道 随后拿出手机 拨通了路瑶电话 自从上次分开之后 路瑶似乎非常忙碌 一直都没再见过 平常就算短信联系 路瑶都有意无意地询问叶晨 这让穆婉晴觉得很奇怪 不过 现在也没时间计较这些了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 婉晴 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路瑶的声音 瑶瑶 有件重要的事情询问你一下 你师父认识孙家的孙思敏吗 关系好吗 穆婉晴问道 认识是认识 不过是仇敌 关系很恶恋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路瑶疑惑地问道 听到路瑶的话 穆婉晴心中一凉 既然周三秋和孙思敏是死敌 那自然不可能说得上话 哎 叶晨最近得罪了云成衣到太斗孙家 现在被孙家带走了 而且很可能会连累到我们穆家被孙家制裁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穆婉晴无奈地说道 话音一落 电话那头顿时一阵沉默 路瑶直接傻眼了 孙家这是不要命了 竟然敢惹叶晨 疯了吧 婉晴 你不用担心 这事就让叶晨去处理 有他在 我可能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你放放心吧 不算什么大事 我最近比较忙 先挂了 回头请你吃饭 路瑶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孙家得罪叶晨 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叶晨随手灭掉 只有真正了解叶晨的强大 才能明白 孙家这就是在自寻死路 不是 瑶 嘟嘟嘟 路瑶的话 本意是让穆婉晴不用担心 叶晨能轻松解决孙家 结果穆婉晴却完全理解错了 他无奈地挂上电话 婉晴 瑶瑶怎么说 赵兰问道 还能怎么说 路瑶说这事就让叶晨去处理 说白了 意思就是 让叶晨自己去送死 我们不用去管 他明确说了 有叶晨在 他不会管这件事 穆婉晴叹气地说道 看看 看看 叶晨这家伙 平常是得罪了多少人 连瑶瑶都不愿意帮他 本事没一点 连做人都不会 他不死谁死 穆薄气不打一出来 无比郁闷地喝道 现在怎么办 真是被叶晨害死了 赵兰郁闷地说道 能怎么办 实在躲不过 等叶晨死了 我们就全家搬到江州去 孙家实在太强大了 不是我们能抵抗的 反正在江州 我们也能发展起来 只要叶晨这废物死了 一切都太平了 穆家人全都垂头丧气 他们倒不是担心叶晨的安危 而是担心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会因为叶晨而消失 就在几人绝望的时候 忽然 一辆豪车停在了几人面前 从车上走下一个男子 正是江州王的大少爷段修杰 各位 看你们好像不太高兴 发生什么事了 要我帮忙吗 段修杰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看到段修杰 穆家人全都愣在了当场 穆薄更是一拍后脑勺 卧槽 他们可真是傻子 到处求人 到处低声下气 却把最有权势的后盾给忘记了 段修杰前几日还说 以后段家就是他们的靠山 有段家在 谁敢动穆家 段少 天啊 段少 您来了 快快快 段少请进 来 我给您开门 穆家人看到段修杰 仿佛是看到了下凡来 拯救他们的天神一般 特别是穆薄和穆飞 两人更像是狗腿子一样 对段修杰 那是一副舔狗的模样 恨不能直接跪在地上 给段修杰磕一个 与此同时 孙家的五道宗师 也带着夜晨来到孙家 孙家作为云城一道太斗籍世家 其庄园坐落在郊区的山上 直接将山峰削平 夜晨的吼声 宛若道道惊雷 在孙家庄园的上空滚滚而去 瞬间 整个孙家都轰动了 五大宗师更是瞪大眼睛 他们打死都想不到 夜晨竟然敢以一己之力 挑衅整个孙家 这小子 是不要命了吗 孙家那些子弟 更是彻底的震惊了 要知道 孙家在云城一道的地位超然 从来没有哪个势力 敢忤逆孙家 更何况是个人 天哪 既然有人敢扬言 要没有孙家 到底是什么人 胆子太大了 不管是谁 都必须弄死 没有人能侮辱我们孙家后 还活着 走 出去会会他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方神圣 敢如此猖狂 孙家的子弟 全都朝着庄园门口而去 与此同时 正在房间里 研究单方的孙思敏 也听到了夜晨的吼声 他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什么人 敢在我们孙家如此嚣张 孙思敏语气冰冷地说道 爷爷 是那个夜晨 他简直太猖狂了 这次不能轻易放过他 否则我们孙家的脸面 往哪里搁 孙淑婷也被气得不行 无知小儿罢了 走 随我出去 我倒要看看 他凭什么敢和我孙家作对 孙思敏站起来 就往庄园门口而去 此时 庄园门口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看到罪魁祸首夜晨 所有人都一愣 因为夜晨看上去很年轻 简直就是一个愣头青 就这么一个货色 就敢来孙家闹事 疯了吧 孙家子弟一个个都一份填膺 恨不能将夜晨给生吞活泼了 就连孙家舞蹈宗师高手 都紧紧地盯着夜晨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孙淑婷搀扶着孙思敏走了出来 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这便是云城一道太斗孙思敏 他眼神宛若老鹰一般锐利 根本看不出老太 夜晨看了一眼孙思敏 你就是孙思敏 夜晨语气淡然地问道 混账 家主的名讳 岂是你能乱喊的 还不快点给我们家主跪下 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在我们孙家闹事 射雄星豹子打了你 也不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孙家子弟一个个满脸怒意 纷纷怒骂夜晨 哄 受败孙家子弟节阵前行 气势磅礴 辱孙家者 死 孙家近百五道高手往前一步 瞬间地动山摇 磅礴气势铺天盖地而来 辱孙家者 杀 紧随其后的 便是孙家五大五道宗师 他们跨前一步 狂风骤气 山崩地炼 辱孙家者 斩 看到这场景 孙思敏满脸傲然 这就是孙家的底蕴 五大宗师在前 放眼整个云城 有谁敢忤逆孙家 而这还仅仅是孙家 整体势力中的 九牛一毛 但凡孙思敏一声令下 整个云城数万宗师 皆听其号令 区区叶城又如何敢和孙家斗 孙思敏傲然地往前走了一步 居高临下地看着叶城 语气无比地霸道 小子 交出你拥有的上古单方 然后跪在地上 等待孙家的发落 或许你还能留一条命 否则 今日 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孙思敏冷漠地喝道 叶城环顾四周 不得不说 孙家的底蕴的确深厚 换作任何一个人 面对这样恐怖的势力 都会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穆家 听到叶城得罪孙家的时候 如此给予撇清关系 正是因为孙家的强大 可惜 孙家这次得罪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叶城 一群乌合之众 也敢在我面前狂妄 孙思敏 你还不速速跪下伏法 免去灭族之灾 叶城冷漠地说道 这话一出 孙家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卧槽 这小子也太狂了吧 他就只有一个人 而孙家就算不借助外力 也能轻易弄死这小子 他狂什么 原本孙思敏以为 能够拥有上古单方的存在 起码是一个在一道界 极为厉害的存在 就算自己不厉害 背后也会有一个 强大的势力在撑腰 直到看到叶城 他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误会了 一个年轻 能有什么本事 孙思敏已经没有了耐心 他看着叶城 语气冰冷 我不管你怎么得到 上古单方的 现在立刻将单方交出来 记住 这个话 我只说一次 若你再多说一句话 我 孙思敏威胁起来 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 一道黑影 误然出现在他面前 啪 只听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众人看去 叶城竟然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了孙思敏的脸上 孙思敏毕竟年龄大了 被这一巴掌 竟然直接扇飞出去 周围的人瞬间惊呆了 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场的可是有五大宗师 竟然没有一个人 注意到叶城的动作 快 快如闪电 谁都没有想到 叶城竟然敢对孙家家主动手 不仅孙家子弟愣了 就连孙思敏 也被这一巴掌给打猛了 要知道 孙家在云城 那可是地位超然 就算是明珠集团 也未必敢和孙家正面对决 没有人敢在云城的地界上 惹恼孙家 孙舒婷见自己爷爷被打 顿时恼羞成怒 叶城 你疯了吗 敢打我爷爷 不仅是你 任何云城和你有关的人 都将遭到孙家最恐怖的报复 孙舒婷指着叶城 无比愤怒的吼道 孙思敏此刻捂着脸 他在云城这么多年 已经记不清楚 有多久没被人打过了 他彻底的暴怒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孙思敏一挥手 上 给我杀了这小子 我要将他剥皮抽筋 随着孙思敏的命令一下 孙家五大宗师几乎在同一时间 就朝着叶城扑了过去 天地瞬间变色 可以说 宗师在普通人眼中 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特别是五大宗师一起出手 哪怕就算是大宗师 也不敢立抗 五大宗师从四面八方 朝着叶城袭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城将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的时候 叶城却眼神一鸣 碰 碰碰碰一道道 沉闷的声音响起 孙家五大宗师 刚刚靠近叶城 竟然就被叶城一拳一个 全部都打飞出去 特别是 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宗师 直接被叶城一拳 爆成了血污 瞬间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这这这怎么可能啊 孙家的五大宗师 那可是欲神杀神 欲膜灭膜的存在 现在 竟然在叶城面前 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所有人都震惊地 看着叶城 叶城却脸色平静 冷漠地扫过众人 语气冰冷 我说过了 孙家 在我面前 不过就是垃圾 灭孙家 无费吹灰之力 刹那间 孙思敏 以及所有的孙家子 瑟瑟发抖 恐怖 震惊 无尽的恐惧 五大宗师 那可是孙家最顶尖的存在 特别是有孙家的丹药辅助 孙家的宗师整体实力 比普通的宗师更加强横 怎么一眨眼间 五大宗师 就这么被废了 扑通 孙思敏瞬间反应过来 眼前的叶城 已经超越了 他所能想象的强大 他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叶城面前 恐怖 太恐怖了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那五大宗师 可是孙家最大的底气 现在 被叶城轻松解决了 这是什么概念 惹错人了 提到铁板了 孙家所有人都彻底的惊呆了 刚刚所有的气势 在这一刻 瞬间烟消云散 开什么玩笑 就连五大宗师在叶城手里 都随手可灭 他们再多人上去 也仅仅是炮灰 叶城眼神冰冷地扫过孙家人 浑身气势 宛若龙腾翻涌 每走一步 孙家子弟 都承受不住恐怖的气势 扑通 扑通 走到孙思敏面前 孙思敏恐惧地瑟瑟发抖 孙家在云城的确很有势力 可面对实力滔天的叶城 他甚至提不起一点反抗的心思 叶少饶命 叶少饶命 孙思敏此刻没有别的想法 只能求饶 想要保住自己的一条老命 你不是要我滚来孙家吗 我现在来了 怎么你怂了 叶城语气冰冷地开口 我 我不知您是大宗师 若是知道 早该亲自前去拜访 还请叶少恕罪 孙思敏恐惧地哀求起来 大宗师 算个屁 叶城轻蔑地开口 大宗师虽然不多 可在叶城面前还真的算不上什么 就比如天武阁的林天武 他从宗师境界晋升为大宗师 也不过是叶城随手帮他提升的 更别说占卜的精英 也已经叶城 徒增十个大宗师 听到叶城的话 孙家人顿时骇然无比 什么 大宗师算个屁 难道眼前的叶城 实力已然超越了大宗师 达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境界 这简直让人想都不敢想 可在场的 没有人敢反驳 叶城冷漠地看了一眼孙思敏 接下来 我问你几个问题 回答得好 或许 你孙家还能活着 若不如实回答 我亲手摘了你的脑袋 叶城语气森然 是是是 叶少放心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孙思敏恐惧地点头道 苏子双 你认识吧 叶城淡淡地问道 苏子双 孙思敏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不停地变幻 脸上露出了无尽惊恐的表情 认 认识 可苏小姐不是已经 已经 孙思敏甚至不敢将死字说出口 没错 她的死 和你们孙家脱不了干系吧 孙思敏 告诉我 她到底怎么死的 为什么 你们要对她下狠手 叶城冷哼一声 大喝起来 孙思敏瞬间汗毛倒立 不不不 叶少 苏小姐不是我们杀的 和我们没关系 孙思敏连忙否认 傻子都看得出来 叶城和苏子双 关系匪浅 这摆明就是来报仇的 不是你 那是谁 叶城冷声喝道 五年前 苏小姐突然在云城 大放一彩 特别是在一道方面 有着绝佳的天赋 其更拥有很多 让人羡慕的上古单方 这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所以 我就派人邀请苏小姐一句 想要说服苏小姐 加入我孙家 稳固我孙家 在云城一道界的地位 没想到 苏小姐不但拒绝了 还和一个叫陆清秋的女人 创办了七彩医药集团 这让我非常愤怒 所以就想要报复苏小姐 可还没来得及报复 苏小姐突然就出事了 孙思敏颤抖的声音 开始诉说起来 叶城眯着眼睛 她自然知道 孙思敏这个时候 绝对是不敢说谎的 而且 都逃不过叶城的眼睛 继续 叶城眼神冰冷地说道 那一天 我带着人 准备找苏小姐的麻烦 顺便抢夺上古单方 没想到 突然出现十个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将苏小姐团团围住 苏小姐 一一敌十 我没想到苏小姐这么厉害 面对十个大宗师围攻 竟然还能够打得有来有回 我那时候 还庆幸自己没动手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是苏小姐的对手 孙思敏说起那天的事情 还感到一阵后怕 对于苏子双的实力 赞叹有加 叶城文言 淡淡地点点头 苏子双一直跟着叶城 一身实力 都是叶城亲自传授的 自然强横无比 只是 苏子双从来都不喜欢修炼武道 若是苏子双认真修炼武道 区区十个大宗师 又岂能奈何的了他 那天非常惨烈 十个大宗师 被苏小姐一人就杀掉了一半 可惜苏小姐也受伤了 重伤之后 苏子双被一对老夫妻所救 将其暗中安置起来 然后有不少势力暗中搜寻 那老夫妻为了保住苏小姐 老头被人虐杀而死 那人倒也是个汉子 受尽酷刑 竟也不曾透露苏子双的消息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个老头好像姓慕 之后 我再去寻找苏小姐 就再无消息 孙思敏将事情 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城 叶城听得不由一乐 他自然知道 孙思敏口中的老夫妻 就是牧家老爷子 和牧家奶奶两人 他知道牧老爷子 是因为救苏子双而死 可万万没有想到 牧老爷子死前 竟然遭受过酷刑 这让叶城心里很不适滋味 难怪苏子双临死前 会发密信给他 让他报恩牧家 或许 他应该也知道 牧老爷子为了保住他 受尽折磨而死 叶城眼神无比冷冽地 看向孙思敏 能够拍出十个大宗师的势力 恐怕不属于云城 你可知道究竟是谁 叶城眯着眼睛问道 这个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股势力很神秘 很恐怖 已经不是 我能接触到的了 孙思敏如实地说道 哼 那我且问你 你和圣经云家的关系如何 这件事 和圣经云家脱不了关系 叶城深吸一口气 说道 圣经云家 我们孙家何德何能 可以高攀如此恐怖的势力 世人都说 我们孙家背后是圣经云家 其实不然 暗中扶持我们的是江州王 而江州王和圣经云家关系密切 孙思敏开口说道 这一下 叶城彻底明白过来 孙家在苏子双这件事中 不过就是小喽啰 而江州王 恐怕才是真正将苏子双迫害而死的真正执行者 叶城搞明白了一切 他眼神再次冰冷下来 眼神扫过孙思敏 孙思敏的心瞬间沉入谷底 他不由地匍匐在地 仿佛是等待叶城对孙家命运的审判 叶城冷漠地看着孙思敏 他没有心思和孙家这种小角色浪费时间 只见叶城淡淡地挥手 孙思敏 你该庆幸当初你没有来得及对苏子双出手 今日留你一条狗命 所有孙家人滚出云城 永世不得回来 孙思敏匍匐在地上 可却是松了一口气 能留下一条命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否则 叶城要灭他们的话 此时 已经血流成河 只要能活下去 就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谢叶绍不杀之恩 谢叶绍不杀之恩 与此同时 引龙山庄 穆伯和赵兰正无比热情地招待着段修杰 段少啊 这是我珍藏的茶叶 您品尝一下 我们晚清能得到您的提携 是我们孙家天大的荣幸啊 是啊 段少就是我们的救星啊 阿姨一定要给你鞠躬 表达我的感谢 说着 赵兰竟然真的给段修杰深深鞠躬 段修杰连忙扶了一下赵兰 阿姨 你这可是折杀我了 放心 我段修杰竟然答应过你们 那么你们就是我段家最忠实的伙伴 有什么事 我段修杰绝对义不容辞 段修杰笑着说道 穆家人一听 高兴坏了 段少 您见笑了 其实我们的确有件事想要求您 穆婉晴将叶晨得罪孙家的事情 全盘拖出 边说边数落叶晨 赵兰和穆伯在旁边帮腔 段少 您看您能不能和孙家说一声 得罪孙家的事情 是叶晨一人所为 和我们穆家没有任何关系 让他们不要针对我们穆家 只要段少能够帮忙 那就是我们穆家的大恩人 赵兰激尽哀求地说道 段修杰文言 不由地一笑 就这么点事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放心吧 我现在就给孙思敏打个电话 有我护着你们穆家 没有人敢动你们 说着 段修杰就拿出手机 给孙思敏打了个电话 很快 电话就接通了 喂 孙老啊 段修杰开口喊了一声 对面沉默了许久 两久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段少 有什么事吗 孙思敏颤抖的声音 蕴含着无尽的恐惧 段修杰眉头一皱 似乎感觉到什么不同寻常 却并没有深究 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和你说一声 以后不能针对穆家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可以 段修杰霸气十足地说道 不敢不敢 真的不敢 孙思敏连连说道 他哪里还敢针对什么穆家 今天之后 孙家都散了 还对付穆家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啊 谁敢招惹叶臣这个杀神 挂了电话 段修杰淡淡一笑 段修杰浑身散发出一股豪气 解决了 他的语气轻描淡写 穆家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由的放下心来 太好了 不愧是段少 一个电话 一句话 就让孙家家主都如此卑微 段少 不愧是江州王的大少爷 就单说这份霸气 无人能敌 段少 谢谢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穆家人听到孙思敏亲口议诺 不由的感叹段修杰的权势 竟然连孙家家主都不敢忤逆他 江州王的名声 的确不是盖的 就在这时 赵兰却忽然皱起了眉头 对了 段少这样电话打过去 孙家肯定会给段少面子 这样一来 段少是不是间接地救了叶晨 孙家会不会因为顾及段少 不敢对付叶晨了 赵兰的话顿时让几人都遗乐 这么说的话 的确有这个可能啊 刚刚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层 或许吧 毕竟 我的话在孙家 就相当于圣旨般的存在 段修杰也没有否认 他丝毫不在意叶晨这种区区小人物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真的是 叶晨这废物 不知道要靠我们穆家到什么时候 每次都靠我们穆家 他才能化醒为夷 太会气了 赵兰非常不爽地说道 穆婉晴沉默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认为赵兰说的没错 每次叶晨都喜欢惹是生非 这次更是差点连累到穆家 可叶晨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放心吧 段少 如果是你救了叶晨 我一定会让他亲自给你道谢的 穆婉晴坚定地说道 这次他绝对不能让叶晨那么自以为是了 这样下去 以后叶晨恐怕会以为自己有多厉害 认为自己得罪谁 都不会出事 那穆家恐怕就要被叶晨彻底地害死了 没有这个必要吧 婉晴 在我眼里 只有你能和我平等对话 至于什么叶晨之流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不过楼椅罢了 段修杰淡然一笑 说道 段少 你不在乎 那是因为你有格局 可我不容许叶晨有恩不报 或许 正是因为我们穆家对他太过纵容 才会养成他现在惹是生非的性格 这次你能救他 那下次呢 没有人能救他一辈子 穆婉晴对叶晨失望透顶 他决定 这次要狠狠地整治叶晨一番 不能轻易地放过叶晨 婉晴说的没错 再让他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他们害死 他要是还活着 一定要让他给段少科十个想偷 赵兰举双手赞同了穆婉晴的意见 几人正在谈话间 叶晨已经回到了引龙山庄 穆婉在庄园外第一个看到了叶晨 叶晨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穆婉震惊地看着叶晨 惊恐地喊道 我活着 你很意外吗 叶晨眯着眼睛 淡淡地说道 你 你得罪了孙家 不应该被孙家打死吗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穆婉惊恐万分地说道 孙家 算个屁 滚远点 别被我删你 叶晨冷声喝道 穆婉被吓得连连退开 生怕被叶晨一顿胖揍 他内心无比失望 原本以为这次叶晨死定了 可没想到 叶晨的命居然这么硬 得罪了孙家都能不死 气死了 真是气死了 叶晨不死 他这辈子 还有机会住进影龙山庄吗 穆婉悲催地想着 叶晨却没有理会穆婉 直接进了影龙山庄 来到大厅外 穆家人也注意到了叶晨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一丝震惊 叶晨 果然还活着 穆婉芹直接站起来 冷漠地对叶晨招招手 叶晨 你过来 叶晨缓步走过去 什么事 叶晨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知道 你为什么还活着吗 我告诉你 不是你多厉害 不是你运气好 而是依靠段少 就是这位 他就是江州王的大少爷段修杰 是他救了你 我要你立刻 给他跪下谢恩 穆婉芹的话还没说完 叶晨却眉头一皱 江州王的大少爷 之前 孙思敏就说 五年前对付苏子双的人 很可能是江州王的人 没想到 这妖巧就遇到了 叶晨走到段修杰面前 你是江州王段凯的儿子 叶晨冷漠地问道 看到这一幕 穆家人不由得有些欣慰 叶晨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能 要给段少谢恩了吗 段修杰居高临下地看着叶晨 他虽然不屑于叶晨的感恩 可叶晨毕竟是穆婉芹的前夫 能见叶晨踩在脚下 也是一种趣事 没错 我就是江州王的儿子段修杰 你也不用感谢我 就你不过是我顺手为之 就随便给我科技 段修杰满脸凹起 他的话还没说完 叶晨却突然眼神一凝 啪 没有任何犹豫 叶晨直接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段修杰的脸上 瞬间 场面死一般的寂静 段修杰完全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一言不合 就给了他一巴掌 他直接被打猛了 一股怒意涌上心头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我要你死 段修杰一下就朝着叶晨冲过去 叶晨眼神一凝 碰 只见 叶晨根本不躲 看着段修杰冲来 他一脚飞踢 直接将段修杰 狠狠地踢得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地上 段修杰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这么厉害 恐惧感袭来 好汉不吃眼前亏 段修杰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怒意 他看着叶晨朝他走来 没有丝毫犹豫 转身就往外逃 叶晨 你很好 本少记住你了 今天你得罪的是 江州王的儿子 也将会是你这辈子的噩梦 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段修杰放下一段狠话 不敢多留 疯了一般地 逃出引龙山庄 只要逃出这里 他有一万种方法 能够搞死叶晨 跑到门口时 正好撞到了沐飞 沐飞 立刻开车送我离开这里 只要你送我离开 回头我送你一辆号车 段修杰恐惧无比地说道 真的吗 段少 快 上车 我马上送你离开 沐飞直接拉开车门 让段修杰上车 然后一脚由门飞速离去 段少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 你好像受伤了 沐飞好奇地问道 哼 还不是那个叶晨 他竟然敢打本少 这个仇杰下了 我会让他知道 得罪我段修杰的下场 段修杰无比愤怒地说道 沐飞闻言 吓得差点开车撞到树上 什么 叶晨竟然敢打段少 他疯了吗 与此同时 引龙山庄内 沐家人还处在震惊之中 因为一切发生得太快 他们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好一会 沐婉晴就感到一股寒意 从脚底板直升脑门 头皮发麻 沐博更是瞪大眼睛 指着叶晨 他 他竟然打了段少 疯了 这家伙真的疯了 那可是段少啊 江州王的儿子 他竟然把人家打了 完了 真的完了 一切都完了 赵兰和沐博两人彻底地疯了 他们好不容易抱上段修杰的大腿 现在却被叶晨一巴掌给打跑了 开什么玩笑 打江州王的儿子 就算有十个头 都不够掉的 江州王一怒 别说云城 就算整个江州都得服侍百万 沐婉晴也浑身颤抖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哄 这一刻 沐家人只感到脑子一片空白 他们无法想象 叶晨打了段少 之后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报复 他们沐家会受到什么样的牵连 几人死死地盯着叶晨 眼神中满是不敢置信 叶晨 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要打段少 你可知道 段少乃是江州王的儿子 你打了他 就等于得罪了整个江州 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沐婉晴怒不可遏地朝着叶晨咆哮起来 就是 叶晨 平常你胡闹就算了 可人家段少刚刚救了你 你却恩将仇报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赵兰也指着叶晨怒斥起来 他救我 他算什么东西 我叶晨需要他救 叶晨撇撇嘴 不屑地说道 哼 叶晨 你难道就没想过 你得罪孙家 为什么能毫发无损地回来 就是因为段少给孙家家主打了的电话 才保住了你 不然你以为你能活下来 是靠你的运气吗 沐婉晴简直不敢相信叶晨的话 他怒不可遏地吼道 一瞬间 无奈 委屈 痛苦 涌上心头 他明明这么努力 才有机会接触到江州王这个圈子 还和段修杰成了朋友 让整个江州王段家 成了沐家的靠山 而叶晨靠着沐家 享受了庇护 本应该对沐家 对段少感恩 可是呢 叶晨做了什么 他不仅不感恩 反而还要得罪沐家最大的靠山 如果段修杰因为这件事 怨恨上沐家 那沐家等于失去了未来 他沐婉晴也失去了崛起的机会 而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叶晨的鲁莽 靠运气 我说沐婉晴 你也不小了 难道还这么天真吗 我能活着 那是靠我的实力 区区孙家 能奈我何 你别把孙家想得太厉害 孙家家族孙思敏 跪在我面前的时候 一样很卑微 至于段修杰 我没杀他 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别说是他 我迟早要去江州 砍了江州王段凯的头 叶晨傲然地说道 听到这些话 沐家人彻底地被叶晨给震惊了 什么 没听错 沐婉晴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赵兰和沐博两人差点吐血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人可以吹牛到这种程度 区区孙家 孙家可是云晨一道太斗 那是何等的强势 孙家家主更是高高在上 只能仰望的存在 他跪在叶晨面前 还卑微 这幻作目晚情 恐怕连做梦都不敢梦的事情 好 就算叶晨说得对 孙家不算什么 的确 孙家在云晨很牛 可除了云晨 孙家未必能有多厉害 但是呢 叶晨还说什么了 他不仅要打断哨 还要摘下江州王断铠的头 这种话说出去 谁能相信 谁敢相信 江州王啊 能被称为王 等同于一个城市的主宰 江州王一声令下 起码能有十万人听其号令 更有传说中无敌存在的大宗师 摘下江州王的头 等于和整个江州作对 叶晨凭什么 凭他会三拳两脚吗 在真正的权势面前 任何人都只能是炮灰 婉晴 你听听 你听听 他在说什么 穆伯瞪大眼睛 无比气愤地指着叶晨 无可救药 简直就是无可救药了 赵兰也气到发抖 穆婉晴看向叶晨 他感觉自己都已经无法思考了 怒意 狂怒 暴怒 他害怕 因为叶晨断修杰 不仅不会再帮助穆家 还会仇视穆家 叶晨 穆婉晴咆哮一声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自认为和你结婚三年 没有亏待过你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是不是要我死你才开心 是不是我穆婉晴 不配站在云城巅峰 只要我有任何崛起的机会 你都要破坏 你帮不上 我就算了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争取来的机会 穆婉晴红着眼睛 满脸怒意地咆哮着 穆婉晴 我没有欠你什么 你少和我大呼小叫 段修杰在你看来是机会 在我看来 不过就是一个垃圾 我可不像你 对着个垃圾低声下气 还自以为是机会 叶晨淡然地说道 是是是 我低声下气 我下见 我不择手段 叶晨 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往上爬 哪里错了 我背后是穆家 我不能倒下 谁帮过我 我不靠自己 难道靠你叶晨吗 你配吗 以前我做什么 都一帆风顺 可是你呢 不停地破坏我的事业 现在就连穆卿雪 都已经超过我了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吗 穆婉晴发疯似地咆哮起来 将满心的委屈发泄出来 叶晨冷漠地看着穆婉晴 无知是一个女人最大悲哀 穆婉晴显然认不清自己的实力 她能一帆风顺 那是因为叶晨 如今 穆卿雪做得比她好 是穆卿雪能力更强吗 并非如此 一切都仅仅是因为叶晨而已 我害你 哼 没有我叶晨 你们穆家全家人都得去乞讨 叶晨冷漠地说了一声 转身就上了楼 留下不敢置信的穆家人 几人眼中闪过无尽的愤怒 叶晨 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知悔改 怒 狂怒 无尽的狂怒 啪 穆博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看他说的是什么 没有他 我们穆家都要去当乞丐要饭 到底谁才是要饭的那一个 我们穆家养了他这么多年 谁才是乞丐 穆博歇斯底里地怒吼起来 没良心 真的是狼心狗肺 赵兰也生气地说道 穆婉晴发泄过后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他整个人像是灵魂被抽走一般 这么多年 他如此努力 将秦远公司从负债累累 变成现在资产商议 从未亏待过叶晨 可为什么叶晨要这样对他 就因为离婚了 他看不得自己好吗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一帆风顺 到现在步步坎坷 甚至以前只能仰望他的二枚木勤血 都已经超越了他 这次 他明明已经要抓住机会 只要能抱紧江州王断家这个大腿 他就能一跃成为云城巅峰圈子的新贵 如今 叶晨又出来横插一脚 婉晴 你没事吧 赵兰有些担心的将穆婉晴扶起来 妈 我没事 穆婉晴叹了口气 说道 婉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赵兰问道 妈 我决定了 以前是我对叶晨太好了 哪怕他惹是生非 我总想着 至少留他一条命 他借着我们穆家的名头 耀武扬威 已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再这样纵容他 最后只会害人害己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眼神坚定地开口 婉晴 你说的没错 这次 我们说什么 也不可能再帮叶晨 不管段修杰要怎么报复 都让叶晨自己去承担 我看他这次怎么活下来 穆博也生气地说道 与此同时 狼狈逃走的段修杰 也回到了住所 他内心无比地生气 作为江州王的儿子 他在江州可以说是养尊处优 任何人见了他 都得卑躬屈膝 别说打他 就算骂一句都不敢 毕竟 他背后是整个段家 而段家在江州 更是顶尖的世家 他父亲段凯更是被奉为江州王 可现在 他被打了 这口气 怎么可能忍得下去 父老 段修杰眼神一宁 语气森然地喊了一声 刹那间 空间仿佛多了一丝肉眼不可见的波动 明明没有一个人的前方 忽然一道人影缓缓显现 这是一个老者 手中拿着一根拐杖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极为自然的状态 看上去很老 两鬓斑斑 就连背都有点脱 可那双眼睛 却深邃的碗若装有漫天星辰 只一眼就能感受到 这个老者极为不凡 小杰 你受伤了 父老看了一眼段修杰 淡淡地说道 嗯 父老 这是你一定要帮我 从小到大 我还没被人这样羞辱过 我要你去杀了那个叶臣 不 别杀他 将他四肢打断 抓回来 我要亲自一刀一刀地割下他的肉来 段修杰无比狠地说道 小杰 你别忘记你此行来云城的目的 江州王说过 莫要节外生枝 父老淡淡地说道 父老 不是我想节外生枝 我被人打了呀 你让我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我不管 父老若是不帮我 那我找别人 段修杰耍起脾气说道 父老沉默了片刻 良久 他才缓缓地开口 人 我可以帮你抓来 不过 必须等对付完明珠集团之后 明日 我随你前往明珠集团 见柳妙音 说完 父老身形缓缓一闪 就消失在了原地 段修杰听到父老答应 顿时不由地神清气爽起来 这个仇 他不仅要报 而且 要十倍百倍地报 虽然要吃几天才能报仇 让他微微不爽 可以想到夜诚跪在他面前 痛苦哀嚎的样子 他就忍不住激动 至于夜诚会不会逃走 段修杰根本不关心 因为他完全相信父老的实力 别人不清楚 他再了解不过 父老看着老太龙中 其实他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宗师级别强者 被一个大宗师盯上 就算夜诚会飞 也插翅难逃 一晃眼 就到了晚上 尹龙山庄内的气氛 依旧很沉闷 穆婉晴因为这件事 一整天的心事重重 他不停地给段修杰打句电话 可却始终没人接听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怎么样 婉晴 段少接电话了吗 赵兰问道 没有呢 这个时候 段少一定非常的震怒 他不接我电话 可能是连我们穆家都怨恨上了 这可怎么办 穆婉晴叹气地说道 都怪夜诚 打谁不好 竟然敢打段少 他真是疯了 肯定是疯了啊 要是不疯的话 会说出孙家家主 跪在他面前那种话吗 实在是可笑之极 他还说 要摘下江州王的头吗 他除了在我们面前装 走出这个门 他敢有一句屁话吗 穆博和赵兰 纷纷郁闷地嘲讽起来 穆婉晴听着两人的对话 不由得感到一阵郁闷 他在想 段修杰会如何报复夜诚 而在这种情况下 穆家又该怎么样修复 和段家的关系 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行 就在穆婉晴无比烦恼的时候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吓了穆婉晴一跳 快 电话响了 是不是段少打电话来了 穆博条件反射一般高呼起来 穆婉晴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闺蜜路窑打来的电话 穆婉晴有些失望的摇摇头 不是段少 是摇摇打来的 穆婉晴叹了一口气 说道 赵兰和穆博都不由得失望了 现在 在他们心里 唯一想要的 就是和段修杰联系上 起码能知道 段修杰到底会如何报复夜晨 他们也好早做打算 穆婉晴接起电话 喂 瑶瑶 有事吗 穆婉晴情绪低落地问道 婉晴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天大的事 路遥的声音很激动 无比兴奋地开口 哦 什么事 穆婉晴性质并不高 毕竟 对于他来说 现在最大的事情 就是穆家 因为夜晨的鲁莽 得罪了段修杰 断送了穆家的未来 其他恐怕没什么事 能比这件事 更让他绝望的了 婉晴 你知道吗 云晴一道太斗 孙家家主孙思敏 就在刚刚宣布 彻底解散孙家弟子 全家搬离云晴 这样一来 云晴一道界 将会是我师父周三秋主宰 路遥的声音无比兴奋 听到这个消息 穆婉晴狠狠一震 双眼猛然睁大 孙家宣布解散 为什么如此突然 偏偏就在夜晨安全 回到引龙山庄之后 这一刻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不由的浑身僵硬 眼神中露出无尽的恐惧 穆婉晴只感觉天旋地转 脑子一片空白 双腿发软 挂上电话后 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这太恐怖了 孙家直接宣布解散 要知道 孙家可是云晴一道太斗啊 其势力之大 哪怕穆婉晴将公司上市 也不可能与其匹敌 如此顶尖的世家 说解散就解散 婉晴 你怎么了 穆婉晴紧张地问道 是啊 婉晴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到底怎么了 赵兰用手摸了一下 穆婉晴的额头 却发现并不会滚烫 穆婉晴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看向两人 语气无比沉重 爸妈 这次夜晨真的惹错人了 江州王绝对是具有 通天势力的存在 你们知道吗 刚刚我接到瑶瑶的电话 孙家家主孙思敏 宣布解散孙家 穆婉晴冷静地说道 什么 赵兰和穆博文言 顿时震惊了 两人的嘴张得老大 直接就僵在原地 仿佛是见鬼一般 良久 穆博吞了一口口水 不敢置信地惊呼起来 天哪 孙家解散了 夜晨的运气也太好了 爸 他得罪了孙家 孙家竟然就这么解散了 岂不是说 以后孙家都不可能 再找夜晨的麻烦了 穆博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说道 爸 你想什么呢 我震惊得不是夜晨的运气 穆婉晴叹气地看着自己老爹 格局太小了 面对如此天崩地裂的事情 竟然只想到了夜晨的运气 我觉得你爸说的没错啊 夜晨的运气还不好吗 这样都能让他逃过一劫 我是真的服了 赵兰苦笑道 爸妈 你们啊 就是格局太小 从这件事 完全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是关我们穆家的大问题 穆婉晴眯着眼睛 说道 什么问题 穆博和赵兰两人 异口同声地问道 你们想一想 夜晨就算再闹 也就只能在我们穆家闹上一闹 放大到整个云城来看 他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孙家为什么会宣布解散 在解散前发生了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穆婉晴语气冰冷地说道 赵兰眼珠一转 随后想到了什么一般 他震惊地看着穆婉晴 婉晴 我知道了 是段少 在孙家解散前 只有段少打了一个电话 他那时候 要把我们穆家 赵兰聪明的脑瓜子 瞬间想出了答案 没错 妈 还是你聪明 穆婉晴点头 你们想一想 因为夜晨 我们穆家和孙家 算是已经结仇了 孙二爷明确地告诉我们 不仅会对付夜晨 还会对付我们穆家 就是因为段少的一个电话 让孙家明白了 我们穆家和段家的关系 所以 孙家才会放了夜晨 还立刻解散了孙家 就是忌惮江州王段家的实力 由此可以看出 段家的底蕴和势力 绝对是通天的 穆婉晴一本正经的分析道 听到穆婉晴的分析 赵兰和穆婉两人眼睛 都快瞪飞出来了 是啊 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段修杰所在的段家势力 太恐怖了 才会让孙家这样的云城 一道态度 因为一个电话 而解散家族 恐怖 无敌 强悍 婉晴 这么说来 我们穆家失去的 很可能是一次崛起的机会 段家如果能随口 让孙家解散 就能够随手将我们穆家 推上云城巅峰啊 赵兰激动地看着穆婉晴 无比着急地说道 是啊 所以这才是我重视的 我们要如何才能挽回 段少对我们的好感 穆婉晴眼神坚定地说道 几人瞬间沉默了 如果失去了段家这个靠山 对穆家的损失 真的是太大了 好一会 赵兰才抬起头 婉晴 你和段少是老同学 不如 你就做他的女人 只要你成为他的女人 那我们穆家和段家的关系 岂不是更进一步 赵兰提议道 这话一出 穆婉晴就坚定地摇摇头 妈 这个提议不用再说了 首先 我穆婉晴虽然想要崛起 却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来换取利益 而且 段家这种高度的世家 不可能让段修杰 娶一个二婚的女人 我穆婉晴还没这么下见 穆婉晴有些生气地说道 哎呦 你看妈这张嘴 该打 赵兰轻轻地扇了一下自己 连忙道歉 我们婉晴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就算要再婚 那也必须要找一个真正欣赏婉晴的精彩绝艳之辈 这就要婉晴 自己先爬到足够的高度 才能认识真正的天骄 穆博也点头说道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赵兰着急地问道 穆婉晴想了一会 顿时眼睛一亮 我有办法了 赵兰和穆博连忙问道 什么办法 过两天不是我生日吗 到时候 我会邀请段少 还会邀请云城天骄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让叶辰亲自给段少道歉 穆婉晴眼神闪烁着光芒 说道 好办法 这样一来 段少就能看到我们的诚意 只是 叶辰他会愿意去吗 穆博皱着眉头问道 他肯定会去的 他的眼界太低 根本不知道 江州王段家代表着什么 人家一个电话 能下的孙家原地解散 我们这样做 就是给叶辰台阶下 他只要还想活着 就只能给段少道歉 赵兰连忙说道 几人一商量 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穆婉晴想到就做 开始准备生日宴会 准备 会议室 柳妙英正在接待段休节 叶辰坐在办公室中 手中遥控器一案 一面墙瞬间变成了单面镜 不仅能看到会议厅内的景象 就连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叶辰能看到段休节 段休节却不知道 叶辰在偷看 不过 叶辰也仅仅看了一眼 就将目光锁定在段休节旁边的 一个老者身上 大宗师 有点意思 段休节满身傲气 哪怕面对柳妙英 依旧摆出了一副 高高在上的表情 柳总裁 需要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段休节嘴角勾起 一丝淡淡的笑意 问道 自然需要 你不介绍自己 谁认识你 柳妙英微微一笑 笑也如花 段休节脸色一僵 他本想着 一见面就先来的先发智人 没想到 柳妙英竟然丝毫不给他面子 哼 本少叫段休节 来自江州 我父亲是江州王段凯 刘总裁 我想 你不会连我父亲都不知道吧 段休节轻哼一声 说道 听说过 我明珠集团和你们段家 似乎没有什么来往 不知道段少约见我 所为何事 柳妙英问道 既然找到你 那必然是有大事 我带给我父亲江州王来通知你 江州王段家将入住明珠集团 所有明珠集团的产业 让出一半给我们段家 段休节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 柳妙英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什么 没听错吧 开口就要强占明珠集团的一半产业 真是好大的脸啊 能说出这样的话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无知 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实力强大到 可以完全拿捏明珠集团 很显然 段休节是代表江州王来的 这是江州王的意思 不是投资入股 不是合作互惠互利 而是强占 段休节 你不觉得你说出这话太可笑了吗 你以为段家吃定明珠集团了 柳妙英没有动目 眯着眼说道 柳总裁 我能来这里 说明是给你机会 否则一旦我父亲清零 别说一半 就算你名下的所有产业都保不住 你可以打听打听 江州王要的东西 有什么是得不到的 你一个女流之辈 在龙国完全没有根基 你觉得你有抵抗的能力吗 段休节眯着眼睛 仿佛吃定柳妙英了一般 无比从容的笑道 如果我不答应呢 柳妙英眯着眼 反问道 我只连你七天之间 你要是不答应 那么就等着我父亲率领十万手下 踏平你明珠集团 摘下你向上人头 说实话 像你这么有能力 又这么漂亮的女人 死了 倒是真可惜 段休节眯着眼睛 威胁起来 在隔壁听着段休节话的夜晨 顿时就怒了 他按动面前的按钮 对着柳妙英下了命令 让人把这小子丢出去 命令下的那一刻 柳妙英瞬间翻脸 他猛地站起来 一招手 瞬间 几个壮汉保安就冲了进来 来人 将这家伙 给我丢出明珠集团 柳妙英冷冷地喝道 段休节吃笑一声 他完全没有将眼前几个保安放在眼里 要知道 他可是带着一位大宗师在身边 像这种级别的保镖 大宗师一个眼神 就能够全灭了 我说刘总裁 你以为叫来几条狗 就能够赶走我吗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告诉你 别逼我翻脸 这对牛吼 段休节还在装僻 还等什么 丢出去 柳妙英却已经没有了耐心 直接打断了段休节 下了命令 几个保安 连忙就冲到段休节面前 此时 段休节还依旧淡定 他很清楚 不会等到这些保安接触到他 傅老便会出手 傅老根本没有把几个保安看在眼里 在他看来 柳妙英被誉为海外金融女神 可对龙国的世家实力太不了解 他们可是江州王段家的人 竟然找几个保安就想对付他们 简直可笑 他可是大宗师 别说几个保镖 就算几千个 在他面前都不算个事 就在傅老想要出手的时候 忽然 一股磅礴的气势 排山倒海一般朝着傅老压去 有高手 傅老的眼神顿时一凝 身子如智冰窖 竟然连洞都动弹不得 他想说话提醒段休节 却发现 哪怕张大嘴巴 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此时 段休节却还在装十三 我说过了 就这几个保安 根本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柳妙英 怎么回事 傅老 你怎么不帮我 诶诶诶 段休节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几个保安 直接压在桌上 像是杀猪一般 直接一人抓一边 抬起就往外走去 放我下来 傅老 你怎么了 快帮我啊 段休节惊恐万分的大叫起来 可是一转头 却发现他的救星傅老 竟然也被几个保安给抬起来了 甚至傅老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傅老可是大宗师啊 那是有尊严的啊 怎么可能被几个保安抬走 还不动怒 无论段休节怎么呼救 都无济于事 很快 两人就被保安抬到了门口 用力一丢 直接将段休节丢在地上 几个保安气不过 对着段休节 就是一顿抬脸 你们知道是我谁吗 你们敢打我 段休节狂怒的吼道 老子管你是谁 骂我是狗对吧 今天就让你看看 狗是怎么咬人的 兄弟们 揍他 几个保安对着段休节 又是一顿暴揍 直到段休节不停求饶 才停手离开 此时 段休节一脸猛逼地坐在地上 他浑身是伤 脸上更是鼻青脸肿 眼睛都肿了起来 啊 段休节几乎要气疯了 自从来到云城就不顺 不仅被夜晨那个废物打了 现在还被几个保安暴揍一顿 他可是江州王的儿子 全是滔天的大少爷 父老 你刚刚为什么不出手啊 段休节无比愤怒地质问起来 有高手 刚刚我被神秘高手的契机锁定 无法动弹 这个明珠集团不简单 这件事必须尽快汇报给江州王 我们暂时要避气锋芒 父老惊魂未定地说道 段休节也实相地闭上了嘴 什么鬼 仅仅依靠契机 就锁定了一个大宗师 让大宗师都无法动弹 那得是什么样的高手啊 段休节简直气到翻白眼 难道他就这样被白打一顿 还不能报仇 这不得气死他啊 不过 如果明珠集团 真有比大宗师厉害的人物坐镇 他还真不敢报仇 可连续两天被人揍 这口气 他实在是咽不下去 看来 还是得找夜晨报仇 就算是报仇 也得找阮柿子念 明珠集团高层 夜晨和柳妙英 站在落地窗前 居高临下地 看着狼狈的段休节 主人 看来江州王是 冲着我们明珠集团来的 您打算怎么办 柳妙英问道 调动资金 开始布局江州 江州王 就算他不来云城 我也要亲自去江州 摘下他的脑袋 夜晨淡然地说道 是 主人 柳妙英点头道 嗯 对了 我之前不小心车买多了 还有酒辆劳斯莱斯 回头你让人来 尹龙山庄去 就当是得结出 员工的奖励吧 夜晨交代了一句 离开了明珠集团 与此同时 尹龙山庄外 穆飞看着一排 酒辆劳斯莱斯幻影 整个人都惊呆了 嘴巴张得老大 眼中闪过无尽的惊喜 爸妈 大姐 快 快出来看 豪车 全是豪车 发财了 真的发财了 穆飞兴奋地 大声尖叫起来 穆家人听到穆飞的喊声 都纷纷跑了出来 看到一排劳斯莱斯 瞬间惊呆了 什么鬼 这么多豪车 而且清一色 都是劳斯莱斯 每一辆恐怕 都要近千万 这一排车 价值逼近一个亿 斯木婉晴也被吓到了 他这么多年 虽然很努力 将公司做得不错 市值也早就过亿了 可真正属于他 自己能动用的流动资金 其实并不高 别说酒辆劳斯莱斯 他顶天能买一辆 都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 他也不可能 花如此高的价格 去买车 毕竟 车最主要还是逮捕 从门面 基本上百万左右的车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赵兰和穆博 看到这么多豪车 眼睛都快冒出星星来了 天哪 哪里来的这么多豪车 穆博作为一个男人 对豪车几乎无法抵抗 这些车都是我的 穆飞傲然的挺胸 不由的大笑起来 什么 穆飞的车 这怎么可能 惊呆了 小飞 别闹了 你拿来的这么多钱 买这么多车 快说 这车究竟是谁的 穆婉晴呵斥一声 说道 他当然不信 这车是穆飞的 毕竟 平常穆飞的零花钱 还都是他给的 哪有钱买劳斯莱斯 真的是我的 穆飞激动的说道 前几天 段少不是被叶辰打了吗 他让我开车载他回去 可能是嫌疾我的车太差 就说要送我车 只是 我也没想到 他出手竟然这么大方 直接送了酒辆劳斯莱斯 这段少 简直太有实力了 穆飞激动的说道 对于段修杰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听到穆飞的话 几人顿时恍然大悟 是啊 谁有实力一出手 就是酒辆劳斯莱斯 恐怕只有江州王的大少爷段修杰了吧 段少出手竟这么大方 天哪 我早就说了 段少实力太强了 连送礼都送得这么赦人心魂 不得不服啊 我觉得 段少送礼 这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们婉晴的 或许 这是关系缓和的气节 赵兰和穆博开口说道 不行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收的 穆婉晴直接一摆手 说道 所谓无功不受禄 这一出手 就是酒辆劳斯莱斯 让他感到非常的担忧 毕竟 之前段修杰还被叶臣给打了 虽然穆家和叶臣没有什么关系了 可毕竟叶臣曾经是穆婉晴的前夫 这把段修杰打了 还收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 实在是不太像话 婉晴 你这么想就错了 段少为什么会送车 而且如此大手笔 其实 就是给我们证明他的实力 同时也告诉我们 他并未因为叶臣打他 就怪罪我们 如果我们不收 那岂不是让段少反而觉得 我们不懂事呢 穆博冷静地分析起来 是啊 大姐 大不了你就嫁给段少嘛 像这么有实力的姐夫 我可是求之不得呢 婉晴啊 你就别犹犹豫豫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既然段少礼都送了 我们回头给他更高的回报 不就好了 几人都劝说起来 这可是九辆劳斯莱斯啊 他们可舍不得送回去 穆婉晴内心还是有些犹豫 不过听到几人的劝说 也就没多说什么了 只是心中暗暗感叹 这下 欠段修杰的情更重了 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还 此时 穆博看了一眼穆飞 小飞 这九辆劳斯莱斯 你一个人可开不过来 这样吧 这车你大姐和二姐哥一辆 我和你妈一辆 你自己开一辆 剩下三辆 回头我们联系一下收车商 说不定一卖 就有几千万的金账 穆博直接将这些车子 都安排好了 对了 这件事 可不能让叶晨知道了 以叶晨那种厚脸皮 说不定就会死皮赖脸的想要开 我们得把钥匙给藏好了 这是段少送给我们穆家的 绝对不可能便宜叶晨 哪怕多出来 也不可能给叶晨白开 赵兰想到了这点 连忙警告几人 几人自然认同这个观点 毕竟 叶晨前面还打了人家段少 怎么好意思开人家送的车 就在几人商量的时候 叶晨也回到了引龙山庄 一眼就看到了 九辆劳斯莱斯 自然也看到了 穆家人围着车子的模样 他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走到第一辆劳斯莱斯面前 直接就拉开车门 就要坐上去 看到这一幕 穆飞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了 发了疯一样的疯狂幕后起来 叶晨 你干什么 你动我的车干什么 给我下来 我不允许你动我的车 穆飞像是发疯的颠狗一般 冲到叶晨面前咆哮起来 叶晨冷漠地看了一眼穆飞 我说穆飞 你是被揍得不够吗 什么你的车 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家了 大白天做梦呢 叶晨语气冷淡地喝道 这穆家人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见什么东西都说是他们的 就算是强盗 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吧 不是我们的车 难道是你的吗 我告诉你叶晨 这些车就算多出来 也没有你的份 我们已经分好了 你这种人 配开这么好的车吗 还有 你前几天可是打了断哨 现在断哨将这些车送给我们 你又想开 你怎么不跪在断哨面前 求求他呢 做人 要点脸吧 赵兰也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指着叶晨怒道 呵呵 断修杰送你们呢 我说穆婉晴 你们家是不是全都得了幻想症啊 知道这些车总价多少钱吗 你们是断修杰什么人啊 他要送你们这么贵重的车 叶晨逼得扫过穆家人 不屑地说道 穆婉晴本身也觉得 这些车送得太广贵 心中的确有些怀疑 可就算不是断修杰送的 这车也不可能是叶晨的啊 叶晨 你什么意思 人家断哨是什么身家 随手送点车 对你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 可对人家来说 就是毛毛雨 我看你就是嫉妒 穆婉晴嘴硬地说道 我嫉妒 穆婉晴 我真是服了你们的无耻 这些车都是我亲自去买的 你们却说是断修杰送的 我看你们的脸皮 简直比城墙还厚 真是笑死我了 叶晨忍不住大笑起来 穆家人的嘴脸 实在是让人觉得可笑 你买的 你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有什么资格买这么多豪车 真是搞笑 叶晨 你说车是你的 你怎么证明 几人忍不住嘲讽起来 叶晨也丝毫不惯着 他一拉开车门 直接将里面的大绿本拿了出来 狠狠地甩在穆家人面前 用你们的猪脑子好好想想 你们算什么东西 别人凭什么给你们送如此昂贵的豪车 真当自己试的东西了 仔细看 自己看吧 每一辆车的车主 名字都是我 叶晨 穆婉晴拿起其中一本大绿本 翻开一看 车主 叶晨 两个字映入眼帘 哄 瞬间 他脑子像是被雷电劈中一般 瞪大眼睛 身子猛然僵硬在原地 震惊 不敢致谢 赵兰几人也连忙拿过大绿本 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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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叶晨的名字 哄 晴天霹雳 这些车竟然真的全是叶晨的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不愿相信 更不敢相信 可大绿本是做不了价的呀 穆婉晴更是脸色一红 刚刚他还真的以为是段修杰送他的 现在这脸打的是啪啪啪的响 是啊 他算什么 凭什么人家段修杰要送这么贵重的车给他 只是 现在穆家人都彻底的梦了 这大绿本上全都是叶晨的名字 可叶晨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车 完全没道理啊 每个人心中都惊呆了 难道叶晨真的是个隐藏的富豪 随手拿一个亿出来买千万豪车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魄力啊 穆家人都不可思议的看着叶晨 叶晨 这些真的都是你的车 你哪有这么多钱买这么多豪车 穆婉晴不敢相信的看着叶晨问道 哼 区区一个亿而已 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 别说一个亿 就算百亿 千亿又如何 对于我来说 不过就是一串数字 叶晨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换做以前 指不定就要被穆家人一顿嘲讽 可这酒量劳斯莱斯摆在眼前 他们能说什么 可我们结婚三年 为什么 穆婉晴是想要问为什么他从不知道叶晨有这么多钱 这个问题 他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到 你们穆家人 可曾听过我说话 你们不就从心底认为我是个废物吗 哼哼 我说过 穆婉晴 你会后悔的 叶晨傲然的说道 穆婉晴的脸色一僵 看到叶晨说得如此兴师淡淡 他心中不由的一两 难道真的是他看走眼了 穆博和赵兰几人也吞了一口口水 平常被他们一口一句骂废物的叶晨 竟然是隐藏富豪 他们竟然将一个隐藏富豪赶出了穆家 还让穆婉晴和他离婚了 这这这穆博颤抖着走到叶晨面前 那个 叶晨啊 其实 你别误会 我们对你就是恨铁不成钢 我们是希望你好 毕竟 我们曾经是真正的一家人啊 是啊 是啊 你要是早点和我们说你这么有钱 我们怎么可能会为了激励你而骂你呢 穆博和赵兰两人尴尬的走到叶晨面前 不自觉的都感觉驼了点背 叶晨真要那么有钱的话 他们怎么也不可能得罪叶晨啊 真正的一家人 你们何时将我当成了一家人 我和穆婉晴的婚姻 在你们眼里 不过一文不值罢了 现在 在我面前装什么可怜 不觉得可笑吗 叶晨眯着眼睛 冷漠地看着几人 他从未想过隐瞒自己的身份 只是穆家人一直先入为主 所以才认为他是废物 现在 看到穆家人的嘴脸 却让叶晨觉得恶心 好女婿啊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我们的激励 你怎么可能知识厚勇 你看 现在不是很好 能够买得起这么好的车 其实 如果你想和婉晴复婚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啊 我们婉晴从始至终 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说对吧 赵兰铁着笑脸 笑呵呵地说道 复婚 我看你们试想太多了 不怕告诉你们 你们这段时间的做法 我一直看在眼里 穆婉晴 不得不说 你很做 将我对你最后的一丝感情和念想 都消耗殆尽 你我终究不过归于陌生人 叶晨冷漠地开口 穆婉晴羞愧地低下头 这一刻 他内心竟然涌现出一丝后悔的情绪 想到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似乎的确不太关心叶晨 对叶晨总是趾高气昂 一切 真的是他做错了吗 别别别 叶晨 有话好好说 我们都是善良人家 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吗 穆博连连摆手 坐起了合适楼 穆婉也凑过来 姐夫 我一直就说 你才是我的真姐夫 我们以前那都是逗你玩的 就是为了激励你 你看 这么多豪车 能不能送我一辆 我都还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呢 穆婉也跳出来 满眼期待地看着叶晨 是啊 叶晨 我也要一辆 这车开出去 我那群老朋友 肯定会羡慕死我的 我就要中间那辆 那个车排好 穆博也期待无比 听到两人的话 叶晨不由地大笑起来 无耻 人竟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他眯着眼睛 看着两人 我说 你们不需要的时候 就骂人是废物 绞尽脑汁地让我滚蛋 现在需要我的时候 就是好姐夫好女婿 真是太可笑了 你觉得你们配吗 叶晨冷漠无比 如果穆家人早对他好点 哪怕和穆婉晴离婚了 也不至于让叶晨如此冷漠 可惜 一切都是穆家人自作自受 他们在叶晨心里 已经没有任何存在感了 听到叶晨的话 穆博顿时声泪俱下 我真是有眼无珠啊 这么好的女婿 我竟然错过了 我该死 我真的该死啊 叶晨 你原谅我 我们重归于好 你如果不原谅我 我给跪在你面前 跪到你原谅我为止 姐夫 我也错了 只要你送我一辆劳斯莱斯 我也给你跪下 求求你 大人有大量 穆博和穆妃两人 竟然真的就跪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穆婉晴于心不忍 爸 你怎么能给叶晨下跪 叶晨文言 不由得微微一愣 看来 眼前这个明珠集团的经理 是将他当成了车行的员工了 叶晨淡淡一笑 并没有解释 他感受到对方眼中 一丝调侃的意味 但并未在意 毕竟 到了叶晨这种身份地位 他已经不屑 和任何人去证明自己 如果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跑来 要证明一下自己 那叶晨忙 也得忙死 很快车子就交接完毕 明珠集团的人 将车子一辆辆地开走 辛苦了兄弟 这是给你的小费 给我们明珠集团办事的人 我们都不会亏待 明珠集团的经理 抽出几张百元大钞 不由分说的 就塞进了叶晨的手里 随后 直接上车离开 叶晨看着手里的百元大钞 不由得感到好笑 这要是让云城顶级的大佬知道 恐怕会直接 吓出一身冷汗 给叶晨打赏小费 还真有人做得出来 叶晨无所谓的耸耸间 顺势将这些钱放进了口袋 而这一切 全都被不远处的穆飞看在眼里 他看着豪车被开走 整个人都梦了 特别是看到刚刚的场景 他脑子彻底变得一片空白 叶晨不是很有钱吗 大绿本不都是叶晨的名字吗 什么鬼 现在车不仅开走了 叶晨还拿被人小费 怒 狂怒 穆飞连忙拿出手机 拨打了穆婉晴的电话 姐 快喊爸妈出来 出大事了 真的出大事了 此时 穆家一家人正考虑着思考着 为什么叶晨会突然这么有钱 想着用什么方法能够缓和 他们和叶晨之间的关系 没想到电话却接到穆飞的电话 几人匆匆赶往庄园外 看到穆飞 穆婉晴疑惑地开口 小飞 发生什么事了 穆婉晴问道 撤 撤 被开走了 穆飞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众人看去 果然 刚刚还排成一排的酒量劳斯莱斯 现在全部见了 穆博直接瞪大眼睛 车 车呢 哪里去了 穆博满脸着急地问道 他还做梦叶晨 能够送一辆车给他呢 甚至还想好了 等开上了劳斯莱斯 一定要去以前那些老朋友面前 好好炫耀一番 结果 车没了 爸 我们都被叶晨给骗了 穆飞郁闷地说道 被骗 不可能吧 我们亲眼看到 那个大日本上的名字 是叶晨啊 这也做不了家呀 穆博怎么都不敢相信 爸 我亲眼看到的 那些车哪里是叶晨的 根本就是明珠集团的 叶晨有个屁的钱 他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差事 帮明珠集团送车 那些车全被明珠集团的人开走了 叶晨还收了几百块的小费 穆飞将自己看到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一下 穆家人全都惊呆了 在这种地步 婉晴 你之前有和明珠集团合作过 应该有明珠集团员工的电话 你快打个电话 去核实一下 赵兰想到什么 连忙开口说道 穆婉晴点点头 他之前和明珠集团合作过一次项目 和明珠集团的项目经理关系还不错 他拿出电话 拨打了项目经理的电话 很快 电话就接通了 喂 周经理 我是穆婉晴啊 我有件事 想要问您一下 最近明珠集团是不是购入了酒量劳斯莱斯 穆婉晴开口问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显得有些惊讶 穆总裁 你现在的消息 可是越来越灵通了 我这才刚刚接到的通知 你就已经知道了 没错 我们明珠集团购入了酒量劳斯莱斯 用来奖励优秀的杰出员工 周经理笑着说道 可是 那酒量劳斯莱斯的绿本上 好像都是同一个人的名字 是怎么回事 穆婉晴疑惑的问道 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不贵正常啊 集团方面购入的奖励 特别是车子房子这种贵重物品 可能都会统一放在某个人的名下 以便于到时候发放奖励过户 穆总裁 您怎么对我们集团的事情 如此上心呀 周经理有些警惕地问道 没 没什么 周经理 谢谢了 有空请你吃饭 穆婉晴挂掉电话 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 那酒量劳斯莱斯 根本就不是叶晨的 而是明珠集团购买来 奖励结出员工的 穆婉晴不由地露出一丝苦笑 他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装逼 简直就是打肿脸冲胖子 怒 震怒 穆博脸上顿时露出无尽的愤怒 他直接崩溃了 一想到自己之前 不仅抱着叶晨的大腿道歉 还得给叶晨下跪 跪了足足两个小时 一时间 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 该死混账叶晨 竟然敢骗我 让我一把老骨头给他下跪 真是气死我了 叶晨在哪里 我一定要让他跪回来 这个臭废物 我要他跪满一天一夜 这口气我咽不下 穆博气得就要去找叶晨报仇 几人气势汹汹地回到影龙山庄 冲向二楼 叶晨 你这个废物 给我滚出来 穆博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 咔嚓 叶晨将门打开 环步走了出来 冷漠地看着穆博 你还真是死性不改 刚刚是怎么求我的 见我不愿意送车给你 叶晨 我可以不计较 你撒谎吹牛的事情 只要你立刻去和段修杰道歉 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 让段修杰再次成为我们穆家的靠山 我就再给你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穆婉晴像是英勇就义一般 韩磊说道 那模样看着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听到穆婉晴的话 赵兰和穆博顿时急了 不行 我不同意 婉晴 你好不容易离婚了 怎么能再给他机会 他根本就不配 是啊 婉晴 你可千万不能犯傻啊 这要是让他抓到机会 以后还不赖死在我们穆家了 两人连连摇头 表示非常抗拒 婉晴都还没说完 他们反倒是争吵起来了 我说穆婉晴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还复婚 你根本就不配 你穆家一家人 不过就是蛀虫而已 至于什么狗屁段修剪 最好别让我见到他 否则 我弄死他 叶晴冷漠地看了一眼穆婉晴 转身就将房间门给关了起来 这话 让穆婉晴气得脸都憋红了 他们是蛀虫 那叶晴是什么 简直岂有此理 婉晴 看到没有 叶晴已经无可救药了 他中脸充胖子 还弄死段少 他有这个本事吗 赵兰气呼呼地说道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叶晴的背影 消失在眼前 心中生起一丝悲哀 叶晴一直以来惹是生非 他为叶晴承担了很多 也间接依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几次保住了叶晴的命 在穆婉晴看来 叶晴就是太不了解 上流社会那些真正大佬的行事风格了 就比如叶晴打了段修杰 为什么还能好端端呢 就是因为段修杰的境界太高了 以他的身份 不可能亲自和叶晴这种低层次的人动手 可这不代表段修杰就不会报复 一旦报复来临 叶晴恐怕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这时 穆婉晴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是段少的电话 穆婉晴不由得惊呼一声 快快接电话 终于联系上了 穆博连忙说道 穆婉晴调整了一下情绪 缓了一口气 连忙接起电话 声音有些颤抖 喂 段少 穆婉晴开口 是我 婉晴 我今天有点事情 手机忘记 但身上了 回来才看到 你打了不少电话 找我有事 电话那头传来段修杰的声音 段修杰当然不是没带电话 而是被明珠集团的保安狠狠揍了一顿 一整天都在医院里 疯狂的砸东西 发泄情绪呢 这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才给穆婉晴回来的电话 原来是这样 段少 其实 我就是想要和你说一声 明天就是我生日 我想邀请您参加我的生日会 上次叶晴对你动手 我一定会把他带过去 亲自给你道歉的 穆婉晴开口说道 好 我会参加 不过 婉晴 我必须得告诉你一句 我和叶晴之间的事情 不可能善了 他打了我 我必须要报复他 当然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 迁怒到你们穆家 这点 我要和你说一声 段修杰语气冰冷地说道 报复 段少 您会如何报复叶晴 穆婉晴心中一惊 声音颤抖地问道 我听说那小子很能打 这次我特地为他准备了对手 买是大宗师 就看他顶不顶得住 一个大宗师不够 那就两个 两个不够 那就十个 迟到他死 段修杰语气森然地说道 挂上电话 穆婉晴只感到自己头皮发麻 怎么样 婉晴 段少说什么了 他有因为叶晨怪罪我们吗 穆博紧张地问道 没有 段少说 他和叶晨的事情 不会迁怒我们 穆婉晴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只要段少不迁怒我们 那我们穆家就没事 穆博激动地大笑起来 我们穆家是没事 不过叶晨这次 恐怕真的要完蛋了 因为段少明确地说了 他要报复叶晨 而且还请来了大宗师 穆婉晴叹气地说道 什么 大宗师 私要知道 大宗师可是五道界顶尖的存在 一个大宗师 在任何一个城市 都足以称霸一方 哪怕宗师级别的强者 见到大宗师 那都得直接跪着磕个头 一般来说 只有最顶尖的势力 才有可能请得动大宗师 毕竟 大宗师一出 必定天崩地裂 可现在 不过是对付区区一个叶晨 段修杰就要请来大宗师 叶晨是有点拳脚功夫 可面对大宗师 恐怕人家一个指头 都能把叶晨捏死吧 死了也好 反正也是叶晨自己找死 和我们没有关系 都触动大宗师了 已经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情 真没有想到 段家的权势竟然如此之强 大宗师都能够随意去世 婉晴 这次 你千万不能再犯傻帮叶晨了 赵兰说道 慕婉晴苦笑一声 段修杰很明显 就是要叶晨的命 他又哪里有能去帮叶晨呢 此时 叶晨正在房间里 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周三秋打来的 喂 叶晨接起电话 淡淡地开口 叶晨 孙家已经宣布解散 全体孙家人都离开了云城 刘总裁命令我 正式接管了孙家的一切 周三秋开始给叶晨回报工作 嗯 听到叶晨的话 慕婉晴简直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在他看来 他已经给了叶晨足够的机会 可叶晨竟然一点都不领情 要知道 这次段修杰可不是在开玩笑 请来大宗师 叶晨的下场必死无疑 如果叶晨肯听他的话 现在就逃出云城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叶晨太狂妄了 你听听 他说的是什么话 让段少选好目点 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这小子 真是气死我了 慕婉简直被气笑了 他从未见过像叶晨这般没有丝毫自知之明的人 还管他干什么 他要找死 就让他去 反正段少说过 不会牵挪我们慕家 和我们又没关系 赵兰撇撇嘴 他心里只有慕家的利益 只要慕家没事 叶晨死了 比活着更好 慕婉晴也是彻底的失望了 好好 我倒要看看 他明天怎么收场 慕婉晴气急返校 他发现 叶晨已经膨胀到不可自拔的地步 以前 叶晨要么靠着慕家的地位 要么就靠着当小白脸 吃软饭的能力 保住自己的命 可这次 面对的乃是江州王段家大少 别说慕家 就算叶晨这次死皮赖脸 去求洛家那个小妖精 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洛家还不够资格 去管段家的事情 此时 叶晨已经来到了孙家庄园 孙家解散之后 孙思明遣散了收的那些弟子 带着家人离开了 孙家庄园自然就被叶晨派人接收了 周三丘得到叶晨力捧 自然顺利成为了云城一道态度 孙家庄园 也正式更名为药园 叶晨打算充分将庄园下方的灵脉运用起来 将整个庄园打造成药园 见到叶晨 周三丘等人匆匆赶了过来 见过叶少 周三丘恭敬地喊道 陆瑶在一旁 名模好齿地看着叶晨 显得有些羞涩 他有好几天都没见到叶晨了 不是他不想见 而是他真正地了解了叶晨的身份地位之后 内心无比清楚 想要真正有资格留在叶晨身边 就必须要更加努力 他在一道上有天赋 只要足够努力 那么叶晨就会有需要他的地方 就连柳妙英都只能成为叶晨的仆人 他又怎敢抱有太大的奢望 见过叶少 陆瑶也恭敬个弯腰 嗯 带我去看看吧 叶晨淡淡地开口 周三丘带着叶晨走进药园 叶少 您看 根据您提供的消息 我把药园中的这一整块地都掀翻了 可以说是绝地三尺 果然 孙家种植的灵药效果极佳 长势极好 就是因为灵脉散发出来的灵气加持 不过 因为这灵脉太过于深入地下 导致孙家人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灵脉的存在 若不是叶少提醒 恐怕打死我也想不到 这 周三丘对叶晨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要知道 这个灵脉深入地下 其散发出来的灵气 早已经被厚厚的土层给掩盖了 除非像周三丘一样 绝地三尺 否则 根本无法探查到地下的情况 而叶晨仅仅是来了一趟孙家 就察觉到了 这让周三丘明白 叶晨的实力 恐怕比他猜测的要更深不可测 不错 这灵脉的纯度不错 非常适合种植灵药 叶晨点点头 不由地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叶晨看的好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灵脉虽然稀有 可叶晨也见过 甚至拥有好几条大型灵脉 只是 那些灵脉 一般都出现在荒芜人烟的深山 或者极北之地 在城市中 基本上很少见 叶晨扫过药园中的灵草 这些灵药 都是孙家人种植的 叶晨问道 没错 这些灵草大部分都是三瓶以上的灵药 极为稀有 而且长势极好 也算是一笔大财富 周三丘兴奋地说道 他是江州一道太斗 可在种植灵草方面 始终被孙家压一头 以前 他以为是自己的能力问题 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 孙家能成功 和灵脉的关系很大 而且现在 孙家种植的一大片三瓶左右的灵药 简直是最宝贵的财富 要知道 周三丘曾经尝试过 种植三瓶以上的灵药 可无论如何努力 成功率都极低 种下十株 能有一株存活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这是因为 种植灵药 需要天地灵气作为养分 而灵药之间 为了汲取足够的养分 在同一空间中 就会相互掠夺 这就会导致大部分的灵药 在种植过程中 因为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枯萎 周三丘 对于眼前这一大片的三瓶灵药 可以说是看作了宝贝 财富 叶致文言 不由嫌弃地撇撇嘴 看来周三丘种植灵药的水平 还是太差了 就这三瓶灵药 叶致随手就能够种植出来 用灵脉来滋养三瓶灵药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于是 叶致大手一挥 周三丘 你灵脉周围的这几亩地上的灵药 全部给我拔了 叶致开口命令道 什么 周三丘怀疑自己听错了 将这些宝贝全拔了 开什么玩笑 种植这些三瓶灵药 需要花费的心思和时间 几乎不可估量 如果换 什么 垃圾 周三丘和陆瑶两人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开什么玩笑 叶臣说 三瓶灵药是垃圾 周三丘捏着鼻子 也就愣了 毕竟三瓶灵药 他花点时间 加上有灵脉滋养 他就能种植出来 可四瓶灵药也是垃圾 要知道 四瓶灵药可是非常稀缺的 在云城 哪怕是江州 只要四瓶灵药一出 必定会受到无数五道高手的疯抢 而且 孙思敏种植灵药的手法 还是不错的 这几株四瓶灵药 品质极好 可以说 整个云城未必能够找到 能与之匹敌的灵药了 哇 周三丘一咬牙 说道 陆瑶却舍不得 这可是四瓶灵药啊 陆瑶猛地站起来 或许 叶臣对种植灵药方面的事情 不太了解 更不了解这些灵药有多珍贵 如果现在建给这些四瓶灵药拔掉 未来叶臣绝对是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陆瑶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叶 叶少 我觉得你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就算您要责罚我 我也要说 四瓶灵药在整个云城都是极为珍贵的 您别看这些灵药好像不起眼 就觉得是垃圾 其实 这些灵药 不仅是炼制丹药最重要的材料 而且极难培育 陆瑶看着叶臣 表情有些害怕 眼神却极为坚定地说道 行了 瑶瑶 你说我不懂灵药 叶臣淡淡地说道 叶少 瑶瑶没有这个意思 他周三秋想要给陆瑶解释一下 陆瑶却跨前一步 叶少 真正懂种植灵药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将四瓶灵药拔掉的 这可是顶级灵药啊 陆瑶咬牙说道 顶级灵药 叶臣吃笑一声 他并没有计较陆瑶的无理 语气淡然 今天 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顶级灵药 叶臣一招手 顿时 一个黑影缓缓地出现 死神张也 见过主人 死神张也单膝跪地 四看到死神张也凭空出现 周三秋和陆瑶两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刚刚根本没注意到 这里还有其他人在 一时间 都吓了一跳 直觉告诉他们 眼前这个男人非常恐怖 神出鬼没 若是想要杀他们 恐怕不费吹灰之力 东西带来了吗 叶臣淡淡地问道 回禀主人 都带来了 此神张也掏出一个精致的瓷瓶 递给叶臣 叶臣抬起头 看了一眼周三秋和陆瑶 你们两个过来 叶臣招手 叶 叶绍 这里面的是何物 周三秋恭敬地走到叶臣面前 你觉得呢 叶臣淡淡一笑 将瓷瓶中的东西倒了出来 东西并不起眼 看上去像是种子 叶臣没有明说 其实就是在考验周三秋的眼里 这是种子 有股淡淡的药香味 应该是灵药的种子 不过我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种子 我学习一道这么久 系统地认识过灵药种子 还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 陆瑶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灵药种子 开口道 然而 陆瑶不认识 周三秋看到种子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天啊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啊 周三秋惊呼起来 师父 您怎么了 你认识这些种子 陆瑶好奇地问道 我也认不全 不过这其中几个种子 我曾在古籍中见过 全是八品灵药 特别是这里种子 乃是九品灵药火灵果的种子 周三秋震惊地说道 它虽然是一道太陡 可真正见过七品以上的灵药 都在古籍上 毕竟 灵药达到七品之后 那就是神药 根本不可能在市面上流通 除非那些真正通天的龙国大势力 才有可能会拥有七品以上的灵药 陆瑶也被震惊了 九品灵药的种子 天哪 这怎么可能 叶辰竟然有九品灵药的种子 这一刻 周三秋和陆瑶两人都傻眼了 刚刚陆瑶还觉得 叶辰根本不懂灵药 没想到 不是叶辰不懂 而是他的眼界 相比叶辰来说 简直就低入尘埃 叶辰连九品灵药的种子都有 三四品灵药 在叶辰眼里 岂不就是垃圾 不错 还有点眼里 连火灵果的种子都知道 叶辰淡淡一笑 但凡是七品以上的灵药 都是极为少见的 更别说是灵药种子 周三秋能一眼看出是火灵果的种子 算是有点见识了 叶辰 过奖了 周三秋甘大一笑 这里的灵脉虽然不大 不过 用对方法 种植这些高品质的灵药 也足够了 以后你和陆瑶就留在这里 专门培育这些灵药 叶辰吩咐起来 什么 周三秋和陆瑶文言 顿时大惊失色 让他们来培育九品灵药 这压力太大了 要知道 别说九品灵药 就算是八品灵药的种子 那也是极为珍贵的 这这 叶绍 我虽然对种植灵药有些研究 可我的能力 顶天了只能培育出五品灵药 别说九品灵药 就算是七品灵药 我也没这个能力培育啊 而且 这灵药种子价值连成 若是被我培育坏了 那摘了我的脑袋 我也赔不起啊 周三秋胆战心惊地说道 不用担心 今天我会留在这里 专门教你培育高品灵药的方法 以你们的基础 不会有问题的 叶辰一锤定音地说道 接下来 叶辰便留在了药园 甚至连影龙山庄都没有回去 这高等级的灵药培育 对叶辰来说非常重要 他必须重视 第二天 穆家人一大早就起来了 今天是穆婉卿的生日 穆婉卿已经邀请了不少云城的天骄 有江州王的大少爷参加宴会这个名号 基本上 被邀请的顶级云城大少 都答应要参加了 穆婉卿专门订了最奢华的酒店 要趁着这个机会 穆家和段家要达成更深的合作 甚至 他不惜对叶辰施压 非要让叶辰给段修杰道歉 甚至段修杰就算要叶辰的命 他也不会眨一下眼 就在穆婉卿画完精致的妆容时 赵兰却快步走来 婉卿 出事了 叶辰跑了 赵兰着急的说道 什么 叶辰跑了 怎么回事 穆婉卿疑了 昨天 叶辰就没有回隐龙山庄 我让穆飞去找 到处都找遍了 都没有看到叶辰的身影 肯定是知道 今天你的生日宴会 段少要对付他 所以他直接就逃跑了 赵兰撇撇嘴 鄙夷的说道 穆婉卿文言 不由得苦笑一声 昨天 叶辰还信誓旦旦 要段修杰找好目的 今天就完消失 真是可笑 他还真差点以为 叶辰是想到什么办法 对付段修杰了 结果 一切不过 都是他的缓兵之计 不过也是 面对段修杰 这样的顶级大少 谁又不怕呢 跑了就跑了吧 不用管他 如果他真跑了 那还算他有点脑子 反正生日会正常举办 这次生日会 主要就是抱紧段家的大腿 穆婉卿淡淡地说道 一直到了晚上 穆婉卿 已经将生日宴会的事情 都准备好了 云城天骄 一个接着一个都来了 可叶辰却依旧还没有出现 穆婉卿不由得感到可笑 之前 他无论怎么劝说叶辰 叶辰都嘴硬无比 说什么要让段修杰找好目的 见了谁 都说随手可灭 事实呢 叶辰也不是傻子 也是知道逃的 当然 穆婉卿并不知道 叶辰根本就没有想逃 只是他生日会 哪怕包括段修杰在内 其实对于叶辰来说 根本无足轻重 此时 叶辰正待在药园 足足一天一夜 他一边将八品和九品的 零药种子种下 一边给周三秋和陆瑶 讲解其中的要点 不听不知道 一听简直彻底 震碎了周三秋和陆瑶的三观 特别是周三秋 他作为一道太陡 从小就研究一道 对于种植灵药 那就是必修课 甚至 周三秋敢说 无论是江州还是云城 除了以前孙思敏之外 几乎没有人能够在 种植灵药这门技术上 和他比肩 可听着叶辰的讲解 他简直就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于叶辰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行了 全部种子已经种下 后续 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方式 精心呵护就行 记住 从今天起 药员除了你们两个 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 叶辰淡淡的说道 是 叶少 不过 我们是不是请一些人来看守 否则 有人强闯的话 我们怕是拦不住 周三秋担忧的说道 现在的药员 绝对是重中之重 是要是被人给破坏了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 都不够掉的 放心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叶辰淡淡的说道 话音刚落 忽然 一行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为首的人气势磅礴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他来到叶辰面前 恭敬无比 林天武见过叶少 根据叶少的命令 我将天武阁 近百弟子都带来了 请叶少吩咐 林天武开口说道 嗯 林天武 等会你随我去一个地方 然后从明天开始 你带领天武阁的人 镇守在药园 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 无论是谁 敢踏入此地 叶辰语气淡然地说道 是 林天武恭敬领命 看到这一幕 周三秋和陆瑶 直接惊呆了 林天武 天武阁的阁主 传说已经达到 大宗师境界的超级强者 思周三秋和陆瑶 万万没有想到 叶辰说的人 竟然是林天武 开什么玩笑啊 一个大宗师级别的存在 竟然只能 给叶辰看家护院 这换作别的大宗师 或许会觉得 这是一种羞辱 毕竟哪个大宗师 不是全是滔天 傲视灵云 让他们看家护院 这不是打大宗师的脸吗 可看林天武 不但没有一丝不情愿 反而眼中闪过无尽的期待 他们哪里知道 叶辰在林天武眼里 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别说让他看家护院 就算让他真当一条狗 他都愿意啊 叶绍身边的狗 那是谁都能当的吗 当初 林天武踏入宗师境界 在云城虽然有点势力 创办了天武阁 可却并未成为云城顶尖的势力 正是叶辰以一颗丹药之威 让他瞬间成为了大宗师 他所带领的天武阁 也一跃成为云城炙手可热的超级大势力 林天武一直想要帮叶辰做事 可叶辰始终没有松口 这次接到叶辰的命令 他毫不犹豫的就来了 他认定的就是一个死理 无论他现在在云城势力多大 在云城面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只要跟着叶辰 他的未来前途必定不可限量 这世界很大 云城 太小了 行了 你们就留在这里吧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林天武你跟我走吧 叶辰淡淡的说道 叶绍 我们去哪里 林天武笑着问道 突破大宗师之后 一直没有怎么出手吧 这么长时间 好像没有太大的长进啊 叶辰瞥了林天武一眼 淡淡的说道 叶绍 现在云城能让我全力出手的人太少了 林天武尴尬一笑 不是他自夸 的确 成为大宗师之后 几乎遇不上能让他全力出手的对手 是吗 今天晚上 或许就能遇到了 叶辰淡淡一笑 哦 我们去哪 林天武问道 去杀人 叶辰淡然的吐出两个字 与此同时 慕晚清的生日宴会也开始了 段修杰一出现 顿时引得众人忍不住尖叫起来 毕竟 江州王段家 可以说是名声在外 段修杰作为段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是未来段家的继承人 甚至很可能是未来的江州王 其身份地位之高 足以让人仰望 他的出现 自然能让云成那些天骄都闻风而动 慕晚清嘴角不由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今天的生日宴会 是他最满意的一次 不仅有段修杰这个未来江州王赏脸 还有这么多云成天骄 这个圈子 可以说是慕晚清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而现在 他却成为了这个圈子的中心 一切仅仅因为段家成为了穆家的靠山 这总算让他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慕晴雪的事业越做越好 让慕晚清都感到非常的羡慕和嫉妒 可现在看看 慕晴雪事业做得再好 恐怕也难凑起他生日宴会中 这些顶级圈子的公子小姐们 唯一遗憾的是 他邀请慕晴雪过来 却发现慕晴雪正在国外 邀请闺蜜陆瑶 却发现 陆瑶似乎有重要的事情 脱不开身 这让他觉得有些难受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和慕晴雪 陆瑶似乎走上了不一样的路 慕晴雪他们为了工作 将自己累个半死 可慕晚清呢 轻轻松松就混入了顶级阶层的圈子 难道陆瑶他们不知道 相比努力工作 圈子人脉 才是最重要的吗 慕晚清看了口气 不再多想 他决定好好利用今天晚上的人脉 为未来崛起 打好坚实的基础 此时 段修杰看了过来 婉晴 叶辰他废物呢 怎么不见他的踪影 段修杰淡淡地询问了一句 他今天晚上来这里 帮慕晚清庆生是其次 更重要的就是 他憋了一肚子的气 非要拿叶辰出气 不弄死叶辰 心里这口气 简直咽不下去 段少 我本来已经邀请了叶辰 可是 他可能猜到段少 你要报复他 所以他好像逃走了 慕晚清 紧张地说道 逃走了 像过街老鼠一样逃走了 这种废物 他以为他能逃的了吗 段修杰眯着眼睛 语气森然地说道 这 慕晚清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然而 就在慕晚清 想要说话的时候 包厢门忽然被人推开 只见 叶辰慵懒地倚靠在门上 语气淡然无比 逃 凭你区区段修杰 就能让我逃吗 我说 姓段的 我让你给自己的找的目的 你找好了吗 这话一出 包厢内的人 瞬间感到脑子爆炸 一阵头皮发麻 慕晚清更是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叶辰 他竟然真的敢来 慕晚清看到叶辰 整个人都懵了 叶辰不是逃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还敢当众挑衅段修杰 他是不要命了吗 本来段修杰就带着一股怒意 这下岂不正中下怀 果然 下一刻 段修杰看到叶辰 整个人都爆发出一股狂怒 小子 你竟然还敢来 段修杰怒目而逝 脸色冷冽到了极致 看到这一幕 慕晚清连忙走到叶辰身边 他小声地凑在叶辰耳边 叶辰 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立刻去给段少道歉 一定要诚恳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明白吗 慕晚清紧张地说道 最后的机会 叶辰吃笑地看着慕晚清 慕晚清真是鬼迷心窍了 为了讨好段家 他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让他道歉 真是可笑 段修杰满脸嘲讽地看着叶辰 双手环抱 在他看来 叶辰不过就是他手中 随意可以拿捏的小垃圾 在弄死叶辰之前 他要让狠狠地羞辱叶辰一番 跪下道歉吧 小子 别说云城 就算是江州 都没有人敢打我段修杰 你是第一个 我会让你知道 敢打我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段修杰眯着眼睛 语气森然地说道 什么 周围的人听到段修杰的话 顿时一个个都震惊了 这小子 竟然敢打段绍 那可是江州王的儿子 一时间 叶辰成为了众矢之地 所有人都对叶辰发起了围攻 小子 快给段绍道歉 连段绍都敢打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就是 知道段绍什么身份吗 快点 别磨磨蹭蹭 想要活命 就当段绍的一条狗吧 几人都不由地纷纷叫嚣起来 穆婉青连忙拉了来叶辰 叶辰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放心 只要你给段绍道歉了 我保证让段绍放你一条活路 你相信我 这点能力我还是有的 穆婉青着急地劝说着 叶辰眯着眼睛 缓步走向段修杰 所有人都以为叶辰是害怕 要给段修杰下跪了 没想到 叶辰走到段修杰面前 却突然停了下来 你要我道歉 叶辰淡淡地开口 道歉 只是第一步 小子 你相信吗 只要我一声令下 立刻就会有大宗师进来 将你的头摘下来 你和我之间差距太大了 段修杰眯着眼睛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周围的人再次震惊 大宗师 死不愧是段绍啊 竟然能够随意驱使大宗师 所有人都怜悯地看着叶辰 都认为叶辰活不过今晚了 看着叶辰丝毫不为所动 慕婉青急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怒斥起来 叶辰 你怎么永远都是这样不听劝 行 那我不管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不了每年这个时候 我给你烧点纸 慕婉青生气地说道 此时 段修杰却已经显得格外不耐烦了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叶辰 小子 你可笑的自尊 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立刻跪下来道歉 还是你想试一试大宗师的厉害 段修杰眯着眼睛 冷笑起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叶辰要认怂的时候 叶辰却忽然眼睛一凝 只见 他速度极快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段修杰的面前 愚蠢 上次被我打了不长记性 现在还敢来挑衅我 今天 送你下地狱 叶辰一伸手 就掐住了段修杰的脖子 谁都没有想到 叶辰会突然出手 父老 救命 段修杰惊恐地大喊一声 门外 父老猛然起身 正想要冲进酒店 拿下叶辰 只是 他刚一动 一道身影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这让他大惊失色 大宗师 竟然同样是大宗师 看到来人 父老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天武格格主 父老眯着眼睛 一语道破了林天武的身份 傅杰 不好好在江州待着 来云城做什么 林天武淡然地说道 为江州王办事 自然是哪里有事去哪里 林格主挡住我的去路 所为何事 父老眯着眼睛问道 没什么事 就是叶少说我不太长进 准备拿你来练练手 林天武笑着说道 父老眼中闪过一丝灵力的气息 浑身爆发出一股气势 林天武 我现在没空和你练手 让开 我还有要事 父老与其冰冷地说道 林天武自然不可能让父老离开 叶城吩咐过他 必须将傅权兰在酒店外面 他浑身爆发出一股气势 与其淡然 叶少说了 今天你和段家 那小畜生都得死 林天武微微一笑 道 什么 叶少 父老一直没有将叶城当回事 不过是一个小人物 既然段修杰想要杀叶城 那他自然就默许了 一个小人物的生死 根本引不起他半点的情绪起伏 可这一刻 父老从林天武的话中 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 叶少 林天武 你好歹也是一个大宗师 怎么 给一个小子当狗 父老语气嘲讽地说道 夫全 你真是不知所谓 我能给叶少当狗 那是我的荣幸 你知道你口中的小子 是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为何能突然到 众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都倒吸一口凉气 什么鬼 刚刚段修杰不是很牛逼 还说什么 有大宗师护佑 好像举手台族间 就能弄死叶臣吗 怎么还没怎么样呢 就耸了 直接给叶臣跪下了 半少 你疯了吗 你怎么给叶臣跪下了 您这么尊贵的身份 他怎么配啊 是啊 段少 您可是段家大少 怎么能给人下跪呢 叶臣 你是不是疯了 竟然敢威胁段少 还敢让他下跪 你不要命了吗 云成天骄们都震惊无比 在他们看来 江州王段家 那可是有着绝对权势的世家 段修杰闻言 顿时一阵头大 他愿意给人下跪吗 他现在担心的 就是叶臣出手 不说杀他 就算揍他一顿 他也难受 他必须认怂 拖延时间 等待父老的到来 只要父老来了 叶臣就绝对死定了 不是 叶臣 你别听他们的 我是真心认错 求你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只要你别动手 我保证你能得到 无比巨大的好处 段修杰低着头 眼中的利色一闪而过 有点意思 搞能屈能伸这一套 我说段修杰 你好歹也是江州王的儿子 为了活命 连尊严都不要了吗 叶臣嗤笑一声 道 尊严 算得了什么 段修杰脸色一僵 不过还是嘴硬的开口 对于他来说 尊严的确不算什么 他有权有势 当然不想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 只要他等到傅老出现 一切的尊严 他都可以亲手拿回来 叶臣瞇着眼睛 看着段修杰 对于段修杰的想法 他再清楚不过 一旦他身边那个大宗师来了 恐怕段修杰 又会是另一副嘴脸 段修杰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叶臣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你这一套 在我这里没用 段修杰脸色一变 他现在最害怕的是 没有等到傅老的到来 就被叶臣掀下手为强 他刚想说话 旁边的穆婉杰却急了 他怒视叶臣 差不多就行了 叶臣 段少都给你跪下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段少可是段家的大少爷 你就算扯能打了他一顿 到时候惹上了段家 那你一辈子就毁了 现在我命令你 立刻让段少起来 大家以和为贵 叶臣 给你台阶 你就要接着 不然 后果很严重 一旦段少将今天的事情 告诉他父亲江州王 他日 江州王清灵 将会是整个云城的末日 穆婉杰心中很急 他越是接触上流圈子 就越明白 像段修杰这种层次的大少爷 他们一旦被羞辱 必定会想方设法地报复 如果叶臣得寸进尺 那到时候 叶臣要面对的 就不是段修杰一人 而是整个段家 别说叶臣 就算是云城最顶尖的世家 恐怕都不可能是段家的对手 他觉得自己是在拯救叶臣 叶臣冷漠地看了一眼穆婉晴 你说的没错 叶臣缓步走向段修杰 将段修杰扶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穆婉晴终于松了一口气 叶臣终于明白了一回事例 他日 叶臣会感谢穆婉晴 今天的苦口婆心 这样就对了吗 叶臣 刚刚段少给你道歉了 你现在也给段少道个签 这件事一笔勾 穆婉晴坐着何事老 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刚刚将段修杰扶起来的叶臣 忽然 眼神一凝 随后一巴掌 就拍在了段修杰的脑袋上 哼 段修杰的脑袋 瞬间爆成一团血污 而叶臣仅仅是淡淡的甩了甩手 显得毫不在意 瞬间 整个包厢内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一幕 穆婉晴更是脑子轰的一声 变得一片空白 恐惧 害怕 瑟瑟发抖 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他们看到了什么 叶臣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把段修杰给杀了 那可是段修杰啊 江州王段凯的儿子 完了 彻底完了 叶臣捅破天了 穆婉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毫无一丝血色 眼神中的恐惧 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住 他指着倒在地上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段修杰 支支吾吾的开口 叶 叶臣 你到底在干什么 那可是段家大少 你 你竟然杀他 穆婉晴不敢置信的说道 段家大少 在我眼里 算个屁 一直蹦跆来蹦跆去的蚂蚱 杀了就杀了 叶臣漫不经心的说道 什么 听到叶臣的话 穆婉晴差点直接疯了 没听错吧 杀了就杀了 叶臣以为自己是谁 做错了事情 竟然还如此一副淡然的表情 绝望 无比的绝望 穆婉晴刚刚还一直想着 让叶臣和段修杰 化干戈为玉伯 一直在帮叶臣 只要叶臣道各歉 或许看在他的面子上 段修杰就不会和叶臣计较了 可现在一切都完了 杀了段修杰 那就是和江州王段家 有了不死不灭的仇恨 杀子之仇 不共戴天 可以想象 一旦江州王知道 段修杰被杀了 必定会震怒无比 到时候 不仅仅是叶臣 恐怕任何和叶臣有关的人 都要给段修杰陪葬 一想到这点 穆婉晴都感到头皮发麻 杀了就杀了 你说的倒是轻巧 叶臣 我一直以为你虽然混账 可至少有点自知之明 可现在我才发现 你已经彻底的疯魔了 连段修杰你都敢杀 你就准备迎接江州王的怒火吧 穆婉晴无比气愤的怒吼起来 此时 那些云城天骄们 见事情闹大了 一个个都往外跑去 谁都不想和这件事扯上关系 穆总 段少是你们杀的 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就当我没来 是啊 我还有事先走了 穆总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事情 希望你保密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快走 杀了段修杰 必定会惹怒段家 叶城完了 穆家完了 所有人都匆匆离开 穆婉晴更是心难了半解 今天是他的生日宴会 出了这件事 穆家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 叶城 你终于要害死我了 终于能毁了穆家了 你现在满意了吧 叶城 我恨你 穆婉晴狂怒地咆哮起来 叶城看了一眼穆婉晴 我的事情和你们穆家没有关系 别说区区一个段修杰 要是他江州王段凯赶来云城 我不介意送他下去 和他儿子相聚 叶城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随后转身就离开了 穆婉晴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听听 到了这个时候 叶城还在满嘴大话 他真是气到想笑 什么叫一想天开 杀了段修杰还不够 他还要杀江州王段凯 穆婉晴的眼里满是绝望 他很清楚 段修杰死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到江州王耳中 留给穆家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穆婉晴艰难地爬起来 急匆匆地赶回了隐龙山庄 而叶城却来到了酒店外面 他副手而立 看着眼前的两个大宗师 都显得非常狼狈 显然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此时 林天武和傅老都已经 受了不清的伤 看到叶城走出来 林天武转过头 咧嘴一笑 不得不说 林天武的确有些惨 不仅衣衫褴 浑身是伤 就连胳膊都断了一条 叶少 这老家伙还真是难对付 林天武苦笑一声 他虽然也是大宗师 可毕竟踏入大宗师境界 时间还短 而且还是第一次 和同样境界的大宗师对战 而傅全却不同 其踏入大宗师境界时间 已经不短 林天武能撑到现在 已经非常不错了 听到林天武的话 叶城还没开口 傅老九已经想到了什么 他震惊地看向叶城 小子 段少呢 傅老脸色凝重地问道 哦 那家伙 被我杀了 叶城淡淡地说道 什么 傅老震惊地看着叶城 他没有想到 叶城竟然真的敢杀段修杰 一时间 傅老整个人都汗毛倒立 段修杰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可段修杰的老爹 江州王段凯 绝对是一个不能招惹的存在 哪怕他是大宗师 也只能在段凯的手下做事 你竟然敢杀段少 你这是打算和整个段家做对吗 傅老震惊地怒吼起来 段家 还不配 叶城淡然地说道 段家不配 狂 太狂了 傅老整个人脸色冷了下来 段修杰在他的保护之下 被人杀了 这件事 他难辞其咎 如果今天不将叶城杀了 以后他根本无法给江州王一个交代 瞬间 狂怒的傅老浑身气势不断飙升 已经陷入了癫狂的境地 林天武 叶城 你们真的惹怒我了 今天 我要你们两个给段少陪葬 傅老狂怒之下 浑身的气势竟然硬生生地拔高一截 林天武大惊失色 刚刚他就 感觉自己和傅权之间的差距 已经落入了下风 现在 傅权气势更胜 林天武更加不是对手 叶城 小心 这个老东西实力很强 我不是他的对手 您快走 我拖住他 林天武开口道 走 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 小子 我要你的狗命 傅权暴怒的狂吼一声 整个人化作一道鬼魅 朝着叶城冲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林天武惊恐万分 不敢迟疑 立刻就闪身 想要挡住傅权 然而 暴怒之下的傅权 实力太强 林天武刚刚靠近 就被他的气势震开 在想要阻止的时候 傅权已经来到了叶城面前 只要一掌 就能将叶城给拍死 叶绍 小心 林天武大吼一声 哼 在我权力一击之下 没有人能够逃出升天 小子 算你命好 能死在我傅权手里 也算是你的福气 傅权轻蔑地看了一眼叶城 他都已经进了叶城的身 叶城却像是吓傻了一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这种废物 林天武竟然还愿意给他当狗 真是可笑 就在傅权想要杀了叶城 给段修权报仇的时候 叶城终于慢悠悠地开口 想杀我 凭你恐怕还不配 叶城淡然地说道 呵呵 我不配 真是可笑 我要你死 傅权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叶城还嘴硬 他狂怒地大吼一声 只是话音还没落下 叶城却忽然动了 只见 叶城轻描淡写地 扬起一巴掌 啪 就在傅权的拳头 即将落在叶城身上的时候 巴掌却瞬时响起 哄 一股狂暴无比的气势 瞬间炸开 传出一道破空之声 只见 刚刚还气势磅礴的傅权 竟然被叶城一巴掌 给直接扇飞了出去 宛若炮弹 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这一幕 顿时让紧张万分的林天武 瞪大了眼睛 什么鬼 什么情况 傅权可是大宗师啊 实力强横 全力爆发的傅权 对付两个林天武这样 刚刚踏入大宗师境界的武道高手 完全不是问题 可现在 如此强横的一个大宗师 竟然被叶城一巴掌拍飞了 这怎么可能 傅权也傻了 他刚刚只感受到一股恐怖道 让他完全无法抵挡的力量袭来 叶城的巴掌 看着很慢 可却让他完全无法躲闪 傅权恐惧地看着叶城 这一刻 他再傻也明白过来 眼前的这个叶城 竟然是一个超越了大宗师 达到传说中境界的恐怖存在 叶城才几岁啊 看上去 不过也就二十出头 怎么可能如此恐怖 你 你 你达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境界 傅权不敢置信地看着叶城 不敢置信地问道 哼 我的境界 又岂是你能懂的 叶城淡淡地轻哼一声 傅权闻言 道西一口凉气 虽然叶城没有正面回答 可能够一巴掌将他拍飞 就这个实力 已经达到了 让人闻风丧胆的地步 傅权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恐怕今晚 他也在劫南逃了 叶城冷冷地看了一眼傅权 忽然身形一闪 刹那间出现在傅权面前 朝着傅权的头上一拍 今天费你修为 留你一条狗命 带着段修杰的尸体 滚回江州 让段凯亲自来云城找我 一个星期没见到段凯 我亲自灭了他段家 段段段 段少死了 赵兰和穆伯两人直接瞪大眼睛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叶城竟然敢杀段少 开什么玩笑 叶城他怎么敢的 穆伯吞了一口口水 叶城他是疯了吗 杀了段少 就等于和段家 有了不死不灭的仇恨 这可不仅仅是叶城 一个人的事情了 任何和叶城有关的人 恐怕都会被他连累 穆伯瞪着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 这一下 穆家几人都彻底崩溃了 这一下怎么办 赵兰下的瑟瑟发抖 江州王段家 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根本连接触的资格都没有 真要见到了段家的人 他们连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立刻就能给他们 卑躬屈膝拍马屁 现在 莫名其妙就成为了敌人 这一切 都是叶城害的 怎么办 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那可是沙子之仇 江州王必定会不顾一切的报仇 为了能够报仇 他甚至会不惜毁灭一切 穆婉勤叹气地说道 如果叶城得罪的是 云城的某些世家 依靠他穆婉勤的关系 或许还有回转的机会 可那是江州王段家啊 穆婉勤拿什么去和江州王对抗 该死的 我就知道总有这样一天 叶城这废物 不害死我们穆家 他就不甘心啊 赵兰娃的一声 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行了 别哭了 婉勤 这件事必须重视起来 这样 我立刻安排 你和小飞出国避难 只要到时候江州王来的时候 你和小飞不在国内 他们必定只会找叶城 穆博脸色冰冷地说道 没用的 以段家的能力 无论躲到哪里 都逃不过的 穆婉勤苦笑一声 的确 段家的实力 已经强到极为可怕的程度 根本不是说跑出国 就能够躲得掉的 只要江州王想杀的人 基本没有什么活路可言 就在穆家人极度恐惧的时候 叶城却淡然地走了进来 看到叶城回来 一瞬间 他们内心积压的恐惧 无助 害怕 第一时间就宣泄了出来 三人冲到叶城面前 将其围住 叶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连段少都敢杀 你真的不要命吗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能杀段修杰的人很多 可你看谁敢 段家在江州 可是称王的角色 你是疯了 才敢去碰这个恐怖的印查吗 你是想害死我们穆家吗 难道一定要我们给你陪葬 你才满意 赵兰和穆博不由分说的 就对着叶城 怒吼咆哮起来 叶城眉头一皱 他眼神一明 懒得理会几人 正准备上楼 穆婉晴却绝望地看着叶城 叶城 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这么没脑子的一个人 亏我之前还想给你一个复婚的机会 可看看你 竟然完全不知道珍惜 杀了段修杰 图一时之快 到时候面对江州王段凯的报复 你知道 你要害死多少人吗 穆婉晴欺然地看着叶城 与其失望地说道 叶城闻言 顿时停下脚步 他转头看了一眼穆婉晴 穆婉晴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叶城离婚了 就没有复婚的可能 你真以为没了你世界就不赚了吗 我从没有想过和你复婚 所以 请你也别自作多情 至于杀了段修杰的事情 这事情 我做得我自己承担 我自己解决 也用不着你们费心 叶城语气冰冷地说道 听到叶城的话 穆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穆婉晴更是直接炸毛了 他猛地咆哮起来 你承担 你拿什么承担 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 难道你所谓的承担 就是拿我们的命 帮你赎罪吗 我们做错了什么 凭什么你闯的祸 要我们帮你负责 穆婉晴愤怒地质问起来 就是 你以为你是谁 面对江州王 还你来解决 人家江州王随便吐口谈 都能淹死你 懂吗 赵兰鄙夷地看着叶城 满脸的不屑 在他们看来 叶城和江州王斗 那就是皮肤汉术 江州王在你们眼里 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可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垃圾 我劝你们一句多做事 少说话 否则以后后悔的是你们 叶城撇撇嘴 冷漠地看着穆家人 说实话 穆家里 除了奶奶和穆清雪之外 叶城对其他几人 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如果不是当初穆家老爷子 用命给他们换来了现在的日子 或许 当初在穆家欠下巨款的时候 整个穆家就散了 可惜 穆家人不懂 更不明白 穆老爷子用命换来的人情 在他们无知的行为中 已经慢慢被消耗殆尽了 看着叶城上楼 穆婉清三人简直要气疯了 都这个时候了 叶城还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 还敢教训他们 真是不知好歹啊 我对叶城是真的服了 从未见过有如此无知的人 马上就要被江州王报复了 他却还在装 真不知道他的脸皮是用什么做的 还我们会后悔 我的确后悔 后悔当初 为什么要让婉清 嫁给叶城这个废物 真是气死我了 穆家人气得直骂人 可却无能为力 只能哀声叹气 与此同时 江州 段家门外 失去一身修为的父权证 抱着段修杰的 段少可是江州王最宠溺的儿子 在整个江州 段少就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任何一个世家 别说啥段少 就算骂一句 都将遭受到江州王段凯的报复 所在 平日里 段修杰在江州 可以说是指手遮天的存在 可现在 段少死了 这绝对是极为恐怖的一件事情 一旦让江州王段凯知道 必定会无比震怒 傅 傅傅傅 傅老 您这是怎么了 段 段少怎么变成这样了 守卫恐惧无比的问道 快 请江州王 傅老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解释 守卫文言 连忙恐惧的往庄园内跑去 整个人跌跌撞撞 满脸惊恐 很快 江州王段凯一家人 就匆匆的跑了出来 看到狼狈不堪的傅权 又看到头都被轰成血雾的段修杰 江州王段凯直接就惊呆了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敢杀他江州王的儿子 此时 段修杰的母亲更是直接崩溃 啊 我的儿 你怎么能丢下妈妈 天杀的 是谁杀了我儿子 小杰啊 妈没有你该怎么活啊 段修杰的母亲哭得死心裂缝 急紧晕厌 江州王段凯连忙过去将他扶住 然而 陷入绝望悲伤中的女人 一把抓住江州王段凯 疯狂地咆哮起来 滚 放开我 你不是江州王吗 你不是拥有滔天权势吗 怎么连你儿子都保不住 我你要立刻找出杀我儿子的人 我要灭他全家 将他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 我要把他的皮 抽干他的血 啊 段凯 你要给我们的儿子报仇啊 女人疯狂地发泄一通 直接晕厥过去 江州王段凯眼中含泪 他吩咐 随后 他缓步走到父权面前 与其冰冷到了极点 是谁 杀了我儿子 江州王段凯 与其森然地问道 是 云成一个叫夜晨的小子 傅老如实地说道 我让你去保护我儿子 你就把他的尸体带回来 傅全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 江州王段凯 满心的怒气无处发现 他盯着傅老 眼神宛若毒蛇 我想过就少爷 可云成新晋大宗师 天武哥哥主林天武 出手阻挡我 而我更是被废掉了修为 已经成为了一个废人 傅全苦涩地说道 什么 江州王段凯 眼神一眯 这才发现 傅全 似乎真的被废了 他大惊失色 要知道 傅全可是老牌大宗师 实力强横 怎么可能被人废掉修为 这怎么可能 那个林天武 不过新晋大宗师 怎么可能废掉你 江州王段凯 不可思议地说道 不是林天武 而是那个叫夜晨的小子 他一招废我 我怀疑 他已经达到了传说中那个境界 傅老悲痛地说道 这一下 江州王段凯的神情严肃起来 能一招废掉傅老 说明对方实力很强 你是说 他已经达到了半步人神境 江州王段凯 脸色凝重地问道 众所周知 五道境界之分 是非常清晰的 宗师之下 接楼椅 只有达到宗师境界 才能够开宗立派 就比如林天武 当初创办天武阁 就是因为达到了宗师境界 宗师之后 便是半步宗师 再之后 便是大宗师 父权 林天武现在就属于大宗师境界 大宗师对于一般的武道高手来说 那绝对是毕生的追求 很多人穷极一生 都没有办法突破到大宗师境界 而大宗师之后 虽未成神 却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 能够想象的实力 甚至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大宗师之后 还有境界的划分 半步人神境界 只有突破了大宗师 达到半步人神境 才算是真正开始 由人到神的的转变 实力也会有断层式的提升 一个大宗师 哪怕修炼再久 面对一个半步人神境的强者 都不过是个蝼蚁 没错 能一招废了我 必定不可能是同境界的大宗师 而且 那小子看上去 不过才二十多岁 这太恐怖了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 如此精彩绝艳之辈 傅全想到叶臣那恐怖的手段 一时间没忍住说了出来 说到一半 发现自己失言 连忙闭上了嘴巴 江州王段凯 脸色冷峻无比 敢杀我的儿子 我不管他是谁 都必须付出代价 就算他是半步人神境 我也要他给我儿子陪葬 江州王段凯抬起头 看着傅老 傅老心中一惊 感受到段凯的眼神 不由地匍匐在地 傅老 你在我段家这么多年 尽心尽力 的确值得鼓励 不过 这件事你难辞其咎 你也老了 我怕我儿子在 江州王淡淡的开口 傅老心中一片凄凉 他不敢置信的看着段凯 要知道 他在段家这么多年 凭借着一身的武力 给段凯做了很多 见不得人的事情 可现在 他没有了修为 段凯却要羡慕杀驴 傅全欺然一笑 并没有反驳 也没有求饶 在江州王段凯的面前 他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傅全重重的叹了口气 下一刻 江州王段凯却一巴掌 消息一公告出去 整个江州就震惊了 什么 江州王段凯的儿子死了 天哪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动江州王段凯却的人 这下 要翻天了 果然 几乎不到两天的时间 江州王段凯却 庄园 已经有不少势力赶过去了 整个江州都在关注着段凯却的动向 就连云城不少势力 也都派人去了江州 此时 江州王面色冷峻地坐在庄园中 气势磅礴 在江州 段凯就是王 一辆辆豪车 大排长龙 朝着庄园进发 有眼间的路人 认出这些车辆的主人 一时间 都大惊失色 天哪 快看 那不是天门大佬楚中云吗 他竟然亲自来了 江州王段凯却的实力也太强了吧 不仅仅是天门 你看 地门的大佬们也都到了 龙门的天骄全都到齐 可怕 魂门的大佬 我要晕了 江州四门齐出 到底是谁惹上了江州王 这下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所有人都寒蝉若惊 要知道 江州除了断家之外 几乎被四门掌控 天地龙魂 代表着四个江州最强大 最无敌的势力 天门 传说其培养了无数武道高手 在天门之中 宗师遍地走 大宗师也不在少数 甚至还有超越了大宗师的人神存在 一个天门 其代表的就是江州最强的武道势力 基本上 在江州 无论是什么势力 惹上了天门 都必死无疑 地门 据说乃是培育杀手和情报的机构 其培养出来的顶级杀手 就算在海外的杀手排行榜上 都是赫赫有名的 而且地门的情报部门 极为恐怖 不仅仅局限于江州 甚至整个龙国 都被地门的情报部门所入侵 很多得罪地门的强者 甚至连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了 他们的杀手 无孔不入 被地门的人盯上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活路 龙门 一个掌控了江州最恐怖战力的地方 虽然龙门的人 不比天门的人厉害 可天门讲究的是 修炼个人武力 而龙门不一样 他们麾下 有近十万的忠勇死士 龙门出击 死士当遮天蔽日 震慑人心 龙门不仅是江州门人 最多的门派 就连江州战部 都得仰仗龙门鼻息 十万死士出击 就算是人神 也得掂量掂量 毕竟 人神再强大 十万人 就算让他杀 也得杀到手软 魂门 传说中 聚集了江州所有 奇门怪术的门派 他们的门人擅长用毒 暗杀 各种刁钻的方式 层出不穷 这也是最神秘 最让人防不胜防的 一个门派 所有人都震惊无比 难怪段凯 能够成为江州王 原来 他已经将江州四门 掌控在手里 有这样四股力量 谁敢和江州 断家为敌 无论是谁 杀了段修杰 他必定会付出 极为惨痛的代价 此时 整个江州的势力 都无比震惊 几乎在同一时间 所有人都命令 自己家族的子弟 立刻回家 整个江州 仿佛笼罩在阴暗之中 滚滚的乌云 扑天盖地而来 仿佛预示着一场 极致的杀戮 即将到来 这下 云城的天要变了 江州四门 从我记事以来 似乎还没有 一起出动的时候吧 段凯不愧为江州王 竟然能够号令四门 恐怖 太恐怖了 到底是谁敢招惹 如此恐怖的断家 好像是云城天武 格格主林天武 还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叫什么夜城的 林天武我倒是知道 突然晋升为大宗师 整个人都飘了 在云城 大宗师或许是稀罕物 可在江州 特别是在天门中 大宗师又能如何 四门其出的消息 在江州疯狂的传播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谁都知道 段修杰的死 让江州王段凯震怒 这不仅仅是要报仇了 这是要立威啊 云城威夷 江州这么大的动静 云城各大势力 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云城落家 洛明城坐在主位上 手中拿着拐杖 洛明远和洛青秋两妇女 也在大厅内 洛明远看了一眼洛明城 爸 这次的事情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已经有消息传来 江州王段凯 召集江州四门 剑指云城 这次波及的范围之广 前所未有啊 叶城和林天武首当其冲 我们也要尽快做准备了 洛明远着急地说道 江州王段家的实力太强了 哪怕是洛家 在这场较量中 都显得无足轻重 甚至一个不注意 很可能被殃及吃鱼 做什么准备 洛明远倒是显得非常淡然 问道 这件事本就是叶城 和林天武的事情 和我们洛家本没有关系 我们要做的 就是和叶城 还有林天武撇清关系 这样一来 必定能免受波及 洛明远开口说道 爷爷 爸 千万不可 越是到了危机时刻 就越能出现机遇 我们洛家一直和叶少 是同个阵营的 这么久的时间 让我们洛家在叶少心里 多少有了一些地位 如果这个是偏向断价 那我们以前的努力 将前功尽弃 洛青秋直接站出来反驳道 前功尽弃 总比洛家被灭强骂 叶城的胆子太大了 他杀的可是断家的大少爷 叶城再强 难道还能比江州王更强骂 大厅内 几个云城大佬围坐一桌 每一个都是云城 极具权势的存在 苏家家主苏天花 陈家家主陈锋 云城地下皇帝 邢家家主邢振雄 天语集团吴天语 甚至本应该离开云城的 孙家孙思敏 竟然也在 苏家主 苏天花扫过众人 这次的事情 想必你们都应该听说了 叶城杀了江州王段凯的儿子 段凯召集江州四门 大有灭云城之势 苏天花淡淡地开口 这是确实如莽 江州王段凯的实力太强了 听说江州天门更是高手无数 这下云城真的危险了 陈锋点头说道 陈家主说得没错 这次请各位来 就是想让各位商讨一下 当江州王段凯 清零云城之际 我们该如何站队 苏天花深吸一口气 将话题抛了出来 还想什么想 当然是战队江州王 叶城是厉害 是强 可他怎么能和江州王比 我知道叶城很有实力 起码是大宗师级别 可在江州天门眼中 区区大宗师根本不值一提 孙思敏直接开口说道 原本 孙思敏在叶城的威胁之下 已经全家离开了云城 去了江州 本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没想到 叶城竟然杀了段家大少爷 惹怒了江州王段凯 这一下 让孙思敏看到了报仇的希望 一个人偷偷地前回了云城 只要叶城被江州王杀了 那他就完全可以在云城东山再起 孙家主 你的确有点小看叶绍了 当初灭七彩医药集团的时候 叶绍不仅调动十万勇士 连战步都能够调动 未必叶绍就会输啊 行政雄皱着眉头说道 自从叶城给他治好了身体的影集之后 他就对叶城可以说是死心塌地 加上 之前灭七彩医药集团的时候 叶城表现出来的实力也并不弱 所以 他从来没有考虑什么战队的事情 完全就是死心塌地的跟着叶城 行家主说的不错 叶绍的实力的确很厉害 所以我们必须得斟酌清楚 江州王段凯却飞长人 一个不好 我们这些所谓的世家 很可能会毁于一旦 苏天花模棱两可的开口 苏家主 你怎么看 苏思敏问道 怎么看 其实 这次的事情很简单 主要就是看战步的行动 如果战步不动 那么叶城必输无疑 如果叶城能调动战步 或许才能和江州王有一拼之力 苏天花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陈家家主陈锋 因为 陈锋和战步的严兵关系很好 必定听到了什么战步的风声 陈家主 你觉得战步这次会出手吗 孙思敏问道 战步的事情 我哪能清楚 不过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 龙国方面 必定不可能扩大影响 江州王同样能调动江州战步 所以我觉得 大概率 两方战步都不会有什么动静 陈锋笑着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各位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保住自己的利益 江州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苏天花眯着眼睛 淡淡的开口 啪 行政雄第一个站起来 猛的一拍桌子 苏天花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洛老不来了 我行政雄誓死追随夜少 你要是叫 我们来投靠段家 就死了这条心吧 行政雄一拍桌子 转身就走 陈锋尴尬一笑 也缓缓站起来 那个 苏家主啊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陈锋更上行政雄 快步离开 吴天宇轻哼一声 也转身就走 对于他们来说 苏天花简直就是在死亡线边缘来回蹦打 在云城 没人敢背叛夜尘 苏天花作为苏家家主 这眼界实在是太低了 竟然以为江州王段凯 能够在云城舞弄风云 真是可笑 几人一离开 只留下苏天花和孙思敏 两人面面相去 在他们看来 夜尘得罪了段家 随后鼓动一下 就能让他们站在夜尘的队里面 可现在 情况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苏家主 他们简直不可理喻 这个时候 竟然还站在夜尘这边 江州王段凯的实力 那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会为了自己的选择 而后悔的 孙思敏愤怒地说道 他现在将一切都压在了江州王段凯身上 只要江州王段凯能杀了夜尘 那孙思敏就有机会能够重振孙家 他现在不能失去苏天花的支持 苏天花眯着眼 他太了解江州王段凯的实力了 仅仅是江州四门 别说云城 就算放在龙国 那也是一股极为恐怖的实力 夜尘拿什么和江州王段凯斗 一直以来 苏天花其实也了解夜尘的实力 当初灭七彩医药集团的时候 夜尘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震惊 可和江州王段凯一比 又差距太大了 苏天花面临一次抉择 他自认为自己比他人的眼光更准 孙家主 你不用担心 这次只要云城站步不动 夜尘必死无疑 哪怕夜尘在站步的关系再硬 龙国方面 不可能让江州和云城的站步 相互动粗 所以 夜尘没有理由能赢 苏天花最后缓缓地开口 在他看来 夜尘最大的依仗 就是云城站步 如果云城站步不出手 夜尘拿什么和江州王斗 就算夜尘再喊来十万五道高手 能和江州龙门比吗 能和江州天门比吗 更不要说江州还有地门 魂门虎视眈眈 怎么去想 夜尘都必输无疑 听到苏天花的话 孙思敏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没错 苏家主 你说得太对了 夜尘这次必死无疑 放心 只要夜尘这次死了 以后的云城 你苏家需要的一切丹药 都有我孙家提供 孙思敏眯眯着眼 说动 与此同时 沐家人也收到了消息 沐婉晴整个人都傻眼了 整个人都感到一阵恐惧 沐家 沐婉晴呆滞地看着天空 爸妈 我们这次真的完了 听到沐婉晴的话 沐伯心中一惊 婉晴 又发生什么事了 沐伯这段时间 可以说完全处在恐惧之中 每时每刻都害怕断家杀来 沐婉晴刚想说话 却看到夜尘从楼上走了下来 沐婉晴整个人瞬间炸毛 猛地站起来 冲向夜尘 发疯一般地嘶吼起来 夜尘 你不是说断家的事情 你承担吗 你解决吗 你怎么承担的 怎么解决的 现在 断家召集江州四门 十万死士 要屠戮云城 都是你害的 我们全部都要给你陪葬 满意了吗 你满意了吗 屠戮云城 夜尘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沐婉晴 江州王断楷的确有点能力 可还没到有资格屠戮云城的地步吧 这沐婉晴的眼界 实在是太低了 沐婉晴 我说过了 这件事我会解决 不用你管 夜尘皱着眉头 觉得沐家人真是多管闲事 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 却喜欢被夜尘指手画脚 区区一个江州王 就吓得他们哭爹喊娘的 让夜尘都感到非常的无奈 可看到夜尘这个态度 沐家人就不爽了 明明是夜尘害得他们 要承担被江州王灭掉的风险 夜尘却还趾高气昂 我说夜尘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惹了什么人 你听说过江州四门吗 赵兰怒视夜尘 语气愤怒地质问起来 江州四门 是什么玩意 没听过 夜尘鄙鄙夷地说道 对于江州的势力 夜尘的确了解的不多 而且 他也不想去了解 因为这些势力根本就不值得夜尘去注意 能让夜尘关注的势力 无疑不是海外那些超然的顶尖势力 那也是极少数的 甚至 那种势力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的高度和级别 夜尘回答得很轻松 可在沐家人看来 连江州四门都没听说过 只能说明夜尘的眼界实在是太低了 难怪夜尘不怕 这世界上 什么人最无拘 那就是无知的人 夜尘不了解江州四门 自然就不了解江州王段凯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所以 夜尘敢杀段修杰 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也就能说得通了 听到没有 他根本连江州四门都不知道 简直太无知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罪了怎么样的存在 赵兰气急败坏地指着夜尘满脸的怒意 木婉芹看着夜尘 心中对夜尘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 不过 他还是忍住了内心的愤怒 他清楚 这次一定要和夜尘彻底的断绝关系 才能够真正地保存木家 木婉芹深吸一口气 看着夜尘 夜尘 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好好谈一谈 木婉芹开口问道 夜尘看了一眼木婉芹 对于木家 夜尘已经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感情 甚至连怜悯都被消耗殆尽 他只觉得木婉芹几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见木婉芹如此郑重 夜尘点头 行 你要怎么谈 夜尘问道 夜尘 自从我们结婚 到我们离婚 我木家从未对你有过亏钱 我木婉芹也从来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对吧 木婉芹眼神冷峻地问道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认可 夜尘淡淡地说道 你认可就好 我们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再住一起 是不是很不合适 以后你要找别的女朋友 难道也让她住在木家吗 好聚好散 我们离婚了 那就说明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再怎么纠缠不休 我也不可能和你复婚 这样下去 对谁都不好 你说对吧 木婉芹满脸无情地看着夜尘 与其看似轻柔 却给人一种异常坚定的感觉 夜尘皱着眉头 狐疑地看着木婉芹 这不是木婉芹一家人 赖在影龙山庄不走的吗 你说得不错 你们完全可以搬走 我们之间可以断绝一切关系 可脸皮厚的似乎是你们吧 夜尘语气淡然地说道 听到夜尘的话 木婉芹差点没有忍住暴怒了 什么鬼 夜尘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他难道又想说 这影龙山庄是他的了吗 这简直就是强盗 无耻 夜尘 你现在纠结这个有意思吗 你要记住 不是我木家欠你 而是你欠木家的 你明白吗 木婉芹说道 夜尘本不想搭理木婉芹 可听到这句话 夜尘却不由地一愣 的确 虽然不是他欠了木家 可苏子双却欠木家老爷子一条命 明白 不过你要搞清楚 我是欠了木家老爷子的秦二爷 夜尘说道 这话一出 木家人顿时眼睛一亮 不管是欠谁 反正是欠我们木家的 夜尘 我一直以为你虽然能力不行 可多少是个男人吧 欠了我们木家的 你难道不要还吗 做人不能这么无耻的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赵兰和木博两人顿时就用上了激将法 怎么还 夜尘冷漠地看着木家人的表演 语气依旧淡然 还能怎么还 你不是一直说这个影龙山庄是你的吗 既然要还人情 那从今天起 你就搬出影龙山庄 我们之间的恩情就一笔勾销 对 搬出去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赵兰立刻就提出了要求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夜尘赶出去 只要赶走夜尘 那木家和夜尘就再没有一点关系了 夜尘没有理会赵兰 而是看向木婉晴 你确定吗 用木老爷子的恩情还这个影龙山庄 我提醒你们一句 只要木老爷子的恩情在 你们就算做得再过分 我也未必和你们计较 而你们依旧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这是老爷子用命给你们争取来的 如果一旦我离开这里 将影龙山庄送给你们 那木老爷子最后那一点恩情 就会从此烟消云散 而你们和我之间 便从此成为陌生人 夜尘淡定地看着几人 缓缓地开口 木婉晴感受到夜尘眼中的冷漠 一时间有些犹豫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赵兰和木博两人 却已经迫不及待了 夜尘好不容易松口 他们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 至于什么恩情 夜尘能还什么恩情 还说得头头是道 几年来吃着木家的软饭 还以为木家沾了他的光呢 像夜尘这种废物 还喜欢惹是生非 木博和赵兰早就不想 和夜尘扯上半点关系了 婉晴还犹豫什么 快答应他 赵兰连忙催促道 木婉晴深吸一口气 叹凝视着夜尘 心中有些感慨 夜尘这次得罪了江州王 恐怕这次一别 也算是永别了 我确定 夜尘 从今天起 你离开影龙山庄 随后我会发布声明 你与木家之间 从此再无瓜葛 你欠木家的情 就当你已经还了 你与我木家 从此为陌生人 木婉晴眼神坚定地说道 夜尘看着木婉晴 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木家人心意已决 他也不会抢救 夜尘淡淡一笑 行 影龙山庄属于你们了 如果需要更换护主 直接找木卿雪就行了 夜尘说完 转身就往外走去 恩情还玩 总算一身轻松 对于夜尘来说 一个影龙山庄 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他想要 随时可以 有比影龙山庄更加完美的住处 夜尘之所以一直容忍木家 就是因为木老爷子的恩情 现在 木家人让夜尘用影龙山庄 彻底抹平了木老爷子 用命换来的一场 破天富贵 真不知道木老爷子 泉下有之 会不会气活过来 夜尘转身 直接走出了影龙山庄 木博和赵兰等人 纷纷来到影龙山庄门口 确认夜尘真的离开了 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终于把夜尘 这个扫把心胆走了 简直太好了 木飞见到几人这么高兴 不明所以地走过去 爸妈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夜尘这废物失去哪里 木飞好奇地问道 小飞 大喜事 夜尘这个废物 终于被我们赶走了 赵兰喜笑颜开地说道 真的吗 以后他都不住这里了 木飞只感到一股 巨大的惊喜袭来 不仅不住这里 以后夜尘和我们恩断义绝 再无瓜葛 赵兰大笑着说道 仿佛摆脱了夜尘之后 木家就会迎来巅峰的崛起 哈哈哈哈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我岂不是可以回家了 不用再受夜尘的气了 妈蛋 等我回到影龙山庄 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几个看门狗给开除了 真是气死我了 木飞眼含热泪 这段时间 他可以说真的是太憋屈了 每天的日子 都像是胸口憋着一股气 差点没把木飞给憋死 当然可以回家了 我们木家总算摆脱了夜尘的魔咒 以后我们木家才算真正要崛起了 赵兰满脸期待地说道 妈 小飞 你们能不能消停一点 现在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我们自己是清楚 夜尘和木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江州王或者别人知道吗 谁又能保证 江州王不会迁怒我们呢 木婉晴还算比较冷静 提出了问题 没错 婉晴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木博皱着眉头问道 这还不简单 我们以秦院公司的名义 发布声明 断绝和夜尘的一切关系 这样就能完全撇清关系了 木飞直接开口说道 不行 之前我们曾经发表过了 可效果不大 毕竟秦院公司的名声还不够大 很多人并不会关注我们木家的动态 必须想过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 木婉晴摇摇头 否决了木飞的提议 因为 和夜尘断绝关系的声明 其实以前就发过 可木家的地位 在云城还算不上多高 也就一些和木婉晴 打过交道的公司知道 那些顶级的圈子 完全就不知道这一份声明 一时间 几人都觉得有些困难 想破脑袋 也没想出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赵兰眼睛一亮 既然发表声明不行 那我们就挨个通知 那些顶尖的集团和势力 我们都亲自将声明发送给他们 这样 他们就算不关心 也算是接到通知了 只要通知的人够多 那这份声明 实际上就已经起到了效果 赵兰连忙开口说道 可是 那些顶尖的集团 我们如何能联系到 木博摇头道 这还不简单 别忘了 秦雪可是云城商会会长 那些顶级集团的联系方式 他基本上都有 而且前段时间 我还无意中看到一份通讯名单 我偷偷给藏了起来 里面包括洛家 行家 苏家的联系方式都有 赵兰傲然地笑道 听到赵兰的话 几人都顿时激动起来 这绝对是一个好办法 说起就做 木家人开始整理云城 顶级势力的联系方式 几乎在当天的同一时间 发送出去 随后 木婉晴拿出手机 给叶晨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了 什么事 叶晨的声音冰冷 听不出丝毫的感情 没事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你在引龙山庄的东西 我都会让人打包 你给我一个地址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另外 还有件事 我已经给云城所有势力 都发送了断绝关系声明 以后你做事还是小心一点 你不会不会再有人 看在木家的份上 给你面子了 木婉晴开口说道 叶晨嘴角 露出一丝嘲讽 木婉晴啊 木婉晴 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还特地给所有势力 发送断绝关系声明 真是太可笑了 哦 我知道了 叶晨冷漠地应了一句 叶晨 你也不要怪我 没有了木家庇护 虽然以后你会过得很凄惨 可我还是想劝告你一句 要想活命 就要丢掉尊严 你要是能立刻去江州 给江州王求饶 或许还能留有一条命 木婉晴开口劝说起来 我的事 不用你管 叶晨语气冰冷地说道 哼 你以为我想管你吗 我也是好心 你到时候被江州王抓到 又得哭天喊地地来求我木家 我们木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不是什么事都能帮你解决的 木婉晴生气地说道 叶晨文言不由地被逗笑了 木婉晴还真是自视甚高 真以为自己在云城有地位了 木婉晴 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谁求谁还不一定呢 说不定是你们木家人 到时候跪着求我回去呢 叶晨淡淡地说道 呵呵 这个你就不要做梦了 好自为之吧 木婉晴生气地挂上电话 与此同时 云城所有顶级势力 都受到一份署名为 秦远公司的声明 一开始 大多数人都没有当回事 毕竟 很多人甚至连秦远公司 是什么玩意都不知道 然而 当看到声明的时候 整个云城顶级势力都震撼了 骆家 骆明成坐在大厅内 看着那份断绝关系声明 整个人都惊呆了 骆青秋也吞了一口口水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爷爷 我没有看错吧 这上面说 穆家要和叶城断绝关系 还把叶绍赶出了引龙山庄 这个穆家是疯了吗 就因为叶绍和江州网友过节 他们就羡慕杀驴吗 骆青秋简直不敢相信 穆家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有时候 人的眼光格局 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穆家 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废物家族 到现在连我都耳熟能详 完全就是因为叶绍 虽然叶绍很少提及穆家 可只要他和穆家人住在一起 那任何势力 都要给穆家三分薄面 就我知道的 穆婉晴这段时间 拿下的项目 几乎全都是哪些集团势力 暗中卖给叶城面子罢了 将叶城赶出穆家 就等于穆家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未来 洛明成不由地苦笑 说道 像叶城这种身份的存在 哪怕是洛家 挖空心思都没办法成为叶城的心腹 他们求爷告奶奶 也只得到一个机会 能帮叶城做事 可穆家却还要将叶城赶走 真是无知 真是可笑 穆婉晴是我见过 以后 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洛青秋叹气地说道 青秋 不用去管穆家的死活 叶少被赶出引龙山庄 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一次机会 立刻去找叶少 无论如何 将叶城这尊大佛 请到我们洛家来住 动作要快 我想其他人一旦收到消息 也会行动 我们不能落后于别人 药园之中 陆瑶正在精心护理着灵药 这段时间 他可算是忙到了极点 因为种植灵药 需要花费太大的心思 加上陆瑶的水平 虽然在一道界年轻一辈中 算是佼佼者 可和叶城相比 实在是差太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周三秋从门外走了进来 瑶瑶 你停一下 周三秋开口道 什么是师父 陆瑶疑惑地抬起头 叶少出事了 周三秋叹了一口气 说道 什么 叶少出事了 这怎么可能 陆瑶惊呆了 那可是叶少啊 谁出事他都不可能出事吧 怎么回事 叶少怎么会出事 陆瑶紧张地问道 周三秋苦笑一声 将叶尘离开引龙山庄 被沐家人赶走 然后沐家给云成所有势力 发送断绝关系声明的事情 说了一遍 陆瑶听完 整个人都傻了 沐 沐婉晴他到底在做什么 疯了 沐婉晴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他怎么能把叶少赶走 还什么断绝关系的声明 他这是在断送沐家的未来啊 不行 我要立刻去找沐婉晴 千万不能让他做这个傻事 陆瑶急得就要往外走去 却被周三秋喊住 你觉得沐家人会听你的吗 周三秋严肃地问道 婉晴是我闺蜜啊 师父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陆瑶急切地说道 哼 沐家人何止是愚蠢 简直就是愚蠢到了极点 特别是这个沐婉晴 更是无知 他们将叶少赶出引龙山庄 就说明 他们在叶少心中超然的地位 已经消失 记住 狗要吃S 你千万不要试图去阻止 不然他以为 你要和他抢 说不定还会反咬你一口 周三秋拐弯抹角地说道 对于陆瑶这个徒弟 周三秋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仅在一道上 有着非常高的天赋 更重要的是 陆瑶还长得漂亮 甚至因为是 慕婉晴闺蜜的身份 更容易接近叶晨 如今 叶晨被赶出沐家 要说 谁最有可能成为 叶晨身边的女人 在周三秋想来 自己这个徒弟 自然当人不让 所以 他话里话外 都透着一股小心思 陆瑶也不傻 自然明白周三秋的话 他一时间沉默了 当然 陆瑶从未想过 真的要和慕婉晴抢男人 毕竟是闺蜜 可现在情况是 慕婉晴自己赶走了叶晨 甚至断绝了关系 这种情况下 陆瑶觉得自己自私一点 似乎并没有错 毕竟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成为叶晨的女人 都不可能有人愿意放弃吧 除了慕婉晴之外 师父 我该怎么办 陆瑶深吸一口气 问道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立刻找到叶晨 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待在他身边就行了 周三秋眼睛一眯 嘱咐道 这个时候 叶晨心情肯定不会太好 可以叶晨的身份 必定无人可以诉说 陆瑶只需要待在叶晨身边 就完全可以了 陆瑶闻言 点点头 他眯着眼睛 重重的叹口气 慕婉晴 赶走叶晨 就是赶走了你慕家未来的前途 你真的太傻了 虽然我知道我配不上叶晨 可同样是女人 你能成为叶晨的以前的老婆 那我凭什么不行 对不起 没有女人会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 陆瑶做了一下心理建设 随后就大步走出了药园 陆瑶找遍了所有地方 都没有找到 正在苦恼的时候 忽然陆瑶想到了一件事 他曾经听人说过 叶晨灭掉七彩医药集团的时候 选择的地方就是青城山 这个地方 肯定对叶晨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 叶晨说不定就在青城山 果然 陆瑶马不停蹄地赶往青城山 叶晨正站在苏子双的衣冠肿前 陆瑶并不知道苏子双是谁 他见到叶晨 松了一口气 不过却并没有去打扰叶晨 而是默默地站在一边 此时 叶晨凝视着苏子双的墓碑 神情淡然 子双啊 你曾说过 让我给穆家一场富贵 因为这是你欠穆家的 这么多年 我一直暗中在帮助穆家 至少 穆家人已经一事无忧 虽然他们不长进 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可终究是饿不死了 如今 穆家人要我用区区一座引龙山庄 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我同意了 从此之后 穆家与我 将为末路 叶晨喃喃自语地 对着墓碑诉说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晨终于叹了一口气 转过身子 你怎么来了 叶晨看了一眼陆瑶 淡淡地问道 叶晨 没打扰到您吧 我就是听说 穆家要和你断绝关系 所以来这里看看你 鹿摇脸一红 小声地说道 叶晨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现在只想待在这里 陪陪苏子双 就在两人沉默的时候 穆家和叶晨断绝关系的事情 已经传开了 明珠集团中 柳妙英正在开会中 得知了这个消息 简直震惊了 随后涌现出一丝狂怒 这个穆婉晴 真是脑子坏掉了吗 竟然将叶晨 赶出引龙山庄了 混账 这个穆家 简直不识好歹 要不是主人的关系 我们明珠集团会这么照顾他穆家吗 这些年 虽然没有用明珠集团的名义 可里里外外 哪次不是一手 将穆婉晴的情愿公司捧起来的 还开什么会 立刻找到主人 他穆婉晴不要 我们自己护着 一时间 整个明珠财团高层都动起来了 随后 洛家 邢家 陈家等几个云城大事家 也都收到了 叶晨在青城山的消息 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 赶往了青城山 与此同时 穆家和叶晨断绝关系的声明就 发给了所有云城顶尖势力 唯独没有发给穆勤雪 这是因为穆家人知道 穆勤雪和叶晨走得近 生怕穆勤雪坏事 所以就瞒着穆勤雪 可以说 穆勤雪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 知道消息的当时 他就感到一阵五雷轰顶 整个人差点就瘫倒在地了 他一直很清楚 穆家人都对叶晨有很大的偏见 他一直从中周旋 总以为叶晨和穆家之间也就吵吵闹闹 不会真的到断绝关系这一步 可万万没有想到 穆家人的愚蠢 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赶走了叶晨 那以后 穆家就绝对失去了能够一飞冲天的机会 穆勤雪既生气 又愤怒 他丢下一切工作 连忙开车赶回影龙山庄 而来到影龙山庄的那一刻 他却看到自己的家人 完全没有将赶走叶晨的事情当作一回事 反而准备了满满的一桌菜肴 还有几瓶红酒 正在庆祝 看到这一幕 穆勤雪简直快疯了 他双目赤红 眼神冷冽地盯着穆婉晴 疯狂地咆哮起来 穆婉晴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是不是疯了 正在高兴庆祝终于赶走叶晨的穆家人 看到穆勤雪回来 顿时不由地一愣 这件事 他们故意没有告诉穆勤雪 没想到 还是被他知道了 赵兰满脸堆笑 走到穆勤雪身边 晴雪啊 你这有好几天没回家了 快 我们正在吃饭 一起吃 我们一家人好久都没有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吃饭了 赵兰拉着穆勤雪 露出满脸慈祥地说道 妈 这是吃团圆饭吗 你们明明是在庆祝赶走了姐夫 吃团圆饭的话 奶奶呢 恐怕奶奶也不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吧 穆勤雪压住内心的怒意 质问道 赵兰不由地脸色一红 穆勤雪还真猜对了 如果这件事让奶奶知道 她是老人家会被气出病来 毕竟 奶奶对叶晨 那简直就和自己的亲孙子一样对待 行了 秦雪 事已至此 你就别说这么多了 难道我们一家人吃个饭都不行吗 穆勃摆出一副老父亲严厉的表情 说道 不是 爸妈 你们听完说 叶晨他不是你们 想的这么简单 穆勤雪真是快被气哭了 什么不简单 秦雪啊 你还太年轻 容易受到蛊惑 被叶晨几句花言巧语给骗了 你说他不简单 好那你说说 他怎么个不简单 他爹是谁 他妈是谁 他出自哪个世家 他所在的世家在云城排第几 穆勃和赵兰两人咄咄逼人的问道 这一下 反倒是给穆勤雪给问住了 他还真不知道叶晨的父母是谁 哪怕是结婚的时候 叶晨都未曾提及 众人也只当叶晨是个官 所以也没有多问 看到穆勤雪愣住了 赵兰和穆勃更是叹气不已 觉得穆勤雪就是太年轻 才会被叶晨那种满嘴跑火车的人欺骗 你看 你连他厉害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的傻女儿 我看你真是被朱幽蒙了心 赵兰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不是 妈 姐夫他穆勤雪急了 根本问题不是在叶晨出自哪个世家 而是叶晨本身就很厉害 只是他还想说话的时候 穆勃勤却站了起来 脸色冰冷地看着穆勤雪 行了 穆勤雪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胳膊肘往外拐 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怪过你什么 好 退一万步来说 我们承认叶晨很厉害 很妞 可你知道他得罪的是谁吗 那可是江州王段家 现在段家已经召集了江州四门 十万死士 武道高手无数 叶晨再厉害又能怎么样 别说他了 就算是明珠集团 洛家这些顶级势力 在江州王面前又算到了什么 穆勤却语气冰冷地说道 在他看来 穆家和叶晨断绝关系 绝对是一招绝妙的点睛之笔 穆勤雪完全就是被叶晨洗脑了 毕竟整个云城的顶尖势力 都不可能是江州王段恺的对手 叶晨再厉害 难道还能比整个云城的势力更厉害吗 这么简单的推算 穆勤雪竟然不懂 真不知道 这段时间穆勤雪在事业上蒸蒸日上 简直到了让穆婉晴都羡慕的份上 他究竟是依靠什么 靠傻白甜吗 穆勤雪直接被穆婉晴说得无语了 说实话 穆婉晴知道叶晨很厉害 也知道叶晨既然敢杀段修杰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只是 穆婉晴直接搬出了明珠集团 这让穆勤雪还真不知道该拿什么出来解释叶晨的身份 而且 他很清楚 就算和穆婉晴等人说了 恐怕得到的也只会是他们的冷嘲热讽 行 穆婉晴 我说不过你 你就等着后悔吧 穆勤雪指着穆婉晴 生气的转身离开 不留下来吃饭吗 穆婉晴高声喊道 不吃了 我要去找姐夫 我真是要被你们气死 穆勤雪生气的说道 听到穆勤雪的话 可差点没把穆家人气死 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叫叶晨姐夫 还想着去找叶晨 真是气死人了 秘女 真是气死我了 穆博生气的说道 爸 你别生气 二姐 在云城做得这么好 都已经远超大姐了 可这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 我看 我们穆家这点家底 迟早会被叶晨给骗光 穆婉嘟着嘴 满脸不爽的说道 对 小飞这样一说 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只是 秦雪一意孤行 我们也没办法 穆博叹气道 这有什么没办法的 二姐虽然脑子一根筋 可毕竟是我们穆家的人 我觉得 找个时间 让二姐把手上的资产和项目 转交给大姐来把空比较好 穆飞提议道 这一提议 顿时让穆家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如果穆勤雪能将手中的资产和项目 都交给穆婉勤来做 那最好不过 再怎么样 都是属于穆家的 如果在穆婉勤手上 就不用担心被叶晨给骗走了 小飞说的很有道理 这件事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 赵兰连连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 穆婉勤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 对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喂 秦远公司的穆总裁吗 对 我是穆婉勤 请问您是 穆婉勤疑惑地问道 我是云城苏家的苏天花 我对穆总裁的能力可是如雷贯耳 一直想找个机会和你合作 你看 什么时候方便能来苏家一见 苏天花笑呵呵地说道 然而 穆婉勤听到苏天花三个字 脑子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整个人呆立当场 苏 苏天花 云城顶级世家苏家的家主 竟然亲自打电话给他 要和他见面谈合作 这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苏天花那边见穆婉勤没有回应 顿时眉头一皱 他之所以会找到穆婉勤 就是因为他和孙思敏商量着 帮助江州王对付夜晨的事情 穆家发送了和夜晨断绝生命的公告 这说明他们是一路人 更重要的是 夜晨和穆婉勤之间 听说还有过一段婚姻 苏天花就想着要稳住穆婉勤 说不定最后还能当成他的底牌 喂 啊 苏家主 我就是太激动了 您放心 我准备一下资料 就去苏家拜见您 嗯 好 那就先挂了 挂上电话 穆家人都围了过来 刚刚打电话的是苏家家主苏天花 他找你干什么 穆博听到了苏天花的名字 也是震惊地问道 苏家家主亲自点名 要和我们情愿公司合作 而且听他的口气 似乎这个合作投入 绝对不会守 那可是云城真正的顶级世家 穆婉勤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听到这个消息 穆家人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看到没有 才刚刚赶走夜晨 我们穆家崛起的机会就来了 我早就说 夜晨就是个扫把星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发达了 苏家 那可是苏家 穆家人都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之中 刚赶走夜晨 穆家就即将攀上苏家 这更加印证了他们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哼 一旦和苏家的合作成功 秦远公司立刻就能上市 到时候 看秦雪还有什么脸说 让我们后悔 夜晨 看到没有 我穆婉勤一直不停地往云城顶尖圈子爬 你们口口声声说 我会后悔 那就拭目以待 等到你们都要仰视我穆婉勤的时候 看看最后后悔的到底是谁 穆家人都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之中 穆伯更是认定夜晨就是扫把星 这才刚刚把夜晨赶出穆家 苏家就主动找来寻求合作了 来 我们继续喝酒 今天可是双喜临门 值得我们狠狠地庆祝一番 穆伯拿起酒杯 神清气爽地说道 是啊 赶走了夜晨 还得到了苏家的关注 我们穆家终于要崛起了 赵兰也畅快地喝了一杯 穆婉勤端起酒杯 眼神却充满了自信 赶走夜晨之后 他感觉一身轻松 却不自觉地站在了高处 仿佛要表现出一丝对夜晨的怜悯 我们穆家好起来了 不过夜晨终究是个可怜人 没有了我们穆家的庇护 恐怕以后 他只能泯然众人 成为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吧 爸妈 小飞 自从我在云城地位越来越高 接触的人越来越有身份之后 我悟透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做人做事 不能太绝 以后 要是你们在外面碰到夜晨生活苦难 尽量别去嘲讽和羞辱他 或许 给他几百一千 还更能体现出我们上层人的素质 穆婉晴说出这样一句话 顿时觉得 自己的人格都得到了升华 婉晴 你终于成长了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说明你的格局已经远超常人了 为了这个 就值得干一杯 日后 夜晨如何 和我们穆家再无关系 穆博激动地举起酒杯 就今天的喜事 他恨不能一醉方休 就在穆家人庆祝的时候 夜晨刚刚祭拜完苏子双 路遥始终在旁边陪同 夜晨看了一眼路遥 走吧 陪我去吃个饭 夜晨淡淡地开口 好的 夜少 路遥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不免觉得有些幸运 他的到来并没有让夜晨感到厌恶 默默地陪伴 很多时候 甚至比任何安慰都更重要 这不 路遥就得到了能夜晨共进午餐的机会了 下山后 路遥连忙联系了一个高档餐厅 定了两个位置 两人就前往餐厅吃饭 本已经查到 夜晨在青城山的那些顶级势力大佬们 自然也就扑了个空 一个个都急得抓耳挠塞 查 给我查 夜少到底在哪里 倒是餐厅里 夜晨和路遥两人显得非常的淡然 丝毫不知道 云城那些顶尖势力 为了找夜晨 简直就是要翻天了 夜少 这个餐厅不错 我和这里的老板还挺熟的 我去打个招呼 马上就回来 路遥微微一笑 他为了能和夜晨好好吃顿饭 故意选择了这家餐厅 就是因为认识老板 招呼一声 才能吃到一些 平日里不太受卖的稀罕业 嗯 去吧 夜晨摆摆手 就路遥刚离开的时候 忽然 一男一女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好和夜晨打了个照面 夜晨 你怎么在这里 两人看到夜晨都不由得一愣 夜晨抬起头 周雅 王鹏 这两人怎么走到一起了 是你们啊 夜晨淡淡地开口 情绪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王鹏眯着眼睛看着夜晨 前段时间 夜晨来参加同学会 可以说是大发神威 甚至连严兵都被夜晨给收拾了 很长一段时间 夜晨成为了同学们口中茶余饭后的谈资 王鹏也查过夜晨一段时间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本他以为夜晨是靠自己的实力 毕竟夜晨上学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可没想到 夜晨是因为娶了一个好老婆 情远公司的总裁穆婉晴 夜晨基本上都住在穆家 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而这段时间 他更是探听到 夜晨被穆家赶出家门 还断绝了关系 王鹏看了一眼周雅的神情 从周雅的眼神中 可以看得出来 周雅对夜晨必定有那种爱慕 这让王鹏感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他追求周雅很长时间了 可周雅却一直不松口 不用想也知道 周雅心里有夜晨 这让王鹏对夜晨非常的厌恶 生怕夜晨会抢走周雅 夜晨 这餐厅可是高档餐厅 你怎么在这里 王鹏轻蔑地看了一眼夜晨 暗逢起来 换作以前 夜晨有穆家坐靠山 他还真不敢和夜晨这样说话 可现在 夜晨都已经被穆家 给赶出家门了 又这样巧在这个餐厅遇见 这让王鹏甚至觉得 夜晨是不是在偷偷跟踪周雅 失去了穆家的庇护 想找周雅来吃软饭 怎么 我不能在这里吃饭吗 这餐厅是你家开的 夜晨淡淡地说了一句 哼 餐厅当然不是我家开的 可在这里吃饭是要钱的 你有钱吗 夜晨 最近过得很痛苦吧 你是风光过 可现在呢 你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王鹏撇撇嘴 不屑地说道 王鹏 你干什么呢 大家都是同学 你胡说八道什么 周雅眉头一皱 他曾经可是见识过夜晨有多恐怖 连严兵都被夜晨给收拾了 他担心王鹏会惹怒夜晨 到时候不好收场 小雅 你太傻了 同学 同学算什么 夜晨得势的时候 也没有对我们同学有多好啊 你真以为他有本事啊 我告诉你 他当初之所以能收拾严兵 是因为他讨了的好老婆 穆家的穆婉晴 借着穆家的势力 耀武扬威呢 可你不知道 现在他已经和穆婉晴离婚了 而且还被穆家赶出家门了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讨人闲的垃圾 没有了穆家庇护 他算个屁 王鹏指着夜晨 满脸嘲讽的大声说道 周雅一听 顿时不敢相信的看着夜晨 他对夜晨 其实一直都是有好感的 特别是当初夜晨霸道的收拾了严兵之后 他总是时不时的想起夜晨 可老是给夜晨发消息 夜晨都不回 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周雅看着夜晨 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之所以会和王鹏出来吃饭 就是因为把王鹏当成了备胎 可心里却想着夜晨 如果夜晨真的落魄了 那周雅或许真的就会选择王鹏结婚 毕竟爱情不能当饭吃 周雅还是想要找一个 能够让他安稳度日的男人 夜晨 王鹏说的是真的吗 你没赶出穆家了 周雅有些不敢相信 问道 没错 夜晨淡淡地说道 小雅 听到了吗 现在的夜晨 就是一个垃圾都不如的废物 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吗 说不定就是想要和你偶遇 然后欺骗你 把你当成长期饭票 周雅沉默了 他对夜晨的确有些好感 可如果夜晨还是那个人上人 哪怕夜晨结过婚 他都会毫不在意 如今 夜晨没有了穆家的庇护 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这已经完全不符合周雅的择偶标准 周雅内心无比纠结 最后 他看向夜晨 缓缓地开口 夜晨 我想我们可能不合适 或许 王鹏才是那个真正适合我的人 对不起 恩夜晨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周雅 什么鬼就不适合 他和周雅除了同学关系 好像从没有什么瓜葛吧 就算有联系方式 那也是周雅老师发消息给他 他基本上都没有回过 现在 周雅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未免太自信了吧 这都快把夜晨给气笑了 我说周雅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何曾说过 和你合适过 夜晨淡然地看着周雅 周雅眉头一皱 他自认为自己并不丑 而且夜晨还离过婚 当初见面的时候 夜晨虽然对他没有很热情 可相比别的同学 态度还是好很多的 周雅这些年 也有不少男人追求他 像夜晨这种 以退为进 故意装高冷 其实就是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夜晨现在都成为普通人了 还能在这么高档的餐厅遇见 无非就是暗中跟踪他 假装偶遇罢了 夜晨 我不是针对你 你也不用太上线 只是我对我的另一半 有我自己的期许 我真不是故意要拒绝你什么 你别太放在心上 周雅认定夜晨和他的偶遇 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说实话 夜晨还真是成功了 毕竟 原本一直发消息给夜晨 从来没有得到回应 他伤心之下 才答应王鹏出来一起吃饭 在见到夜晨的那一刻 他的确下意识地 想要和王鹏保持距离 如果不是王鹏点破了夜晨的伪装 现在 周雅甚至可能 推掉和王鹏的约会 转头就投入夜晨的怀抱 夜晨无语地苦笑一声 他不明白 为什么人人都觉得他很落魄 为什么周雅会觉得 他自己好像很高贵 看到夜晨沉默不语 周雅和王鹏两人都以为 夜晨是被戳破了现状 导致惭愧 周雅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甚至安慰起来 夜晨 你要振作起来 虽然你得不到我 可只要你努力 也会遇到不错的女孩子 或许她不够漂亮 或许她 没有我学历高 可其实 平淡的生活 才是人一生的追 周雅正安慰着夜晨 路遥却在这时候走了过来 看到几人 路遥甜甜一笑 夜晨 这两位是您的朋友 路遥疑惑的问道 周雅和王鹏 两人不由的同时一愣 没 实在是太美了 路遥本就是江州一道第一美女 不仅外表亮丽 而且气质非常好 周雅和她一比 简直就是东师笑评 周雅傻眼了 原来夜晨不是一个人 而是和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一起吃饭 那刚刚她的那些话 岂不是成了笑话 不太熟 夜晨淡淡的丢下一句话 哦 这样啊 你们两个赶紧离开吧 别打扰我和夜晨吃饭的雅兴 路遥连忙收起笑意 瞥了一眼周雅和王鹏 王鹏文言 心里那个极度啊 夜晨还真是能吃软饭 以前娶了穆婉晴 得到了穆家的庇护 成为了大少爷 现在这么落魄了 身边竟然还有这样的美女 还叫夜晨为夜少 这不摆明就是被骗了吗 恐怕这美女根本就不知道 夜晨已经没有靠山了 却还借着穆家的身份 骗吃骗喝 美女 你叫她夜少 我看你是被她骗了 你不知道吧 她已经被赶出了穆家 而且穆家已经发布声明 和夜晨断绝任何关系了 她是个屁的夜少 王鹏大笑着说道 路遥眉头一皱 她好不容易和夜晨 能有独处的机会 不想被人破坏了好心情 滚 路遥温怒的喝道 美女 我侍卫你好 你还对我这么凶 你真要这么缺男人 你可以找我啊 我身边优质男性太多了 何必被人骗呢 王鹏不死心的说道 周雅也明白过来 她心中对夜晨仅存不多的好感 再次败坏了 亏她以前还想过和夜晨在一起 没想到 夜晨竟然真的只会吃软饭 当初学校是意气风发的那个夜晨 去哪里了 周雅失望地看着夜晨 夜晨 作为一个男人 想要任何东西 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而不是去欺骗女孩子 你这样 我真的很看不起你 周雅眼神冷冽地看着夜晨 夜晨直接就无语了 她扫了一眼周雅和王鹏 你们有完没完 我怎么样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王鹏 我劝你一句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 我让你从云城消失 你信吗 夜晨语气冰冷地说道 王鹏闻言 顿时怒了 以前夜晨有穆家坐靠山 连严兵都能搞定 可现在夜晨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 竟然还敢在他面前这么装 这让他感到愤怒 靠 夜晨 你他妈的还真能装啊 你以为你 还是那个被穆家庇护的夜哨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只是一个垃圾 懂吗 我王鹏在云城 虽然不算多厉害 可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你让我从云城消失 现在的你配吗 你吃软饭这么厉害 是不是要跑去穆家 跪着求你前妻 出来给你主持公道 真是笑死我了 王鹏丝毫不慌 他可不是傻子 自从关注了夜晨和穆家的关系之后 他比别人知道更多消息 就在昨天 穆家给云城顶尖的那些势力 公布了和夜晨断绝关系的公告 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防止夜晨 借着穆家的身份 到处耀武扬威 惹是生非 夜晨在别人面前装一装 或许还能唬到人 可在他面前 根本就没用 陆瑶看向王鹏 那眼神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穆家就已经够白吃了 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比穆家更无知 王鹏这种货色 还真是厕所里点灯 找死啊 王鹏感受到陆瑶的目光 心中不由一阵惊喜 他还真没有见过 像陆瑶这么漂亮的女人 周雅虽然长得还可以 可人就怕对比 周雅和陆瑶一对比 那简直差了不止一筹 看到陆瑶看向他 他还以为自己的霸气 吸引了美女的目光 于是 他更加的嚣张起来 夜晨 我调查过你 在穆家 你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 或许我还能帮你找个扫厕所的工作 你要是和我对着干 我会让你知道 我王鹏才是真正的大少 王鹏大声地说道 周雅看到这一幕 换做以前 他会阻止 可现在 他心中已经觉得 夜晨被他排除在恋爱名单上了 以后或许真的能和王鹏在一起 毕竟 王鹏家里的条件 还是很不错的 夜晨 王鹏的话虽然难听 但是大家都是同学 你现在这么落魄 说几句好话 让王鹏帮帮你 很多时候 生活才最重要 尊严这个东西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抛弃的 周雅也劝说起来 两人得意地看着夜晨 仿佛下一刻 夜晨就会乖乖地 对他们卑躬屈膝 然而 两人话音刚落 忽然 餐厅外 响起一阵急促的刹车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王鹏往外看去 不由吓了一跳 只见 几个气质高贵的人 脚步急急忙忙地直冲他们而来 这是什么情况 王鹏心中一惊 因为 这几个人 他只认识其中一人 而且还是在远远的地方看到过他 好像是云海集团的总裁赵云海 私者等身份高贵的存在 来这里做什么 片刻间 赵云海等人就来到了夜晨面前 王鹏更是吓了一跳 他们 是来找夜晨的 早听说夜晨喜欢惹是生非 难道失去了木家做靠山 这些仇家都找来了 嘶 想到这里 王鹏只感到一阵心惊胆战 夜晨还真是不要命了 竟然得罪了赵云海这样级别的大佬 王鹏因为站得太近 他连忙摆手 惊恐地开口 那个 各位大佬 我们和夜晨不认识 你们要找他的麻烦 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 对夜晨讨厌无比 你们要杀药寡 就找夜晨 千万别迁怒我们 我们就是个小人物 王鹏连忙和夜晨撇清关系 快 小雅 快和夜晨撇清关系 那个是云海集团的总裁 赵云海 夜晨这下完蛋了 周雅也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他本身就是个小人物 身边顶多就认识一些富二代 哪里见过云城上流社会的 听到云海集团的总裁 他整个人都直接傻眼了 那可是云海集团啊 他身边要是有朋友 能够进入云海集团上班 绝对立刻就成为人上人 让人无比羡慕了 他看着夜晨 虽然 内心上来说 他不想对夜晨落井下石 毕竟曾经是同学 而且 周雅本身也并不坏 可说到底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周雅并未开口说话 只是淡然地看了夜晨一眼 或许 是时候放弃内心那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他年龄也不小了 不可能像小女孩一样 追求没有物质的爱情 众人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王鹏 却没有人理会他 而是朝着夜晨走过去 王鹏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庆幸自己 立刻和夜晨撇清了关系 否则 或许就被殃及吃鱼了 他转过头 看向周雅 小雅 你看着吧 夜晨那小子完蛋了 在云城没有人 在得罪这么多大佬的情况下 还能活 王鹏还想在周雅面前 诋毁夜晨几句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赵云海却忽然朝着夜晨鞠躬 夜晨 终于找到您了 听说您离开尹龙山庄了 我正好在云城还有一处庄园 不如夜晨您住进去 什么 听到赵云海的话 王鹏和周雅两人顿时眼睛 都快要瞪出来了 怎么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赵云海不是来找夜晨麻烦的吗 怎么不仅给夜晨鞠躬 还要送庄园给夜晨 疯了吧 这什么情况 王鹏和周雅两人面面相去 那可是云海集团的总裁啊 难道是沐婉晴觉得对不起夜晨 故意让赵云海来给夜晨一点好处的 两人还处在震惊中 餐厅外面 又快步走进来几个人 看到这几人 王鹏的身子瞬间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这 天哪 洛家家主洛明成 邢家家主邢正雄 齐家家主齐蒙 这些云城顶级大佬 怎么都来了 听到王鹏的话 周雅更是冷汗直冒 一个云海集团的总裁赵云海 就足以让他震惊了 可现在 王鹏说出的每一个名字 都是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 一辈子都无法接触到的神 赵云海 你那个破庄园 也好意思让夜晨住进去 云城百分之六十的地产 都是我齐蒙的 整个云城的庄园 任由夜晨选 如果都不喜欢 我立刻拿地 重新盖个庄园 送给夜晨 洛明成等大佬 全都走过来 在夜晨面前鞠躬 齐蒙更是扫了一眼赵云海 调侃的笑道 赵云海急了 齐蒙 你不是有几栋楼吗 牛气什么 我虽然没有做房地产 但夜晨需要 我立刻能跨行 见个比隐龙山庄 大十倍的庄园 赵云海撇撇嘴 说道 你们别吵了 还是让夜晨住我哪里吧 我孙女和夜晨比较熟 可以贴身服侍夜晨 如果夜晨想要清静 我可以搬出去 洛明成也开口说道 听到这些话 王鹏和周牙两人 也算明白过来 这些大佬来这里 哪里是什么找夜晨的麻烦 夜晨啊 王鹏更是彻底恐惧了 双腿不住的颤抖 冷汗直冒 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的看着夜晨 他终于明白 原来沐家并不是夜晨的靠山 反而沐家能成功 完全就是在靠夜晨啊 毕竟 眼前这群大佬 随便单拎出来一个 都能吊胆沐家 而他们却在讨好夜晨 洛家家主洛明成 竟然还说他孙女可以服侍夜晨 开什么玩笑 洛家大小剑 那可是在整个云城 都首屈一指的顶级大小剑 追求洛青秋的人 可以说是大牌长龙 而且每一个都是世家子弟 顶级天骄 周亚瞬间下得脸色发白 一念之差 他仿佛惊觉 自己似乎和什么东西擦肩而过 从再次和夜晨相遇以来 他可以说是 已经博得了夜晨的一些好感 虽然不至于让夜晨爱上他 可两人只要见面 都能像是老朋友一样聊聊天 而今天 他真是鬼迷了星球 这段时间和王鹏接触的多了 潜移默化之间 似乎被王鹏洗脑了 因为王鹏一直在给他灌输 云城上流圈子的消息 待他出入了一些高档场所 这让他从过去平和的心态 变成如今这般急功近利 今日 听王鹏说 夜晨失去了穆家这个靠山 成为了普通人 他下意识的 就想要和夜晨撇清关系 没想到 到头来 原来他和王鹏才是小丑 两人不可思议的看着夜晨 之前严兵被夜晨收拾 他们一直以为 夜晨是依靠穆家的关系 才有这个能力 现在才明白 夜晨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恐怖 连云城顶级的大佬 都要给夜晨卑躬屈膝 夜晨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们想不透 可却不敢问 只能瑟瑟发抖地站在一边 因为这种场合 他们根本连出现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开口说话 就在两人震惊的时候 忽然 一个绝美的女人 踏着高跟鞋 缓步走了进来 看到这个女人 王鹏和周雅都不由得一愣 好美的女人 不仅长相惊为天人 身姿妙慢 浑身上下透着一种 宛若仙女一般的气质 这人又是谁 周雅眼中略过一丝羡慕 没错 眼前的女人 就是一个连女人看了 都会嫉妒的超级大美女 王鹏直接看呆了 这个美女一出现 那些大佬都纷纷打招呼 柳总裁 好久不见啊 妙英 你也来了 柳总好啊 听到这些大佬的话 王鹏和周雅两人 顿时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名字 柳妙英 金柔女神 明珠集团的总裁 号称将整个华尔街 完转在手中的女神 一个金钱和权势 都达到了巅峰的女人 一个几乎可以秒杀 任何男人的女人 她竟然也来了 此时 柳妙英 缓步走到夜晨面前 轻轻地 跪在夜晨面前 脸上露出一丝 我见油脸的委屈 主人 我来接主人回家 哼 这话一出 宛若五雷轰顶 直接将王鹏和周雅两人震撼在当场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张大着嘴巴 因为过于震惊 脸都已经扭曲了 极度的震惊 让他们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这这怎么可能啊 没看错吧 是他们眼界太窄 还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那可是明珠财团的总裁柳妙英啊 在王鹏和周雅看来 柳妙英可不仅仅是在云城 而是在整个龙国 那都是顶尖的存在 像柳妙英这种身份的人 应该是高高在上 宛若九天凤凰 俯视苍生的存在 可现在 柳妙英却跪在夜晨面前 喊夜晨主人 疯了 彻底的疯了 王鹏和周雅两人 只感到自己的世界观 彻底崩塌 夜晨到底是谁 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云城这么多顶尖的大佬 都得向他低头 为什么连柳妙英这样的女神 甘愿做夜晨的仆人 此时 夜晨的眼神 淡淡地扫过王鹏和周雅 两人接触到夜晨的眼神 瞬间恐惧到浑身颤抖 刚刚 我说了 别招惹我 否则让你从云城消失 这句话 你还记得吧 夜晨淡淡地开口 王鹏只感到一股溺血 直冲脑门 浑身颤抖地 宛若筛糠 扑通 王鹏恐惧得浑身无力 跪在了夜晨面前 夜晨 我错了 我们是同学不是吗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只要你放过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把周雅送给你 你喜欢的话 怎么睡都可以 我只求你放了我 王鹏恐惧地疯狂 给夜晨磕头求饶 听到王鹏的话 周雅的脸色狂变 他没有想到 王鹏竟然会说出 这样的话来 一时间 整个人羞愤无比 夜晨冷漠地看了一眼王鹏 你还真是个人渣 夜晨挥挥手 瞬间 行政雄就明白了夜晨的意思 他一挥手 顿时有几个手下冲上去 将王鹏给拖了出去 落在邢家人手里 王鹏绝对不仅仅是消失这么简单 夜晨冷漠地看了一眼周雅 周雅心中一凉 满脸都是愧疚 他太傻了 太笨了 原本他明明和夜晨的关系不错 只要保持友好的同学关系 但凡他有什么困难 求助夜晨 恐怕夜晨随手就能帮他解决 然而 因为他的自私 因为他的虚荣 竟然亲手将这段友情给毁了 夜 夜晨 周雅想要给自己解释一下 夜晨却一摆手 走吧 不杀你 已经是对你最大仁慈了 夜晨淡淡地开口 周雅脑子轰的一声 他恨不能立刻一头撞死 看着夜晨冷漠的眼神 他很清楚 从今天开始 他和夜晨之间 仅存的一点同学情谊 也烟消云散了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 他说什么 都无济于事了 只能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处理完这些迫事 夜晨才缓缓地抬起头 扫了一眼众人 不得不说 这些人的到来 让夜晨都有些意外 毕竟 现在夜晨是得罪了江州王断家 而且召集了江州四门 随时可能杀来云成 之所以 现在还没动静 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江州王断家的名声 很显 虽然夜晨并没有放在眼里 可云成这些顶级势力的大佬们 却必须做出选择 在夜晨看来 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江州王 再不计也会选择中立 可没有想到 这群人还真是聪明啊 你们杂杂呼呼地干什么 吃个饭都不能安静地吃 这件事不用多说了 齐猛 你随便给我找个地方 我回头搬过去住 对了 地方要离药园近一点 夜晨直接开口 齐猛闻言 眼睛一亮 顿时昂首挺胸 故意挑衅地看了一眼赵云海 放心吧 夜晨 交给我 保证安排到位 齐猛笑道 行了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都散了吧 夜晨不耐烦地挥挥手 洛明成低下头 随后站了出来 夜晨 我们来找您 是关于江州王断家的事情 我洛明成在这里表态 无论是谁 敢和夜晨您作对 就是我们洛家的敌人 没错 我们行家为夜晨 马首是瞻 管他什么江州王不江州王的 有种就来碰一碰 夜晨 我们虽然比不过江州王 可联合起来 江州王想在云城要武扬威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众人纷纷表态 夜晨却淡淡一笑 行了 知道你们的心意了 区区江州王 我还没有放在心上 他就算不来 我也要去江州找他算账 都散了吧 夜晨摆摆手 说道 这些云城大佬们 告辞一声 纷纷退了出去 陆瑶从始至终 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别看他在医道界颇有名声 可在这群大佬面前 他就显得局促许多 要不是因为夜晨的关系 他恐怕 连和这些大佬 直接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哪怕那些人走了 可柳妙英却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陆瑶对眼前这个金融女神 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特别是柳妙英身上 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压迫感 更是让他不敢动弹 柳妙英微微一笑 你叫陆瑶是吧 周三秋的徒弟 柳妙英开口问道 是 我师父是周三秋 见过刘总裁 陆瑶有些紧张地回应了一句 不错 你比木家那个女人 聪明得多了 柳妙英意味深长地 他看了一眼陆瑶 这让陆瑶的心跳都跳慢了一拍 他自然清楚 柳妙英口中的人 就是木婉晴了 这个时候 他简直就是庆幸 自己何止比木婉晴聪明 简直就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木婉晴占尽先机 最后却亲手 毁了木家的未来 而他虽然得不到叶晨 可至少在一道上奴努力 能够成为叶晨一个得力的帮手 两者之间 简直天差地别 行了 淡淡地问道 江州那边传来消息 江州王段凯似乎查探到什么消息 原本今天就会杀来云城 却是推迟了 除了江州四门之外 段家已经开始联系海外势力了 海外第一杀手组织刺刀 已经接到江州王段凯的暗杀任务 悬赏一百亿 海外第一战神组织 也接到了江州王段凯的雇佣任务 雇佣人数达到五万人 国内乾隆榜前十的高手 段家都在接触了 暂时还没有人回应 柳妙英将现有的消息都报告给叶晨 叶晨淡淡一笑 看来 江州王段凯还真不是无能之辈 不过 无所谓了 他可以给江州王段凯足够的时间 人越多 杀起来就越顺手 不是吗 见叶晨没有什么反应 柳妙英继续开口 还有 孙四门偷偷地前回了云城 暂时住在苏家避风头 苏家似乎已经暗中找人 在接触江州王段凯了 叶晨双眼微微一眯 这孙四门还真是不知死活 还有苏天花 我曾给过他一次活命的机会 看来 他不珍惜 叶晨冷冷地开口 语气之中 杀伐意味极重 主人 是否要对苏家 还有孙四门出手 柳妙英问道 在云城 柳妙英绝对不允许 有任何不服叶晨的人和势力存在 只要有人敢有一心 那么等待他们的 唯一的下场就是灭亡 不急 苏天花也好 江州王也好 都不算什么 我在等的是一条大鱼 叶晨眯起眼睛 淡淡地说道 可是 柳妙英吞吞吐吐吐 像是有什么事不好说一般 可是什么 叶晨淡淡地问道 可是苏天花 已经暗中接触了穆婉晴 似乎要和穆婉晴合作 很有可能是想要利用穆婉晴 当作底牌 主人你看这 柳妙英自然明白 叶晨和穆家之间的复杂纠葛 叶晨闻言 却满脸淡然 记住 我和穆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穆家是死 是活 我已经不在乎了 他们怎么站队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你不用干涉 生死有命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罢了 苏家庄园 穆婉晴有些紧张地 往苏家庄园走去 这可是云城苏家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 竟然能够和苏家家主 亲自谈合作 多少有些紧张了 刚走到庄园门口 却发现苏家家主苏天花 竟然亲自站在大门外等他 看到穆婉晴 苏天花连忙快步走过来 穆总裁 真是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不愧是云城商界精英 不仅能力出众 而且还这么漂亮 当属云城天骄啊 苏天花笑着和穆婉晴打招呼 穆婉晴顿时感觉有些受宠若惊 他都有点怀疑 这场面是不是不太真实 自己在云城的地位 已经这么高了吗 竟然连苏家家主苏天花 都要亲自来迎接他了 一时间 穆婉晴心中涌起无尽的激动 苏家主 过奖了 穆婉晴还是谦逊地说了一句 怎么会过奖 来来来 穆总才快请进 苏天花将穆婉晴迎进庄园 一走进去 两排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同时朝着穆婉晴鞠躬 一口同声 穆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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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婉晴直接惊呆了 什么叫排面 这就叫排面 简直太有面子了 穆总啊 我已经考察过你的情愿公司 说实话 你的公司体量已经不小了 完全可以达到上市的标准 唯独缺少的 就是足够的资金 完成一两个大体量的项目 所以 这次我打算投资情愿公司三百亿 我们一起将云城海湾公园的项目拿下 做大做强 穆总 我是孙思敏 以后云城一道 我将拿出百分之三十的体量 交给情愿集团来做 这是合同 如果穆总觉得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签下合同 而且 投资款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到账 穆婉晴自从进入苏家之后 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被天大的惊喜给砸中了 让他脑子都有点转不过弯来了 懵懵懂懂的回到隐龙山庄 他依旧还沉寂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赵兰和穆博看到穆婉晴的神情 都不由得凑了过来 婉晴 发生什么事了 看你好像很高兴啊 赵兰好奇地问道 爸妈 大喜事啊 我们的情愿公司 应该很快就能上市了 知道吗 我今天去了苏家 苏家家主苏天花 说要给我们投资三百亿 拿下海湾公园的项目 这个项目做下来 我们情愿公司 立刻就能够上市 一个项目的利润 起码能有五十亿的利润 穆婉晴惊喜万分地说道 什么 赵兰和穆博两人 顿时都瞪大眼睛 投资三百亿 五十亿的利润 这这这这 是多少钱啊 要知道 情愿公司的体量 其实只能接受 差不多十个亿左右的项目 这直接投资三百亿 简直就是天降巨款 穆婉晴因为太过震惊 被惊喜冲昏了大脑 完全没有思考 为什么苏家 会给情愿公司 远超体量的投资 他只觉得 一切由苏家做靠山 这些问题 完全都不用考虑 穆家人满脸兴奋 婉晴 现在 真是天助我们穆家 三百亿的投资 我们穆家 势必要做大做强啊 哈哈 我早就说了 叶晨就是一个扫把星 你看 一把他赶出穆家 我们立刻就要发达了 就在几人无比激动的时候 穆妃从外面走了进来 姐 姐 出大事了 听到穆妃的声音 几人都微微一论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进出大事 小飞 什么大事 让你这么激动 穆婉晴好奇地问道 叶晨 叶晨死 穆妃跑得太快 粗重的喘息 让他连话都说不清楚 过于激动 什么 叶晨死了 穆婉晴脸上的神色一僵 不可思议地问道 不是 我是说 叶晨死定了 我大听到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江州王段凯放出消息 要求叶晨在一天之内 剁掉自己的双手 爬到段修杰的坟墓前 忏悔 否则立刻就会来云城灭了叶晨 这次是最后期限 听到穆妃的话 穆婉晴等人都不由得一惊 之前江州王段凯演气息鼓的几天 众人还以为江州王都已经不计较了 可那是沙子之仇啊 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抹去了 最后期限 也就是说 叶晨最多只剩下一天活命的时间了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淡淡地说道 这次 叶晨恐怕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活着了吧 赵兰眯着眼睛 他巴不得叶晨快点去死 肯定不可能活着了 你们江州王段凯 这次集结了多少人吗 听说江州战部的人都已经严正以待 生怕事情会失控 穆妃得意地说道 多少人 穆婉晴好奇地问道 除了江州四门 江州王段凯 还在海外请来了杀手组织 战神榜的那帮人 乾隆榜的超级高手 初步估算一下 恐怕将有五十万雄狮为其效命 这下叶晨绝对没有一点活下去的机会 穆妃兴奋地说道 什么 五十万人 其中还包括了那些实力强大的舞蹈高手 这么多人 恐怕一人一口口水 就能淹死叶晨了 活 怎么活 太好了 简直是双喜临门 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走 今天老爸我请客 我们必须吃顿大餐 穆博一拍桌子 大声地说道 好 我们就提前庆祝 一来庆祝我们穆家获得了苏家的三百亿投资 马上就要成为云城最顶尖的存在 二来 庆祝我们即将彻底摆脱叶晨这个灾心 穆家从此一路长红 穆飞拍手称赞道 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出了引龙山庄 准备去餐厅吃饭 刚来到餐厅停车场 还没有来得及下车 穆婉晴就不由地微微一愣 快看 怎么回事 那不是洛家家主洛明成吗 邢家家主邢振雄 赵云海也在 这些大佬怎么都凑到一起了 难道这个餐厅当刚发生了什么大事 快看 那不是陆瑶吗 他旁边的就是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啊 云城这些顶尖的大佬凑在一起 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 会不会是因为江州王段凯 即将来云城的事情 几人诧异之间 云城这些大佬已经纷纷离去 他们心中狐疑 却找不到答案 只能先进餐厅准备吃饭 然而 刚刚下车 迎面就碰到了叶晨 双方都不由地一愣 谁都没有想到 会在这个地方碰面 叶晨扫了几人一眼 表情冷漠 现在的穆家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他自然不想再去搭理 叶晨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去 和穆婉晴错绅过 穆婉晴身子微微一僵 猛地转身 叶晨 你什么意思 见到我 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招呼都不打 有没有礼貌 叶晨一愣 回过头 看着几人 我说穆婉晴 我和你们穆家 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 断绝生命 也是你们发不出去的 你在路上见到一个陌生人 会打招呼吗 叶晨语气冷淡地说道 这穆婉晴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要离婚的是他 要断绝关系的是他 现在叶晨懒得理会他们 他们反倒不爽了 听到叶晨的话 穆婉晴不由的脸色一僵 他自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俯视叶晨 内心始终认为 叶晨离开隐龙山庄 不过就是为了那不堪的自尊心 其实 叶晨在背后肯定是想方设法 想要回到穆家 毕竟 在穆婉晴看来 叶晨失去了穆家做靠山 只能沦落为一无是处的废人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碰面 叶晨竟然显得这么冷淡 甚至连话都懒得和他说 这和他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难道叶晨不应该是跪着求他 求穆家收留他的吗 这是欲擒故纵 还是以退为进 毕竟 叶晨是净身出户 身上没有什么钱 加上又招惹了这么多的事端 还惹上了江州王 叶晨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就是穆家 他怎么可能如此冷淡 装 继续装 穆婉晴认定叶晨 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废物还在这里装呢 表面看起来无所谓 其实内心恨不得跪下来求我们了吧 我告诉你 别说跪下来 就算你磕头磕死在这里 我们也不可能让你回穆家 真是笑死我了 你知道吗 我们穆家现在拿到了苏家的三百亿投资 以后的穆家 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存在 后悔了吧 可惜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穆博和穆妃两人 嘲讽地看着叶晨 满脸嘲讽 叶晨并未生气 看着穆家人 就像是看着一群白痴 看来你们还不清楚 到底谁会后悔 还投资三百亿 就以秦远公司的规模 吃得下三百亿吗 要不 你们现在给我跪下 求求我 我立刻让你们穆家 取代苏家的地位 叶晨淡淡地说道 说什么呢你 让我们给你跪下 你做梦呢 还取代苏家 人家苏家随便放个屁 都能把你崩死 真是脑子被门夹了 到现在还装 真是该死 穆家人听到叶晨的话 直接就炸了 情绪激动地大声发飙起来 叶晨 你现在已经离开穆家了 不会再得到穆家的庇护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消息 江州王明天就会率人杀过来 你好自为之吧 穆婉晴看了一眼叶晨 眼神冷漠 叶晨轻轻一笑 并不在意 穆家人依旧一如既往的愚蠢 穆婉晴一直以来 都想要成功 却不知道 真正能让他成功的 不是苏家的三百亿 而是叶晨 穆家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真正能够崛起的机会 不用你提醒穆婉晴 你们穆家错过了最后崛起的机会 懂吗 叶晨冷冷地说道 说完 叶晨转身就离开了 穆婉晴看着叶晨的背影 不由地重重叹了口气 马德 叶晨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错过机会 看他那拽不拉几的样子 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穆婉气不打一出来 恶狠狠地说道 行了 小飞 明天就是叶晨的死期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 即将那么多干什么 穆婉晴白白手 兴致缺缺地说道 婉晴说得没错 没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废物 破坏我们的心情 去餐厅 吃大餐 赵兰笑呵呵地说道 吃过饭后 穆家人就准备回家 然而 就在他们走出餐厅的时候 穆婉晴就收到一条信息 江州王段凯已经来到云城了 穆婉晴倒吸一口凉气 爸妈 这次事情真的大条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江州王段凯已经提前到了云城 而且江州四门也齐聚云城 这一下夜晨真的完蛋了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说道 是真的吗 他们在哪里集结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穆婉兴奋地笑道 郊区去看看可以 不过虽然我们和夜晨断绝了关系 可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参与进去 甚至最好做到不闻不问 否则 一旦被江州王盯上 那我们就惨了 穆婉晴提醒道 放心 姐 我们心里有数 穆婉笑着说道 穆婉晴开着车 很快就路过郊区 一路上 本应该空旷的道路 占了密密麻麻的人 这些人一看就知道 不是好惹的人物 穆婉晴开了一段路 就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不敢再往前看 因为 越往郊区 人就越多 穆婉晴连忙将车头一拐 开进了一条小路 准备越过这个山头 回到影龙山庄 然而 当车开到山顶的时候 穆婉晴就猛然停下车 迅速打开车门 其他几人也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从山顶往远处看去 一个山坳之中 密密麻麻占了数不清的人 起码有十万人 气势如虹 每一个浑身都带着极大的杀意 这这这 这就是江州王带来的死士吗 好恐怖的气势啊 我就说江州王 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 没想到 他却暗堵陈仓 已经在云城境内 集结了这么多死士 恐怖 太恐怖了 穆婉晴吞了一口口水 这种震撼的场面 只看一眼就会感到恐怖 更别说去正面对抗了 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早就知道 江州王很强 可真正看到江州王率领大军杀来的时候 才能够切身体会 当亲眼见证过江州王的实力 穆婉晴更是无法相信 叶晨能够活下去 毕竟 就如此壮观的场面 就算云城顶级势力 哪怕是明珠集团 恐怕也不敢轻易对抗嘛 叶晨 你终于要死了吗 穆婉晴神色紧张 爸妈 小飞 立刻上车 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能参与的了 我们立刻回到引龙山庄 这几天时间 我们必须足不出户 绝不见客 否则一旦让江州王盯上 我们就会给叶晨陪葬 快 我们走 穆婉晴害怕地催促起来 穆博和穆妃两父子自然也不傻 一家人上车后 连忙开去了引龙山庄 还特地交代守卫 今天开始 绝不见客 就在穆家人准备躲起来的时候 死神张也却出现在叶晨面前 主人 江州王目前藏在西陵山的一座寺庙中 他放出消息 要您去西陵山一会 您看 张也开口说道 叶晨睁开眼睛 手指有意无意地扣着桌面 随后 他缓缓起身 江州王 那好 就去挥挥他吧 西陵山上 江州王段凯正跪在寺庙前 虔诚地拜佛 他长得很壮实 那双手更是沾满了无数的鲜血 不知道他拜的是佛 还是在拜自身的罪孽 管家缓步走进来 段爷 那个叫叶晨的人出发西陵山了 管家开口道 带了多少人 江州王段凯一边拜佛一边问道 只带了一个人 管家说道 江州王段凯疑惑地睁开眼睛 只带了一个人就赶来赴约 这个叶晨在搞什么管 要知道 江州王段凯可是为叶晨准备了大礼 当初 作为大宗师的父权 拜在叶晨手里 基本上可以断定 叶晨的实力非常强悍 所以 他不仅召集了江州四门的高手 甚至还从海外请来了强者 本以为叶晨有着半不人神的实力 背后必然有极大的势力撑腰 可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只带一个手下就赶来 哼 他是太看得起自己 还是太看不起我段凯 敢杀我儿子 今日叫他有来无回 段凯缓缓起身 往外走去 刚走庙门 就看到叶晨和死神张也 段凯丝毫不慌张 在他眼里 现在的叶晨就是年版上的鱼 苏天花和孙思敏站在一旁 心中无比激动 他们终于要见到叶晨悲惨的下场了 不仅能除掉叶晨 而且还攀上了江州王的高枝 以后 那些今天站在叶晨那一边的云城势力 必定会被清洗 到时候 苏家将成为云城最顶尖的势力 甚至 成为云城王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对于孙思敏来说 他被叶晨赶出云城 只要叶晨一死 他就能重新夺回云城一道市场 甚至能够连江州一道市场 一同收入囊中 看到叶晨出现 苏天花迫不及待的就嘲讽起来 叶晨 你还真是胆子大啊 竟然赶两个人就来赴约 怎么 平常那些围在你身边当狗的人呢 怎么关键时刻就不见身影了 苏天花痴笑一声 满脸的不屑 在他看来 叶晨的确有点实力 可和江州王比起来 那就差得太远了 人要的就是懂战队 只有战队了位置 才能够走上更高的巅峰 叶晨 你当初将我赶出云城 没想到有这一天吧 我告诉你 这次我不仅要将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还要亲眼看到 你生不如死的样子 孙思闭眯着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叶晨说道 叶晨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两人 却并未搭话 就这两人的地位 还入不了他的眼 看到叶晨的态度 苏天花眼睛一眯 还这么傲气 真以为自己还是什么狗皮叶晨 等会面对江州王 我看他连妙都会吓出来 苏天花轻哼一声 说道 没错 江州王的实力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如今 战步不动 叶晨所能依靠的 就是云城那些势力 可这些人在江州王面前 简直连蝼蚁都不如 孙思闭呵呵一笑 对江州王段凯 有着巨大的信心 此时 江州王身边 已经人影创动 江州四门 天哪 天门高手齐聚 最差都是大宗室级别 竟然有三个半步人神经的强者 四门高手齐出 破天荒啊 这实力 谁看了不害怕啊 苏天花和孙思闻 两人都不由地缩缩脖子 不过 内心却无比的兴奋 毕竟 江州王段凯的实力越强 对他们来说 就越好力 此时 叶晨满脸傲然 缓步走到江州王段凯面前 周围的人都死死地盯着叶晨 江州王段凯 扫了一眼叶晨 内心倒是对叶晨 有些刮目相看 面对如此多的高手环视 叶晨倒是丝毫不怕 反而满脸淡然 就这一份心态 绝非常人能比 你就是叶晨 江州王段凯 冷冷地看着叶晨 语气森然地开口 叶晨嘴角勾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我是叶晨 怎么 段凯 你如此大张旗鼓的 是来云城给我道歉来的吗 叶晨淡淡一笑 开口道 这话一出 段凯眼睛一眯 眼中闪过一丝绿色 他没有想到 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叶晨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哼 小子 你太猖狂了 看来你还不清楚现在的局势 杀了我儿子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看看周围的情况 你就应该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过就是 我随手可以捏死的楼野 江州王眯着眼睛 语气森然地说道 是吗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人从山下走了上来 缓缓地走到叶晨身边 全是云城顶尖势力的家主 洛家洛云城 行家行政雄 陈家陈锋 明珠集团的总裁柳妙英 看到这几人到来 江州王眼神中带着一丝杀意 叶晨 如果你指望的 就是这几个废物的话 那你差得还太远了 江州王丝毫不惧地说道 洛明成 你们几个疯了吗 还不快点给江州王跪下请安 这个时候 你们还跟着叶晨 你们真是闲命长啊 苏天花看着洛明成等人 呵斥起来 哼 苏天花 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可没有想到 你竟然如此愚蠢 洛明成轻哼一声 满脸鄙夷地说道 疯了 你们真的疯了 区区一个叶晨 竟然让他们拥护至此 甚至不惜得罪江州王 你们知道后果吗 苏天花嘲讽地说道 苏天花 我当然知道后果 那就是 你必将和段凯一同下地狱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叶晨真正的实力 洛明成轻笑一声 和苏天花针锋相对 扑哧 听到洛明成的话 苏天花和孙思敏 都不由地大笑起来 仿佛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叶晨 就算他有点实力 那更多就是依靠占卜 给他的胆量 可如今 占卜的人一个都没有看到 而且上面命令禁止占卜的人 参与到这次纠纷之中 没有了占卜大军 叶晨拿什么和江州王斗 可笑 太可笑了 苏天花和孙思敏在笑 江州王段凯的脸色 却已经冷了下来 他缓缓抬起头 眼神中却闪过无尽的杀意 凭你们这些废物 也妄想让我下地狱 扑哧 哈哈哈哈 听到江州王段凯的话 苏天花等人笑得更大声了 敢让江州王下地狱 这是破天荒 头一遭啊 叶晨 我看 你是真的投铁啊 他们几个捧杀你呢 还让江州王下地狱 你觉得你有这个本事吗 苏天花嘲讽地看着叶晨 说道 叶晨眼神淡然 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在众人的诧异中 他竟然摇摇头 下地狱 不 段凯怎么能下地狱 他话还没说完 苏天花更是疯狂地大笑起来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他自己都认怂了 真是笑死我了 你们这些白痴 竟然还蹬在他屁股后面 苏天花以为叶晨 是知道自己不敌江州王 想要低头认怂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话音刚落 叶晨却眉头一皱 我说苏天花 你在段凯面前 连挑狗都不如 怎么跳得这么欢 江州王段凯 的确不会下地狱 因为 我会让他魂飞魄散 连下地狱的资格都没有 叶晨眯着眼睛 语气冰冷地说道 什么 这话一出 段凯 苏天花 孙思敏 甚至追随段凯来的那些 江州四门高手 全都变了脸色 叶晨简直太狂了 江州王段凯 盯着叶晨 他这次不仅仅带了 江州四门的高手前来 还有海外那些强者 可以说 对付叶晨 绝对万无一失 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动手 就是因为 叶晨太淡定了 可他又想不明白 叶晨的底气 到底来自于哪里 如果仅仅是 云城这些势力的话 恐怕还不足以 让叶晨有这般底气 小子 本来我以为你有点本事 为你准备了天大的惊喜 可惜 你比我想象中 更加的弱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江州王段凯 已经没有了耐心 他一挥手 杀了他 瞬间 江州王身后的 江州四门高手 就跳出来八个 可除了这八个人 其余人却无动于衷 江州王微微一愣 按他的部署 知道叶晨的实力不弱 所以 特地安排了江州四门 两个半步人神境强者 和五个大宗师境界的强者 当然 这不过是他的第一手 站在他身后的 还有海外各大势力的强者 每一个都是半步人神境界的强者 他之所以有如此底气 是因为 正是因为这些海外势力的加入 有了这股势力 别说小小的云城 就算是圣经的那些势力 他也敢去碰一碰 然而 在他预想中 只要他一发话 除了江州四门的其他海外高手 也必须一同出手 在第一时间除掉叶晨 以免节外生枝 可现在 这些海外势力的超级强者们 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根本就不听段凯的话 江州王段凯有些生气 回过头看向几人 表情温怒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给了钱的 你们为何不动手 江州王段凯与其暴墓的吼道 叶晨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就在这时 那几个海外势力的强者 缓步走了出来 朝着叶晨走了过去 江州王段凯这才松了一口气 叶晨 这下你死定了 我要给我儿子报仇 会让你死无葬身之 江州王段凯放下狠话 只是话还没说完 那几个海外强者 忽然 就朝着叶晨跪了下来 杀神莫白 参见少主 武神符咒 参见少主 战神白岩 参见少主 暗龙组织挟十万杀手 参见少主 引龙组织挟十万战神 参见少主 黑龙组织挟十万战龙 参见少主 转瞬之间 江州王段凯 除了江州四门一些死忠之外 圣雨请来的人 竟然全部朝着叶晨跪了下来 一瞬间 所有人感到头皮发麻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江州王更是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要知道 这些组织和高手 可都是他花费重金请来的 而且 比如暗龙和引龙这两个组织 一个是杀手组织 一个是雇佣兵组织 两个组织之间 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在海外常年相互厮杀 可现在 他们却同时给叶晨下跪 喊叶晨少主 这是怎么回事 谁都没有想到 反转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如此戏剧 这 苏天花和孙思敏两人 直接被这一幕 吓得浑身忍不住疯狂地颤抖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州王段凯 请来的这些海外组织 每一个都是顶尖势力 如果当初江州王 只是请来江州四门的高手 苏天花未必会背叛叶晨 正是因为江州王 请来了这些海外势力 才让苏天花觉得 叶晨必死无疑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海外势力的首脑 竟然全是叶晨的手下 也就是说 这些势力全都属于叶晨 叶晨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才多大 怎么可能创建出这么多实力强大 而可怕的势力 苏天花整个人都愣在了当场 恐惧袭来 让他感到浑身都冰冷无比 现在你还觉得你有胜算 叶晨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看向江州王段凯 此时 江州王段凯 整个人汗毛倒立 浑身颤抖 他刚想说话 却忽然看到一行人缓步朝着山上走来 竟然是战部的人 怎么回事 战部的人怎么也来了 难道是为了这些海外势力而来的 江州王想到这里 不由的心中一喜 之前 为了隐藏这些海外势力 他还特地找了很多关系 让战部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现在 他却无比希望战部出手 只要战部一出现 这些海外势力 必然会被逐一清理 这些势力是强 可和战部这个庞大的机器比起来 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哼 叶晨 我的确小看了你 不过意外来的就是这要求 你也想不到 战部的人会来吧 只要战部一出现 你这些海外的势力 必定会被清理 到时候 你依旧是任我拿捏的垃圾 现在 只要你跪在我面前 或许 我会让你死得更体面一点 江州王段凯 语气森然地开口 他这种想法 其实也没错 毕竟 这些海外的组织和战部 可以说是天然的敌人 为了维护龙国稳定 那是不允许这些海外势力进来的 只是 江州王利用了自己的关系 才让这些海外势力涌入 战部不出面则已 一出面 必定会出手 这就是江州王 现在看到战部的人 就像看到了救星 更重要的是 这次战不来的人 不仅有战手宫羽 甚至还有十个大宗师 这实力 简直尴杠的 看到宫羽走过来 江州王段凯 先发制人 宫战手 你来得正好 这些人 都是海外势力偷跑进来 想要扰乱云城作怪的痴妹王俩 还请宫战手出面 将这些人 全部缉拿归案 江州王段凯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战部的人出现 那就是他绝地逢生的开始 因为 战部和海外这些势力 那是水火不容的 就在江州王段凯 满脸笑意的时候 下一刻 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只见 宫羽滔滔耳朵 环顾四周 大声地问道 你们 谁是海外势力 给老子站出来 周围并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人回答他 更没有人出声 宫羽顿时露出 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看 段凶啊 有些话不能乱说 你看这里 哪有什么捣乱的人 我问了 都没有人回应啊 宫羽微微一笑 说道 江州王段凯的脸色 顿时僵硬了下来 什么鬼 这是什么情况 宫羽如果不是为了 这些海外势力来的 那来这里做什么 宫站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若不是为这些 海外杀手组织来的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江州王段凯 愤怒地盯着宫羽 质问起来 哦 我是听说 我们云城战部的首席教官 被人围攻 特地过来看看 到底是谁 敢动我战部的人 段凶 不会是你吧 宫羽轻笑着说道 段凯文言 神情一将 这宫羽摆明就是 站在夜城那一边的 这让他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 情急之下 江州王段凯 神色瞬间变得无比的猙獰 夜城 你还真是好手段啊 不过 你这次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十万死事 只要我一声令下 立刻就能攻上来 江州王段凯 直接抛出了底牌 那就是他藏在山坳中的 十万死事 夜城神色平静 段凯 你还真是无知 你觉得我敢来 会没有准备吗 你的十万死事 早成了十万土狗 不信 你自己去看看 夜城淡淡一笑 说道 不可能 江州王段凯 脸色一变 江州四门的高手 也都神色惊变 立刻跑到旁边 朝着目标方向看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几人的心 瞬间掉落谷底 他们脸色憋得通红 恐惧感瞬间席卷心头 因为 此刻 整个西林山周围 密密麻麻的全市人 将近百万之数 爆发出来的气势 直冲云霄 段凯准备的十万死事 在百万熊师面前 就像是可怜虫一般 他们哪怕再不怕死 面对如此恐怖 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 只能乖乖地俯首 江州四门的那些高手 只感到头皮发麻 原本以为 江州王的势力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层次 来云城杀个人 带来十万死事 那都是大财小用 杀鸡用了牛刀 可现在 他们只感觉浑身僵硬 小小的云城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人物 这个夜城究竟是谁 他到底什么身份 江州王段凯 浑身忍不住颤抖起来 感到难以呼吸 他在江州称王多年 向来都是屁拟天下 掌控千万人生死 可现在 他怕了 真的怕了 因为 他惹上了一个 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此时 苏天花和孙思明两人 哪里还有任何反抗的心思 恐惧 害怕 席卷他们的心头 扑通 扑通 两人直接朝着 夜城跪了下来 夜夜夜 夜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夜少饶命 只要夜少饶我一命 以后我苏天花这条命 就是夜少的 我可以当夜少身边的一条狗 是啊是啊 夜少 我也给您当狗 两人疯狂的磕头求饶 苏天花打死都想不到 在他看来 势力无比强大的江州王段凯 在夜城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夜城的身份和地位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此刻 他只想着自己如何能活命 只要能活下来 什么尊严 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他都可以不要 夜城冷漠地看了一眼 苏天花和孙思明 他并没有回话 反而是一直站在夜城旁边的死神张也 缓步走到两人面前 与其阴森道 宛若九幽地狱传来的索命音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背叛主人 说吧 死神张也伸出手 覆盖在两人的头上 用力一捏 啪 两人的脑袋 就像是西瓜落地一般 瞬间炸裂 这一幕 极具震撼 江州王段凯 已经没有了退路 他很清楚 就算给夜城求饶 下场绝对不会比苏天花好到哪里去 他深吸一口气 看着江州四门的顶尖高手 至少 他目前还有两个半步人神境强者 五个大宗师护身 只要能够逃出这脸 回到江州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四门长老们 今日我段凯落难 而等护我突围 只要回到江州 他日我庇护右江州四门 段凯语气沉重地说道 放心吧 段家主 我们江州四门对段家忠心耿耿 我们有两位半步人神境界的强者 和五个大宗师 想杀我们 没有这么容易 天门门主 傅克庆 眼神坚定地说道 的确 一个武道高手 一旦突破大宗师 成为半步人神境界 就算面对十万百万人 只要不去硬拼 一心想逃 没有人挡得住 气氛在这一瞬间 变得无比的冷峻 傅门主 你和地门门主 都是半步人神境界 你们两个打前阵 目标是夜城 擒贼先擒王 只要拿下夜城 一切都好说了 不过要小心 夜城的实力不弱 应该也是半步人神境界 其余的大宗师 挡住夜城身边那几个人 几副门主 他们争取时间 江州王段凯 不愧是老江湖 很快就冷静下来 目标直指夜城 段凯的话音一落 中位高手 已经暗中蓄力 准备全力出击 张爷 白爷 你们两个 解决他们 夜城丝毫不以为意 淡淡地开口 是 主人 两人领命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宫宇突然走到夜城面前 他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显得非常谦卑 说道 那个 夜少 能不能将那几个大宗师留给我们 你看 战步这几个小家伙 突破到大宗师之后 一直没有什么精进 想着拿对面那几个大宗师练练手 您看 听到宫宇的话 江州王段凯 差点没有直接吐血 感情宫宇这老小子 是打这个主意 他们可是大宗师啊 竟然又被拿去练手 这话说出去 恐怕都没有人敢相信吧 行 去吧 夜城点头 淡淡的开口 听到夜城的话 宫宇顿时像是吃了枪药 大声吼道 听到没有 给我上 弄死他们 瞬间 战步的这些崽子们 一个个像是看到了猎物一般 疯了一般冲上去 这些可都是战步的精英 虽然 在夜城的帮助下 他们都达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可对于一个武道高手来说 最重要的 永远是实战 只有实战 才能够最快提升他们的能力 张也和白眼两人 也在同时动手 对上了两个半步 人神境界的强者 场面瞬间紊乱起来 江州王段凯眯着眼睛 看着这一幕 他很清楚 张也和白眼两人的实力很强 加上战步那群不要命的家伙 他带来的江州四门的高手 肯定不是对手 可对于江州王段凯来说 这不是关键 他眼神灵力无比 看似面无表情 却时刻紧紧地盯着夜城的一举一动 他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在最关键时刻 拿下夜城 只要一击避重 将夜城抓住 他就有可能活着离开这里 片刻之间 在张也和白眼的疯狂进攻之下 江州四门的两个半步人神境界的强者 已经陷入了下风 受了不轻的伤 而其他的大宗师也都节节败退 好 打得好 崽子们 拿大宗师练手 这种事情可不是常有的 杀一个转够本 杀两个大转特转 谁杀得多 老子回去就给他奖励 公羽兴奋地大叫起来 众人也都看着这一幕 此时 夜城周身的人并不多 特别是几个高手 都已经走到另一边 看到这一幕 江州王段凯终于等到了机会 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任何的征兆 江州王段凯突然抱起 朝着夜城就宛若闪电般地冲向夜城 夜城 拿命来 江州王段凯爆发出狂暴的气势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谁都没有想到 江州王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毕竟 这么多年 江州王很少出手 也很少人知道 段凯之所以能在江州称王 除了其家族的势力庞大之外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半步人神境的高手 要知道 如此近的距离 被一个半步人神境高手偷袭 哪怕同样境界的高手 也都不可能躲开 甚至很可能会因此受到重创 小心 夜少 天哪 半步人神境界 没想到段凯竟然也如此恐怖 完了 段凯真是藏得好身 夜少危险了 众人都不由得大吼起来 因为 在他们看来 夜城现在只有一个人 周围没有人保护 被段凯偷袭 一旦夜城被杀 那局势恐怕会瞬间反转 可他们的叫声显然已经迟了 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敢看这一幕 段凯眼神死死地盯着夜城 眼中闪过无尽的杀意 这是他绝地翻盘最后的机会 只要杀了夜城 或者抓住夜城当人质 他就能够离开这里 至于其他人 回到江州之后 他完全可以一个个的清算 作为一个半步人神强者 江州王段凯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几乎出手的那一刻 就已经来到了夜城面前 看到夜城从头到尾 没有一点反应 江州王段凯眼中闪过一丝喜悦 夜城 没想到吧 我也是一个半步人神境界的高手 去死吧 等你死后 今日在场的人 我会一个个的清算 送他们下地狱陪你 说吧 江州王段凯凝聚了磅礴的力量 朝着夜城的天灵盖 就狠狠地轰了下去 宫与距离夜城最近 他的实力虽然不弱 可却根本没有机会赶过去救夜城 因为段凯的速度太快了 半步人神境强者 近距离 权力一击 谁人能挡 宫与心中一凉 要是夜城出事 那对于龙国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完了 这下完了 所有人都以为夜城这次要栽了 因为 没有人能够在一个半步人神境的强者偷袭中 毫发无损 洛明城和行政天等人 更是恐惧到面容扭曲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夜城死定了的时候 夜城却忽然猛地转头 眼神对上了段凯的眼神 看着段凯近在咫尺的拳头 夜城脸上露出一丝轻面 忽然仰起手 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段凯的脸上 毫无征兆 啪 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中了 段凯整个人只感到一股无法匹敌的力量 冲击而来 他整个人猛然倒飞出去 哄 重重地摔在地上 场面瞬间安静 周围的气息仿佛凝固了一般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那可是江州王段凯啊 一个半步人神境的高手 竟然被夜城一巴掌给拍飞了 什么情况 这怎么可能 几乎无法想象 夜城到底多强 在场的云城顶尖势力的大佬们 此刻看着夜城 那就像是看着天神一般 佛 佛戒 同时 他们也都在内心庆幸 自己选择站队夜城 否则 他们恐怕就会和苏天花 还有孙思敏一样的下场了 砰砰砰 此时 张也和白眼两人 也已经击败了江州四门的两大半步人神境高手 夜城缓缓地站起来 缓步走向江州王段凯 看着满脸惊恐的段凯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冷漠的神色 凭你也配做我的对手 知道你为什么有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吗 那是因为 你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只蝼蚁 夜城语气淡然地说道 他浑身散发出一种傲然的气势 仿佛在他面前 世间任何一切都入不了他的眼 你 你想干什么 江州王段凯真的怕了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自己准备了这么久 甚至自以为自己的实力足以让人恐惧 可没想到 一切的准备 在夜城面前 如此不堪一击 他浑身僵硬 头皮发麻 他一个半不人神经的强者 竟然被夜城一招击败 甚至他完全感觉不到 夜城是否用了权力 这种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对于未知 他内心唯有恐惧和害怕 我想干什么 当然是杀你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冷冽的笑意 单手凝聚出一道害人的气势 就要把江州王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然而 就在这一刻 江州王段凯恐惧地挣扎起来 扑通 江州一带天王 就这么跪在了夜城面前 在生死和尊严之间 他还是选择了尊严 感受到夜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段凯恐惧到 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 整个人再没有江州王的风采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卑微 砰砰砰江州王段凯一个个想投刻在地上 无尽的屈辱 此刻只能硬生生往肚里吞 他可是江州王啊 在江州 他有着无尽的威严 无上的地位 富可敌国的钱财 他何曾贵过 可现在 只要夜城能放过他 让他干什么都行 他内心无比后悔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绝对不会再招惹夜城 夜城简直就是不是人 无论是势力还是实力 都恐不到让人心惊胆战 夜城 我错了 我给你磕头 放过我 我不想死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只要你放过我 以后 江州王这个位置归你 甚至我愿意将段家的一半财产交给你 只求你饶我一条命 江州王段凯 无比卑微地哀求起来 段凯 你好歹也好称江州王 就这点胆量 你要是硬气一点 我还高看你一眼 看你这卑微的样子 还不如一条死狗 夜城冷冷地开口 说实话 如果段凯硬气得不服软 夜城或许还会留他一条命 可看段凯的样子 简直有辱江州王这个霸气的称号 看着夜城眼中闪过的杀意 江州王段凯恐惧到浑身颤抖 不 你不敢杀我 你也不能杀我 我是江州王段凯 我背后是圣经云家 你只要敢杀我 那就是和云家为敌 哪怕你实力再强 可在云家面前都不值一提 江州王段凯颤抖着声音 将自己最后的底牌全盘拖出 圣经云家 的确是一个很强大的家族啊 甚至在整个龙国 云家都能排得上号 而 根据死神张也查到的消息 苏子双的死 就是和这个圣经云家 有着直接的关系 哪怕是江州王 也不过是帮圣经云家做事 圣经云家 当年 他们敢残害苏子双 这个仇 我必然要报 不过我说段凯 当年那件事 你应该也参与其中吧 夜城眯着眼 语气森然地说道 苏子双 听到这个名字 段凯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这一下 他忽然明白过来 一切都明白了 今天发生的一切 并非他主导的 而是夜城一步步 运筹帷幄的结果 表面看起来 好像是江州王段凯 为了给儿子报仇 才会惹上夜城 实际上 夜城杀段修杰 到如今要杀段凯 全都是他下的一手棋子 就是为了给苏子双报仇 就算段凯这次不来云城 那夜城恐怕也会去江州杀了他 哈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夜城 你真是好手段 你说的没错 苏子双就是我杀的 是我亲手用匕首 刺进了他的心脏 段凯很清楚 当夜城说出苏子双三个字的时候 无论他怎么哀求 夜城都不可能放过他 是吗 那你今天死的不冤 夜城语气冷冽无比的说道 哈哈 夜城 你动手吧 我会再必然也能查到 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 能威胁到他们的存在 今天你杀我 他日云家杀你 你我皆是蝼蚁罢了 江州王段凯疯狂地大笑起来 夜城眼神一冷 伸出手 直接掐住段凯的脖子 将其硬生生地提了起来 为什么要杀苏子双 夜城冷冽地问道 可嗨嗨 所有人都以为 我江州王段凯 在江州就是无敌的存在 可谁又能知道 他们敬我如神明 可我依旧逃不过 当一个傀儡的下场 我能当这个江州王 仅仅是因为我听话 我能做事 我和苏子双无冤无仇 要怪就只能怪 他不懂怀避其罪的道理 一个女人身上 带着足以撼动龙国一道的上古单方 加上他如此漂亮 可谓是红颜祸水 当云浩哥找到我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苏子双该死了 云浩哥 叶辰眼神阴冷到了极点 恐怕 苏子双的死 和这个云浩哥 有着巨大的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 段凯 也已经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 在江州 明面上段凯 是江州王 段凯也实际上掌控着江州 不过 作为圣经云家的一条狗 主人自然会派人来看着 云浩哥便是圣经云家 一个支麦的大少爷 一直待在江州 算是云家安插在段凯身边的一个眼线 云浩哥当初见到苏子双 惊为天人 作为一个花花公子 他自然不可能会放过苏子双 于是 对苏子双展开了强烈的追求 只不过 苏子双见过叶辰这样的人物 区区云浩哥 怎么可能入他的眼 原本 云浩哥还算有绅士风度 就在苏子双 创建七彩医药集团不久之后 云浩哥不知道怎么了解到 苏子双身上带着不少 足以撼动龙国医道的上古单方 为了得到苏子双和上古单方 云浩哥便找上了段凯 哈哈 叶辰 我的确小看了你 今天是我输了 我认栽 可我告诉你 在龙国 我段凯不过就是一粒尘埃 别说圣经云浩 恐怕就连云浩之脉的云浩哥 你都不是对手 只有真正了解他们 你才会发现 那些真正的世家 究竟有多强 江州王段凯咬牙收到 叶辰冷漠地扫了段凯一眼 哼 我会不会死 你不用管 现在 就让我送你下地狱吧 叶辰轻哼一声 没有再犹豫 一巴掌 拍在江州王段凯的脑袋上 瞬间 段凯死了 叶辰一转身 哗啦 云城顶尖势力的大佬们 纷纷跪下 膜拜叶辰 在他们看来 无比强大的江州王段凯 在叶辰面前 却如此不堪一击 叶辰扫了一眼公语 毕竟 杀了江州王这件事 虽然是顺手的事情 可一旦传出去 必定会引起江州的动荡 加上从海外偷偷跑进来 这么多势力 这些都是战步 在兜着 否则他们想要进来 还是有些难度的 叶辰自然要给战步一个面子 公语 叶辰淡淡地说道 叶少 我在 有什么吩咐 公语咧嘴一笑 问道 战步那边 我会给一个交代 这些海外势力 我会命令他们 立刻离开龙国境内 其余的事情 交给你 如何 叶辰淡淡地说道 没问题 公语咧嘴一笑 能帮叶辰做事 那以后请叶辰去战步 恐怕又能要到不少好处了 叶辰点点头 他缓缓地扫视众人 散 瞬间 海外势力的那些人 在叶辰下令的那一刻 如潮水般退去 公语也站出来 从现在开始 这里由战步接管 今天发生的事情 任何人不得透露消息 经过这次 云城 但凡能够接触到 这个层次的大佬们 自然绝口不提 开什么玩笑 江州王段凯 就这么死了 简直和做梦一样 对于叶辰的实力 甚至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可以说 从今天起 不仅仅云城的格局会改变 甚至整个江州的格局 都会有着天地之差 引龙山庄 穆家人都不敢出门 全都归缩起来 因为 在他们看来 江州王段凯 声势好大 可能不仅仅是 为了对付叶辰一个人 而是想要对云城的 各大势力动手 为了能够和叶辰彻底撇清关系 他们只能不露面 只要能撑过这次 不被江州王段凯清算 那么穆家非但不会败落 反而可能一跃成为 云城顶尖势力 毕竟 乱世出英雄 江州王段凯闹得越大 清算的世家越多 那么穆家 能够抢占的资源就越多 穆婉晴等人 坐在大厅中 面色都难掩激动 就在这个时候 奶奶拄着拐杖 缓步走了过来 因为年龄问题 奶奶一直都住在 庄园的独栋花园别墅中 有专门的保姆伺候 奶奶喜劲 基本上不会离开花园 一般叶晨每天都会抽点时间 去陪她说说话 可这段时间 奶奶都没有见到叶晨 所以 她就亲自找过来了 看到奶奶来了 穆婉晴等人顿时感到不妙 奶奶 您怎么出来了 不是和您说了 要好好休息吗 穆婉晴有些担心地说道 因为奶奶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 很少走动 婉晴啊 奶奶虽然老了 不中用了 但走几步路还是可以的 我就是来问问 晨呢 这几天 我都没有见到晨 她怎么都不来 陪陪我这个老太婆了 奶奶笑呵呵地问道 这话一出 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尴尬 奶奶根本就不知道 叶晨不但已经被他们赶出穆家了 甚至此时此刻 可能已经死在江州王段凯的手下 妈 叶晨忙去了 您也是 怎么能让年轻人天天陪您呢 他也要去做事业 要上班的 不是吗 穆博连忙走上去 左顾延他的说道 听到穆博的话 奶奶眉头微微一皱 她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是非常了解的 那句话是真的 那句话是说谎 她一眼便可以看出来 哼 我这个老太婆是老了 可不是傻了 我还分的清真假 告诉我 晨呢 是不是她出什么事了 奶奶冷哼一声 急切地问道 啊 妈 叶晨怎么会出事 您想多 穆博还想隐瞒 奶奶的拐杖 却狠狠地朝着穆博敲了过去 哎呦 妈 您打我干什么呀 穆博吃痛 惊呼一声 奶奶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打我爸干什么 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叶晨就是一个外人 你既然想知道 那就告诉你吧 叶晨被我们赶出了隐龙山庄 而且他还得罪了江州王段凯 他已经死了 死翘翘了 穆卫看到这一幕 直接将事情全盘拖出 听到穆卫的话 奶奶整个人都急了 赶出隐龙山庄 叶晨死了 奶奶仿佛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穆婉晴等人 婉晴 你告诉奶奶 这不是真的 肯定不是真的 对吗 奶奶急得浑身颤抖起来 奶奶 是真的 穆婉晴不忍心欺骗奶奶 还是说了真话 哄 奶奶只感到脑袋一片空白 你们 你们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怎么能把池赶走 你们有良心吗 明知道她有危险 你们不但不去帮她 反而在这里冷嘲热讽 奶奶扶着额头 整个人都气得浑身发抖 她向来将叶晨当成自己的亲孙子 没想到 到头来 却是这样的结果 叶晨要是死了 那对于奶奶来说 无异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怎么能受得了 奶奶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叶晨就是一个吸血鬼 依附在我们穆家吸血 她死了更好 她一死 我们穆家就能直线崛起 本来就是一个外星人 管她做什么 穆婉撇撇嘴 直接顶嘴说道 是啊 妈 这件事你别管了 我们穆家要崛起 就不可能因为一点不深不浅的交情 就放弃了前途 而且她得罪的那是江州王 难道我们穆家给她陪葬才行吗 穆博和赵兰也纷纷开口 奶奶难以置信地看着众人 你 你们 噗 气急攻心 奶奶直接喷出一口老血 整个人脑袋一阵绚晕 轰然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穆家人吓坏了 奶奶 妈 你怎么了 快 快找医生过来 奶奶怒急攻心之下 直接就气晕了 如果年轻人的话 或许不严重 可奶奶的年龄大了 很快 穆婉晴就动用关系 请来了很多医生 引龙山庄 本就有备用的私人医疗室 医生一来 就开始了急救 穆家人急得团团转 婉晴 快通知晴雪 奶奶这么大的年龄 看医生紧张的样子 看来很严重啊 唉 这个叶晨 真是死了都不让我们安生 我就说她是扫把星 人都死了 还把奶奶给气病了 赵兰满脸郁闷地吐槽起来 穆清雪很快就接到了消息 她给叶晨发了个消息之后 就赶到了引龙山庄 感受到沉闷的气氛 爸妈 奶奶的身体 不是一直都还可以吗 怎么会突然病倒 到底怎么回事 穆清雪着急地大声质问起来 这 我们也不知道啊 清雪 你先别急 医生已经在治疗了 你不要大呼小叫 穆薄眉头一皱 有些心虚地呵斥了一句 其实 奶奶之所以会病倒 都怪穆飞多嘴 可同时 也让穆家人非常不爽 不就是区区一个叶晨吗 一个外人而已 奶奶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硬生生把自己给气病了 难道 自己家人 还比不过一个叶晨重要吗 穆清雪见几人的神色怪异 就感觉到 这件事不简单 可这个时候 也没办法追究什么 只能祈祷奶奶 不要出意外 很快 医生就走了出来 穆婉晴和穆清雪两人 连忙走上前 医生 我奶奶情况怎么样 医生深吸一口气 病人受到了太大的刺激 属我无能为力 轰 这句话 像是一道惊雷 轰在众人的脑海中 怎么会这样 我奶奶一向身体都很好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穆清雪满脸急躁地咆哮起来 病人年龄太大了 就算做手术 大概率也下不了手术台 如果你们不信我 可以另外寻医生看看 只是 这种情况 就算去哪个医院 都是一样的结果 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道 医生 我奶奶还有多久的时间 穆婉晴悲伤无比地问道 病人清醒应该是不可能了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情 不过他应该还有微弱的意识 趁着这个时间 你们好好和他道个别吧 医生深吸一口气 带着其他医生转身就走了 气氛显得非常沉闷悲伤 不行 我不相信 爸妈 我们立刻联系更好的医院和医生 一定要治好奶奶 我认识不少专家 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穆清雪不肯放弃 拿出手机 就开始拨打电话 其他人并没有说话 穆清雪联系的 都是在云城鼎鼎有名的医学专家 可了解了奶奶的情况之后 基本上和之前医生说的如出一辙 连续几个电话 都得到了同一个答案 那么结果显而易见 不行 奶奶一定不会死的 云城治不了 我就把奶奶送到江州 送到圣经 对了 姐夫 只要姐夫来 一定可以救活奶奶的 穆清雪崩溃的大声说道 够了 穆薄黑着脸 大声呵斥起来 这个时候 穆清雪竟然还想到叶晨 要不是叶晨 奶奶怎么会这样 还想着叶晨 她都已经死了 你难道要找死鬼上来给奶奶看病吗 要不是叶晨 奶奶怎么会病倒 二姐 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穆飞生气的说道 是啊 清雪 奶奶已经病了 你不要再闹了 去和奶奶好好告别吧 也许放弃 才是对奶奶最后的尊重 难道你想看到奶奶临死 还要被折腾吗 赵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妈 我这怎么能是折腾呢 为什么你们现在会变成这样 穆清雪无比愤怒的质问道 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既然大家都在 那就大家举手投票 同意奶奶放弃治疗的举手吧 穆薄作为大家长 直接开口 在他们看来 奶奶已经没有救了 只剩下不到一天的命 这个时候 再去折腾 就算延续了几天的命 痛苦的还是奶奶 穆薄首先举手 赵兰也跟着举手 穆飞举手 穆婉晴和穆清雪 两人都黑着脸 婉晴 难道你也想看到 奶奶被送到医院开刀 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吗 奶奶一辈子干干净净的来 难道不能干干净净的走吗 穆薄开口问道 穆婉晴脸色一僵 最终叹了一口气 举起手来 穆清雪不敢置信的 看着眼前的家人 听着穆薄信誓旦旦的话语 听上去没错 可奶奶是他们的家人啊 只要有一丝希望 都不应该放弃 而且 就算要放弃 难道不应该 有奶奶自己来决定吗 为什么 她的家人 会变得如此冷漠和无情 同意放弃吧 别折腾了 没用的 穆薄叹了一口气 看向穆清雪说道 穆清雪眼泪绝低 胸口痛到难以呼吸 我不同意 就在这时 忽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众人的耳旁炸开 吓了众人一跳 连忙看去 就看到叶辰满脸 怒意地站在大厅口 这一看 直接将穆家人都给吓坏了 什么情况 没看错吧 这不是叶辰是谁 穆薄直接被吓得腿软 跌坐在地 惊恐地大喊起来 鬼 鬼啊 叶辰 你不是死了吗 不管我们的事啊 是段凯杀你的 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你要报仇 也别找我们啊 穆家人都神情紧张和震惊 因为 在他们想来 江州王断铠 可是夹杂着势如破竹之势 要弄死叶辰的 叶辰不可能在恐怖实力的 江州王手中活下来的 没道理啊 姐夫 叶辰 你终于来了 就叫奶奶吧 奶奶要死了 穆清雪看到叶辰的那一刻 终于忍不住崩溃地大哭起来 这下 穆家人终于反应过来了 叶辰不仅没死 还活得好好的 这个世界上 哪里会有鬼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放心 我虽然和穆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奶奶一直对我很好 我不会见死不救 叶辰看了一眼穆清雪 淡淡地说道 其实 自从穆家和叶辰断绝关系之后 叶辰就打算 不再和穆婉清一家人扯上关系 如果今天是穆薄或者赵兰要死了 那叶辰绝对不会踏入引龙山庄一步 然而 穆家奶奶不一样 她对叶辰是真的很好 一直护着叶辰不求回报 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叶辰 叶辰没办法做到无动于衷 当然 这也仅仅是救奶奶和穆家人没有丝毫关系 叶辰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应该被江州王杀了吗 为什么还能活着 你杀了他儿子 他怎么可能放过你 赵兰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道 叶辰冷着脸扫过穆家人 我怎么样和你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救奶奶 与你们无关 叶辰懒得多说什么 直接看向穆勤雪 要他带路 此时 穆家人都还处在震惊之中 根本没办法阻止叶辰 等穆勤雪带着叶辰走进奶奶的房间后 穆薄就急切地开口 婉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辰竟然还活着 那江州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 大姐 快去查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辰这样都能活着 这也太难杀了吧 几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穆婉晴也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一痛痛电话打了出去 然而 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仿佛所有人对于江州王的事情 非常的忌讳 都绝口不提 可江州王的事情 穆婉晴没有打听到 却意外听到了一个 让他直接崩溃的消息 挂上电话 穆婉晴只感到脑子一阵眩晕 整个人身子一软 倒在地上 他无比悲切地哀嚎起来 爸妈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江州王的事情没打听到 可苏家苏天花 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暴毙 连带着苏家也直接解体 他们要投资我们的三百亿 也成了泡沫 我们穆家失去了三百亿投资 什么 穆家人瞬间瞪大眼睛 仿佛被惊雷轰在脑海中 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会这样 他们不是已经眼看就要崛起了吗 为什么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今天本应该接到好消息的 叶辰一死 穆家就彻底摆脱了这个废物 穆婉青也彻底可以解放了 甚至能够找到更优秀的老公 穆家得到苏天花给的三百亿投资 一跃成为云城最顶尖的世家 加上孙思敏将整个云城医药市场的份额 交给穆家来做 穆家的前途应该是无限光明的 可现在呢 叶辰非但没死 反而是苏天花暴毙了 穆家直接就损失了三百亿的投资 甚至连奶奶都因为这件事病种了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打击 怎么会这样 穆博不敢置信地问道 他整个人都显得非常呆滞 仿佛无法接受这个打击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辰 叶辰呢 穆婉青仿佛才反应过来 就要找叶辰 姐 叶辰去奶奶那了 说是要给奶奶治病 穆菲连忙开口说道 治病 他是医生吗 为什么你们刚刚不制止他 这不是瞎胡闹吗 难道他害得我呢 还不够吗 穆婉青只感到自己的脑子要爆炸了 一瞬间 太多不好的消息 直接冲击着他的灵魂 对对 快去拦住他 他不仅害我们失去了三百亿的投资 现在还要折腾奶奶 真是气死我了 赵兰也气愤地说道 几人匆匆赶了过去 跑到门口 穆菲就忍不住大声地呵斥起来 叶辰 你给我住手 不准你碰奶奶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穆家毁了才开心 你要是敢动我奶奶 我拼了这条命也不会放过你 穆菲直接率先闯进去 此时 叶辰却已经将迎针收起 众人恶狠狠地盯着叶辰 穆婉晴深吸一口气 叶辰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奶奶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得你乱来吗 奶奶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折磨她 让她安静地走 不行吗 穆婉晴温怒地瞪着叶辰 发怒地咆哮起来 我只是给奶奶治病 你也不用和我多说 只好奶奶我就走 我和你们穆家不会有任何关系 叶辰语气淡然地说道 哼 治病 叶辰 我们难道还不懂你吗 你是医生吗 你有行医资格吗 我看你不是来治病 而是借着治病 想要回穆家吧 我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可能 你害我们损失了三百亿的投资 你就是我们穆家的敌人 叶辰 我不管你打什么主意 现在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奶奶不用你管 就算她厌弃了 我们穆家会给她最隆重的葬礼 穆家人对着叶辰 就指指点点地臭骂起来 叶辰还没说完 忽然 躺在床上的奶奶 经过叶辰的治疗 却已经缓过了这口气 缓缓地睁开眼睛 穆伯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不生这个病 我还不知道 你们就这么想让我这个老太婆死吗 奶奶伤心地开口 瞬间 场面安静无比 什么情况 奶奶醒了 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不是说 奶奶活不过今晚吗 已经没救了吗 而且绝对醒不过来了吗 怎么叶辰才进来这么一小会 奶奶不禁醒了 而且看面色 也已经有了血色 叶辰还真的会医术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以前从不知道 叶辰竟然还能治病救人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穆伯吓了一跳 他连忙冲到奶奶身边 妈 您说什么呢 是那个医生 我怎么会想要您死呢 醒了好 醒了就好 你不知道 都快担心死我了 穆伯跪在床边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说道 扶我起来 奶奶冷着脸 喝道 妈 您现在身体很差 躺着休息就好 不能乱走动 穆伯连忙劝说道 我说扶我起来 奶奶加重了声音 因为太过激动 忍不住大声咳嗽起来 好好好 穆伯将奶奶扶起来 奶奶看了一眼 叶辰 眼中满是愧疚 承儿啊 奶奶对不起你 是奶奶没有教好他们 让他们养成了 如此无知狂妄的性格 奶奶在这里给你道歉 承儿 这个家 奶奶还能做主 你住回来吧 有奶奶在 我看谁敢欺负你 奶奶满脸慈祥地 看着叶辰 说道 这话一出 穆家人的脸色 都变得很难看 他们好不容易 才把叶辰赶走 要是叶辰顺着奶奶的话 顺理成章地留下来 那他们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拒绝 毕竟 奶奶都亲自发话了 所有人都紧张地 看着叶辰 叶辰深吸一口气 奶奶 今天我救你 是因为你以前对我很好 我不忍心看你就这样 撒手人寰 不过我和穆家的缘分 已经尽了 奶奶 好好养身体 我会开一个方子给清雪 回头让他给你抓药间来吃 我就先走了 叶辰满脸淡然 开口说道 对于叶辰来说 整个穆家 除了奶奶和穆清雪之外 他不想和其他任何人 有丝毫的瓜葛 听到叶辰的话 穆伯和赵兰等人 暗中松了一口气 嘴角更是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 叶辰还真是会装逼 还缘分以尽 最好是缘分以尽 真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表面看着 不想和穆家扯上关系 可听到奶奶生病 还不是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表面上是治病 实际上就是想要回归穆家 不过 让他们无比疑惑的是 叶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仅能在江州王手里活下来 还突然学会治病吗 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 叶辰转身就往外走去 穆飞轻哼一声 叶辰 你最好说话算话 这样我还当你是的男人 别没两天 又灰溜溜地跑回来求我们穆家 到时候可就丢脸丢大发了